随机生成地图中 一千名游戏玩家已载入游戏 自动投放生物 检测当前地图为新手级地图 玩家准备进行游戏 游戏开始 宋白迷迷呼呼睁开眼睛 右手挡起刺眼的阳光 透过手臂的余光 让他略微看清楚周围的景色 松软的沙地 远处一片棕榈树 右手边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好 还莫等他彻底清醒 一声吼叫先震响了耳朵 他连忙翻身站起 顺手抓起一根树枝 眼前是一条恶犬 尖利的獠牙显露 眼中闪着悠悠的绿光 让人有些害怕 下一刻 恶犬后腿用力 几个跨越就冲向宋白 一口咬中他手中的树枝 死死不撒口 该死 宋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这恶犬力气如此之大 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然而 恶犬没有给他丝毫犹豫的机会 转瞬间松开口中树枝 向他头部咬去 好 恶犬又发出一声吼叫 滴滴心臭粘稠的口水流到脸上 直叫人恶心反胃 你去死吧 宋白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竟然放开手中用来抵挡的树枝 双拳用尽全力 直接打进恶犬的喉咙 啊 恶犬被吓一跳 猛然挣扎哀嚎 试图甩开宋白 同时利齿紧咬 鲜血瞬间流出 然而在愤怒之中 鲜血非但没有 让宋白恐惧 反而激发了他的血性 该死的畜生 敢咬老子 宋白不管不顾 抓着恶犬就是一阵乱打 甚至深入他的喉咙 抓出无数血肉 咬我呀 咬我 碰 碰 碰 也不知过了多久 宋白终于疲累地倒在地上 气喘吁吁 而他的旁边 是被打成血肉模糊的恶犬 早已看不出本来面目 没想到 刚一进这个世界 就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宋白敢叹道 这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叮 恭喜你杀死本世界 第一个生物 获得新手奖励 建村令 领主获得初始特性 请选择 实习医生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白衣小天使 管杀不管埋 获得初级的治疗能力 部队恢复能力略微增强 同性恋 对于异性 你根本不感兴趣 对于一些保守的人来说 不能接受 生育能力负50% 影响力1 健康加2 北方汉子 生育陆地 体格颇为强壮 可惜不实水性 武力加3 在海洋作战时 武力负70% 请在三秒钟内做出选择 如不选择 极为放弃 啊 只有三秒 宋白还在仔细查看特性 刚听到这句话 还没反应过来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秒 请尽快做出选择 3 2 什么什么 怎么这么快 宋白一脸猛逼 这和老师讲的不一样啊 只有三秒钟 怎么够选 叮 时间结束 是为自动放弃奖励 你才数到2啊 宋白感觉脑子都要疯掉了 最重要的新手特性选择的机会 居然就这样失去了 要知道 按照老师所说 刚开始足有10分钟的时间 可以自由选择初始特性 在宇宙法则中 每个人 每个生物 乃至每个神 都有自己的特性 这些特性 不能被系统面板显示出来 但却确确实实地 决定着一个生物 是否有强大的属性和潜力 选择一个初始特性 就相当于选择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然而现在 宋白不自觉皱起眉梦 事情很明显脱离了控制 系统错误 申请投诉 编号9527申请投诉 系统并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有一个属性面板 悄然出现 宋白编号9527 武力 二 战斗力足以与八十老太相媲美 智力 一 稍微高一点的智商 买菜不怕缺金少两 统帅 一 只有你家的旺才能听懂你的命令 影响力 一 没听说过这个人 特性 打工仔 不知名的公司职员 脑子不太 糊涂 身体不太健康 智力加一 影响力加一 统帅加一 武力二 健康一 定 您获得至尊级唯一特性 全能者 全能者 这名字一点也不霸气啊 宋白一边吐槽 一边打开了属性面板 查看这个特性 全能者 此人堪称 无所不能的神 虽然什么都没有 却可以复制一切 该特性拥有者 可以复制任何生物的特性 真的有这么丝滑吗 宋白艰难地咽下口水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掐了自己一把 疼 这是真的 特性是一切生物的力量本源啊 要是可以不受束缚的 复制任何特性 岂不是说明自己 分分钟无敌 不论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他都可以得到 并且汇聚百家之常 为一身所用 成为像霸王项羽 那样一人成军 杀败诸侯 决定战局胜负的猛将 或者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谋士 更甚至成为洒斗成冰的仙人 法天相地的天神 都将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突然来了一个大惊喜 宋白的小心脏 都有些受不住 不过这个特性 再怎么强大 还得需要先找到一个活人 让他有目标 复制才行啊 至于现在 还是先熟悉周围的环境吧 很明显 他出生在海岛 这就意味着 他建立的领地 要受到更多自然灾害的侵袭 更糟糕的是 外出会变得非常困难 领地想要聚集人口 扩展领地 几乎成了痴心妄想 对于现在的宋白来说 不是件好事 请确定您的家族姓氏 系统提示音 再次响起 宋 已发放建村令 请查收 请确定领地范围 附近都是沙地 在这里建设领地 就是找死 宋白只能拾起 刚刚掉落在身边的建村令 一步步向海岛深处走去 走了大概有两三里路 宋白来到了一处山坡上 这里树木葱龙 土地肥沃坚实 附近有条小溪缓缓流淌 溪水内不少 鱼儿缓缓游动 有谁有食物 面对自然灾害 还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在这建立根据地 无疑很合适 宋白深吸一口气 找准位置 将手中的建村令 投掷到他选中的位置 叮叮当当的敲锤声响起 这方土地 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隐约能看见一座木制建筑 拔地而起 片刻之后 一座小破屋摇摇晃晃 出现在宋白的眼前 上面竖起 一面破烂的赤红色旗帜 旗帜四周 镶着黄边 正中间写着一个颂字 宋白袖手仰头观看 这便是他现在 乃至未来的立足之本 村落 未命名 资源 零 居民 一 宋白 建筑 无 介绍几乎等于无 宋白长叹一生 从怀里 拿出另一块破旧的卡片 仰头道 使用村民卡 劣质的村民卡 为村落 随即提供 实名素质低下的村民 一张不能再劣质的卡片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宋白刚穿越到这个世界 还不到一个月 就被告知要高考的消息 与前世不同的是 这里的高考 类似于一种战略游戏 但他统帅的士兵 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领地的发展 也决定了 他未来的生活和成就 这是他高三的第一次测试 也是人生中的起始点 每个学生 在刚开始 都可以选择一张初级加载卡 大部分人 都会选择能带来人口的村民卡 毕竟人口 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不过 初级加载卡也有优劣之分 有钱的人家 会选择高价钱给子女 买一张高价值的加载卡 正所谓一步先步步先 这同样 会让他们的子女 拥有极大的优势 但在此时 作为父母双亡的孤儿 宋白只能选择 最劣质的卡片加载 就这还是帝国 给宋的孤儿福利 虽然说 以后不需要偿还 不过卡片质量 也是挺差劲的 等待村民到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闲来无视 宋白站在小坡屋子旁边 以俯视的姿态 向四周观察 它所在的位置 是一处比较高的坡地 视野开阔 在小岛的北方片中的位置 总体来说 还算比较平坦 纵蓝整个岛 并不算太大 放眼望去 几乎可以看到尽头 一到不算宽的河流 将整个小岛 劈成两半 偶尔有崎岖的山地 将河流分 插出许多小溪流 宋白的眉毛微微 抿在一起 它之所以将出使村落 建设在这个很高的山坡上 就是看中了 这里有水源 同时这里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村落所在的位置 也比较平坦 适合发展 但这里的水源 却是由小溪流组成 不但水量少 还有断流的可能 不太适合长期的发展 唉 它微微叹口气 毕竟经验不足 第一次建设基地 很多事情都考虑不周 就在此时 后方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宋白随手拾起 一根粗树枝 挥舞两下 侧身躲在旁边的杨树边 应该是它的农民到了 但没有确认之前 它必须谨慎 不多时 从树林里走出来 十个衣衫蓝绿的男女 茫然地看着四周 等待着他们的领主 宋白松口气 来者正是他的村民 他用树枝 撩起地上的枝叉 走到众人面前 拜见领主 村民们跪倒在地 一起向宋白磕头 起来吧 宋白虚拂一下 十个村民 相继站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村民 他忽然产生一个想法 既然全能者 能复制任何特性 那么不如先试一下 结果刚打开 村民的系统面板 宋白的脸色 瞬间黑了下去 懒惰 如果不是为了生存 他甚至懒得呼吸 全属性一 幸运加一 愚蠢 此人永远认为 别人是傻瓜 智力二 影响力一 健康加一 这特性 我复制过来 有啥用啊 全团废物 宋白欲哭无泪 开局一把屠龙刀 可惜这刀拿不动 哎 路药一步一步走 领地要慢慢发育 一口吃不成的胖子 宋白心内感叹一声 玄机回头看向十个村民 七男三女 其中两个女的较为粗壮 只有一个女子比较清秀 让人眼前一亮 不错 男女性别很不均匀 不过 这样才好 现在正缺劳动力 女人都当男人用 男人都得当牲口使唤 都给本领主动起来 你仨 给我去砍树 没有工具 去磨石斧子 什么 不会磨 不会磨斧头 就用手磨 你俩去给我抓鱼 天黑之前 我喝不到鱼汤就炖你俩 你两个人给我盖房子 到晚上 必须保证 我有睡觉的地方 两位壮实的大姐 就看着帮忙 哪里工作量大去哪里干活 至于你 村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 宋白看向最后一个 略微清秀的女子 她赶紧跪下来 女子杨大 听主人吩咐 杨大皮肤白皙 五官端正 十分吸引人 也没有什么负面属性 让她给自己孕育后代 是个不错的想法 这可不是开玩笑 作为一个领主 要在领地待上数十年 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 给自己的家族 繁衍后代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宋白可不想自己的后代 长得歪瓜裂枣 因此配偶的相貌 必须过关 眼前的杨大 试得不错的选择 不过眼下 正缺人手 也不能让她闲着 更不能厚此薄笔 宋白决定 派她去查看一下 周围的地形和资源 天很快飞了 两个依靠茅草和木头 为原料的房子 勉强搭建了起来 篝火冉冉升起 几个插着野生鱼的简陋 烧烤架搭起来 明火炙烤着一条条鱼 鱼身滴落在火焰上的油脂 发出滋滋的声音 烤鱼也变成诱人的金黄色 几个农民 下意识甜甜嘴角 一天的劳累 让他们腰腿酸痛 但这几条小小的烤鱼 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英明的领主会 带领他们 吃饱饭吧 宋白无聊的 摆弄着烧烤架 却有些心不在焉 是因为杨大还没过来 他下意识 有些烦乱 早知道 不应该让他 去探查小岛 岛上情况不明 安全性实在令人堪忧 啊 正想着这件事 山坡下 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原本忙碌的村民 顿时显得有些慌乱 与此同时 摆弄烧烤的宋白 蹭得一下站起身 转头就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这是 杨大的声音 宋白皱起眉头 这个女子 虽然是他相中的配偶 但要为他冒下 失去领地的风险 实在有些不值得 虚疑 声音又传来了 这次很清晰 仿佛静在眼前 是宋白之前 给杨大安排的暗号 意思是 追赶他的只有一个人 那还犹豫什么啊 哥们最擅长的 就是欺软怕硬 啊呸 是英雄救美 右手向后一挥 几个村民 战战兢兢地拿起手中 粗大的树枝 女人留下 宋白下令 两个农妇 是繁衍人口的重要资源 别看粗胳膊粗腿 但他们身体强健 绝对是能生孩子的好手 更何况 只有一个敌人 在这荒岛上 也不大会出现强大的战士 更可能是哪里出来的土著 相比于这次战斗 潜在中的危险 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宋白觉得 这次一定会赢 更何况 他还有秘密武器 几个农民拿起 放在树木旁边的几根长木条 石斧朝木棍旁边 预留的痕迹一挥 一头直接被削成尖锐的木间 这样一来 几个长木条 直接被做成了长达两米多的木枪 一寸长一寸强 几个人齐举着木枪 哪怕有几条狼 也敢拼一拼 这几条长枪 给了村民们底气 他们在宋白的带领下冲下山坡 没走多久 就看到 疲惫不堪的羊带 被一个战士追赶 是切切实实的职业战士 半边脸全是刀疤 凌冽着银鞋和圣人的杀器 他腰带中间 斜着一柄短刀 背后背着短弓羽剑 背心被内甲锁笼罩 脚下的瘦皮靴子 沾着泥泥 仍能看出价值不菲 不远处放着坚实的黑色盔甲 还有一把长柄斧 月光下 反射出雪白刺眼的锋芒 两边人相见 都被吓了一跳 没啥可说的 宋白一挥手 村民们歪歪斜斜 举着长木枪 就冲了过去 那个战士 谨慎地靠在树边 他没时间穿盔甲 但迅速提起 长柄斧握在手中 村民一拥而上 竖把长木枪捅过去 战士侧身躲过 实在躲不过去的 就挺起胸膛 用内甲挡着 木枪尖扎在内甲上 只留下几个小小的凹陷 不过这冲击力 也让战士疼痛不清 他一把抓住几个木枪 这木枪太长了 村民们一时间收不回来 见战士恶狠狠地扑过来 众人都有些慌乱 这当口战士 松开手中木枪 直接举起长柄斧 披向离他最近的农民 这个农民 眼见他刀疤交错的脸上 掩饰不住的恶毒 根本来不及躲避 只下意识 把左手举起来抵挡 擦 一声利刃 划破血肉的声音 农民大声痛苦的哀嚎 在地上直打滚 旁边的几个人 慌忙丢下长木枪 拿起粗木棍 围绕着战士 这么厉害 宋白心中一惊 到底是小缺了此人 事到如今 如果不想出办法 自己的小命不堪忧啊 对了 全能者特性 宋白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打开这个海盗的属性面板 查看起来 离北城 特性 资深海盗 此人熟知水性 非常残忍 令人咬牙切齿 武力加三 海上作战 武力加二 影响力加一 合格的战士 此人没有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却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武力加二 统帅加一 无恶不作 坏事做尽 惹人讨厌 影响力加二 复制 宋白心中默念 叮 复制特性 需要和目标 保持一米以内的距离 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 宋白无奈地想 此时这个海盗一转身 随手扔下长兵斧 一把抓住一个农民 从背后抽出羽箭 把他插入农民的喉咙中 他插入农民的喉咙中 农民捂着脖子 鲜血直冒 喉咙里 发出嘶嘶的声音 眼看是要死了 去你妈的吧 在宋白的指挥下 几个农民 直接丢下武器 猛然向战士扑上去 死死抱住他 他则趁机冲上去 大吼一声 复制 所有特性 丁 复制成功 海盗 合格的战士 无恶不作三个特性 一共给他加了五五力 一统帅 和三影响力 瞬间 宋白就变得极为强大 看到海盗 刚刚挣脱束缚 就要对村民下手 宋白却相当镇定 手举着一把木毛 随手挥出 呼 一声呼啸 木毛穿破空气 正中海盗大腿 啊 海盗倒在地上 溅起大片尘土 他抱住血流如注的大腿 忍不住大声哀吼 看到宋白前来 海盗用一种 极为恶毒的眼神 盯着他看 另一只手向旁边摸索着 随时准备抓起武器 还想反抗 宋白一声冷笑 玄机猛然向前踏出一步 速度如闪电般飞快 刚好一脚踩到此人的手掌上 他崩 这一脚 直接踩断了他数根手指 此人哇哇大叫 口中发出可怖的嘶吼 再乱动 死 村民们用杂草边的麻绳 用一个极为诡异的方式 把战士捆起来 宋白又命令他们 刺伤战士的双腿 几个人像 拖死狗尸地拖着他 死了一个农民 被草草掩埋在附近 还有一个疼痛到昏厥的农民 名叫牛二 刚才被战士砍断了胳膊 为了避免伤口感染 宋白直接让人 把残余的血肉砍断 把他伤口用野草 简单包扎一下 这样恶劣的环境 是不可能有药物的 这个农民活下来的几率很小 但放弃他也不太好 宋白又让两个人 把他一块抬回去 杨带一直跟在宋白身边 闷不作声 刚才战斗的时候 他也想冲上去 不过宋白把他拦下来了 宋白这时候 没心情照顾他的情绪 死了一个人 剩下的 经过一次战斗 胆小居然进化成了 更鸡肋的擅长逃跑特性 杨文芝打个寒战 他看到伟大的领主扫了他一眼 感到有些害怕 心里凉嗖嗖的 没多久 一行人就回到了领地 气氛有些阴沉 虽然抓到了敌人 但自身损伤也有些惨重 看到领主同样阴沉的脸 没人敢说话 水啃食 咽进肚子里 杨蛋一直跟在宋白后面 似乎有话要说 但都被他制止 去吃烤鱼吧 他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没有心情去安慰一个女子 宋白复制杨蛋 和张武身上的一大堆特性 被人追杀过 长相清秀 健壮的农民 相扑选手 头脑灵活 擅长逃跑 都复制到自己的身上 一股热流忽然涌入身体里 从丹田出发 直往上冲 这股热流到了心脏部位 又往四肢扩散 像按摩医生 很用力地在后背推了一下 他不由自主地挺直胸膛 一阵骨头咯吱咯吱响的声音 传遍全身 剧痛传遍全身 宋白额头渗出汗 紧咬牙关 剧痛之后 是全身的轻松 仿佛多年 背在身上的包袱卸下 身体轻飘飘 又热乎乎的 有一些空虚 忽然又莫名 生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骨骼重组变状 全身肌肉慢慢鼓起来 然后紧紧收缩 脸上 是他并没有感觉疼痛 倒是有点痒 宋白借着木碗中的水 照照镜子 他原本的容貌 只能说是平常 但现在 皮肤变得光洁 眼睛炯炯有神 五官清秀 算得上是帅哥 这是 长相清秀 带来的吗 他又挥挥拳头 传出呼呼的破空声 明显比 普通人有利多了 甚至产生一种 天下无敌的错觉 影响力方面的 增加可能不太明显 但能感觉到 村民对他更加敬畏 原本沉重的长饼腑线 在拎起来跟娃儿似的 他走到被刺伤的战士面前 碰 宋白将长饼腑扔下 地面上扬起尘土 海盗的脸猛然一颤 他们在吃烤鱼 宋白指着村民对说 我问 你答 他们吃完烤鱼之前 答不上来 脑袋搬家 海盗没说话 双眼紧闭 不说 宋白双手 举起长饼腑 耐心地把海盗的指头 挨个砍断 没砍断一根手指 海盗的脸就猛然抽搐一下 杨大尔看到这一幕 刚吃进肚子里的烤鱼 吐了出来 砍到第三根手指的时候 海盗忽然抬头 带动整个身子都起来 呜哇一声 村民们紧张地站起来 宋白摆摆手 示意不用惊慌 兄弟 您想知道的 我都说 给个痛快吧 海盗说 不想活了 杀了你的人 活不了 废人一个 活着也没意思 马上死了 给口鱼吃吧 宋白招招手 一块烤鱼肉 被塞进海盗的嘴里 海盗不顾鱼刺 嘴巴巴唧巴唧 把鱼肉 咬得粉碎咽进肚子里 哈哈大笑说 我吃了无数美味 数着鱼肉最香 他很快把自己知道的消息 告诉了宋白 原来 他是一个 欺人小团伙的海盗团 这几天 偶然发现了这个荒岛 海盗团 先把他派过来 看着物资 过几天 在这建个补给站 补给站的地点 海盗团的信息 他都事无巨细地 告诉了宋白 那些人不是好东西 我死了 恐怕他们还要笑来 你要有办法 把他们也杀了吧 海盗又大笑 我尽量 宋白说道 说完话 他提起长兵府 把海盗的头砍掉 这个人实力很强 因此复制得来的属性 也不少 海盗 合格的战士 无恶不作三个特性 一共给他加了五武力 一统帅 和三影响力 影响力这东西 看上去很玄 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行为 给人留下更深的影响 类似于名声 有人残忍暴虐 有人战斗力天下无双 有人智谋百出 这些特性 都能因影响力 而流传深远 影响力作用很多 比如招募人才 建设领地 带兵打仗 外交等 都能用得上 在初期 可能作用不大 但等到势力逐渐发展 会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 骨头再次嘎吱作响 丹田中 又涌出热流 传遍全身 这股能量之大 不属于钢材 甚至有有过之 不同的是 有股热流 直窜入大脑 仿佛冲破某种稚固 让大脑一阵清明 这明显是智力的作用 可以将大脑的潜力 更好地开发出来 用武侠小说的角度讲 就是所谓的悟性 智力高了 做事能举一反三 很多武功秘籍 也只有智力 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理解 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 也会有自己的理解 不至于用死力 很多人认为古代猛将 如张飞之流 一定不太聪明 甚至在做游戏的时候 还把人家改成弱智 其实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当武力练到一定的顶峰 对待事情 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做事大巧落拙 可能会出错 但绝不会变成傻子 几个农民 吃完鱼肉后 一阵收拾 勉勉强强又搭建了一间草屋 领地现在算是 有了三间名居 屋子很简陋 两个妇女 站一间都很挤 宋白想了想 拉着羊带 住进了另一间屋子 现在条件简陋 等领地发展起来 起码要有张书式的床 才适合开启 他的家族造人计划 所以他没有想太多 倒是羊带的脸红红的 七个男性农民 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断了只手臂的牛二 牛二肯定得占一间房子 不然在露天的环境下 本来就失血过多的他 再被冷风吹一晚上 神仙都难救 宋白让 健壮的农民张康跟牛二住一起 一来方便照顾病人 二 也是对他刚才战斗勇猛的嘉奖 在一众农民 艳羡的目光下 张康扶着牛二住进了屋子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 宋白就睁开了眼睛 右手下意识 放在身旁的长冰斧上 羊带还在呼呼睡觉 身边没有任何威胁 宋白这才稍稍放松警惕 他昨天复制了强盗的特性 并不是简单的数值相加 而是将此人生前的战斗意识 和实战经验 全都融入自身 此人无数次生死之间的战斗魔力 让宋白在任何时候 都能保持足够的警惕 同时 他发现自己的精力 也变得相当旺盛 昨天休息的时间已经很晚了 但他一大早就醒了过来 并且精力充沛 没有丝毫不适 提起长冰斧 穿上内甲 宋白走出房门 瘦皮靴踏在黑土地上 发出轻微的声响 忽然从左边房 子里冲出一个身影 赤裸着上身 手中还拿着木棍 是领主大人啊 您起这么早 是昨晚住在明居的张康 他声音很大 将周围的村民都吵醒了 领主大人好 村民们纷纷行礼 宋白赞许地看看张康 此人不但警惕性高 还挺实实物 是个可造之才 好了 既然大家都醒了 就去干活吧 今天还是两项工作 建草房 抓鱼 到日中的时候休息一下 顺带吃饭 杨大 今天不要出去了 跟大姐们一起帮忙 张康跟着我出去转转 昨天海盗 把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告诉了宋白 他准备 今天先去看看 领主大人 这 张康一有所指 宋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断了一只胳膊的牛二 呆呆地看着地面 脸色苍白憔悴 让他这几天先休息吧 但是你得告诉他 咱们领地不养闲人 他是为领地 做出过牺牲的 我可以养着他 但他不能一直消沉下去 属下明白 张康抱拳道 他转身 走到牛二面前 在他耳朵旁 嘀咕着什么 一直发呆的牛二点点头 按照海盗所说的地点 离村子的距离 不算太近 宋白兜兜转转 走了半个时辰 也才走完 大概一半的路程 这里土地肥沃 野草极其茂盛 溪流涓涓流淌 从几块大青石的缝隙中穿过 歇会儿吧 宋白招招手 示意张康坐在旁边 是 领主大人 张康恭敬地 鞠了一躬 坐在下面的一块青石上 宋白说 以后叫主公吧 领主大人 总觉得太拗口 我们那里 都叫主公的 说完他笑一下 他回过神来 看到张康盯着手中长饼斧 露出热切的眼神 喜欢这个 宋白递了过去 属下不敢 张康一脸惶恐 拿着 宋白命令到 张康这才接了过来 看着手中的长饼斧 动作轻柔地 像自己的孩子 送你了 宋白说 别拒绝 昨天没你 杀不了那个海盗 奖励你的 张康激动得 不知说什么好 趴在地上 崩崩磕头 头都快出血了 宋白摆摆手 他手上还有 昨天缴获的一把佩刀 张康既然喜欢 就把长饼斧给他 也算战利品 内部消化了 两人休息了一会儿 又不行走了大半个时辰 终于来到 那海盗所说的地点 太阳刚刚升起 空气中 还有些潮湿 宋白走到一处坡地 忽然攀手搬着一处 野草风貌的地方 两手一用力 爬了上去 转身把张康拉上来 两人合力搬开一块冰冷的石头 树枝掩映下 露出乌漆马黑的洞口 几束阳光透露进去 张康二话不说 先钻进洞 过了片刻 下面传来呼声 宋白也跟着跳下 这个地方不算大 只有一扇看起来 相当厚重的铁门 全能者被动技能发动 芝麻铁门 门前把手左转三圈 右转五圈 大喊一声芝麻开门 即可打开 必须赤脚进入 否则铁门自动关闭 什么鬼 芝麻开门 宋白嘀咕一声 上前转动把手 把鞋脱下来放一遍 主公 您这是干什么 张康有点傻眼 芝麻开门 宋白大叫一声 铁门后面 传来咕噜噜的响声 铁门硬声打开 两人脱下鞋子 拿起武器 警惕地走进里面 铁门后 是一条长廊 曲曲折折 不知终点 两人紧挨在一起 扶着坑洼的石壁 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见或还有几条岔道 宋白也不知道方向 索性随便选一条道走进去 长廊内 黑暗不见五指 只有手中的蜡烛 散发出一点微光 照亮前方 大概半刻钟 一扇破旧的木门 出现在两人面前 张康轻轻推了一下 没想到 木门没锁 直接被推开了 他赶紧闪身进去 眼睛一瞥看到了里面的景象 顿时呆愣在原地 主公 我们好像发财了 只见木门后面 是一排排兵器架子 什么坡刀 长兵斧 长矛 重己应有尽有 盔甲锁子甲 一应俱全 略略估计 足够让几百个战士 全副武装 好似小山堆似的麻袋 在右手边整齐放着 张康用长柄 斧略一划拉 大米水一般流了出来 是凉水 暗示正前方 还有一面地图 宋白上前 细细妈撒 据他粗略判断 自己应该是在整个世界 最东方的群岛上 离大陆的距离 也不算远 这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 更让宋白惊喜的是 这间暗示的正中间 居然有条暗河 暗河里 拴着六七条带翻的小船 船虽然不大 可看起来造工精细 不像是随意打造而成的 张康 已经被狂喜占据了头脑 居然手舞足倒起来 他虽然 平时比较稳重 可毕竟 还是个普通人 骤然看到这么多粮食 武器 神情都不大受控制 宋白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发现 事情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本来只是想摸个海盗的脏物 没成想勾出这么大买卖 这么多的粮食 武器 甚至帆船 绝非是普通海盗所能拥有的 据领主课上的老师所讲 每个世界都有它的背景 世界观和故事 利益不可能白白出现 当真的有一份 从天而降的馅饼 摆在面前时 要好好想想 这是不是诱饵 但一无所有的自己 真的有资格 让人设置个诱饵吗 咦 主公 您看这是什么 一阵惊呼 打断了宋白的思路 张康取下 挂在正中间武器架上的一把短剑 剑鞘上 镶着金丝 上面雕刻着一个神兽 正在腾云驾雾 吞吐日月 疑心病又犯了 谁会真不知一个 这么大的诱饵呢 就算是领主之间 能隐约感应到彼此的位置 也不能够在短时间内 发展到这种程度吧 宋白摇摇头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他随手接过这把剑 抽剑出鞘 剑身雪白 散发寒光 果是好剑 剑饼上刻着四个小子 大将军曹 但片刻之后 剑身暗淡无光 竟然散发成灰尘洒向天空 凝聚成几个大字 今日 如等毕命于此 上当了 宋白不禁冷汗连连 诱饵 诱饵 诱的是什么 诱的是自己 作为领主的身份 宋白终于想明白了 这个世界 可不止自己一个领主 和他同为领主的人不计其数 说白了 这个世界 终归是一场考试 而自己最大的难题 不是如何发展自己 而是 战胜对手 而他在此 世界面对的第一个对手 是有能力在第二天开始 就给他设下死局的鬼才 张康愣愣地 看着半空中的字 好像也想到了什么似的 旋即趴在地上侧耳倾听 略显惊慌地看着宋白 主公 有人来了 不用他说 宋白也听到了 一阵细密杂乱的脚步声 传来剑火带着几声 呼喝与狂笑 今天可算有肉吃了 大爷我可馋死了 嘿 要说这射箭功夫啊 还得看咱李大爷 刚才那野路子跑得多么快 可你猜怎么着 嘿 咱李大爷 正中心口 陆小二 谁不知道你心里想的啥 不就是想多混口肉吃吗 你个草包 张康略微松了口气 说 还好还好 主公 他们暂时没发现咱们 好你个大头鬼啊 宋白翻了个白眼 随手拿了把弓箭 又扔了几把武器下去 而后一个纵身 跳入下面暗河里的船上 招呼张康跟着 以前还感觉张康比别人机灵点 没想到也傻不拉击的 敌人说的话你也信 谁没事说话这么大声 生怕别人听不见识的 再说了 门口还堆着他俩那臭鞋呢 敌人不发现他们才有鬼了 果然 宋白刚刚砍断铁锁 刚才散漫的脚步声 立刻变得短促有力 原本呼喝的声音也降下去 空气中弥漫一种肃杀的气氛 张康闷不作声 用力使讲划船 几个飘悍的海盗已经出现 满是伤疤的脸上显露猙獰 也跟着从上面跳下暗河 宋白放下拉弓的手 一个海盗硬声倒地 扑通一声落进水里 另外几个海盗正要扑上来 宋白随手提起旁边的一杆长枪 猛然投掷过去 正中一人胸口 在训练有素的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应当有些恐惧了 剩下几人 或是举起手中盾牌 或者躲在旁边的遮蔽物后面 几艘帆船发动 远远在后面跟着 不时发射几只箭矢 宋白甩甩发散的手臂 右手提起一面 喷了黑漆的小铁盾 挡下箭矢 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 河道还算宽敞 即使是滑奖不太熟练的张康 也能顺利地掌握好方向 海盗们的帆船 却像条竹浪的鱼儿 追赶上来游刃有余 但似乎是顾及宋白的强大武力 一直不敢追上来 资深海盗团 124 被雇佣的海盗 全副武装 战斗经验丰富 但士气低落 宋白拾起一面大盾牌 手扶传言 而后稍微用力 目屑剑起 砰的一声将盾牌 立在船上 躲在盾牌后面 尽管往前滑 我去去就来 主攻 还默等张康回应 宋白便后退两步 双腿肌肉紧绷 爆发出全部肌肉力量 竟纵身一跃数丈远 直接跳到海盗们的船上 海盗们措手不及 纷纷将盾牌 向前去 一个鞭腿 将左侧船沿的海盗 踢进水里 用固定在右手的 黑色短盾挡住攻击 趁机捡起地面上的长枪 海盗们有些不敢进前 宋白也开始稳住脚步 寻找机会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趁机复制 海盗们的特性 为己所用 海盗 弓箭初级精通 长枪终级精通 擅长游泳 身体健壮 一系列的特性 让宋白挑花了眼 但他想都不带想的 直接无视 其余的特性 将目光直接放在 长枪终级精通 身体强壮上 这两个特性的拥有者 是一个粗壮的大汉 满脸胡须 看上去十分威猛 但他面对宋白时 却悄悄往后退了几步 很明显 不想上去厮杀 在他眼中 这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 力量惊人 体力旺盛 但技巧 实在有些欠缺 与自己相比 还有些差距 此人虽然不敌众海盗 但若在绝境之下的 拼死厮杀 也难免波及自身 会比普通人更健康 提升一定的耐力 与体质力量 武力加二 长枪终级精通 理解了长枪 使用的简单方法 并且能够熟练运用 武力加三 使用长枪时 武力额外加二 特性抽取中 局面还在僵持 海盗们怕死 不敢上前 宋白也乐得如此 附近船上的海盗 没有帮忙的意思 反而开始大声嘲笑同伴 李老头 你不是厉害吗 怎么下的裤子都掉了 上去干他 这么多人怕他一个 兄弟放心 我知道你不行 你死了我会照顾好嫂子的 一番话说的 众海盗咬牙切齿 终于有个二十多岁的 年轻海盗忍不了 这样的屈辱 提起手中砍刀 向宋白扑了上去 剩下的海盗们 奸诈狡猾 也跟在他后面 准备偷袭 不过这次 他们打错算盘了 宋白脚底才稳 捂出个枪花 红鹰抖动 晃得年轻海盗 不知左右西东 而后一点鲜红闪过 年轻海盗胸口 飞溅起血花 却是生命的代价 后面的海盗 可不管这些 他们是亡命之徒 漠视同伴的生命 对敌人更加残忍 宋白挥舞长枪 叮叮当当挡下敌人的攻击 枪头如毒蛇 拦扎扑 点拨无所不用其极 在对付海盗的过程中 也在熟悉自己 新得到的特性 海盗们越打越心惊 谁知眼前的年轻人枪法 竟然如此 被宋白抓住破绽 直接一枪刺去 结束他的生命 方才拥有身体强壮 长枪终极精通 特性的粗壮大汉 也察觉到局势不妙 难道这个年轻人 方才藏桌了 一杆长枪 在宋白手中如臂之始 挥舞起来 犹如流水般顺畅 白光点点护注自身 枪路纵横 真是变化多端 他的额头冒出细汗 但却不是因为疲累 而是已在战斗中 获得无数精益 一扫往日积蓄 在胸中的沉郁闷气 渐渐触摸到自己的精髓 不得不说 即使没有复制特性 这个能力 他也足以称得上市武学奇才 粗壮汉子 眼见海盗们 一点点落入下风 却是瞅准机会 将手中弯刀 狠狠劈了过去 这 宋白正沉浸在 对枪法的领悟之中 却猛地听到一声 霹雳盘大喝 刚被惊醒过来的他 看到劈来的弯刀 下意识用长枪拨开 不料这粗壮汉子 早有预谋 半空中的弯刀一转方向 目标不是宋白 转而将目指的白辣砍劈开 手中长枪已断 宋白纵身向后翻滚 堪堪躲过竖饼长刀的劈砍 眼中满是怒火 虽然说 敌人狭路相逢 偷袭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差点中了阴招 还是很让他生气 恰在此时 一个前来追砍的海盗 略微向前 宋白瞅准时机 侧身一记扫堂腿过去 将他击倒 这个海盗战斗 经验丰富 他下意识 把手中目盾举向身前 宋白不管不顾 直接一拳击出 整个右手变得鲜血淋漓 但海盗也不好受 透过盾牌的巨大冲击力 让他的肚子下意识蜷缩 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倒向后面 结果 这个倒霉弹不小心碰到后面 靠传言的一柄长戟 几时惊重的长戟砸下来 骑上自带的月牙尖刃 正中头部 看起来十分惨烈 眼见是不活了 宋白没时间细想 胆仅抢过武器 又是胯下 马步扎稳 反身指着重海盗 刚停下他 就觉得有些不对 这长戟入手冰凉 几身粗长近两米 不但沉重 难以握持 更不好挥动 更何况 他仅仅拥有 长枪终极精通的特性 并不如何了解己的用法 虽说一法通百法通 可现在的他 着实有些作难 敌人已经进前 宋白不得已 只能将这铁戟 当作长枪使用 两手握持挥出 重海盗持武器 劈砍拦截 不料尽如糟电机般 纷纷倒地吐血 叮 十人斩目标达成 十人斩 增加百分之十攻击力 和攻击范围 他震惊不已 这长脊威力 竟然这么强 范围伤害 简直拉满啊 都说黏刀越棍一辈子枪 刚才宋白武枪如此花哨 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现在却对自己的内心 产生深深的质疑 这一重挤横扫过去 此船 已经没有多少 能站着的海盗了 一个勉强站立的海盗 看到宋白如此勇猛 竟然害怕得脸色通红 扑的一声 忍不住放了个响屁 卧槽 真是一声美妙的脆响 宋白二话不说 直接一挤砸过去 将这人砸成一滩烂泥 这艘船上 只剩下一个敌人了 现在走 我只当没看见 正前方 一个身影拉长 手中的长枪 指着宋白 眼神锐利 正是刚才偷袭的粗壮汉子 狗东西 你偷袭的时候 可没说这话 当海盗就要有死的觉悟 怎么 现在怂了 宋白提起长极 顺手抹去上面的血污 几肩上露出血白的锋芒 果然英雄出少年 小子 我小看你了 但你以为杀了几个小喽啰 就有资格面对我吗 他妈的四五十岁的老头子了 还这么中二 宋白正要吐槽 远处帆船上的海盗 向这边射箭 数十道弧线 穿过半空 他不由得用长极挑开 这时 那壮汉 却突然冲上来 枪尖连挑 宋白挥挤抵挡 长极速度飞快 并且蕴含着一股浑厚的力道 复制了 长枪终极精通 和身体强壮 这两项属性 他的武力值 已经比刚刚提升了一个层次 碰 半空中金铁交明 宋白急引连闪 步步紧逼 攻击愈发严密 如此强力的攻击 带动沉重的船只 都开始摇晃 水面上波光荡漾 泛起一阵阵水化 壮汉连连后退 不知为何 眼前这个小子 竟然变得如此厉害 让人叹为观止 难道他刚才藏桌了 宋白的攻击灵力 点在他身上的几尖 见起点点血花 壮汉只感到 浑身如针扎般疼痛 只能连连后退 根本无力反击 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 望着眼前面带冷笑的少年 壮汉的脸上 变得有些难堪 他自幼五刀弄枪 三十年来 从不曾有半分懈怠 气血之力 早已极其身后 只要一个气机 便可以冲破阻碍 成为一阶强者 在整个海盗团中 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 然而面对眼前这个少年 竟然被逼得连连后退 毫无还手之力 他目光中流露出狠毒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小子 受死 刚说完这句话 壮汉双腿 尽力鼓动 猛然冲出 如猛虎般扑过去 爆发出极为强大的力量 好胆子 宋白怒喝一声 鼓动全身尽力 几肩抖路残硬 壮汉面对着强势的攻击 竟然不管不顾 刃油身上被扎出大片伤口 像猛兽般咆哮 连连抢攻 不好 射来的飞剑密集起来 一个不提防 一剑穿过防御 正中宋白的右手臂 让他疼得嘶嘶直叫 妈的 真贪娘的疼啊 此时战斗正憨 宋白抵挡长枪攻势 已很是艰难 根本来不及拔剑 他的右手臂 却突然不疼痛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一股无力感从手臂上传来 该死 哪个不要脸的 竟然在剑上下毒 只见手臂上的伤口 迅速由红变白 再变黄变青 变紫变绿 你隔着跟我演川剧呢 我变你马呢 壮汉得意地笑起来 小子 早点逃跑不好吗 他后背上也有一点小小的擦伤 不过他此时战斗正憨 没有注意到 宋白二话不说 直接拔出这只剑 鲜血四剑 剑上带着道刺 刮出一些碎肉 他面色不变 对着伤口猛地一咬 从胳膊上咬下一大块肉 随口吐下 算是阻止了毒素的蔓延 右臂的剧痛传来 大颗大颗的汉珠 从额头流下 宋白咬紧牙关 几乎渗出了血 连一丝闷哼都没有发出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 一切毫无必要的情绪 都只是战斗的累赘 壮汉略有些吃惊 小子 够狠的呀 可惜 你终究的死 谁让老子记高一筹呢 他提着长枪 脸上带着残忍的笑意 如今 这小子右臂受伤 全身贪软无力 死期静在眼前 宋白一言不发 就这样 看着他的脸 由红变白 再变黄变青 变紫变绿 还没走到宋白面前 他就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脸上的笑意凝固 阿呸 死周二 宋白不屑地 对着地上的尸体吐口水 骂倒 这时 海盗的第二波剑雨 从天空穿过 向他射来 没有受伤的左手 勉强拿起盾牌 挡住了袭来的剑士 安敢上千一战 他孤身持己 傲力船头 仿若迎向辉煌的战神 可惜并没有海盗吭声 回答他的是 第三波剑雨 宋白不耐烦地挡住剑雨 一边用手 撕下外套 充当绷带绑上伤口 防止流血 这剑雨虽然不算危险 可拖住他逃走的脚步 终归是有些麻烦 敌人只会慢慢汇聚 越来越多 留下来的下场会很糟糕 丁 你的增援部队到达战场 啥 还有增援 主攻莫荒 俺张康来了 资深的农民 一 配备简单的长武器和盾牌 士气高涨 但战斗力不强 只见前面的张康挥舞船桨 奋力向这边划过来 来得正好 宋白瞅准时机 跳上船头 海盗们的箭矢 还在往这边射来 好在有船体遮挡 没对他造成多大威胁 两边景色缓缓一过 笔波荡漾 行船速度好像快了不少 善于划船 此人划水经验丰富 实乃一绝 治理加一 河道下 泛舟谣传 张康的手法 愈发嫌熟 后面强盗们的喝骂声 越来越小 眼看就要冲出包围圈 宋白安心靠在传言上 身体疲累 真想好好休息一下 可每当 他要闭上眼睛 胳膊上的伤口 就泛起一阵疼痛 告诉他 自己目前仍然处于险境之中 过了大概一刻钟 宋白略微活动筋骨 身体 好像没有那么疲劳了 右边手臂的毒素 也没有再蔓延下去 想来是毒性不太强烈 右手臂 恢复了知觉 渐渐感觉到疼痛 前方 好像有一束光亮 抬头看去 眼睛都有些 适应不了强烈的光线 主公 张康惊喜地大叫 我们逃出来了 逃出来了 哈哈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像被按下暂停键 脸上的笑容 彻底凝固 宋白抬头挺立 出口的左右两边 是一片沙滩 海浪一层一层地扑打过来 几十个海盗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手中握着沉重的战斧 沉默不语 仿若是人的狼裙 海盗轻卫 二十四 由领主 使用随机随从 卡罩话而来 配备战斧和镖枪 战斗力略强 士气高涨 一个光头走了过来 袁某二十多岁 颧骨突出 面色凶利 双手在胸前换化 一团忧火 慢慢燃起 去 他双手成爪状 往前一推 空气中 凭空产生一道火光 向宋白等人推去 张康连忙 张康的盾牌炸裂 火光四箭 蔓延四周 片刻之后 被摧毁的船体 摇晃几下 没有任何反应 死了 光头愣愣 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解决了战斗 猛然间 一阵破空声传来 一感暗黑色长脊 从半空而至 几间直指光头 丝毫不掩盖杀意 这光头并没有丝毫慌乱 只是冷冷地 看着长脊从天而降 碰 他手臂上覆盖一层 红褐色火焰 直接抓住了几人 空气中 发出一声暴响 震荡出一阵大风 满地黄沙飞溅 一时间看不清 其中景象 光头瞪大眼睛 嘴巴紧绷 脸色猙獰 仅仅这样的手段 未免也太可笑了 宋白闷不作声 飞速查看 复制光头的特性 火元素初步运用 此人天生 与火元素氢核 可以将火元素 覆盖身体和武器 获得一定的攻击 和防御能力 武力加15 复制 光头抓住几刃 使劲向下压 趁宋白还没有 稳住阵势 猛地将长脊 向后甩去 宋白被摔倒在地 地上的黄沙刮伤后背 背后血淋淋一片 让他疼得 丝丝到稀凉气 这还没完 光头已经再次扑上去 如潮水般的拳头 涌上来 纵使宋白 已经尽量躲避了 仍是挨了不少击打 被揍得鼻青脸肿 本来就受伤的他 根本站不起来 主公 浑身是血的张康 提着长柄俯冲上来 看到这番景象 让他愤怒又痛苦 一股热浪 喷涌而过 他被掀翻在地 两个海盗 轻微抓住他 待到光头的面前 你不是很厉害吗 敢偷袭老子 叫宋白是吧 你个你腿子 光头又朝宋白脸上 打了数十拳 他脸上满是血污 嘴巴含糊不清 几乎失去反抗的力气 距离特性 复制完成 还有三十分钟 光头放下他 原地焦躁的脉步 转身一脚踩在张康腿上 骨头碎裂的嘎嘣声响起 张康的腿 剧烈抽搐 忍不住痛苦大叫 你知道我损失多大吗 死了三十七个海盗 三十七个呀 老大 昨天还骂我是剑种 光头揪住宋白衣领 指自己鼻子 眼睛通红如疯狗 嘶吼着 剑种你明白吗 你说我剑不剑哪 所有人都嘲笑我 他们都没说 但是我都明白 来啊 来 他原地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几个海盗轻微 都有些惊恐地看着他 小心翼翼地压上来几个被五花大绑的囚犯 宋白眼睛通红 这是他的村民 光头低头捡起长饼斧 手握武器 昂手挺胸 大腿僵直向后踢出 原地走起正步 一边走一边喊着口号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停 站在一个农妇的后面 这个农妇仿佛知道接下来的命运 被塞住的嘴里呜呜大叫 十分惊恐 不要怕 光头温柔地在他耳垂后面 轻声说道 咔 干脆利落地砍下一颗头颅 不疼是不是 光头脸上面带神秘的微笑 还有二十分钟 光头又开始走正步 走到第二个农妇的旁边 任由他如何挣扎 还是砍下了第二颗头颅 还有十五分钟 宋白咬紧牙关 浑身颤抖 咔 咔 咔 一个又一个的村民被砍死了 村民只剩下牛二和羊蛋 现在轮到羊蛋了 光头摸摸他的脸蛋 将腮在他嘴里的布条拿出来 笑道 哈 一个美人 羊蛋泪流满面 一滴滴泪水打湿了地面 光头轻声说 求我 不杀你 他面色淒淒然 回头瞅了宋白一眼 沉默不语 好 不怕死 我欣赏你 长冰府慢慢举起 羊蛋紧闭双眼 一个身影抱起 光头被击退束步 正是宋白 别了 你还是砍我头吧 给我一个理由 我长得丑 还不怕死 光头不屑地笑笑 刚才你那几个村民死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句话 我看你就是好色 话说得有道理 不过也不尽然 宋白抬起 满是血污的头 眼睛布满血丝 长急已握在手中 鲜艳的火焰蔓延全身 鸣焰卓人 刚才 我还没有掌握这股力量 他闪电似的 冲向光头 长急携带 不可抵挡之事 砸向光头 光 光 光 依旧是发出 铁气相撞的声音 光头仍然用火焰 布满手臂 抵挡武器的攻击 但这次不同的是 他被如潮水般的连环攻击 打得节节败退 以无力还手 显得十分狼狈 怎么可能 你怎么也有火元素 话音未落 宋白跳向半空 长急狠狠劈下 光头抬起双臂抵挡 宋白反而丢弃长急 抓住光头的手臂 使劲一扭 搁吱一声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这一系列的变故 是如此迅速 以至于海盗 轻卫刚刚反应过来 包围上去的时候 宋白已抓起光头 随身佩戴的短刀 划过他的血管 我 你 光头瞪大眼睛 双手捂住脖梗 不甘地倒下死去 丁 你已杀死编号 2412的领主 随机抽取奖励 数十名海盗轻卫冲上去 宋白已然不惧 双手腾起火焰 一颗拳头大小的火球 被他随手扔出 最前面 两个海盗 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碎石与血肉飞溅 宋白举起长急 迅速出击 海盗轻卫们 将宋白团团围住 刀枪抚跃 尽数砍去 却被他一一化解抵挡 太快了 借此机会 宋白挥舞长急 两边海盗纷纷倒地 三四个海盗轻卫 被几肩打爆头颅 海盗们还没来得及防御 宋白已然冲进人群 如同砍瓜切菜般 将他们组织起来的包围圈 砍得七零八落 剩下的几个海盗 很有默契地停下脚步 不约而同向后逃跑 宋白面无表情 捡起地上的镖枪 被他一根根投掷而出 呼啸声过去 逃跑的五个海盗轻卫 变成了五具冰冷冷的尸体 战斗很快结束了 但不代表 已经安然无事 首先是伤亡状况 宋白仅有的几个农民 俩人都是残废 同时他们也获得了 战斗经验丰富 勇敢敢于牺牲 幸存者等对战斗有利的特性 依靠他们继续战斗 不太现实 不过倒是可以作为 训练士兵的教官 宋白走到张康面前 他的腿部极不自然 受伤很严重 脸上沾着泥土和血污 却依然非常高兴 很有朝气 主公 咱们赢了 他扶着地面 想要站起来 可眼看又要摔倒 宋白将他拉起来 兄弟 别的话我不想说 张康只是微笑 眼中浑着精明 之前宋白杀掉了光头 让他获得了不小的收益 获得了两次 随机抽取卡片的机会 系统鼓励领主之间互相战斗 领主击杀领主 可以获得不菲的奖励 来加强自己 因此领主间亲密无间的合作 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光头所说的老大 宋白也是不明所以 很明显 他们是一个团体 从落单的海盗 直到山洞的陷阱 再到洞口埋伏的光头 这一系列环环相扣 都说明后面必有高人 但自己对他们这股势力 一无所知 这股势力 是针对自己 还是所有领主 势力的领导者 是领主 还是本地的土著 只有山洞里 那柄小件上显示的 大将军曹这个线索 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时候 来自系统奖励的提示音来了 奖励抽取中 获得村民卡 村民卡 召唤出50名村民 为你所用 获得海盗的小屋 建筑图纸 强盗小屋 可以将人族村民 转化为强盗职业 每间小屋 每天可以训练三名强盗 每人消耗200桶 强盗有一定几率 进阶位更高级兵种 1000桶 相当于一两银子 100两银子 相当于一两黄金 如果没记错的话 山洞里 有价值不菲的金银 总体来说 奖励非常不错 山洞里传来滑水声 几个海盗呼喝声 也静在眼前 宋白脸 很大 但是很快安静下来 谁敢上前一站 宋白大吼 还是一片安静 宋白有些不安 对方的反应 跟他想象的不大一样 他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若是对面的海盗们 一拥而上 他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只能坐以待毙 战又不战 退又不退 却是何过 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攀上战船 杀向几名海盗 两名海盗被杀 没人反抗 他们像见了 洪水猛兽般似的 开始连连退却 有不少人 还掉进了潜水里 光头领主就是他们 见过最强大的人了 他能手燃火焰 剑者几焚 凛燃若神人 但这样的神人 却死在宋白手中 他们怎有胆量去反抗 领主大人 别杀我 我院祥 院祥 终于有几个海盗 坚持不住了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痛哭流涕 宋白没有说话 他感到身体有些脱力 原本暗淡的火焰 彻底消失 喉咙如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等院祥 我等院祥 见宋白没说话 剩下的海盗们 也跪了下来 有些人还在水里跪着 全身湿透 也有不愿投降 想要逃走的 但是他们不敢 没办法 敢趁乱逃走 就算没被宋白杀了 那些迫切投降的同伴 也会在背后捅到 宋白有点支持不住了 长脊放在地上 守扶着海盗的头 勉强作为支撑 谢灵主大人赐福 被宋白摸头的那个海盗 眼珠子一转 跪在地上大声喊道 宋白被吓得一个猎浅 差点摔倒 什么鬼东西 谢灵主大人赐福 众海盗跟着欢呼 心里暗想 这老小子真会攀大腿 这他妈也能拍马屁 倒是杨大尔有眼力见 带着村民上前收脚武器 暂时稳住了局面 宋白实在有些撑不住了 他头脑昏胀 看人都带着重影 杨大尔 你过来 宋白招呼一声 原本的几个村民 牛儿不堪大用 张康仍受重伤 只有杨大尔这个弱女子 目前勉强可以信任 少女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碗水 送到宋白口中 让他勉强润润喉咙 从山洞进去 有一间密室 张康知道方向 东西能带的都带走 带不走的就毁掉 然后乘着船去西边陆地 千万不要给海盗发武器 不要信任他们 话未说完 宋白就昏晕过去 但他好像还有一点意识 朦胧中能听见杨大深切的呼喊 脸上带着焦急神色 张康被人扶着过来 露出关切的面孔 海盗们摸出藏起的利刃 和身边的同伴交流着眼神 还有看到这一幕的村民慌里慌张 握着武器 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态 他还想说话 但已经不能开口 这一切都已与他无关 他感觉到 身体逐渐变轻 疼痛和疲劳不知所踪 但同时 也失去了那种力量 和强化得来的充实 好像坐上了电梯 他猛地下沉 刺耳自拉好似电锯的声音响起 恶鬼恐怖咆哮 伸手扑他 妄图拉他 童下地狱 混沌初开 乾坤使电 弃之轻轻上伏者为天 弃之众浊下明者为地 恶鬼消失 细雨滴洒 河上独居深山 默念菩提 敲把碗中 卧听风雨在耳边交融 山下神仙一声矮奶 在这冷冷的清泛阴中 万物相逢 天翻地覆 无边的寂寞席卷着颂白 如万里的海水 要将他沉溺其中 他看到自己的倒影 一个非常陌生的面孔 头戴紫金冠 手持方天画戟 傲视群雄 可不得眼睛中 带着煞气 当 轻亮的钟声响起 带着渺渺鱼音 他醒了 主公 您醒了 一个嘶哑刺耳的声音传来 隐约有人推他的胳膊 动作非常粗暴 手中火球凝聚 啪的一下拍去 那个声音嗷嗷直叫 终于没那么吵闹了 宋白缓缓睁开眼睛 见到众人恭敬地围在自己身边 其中就有张康和杨大 不远处 一个海盗捂着脸 假装痛苦地叫着 宋白轻笑一声 他刚才只用了一点力量 除了让这海盗脸色焦黑之外 一点伤害都没有 装的真相 可惜这世界没有小惊人 问了几句话 才知道自己昏迷之后 杨大处理非常迅速 杀了几个想闹事的海盗 震慑众人 他又将密室中的物资 迅速转移到船上 现在他们已远远离开小岛 即将到达西边大陆 宋白松口气 虽然领地没了 至少人和财物 粮食还是自己的 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 人地皆存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光头口中的老大和大将军曹 宋白不知道 这俩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很明显 目前他们都是自己 不能抵挡的存在 海面吹来有淡淡咸味的海风 一群飞鸟飞过 阿鸦叫着 安静又和谐 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臂 他感觉很好 除了有些酸麻之外 身体的力量还在 甚至可以说进步很大 这时 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属性模板 宋白 武力 29.7 食人斩增加15% 武器附加武力值 不计算在内 智力 2 统帅 3 影响力 6 闪避 幸运 生育能力等为特殊属性 不计算在内 特性 全能者 公司主管 被人追杀过 长相清秀 健壮的农民 相扑选手 头脑灵活 擅长逃跑 滋身海盗 合格的战士 无恶不作 身体强壮 长枪终极精通 食人斩 火元素初步利用 一连串的特性 几乎缓花了宋白的眼睛 他注意到 在之前的战斗中 感于挑战 武力加2 受人仰慕 你的所作所为激励了部下 他们都以你为豪 影响力加3 统帅加1 当你作为君主时 部下忠诚度加5 统军时 部队士气加1 部队武力之加1 宋白还有点纳闷 自己杀的人 比张康只多不少 倒是他获得了 战斗经验丰富 这个特性 还有诸如张康的 勇敢 敢于牺牲 牛二 战斗经验丰富 以及羊带 幸存者等特性 自己也没有得到 倒是被属下得了去 不过没关系 你的就是我的吗 战斗经验丰富 战斗必然有死亡 但也伴随着收获 武力加2 统帅加2 闪避加1 勇敢 作战英勇 身先士卒 武力加2 统帅加2 影响力加1 闪避1 敢于牺牲 此人为了心中的真理 可以赴死 武力加4 统帅加3 影响力加2 闪避3 幸存者 一场屠杀开始 但他幸免于难 智力加1 幸运加1 他把减少太多闪避的 敢于牺牲 放弃了 并复制了其余三个属性 这样一来 他的属性随即发生变化 宋白 武力34 智力3 统帅6 影响力7 增加的武力值 真的超乎他的想象 他感到骨肉强健 肌肉坚实 肉体力量之强大 让他跃跃欲试 迫切想要展现身手 乘坐的小船 虽然做工精良 可到底不能支撑他 现在这股强大的力量 再加上羊带 几乎将山洞里的物资都带了上来 小船承受了生命 不能承受之重 这里面装了大量的粮食 要是此时沉入水底 即使再次打捞上来 也不能食用了 羊带已经命令 另一艘小船开过来 一边指挥手下搬运粮食 一边请宋白再登星船 在他看来 领主能安全苏醒过来 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 区区一船物资 丢了也就丢了 宋白白白手 没有离开 这一船粮食 足以供应自己的部队 吃上几个月的了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了 看着离此处不远的陆地 宋白露出笑意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 提起长脊跳进水里 主公 众人惊呼 没想到咔嚓一声 脚下传来断裂的声响 海面溅起一丝水花后 依旧是波澜不惊 宋白好像窜进水里的鱿鱼一般 消失不见 过了一刻钟 在此船上的众人 忽然发现 船里的水正在向外涌出 不 准确地说 是船被撑离了水面 在这浅浅的水底 一杆长脊悄然直立 撑起上面的小船 而另一边 宋白神太轻松 两手扶着船 将它保持平衡 主公 船上 众人像二傻子似的 向宋白喊道 这他妈的 真是天生神力 众人行动迅速 短短一刻钟 便到达陆地 宋白统计了一下人数 老同志杨大 张康和牛二还在 招募来的50名农民 全数到齐 海盗本来有97人 有两人因为不遵守军令 被张康杀了 目前有95人 抬头向四处观望 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几个农民在此处插秧 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空气 这样的地形以及气候 很明显不应该在海洋旁边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 是怎样演化的 这里农田众多 村民富庶 看来主公此行 收获一定盆满钵满 真是大吉之兆啊 我为主公喝血 这里看起来很富啊 领主大人 咱们发财了 几个海盗高声欢呼 还有几个海盗向村民跑去 试图抓住几个农民 很明显 他们想抢劫 那几个耕地的农民看见了 丢下锄头慌忙逃走 我让你们动了吗 宋白冷冷道 什么 海盗们有些不明所以 他们是海盗 抢劫是本职工作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周围的气氛略微凝固 宋白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陡然站起 眼神冰冷 而后右手一动 一股极为爆裂的火焰击尸而出 那些叫嚣的海盗 当即被击倒在地 惨叫出声 身上燃烧的火焰 怎么也扑不灭 救命 主公救命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这几个海盗语无伦次 痛呼道 周围的众人狠狠打个冷战 他们只知道这个领主武力强大 没想到 手段也如此凶残 你们既然决定跟随我 就得听我的命令 可以去抢恶霸 杀土匪 但绝不能祸害贫苦百姓 我丑话说在前面 谁不总我号令 别怪老子下狠手 宋白转身 眼神如利刃般锋利 让人不敢直视 今天立下三条规矩 谁要是不遵守 就地处死 一 不拿穷人一分一毫 不占穷人一点便宜 二 打倒地主恶霸 打倒邪恶势力 打倒贪腐官员 将他们的财产 冲入仓库 三 一切行动听指挥 谁敢有异心 别怪我手中 长脊不认人 一帮海盗土匪 呆愣愣地听着 不明所以 只能连连点头 记下来了吗 宋白对旁边 拿笔记录的羊带问道 立下这三条规矩 不是让他们现在明白的 而是通过身体力行 潜移默化地 改变手下的思想 身为穿越者 他很清楚这三条规矩 以后会给自己 带来多么大的优势 他还在教训着 几个不听话的手下 不远处忽然出现了 一众人群 几十个农民 拿着锄头和铁锹 脸上露出戒备 和紧张的汗水 带头的是一个老头 满脸褶子 头埋得很低 眼睛微微闪烁 礼带 武力 二十四 智力 七十五 统帅 五十四 影响力 一二二 特性 年老体衰 此人在岁月的清袭下 已无当年的风范 全属性减少百分之三十 武力额外五 人老成精 年龄有时候也是一种优势 智力加四 影响力加三 武力三 不知君爷大驾光临 有何要事 实在是有事远迎 老头擦擦头上的汗 老朽礼带 铁为本村村长 村中有鸡三只 粮食五蛋 愿丹四胡江 以赢将军 村民中起了一丝骚动 但很快平息 宋白微笑道 村长误会了 我只是途径于此 不为钱粮 只是顺便再次修整 您请放心 我会付下酬劳 不会让您白忙活的 另外 他高声说 有愿加入我君者 每人赏赢一两 人群中很快引起轰动 一两银子 都可以购买一两百斤粮食了 而这是一亩第一年的收入 更何况 还不包括后续的君饷 这简直是在送钱啊 至于当兵打仗 会不会死 没人想过这个问题 吃都吃不饱 谁还在乎死 那些声势浩大的起义军 前几天还来他们村里招兵 当起义军不给军饷 但是管吃饭 也没说管不管饱 即使如此 甘愿去当兵的人都数不过来 没有饥荒 但是有战乱 有贪污 有不计其数的税款 老百姓根本活不下去 找我 大人 我要去当兵 大人 他瘦得跟猴子似的 你瞅我多壮 让我来啊 大人 哇呀呀 谁敢阻止我老黄 就是与我作对 村民们都很热情 纷纷大喊 不畏死亡 甘愿为大人冲锋陷阵 冲在最前面的壮汉 赤发黄须 手臂粗长 身材魁梧宽阔 他一出口 旁边人都粘巴了 听村长介绍 此人叫黄瓣 力气很大 祖上也是当兵的 后来战败流落此地 好说 好说 宋白微笑着 眼光却不由自主地 放在人群后面的一个汉子身上 此人身材瘦小 脸上好大一块乌青 左眼歪斜 右眼黑少眼白多 盯着宋白一直看 见宋白把目光放在他身上 他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尴尬地笑了一下 浑身却颤抖不止 然后转身向后跑 赵老二 武力 四 智力 二 统帅 一 影响力 零 特性 吃力爬外 此人专挑熟人下手 智力加一 影响力三 爬倩 此人是个小偷 智力加一 闪避加一 影响力二 站住 宋白一声怒喝 三步并跨两步 直接提起他的后颈 摸出一侧里的佩刀 村长叹了口气 这位军爷 也不是什么好相遇的主 你是什么人 宋白大声贺问 那家伙眼泪鼻涕一起流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军爷 我只是个重地的 十里八乡街坊们都知道 我叫赵老二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小人吧 我 我只是一条狗啊 说吧 他在地上汪汪叫起来 活像一只丧家之犬 村民们看向宋白的目光 都带着金仪 有几个人后退几步 打算悄悄溜走 宋白还是不信 你刚才看我做什么 小人没见过大官 寻摸瞅一眼 大人您的威仪 好见见世面 我是个臭重地的 您放过我吧 宋白略微挪开手中的佩刀 哪知刚才那个 想要参军的壮汉黄霸 突然站起身 对地上吐口吐沫 我当什么英雄好汉呢 连老百姓都欺负 这样的人 还想招老子当兵 我呸 在场的人几乎都变了脸色 因为他们知道 黄霸嘲讽的是谁 张康怒目而视 提起长兵府就要砍他 被杨大拦住了 宋白都要被气笑了 刚才也不知道 是谁第一个冲过来要当兵 赵老二又磕了几个头 转身就要溜走 宋白没拦着他 却忽然发现 村长微微低下头 脸色有些不对 似乎有些话到嘴边没说 宋白摸出佩刀 在手上掂量一下 随即脱手而去 正射入赵老二的腿里 他抱着腿 在地上哀嚎 血流不止 和沙土掺杂在一起 你干什么 黄霸怒吼一声 挥起拳头就上前打去 宋白转手扭住他的胳膊 看到他身上有个 莽撞的特性 莽撞 横冲直撞的壮汉 武力加三 智力二 一个当农民的 手上居然没有茧子 怎么可能呢 至于他的身份 村长应该知道吧 宋白道 黄霸 住手 村长颤颤巍巍的 走到宋白面前 先制止住了黄霸 很明显 这个村长还是很有威信的 黄霸不服气地撇开手 军爷 不瞒您说 这个赵老二 以前确实是我们村的 他家里以前还算附属 吃穿不愁 后来起义军经过此处 将他家钱粮充作军资 家产化为乌有 他只好将家中地产档了 换些财物 财物被他挥霍用尽后 就开始做起了土匪买卖 这人是土匪 黄霸呆住了 宋白饶有兴趣地问 这地方有土匪 往东走大约五里地 有一座长阳山 山上有土匪二三百人 各个凶神恶煞 吃人肉喝人血 简直就是妖怪啊 宋白拔出匕首 不顾赵老二的百般求饶 直接把刀插到他心窝里去 笑道 那倒是刚刚好 本大爷 我正是要为民除害 为民除害倒不至于 只是近百名海盗刚刚投降 忠诚度大都在五六十左右 随时可能叛变 因此 借机会打个胜仗 提高他们的轻轻爆起 李延年在旁边看着 有些焦躁 爷 您干嘛呀 村长瞪了他一眼 没说话 转头看向场景 几乎不肩 几肩不利 打磨粗糙 质地不云 非凉即也 宋白脸色一沉 此村有一把绝世神兵 怨献与将军 村长恭敬道 神兵 宋白脸色和缓 饶有兴趣地向村长打听 原来此地原有一位战神 在与当朝太祖的争斗中陨落 他在临死之前 扔出了手中的兵器 破开一座山峰后 掉落此地 但那只是一个传说啊 李延年觉得自己爷爷老糊涂了 非也 非也 老村长屡屡稀疏的几根胡须 伸手向村中一点 村子正中间 是一大片坚实的黄土地 只有一棵杨柳树枝繁叶茂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这棵杨柳形态怪异 树枝交香缠绕 相互倚靠 如同一个风竹残年的老人 村民们平时在此地聚会 祭祀或者游玩嬉戏 老村长叹息道 神兵就在此地 希望将军 慧眼识珠 众人议论纷纷 宋白没有过多理会 他走到杨柳前 这棵树的树皮 粗糙有黑 显示出岁月的痕迹 但却没有什么奇异之处 难道是在这棵树的下面 宋白皱皱眉头 身子一晃 双手抱住杨柳 微微发力 找出合适的发力角度 且 他嘀嘀地吼道 杨柳树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动 村民们有点想笑 又憋回去了 这么粗壮的柳树 怎是凡人能举起来的 他们心想 村长的瞳孔稍稍放大 露出一丝惊异 虽然杨柳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他能感觉到地面的微微颤抖 地面下 无数的树根正被拔离他们 扎根了数百年的土地 无数赖树根 生存的蛇虫 蝼蚁纷纷逃离 啊 蚁纷根青筋抱起 他之前的动作都只为蓄力 而这一声怒吼是最后的 也是最猛烈的爆发 这棵树是有生命的 无数的根须疯狂如动 肆意生长 与地下的泥土牢牢相复 与宋白的神力相抗衡 势热猛烈的火焰忽然爆发 护住宋白的全身 而后延伸到宋白的双手 火焰通过他的手燃烧到 这棵杨柳树上 这棵树猛地抖动起来 发出一声愤怒的哀嚎 随后几颗粗壮的树枝 凝聚在一起 直直向宋白刺去 海盗们传来几声惊呼 不管他们 忠诚度如何 在这个危急时刻 还是拔刀冲过去 只不过相比张康 杨大等人 脚步慢了一拍 区区老树 也胆放肆 宋白抱喝一声 全身汽血之力凝聚 随后一拳轰出 极为凶悍的力量 猛然爆发 哦 老树发出一声 极为恐怖的怪叫 数不尽的树枝飞舞 如同奔涌的潮流 向宋白击尸而去 士兵们扑了上来 锋利的刀剑 砍在这些树枝上 却毫无作用 连一点白痕也没留下 这 士兵们的脸色 变得难看起来 这是什么怪物 竟然连刀剑 都难以造成一点伤害 好在他们都是 海盗出身 胆子很大 虽然说有些惊骇 但还能勉强镇定心神 碰 一声闷响 老树挥舞树枝 传来树道破空生 数十个士兵 被击飞在地 口吐鲜血 生死不知 这下麻烦了 如果再不将这妖物制服 恐怕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村长面色凝重道 村民们都显得相当慌乱 有些人倒在地上 痛哭流涕 一旦这些士兵难以抵挡 被妖物攻破防线 手无寸铁的他们 处境将会极为危险 起来 村长双手扶着的长脊 忽然燃起红色火焰 仿佛灵气护主 搬来到宋白的面前 宋白毫不犹豫 抓起长脊 用尽全力 捅破杨柳的主干 一瞬间 整颗杨柳忽然顿住 树枝萎缩索紧 树叶瞬间失去绿意 变成毫无生机的黄色 杨带最先冲向前去 手中长剑踢过 整个杨柳轰然倒地 崩塌成一阵烟尘 消失在天地间 但连绵不断的万里红光 映照天际 无尽烈火垂玄包裹其中 天地间 响起火焰烧灼声 神秘符文闪烁 令人压抑的感觉 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一感方天化己 从地下猛然跃出 以不可一世的姿态 重现世间 这就是村长所说的 绝世神兵 上前握住武器 一股无形炽热的力量 随着急感源源不断 传入体内 看到宋白独自站在原地 脸上阴晴不定 村民们心里 都有些埋怨村长 原来一直以来 在村子里的老树 并不是村长所说的什么宝贝 而是足以毁灭 整个村子的怪物 尽管村长 在整个村子里 一直以来都很有威信 但如此信口雌黄 恐怕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然而 让宋白心神不定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这个 真正的神兵 并不是什么实体兵器 而是化作了一股 精纯的力量源头 原本普通金铁 铸就的长脊 在经过这股力量灌溉后 已经化身 成为了绝世神兵 方天化己 火 拥有者自动掌握 高级长武器精通 高级奇术精通 提高个人武力 50% 攻击产生 大范围建设伤害 获得技能无双 无双 主动 调动体内能量 猛烈地挥舞方天化己 任何试图接近 你的敌人 都将受到恐怖打击 十秒内 每击杀一人 都将暂时地提高 你的攻击力 千变万化 该武器吸收了拥有者特性 根据拥有者 对武器和能量的理解 可以幻化出不同的形态 当前已解锁 长枪 月牙己 双短己 方天化己 火 能量 手中方天化己 燃起火焰 似有八荒火龙之灵 处之有焚烧之感 化己顶端利尖之处 透着煞力无匹的杀气 让宋白凶性溅起 方天四角之刃 仿佛藏着 嗜血杀戮的修罗之力 哈哈哈哈 宋白张狂大笑起来 他急需一场杀戮 来纪念神器的诞生 村民们建君爷 如此作态 也没那么紧张了 倒是村长感觉到 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脸色泛起一些担忧 也不知道这柄 带有无边杀戮的神器 就此出事 究竟是好是坏 但不管怎样 为了孙儿的姓名 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望将军凯旋归来 大获全胜 村长跪在地上 恭敬地说道 村长都跪下来了 跟在他身边的村民 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跪下 呼喊声音 响彻整个村落 宋白微微一笑 看到村口大青石旁 有一匹暗红色的杂毛马 正在啃青草 见货打着响鼻 那是谁的马 宋白问道 俺家用来拉货的奴马 将军若不嫌弃 俺愿意送给将军 当个下脚的 黄瓣挠挠头 粗声粗气地说道 宋白胯上 这暗红色的马 也无安歼 也无配头 来回溜达几圈 马却相当听话 马尾摇晃 发出嘶鸣 四马者 不知其能千里而四眼 安求其能千里也 黄瓣 你可是耽误了一匹好马呀 宋白心情愉悦 拍拍马踪 以后 我一定给你位最好的草料 马蹄声响起 阎尘飞扬 众人只见一团随风奔腾的火焰 转眼消失踪迹 留下宋白豪迈的狂笑 诸位将士 随我去二龙山 众人面面相去 没过多久 便在羊带等人的组织下 朝着宋白离开的方向进发 张康 由于腿部受伤 暂时跟一众村民 留在了村子内 马速飞快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宋白便到达了目的地 他能感觉到马腿颤抖不已 这并不是 说他已经乏力 而是由于 常年的营养匮乏 导致气力不足 此马先祖 乃是当年 战神的坐骑乌锥 生有神兽血脉 通体本是全身灰白 但又加上 长期兽神器气息酝氧 血脉居然产生异变 灰白色身躯 竟然像火红色转变 潜力深不可测 宋白行腾马 俯身下马 摸摸马头说 马啊马 我去杀贼 你就在此地 等我好了 马儿好像听懂了似的 绕着宋白转了两圈 轻腻地 用马头碰碰他的手心 而后欢快地 在附近飞奔 二龙山山路崎岖 差到众多 十分不好走 但宋白还没走多远 就有热心肠的人 为他指路 那边的小白脸 通知一下 现在开始打劫了呀 赶紧把身上东西放下 别让老子费劲 几个劫匪 从山上走来 双手各拿一把斧头 见到宋白在此 眼前一亮 双腹匪 七 双龙山的独特兵种 手持双腹 看起来很凶 攻击范围广 轻甲 无远程攻击方式 士气不高 宋白提起方天画戟 心念一动 长戟末端 猛然长出月牙 般的尖刺 瞬间断裂 化作一双短戟 我也是打劫的 人称双脊匪 兄弟们 画下个道来吧 他细细笑道 一众双腹匪面面相去 领头的疑惑道 你是哪里来的刘匪 敢来双龙山打劫 怎么我有两把斧头 你却也有两柄短戟 宋白扬起手中短戟 笑道 兄弟却是有所不知 我这两把短戟 说起来 可有些年头了 想当年女娲娘娘补天 留下几块鞭脚料 后来老君 在八卦炉 整整焚烧三七四十九天 才造出 这两笔神戟 论瓷雄来说 我这几是雄的 你那斧头是瓷的 论辈分来说 你那斧头 还得称呼我手中 短戟一声爷爷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双腹匪不耐烦地说道 先接我一斧 进风划过 双腹匪手持双腹劈来 居然生成烈烈威势 宋白诧异地举起双脊抵挡 感受到一股 不弱的力道传来 连一个小小的喽啰 都有如此强大的武力 这双龙山 当真不可小觑 看来 是自己拖大了 宋白暗暗叹道 原以为 有了神器方天化解 就可以为所欲为 没想到 连几个小喽啰 都打得相当吃力 恰在此时 第四次斧头劈砍而来 砰 双腹劈来 但此刻的速度 在宋白眼里 却显得如此缓慢 原本附加在上面沉重的尽力 此刻竟然变得软绵无力 稍微用点力道 双腹匪竟然蹬蹬后退两步 一屁股坐在地上 宋白有些疑惑 这人的力气 竟然下降这么多 难道是他故意使诈 兄弟们 点子扎手 并肩上啊 领头的发现自己 不是对手 一声呼喊 从单挑变成群殴 不过 谁殴谁还不一定呢 七个双腹匪一起举起手中双腹 齐声呼吓 从四面八方向宋白砍来 不管威力如何 这气势倒是颇为充足 宋白举起双脊 一一抵挡 三招过后 原本力道惊人的猛烈攻势 却变得软绵 相当可笑 这一下他明白了 原来是个三板斧的草包啊 怪不得大家都把这双龙山传的神乎齐神 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原来是被开头猛烈的攻势吓住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三板斧确实强大 不过 现在吗 了解了他们的底细 宋白没有太多顾忌了 手中双脊偏转方向 猛然向外 连刺带条 溅起一片血化 只剩下领头的那个双腹匪 还默等宋白开口 他已经摊在地上 痛哭流涕 大爷 我冤枉啊 宋白疑惑地看着他 这个劫匪擦单鼻涕 捡起几块石头 用两把斧头敲击 倒也颇有一番韵味 小人姓王明二毛 本著二仙桥 家中有房又有田 生活乐无边 这时他无声留下两行青泪 不免有些凄苦 无奈那双龙山 有三个混蛋 他不要脸 抢我屋来躲我田 我爷爷跟他来翻脸 惨被他一棍来打扁 这三个混蛋实在太阴险 还要将我来欺骗 加班抢劫不算完 吃康宴才天天见 哦我更是家常便饭 我苦啊将军 这么多年了 老天爷终于把您给带来了 您一定就是神仙爷爷吧 劫匪的眼泪鼻涕又流下来 他也不嫌脏 在地上爬两下 就要把鼻涕 往宋白裤脚上抹 宋白一脚把他踹翻 一脸嫌弃 带我去见你那三个混蛋老大 之后 你就可以滚了 宋白冷冷地说 面对着王二毛的求饶 宋白不闻不顾 不管他嘴上说得如何巧妙 其实此人本质上 还是一个滥杀无辜的土匪 不行啊大哥 他们会杀了我的呜呜 王二毛哭诉道 宋白不答话 手中红色火影爆裂出手 一柄短脊随即致出 短脊去世凌厉 速度如雷电般炸裂 瞬间暴射而出 刺了 一声巨响 王二毛毫发无损 然而他此刻却贪软在地 脸色苍白 浑身汗流不止 因为在眨眼间 他那乱七八糟 如同草卧般的卷毛 瞬间被短脊 切断碾碎 我现在就带大哥 去找那三个混蛋 为了正义事业 我一不容辞 王二毛连忙拍着胸口 大意领然道 山道崎岖 转过几个弯 一座虽说简陋 但规模很广的山寨 险露在两人面前 山寨依山傍水 被栅栏围住 栅栏后面有几座箭塔 上面的山贼 看到王二毛 都有些疑惑 二毛 你不刚出去打劫吗 怎么这就回来了 兄弟们呢 王二毛几眉弄眼 无奈众为山贼兄弟不解风情 王二毛 你有啥呀 小鸭看不上你 又犯相思病了 就他那熊样 哪个女人能看上他 是真男人 就去抢啊 箭塔上面的山贼 七嘴八舌的意论着 王二毛气得浑身颤抖不已 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提醒 你们不明白 也就算了 还要当众调侃老子 妈的 宋白提起王二毛的后领 毫不客气地将他扔到一旁 既然路已经带到 就不需要他了 接下来 就是我宋白的个人展示时间 众位山贼还在惊恶 不明白王二毛 怎么无缘无故被人丢开 宋白脚下用力 嗖的一声窜出 犹如一只离弦之剑 横跨数十米 突降到山寨木门前 手中方天化剂 光芒耀眼 下一刻 带着寒芒的几尖 骤然斩落 开 随着一声怒吓 目屑飞剑 原本封锁的寨门 硬生开裂 嫡喜 山贼们略有些慌乱 谁见过单人独己 直接劈开寨门的牛软 稀稀拉拉的几只剑射来 不用费心抵挡 因为根本射不到跟前 所谓的剑塔防御 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宋白一往无前 手中画脊紧握 虽未穿铠甲 却是全身浴火 如同火神将士 直奔山寨里面 见过宋白神力的山贼 都很有眼色地躲起来 枪打出头鸟 谁先上谁死 十来个凶神恶杀的山贼 从内门冲出来 看到宋白后 提刀就砍 在剑塔上的山贼们 不忍心地捂住眼睛 兄弟 别怪哥哥没提醒你 实在是咱自身也难保啊 伴随着一声声惨嚎 十来个山贼 起起倒地 捂住伤口 脸上露出恐怖的神色 简直是魔鬼 兄弟们 我尿急我先溜了 快去报告大王 剩下的山贼 不敢进前 战战兢兢地 用刀指着宋白 他每向前一步 山贼起起往后退两步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 敢招惹我二龙山 一个手持大铜锤的胖汉 走出来 露出忌惮的神色 咔嚓 咔嚓 宋白拧拧脱脖子 全身发出骨头的嘎嘣脆响 眼神中带着轻蔑 你就是山寨大王 放屁 我大哥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这胖汉还未说完 却发现宋白 居然已在眼前 一双沙包大的拳头 直击胖汉面门 让他痛哭流涕 而后单手抓起他的手臂 稍一用力 就将他的胳膊 扭成麻花状 救我呀大哥 救我 还默等他说完 宋白手中略移用力 玄机拧断了他的脖子 但他没有丝毫放松 而是看着不远处的一片黑潮 眼中流露出一股忌惮之色 寨子里传来轰隆轰隆的脚步声 如同巨雷轰鸣 却又整齐有序 抵挡的山贼们都变了脸色 很有默契地向两边躲过 如潮水般散去 一对全身披黑甲的小股部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 缓缓走来 他们的面容被头盔覆盖 看不太清楚 但这股部队 隐隐散发出的凛然之气 让宋白也显得面色凝重 很明显 这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军队 忽然 一匹黑色骏马猛然冲出 越过他们的头顶跨越而来 但这些士兵仍然迈着相同的步伐 不紧不慢地走着 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训练有素 这匹黑色骏马像疾风一样奔向宋白 马背上的人紧紧勒住马头 随后取出两柄铜锤 奋力锤来 战场之上 但凡敢用铜锤者 要么是人傻胆子大 要么就是真有本事 眼见呼呼风声响 宋白摒弃击凝神 手中方天画戟闪过火光 如骄阳般耀眼 啪 方天画戟牢牢顶住铜锤 宋白显得轻松无比 使铜锤的壮汉也并不气馁 两柄锤子舞得密不透风 一锤接着一锤 攻势猛烈 发出邦邦铁气敲击声 震耳欲聋 看到山寨大王来了 周围的小喽啰也不那么惧怕了 反而纷纷议论起来 完全忘记了 刚才哭爹喊娘的狼狈模样 哈哈 有了咱大王出马 这小子不死也惨 那可不见得 知道刚才哪来一声巨响吗 山寨门 就是被这小子一击捅开的 有黑甲兵在这 这小子能翻天不成 有人意有所指的 看向那一对窥然不动的黑甲兵 话语里忌惮之意明显 其他喽啰听到这话 居然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讨论 仿佛他们刚才说的是什么禁忌之事 山寨大王举起铜锤一阵挥舞 却是越打越心惊 他发现 不管自己动用怎样的招式 都无法对宋白造成丝毫伤害 倒是他自己 一双铜锤虎虎生风 每次攻击用尽全力 已经是汗流加倍 虎口生痛 几时回合下来 自己的招式用尽 对面那用方天化戟的小子 仍使出最后气力 勉强挥砍几下 往后猛然一跳 老子不放牌了 宋白微微一笑 纵起方天化戟 烈火灼热 全身奋起千军力 直直披向山寨头领 啊 山寨头领也发现不对 这小子开始来真的了 无奈之下 只好举起铜锤抵挡 他只感觉到一股 佩然之力传来 犹如被猛兽冲撞一般 被击飞数十米 脑袋光当一声 撞在地上 喷出一口鲜血 你敢伤我 黑甲兵 给我上 杀了他 山寨大王怒吼 十几个黑甲兵 左手举起盾牌 右手架着长枪 坚定地冲向宋白 而阵型丝毫不乱 宋白也收起了细血的心思 他能感觉到 这黑甲兵所蕴含的实力 个个都不若于那山寨大王 再加上他们另行禁止 纪律言明 所产生的战斗力 更是提升了数个档次 只是 这样的职业精锐 个个都是高手 怎么会甘心 居居于一个小小的山寨大王之下呢 宋白还没细想 数十米长枪 已然齐齐次来 目标直指宋白 并隐隐将他周围的空间 都封闭起来 已然是必不可避 唯有直面迎敌 方天化己燃起火焰 双手架住 愣是死死地挡住 数十名高手 累加下来的力道 盾牌下面 忽然冒出几只长枪 如毒蛇般窜出 目标对准宋白的下体 一点寒芒先到 随后枪出如龙 果然很毒 这把宋白给气的 你这是要断送我 下半生幸福啊 右脚腾起火焰 瞬间踢出 紧紧压住长枪 火焰瞬间沸腾 在一众喽啰的惊恐眼神下 竟然将铁制的长枪枪头 直接融化 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人 一些喽啰浑身颤抖 感觉胜利无望 更有些人 甚至挪动脚步 企图悄悄溜走 一众黑甲兵 尖刀围着宋白 开始近身搏杀 就在此时 山下传来进攻的呼喊声 几个试图逃跑的山贼 还来不及反抗 就被活活砍死 主公 我们来了 很明显 是宋白手下的海盗们来了 有五十个村民 因为没有进行转职 被留在村子里等候 这些海盗们呼喊着 就要冲向黑甲军 企图与宋白会合 但连他们的主公 宋白都要谨慎对待的黑甲军 怎么会这么容易 就被破防 在被黑甲军 砍死几个海盗后 宋白果断命令他们后撤 这些海盗们也很鸡贼 不怀好意的 把目标放在周围 战斗力低下的山贼身上 抽出各式各样的武器 追着他们劈砍 进行了一番战斗之后 宋白也隐约摸清了 这群黑甲军的攻击手段 他们围成圆形阵法 架起盾牌 能从四面八方 对宋白发起轮番攻击 防御力更是惊人 这种阵法 确实厉害 相当于 用数十人的体力 去消耗一个人 即使此人战力超群 但不能突破这种 极端变态的防御 也要被消耗致死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宋白并非等闲之人 在数个特性的加持下 他的力量 已经到了一个 相当恐怖的层次 方天化解横扫 黑甲冰纷纷举起盾牌抵挡 但宋白却只是虚晃一下 招式使到一半 忽然变招 重重砸在一个黑甲冰上 随后方天化解 突破伤口 一拧一滑 接连杀了三四个人 很明显包围圈 已经被打破 黑甲冰将盾牌 奋力扔向宋白 向后连退术部 右手从黑色包裹中 取出几个黑色圆珠 奋力砸在地上 一阵阵烟雾生腾 其中有野兽低吼 看上去十分害人 想跑 宋白追上去 手中方天化解 燃起火焰 挥散黑色烟雾 黑甲冰们并没有跑 但黑色珠子 经过的原地 赫然间出现了几十头 则然式的恶狼 这些恶狼吞咽着口水 尖力的牙齿 发出丝磨声 在黑甲冰的一声令下 齐齐扑向宋白 几个恶狼高高跃起 宋白神色不惧 砰 一道寒光闪过 几抹狼血随风洒落 几肩上隐隐献出血迹 数十头恶狼的躯体 无力抛飞 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好胆子 随着一声高喝 宋白迅速冲去 跃入人群 方天化解 透过几个黑甲冰的躯体 几个血肉模糊的头颅 跌落在尘土里 这下他们终于挡寒了 几个人眼看逃不过 在绝境下冲向宋白 然而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 黑甲冰骚动起来 原本稳固的阵型 逐渐松散 绝不能说他们不堪一击 实在是宋白的武力 太过强大 任谁在这样的打击下 都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恍然不知所措 正在此时 围剿山贼的海盗们 已经聚拢起来 他们挥舞长刀接踵而来 这些海盗们 虽不能说训练有素 但毕竟酒精沙场 战场经验丰富 他们隐隐包围成圈 趁黑甲冰慌乱之际 组成一个个 看似松散 实则紧密的包围圈 将早已胆寒的黑甲冰 围拢成好 毫无抵抗力的绵羊 刀光反射出 他们阴险凶残的脸上 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山寨头领 奋力举起双锤挥舞 一连杀了几个海盗 锤声隆隆 他也杀出了火器 可惜 黑甲冰已经全灭 凭他这点威莫本事 根本不足以扭转局面 只能逃跑了 但当他举锤 冲向冲向人群中 试图冲破包围圈时 一股冰冷的杀意 却锁定了他 是宋白 山寨头领 心下慌乱 随手挥锤子 拨散几个海盗 以平生仅有的 飞快速度冲向马就 迅速登安上马 拍马往山下及驰 他心胆俱寒 根本不敢回头 幸运的是 宋白只是用冷冽的毛子 注视着他 并没有追赶的意图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一柄 方天话己不知何时 已经被宋白高高举起 遥遥对准了他 而他却仍在位逃出山寨 而拼命奔杀 殊不知厄运的几间 已然降临了 呼 一声呼啸划过天空 长几飞跃如燃烧的火焰 伴随着森冷的沙鸡 一闪而逝 正中他的喉咙 呵呵 这山寨头领 捂着喉咙 雪不停冒出 怎么也捂不住 眼神中的光芒 顿时消逝 轰然一声 从马背上跌落尘埃 残余的山贼 早已跪地投降 原本不守军归的海盗们 竟然齐齐肃肃立 仰望着他们的主攻 自古士兵尊奉强者 正归军如此 海盗毅然 的确 他们是老兵游子 他们惜命怕死 仿佛毫无血性 但当一个天下无敌的战神 带领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能变成 嗜血的恶狼 一时之间 天地仿佛失去声息 个别海盗的 粗重喘息声 在此刻 也显得有些大声 主攻威武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在这种气氛下 显得如此突兀 主攻威武 几个人悉疏回应 声音不齐 显得有些凌乱 但很快 这种声音 如流水般汇聚 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主攻威武 近百人举起武器 洪流宣泄 气势激昂 无边的声浪 冲垮寂静的天际 宋白没有回头 嘴角却有意无意露出一抹弧度 他此刻很清楚 从此以后 这支近百人的军队 就此彻底听命于他 并将为他誓死效忠 战利品很快 被统计出来 几箱经营 近乎半个仓库的粮食 数百负重甲 各类武器一应俱全 最让他惊喜的是 马厩里有七八匹战马 高大威猛 足以胜任作战工作 优良的战马 为装备任何武器 为披甲 攻击力低下 士气低落 可惜 都是经过阉割的 要想建立一个繁育马场 还需要另外构置马匹 军队击杀敌军 也能累积战斗经验 获得一定程度的升级 此次战斗 除去被山寨头领 击杀的几个倒霉弹 其余的海盗 都追砍了不少山贼 这场战斗 简直是摧枯拉朽 山寨内外 几乎全是山贼的尸体 资深的海盗 在领主的带领下 这支军队 正逐渐强大 代价士兵 装备齐全 武器种类多样 攻击力中等 士气高昂 出乎他意料的是 还有强盗 献上来的一柄宝剑 剑鞘上镶着金丝 上面雕刻着一个神兽 正在腾云驾雾 吞吐日月 宋白看到这熟悉的剑鞘 已经隐隐预感到 要发生什么 果然 当他将这柄剑抽出剑鞘后 原本雪白的剑身 便随风飞逝 幻化成黑烟组成的几个大字 大将军曹 宋白随手扔下剑鞘 内心甚至有点想笑 既然到哪里 都躲不过这个大将军曹 不如就直面面对 但是 这是什么 黑烟散过 一张羊皮卷轴 硬生掉落 上面还沾着点点血迹 A级龙血战士招募卷轴 使用该卷轴者 可获得龙血战士招募资格 同时获得龙血沐浴特性 经过龙血沐浴过的战士 永远在战斗中前行 A级冰肿卷轴 宋白的嘴角 泛起一丝干燥 他没有想到 这兵短剑里还有这样的宝贝 简直是天上掉线饼 别看他现在战无不胜 几乎无人能挡 但那是建立在 他强大的个人实力之上的 但他手下的士兵 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一旦遇到真正的强敌 即使他凭借个人勇武 但士兵弱小 也扭转不了总体局势 毕竟 这是一场关于领主建设的战争 士兵的实力绝对不可忽略 但眼前 他拥有了提升总体实力的机会 A级兵种卷轴 可遇不可求的西式珍宝 更别说 这张卷轴提供的龙血沐浴 还能让它的实力更进一步 请问是否使用 系统声音响起 使用 使用 然而就在此时 一阵怒吼声从远处传来 这声音震天汗地 响彻穷雨 几个海盗被吹倒掀翻在地 地面上吹起大片尘烟 这声音似乎是 龙吼 远处 疏然出现一道黑线 越来越近 翅膀呼扇 声音巨大 云层间露出了他的身影 真的是龙 一头身长数米的黑龙 满身黑色鳞片 背部黑褐色的击骨突出 两只眼睛如在天上的灯笼 他虽然威视惊人 但宋白却敏锐地感觉到 这头巨龙略有些微米 又脚不自然地搭拉着 身体上血迹斑斑 飞行也并不轻松 似乎是受了伤 海盗们几乎都是惊慌无比 但见到他们的领主 宋白纹丝不动 毫不畏惧 心里的恐惧 暗暗压下去 只能希望这头巨龙 不要降下来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这头巨龙忽扇翅膀 降落下来 而后发出一阵 震耳欲龙的嘶吼 宋白命令手下人躲起来 这已经不是他们 这个层次能应对的战争了 黑龙公主伊丽莎白 武力 189 智力 107 统帅 82 影响力 267 特性 身受重伤 零食 此龙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并受到强大诅咒 早已伤痕累累 武力负70% 巨龙威压 这个种族天生不凡 众生只能瑟瑟发抖 武力正30% 影响力正20% 龙之血脉 传承上古 毒霸事件 万物皆为蝼蚁 获得该特性出生武力值加100 出生寿命加1200 自动获得龙族半生技能 并随时间流逝 而逐渐增强武力值 龙之吐息 恶龙咆哮 龙魂本源 第一 您攻破了巨龙领主的附属领地 巨龙领主 要求您付出70%战利品 并宣示效忠于他 您将获得巨龙的祝福 宋白面色阴沉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黑龙 目光隐约流露出敌意 还带翻译的 真的很好 可是 让他就此屈服 绝不可能 刚才他已经和系统沟通过了 和平的代价 不但要交出自己那张 珍贵的A级兵种卷轴 就连他的下属 和所有资源 都要留下70% 更何况 一旦签订了契约 包括他自己 也要成为巨龙的奴隶 从此不得 任何自由 这对于追求 成为一代霸主的他 是不可容忍的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也并不是什么天生傲骨 只不过宋白觉得 既然拥有了全能者特性 他的未来 并不会 仅仅止步于此 命运 让他以普通人类的身份 穿越至此 同时还让他获得了 几乎天下无敌的 全能者特性 如果仅仅甘愿 做一个普通龙族的奴隶 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既然如此 唯有一战 即使在几天前 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类 即使是现在 他也只是掌握了 一点火元素的人类 普通强者 可是现在 他要屠龙 宋白尝尸而立 手中方天化己 燃起红光 浑身火焰燃烧自意 直指挣钱 巨龙好似 看出了他的想法 灯笼大小的 眼睛微微眯起 仿佛对他的狂妄 感到不屑一顾 滚 宋白的语气平静 说出的话 却比石头还硬 巨龙 好像听懂了他的话 龙爪抓爆地上的巨石 直立而起 十几米的高度 遮天蔽日 龙头骄傲地扬起 这片土地 在他高大的身躯下 暗淡无光 但宋白身躯 如轻松般挺拔 眼神锐利 绝无一丝一毫退缩 卑微的人类 你对我说什么 这头黑龙忽然口吐人言 半袋龙吼 十分威严 他似乎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眼前这个小东西 只是一个 弱小孱弱的人类 什么时候 敢对威严的龙族 龙膝下的龙渣 宋白皱起眉头 又把话说了一遍 听不见吗 我让你滚 找死 黑龙怒吼一声 龙尾随即拍打过来 声势浩瀚 天摇地动 宋白冷冷一笑 不退反镜 手中方天化解横扫 双臂猛然使力 毫不畏惧地迎上去 黑龙这一甩 竟然与宋白相持不下 在力度上 竟然丝毫奈何不得 宋白的力量 几乎堪比巨龙 黑龙的眼神露出一丝惊讶 随即抖开尾巴 扬起地上 抓碎石头的利爪 带起一阵禁风 宋白的眼神里流露出忌惮 他能感觉到 刚才的黑龙似乎未尽全力 面对这场人龙之战 周围 远远躲避的海盗们 都张大了嘴巴 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虽然经历过 数次惨烈的战斗 可从来没见过 敢与恶龙相搏斗的强者 这简直是对他们 人生观念的颠覆 原来人类的武力 也能与恶龙相媲美 领主大人的力量 当真是极其恐怖 黑龙立爪速度不减 向着宋白抓去 宋白暗叹一声 他已感觉到 力量正在浩劫 即使眼前的恶龙 似乎并未成年 也似乎受到严重的伤势 却仍然对他产生 压倒性的优势 这是种族之间的 巨大实力鸿沟 与巨龙比拼力量 跟自杀没什么两样 他唯一活命的机会 就是奋身拼死 以性命相搏 才能在渺茫的战斗中 获取一丝生机 恶龙受死 宋白大吼一声 对即将抓向胸膛的龙爪 视若无睹 双手奋力举起方天化剂 身体猛然加快 一跃数米高 几乎要撕裂周围的空气 直直刺向黑龙的头颅 即使被这龙爪撕裂胸膛 他也要以命拨命 砍断黑龙的头颅 在这一瞬间 宋白心中再无任何想法 只有满腔的怒火 蕴含胸膛 恶龙又如何 黑龙的眼神 微微闪烁 龙头晃动 躲过这致命一击 同时龙爪 也在半空中停滞一下 错过了 击杀宋白的最佳时机 一个卑贱的人类 小小的蝼蚁 不值得他受伤 宋白的攻势 一旦展开 便如山崩潮涌 绝无停歇的架势 手中的方天化剂 连连闪动 敲击在黑龙坚固的龙铃上 虽然没有完全刺进去 但神器的锋利 加上点点火焰灼烧 也足以让巨龙身上 留下点点灼烧血肉的痕迹 好 黑龙很快就感到局势不妙 他的目标太大 面对宋白 只能左挡右遮 除非他愿意硬抗 否则在自己浑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他很难占到优势 该死的蝼蚁 黑龙咬牙切齿 急怒交加 巨龙的威严 受到挑衅 远远躲开的海盗们 发现这条黑龙 在领主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居然纷纷从遮蔽物里面走出来 人群中 发出一阵哄哮声 但只有宋白 暗暗叫苦不已 他不是什么超凡生物 也没有什么强大血脉 自己的身体 早已承受不起 连续爆发攻击中 消耗的体能 他也能感到身体 正走向虚弱 即将脱离 好在 复制特性的进度 即将完成 是否复制特性 龙之血脉 复制 定 该特性为特殊蓝色等级属性 特性拥有着微移性 只可复制一次 定 特性复制后 将彻底改造宿主体质 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 是否确认 宋白脸色微变 这是他没想到的 话说 如果复制了龙之血脉 我不会变成龙吧 然而 他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 因为黑龙的头颅 已经伸展过来 口中土星凝聚 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 即将喷涌而出 哄 一股庞大的黑光倾泻 遮天蔽日 向宋白狂涌而去 急剧毁灭力量的激光 几乎要打破空间滞骨 将宋白死死包围 他只感觉全身都被焚毁破坏 双眼失明 意识中断 再无丝毫知觉 领主大人 死了 众多海盗 颤颤巍巍地 注视着这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此强大霸道的领主大人 就这么轻易死去了 但想来好像 也并不意外 要知道 他可是在跟这个世界 食物链的顶端龙族在战斗 以凡人之躯 迎战巨龙 即使是失败的悲剧 也注定能作为史诗 流传此事 杨大尔无力地倒在地上 眼泪夺眶而出 划出两刀泪痕 原来战争这么残酷 悲伤可以来得这么快 原来领主大人 也并非所向披靡 好 一声响彻天地的龙吼 巨龙高傲的杨起头颅 屁逆天地 不可一世 你 该死 杨大尔声音沙哑 脸色苍白 他擦去眼中清泪 流露出决绝的杀意 手中提起长剑 毅然决然地冲向黑龙 明知此绝无半点生存的可能 但他已决意赴死 身边的海盗见识不妙 想要拦下他 却被他拿着长剑乱砍 无人敢进前 滚 谁敢拿我谁死 杨大尔头发散乱 清秀的脸上带着绝望和迷茫 领主大人既然与命 我杨大尔便与他同死 看着提剑冲向黑龙的孱弱身影 众海盗一时感觉心里不适滋味 近百个有血有肉 身强体壮的汉子 胆量居然还不及一个弱女子 妈的 我受不了 大丈夫何惜此命 黄巴尔怒吼一声 手举双锤 紧张 李延年很声道 童阙 血战倒跌 海盗们发出怒吼 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 带着无望和疯狂的呐喊 集体冲向黑龙 明知是复死 黑龙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些小东西 眼神里流露出疑惑 他不太明白人类的心中所想 怎么明知是死 还是毫不犹豫地冲过来 他心中忽然泛起耍弄玩具的心思 像猫抓到老鼠之前 总要玩弄一番 黑龙提起龙爪 轻轻推了一下 一众海盗便横飞数十米 口喷鲜血 摔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哎 真的好弱 哎 真的好弱 恶龙感叹道 还是之前那个小东西 有点意思 但这时他发现 一个雌性人类 手举长剑 跌跌撞撞站起来 仍然冲向了他 黑龙稍一波动龙爪 这个小人儿如遭重击 全身浴血 几乎破裂 眼神中满是仇恨 冲来 被撞走 冲来 被撞走 杨戴尔 简直是不知死活 一遍又一遍 黑龙几乎失去了耐心 他决定 来一次致命一击 用龙爪 狠狠撕裂这个小人儿的胸膛 这就是人类愚蠢可笑的感情吗 你的领主大人在哪呢 他早已生死 可笑你们这些小虫子 还认不清楚现实 但在此时 他好像感觉到了 什么异样的情况 是吗 一团火焰式的身影 在背后出现 他的目光阴冷 火焰狂傲自私 整个人被火焰拖起 悬浮在半空中 一袍烈烈作响 不怒自威 仿佛藐视一切的亡者 正是宋白 他在龙溪喷来的一瞬间 果断复制了龙之血脉 这一特殊天赋 在龙溪的喷涂下 他非但没有生死陨落 反而在这恐怖的攻击之下 身体不断地毁灭 结构 重造 最后逐渐便成为强大的 龙驱 心念一动 便可以在两种形态间 自由切换 这 就是龙之血脉 带来的强大天赋 黑龙忽然感觉 心脏抖动 面对眼前的宋白 他竟然有种奇怪的感受 就好像 眼前这个小虫子 是铜类 是 一只龙 但宋白没有给他 继续猜想的时间 一声怒吼 宋白身躯猛然膨胀 瞬间幻化成 一只恐怖的火龙 全身烈焰沸腾 手中方天画脊 自动融入双爪 化为锋利的爪牙 去死吧 两只恶龙在半空中翻腾 撕打 无数鳞片 血迹洒落地面 战况十分激烈 黑龙渐渐落入下风 他本来就身受重伤 又被吓了强大的诅咒 战斗力已是大不如前 再加上他震惊于眼前的场景 已经无心战斗 即使被攻击 也没有缓过神来 人 怎么能变成巨龙 宋白复制到龙之血脉后 五粒值仅仅提升了一百 还需要时间来成长 龙是一种生长期 很漫长的动物 因此现在的宋白 即使如此 面对眼前这个身受重伤 遭受诅咒的黑龙来说 宋白也显得游刃有余 黑龙开始感到绝望 由于宋白将方天化己 转变成龙爪的缘故 他在战斗方面 缺乏足够的优势 龙躯已经残破不堪 龙血慢洒 黑龙感到相当疲累 自从逃出黑龙帝国之后 他的境遇瞬间一落千丈 没人再尊称他为黑龙公主 反而到处都是敌视他 一心想屠龙的仇敌 而如今 就要死在一个悲贱的人类手里 或许 这就是龙族的命运吧 黑龙痛苦地闭上眼睛 因为受伤 导致身体微微颤动 最后一声 龙吼发出 愤怒的黑光 即刻将宋白吞没 可是这一次 再无作用 碰 一双带着火焰的龙爪如期而至 瞬息之间 毫无悬念地刺入他的体内 而后狠狠拔出 哗啦 大堆龙血不要命地流淌 天空仿佛下了一片血雨 黑龙无力地倒在地上 好似再无半点声息 叮 方天化己吸收龙血 自动获得龙爪变化 宋白没上去 查看情况 瞬间化身成人 浮起昏迷不醒的杨大 他此时紧闭双眼 晶莹的眼泪 顺着眼角流出 如同美丽纯洁的宝石 现在说什么不要死 都是废话 宋白紧紧搂住他 脸上湿魂落魄 心中悲苦莫名 前世今生 第一次遇到 如丝女子 我可以救他 一声虚弱的声音 传入他的脑海里 谁 宋白紧剃道 紧接着 随着一阵谜南 巨量的信息传入脑海中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略微犹豫一下 宋白抱起杨大 将他轻轻放在 黑龙受伤的躯体旁边 黑龙默念了一段咒语 身体上的伤口 流出更多鲜血 如溪流般 汇入杨大的体内 而原本 闪亮耀眼的龙铃 此刻变得相当暗淡 宋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如果没猜错的话 通过黑龙传来的信息来看 这应该是他凝聚自身精血 为杨大疗伤 龙族精血非常宝贵 利用精血为别的生物疗伤 轻则自身实力减损 重则身受重伤 修为倒退 而如今这只黑龙 伤上加伤 只怕命不久矣 宋白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 他的龙族血脉传承里 并没有关于这种技能的介绍 就连黑龙的特性里 也没有任何发现 他没有治疗杨大的能力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黑龙身上 但他丝毫不敢大意 一旦黑龙有什么异样举动 他将当即化身成龙 将其斩杀 一切都很顺利 龙族精血融入羊带体内 他的脸上逐渐显露血色 变得红润 治疗成功了 反观黑龙 则是一副 唯米不振的样子 看上去生命垂危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 人类 还是隐藏的龙族同类 不管怎样 看在我救助你配偶的份上 希望你给我留下一个完整的龙尸 让我安心在此埋葬 说完这话 黑龙眼神变得暗淡 逐渐失去光彩 一阵风吹过 原本庞大的黑龙身躯 逐渐缩小 鳞片缩入体内 翅膀也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绝美的少女 她身姿曼妙 眼眉低垂 整个人为着寸缕 洁白的身躯 蜷缩在地面上 同时 她脸色苍白 双眼紧闭 满身恐怖的伤痕 仍在不停流血 灵主 前面传来几声呼叫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 逃生的战士们 呼喊着她的名字 宋白暗叹一声 随手取走身上的衣袍 罩在眼前这个少女的身上 恰在此时 熟悉的系统声音响起 叮 恭喜您成为 第一个战胜巨龙的领主 自动获得 史诗级武将卷轴一份 该卷轴 可使用于中程度满直的下属身上 下属经过副本历练 可获得 史诗级武将属性 请选择 下面出现了张康 杨大 牛二等人的头像 只有区区几个选择 并不是说 仅仅只有他们 是中程度满直 而是想要 获取这样的资格 必须成为 拥有五项特性以上的人物 在宋白的队伍里 这样的人 也仅仅只有几个而已 将卷轴使用权 给张康 将卷轴使用权 给张康 请选择英雄舞版 张辽 张辽虽病 不可当眼 甚至 史诗级武将 武力值三阶巅峰 成长潜力 高 匹配度 89% 玉琪零如俊逸 马步军中推第一 天罡树内为尊 上天降下恶行尘 史诗级武将 武力值三阶巅峰 成长潜力 中 匹配度 67% 蓝星穿越者 普普通通 热爱幻想 史诗级武将 武力值零阶 成长潜力 高 匹配度 34% 请选择 宋白晨思一下 果断确认了 第一个选项 玉琪零虽好 可是潜力太低 以后实力得不到提升 很难跟随上他 征战天下的步伐 蓝星穿越者 就更不用说了 临界武力值 选择之后 很可能浪费一次 史诗级武将选择机会 再说了 现代人的心思深沉 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后 张康的忠心 恐怕也是个问题 而在历史上的合肥之战中 张辽凭借八百将士 敢于冲击东吴十万大军 差点将东吴大帝孙权都俘获了 如此胆略和勇猛 在整个历史上 都是罕见的 因此 宋白很果断地选择了 张辽张文远 战斗结束 众人开始打扫战场 因为巨龙的缘故 原本伤亡并不大的海盗们 这次却足足损失了 二十多人 这还是他们 被巨龙一击之下 毫无反抗力的缘故 如果真是正面对敌 估计这九十多名海盗 都得团灭 好在他们经过这场剧烈战斗 已经有不少人 拥有了与战斗有关的特性 极大提高了武力值 这也是 该世界的一个神奇之处 只要经历过相关事件 很大几率 能从中获得神奇特性 提高自己 在相应方面的能力 但是 获取的特性也有限制 经历的事情越艰难 收获越大 带领数万精锐 去屠杀村民 不可能得到 杰出的统帅 擅长指挥 这样的特性 如果操作不当 统帅属性反而会下降 而且 人不能凭空产生特性 一个经历战斗的人 不会获得 内政管理 擅长耕地 这样不相关的特性 更不会平白无故 得到强大血脉或传承 除非是 有特殊机缘 当然 特性也有好坏之分 比如在战斗中受伤 获得重伤 残疾 虾炎等特性 那么减少战斗力 几乎是必然的 而像宋白这种 如同作弊一般 随时获取别人特性 并且不受到种族 实力等限制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不多时 黄瓣 李延年两人 便带领属下 将物资整理完毕 随后整理好清单 递给宋白 宋白淡淡地看了一眼 随即便不再关注 他现在物资充足 并不如何紧缺 而且 经历了这场战斗后 他的目光 放在提升 下属实力的身上 不能再仅仅依靠 自己一个人 打声打死了 让他感兴趣的 倒是眼前的黄瓣 经历了一场战斗 黄瓣的 莽撞特性早已消失 转而多出了 勇敢 汉不为死 物资管理者 这几个优良特性 很好啊 看来这黄瓣 并不是莽夫一个 相反 他成长得非常快 脑子也很灵活 可堪重用 村长之子 李延年也成长很快 拥有天生将才 特性的他 本就天赋一饼 现在也获得了 战斗经验丰富 无惧挑战 被巨龙攻击过 等特性 大大提升了实力 原本缴获的七八匹战马 早已被吓得逃走 经过巨龙后 只找寻到了五匹 倒是在山下 吃草的乌椎马 滴溜滴溜 跑回到宋白的身旁 见到主人 很是兴奋 绕着宋白转个不停 这乌椎马的仙祖 通体乌黑 只有蹄子是白的 所以取名乌椎 眼前的这匹 马通体火红 必须想个别的名字才行 就叫你赤兔吧 宋白想了想 朝旁边看看 杨大 还有之前 化身恶龙的黑龙公主 都还在昏迷之中 他抱起杨大 将他扶到赤兔马上 看着浑身浴血的黑龙公主 宋白犹豫片刻 也一并将其抱上赤兔马 眼前这个黑龙 还有用 李家村 小村村口 从村西头 忽然冒出一队二十余骑兵 胯下骑着帝国战马 身穿名利红甲 手举天蓝色仪仗 后面跟着一顶轿子 八个轿夫抬着 轿子一摇三晃 里面的人撩开杖子 是个穿着鲜艳的胖子 他脸上肥肉叠起 眼睛如绿豆般大小 朝外看了一眼 赞叹道 好一处田园风光 停下 本县令 要听听百姓心声 他传下命令 骑兵们脸上流露出喜色 手中小旗子一挥 整支队伍立马停下 自从跟着这位刘县令 复任以来 只要他停下 必能有所收获 到时候 自己这些骑兵 虽然吃不到肉 也能跟着喝口汤了 村子里的众人 早注意到了这支队伍 不多时 村长里 带匆匆赶来 早闻最近有县令大人 前来复任 居然今日有幸见到大人 实在是万分荣幸 李代公静说道 刘县令懒洋洋看他一眼 旁边的骑兵首领会议 呵斥道 你这丝毫不识台诀 一个这么富庶的村子 见到县令大人 一点礼物都不准备 李代公忙道 县令大人前来 怎敢怠慢 本村有机三只 梁氏五弹 愿丹四湖江 以迎大人 骑兵首领 见刘县令没反应 知道他不满意 于是面带怒涩道 我们总共有27人 你却只给三头鸡 是不是挑战朝廷威严 故意怠慢大人 李代感到有些为难 村里的状况 他是知道的 三天一来关 五天一过匪 看着附数 其实没多少钱粮 再说了 都给当官的了 村民们 咋过日子呀 于是他叹气道 非是我等怠慢大人 实在是村中无余粮 恕难招待啊 你说什么 骑兵首领大怒 在县长大人面前 你都不给我面子 这不是 显示我无能吗 此刻准备一千斤肉 三千斤粮食 半个时辰内我看不到 将你们村里人 全都抓起来 说吧看到村里 慌张的年轻名妇 意味深长的笑容 当然 女人可以留下 我们会好好招待的 哈哈哈哈 刘县令满意的点点头 坏人都让这傻子做 自己永远都是 爱名如子的好官 什么 这下轮到村长慌乱了 他手中的拐杖 差点失手掉落 官爷 您就算杀了我们 也凑不出这么多粮食啊 今年这土匪来得频繁 村民们都没有食物果腹 哪有余粮啊 离带老泪纵横 脸上痛苦不堪 这苦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有粮食 还胆胆诽谤朝廷治安 我看 是你这个小老 故意探墨钱粮吧 骑兵首领怒道 李带面如土色 浑身站立 官爷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李带虽不敢说为人正直 可也从来没敢 对不起村民呢 还敢顶嘴 吃我一鞭子 说罢一鞭子 甩在他身上 却被一只手紧紧握住 这只手上 被一鞭子甩裂开来 血流如柱 却仍不肯松开 正是断了一个胳膊的牛二 张康前去副本空间试炼 领主大人也去争讨山贼 整个领主大军 只剩下自己和五十个村民 大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与其平淡道 刁民放肆 你一个残缺之人 也敢对我口出狂言 骑兵首领怒道 刘先林看事情 有些不对头 连忙要制止他的行为 不管怎么掳掠 也不能屠杀老百姓啊 骑兵首领根本不鸟他 非洲 你算个什么东西 平时敬你一声大人 其实你屁都不是 刘先令气的脸色清白 这二十多名骑兵 都是骑兵首领的私兵 只听他一人的命令 将士们给我杀 男的杀光 女的留下 他面带凶狠 下达一个十分恶毒的命令 官爷 使不得呀 我们交两 交钱 李戴莲忙上前哭诉道 然而骑兵首领 已不听他的话 手中马刀举起 牛二见识不妙 拿出隐藏的武器招架 但已来不及了 一抹鲜血横飞 德高望重的老村长 捂住脖子 无力地倒在血泊中 可不能杀人啊 君严 他临死之前 口中游子喃喃道 牛二的心猛然揪起 他盯着眼前这个屠夫 力声道 你该死 哈哈哈哈 好你个反贼 私藏兄妾 洋装百姓 骑兵首领脸上露出残忍的笑意 这下好了 杀人更有理由了 二十多个骑兵 举起手中长刀 一加马腹 驱动做骑 杀入人群 即使有勇敢的村民 鼓起勇气反抗 然而面对一众专业 且装备精良的骑兵 只有被屠杀的份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片刻 原本安静祥和的村庄 就化成了一片人间炼狱 数十人痛苦哀嚎 倒在血泊中 这年头 兵不如斐 骑兵冲过 将牛二撞飞数十米 他口喷鲜血 还未站起 骑兵首领的马刀 已经指着他满是泥泥的脸上 牛二盯着他 毫无畏惧 等我们的领主带人回来 有你好受的 哈哈哈哈 骑兵首领 好似听到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 肆意张狂地笑起来 他的皮靴踩着牛二的脸 死死将其按在泥土里 牛二长红了脸 痛苦不堪 骑兵首领嚣张道 既然你们领主大人这么厉害 那我屠杀村民时 他在哪 我侮辱你的时候 你那所谓的领主大人又在哪 只怕他看到 我就尿裤子了 试个窝囊废吧 说吧掩饰不住争鸣之色 笑声中满是暴虐 哦 是吗 一道高大的身影 遮蔽阳光 挡在他面前 目光中的冷意 让人不寒而栗 杀气凛然 牛二眼睛通红 领主大人 请为兄弟们报仇 骑兵首领不屑一顾 倒是挺能装的 可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他忽然发出一声冷哼 嘴巴越长越大 满嘴獠牙显露 鼻孔塌陷 浑身竟是长出黑色毛发 看上去十分恐怖 食尸鬼血统 他用两足直立 身体前倾 看起来就像一只狗 使人心生厌恶 附带特性 吞噬尸体 食尸鬼狂热 蓝色特殊属性 不可复制 吞噬尸体 吞噬周围某个尸体 以缓慢速度 恢复自己的生命值 食尸鬼狂热 提高食尸鬼 25%的攻击速度 提高移动速度 宋白冷冷一笑 手中方天化脊 凝聚变化 泛起一阵色彩 瞬息之间 方天化脊 便已经过变化 凝聚成了龙爪 食尸鬼 发出一声 嘶哑尖锐的嚎叫 森森獠牙显露 腿部用力 猛然扑过去 碰 宋白一把抓住 迎面来的爪子 手中龙爪略 略意用力 卡棒 只听到一声脆响 骨骼破碎骨折声响起 食尸鬼发出一声 痛苦的嚎叫 竟是丝毫动弹不得 获得了 龙之血脉特性的宋白 浑身的体质 力量已经得到 极大的提升 这不是属性面板上的 简单相加 更多的 则是生命层面上的提升 眼前的食尸鬼 根本不能对宋白 造成丝毫伤害 而这 也仅仅是 因为复制了 龙之血脉特性后 他获得的是 出生幼龙的属性 一旦给他足够时间成长 宋白将成为 真正的人形巨龙 到那时候 他真正的实力 将不可估量 而且 身为拥有着 全能者特性的他 也并不仅仅 就只不于龙族血脉 随着不断的复制 他最终可媲美神灵 好 其余二十多个骑兵 看到这样的情形 仰天嚎叫 纷纷化成实尸鬼 向宋白猛然扑来 但还没等他们接近 几十名海盗 已经纷纷迎接上去 举起手中盾牌 严阵以待 杀 眼看实尸鬼接近 黄瓣发出一声命令 本来负责统帅士兵的 是李延年 但他爷爷身死 他正扶着爷爷的尸体 抱头痛哭 他已无力指挥战斗 黄瓣按叹一声 村长在村子里德高望重 他既然去世 不知谁能接替他的位置 就在此时 实尸鬼已经扑了过来 海盗们另行静止 齐齐举起盾牌 挡住从半空中 扑过来的实尸鬼 这些实尸鬼弹 跳力惊人 速度又快 不用盾牌抵挡 很难保证不受伤 普通人类被抓到一下 染上尸毒 不死也得带走半条命 更可怕的 还是染上瘟疫 那妥妥的大范围伤害 但面对这样恐怖的敌人 海盗们丝毫不慌 挡住第一波攻击后 手中武器狠狠超前一挥 带出一片血肉 只是绕着海盗们转圈子 寻找攻击机会 但经历过惨烈战斗的海盗们 实力已经提到了一个层次 丝毫不拒 这群实尸鬼被消灭 只是时间问题 宋白回转 关注战场的眼神 看来他已拥有了一支 忠诚且有章法的军队 下面需要做的 只是提升他们的实力 这支不足百人的军队 也许就是 他走向争霸之路的初步资本 收回思绪 看到脚下 仍在挣扎的实尸鬼首领 宋白腿部 猛然一用力 将他脸部踩得血肉模糊 实尸鬼首领 力声嚎叫 下肢猛然用力 好似要正脱开来 还敢反抗 宋白脸上露出一丝轻蔑 一脚踹出 踩忠实尸鬼首领的腿部 随后稍一用力 巨龙的恐怖巨力猛然爆发 将他腿部的血肉 骨骼 经脉统踩碎 啊 他身体一颤 发出痛苦的哀嚎 眼前的人类竟如此恶多 以这种劣等生物的自私性 不会想到 就在不久之前 他也是这样对待村庄里的村民的 如果不是宋白 及时赶到 这里将成为白骨堆积的人间炼狱 这显然是一只高等级的食尸鬼 他已经拥有了独立思考 以及感受痛苦的能力 在剧痛之下 他原本瀕临破碎的双爪挥舞 但是却相当短小 根本挨不上宋白 看起来十分滑稽可笑 我让你动了吗 手中龙爪一挥 这头食尸鬼的两条胳膊硬生切落 这只食尸鬼首领的眼中 流露出怨毒之意 牙齿崩崩响 恨不得将宋白整个吞吃 锅躁 宋白举起锋利的龙爪 往他满是獠牙的嘴里一掏 随后猛然一抓 几乎三分之二的泛黄牙齿 连同一大堆带着粘液的血肉 被龙爪 从这只食尸鬼的嘴中掏了出来 血液流淌 食尸鬼首领 被冒出的鲜血堵住喉咙 几乎窒息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铁锈味的血腥 让人忍不住 想要呕吐 这时 海盗与食尸鬼们的战斗 已经接近尾声 食尸鬼在硬拼一波 死伤近乎一半的时候 发现根本突不破海盗们的防御 连一个海盗都没杀掉 只是有几个人被抓伤 战斗力相差悬殊 这样的战斗成果 约等于无 见情况不妙 脑子混乱愚钝的食尸鬼们 终于感到的威胁 转头用尽全力逃跑 他们弹跳力很强 速度很快 跟跳虫一样 一蹦一跳 蹦 破空声响起 半空中突然出现 数十个火球 速度极快 这些小火球 虽体型不大 可威力一点也不小 火球爆炸 轰击在逃走的食尸鬼身上 火浪飞舞 纷纷扬扬 空气中 弥漫一股硝烟气息 十几个食尸鬼 当即被砸到在地 身上冒出乌黑的伤口 露出其中的鲜红血肉 已然是不活了 不远处 纵白淡淡收回右手 脸色从容 龙爪用力 扎进眼前这个 宋白走到李延年身边 砰的一下 将怪物扔在地上 拍拍他的肩膀 诞生说道 交给你了 李延年抬起头 眼睛满是血丝 愤怒和仇恨 占据内心 他的内心 蕴含复仇的激流 抓住食尸鬼 一拳一拳的锤击 仿佛要将全部怨气 宣泄出来 宋白痛惜地摇摇头 眼前这个年轻人 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也不知道 能不能重新振作起来 毕竟 他需要的是一个 能把控好情绪的优秀将领 黄瓣放下双锤 拿出账本 身上的盔甲 还染着鲜血 他走到宋白面前 报告这次战斗的收获 有可用盔甲十七副 战马二十三匹 五百八十七枚金币 一千斤的优质粮食 还有不知名肉类五百斤 俘虏有教父四名 一名县令 据村民们说 这人是个贪官 领主大人 杀不杀 旁边 被麻绳捆着的县令 如一头死猪 听到这话 军蟹战马粮食收起来 金币一半作为百姓的抚恤 一半分给战士们 想了想 他又说 县令先留着别杀 我还有用 命令传下去 村民们虽然失去了亲人 但好歹收到了一些抚恤 以后的日子还能过下去 也没那么伤心了 有时候贫穷的人 是没有资格沉浸在 悲痛之中的 因为 生活不允许 海盗们兴高采炼 收到金币 像过年似的 以前做海盗的时候 哪有这么快活 除了偶尔首领高兴的时候 能得到一些赏赐之外 更多时间 都是与敌人拼搏 却毫无收获 就因为如此 他们在当海盗的时候 从来不肯卖力打仗 因为人死了 一切都没了 但现在不同啊 不管死人活人 领主大人都给发金币 而且还相当慷慨 这时候他们 才真正意识到 打仗 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私利 打仗 是给自己打的 通过战争 他们获取财富 争取和平 让自己的日子 过得更好 想到这里 他们看向领主大人的目光 带着崇敬 愈发热解 定 您的部队 资深海盗 七十三 受到激励 战斗力加三 士气加二 获得特性 不愧 不愧 士兵斗志昂扬 作战勇往直前 士气不会轻易跌落 宋白有些意外 没想到 赏赐一些金币 便能收获如此良好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 这支作战经验丰富的职业军队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将成为他的军队主力 果然 撒钱才是王道啊 宋白心内感叹一声 恰在此时 附近的一间民屋里 传来一阵耀眼的光芒 吼 一声怒吼传来 剧烈的能量波动 大地震战 附近的房屋 隐隐摇晃 不少墙体 都有些开裂 这是 一众人等 都有些吃惊 不约而同地 把目光放在宋白身上 自从老村长死后 村里群龙无首 大家自然而然地 将宋白当成了主心骨 但是他们 还是有些恐惧 这个世界 超凡力量众多 残暴种族肆虐 战乱频繁 几乎没有人能保证 在战乱中绝对安全 几十名海盗们 倒是安然自得 有些人 还在打扫完战场之后 把身上的盔甲脱下来 领主大人连龙都能杀 还在乎 区区一小会儿的大地震动 就算是来了什么洪水猛兽 我们也不害怕啊 但村庄里的村民 不知道宋白屠龙的事迹 仍然跑得远远的 脸上面带恐惧 宋白道 是毫不在意 据他了解 虽然不到一刻中 原本颤动的房屋 猛然炸裂 砖瓦似箭 张康从硝烟中走来 村民们揉揉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记得前不久 眼前的张康 还是一个 拖着腿走路的瘸子 而眼前的张康 未免变化太大了 身穿黑色将军铠甲 手持长刀 身材雄伟 气势雄浑 如同晴日娇阳 两眼中 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这还是他吗 然而 他不卑不亢 走到宋白面前 恭敬地跪在地上 谢主公 赐予我张辽心声 张辽无以为报 愿任凭主公驱使 死而后已 张辽 宋白皱起眉眸 心上泛起一丝疑惑 打开他的属性面板一看 张辽的名字赫然在脸 张辽 文远 武力 192 智力 78 统帅 95 影响力 121 特性 指而叶提 此人威震江东 以至于婴儿 听到他的名字 都吓得不敢哭泣 武力正35% 统帅加20 当敌方将领 年龄小于此人时 攻击力负30% 威震逍遥惊 此人凭借800步兵 对抗10万军队 足以天下扬名 武力正50% 统帅正50% 影响力正90% 当敌方军队多于此人时 此人军队获得极大增益 敌方军队越多 增益越大 最大增益32% 800县阵时 此人登峰县阵 士族多效死力 可以训练A级兵种 陷阵死士 最多为800人 这几项特性 对个人实力增幅 相当恐怖 但可惜的是 这些都属于蓝色特殊特性 宋白并不能复制 至于张康 为什么改名张辽 在听完了他的一番陈述后 宋白陷入了沉思 原来 在宋白使用史诗武 将道具后 张康居然发现自己 成为了一个婴儿 在他成年之后 成为了燕门骏的一个小官 后来分别跟随丁元 吕布 曹操等人 四处转战 建立功勋 但他内心 仍然只有一个主攻 宋白 后来在逍遥经 他凭借800将士 战胜十万无军 战斗刚刚结束 他便昏晕过去 然后 他便被传送回此地 但是经历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被人称作张辽张文远 久而久之 也便改不过来了 这 宋白心中泛起波澜 暗自沉思 据张辽汇报的情况 他应该是 经历了历史上 名将张辽的一生 获得了他几乎所有的能力 然后 在他实力到达人生巅峰的时候 被传送回来 他好像经历了一个真实的人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 选择史诗级武将道具的时候 只有忠诚度满100 才能被选择 恐怕 如果忠诚度不足100 被传送回来的时候 这个下属 到底对谁忠心 都不好说了 所幸 张辽回来了 想到这 宋白泛起一丝微笑 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如今 自己身具巨龙之力 获得史诗级名将 何愁霸业不幸 李家村口 烈日当空 宋白骑坐在赤兔马上 脸色沉静 黄瓣举着双锤 骑一匹黑马 再稍后一侧 刘仙令 挂在旁边的一头驴子上 锤头丧气 满脸不安 他双手被捆 非常害怕 从驴子上掉下去 身后 整整30个骑兵速力 像一排堆积的红云 他们阵形严整 如同锋利的尖刀 龙血轻骑 装备落后的战马 盔甲和武器 士气高涨 战斗经验丰富 相当不错的斥候 杰出的袭击者 但防御薄弱 不利于正面作战 这30个骑兵 是宋白利用俘获的战马 组建起来的 士兵权势海盗中的精锐 因为这些士兵 本就身经百战 因此也没有进行过多训练 但钱梁 却实在耗费不手 为了组建这支军队 不但用尽了全部马匹 还把宋白的家底 几乎掏空 张辽上前道 主攻此行 虽然路途不远 却一定要小心谨慎 注意安全 宋白微笑汗手 他这次出行 目的地却是离此地 几十余里的五英县 而被他抓来的刘县令 就是要前往五英县赴任 刘县令 本想在赴任途中 鱼肉百姓赚取钱财 不想却被宋白中途劫走 他更没有想到 自己朝夕相处 忠心护卫自己的骑兵护卫 竟然是一群实施鬼 通敌外族 这在明帝国 可是要处以绞刑的 但前有狼 后有虎 这个不知名的该死的主攻 要知道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县城拥有的强大武力 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五英县方圆两千多里 人口足有十余万 周边村落 镇子更是不计其数 据传闻 曾有一头黑龙攻击县城 口喷龙溪 肆意破坏 结果县城四大强者挺身而出 敖战三天两夜 最终黑龙身受重伤 狼狈而逃 如今这宋白 居然敢大包天 胆敢结实县令 一旦被发现 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到那时候 依照帝国法律 自己估计也是人头不保 想到这 刘先令冷汗沉沉 眸子中流入恐惧 走 宋白沉静片刻 忽然一拍马头 调转方向 朝东方奔腾而去 身后 三十龙血清旗 跟随他们的主攻 肆意奔腾 远远看去 如同翻腾燃烧的火焰 张辽 李延年则留在村里 一来训练精兵 二来掌控周边村落 统合实力 五英县 县衙内堂 几个须发 静白的老人围坐在一起 在这个年纪 本该带着慈祥笑容的他们 眼里却闪烁着阴冷的光芒 本该属于县令办公的县衙 现在却被他们 肆无忌惮地占据着 坐在左边手座的一个老人 身材粗壮 胳膊上戴着大片疤痕 明帝国以左为尊 可见他在此的地位相当高 他见众人沉默不语 手里胡须倒 昨日在郡守身边的密探传来消息 咱们杀县令的举动 已经被察觉了 这次夫人的刘县令 绝不能死 一个秃头老人也发生了 何静兄 你多虑了 大不了给些钱稳住他便是 不杀就不杀 杀人也不赚钱啊 话音未落 右手边的高大老人 森然笑道 当然 他的食食物 不然也是个死 何静道 我们三大家族 何家 原家 曹家 自当同气连之 在五阴县的地位 才能长久 秃头老人略有些疑惑 那张家 高大老人冷笑道 曹宋 你这消息不灵通啊 昨晚我与何大哥 你将他做掉了 曹宋大吃一惊 差点从座椅上弹起来 许久 他摊坐在椅子上 叹息道 毕竟 也是一起 途过黑龙的战友 何静摇摇头 你当他是什么人 先斩后奏 皇权特许 这张家 是朝廷十几年前 派下来的探子 什么 曹宋神色恍然 这十几年 他们暗地里烧杀抢掠 绑架人质 勾结义族 甚至为了利益 还把众多百姓 炼制成僵尸 骷髅 这要是被朝廷知道了 满门抄斩都是轻的 何静皱着眉头 拉起曹宋 曹老爹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胆子 还是这么小 曹宋不说话 双手颤抖 连连叹气 高大老人历声道 曹宋 和故作女儿太爷 商让已然身死 头颅还是我原封 亲自砍下的 怎么 你想给他报仇 说吧 他的脸上 露出一丝狠骂 如果这曹宋 当真有所异养 他不介意 现在就将他袭杀此地 曹宋叹道 事宜至此 我愈何为 只希望两位兄弟 都谨慎险 一旦被抓到把柄 我等死无葬身之地 何静脸上露出微笑 曹帝多虑了 我已派遣几百将尸刀遁守 将张家团团围住 此夜便将灭齐满门 一个不留 到那时 张家所有的兵器 粮草 宝物 尽归我等 我与二位兄弟平分 半个时辰后 曹宋失魂落魄地走出和府 难立不已 儿子曹德慌忙 扶起父亲 询问情况 曹宋暗叹一声 随手扔出一个闭音罩 将此事告诉曹德 这个儿子一向聪明 心有主见 告诉他此事 一是想让他拿个主意 二是排解心中苦闷 曹德听完此事 思索一会儿 说道 父亲 灭了张家满门 咱三大家足够的其一 这是好事啊 曹宋略有些失望地摇摇头 儿子虽然聪明 可还是缺乏经验 不懂这其中的情况 他叹息道 我与那原缝相比 谁与何静更清静显 曹德想了想到 原缝是何静的老部下 说起清静 自然是原缝 曹宋抓起龙头拐杖 面容又衰老了几分 他忧虑道 既然如此 他二人能联合起来 杀张让 为何不能杀我 可那张让是朝廷派来的奸细啊 曹德吃惊道 曹宋无奈笑笑 现今天下大乱 北方有兽人族侵袭 东南沿海 有愚人族蠢蠢欲动 各地反贼不断 一个安插在此地 十几年的奸细 他没有一心 再说了 他张让就干净吗 何静 原缝二人 既然能瞒着我杀张让 为何就不能杀我 曹德听完此言 面色惊恐 嘴里哆哆嗦嗦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可是知道 那张让全家被僵尸围住 尸体已经叠满了大门 那场景 是有多凄惨 曹宋安慰道 好在你兄长 已整顿大军 掌握有数军之地 兵指此地 指日可待 当那时我们害怕什么 事到如今 我们要做的 就是先稳住夫人的流线令 保住曹家 拖延时间 等待咱家祁廉的到来 曹德连连点头 但他此刻 已经是汗流加倍 活儿不知道 飞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凌晨 阳光普照 地平线上 泛起一丝红光 片刻之后 红光越来越粗 向前奔来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好似一阵 奔腾的雷声传来 脚下大地震战 三十余身穿红甲的铁骑奔腾 席卷而来 骑兵最前面 宋白手握方天画戟 身着红色 耀眼的颈袍 面色沉浸如水 身下赤兔马 肆意飞驰 呼噜噜 眼看到了五鹰县城门 宋白轻轻抚摸马头 赤兔马会议 打了个响鼻 停在原地 城门前 一个年轻人 带着一群将士 迎了上去 他脸上 带着不屑的神情 纵马来到宋白等人面前 不知道父亲怎么想的 让我来迎接一个废物县令 他还记得 上一个来到这里的县令 仅仅因为左脚迈进 和府参见组长 便被他乱鞭子打死 何招心里盘算着 这次要是要把 此人挂成墙上晾着 还是先在他脸上撒尿 何招 武力 二十四 智力 二 统帅 七 影响力 四十一 特性 将军血脉 不学无数 吃喝嫖赌 家门不幸 废物 宋白的脸上 闪过一丝轻面 想了想 随手把将军血脉 复制过来 加了八九点五粒属性 算是辽胜于无 何招神情高傲 我乃武阴县 第一家族族常和镜之子 何招誓言 挨着谁是夫人的县令 宋白上前 陈生道 我就是 人群中掀起一阵骚动 谁也不相信 眼前这个 估计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会是朝廷亲任的县令 何招拿出父亲给的画像 打开一看 上面是一个 带着八字胡须的猥琐中年人 这肯定不是宋白 倒是与他旁边那个 骑毛驴的老头 有几分相似 何招顿实脸一黑 大胆 竟敢假冒朝廷官员 你看看这是你吗 说完 把手中画像打开 宋白轻轻一笑 是我 那时候 我还很瘦 何招怒道 找死 这就不是你 他贵为何家敌长子 依仗着父亲的宠爱 一向横行霸道 身边的侍从 护卫 就连教导自己的老师 也得巴结讨好他 就连之前 来此地的几个县令 哪个见到他 不是恭恭敬敬 客客气气的 谁敢当着他 都面对他 可以说 何家公子何招 在五英县 足以毫无忌惮地 干任何事情 他有嚣张的资本 只是宋白微微 一笑 并没有回答 自从获得 龙之血脉的特性后 宋白的血肉之力 愈发浓厚热脸 面对实力一般的凡人 也毫不在意 这种废物 没有交流的必要 见到宋白 这副淡定的神色 何招的心头 莫名一股怒火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 看到我和公子 居然一点 畏惧之色也没有 必须给这个贼子 一点教训 想到这 他阴冷的脸上 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 哪里来的刁民 将士们 将这个贼子拿下 他大声喝倒 身后的士兵 早已经驾轻就熟 打仗他们不熟练 绑人还是挺在行的 谁能料想 宋白身后 闪过一个铁塔般的巨汉 手中双锤挥舞 直接横扫 数十个士兵 士兵们摔倒树米 口喷鲜血 生死不知 此人正是宋白麾下的 猛将皇伴 他立声道 何公子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家主公的身份 不是你能随便谈论的 何昭大惊失色 吓得退后数步 没想到 这个废物县令 还有如此猛将 背后轻信连忙扶住他 低声道 公子莫慌 老爷子实力强悍 龙徒恶龙 何必畏惧 这区区一个猛汉子 对啊 何昭眼前一亮 是自己太慌乱了 竟然没想到这个 我在害怕什么 无音线 可是我何家的地盘 想到这 他神色变得更加巨傲 你丧了什么东西 我何家老爷子 可是徒过巨龙的四街高手 啪 一声脆响 宋白出手如电 骤然挥起马鞭 破空声响起 马鞭甩在何昭脸上 顿时皮开肉绽 何昭肥胖的身躯 前后翻腾 倒在地上 满脸鲜血和泥土 你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他捂着脸上的伤口 不可思议到 黄瓣装模作样 伸出手掌 假装也要上前打一下 何昭瞬间如惊弓之鸟 猛然窜起 刚才那一鞭子的痛苦 他绝不想太承受了 这些是什么人 怎么不守规矩啊 他心中哭喊着 此时的他 右脸高高肿胀 泛起一片血红 话音未落 他感到气血翻涌 一股热流 涌入喉头 扑斥一声 大口鲜血连带着一些 内脏碎片 从他口中喷出 疯子 你这个疯子 知不知道我是谁 连我也敢打 何昭一边吐血 一边惊恐地看着宋白 一时情绪崩溃 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真是废物 有事让你老子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宋白不屑地扔下马鞭子 这一掌宋白 仅用了不到一分力 但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也不是凡人能抵抗的 周围一片寂静 五音线的将士们 握着武器的手微微颤抖 这是什么牛人 何公子都说自己的父亲 是四阶高手了 此人还敢置若罔闻 将其打成重伤 他是无知者无畏 还是根本不懂 四阶强者的恐怖 宋白听到这句话以后 确实有些诧异 龙之血脉给这特性 不仅仅让宋白 获得了强大的战斗力 也让他了解了许多 关于此世界的武力体系 除了宋白之外 旁人并不能看到 角色属性面板 强者们便根据汽血之力 神魂之力的强度 将武力等阶分 为九个等阶 一般战斗力 较为强大的战士 经历过战场厮杀 但没有修行的法门 至多也只是一阶 武力直巅峰 相当于武力 直属性点五十 这也是凡人 能达到的极限 而当浑身气血浓厚 凝聚成气 便是得到了修行的法门 有天赋者 经过努力苦修 能达到二阶水准 有天赋者凝气成液 将浑身的气血之力 浓缩成液体 一身筋骨凝炼 普通刀枪 不能轻易伤害 便是达到了 三阶战士的水平 这样的人 已经是凤毛麟角 是百万人 才能出现一个的天纵之才 也是一些大势力的中坚力量 拥有龙之血脉特性的宋白 实力也处在三阶巅峰 至于何昭所说的四级高手 宋白却是有些怀疑 要知道 这样实力的高手 当一个县令绰绰有余 怎么可能窝居于此地 与普通县令争权夺利 想不明白 也就不去想了 宋白对此 丝毫不敢的畏惧 龙之血脉 带来的强大战斗力 远超常人的想象 他的皮肤 已与龙皮般坚韧 滚烫的龙血 蕴含着无可匹敌的力量 眼睛似有火焰熊熊燃烧 光芒炽热明亮 可以说 他就是一头人形暴龙 即使是面对四阶高手 他也能凭借 仅仅三阶巅峰的实力 与之憨战一场 看着眼前 惊恐的普通氏族 宋白忽然没了兴趣 一堆蝼蚁而已 随手可灭 拍拍马头 赤兔马打的响鼻 四体用力 以绝快的速度 跃入城门 身后 三十个龙血青旗 相随 如同一团熊熊烈火 原地只留下 百余普通士兵 呆呆地看着 一个轻性反应迅速 立马去扶起何昭公子 这时候 正是拍马屁的好时机啊 哪只何昭此时 满面鲜血 面若癫狂 怒火一时无处发现 看到这个轻性 对着满脸笑容 一时恼怒异常 当即拔出长剑 刺了过去 啊 轻性一声惨叫 看着何昭的剑 直接插入他的体内 他不明白 只是为了拍个马屁 怎么落了一个 生死的下场 贼子 我要你死无全尸 半空中 传来他的怒吼 久久回荡 五音线 最有威势的府邸 竹林掩映 雕楼耸笔 何静站在 威然毅力的高塔上 气势如山 风吹在他的衣袍上 烈烈作响 他眼看着宋白 将他的儿子 打成重伤 却脸色平静 没有丝毫恼怒的意思 袁家族掌 袁冯大大咧咧道 大哥 那个小子 把你儿子打成死狗 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何静手中黑气弥漫 随手一挥 将袁冯击倒在地 袁冯自知失言 但还是故作嘴硬 何老大 你敢杀我 何静没理他 袁冯虽然让他极度厌恶 但现在还有一件大事 需要利用他 他只是冷冷到 不成器的儿子 让他吃些亏也好 倒是这小子 我要让他付出 惨烈的代价 既然他这么嚣张 我就要 让他清楚一个道理 有实力 才有嚣张的资本 我和静一生 杀死无数高手 从不怕所谓的天才 因为那些无知无畏的天才 最后都成为了 我向上攀爬的垫脚石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流露出浓烈的自信 眼中杀意弥漫 但在一旁恭敬低头的 曹家族长曹松 却敏锐发现 何静的左手紧握成拳 仿佛有些紧张 他忽然想清楚了 即使是自称无敌的何静 在面对那个 满是锐气的年轻人时 也不是很有底气 五音县中心 县令府衙 宋白坐在县大堂主作 方天画几画作宝剑 握在手中 红色容装在身 眼眸中不时闪过火焰 十分英武 黄瓣嘖嘖赞叹 主公一带添娇 雄姿应发 真不愧是美男子 宋白微微一笑 并不答话 没想到这黄瓣 虽然长相粗广 平时大大咧咧 却是粗中有戏 说话中听 原本该坐在主作的 刘县令 此刻却蜷缩 在一旁的右座上 宋白眼神 微微一扫 刘县令像触电一般 低下头 不敢说一句话 这个少年表面 人畜无害 可刘县令 却清楚记得 他杀石石鬼的时候 是多么残忍 那血腥的场面 让他一想起来 便忍不住呕吐 也因此 他面对宋白时 越发恐惧 根本不敢与之对视 难想到 宋白却先开了口 语气温和道 刘县令 咱们这一路颠簸 还未请教你的大名 刘县令声音颤抖 不敢当不敢当 笔人 刘县德 刘县德 宋白深深看他一眼 这名字起得真好啊 刘县德 属下在 刘县德慌忙站起身子 听从命令 我命你重整明渊谷 百姓若有冤情 即可承报 宋白立声道 什么 刘县德抬起头 脸上满是震惊 明渊谷已经一百多年 没人用过了 这个年轻人 想干什么 你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宋白怒道 可是 主公 刘县德还有话想说 再敢多言 斩你狗头 宋白声音不大 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威势 要想完全掌控五音线 凭借区区三十人的 龙血清奇 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赢得明星 自古得明星者得天下 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 才能彻底消灭 和静的势力 刘县德慌忙跑出县衙 将废弃已久的明渊谷推起来 上面长满藤蔓荆 古面清白 精心图治的人鱼油脂 已然消去 显露出岁月的沧桑 宋白坐在县令的座位上 威风凛凛 一脸正气 黄瓣 刘县德左右势力 竟等有人来 敲击明渊谷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转眼间时间流逝 黄瓣忍不住道 主公 今天是没人敲明渊谷了 咱还是回去歇息吧 他性子急躁 让他上战场拼杀 绝无二话 可在这里等着 肖魔锐气 他却感觉浑身难受 坐立不安 刘继德 则根本不相信 会有人来击鼓 据他所知 这一百多年 凡是敢敲击明渊谷的老百姓 不是被收监大牢 就是被活活打死 真正得以平渊昭雪的人 屈指可数 许久过后 也就没人自找麻烦 宋白复制了龙之血脉 得到了龙族千年来的所见所闻 对于此事 怎么能不知晓 但他面容沉静 丝毫不为所动 黄瓣看到这场面 咬咬牙 继续在一旁势力 哎 自己选的主公 干什么事 都要紧随其后 四个时辰 五个时辰 转眼间暮色阴沉 太阳落下 眼看夜晚来临 黄瓣眼色微眯 几乎就要睡去 这时候 一阵震撼人心的剧烈鼓声响起 咚 咚 咚 三人猛然站起 明渊谷响起 必有冤情 宋白大声喝道 不多时 黄瓣带着一丝苦笑 将一个小姑娘带了过来 这个小姑娘 大约只有七八岁 身穿有些破旧的鹅黄色小裙子 大眼睛 忽闪灵动 粉雕玉器 看上去十分可爱 他左看看 一个满脸落腮糊的胖叔叔 又看看 是一个带八字糊的猥琐爷爷 不由得皱起眉头 嘿嘿 这位小姑娘 你有何冤缺 小姑娘看到面前的宋白 眼睛一亮 他连忙扑上去 黄瓣想抓住他 却被他轻松躲过 随即搂着宋白的脖子摇晃 紧抓住不松手 哥哥 有个大坏蛋欺负我妈妈 你可要帮柔柔呀 呜呜 说着说着 这个叫柔柔的小姑娘 居然哭了起来 宋白脸色一明 将柔柔放下了来安慰 并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柔柔的父亲 是五阴县的一员五江 因为看不惯僵尸吃人的惨案发生 愤身而出 将妖物铲除 不料 这其实是何家族长和靖眷养的妖物 此人的所作所为 惹怒了何靖 随即将他暗中陷害致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也无人敢为妻讨个公道 柔柔只好和母亲相依为命 勉强生存 日子过得十分贫苦 但没想到 三大家族中的何家公子何昭 却垂涎于柔柔母亲的美貌 多次派人骚扰 这次更是亲自带着几个兵士 想将他彻底抓走 那位自己的小妾 小姑娘想起今天早上 买糖葫芦的时候 县衙有个明渊谷 她虽然年纪又小 却很有见识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因此 她趁着夜色逃离家中 一边哭 一边跑到县衙 用尽全力敲响明渊谷 她已经不知道 谁能帮助她就妈妈了 只能寄希望于此地 索性眼前 这个大哥个十分温和 看上去就十分可靠 想到这 她擦干泪水 又把小小的脑袋 埋进宋白温暖的怀抱里 这何家好生可恶 我黄瓣 一定要让他们血债泄偿 黄瓣 脸色战红 怒吼道 不能杀人啊 何靖客 是能屠龙的四街强者 刘细德虽然也被这件事情的怒气上冲 但她保持了一些理智 宋白一声不吭 抱起小姑娘 须于胯座上赤兔马 赌徒 你这是拿命再赌 刘细德在后面追着喊 气急败坏 这就算赌了 何靖算什么东西 十招之内 我将她打成肉泥 宋白轻轻一笑 刘细德呆愣愣看着她 满脸不可思议 她怎么有勇气 去四街强者对战 嫌自己活得太长吗 背后三十个龙穴青旗 早已穿好盔甲 手持弓箭割毛 整装待发 路见不平 岂能袖手旁观 各位 恶贼死期 就在今日 随我杀 她大声怒吼 杀恶贼 杀恶贼 龙穴青旗 齐声呐喊 他们不懂太多道理 但谁敢阻拦主公 前进的脚步 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五音线 某处明居 何昭硬拉起一个妇人 眼神中流露出贪婪 这妇人肌肤白皙 玉骨兵姬 穿一身绿色的衣裳 此刻 却是满脸慕容 她奋力挣脱了 何昭的拉扯 怒声道 何公子 你不要太过分了 嘿嘿 你丈夫生前 借了我们 何家五千两银子 约好半年后归还 今天已经逾七十天了 我们只是今日 过来讨债而已 你若还不上 就来我家府邸 侍奉我还债 何昭的异地 嘴角上翘 嘴巴夸张地咧开 口水横流 她已经在想象 自己今天晚上 会是如何享受 胡说 我丈夫一生清廉 既不赌博 又不饮酒 如何会欠下 五千两银子 妇人满面怒容 何斥道 她心里很清楚 所谓的债务 只是眼前 这个合照的一种手段 无非是想要她屈服而已 大不了 一死而已 好在女儿 已经趁乱逃走 可怜她年纪这样小 以后可怎么生存 想到这 她感到心里一阵 无助和凄凉 吵闹声 吸引了周围的邻居 窗户打开 但很快 又被关上了 谁敢多管闲事 明天就杀你全家 仆仪们叫嚣着 莫人敢站出来 成奸除恶 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 自身难保 夫人 你怕 不是在想自己的女儿 身在何处吧 不用紧张 我已经派人 去保护她了 你最好乖乖配合我 否则 你女儿只会比你的下场 更凄惨 林昭的一道 她已经不知道 做了多少 桑尽天良的事情 早已经摸清了套路 不知有多少良家妇女 就这样屈从于她的身下 你 你好卑鄙 长刀 抵挡在身前 然而 宋白的攻击 如潮水般涌来 方天化己挥舞成风 朝朝不离曹德要害 曹德咬牙抵挡 但虎口已然裂开 露出血迹 他脸色大变 不明白眼前 这个俊美的年轻人 怎么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简直 像一头人形巨龙 哄 三招过后 曹德再也坚持不住 他口喷鲜血 倒在地上 宋白冷冷看他一眼 不屑道 叫你父亲来受死 还差不多 随后手掌一挥 后面的龙血骑兵会议 举起手中武器 呼啸穿过 黄霸残忍的甜甜嘴角 手中锯锤挥舞 数个仆役被锤翻在地 生死不知 一场屠杀开始了 别看 宋白轻柔地 遮住了小女孩的眼睛 三拾的龙血轻骑 挥舞着手中雪白的利刃 战马肆意奔驰 如利剑般冲向那些仆役 普通仆人 三拾七 攻击力弱 无护甲 士气低落 战斗经验略等于无 对抗骑兵时 士气三 这些和服的仆役们 平日横行霸道 欺压老百姓绝不手软 结果遇到了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惨叫声响起 有些仆役试图抵抗 但他们手中脆弱的布甲 根本无力抵挡骑兵的蹂躏 饿了 一个仆役惨嚎一声 捂着脖梗 痛苦地倒下 大量鲜红的鲜血 从他脖梗中流出 他双手握住 试图不让鲜血流出 但很明显 这只是屠楼 龙血清旗 虽然不是一正面作战 但面对这些毫无护甲的普通仆人 却拥有绝对的优势 有些仆役见识不妙 连忙向后逃跑 看到跑在后面的同伴 有些人还奋起一脚 将他们踢倒在地 给自己争取逃跑时间 可这全是屠楼 本就擅长侦察和追击的龙血清旗 最擅长这种追击战 因此 无论仆役如何竭力逃跑 后果都只有一个 将下仆役的尸体 躺在满是鲜血的地上 他们双眼圆睁 似乎死不明目 然而 附近透过门缝偷偷观察的百姓们 却都在暗自欣喜 杀得好啊 这些平时欺压百姓的恶霸 不知道受到多少百姓的嫉恨 大家恨不得吞其血 是其肉 涉于河家的威风 许多人不敢大声叫好 却都在紧锁的屋子里 暗叫一声痛快 马皮踩他的烟尘散去 龙血清旗重整队伍 无意伤亡 原地留下数十具尸体 冰冷的地面 慢慢流出血水 回成血泊 何家公子何昭躺在地上 生死不知 曹家公子曹德口喷鲜血 倒在地上无力反抗 宋白刚来五音线 便施展雷霆手段 重伤两大恶霸 还献成一个朗朗乾坤 城里的平民大仇得报 胸中愤懑之气渐渐散去 转变为对宋白的感激 沉渊的血 也有很多名眼人叹口气 心想这少年狼 虽然胸有锐气 拔刀相助 但遇到强大的四阶强者何静 那也是必死无疑 可惜了 本来五音线 也能迎来一片光明 宋白看着眼前熟睡的小姑娘 抱着她递给妇人 爱怜道 别让她看到这一片血腥 事事本来艰难 就不要再污染她的眼睛了 没想到小姑娘在熟睡时 竟然无意识抓住她的肩膀 喃喃道 爸爸爸爸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尴尬 美妇人不自然地笑笑 结果小姑娘 叹道 她父亲已经死去数年 孩子有时候对陌生人都感到很防备 您是第一个让她这么亲近的人 走到近处 宋白才发现 眼前这个妇人身姿窑窍 肌肤盛血 身穿绿色长裙 看上去十分迷人 美妇人见她呆呆地看着自己 也有些不好意思 脖梗都有些羞红 她扭捏不安道 贱切普柳之姿 将军若不嫌弃 她深知自己一介若女子 在这乱世 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眼前这个英俊的少年 救了自己的女儿 还保护自己免遭欺辱 她若是看上自己 便是为她做一个小妾 又何妨 宋白下意识拒绝 不了 但还没等她说完 便忽然发现 眼前的富人泪眼惊盈 对于这个上算保守的世界来说 被男人拒绝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想起人在昏迷中 正在村庄中养伤的羊蛋 和黑龙公主 宋白不禁感到一阵头痛 自己这是称霸天下呢 怎么带了一堆弱女子 宋白有些心软 你母子俩这次被何家欺辱 那就麻烦将军了 美妇人脸色羞红 在她看来 宋白已经默认了 二人之间的关系 心中悬着的心 也在此刻彻底放下 她母女二人 总算有了依靠 想走 哼 走得了吗 一股阴冷的气息传来 三个面带阴逸的老头 从暗处走来 渐渐占据众人的视野 正是五阴县三大家族的组长 何靖 袁冯与曹松 他们的背后 隐隐传来一阵吼叫 片刻之后 一支特殊的军队 从黑暗中奔涌而出 如潮水般将宋白等人包围起来 刘契德瞪大眼睛 嘴角哆嗦 何靖 你们 你们胆敢谋反 原来这支军队 是由恐怖的骷髅和僵尸组成的 整个军队里没有一个活人 按照明帝国法律 暗中炼制死灵 与谋反同罪 那可是要诸九族的 胆大包天 刘契德被这种行为彻底震惊了 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何靖冷笑道 那又如何 我何靖 就是这五阴线的绝对掌控者 我在此地 连皇帝也管不着 谁敢说个不字 将这对母女留下 否则 他没有说话 浑身黑色能量涌出 将他全身包裹 显得阴邪无比 何靖 武力 278 智力 129 统帅 79 影响力 311 特性 血月鬼书 此人掌握强大的黑暗召唤之术 对亡灵法师的能力 拥有相当精深的研究 此特性为物品 无法复制 焚月之血 此人的血统中 蕴含上古大能的一丝微能 吞天焚月 易如反掌 阴险狡诈 两面三刀 上古大能血统 宋白眼前一亮 手中方天化己 变化成利爪 飞快冲上去 四周的狂风凌厉 隐约近似 有火龙咆哮 烈焰焚烧 好胆子 何靖还没动手 原家家主元冯 早已迎接上去 手中握着一柄 碗口大小的黑色法杖 同样一股邪恶的黑光营绕 原冯 武力 197 智力 74 统帅 61 影响力 124 特性 黑骨魔杖 此人将数个强者的头骨 铸造成法器 桑尽天良 却也让接触他的敌人胆寒 此特性为物品 无法复制 无见黑法 此人的法术 威力强大 以至于融入到了近战中 复制可能引起个人理智的缺失 宋白眉头一皱 没有复制这个特性 必大于力 见到原冯主动出手 何靖站在原地冷冷看着 没有丝毫动手的想法 很明显 他也想试探一下 这少年的真正实力 原冯这一击 没有丝毫留守 此人虽然年纪老迈 下手却相当狠毒 为所欲为 毫不顾忌 也因此 在他手下死去的高手 不计其数 见到这样猛烈的攻势 富人脸色惊恐 生怕眼前的少年狼 一个疏忽 便就此惨死于当场 他轻抚正在熟睡的小女孩 暗想 如果他难以抵挡 也只能使出那一招了 刘细德却是连连长叹 在他看来 宋白战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然而 眼前反映出来的场景 却让他简直不敢相信 在原冯这一法杖的攻击之下 宋白并没有丝毫闪躲的意思 他的脸上 反而露出兴奋的神情 手中立爪举起 仿佛跃跃欲试 这一反应 让原冯有些错愕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 竟然如此大胆 他难道没有一点恐惧之情吗 紧接着 原冯衰老的脸上 便流露出凶狠的杀气 面对我的权力一击 竟敢如此拖打 找死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他的黑杖 眼看就要 劈到宋白身躯上的时候 后者随意挥手抵挡 只区区一瞬间 宋白的整个右手 便幻化成一条满是灵片的巨大龙爪 与手中武器融为一体 看上去十分威风 龙爪 周围的人吃了一惊 何静猛然站起 身体颤抖不已 此子竟然身怀龙族血脉 原冯也是大惊失色 手中的黑杖 下意识想要躲开 但宋白动作凌厉 哪能容他说走就走 砰 坚硬无比的黑杖 击打在宋白变形的龙臂上 他只感到微微疼痛 却没有太大的感觉 反观原冯 虽然袭击得手 但尖力的龙爪 已深深抓入他的左臂 啊 龙爪狠狠一捏 随着一声破步式的撕拉声 原冯大声痛呼 他左臂几乎全部的皮肤都被抓烂 已经是血淋淋的一片 并且由于龙爪的锋利 隐隐伤及到内在筋肉 一时之间 左臂竟是丝毫不能动的 好强大的攻击链 如此恐怖的防御链 在对面看着这一场战斗的合径 流露出阴毒的目光 宋白的攻击虽然凌厉 不过还能让人接受 让人吃惊的是他的防御力 要知道 原冯可是三阶巅峰强者 面对他的攻击 宋白却能毫发无损地抵挡下来 这说明 他的防御力 已经到达了一个极度恐怖的层次 堪比四阶强者 但他本身的实力 也只是三阶巅峰 三阶与四阶的实力相比 可谓是天地之格 而且 宋白今年不过二十岁 未来潜力深不可测 谁也不知道 他以后的实力 能发展到哪一步 必须杀他 合径脸色阴沉 脸上的表情愈发凶狠 这时候 战场上又再次产生变化 宋白攻势凌厉 原冯手中的黑杖挥舞严密 但还是渐渐乏力 难以抵挡着恐怖的攻击 在不断的战斗下 原冯脸色逐渐变得凶狠 吼 他大吼一声 浑身血脉肌流膨胀 根本不顾宋白的连连攻击 仿佛毫无痛觉 他浑身的血肉之力激荡 浑身骨骼嘎嘣作响 猛然向上生长 原本满是皱纹的皮肤迅速 长出黑色的长毛 脸部颧骨突出 獠牙显露 一股强大的实力气息 从身体里喷涌而来 四周满是激荡的风流 而在他的身后 黑气弥漫 渐渐凝聚成一个 带着凶恶面孔的黑色猿猴 虚影 呲牙咧嘴 就在这短短瞬息间 他竟然从一个人类老者 变化成一头老猿猴 原冯 武力 154 智力 74 统帅 61 影响力 124 特性 黑猿血统 圆银鬼棍 复制 圆银鬼棍 这个特性属于一种技能类的棍法 能提高宋白 对这类武器的深入理解 自然是多多一善 而黑猿血统 太过低端污秽 一般都是原族中 下等种族所拥有的 宋白根本看不上眼 也就没有复制 原冯这一变化 使在场的人都惊恶起来 谁也没想到 居然出现了这种转折 原族 曹家族长曹松 大吃一惊 他与这原冯相处十几年 明争暗斗的次数 不知有多少 可从没想到 他竟然是原族 要知道 一般的兽类 都要经过开化 才能启发智力 获取修炼之法 渐渐成为兽人强者 但这原侯一族 出生起便有强大的实力 其聪明才智 丝毫不弱于人族 族群力量极为强大 然而他们地处荒凉 屡次想要侵略帝国边境 妄图获得生存之地 也因此引得战乱频发 明帝国规定 遇到原侯一族 杀无赦 没想到这原缝 居然能伪装成人类 躲在人类帝国内部 掌权十几年 宋白微微皱眉 他早知道帝国内乱 内部腐朽不堪 可没想到 居然乱成了这个地步 连怀有叛乱之心的一族 都成为了帝国的豪强 国将布国 宋白暗叹一声 帝国将崩 群雄并起 固然是趁机发展势力的好机会 但可惜的是 不知将有多少生灵 为之付出生命 铲除妖念 早日统一天下 让平民百姓得到安宁 逼迫献出隐藏了十几年的真身 你 该死 听到原缝这句怒吼 宋白刚要深找防御 接下来 眼眶微微一缩 漫天耀眼的障影 已经静在眼前 这不是障法 而是原缝借着这根黑障 使出了原侯一族最擅长的棍法 在这密集的棍影之中 一股强大的力量凝聚在棍间上 带出重重进风 就连原缝本人 也由于使出的力量太大 银银有些控制不住 胳膊都在微微颤抖 好一招凌厉的棍法 众人都有些惊惧 不识人性的马匹 也在不安地打着响鼻 发出不安的嘶叫 面对这一招攻击 宋白微微眯起眼睛 手中凝聚的神气一再变化 在他的操控下 杀意渐渐凝聚 他面容有些许的凝重 在原缝变身之后 其属性面板上的攻击力 陡然上升近一百点 可见其战斗力提高到了何等层次 宋白的眼睛 紧紧盯着飞跃而来的身影 棍影密集 根本分不清虚实 他的战斗方式 一向是以力破巧 根本不能像小说中的主角一样 看清其中最关键的一击 但是 他也根本不需要 宋白右手力量凝聚 原本变化着的右手臂 陡然凝聚成龙爪 不躲不避 直直抓了上去 此时无数棍影 已经击打在他身上 只听到数声闷响 黑仗发出崩崩的闷响声 显然宋白凭借肉身 接住了全部的棍机 周围众人经不住紧张起来 神色有些不安 原缝也露出一丝笑容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拖大 竟直接硬扛下自己的权力攻击 要知道 这 原影鬼棍 乃是地级下品棍法 一旦施展开来 一击快四一击 一击强过一击 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而承受了全部攻击的敌人 不但要受到累积的伤害 更是要承受暗尽的损伤 若不是他要作为原族的重要棋子 在人类帝国潜伏数十年 原族也不会将这样珍贵的棍法赐予他 然而 潮水般的棍法过后 漫天棍影中 一只利爪冲破阻碍 直接抓住了他的脖子 嗨嗨 原缝恐怖的原猴脸张得通红 眼睛死死瞪着前方 被扼住喉咙 一时间有些脱力 气喘越来越剧烈 眼前的一切都渐渐模糊 他不由自主丢下黑杖 双手攀附抓住喉咙的龙爪 试图掰开 但也只是屠楼 这一切都只在瞬息间 战况变化竟然如此迅速 还以为原猴一族有多么强大 没想到也不过如此 出场不到片刻 便被扼住喉咙 真是徒有虚名 众人暗暗想到 但只有少数高手 如何进 曹松等人 才能看出来真正的情况 不是原封太弱 而是对手太强 原猴一族 本就擅长辗轮腾挪 以堪比追风逐电的速度碾压对手 但这种特性 在宋白面前毫无优势可言 一力破万法 拥有 龙之血脉特性的宋白 不过一百余金的身躯 却蕴含着数十吨的聚龙之力 着实不是拥有原族低端血统的原猴 可以立敌的 小子撒手 眼看着正在咆哮的原猴 身躯慢慢下沉 头颈逐渐僵硬 合径暗道一声不好 照这个趋势下去 原猴很可能被这小子捏死 他当即大吼一声 眼中嗜血之色显露 在月光的照耀下 渐渐变得残忍 猙獰 焚月之血 好机会 宋白眼前一亮 龙爪用力缩起 猛一用力 不顾原缝的拼命挣扎 直接将他的喉咙捏爆 尸体瘫软倒下 惊疑不定 这股力量 让他更加确定 此子与龙族脱不了干系 难道这些平时只顾内斗的龙族 现在也将势力探入人类帝国 妄图瓜分一部分利益 还没等他深入思索 一股更加蛮横的力量 便冲击过来 让他抵挡都有些狼狈 小子狂妄 合金侧脸上露出树道划痕 很明显是被宋白的龙爪留下的 你残害百姓 勾结原足 我定要将你铲除 还五音一个朗朗乾坤 宋白怒道 这是他故意大声吼出的 目的就是吸引平民的注意 为他彻底掌握五音线埋下伏笔 果然 民居中传来几声热烈的回应 看到宋白拥有如此强横的实力 这些平日里被欺压的平民 也开始呐喊诸威 对他表示支持 哼 无知 你只看到 我欺压百姓 可曾想到 没有我的存在 这五音线 可能早已毁灭 沦为怪物的巢穴 合金眼神陡然很厉 邻居内 众多平民面面相去 一时间竟然有些茫然 合家平时里欺压百姓 残害忠良 是事实 可在灾难频发的帝国内 诸多怪物 凶兽相继攻城 也是合府的势力出来 将其铲除 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样说来 合府势力 似乎也不错 强词狡辩 合金 你这四阶强者的脸皮 也是真够厚实的 我虽不知道往日情形 可在此刻 双眼却还是明亮的 如果我猜测不错 你那些僵尸骷髅 恐怕都是用 五音线平民的姓名 炼制而成的吧 宋白神色灵灵 当即戳穿了他的谎言 什么 真有此事 快看那群僵尸 最前列的 可不是王家的铁牛吗 难怪十几年来 不断有南丁失踪 还以为是妖孽所为 没想到下毒手的 居然是合府 要大胆的平民 随即尖叫道 何静不懈道 这一群贱民 和牛羊有什么区别 我保护他们 给予他们安全 被我挑选几人 炼制成僵尸 不是他们的荣幸吗 平民们的心慢慢沉下 沉到谷底 本来生活已经足够艰难 平日里被欺压 苟且活着也就罢了 但没想到 连这最后一点希望 也被何静才灭火星子 活生生的人类 被残忍屠杀 尸体被做成怪物 死后都不得安宁 青天何在 天理何在 难道我们只能勇士沉沦 做恶魔们的牛羊 任由宰割 一股绝望的气息 在平民之间蔓延 唯一的盼望没了 人们失去了 往日眼中的色彩 时机已至 明星可用 宋白冷冷到 七千年前 人族为反抗 受人族残暴统治 无数英雄接单而起 将受人驱逐到北方荒漠 只为了平民百姓的 安居乐业 你这等误会小人 败坏人族百年基业 我岂能容你 诸位 老贼死期 就在今日 杀 宋白放手一挥 大声怒吼 老贼死期 就在今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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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龙血骑兵 骑声怒吼 响彻树立 令人热血沸腾 冲啊 黄瓣举起双锤 领队率先冲锋 两军相逢 勇者胜 对面是一千余数量的 僵尸和骷髅 罗海洋般望不到尽头 但龙血轻骑 丝毫不畏惧 勇敢冲锋 绝不回头 虽千万人无往矣 龙血轻骑 很快冲破最前面的僵尸群 锋利长刀挥舞 雪白的刀身耀眼 轻易将一个个僵尸的头颅砍断 带出一片恶心的红白之物 集合 黄瓣掉转马头 骑兵毫无犹豫跟随而去 留下数十个被砍断头颅的僵尸 龙血轻骑集合 只剩下二十八骑 但这二十八骑 一个个面容刚毅 丝毫看不出恐惧 老贼死期 就在今日 杀 杀 又是一阵勇猛的冲锋 两匹战马 被僵尸手中袖技斑斑的战刀砍死 两个龙血轻骑摔落在地 随即举起身上武器 砍杀周围的怪物 直到历劫生死 杀 战友的生死 也无法让他们动容 他们体内流淌着沸腾的鲜血 即使下一个牺牲的就是自己 也绝不犹豫 主公所指 即使无知战刀所向 杀 这次的怒吼 却不是来自龙血轻骑 而是来自周围密集的名具 无数平民如潮水般涌出 他们或手持锄头 铁叉 或手持木棍长梁 他们武器不一 面目不同 但相同的是 他们的目光中 都流露出仇恨的目光 一群最朴实 最勤劳的人们 如今却为了抗争暴力 而聚集起来 杀 杀 杀 他们怒吼着 扑向这些可怖的僵尸群 骷髅群 龙血骑兵 冲锋 二十多名龙血轻骑 如同一道艳丽的红线 死死缠绕 这支邪恶的军队将其分割 消灭 一边是人少却精锐的龙血骑兵 一边是孱弱却毫无畏惧的无数平民 在他们的夹击下 怪物群被渐渐蚕食 合进双眼通红 他精心组织的怪物军团 竟然被如此轻易地消灭掉 正因为他最厌恶那些 拥有七情六欲的人类 所以精心炼制出了 一千余数量的骷髅和僵尸 而如今 这支怪物军团 却被二十多个骑兵带领下的乌合之众 杀了的金光 他不能接受 卑贱的人类 究竟哪里来的勇气 曹松 还不住我杀死这小子 他大吼一声 一直在为出手的曹松 终于有了动静 他之前一直在犹豫 而如今合进的怒吼让他知道 自己必须要做出选择 合进凶 我曹松来了 他终于抬起头来 经过一阵权衡 还是决定帮助合进 合进是四阶强者 而眼前这臭小子 仅仅三阶巅峰 论实力 二人联手 这小子肯定不是对手 另一方面 自己平日的手段也不干净 这让他始终不敢支持自己的内心 他在害怕 他在恐惧 他不敢想象 如果合进倒台 没有二人联手 接下来那些愤怒的平民 会怎样对付自己 杀 只有杀死眼前这个小子 才能保全性命 手中常见紧握 浑身源源不绝地静力涌动 点点寒气凝聚 周围气温瞬间下降 如同寒冬来临 曹松 武力189 智力94 统帅81 影响力176 特性 平阳血统 此人先祖身受百余创伤 仍奋不顾身 防御力正50% 武力正30% 因兵剑破 此人经过明师指点 领悟了寒冰与长剑相互配合的法门 武力正15% 攻击力正20% 使用长剑时武力值额外正20% 一直暗自隐忍的他 其真实实力 远比露出原族真身的原缝更加强大 下一刹那 合进曹松二人同时抱起 凝聚全身血肉之力 奋起全力一击 砰 一声闷响 二人的攻击将宋白死死砸在地上 尽力冲破他的身体 将他击飞数十米 被冲击的土地上 显露出极深的沟壑 带着点点洒落的鲜血 主公 黄霸惊呼一声 想要上去救援 无奈将尸群围上来 根本脱不开身 活下来啊 可千万不要死在这里 美妇人抱着小姑娘 眼角泪水肆意横流 自己却浑然不觉 但宋白仍然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如被丢弃的破布娃娃一般 身体早已残破不堪 很好 两条老狗 你们很有实力 他撇开带血的嘴角 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站起的身影 浑身沾满泥土 脱力的双手流出鲜血 颤抖不止 狼狈不堪 但他却在狂笑 合进 曹宗两人惊疑不定 此子明明不能立敌 怎么还如此座态 难道 他疯了不成 两人对视眼 很有默契地举起手中武器 恶狠狠捅入他的体内 鲜血流了满地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 在他们的身后 一轮幽月正在缓缓升起 这轮幽月升入天空 隐约带着赤红色的光运 远远看去 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 焚月之血 复制成功 背后幽月缓缓旋转 随后速度加快 渐渐看不清其中形状 这时候 两人才注意到背后的异样 这是 焚月之血 老河 你想要干什么 曹宗忽然警惕起来 他认出 这是何静的绝招 此人在战斗关键时刻 突然在后面凝聚一轮优越 不会是 想要暗算我吧 何静气急败坏道 废话少说 那根本不是我凝聚出来的 不是 曹宗疑惑地看他一眼 发现他表情不像作为 那是 他忽然发现 原本身受重伤 早应该奄奄一息的宋白 再一次微笑起来 不好 两人大惊失色 在这个时候 即使反应再迟缓 他们也感觉到情况不对 就在他们想拔出武器 向后撤退的时候 却发现 手中武器 难以拔动分毫 晚了 宋白露出八颗牙齿 一个很标准的微笑显露 但这轻轻的微笑 在何静曹松两人眼中 却是如此恐怖 因为即使是家族组长的身份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内心也会产生大恐惧 宋白身体的伤口迅速愈合 而后点点龙铃迅速生长 包裹着裸露的皮肤 一条数十米的火龙迅速出现 被熊熊烈火覆盖着 发出一声响彻天地的咆哮 还没合进曹松二人反应过来 一双带有火焰的龙爪猛然出现 瞬息之间抓住二人的脖梗 让他们挣脱不得 背后优越旋转愉快 红光暗涌 一股无形的狂暴能量 在其中翻滚吞吐 焚月之血 两人脸色大变 不管是合进本人 还是正在奋力挣扎的曹松 都对这股能量知根知底 他们或许不敌 颂白化身巨龙后的猛烈攻击 但绝对有信心能安全逃走 而在全身被禁锢的情况下 他们此刻 面对着毁灭天地般的能量输出 绝对是只有死无全尸的下场 死死 是优越的能量 在凝聚的声音 哄 在这一轮绝美的优越之中 如火山爆发 海洋呼啸般 喷涌出恐怖的神魂之力 焚月之血 焚烧月亮之血 以全身的神魂之力凝聚成月亮血 陷阱天地 凝聚出大恐怖 啊 二人拼死挣扎 却被宋白的龙爪紧紧抓住 丝毫不能动弹 面对两个底蕴身后的强者 只有以这种拼死的手段 才能凭借绝对优势 将两人斩杀 这场惨烈的战斗 从一开始 就是宋白设下的一个局 而两大组长的大意 也给了他绝好的机会 下一刻 焚月之血喷涌而出 依附着强大的火焰之力 形体愈发奇特 千厉的破空声响起 天地为之震动 如狂怒的咆哮 风暴的中心 不 合进曹松二人 同时发出一声无力的嘶吼 旋即接触到这股恐怖的能量 还未感受到疼痛 泛起的红光 就将他二人的身体 一点点侵蚀成粉末 他们除了眼睁睁 看着身体一点点被粉碎外 别无他法 魔鬼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空气中 传来二人临死前的诅咒 在空气中久久回荡 连绵不绝 获得随机武将卷轴两张 随机武将卷轴 使用者获得人物特性 特性品质完全随机 使用者不需要参与剧情事件 神魂之力散去 远处只留下一枚羊皮卷轴 再无丝毫痕迹 羊皮卷轴 宋白收缩起全身龙铃 抓起眼前的羊皮卷轴 眼神微微一缩 这个东西竟然如此坚固 他刚才复制到合进的 焚月之血特性 让他身体内的神魂之力 猛然冲破智骨 瞬间飞升到四阶初级的层次 而凭借他自身凝聚出的优越 不仅蕴含着几乎全部的神魂之力 更是带有体内几乎大半的气血之力 凭借这股恐怖的力量 足以将两大四阶高手灭杀成炸 这羊皮卷轴 竟然还是毫发无损 非但如此 宋白忽然觉得 这卷轴隐隐有些眼熟 片刻之后 羊皮卷轴无火自然 一股无比玄傲的浮温影线 半空中冒出黑烟 渐渐凝聚出四个大字 大将军曹 宋白摇摇头 无奈地叹口气 怎么哪里都有他 这个大将军曹 究竟是何许人也 好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无边恐怖的黑光席卷而来 遮蔽天空 这一沉重的吼声 竟然使得周围众人心神摇晃 头脑发昏 有些气血之力较为薄弱的平民 竟直接昏晕过去 而那些神魂之力薄弱的丧尸 骷髅 双目中浑火摇动 片刻之后瞬间熄灭 纷纷化成一片粉末 宋白体内的龙之血脉 也是察觉到了危险 在这一刻 也丝毫不受他的控制 熊熊火焰散发开来 包裹他的全身 瞬间化身巨龙 他忍不住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 浑身龙威尽数散发 试图抵挡这股威势 紧接着 方圆数千里掀起震动 一张极为庞大的脸部虚影 布满天地间 这张巨大的脸部 虚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 续着短短的胡须 眉宇间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他先是疑惑地看了一眼四周 紧接着像察觉到什么一般 双眼凝聚出射人生死般的光芒 狠毒地看着宋白 我副曹松 竟然生死你手 轰隆隆 随着他的一声怒吼 天地间随之电闪雷鸣 乍起惊响 原本身体化作数十米的庞大火龙 在这脸部虚影之间 尽如在大海中摇摇欲坠的孤舟 不堪一击 但宋白毫不畏惧 巨龙咆哮 龙爪带起的火焰肆意飞扬 狠狠向着虚影抓去 这是王与王的战争 吼 虚影同样发出一声怒吼 张开巨口 狠狠撕咬过去 哄 天地炸裂 烈焰雷火纷飞 掀起无数怒海波涛 这一瞬间 周围的人们都被强光照耀双眼 无法睁开 只有一道昂然而立的身影 勇于向上 绝不低头 五音县 清晨 天刚蒙蒙亮 昨日激战过的街道 如今已被人清洗干净 只有一些血迹残留 县城静悄悄的 往日冷清的县衙 如今却是热闹非凡 许多人都知道 从今天起 五音县要变天了 听说这新任县令真有本事啊 竟然以一己之力 斩杀三大家族组长 据说今天还要审判往日饿霸 哼哼 有些人可要倒霉了 大快人谢 咱们县城终于迎来了一位清官 那也说不好 谁知道是不是下一个合进呢 喧哗声很大 每人都迫切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很明显 他们都对今天的审判比较期待 县衙中间围了一个高台 二十余名龙雪青旗 负责维持秩序 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宋白还特意从昨日驻战的平民中 招募了数百人维持秩序 当当 敲锣声响起 时辰已到 数十个恶霸被依次抓上来 他们平时都依附于合进的权势 对百姓作威作福 犯人歌建章 滥杀无辜平民七人 斩刑 犯人郑文耀 乌人清白 致使十一名女子受辱 斩刑 凡人王天奇 抢人财物 不乏手段夺取他人田地百姆 斩刑 一个个凡人被押上来 宣夺了罪名之后 赤裸上身的刽子手 便举起手中鬼头刀 准备砍下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啊 刚开始行刑 最前面的一个犯人突然倒地痛哭 瘫倒在地 一股热流从下面涌出 他居然要裤子了 这一声痛哭 引起了连锁反应 众多犯人也纷纷跟随求饶 县令大人饶命啊 我认罪 我认罪 不要杀我 乡亲们 我给诸位跪下了 从今往后做牛做马 有几个机灵的囚犯翻身跪下 居然给他们往日欺压的百姓连连磕头 在他们看来 既然是公开审判 那个矛头小子县令 肯定要在意百姓的想法 而这些愚民 粗鄙无知 平时对他们低三下四 这次也会卖他们一个面子 然而 平日里低头哈腰的百姓 此刻却一个个面带仇恨 露出憎恶的表情 强障我家五母爹 我的孩子都被饿死了 你也该死 我家才十六岁的姑娘 被你侮辱清白 晚上就跳了紧 谁替他喊冤 杀了我兄长 瞧我嫂子 我恨不得叫你千刀万剐 原本看热闹的百姓 此时却是群情激愤 恨不得亲自上前行刑 他们各个面带怒涩 往日的仇恨涌上心头 怒火熊熊燃烧 犯人们吓得连连后退 恐惧冲斥心头 这些耀武扬威的恶霸 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平日默不作声的百姓 竟然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们再害怕 再恐惧 县令大人 我愿用我全部财产 换取我的性命 一个犯人满面惊慌 鼻涕眼泪横流 哭喊道 是啊大人 我家有良田百青 愿意献给大人 我家金银千两 全部送给大人 只求饶得一条小命 我也是 我也是 犯人们纷纷跪地求饶 朝县崖楼上的一个身影磕头 百姓们都沉默了 也看向那个年轻身影 等待着一个回答 自古才不动人心 而这个年轻官员 又会如何抉择 没有回应 这让众人更加紧张 眼前 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 此刻却主宰着众人的生死 又是长久的沉默 人们都不敢喘气 生怕打破这长久的宁静 时间过去许久 碰 一声脆响 一个茶杯从楼上机事出 不过瞬息之间 正中一个恶霸的喉咙 他死死捂住脖梗 血流如注 怎么也捂不住 鲜血从指缝间流出 他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这个年轻人 当官不图前 他到底想要什么 剩下几个恶霸倒在地上 浑身贪软 宋白的举动 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自己等人的下场 也可想而知 县衙楼上 忽然又没了动静 许久 传来一句悠悠的话语 我做人向来恩怨分明 现在当了官 也是一样 我来五阴县 只为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公平 恶人作恶 自然需要受到惩罚 可是自己不争切 跪在地上做奴隶 我怎么帮你们 周围一片安静 可百姓们的心里 已经是波涛汹涌 他们逆来顺受惯了 可宋白的一番话 如同一块巨石 敲击他们的心口 若是所有人齐心协力 不去牺牲 那些所谓的恶霸 又有什么可怕的 自己又凭什么 任由他们欺压羞辱 不敢有丝毫反抗 求大人 作主 诸杀恶贼 一个汉子憋红了脸 怒吼出声 求大人作主 诸杀恶贼 周围的人相互迎合 求大人作主 诸杀恶贼 在场的所有百姓 发出响彻天地的吼声 如惊涛骇浪 席卷八方 他们第一次 发出这样 震耳欲聋的吼叫 声音嘶哑 也绝不听现 只因为 这是他们 每个人的心声 在此时此刻 在县衙楼上的 那个安静身影 就是他们的领袖 是他们的神 碰 数个火球 轰然散发而去 无声无息 却在瞬息间 点燃十几个犯人 在他们的惨叫声中 火焰猛然炸链 如同火焰恶魔的巨口 将他们全身都吞入烈焰中 尸骨无存 原地只蚕 留下几个黑色的印记 让人恍惚间还记得 他们刚才还活生生 站在这 宋白的实力 已经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百姓们暗暗震撼 如此神仙手段 就连以前全是滔天的 和劲都不曾拥有 但下一刻 人群中 骤然发出更轰动的欢呼 宋白 是属于他们的强者 是统治他们的领主 这一刻 他们的内心 无比激动 随后 龙血清奇 让开潮水般的人群 捆压着最后两名囚犯 走上高台 虽然他们衣衫褴褛 狼狈不堪 但百姓们 还是认出了这二人 两大家族的公子 恶霸的惨打 何招 曹德 他们面色苍白 内心恐惧 走得很艰难 因为他二人很清楚 今日 就是他们的死期 宋白站在楼上 袖手而立 神采鹰拔 不怒自威 诸位 这二人 如何处置 百姓们 带着狂热的神色 杀 杀 杀 他一挥手 两名刽子手 举起鬼头刀 毫不犹豫砍下 两个头颅滚落在地 再无丝毫生息 这两个头颅的主人 以前是多么遭人痛恨 百姓们恨不得 将他们千刀万剐 但现在 尸体倒在地上 无人理会 也无人泄愤 所有人都注视着 那个年轻却带着 淡淡威适的身影 他们的神 清晨 五音线现衙内 一束阳光照在卧室内 房间里香气淡淡 该起床了 宋白满足地叹口气 但一个娇软的身躯 却像八爪鱼般 牢牢挂在他身上 侧脸看去 一个美妇人搂着他 翘脸娇嫩 呼吸均匀 宋白无奈地起身 给他盖好被子 温柔香 英雄种啊 这个美妇人 正是宋白昨天救下的女子 昨天彻底掌控五音线后 宋白办下庆功宴 用仓库物资 犒赏全城百姓 一时间全线张灯结彩 百姓欢呼声 此起彼伏 自己也喝得醉醺醺的 谁知躺倒在床上之后 一个软眠的胶躯 却突然钻进他的怀抱 他有心拒绝 却还是经不住诱惑 化作猛兽 扑了过去 虽说在前世的蓝星 他也是身经百战 并非纯洁出难 但这次激烈战斗的韵味 还是让他回味无穷 不能细想了 刚走出县衙 站在旁边的守卫过来 恭恭敬敬地 递上来一封书文 宋白随即拆开 仔细查看 张辽两日之内 便将周边村庄 禁述归于统治 昨日凌晨便已抵达五音线 不愧是明镇江东的 虎将张辽 果然不负我期望 宋白高兴道 快 去请张辽将军相见 不 快背马 我亲自过去见他 不到一刻钟 宋白就来到练兵场 身后十几个龙血亲戚跟随 这个练兵场规模宏大 尘土飞扬 士兵呼喝声震天 肃杀之气 四处弥漫 张辽早得到消息 带着众多士兵 站在军营前 等候宋白的到来 哈哈哈哈 宋白笑声豪迈 一把拥抱住张辽 张维远 不久前 还是个矛头小子 想不到短短时间内 你就成长到如此地步 实在让我感到惊喜 张辽也笑起来 主公 这多亏了主公赐予的 史诗级武将卡 算不好 那也太辜负主公的期望了 宋白拍拍他的肩膀 忽然想到什么 其他人呢 清西村被迁于匪军占据 李延年正带着几十个士兵 在那里监视他们的踪迹 杨大尔小姐 听说您与夫人同情后 似乎不太高兴 她现在和伊丽莎白公主 住进了一间民居内 伊丽莎白公主 宋白有些奇怪 自己什么时候 有这样一个部下了 就是 那个黑龙 张辽提醒道 宋白脸色变得相当古怪 她可是记得自己 和那条黑龙如何拼死搏杀 怎么她转眼之间 就成自己的手下了 而且 没记错的话 杨大尔可是被她打成重伤 怎么短短两天时间 两人居然亲如姐妹 女人啊 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领主大人 许久不见 一个面色 越有些苍白的女子出现 她身穿黑色长裙 面容轻丽 带着淡淡的笑容 宋白警觉道 你就是那条黑龙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没好气到 领主大人 也太不尊重容了 不知道植护龙之明慧 是一件很冒犯的事情吗 宋白面容辨的严肃 我不管你是谁 但你的存在 对我的领地来说 是件相当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呢 如果你不能证明 你存在的价值 那么还请你离开 当然 如果想死在这里 我也不反对 龙族的血肉 可以强健体魄 增强神魂 龙脚和龙灵 也是制作兵器的极好材料 想到这 宋白手中火焰燃起 目光逐渐凌凌 身后的张辽 和众多士兵同时举起武器 严阵以待 伊丽莎白淡淡一笑 空气中隐隐出现 一道飞龙虚影 不时传来淡淡的龙族威压 去 飞龙虚影猛然声腾 在半空中怒吼一声 玄机化作一团 精纯的能量 钻入一个士兵体内 啊 他大吼一声 浑身泛起黑光 瞬间化身 一头高大凶猛的人形巨兽 众多士兵急忙举起武器 面露惊骇 这到底是什么妖法 倒是颂白面色平静 他感到一股熟悉的巨龙之力 像是在对那个士兵的身体 进行一些有力的改造 眼前这股能量 似乎是要将其 龙化 黑龙狂化轻卫 一 由黑龙公主借助 龙力改造而来的士兵 身形庞大 战斗力卓越 攻击力强 重护甲 士气高昂 速度缓慢 产生剑射伤害 对抗普通体型 单位实战斗力加武 平住呼吸 将全身力量凝聚于心 伊丽莎白骄喝一声 那个士兵 好像听到了她的话 旋即闭目凝神 片刻之后 她全身领甲退去 化作原本的体型 感觉怎样 宋白问道 禀告主公 我感到自己 掌控了一股 极为强大的力量 这个士兵想了想 面带兴奋道 说了等于没说 宋白叹口气 看来部队的文化水平 有待提升 伊丽莎白 我无心询问你的来处 但你可以暂时 待在我的领地 同时 当我的领地受到攻击时 你也有必要参与战斗 见她微笑着点点头 宋白的脸色略微有些和缓 对了 我听说 杨大和你住在一起 她现在人在哪里 伊丽莎白脸上 露出醋侠的笑容 没想到主公 还惦记着杨大姐姐呢 放心 她今早 便去处理内务了 昨天杨姐姐 听说你睡了女人 还担心你年纪小 身体吃不消 伊丽莎白用葱白的指尖 点点她强健的胸膛 笑道 谁知道领主大人 还有余力呢 宋白哈哈大笑 好说好说 你替我给杨大带个馅 今天晚上 让她一同试起 又是美妇人 又是杨大姐姐 领主大人 你可真见外 怎么着 瞧不起龙族吗 伊丽莎白幽怨道 一边说 一边故意挺起傲人的曲线 白皙的肌肤下 竟是软玉温香 我的天 方才对这头母龙 极为恐惧的士兵们 见到这般景色 此刻却都是气血上冲 脸色通红 巨龙之威 竟然恐怖如斯 不行不行 受不了 我得回去训练了 卧槽 老李 你咋流鼻血了呢 没事 情绪太激动了 听到这句话 宋白倒是不太激动 只是有些意外 看着她眼中流露出的忧怨 如果自己没听错的话 这头母龙 也有事情的意思 普通女性咱试过 可母龙 听听就刺激啊 要不 你今晚也来 我准备个大床 宋白试探着问 和伊丽莎白一番调笑之后 宋白面色重归淡然 仿佛刚才撩人的春光 只是一场幻影 男女之情 虽可愉悦身心 却绝对不可沉溺其中 否则只会自取灭亡 他此刻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清西村 离武英县不远 如今被千余名贼匪占据 对县城的安全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些贼匪 应该是在明帝国内 四处烧杀抢掠的起义军 如今 朝廷腐败不堪 名不聊生 内忧外患之下 一伙自称是白连教的反贼 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 肆无忌惮地攻打城池 是当今朝廷的心腹大患 有不少郡县 都因为没有抵挡住白连教的进攻 而相继沦陷 天下九州 一时间竟被占领三分之一 而如今 一直属于白连教的军队 来到了武英县的统治范围 对宋白的领地虎视眈眈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一声令下 武英城门洞开 归整肃然的军队 井然有序的士兵 依次走出城外 八百县阵死士 七十的龙血清旗 连带着两个黑龙狂化轻卫 相继而出 这便是此时出征的全部军队了 也差不多包含了 武英县的所有武装力量 招募士兵 加强训练的命令 还在继续执行 要想将武英县周边牢牢掌握 只靠这点兵力是不行的 行军途中 士兵们各个热情高涨 在他们看来 跟着主攻打仗 那几乎和躺赢差不多 而他们要做的 就是在敌人溃逃之时 追上去收割人头 宋白在他们眼中 已经是一个无敌的战神形象 但黄瓣却敏锐地发现 此刻主攻年轻的脸上 却带着一丝凝重 主攻 您似乎有心事 他试探着问 宋白摇摇头 并没有回答 那所谓的大将军曹 由于被自己杀了欺负曹松 已经结下血海深仇 随时可能过来入侵 只有尽快训练士族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才能在他到来之前 拥有足以抵挡的力量 同时 宋白也隐隐感觉到 龙之血统虽然强大 可毕竟发育时间太长了 因此 自己还需要寻找新的强大特性 才足以与此人相抗衡 正在细想时 不远处一阵喧哗声传来 清西村已近在眼前 一千多白莲教起义军 摆开松松垮垮的阵势 乱遭不堪 见获传来喧哗声 站在最前面的白莲教首领 勒住马匹 看着眼前的宋白等人 皱了下眉毛 对面的人 看起来挺厉害啊 老脸 你说 咱们能不能干过他们 他嘀咕着 看向旁边一个 贼眉鼠眼的中年人 对面士族 虽然阵容严正 可神态慌乱 一看便知是新兵 主公手底下 千语勇士 杀败敌人 如同砍瓜切菜 中年人撵着八字胡 摇着雨扇从容道 见这个首领 满意地点点头 中年人 趁他没注意 赶忙擦了一下脸上的冷汗 心想躲过一劫 对面这支军队 绝对是见过血的精锐之师 反观他们这些起义军 一千多人 几乎都是 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 过来当兵 也只为混口饭吃 能打赢就有鬼了 可他不敢说啊 抢了几伙老百姓 杀了几百个官兵 眼前这个首领 已经骄傲起来了 而那些敢说 打不过敌人的军师 全都被抓走 咔嚓脑袋了 不行不行 我也得找个机会溜走 军师暗暗道 对面那个小白脸 我看你 长得还不错 过来投靠我军 本首领重重有赏 首领扛着一把鬼头大刀 洋洋得意道 宋白皱皱眉头 所谓席卷天下的 白脸叫起义军 就这 淡淡扫是手下的将领 张辽 黄瓣 李延年 牛二 还有柔柔 眼前这个小小的女孩 沉重的盔甲 歪歪斜斜穿在身上 白嫩小脸低汗 吃力地撑着身体 柔柔 你来这干什么 他吃惊道 外出作战 相当危险 绝非而行 更让他吃惊的是 以自己的实力 在此期间 居然都没有发现他 妈妈 让我来找你啊 我就跟着过来了 宋哥哥你 是不是都没发现我 嘻嘻 柔柔开心笑起来 得意道 宋白皱着眉头 下意识就要查看 柔柔的属性面板 柔柔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藏匿的本领 想必他的血统 也绝非寻常 小子 你手底下 是没人了吗 小丫头骗子 都抓来当兵了 嘿你别说 看起来还挺水灵的 骑医军首领 黑黑道 目光带着些许垂涎 所谓罗里有三好 身骄体柔好推倒 古人成不欺我眼 等会要是把他抓住 慢慢养大 以后还不是任我索取 他夸张地流出口水 仿佛想到了 以后幸福的未来 宋白厌恶道 谁敢上前一战 斩下此人头颅 李延年道 主公 末将愿望 他话音刚落 黄瓣早已黑黑怪笑 手举双锤 纵马冲了出去 啊 这 李延年有些猛逼 主公还没发话呢 这黑丝 怎么就冲上去了 宋白摇摇头 机会稍纵即逝 谁建立更多战功 也就能得到 更多培养的机会 李延年 还是嫩了点啊 好一个黑丝 首领眼前一亮 看着体格 真是一员虎将啊 这要是为我所用 那以后 征战先锋 可就不愁人选了 军师举起雨扇 拱手忧虑道 此人雄壮有力 主公可要谨慎行事 愁什么 你去杀他 首领拍拍军师 瘦弱的肩膀 放肆笑道 什么 我去 军师大吃一惊 他这瘦弱的体格 连和夫人那啥 都气喘吁吁 怎么可能打得过 这如山般的壮汉 这是 不要他老命吗 首领啊 我是当军师的 手无腹肌之力 哪能上阵杀敌啊 军师哭诉道 不怕不怕 首领怪笑着 拿出一把破旧的柴刀 塞在他怀里 这什么狗屁军师 一点脑子都没有 习军一堆农民 战斗力低下 士气低落 要不是靠自己 无敌天下的武力 根本谁也打不过 还敢说 杀败敌人轻而易举 就这脑子 不如早点死犯了 还能节省点粮食 他根本没去想 但直言尽见的智谋之事 早就都被他一刀砍了 军师无奈之下 只好骑着瘦弱黑马 手举着袖技柴刀 颤颤巍巍地上前迎敌 放肆 让这般瘦弱老儿 与我对敌 敢是看不起我黄瓣 黄瓣脸色铁青 哇哇乱叫 举着双锤 就要上前锤去 砰 这一击只用了 他不到五成力 军师手中的柴刀 被击飞在地 整个人从马背上摔下 废物 起义军首领怒道 纵马上前 举起鬼头大刀 寒光闪过 一个面带 惊恐的头颅被砍断 正是刚才摔倒的军师 他到死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抵挡住了 敌人的攻击 却死在他主攻的手下 黄瓣皱起眉毛 连你自己的手下都傻 连一击都抵挡不住 这样的废物 我要他何用 起义军首领 脸上露出残忍的神情 手中鬼头大刀 猛然砍下 呼呼生风 你也跟他一块死吧 面对这狂暴猛烈的攻击 黄瓣丝毫不拒 浑身雄厚的气血之力 涌入全身 瞬间爆发出 极为强大的力量 砰 强大的力道 席卷四周 尘土飞扬 两人胯下的战马 都有些支撑不住这股距离 同时哀鸣一声 几乎要跪倒在地 黄瓣组上士 征战多年的速将 家中流传下来的绝学 配合他的天生距离 足以战胜 绝大多数二阶高手 没想到 眼前的起义军首领 虽然有些没脑子 倒还是有些实力的 他脸色变得凝重 双锤挥舞成风 攻击逐渐变得谨慎 黑四 你太放肆了 起义军首领怒到 他自从当上 这支部队的首领以来 遇到的敌人 都是一刀砍死 哪有像现在这样 纠缠这么久的 一时间面色很利 怒从心头起 黄瓣的气血之力 自体内爆发 瞬息后 身体上竟是凝聚成了 一头凶兽图案 好 凶兽凝聚的瞬间 他随即大吼一声 眼中流露恐怖的杀意 鬼头大刀 砍向黄瓣全身要害 黄瓣面 对着铺天盖地的压力 丝毫不畏惧 感受着手中 双锤的冰冷触感 随后便爆裂而出 与他狠狠相撞 砰砰砰 尘烟四起 在阳光的照耀下 两人肆意动用全身距离 战况激烈万分 竟然如此恐怖 李延年额头上 留下陡大的汗珠 还好他刚才没冲上去战斗 否则凭借自己 这弱小的实力 很可能就此生死 李延年 你与那贼手相比 实力如何 宋白忽然道 语气淡然 但带有一股 震慑人心的威势 李延年低头 叹道 我远远不如 恐怕连十招都戒不住 说说吧 你是怎么想的 李延年惭愧道 末将 末将也不知 他刚才还争先奋勇 争着去斗江 结果却发现自己 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倒是认识了十几年的 老乡黄伴 一直不险山不露水 其武力居然如此惊人 起来吧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凡是岂能尽如人意 只求不愧己心就好 宋白点点头 他说这番话 就是希望 李延年平稳心态 更快地成长起来 张辽连忙 将李延年扶起 笑道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这贼手虽然厉害 可在主攻眼里 根本不值一提 那主攻的实力 三阶巅峰 秒杀两名四阶高手 什么 李延年惊呼一声 震惊道 要知道三阶巅峰 与四阶的差距 看似只有一阶之格 但其真实战力 却是天差地别 正常情况下 一名四阶高手 面对数十名三阶巅峰的敌人 都足以轻松应对 可主攻竟然 同时对敌 两名四阶高手 还能将之秒杀 这是什么实力 李延年正代 要仔细询问 却发现 宋白冷如寒光般的眼神 静静看着他 这小子 怎么还是心态不稳 不就是杀了两个老头吗 至于这么激动 柔柔举起拳头 对着空气灰灰粉泉 不服气道 哼 我以后 也要成为宋哥哥 这样的大高手 不 我还要比哥哥更厉害 宋白哈哈大笑 轻密地将他抱起来 柔柔脸蛋 周围人脸色古怪 这小姑娘着实受宠 杀人丝毫不手软的主攻 面对她时 却是相当温柔 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过 怎么还在叫哥哥呢 不应该叫爸爸才对吗 这时 战况已经相当激烈了 齐一军首领 面色凶狠 他战斗这么长时间 居然都没能拿下 眼前这个黑丝 这让他着实有些恼怒 更别说 那个小白脸首领 居然还同属下有说有笑 表情相当轻松 可恶 你这是旅游来了 还是上战场打仗 没有了他的约束 齐一军早已混乱不堪 阵容相当散乱 有些脑袋灵活的士兵 早已看出首领战斗艰难 恐怕败局已定 他们随时准备逃跑 见此情形 齐一军首领更加愤怒 他暗暗一咬牙 使出那招代价极大的能力 白脸请神咒 这是白脸教 每个首领都必须掌握的能力 一旦使出 便可将神灵的一丝威 能附助己身 凭借强大的神力 一举战胜敌人 但得到如此强大的能量 付出的代价 也是相当大 首先要用数年寿命 作为献祭给神的祭品 其次 由于凡人 难以完全承受神力 身体也将留有暗伤 从此以后 武道很难再有进步 付出的代价 如此巨大 齐一军首领 不禁有些犹豫 然而片刻之后 他便凝聚心神 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眼下情况危急 只能用这招了 否则自己 一旦力竭被擒 恐怕性命难保 你该死 齐一军首领 浑身肌肉 迅速隆起 几乎要撑破铠甲 他全身发红 露出的凶兽图案 更是散发出黑烟 几乎要脱体而出 啊 一声怒吼 天上陡然降下一道黑光 似乎有什么神秘莫测的力量 陡然充斥天地 瞬间将他笼罩住 他感到全身 充满了汹涌澎湃的气血之力 这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身体的经脉中四处涌动 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但涌入的黑光越来越多 仍然源源不断 注入他已经能量充足的体内 黄瓣脸上露出惊疑之色 心里隐隐感到不妙 于是急忙提起双锤 重重锤击过去 谁知这起义军首领 大手一挥 黑烟散步 随手将黄瓣 击出数十米 文远 末将明白 一声令下 张辽提起手中武器 纵马挥砍过去 宋白认真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听说白莲教 有种请神上身的秘法 他倒是想见识一下 不过 也不必太过认真 看这股能量波动 并不是十分强烈 因此 他并没有出手 凭借张辽的实力 也足以轻松应对 当主攻 就要有主攻的样子 不到必要时刻 让麾下将军 出战也就足以了 够了 够了 我不要了 这时 起义军首领 突然扑倒在地 片刻之后 发出一声哀嚎 似乎受到了 非人般的折磨 只见他全身经脉 猛然爆裂 数十道 血流骤然喷出 并且源源不断流出 毫不停止 似乎要将全身血液流进 一股血腥味蔓延 有些起义军 捂住嘴巴 忍不住呕吐出来 但宋白的军队 仍然窥然不动 仿佛根本没感觉到一般 张辽的马蹄声响起 斩颖月带着进风 毫不犹豫 向这个起义军 手领的脑袋劈砍 碰 一个粗壮的手臂 抓住武器 说不要就不要 太天真了吧 一股嘶哑寒的声音 从他口中发出 似乎像野兽的嘀吼 让人忍不住心声战力 这个起义军首领 慢慢站起来 只见他原本粗糙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生长出狼毛 尖利的獠牙外露 发出丝磨声 如同一头直立 而起的恶狼 魔狼分离尔的化身 武力 228 智力 170 统帅 60 影响力 87 特性 吞天誓愿 这头强大的魔狼 足以吞噬天地 但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投影 并没有太大的实力 武力症20% 影响力症50% 撕咬能力加强 愤怒魔嚎 他发出愤怒的嚎叫 震慑人心 武力症10% 影响力症10% 有机率 使敌人陷入混乱 水火元素 这头魔狼掌握了元素的秘密 智力症30% 获得使用水火融合的能力 愤怒的狼嚎响起 声嘶力竭 尖力的爪牙 直奔张寮的脖梗 这头魔狼速度飞快 顷刻间已尽在咫尺 张寮神色不惧 多年的征战生涯 已让他对任何危险 都能从容应对 哪怕眼前这个狼人 是他从没见过的恐怖怪物 你也出受死 展影月 奋力挡住狼爪的攻击 双臂抱起青筋 两手骤然收紧 借着全身的血肉之力 他大喝一声 将狼人挑开 狼人向后一阵翻腾 虽然浓密的狼毛 已遮挡他的面目 但仍能看出 他血腥的狼眼中 散发出的狠辣阴毒 冰与火流转全身 两种原本该激烈冲突的 两种元素 此刻 却仿佛毫无阻碍般 相互交融 散发出狂暴的能量 纵马冲去 张寮没有丝毫犹豫 斩引月如 闪电般挥舞 在空中划过一道 阴冷的弧度 任你如何变化 我自一跃斩之 但这头狼人很明显 感到了张寮的威胁 并没有想要 正面硬拼的想法 他动作敏捷 狼腿翻腾 侧身躲过攻击 狼爪带着水火之力 狠狠地划过他胯下的战马 战马一声悲鸣 马头高高跃起 水火之力不断侵蚀他的血肉 他再也忍受不住 狠狠栽倒在地 与此同时 狼人急速狂越而来 脸上带着疯狂扭曲的表情 狼爪已经急刺而至 水火之力凝聚出的狂暴力量 近在咫尺 必无可避 张辽瞬间反应过来 借着下跃的惯形 身体快速翻动 斩颖越发力 使劲向前一挑 正好抵住 眼看要咬下来的血盆狼口 死 一声划破狼毛的撕拉声响起 斩颖越撕裂狼皮 狠狠灌入 这头狼人的血肉之中 空气中 弥漫温热的血腥之气 狼人以毫无反抗之力 他发出无力的嚎叫 血流不止 虚弱地躺倒在地 呼呼喘气 白莲教起义军一阵骚动 他们本来就是被强行 聚拢起来的流寇 根本毫无军心可言 如今看到首领身死 纷纷向后逃跑 即使是督战队一再呵斥 也根本阻挡不住 现在缺少一个整军的将领 士兵们就是一团散沙 然而 逃跑也并非轻而易举 这些流寇一旦逃跑 对于周边治安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宋白自然不可能将他们轻易放走 早在张辽酣战之时 李延年早已带领着四十个 龙血轻骑隐藏在东面的山谷后 此刻一声令下 骑兵们如狂风般 从高处击齿而下 沉重的马蹄声交替响起 泛起阵阵烟尘 龙血轻骑在沉烟中冲锋 如同一团燃烧的烈火 向起义军扑来 没有将领的统帅 起义军更加慌乱 吓得如被猎人看中的猎物 吓得四散而逃 龙血骑兵冲锋而下 手中弯刀快速挥出 砍下一个个鲜活的头颅 不断地环绕冲击 将这千余部队分割成小块 虽然只有数十骑 但他们行动迅速 一击不忠 绝不留恋 一时之间 在起义军中左突右撞 居然没有丝毫损伤 杀 四面喊杀声响起 声浪愈发高昂 起义军只敢到四面八方 都是敌人 却分不清在哪 也不知道有多少 一时间恐惧 蔓延在这支杂乱无章的军队中 他们悲哀地发现 失去了那个残暴不仁的首领的带领 他们只能如一团杂乱的野草 任人收割 杀 杀 杀 四面八方 都响起震天彻底的呼喊 沉闷的牛角声响起 八百县镇死士 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他们虽然人数 略少于起义军 可那种 势如破竹的军事 让一些流寇老兵心下一沉 流寇们乱哄哄地向后撤退 但龙穴轻奇地袭扰 又让他们难以守卫相顾 他们再无战斗之心 心里想的 只有逃跑 破 一柄锋利的长矛 穿过破旧不假 冰冷地穿过流寇体内 带出一粗热血 这个流寇捂着胸口 还试图向前奔走两步 随即直挺挺倒在地上 他的脸上 还带着对生的渴望 但鲜血 从他胸中 渐渐浸润了衣裳 短短束息 他已变成一具 毫无生机的尸体 一个陷阵死士镇定地 抽出手中长矛 他虽然也经过训练 可这么真枪实刀的战斗 还是第一次 鲜血溅到脸上 他有点想吐 可张辽将军的训斥 仿佛静在耳边 只好尽力架起长矛 不去想这件事 碰 极少数流寇眼 见逃脱不了 反而激起了 他们的血性 他们利用 多次搏杀的经验 轻巧地冲上去 但陷阵死士们 虽然战斗经验生疏 却得到一代名将张辽的 亲自训练 自身也有A级兵种的 强大属性加成 因此流寇 根本不足以冲破包围 一个流寇心中发狠 眼见冲不出去了 试图用身躯撞击盾牌 这个陷阵死士猝不及防 被他顶得一个亮枪 虽然手中长矛 及时刺去 将此人杀死 但更多的流寇包围过来 几个流寇手举弯刀 面带猙獰 慢慢走上来 他们受到的攻击够多了 现在怎么说 也要杀个人回回本 但他们还没冲上来 达拉的马提声 从后响起 直接将几个流寇冲飞 而后弯刀一挥 白光闪过 斗大头颅冲上天空 下次注意点 小子 这个龙血骑兵 被眼前这个 要下待的新兵 咧开嘴笑了一下 他也曾是一名流寇 懂得怎样对付这些敌人 宋白相当镇定地 看着这一幕 以他的实力 足以轻松 将这些流寇 尽数屠戮 但他并未亲自出战 即使是看到一些陷阵死士 陷入危急境地 也仍然没有出手 是时候让麾下的士兵 摆脱庇护 去打一场恶战了 宋白心里默默地想 他要保证这支军队 不仅完全忠于自己 也同样要拥有 独立作战的能力 要让军队 成为一头头恶狼 让他们私有 拼杀 让他们为了生存 而毫不犹豫地 挥下手中屠刀 战场上 张辽星换了一匹战马 在流寇中 四处纵横 将一个个反抗的士兵 击杀在地 冲破所有试图组织起来 反抗的阵势 传令全军 降者不杀 张辽见胜局已定 声音沉稳 下达命令 报 敌军锁步 尽数溃败 龙穴倾其翻身下马 向宋白报告 叮 恭喜剿灭千人领地 自动获得奖励 请选择任意一项 万物复苏之法 玄阶中品 滋润万物 使粮食丰足 百姓安居乐业 通灵之术 玄阶下品 使用者能看到鬼怪 并无其他作用 镇定 黄阶上品 指定使用目标 使其获得镇定特性 这些物品的等级 相比于之前的奖励 等级都不算太高 倒是这万物复苏之法 让宋白有些感兴趣 选择 使用 一股极为玄妙深奥的能量 传入体内 他摒弃名神 暗暗感受一番 随即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捡到宝了 正在宋白领悟新得到的特性时 张辽等人已经组织士兵 统计好了战斗情况 这伙白莲 骄贼寇本来士气就不高 只死了三百多人 剩下的贼寇见识不妙 基本都跪倒在地 主动投降 本来就是为了吃口饱饭 才当上的贼寇 士气低落 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一旦遇到正规军队 崩溃是必然的结果 他们此刻都有些坠坠不安 听说有些官兵 是有杀福的习惯 正因如此 才不顾性命的四处奔逃 希望逃出生天 但一旦当上了俘虏 被解除了武器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是生是死 可就竟有他人了 龙雪亲戚死了两个人 现阵死世 也有十几人倒在血泊中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只要有战争 必定会有牺牲 即使是崩溃的乱军 也能在拼死之下 拉个敌人 一起去黄泉路 还有那个变身 成为狼人的首领 他全身的毛发退进 便回了原本模样 如今的他 满是伤口 浑身破烂不堪 被士兵拖着 面对宋白 编号2435的领主大人 宋白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 没想到 眼前这个 看似没脑子的领主 居然不老老实实 建设领地 反而混成了起义军首领 你 你也是领主 这个首领反应过来 惊恐道 这不可能 才传送过来没多久 你是怎样训练出 这样一支军队的 你背后一定有靠山 居然给你了一张 史诗集武将卡 首领想了半天 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宋白哑然失笑 要知道 他刚开局的时候 获得的只是一张 最低级的平民卡 而将张辽召唤出来的 史诗集武将卡 是他拼死与巨龙作战 才勉强得到的 推下去 斩了吧 眼前的这个人 胡思乱想 实在可笑 大哥 不 大爷 看在同位领主的份上 放过我吧 哦 你能带给我什么 我有白莲教 众多领主的信息 放过我 我可以签订契约 将他们的人头 献给你 这个首领很生道 关乎自己的身家性命 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没用 杀了 宋白蛋蛋倒 能背叛别人 自然也能背叛自己 这种人 留不得 这个首领 还想求饶 黄瓣早已挥出去锤 将他的头颅 敲得粉碎 有家人的送去抚恤 家中 无独子的加倍抚恤 没有家人的 由军队主持葬礼 费用从抚恤中出 宋白想了想 又淡淡倒 我个人出资 在县衙内 建造数个石碑 以后哪个士兵牺牲了 名字刻在石碑上 这一命令传达下去 士兵们既喜且悲 名字刻在石碑上 被后人实时缅怀 自然是好的 可是看到 战友们的尸体 他们的心情 都有些沉重 即使石碑再好 也不如一条鲜活的生命 在眼前消失来的悲痛 这些新兵们 心里隐隐有个猜测 却又不敢直面的现实 他们以后 还会失去更多的战友 甚至有一天 他们的名字 也会备刻在石碑上 心情再悲痛 也要面对现实 因为战乱 逃离清西村的村民们 在士兵的带领下 相继回到家乡 原本熟悉的家 已经被白莲教流 扣住成贼窝 有些人不由自主 倒在地上 痛哭失声 因为流寇清西 许多来不及逃离的村民 都因此丧射性命 一些房屋被焚毁 原本农田里 茂密生长出的荷苗 此刻却成为一片焦土 唉 一个面色蜡黄 满脸消瘦的老人 忽然长叹一声 倒在地上 养老 养老倒下了 爷爷 爷爷您怎么了 谁能救救他 去求求县令大人吧 听到请求县令大人 村民们一时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民做主 这是常有的事 如今县令大人 带领士兵驱赶流寇 帮助他们重回家园 已经让他们感激不尽了 怎么能劳烦他找医生 去治疗他们的贱命呢 人命如草剑 倒是宋白正 在跟柔柔玩耍 忽然听到了 闹嚷嚷的声音 传过人群 问道 怎么回事 县令大人来了 草民给大人磕头了 我们没有闹事啊大人 村民们听到 县令大人来了 满脸诚惶惚恐 连忙跪下来磕头 说明情况 他们可不想 刚刚回到家乡 就被人暗以扰乱治安的罪名 被当接触死 县令大人 您救救爷爷吧 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脸上挂着泪珠 磕头如捣蒜 别胡说 大人还要要事办呢 几个村民脸色大变 连忙拉着他 宋白倒是没有什么不耐烦 他俯身扶起这个老人 食指在鼻息下 微微轻触 感到还有些许生息 快去请军医来 他对旁边的士兵 吩咐道 行军打仗 军医必不可少 刚好此次军队损伤不多 军医此刻也不太忙碌 村民们面面相去 有些惊喜地看着对方 谁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面如关玉的温和少年 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本县县令 更让他们欣喜的是 这个县令 还是个百年难遇的好官 即使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老人性命 他也要救 以后的日子好过了 他们暗暗地想 一个须发静白的老人 急匆匆赶来 他先取下手中药香 探探鼻息 随后一阵忙碌 许久 当他把手中药草放下来后 叹息一声 这位老兄长时间未进食 气血不足 再加上年老体弱 你是性命衰微 准备后事吧 他叹息一声 一个相仿年纪的老人 即将逝世 他也有兔死胡碑之感 伤感的情绪 在人群中蔓延 不少人抹着眼泪 心想这战乱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宋哥哥 这个老爷爷 为什么不吃饭啊 柔柔拉着宋白的手 问道 他看到人们开始哭泣 不由得有些慌张 还记得 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家里也是这种气氛 他虽然懂事早 可家境还算富裕 从小没感受到挨饿的感觉 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吃不饱饭 宋白叹息一声 将他搂在怀里 我不想 不想让这个老爷爷死 小女孩眼泪 像珍珠 巴达巴达流下来 仿佛受到什么指引般 这些眼泪 竟然被一股玄傲的 虚空灵女的记载 这种血统 竟然如此神秘 连龙族都有所不知 更关键的是 这竟然是紫色特殊血统 他竟然可以复制 可是 虚空灵女特性 会不会改变性别啊 柔柔 你感到身体 有什么异样吗 宋白耐心询问 事关柔柔的人身安全 乃至一股神秘势力 必须谨慎 异样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 老爷爷很可怜 柔柔就不想让他死 柔柔一脸茫然 还是想太多了 宋白苦笑一声 他还试图 从柔柔身上 获得一些信息 但目前看来 他对此显然是一无所知 斟酌片刻 宋白还是决定 不复制这种特性 万一变成女性 那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就在这时 一个新兵赶过来 慌里慌张 主公 大事不妙 牛将军和李将军 起争执了 起争执了 你仔细说说 宋白脸上 没有丝毫表情 但已经有些生气 这大叶未成 手下将领 就产生了一心 牛二 一个一直跟随 他的普通人 虽然不甚出彩 胳膊也断了一只 可他冲锋陷阵的勇猛 宋白可都看在眼里 这样一个勇敢的人 竟然沉不住气 和李延年一个 矛头小子吵架了 宋白一开始 还有些生气 但听过士兵的禀告 了解事情的原委 他皱起的眉毛 渐渐舒展 看来事情 并没有那么严重 走 带我过去 属下为主公引路 被烧毁的农田旁 李延年 看着眼前的牛二 满脸怒气 七百余陷阵死士 站在一旁 有些慌乱 他们敢于 同任何敌人作战 但自家将军起冲突 却是手足无措 众多百姓 色索躲在一旁 生怕殃及到他们 牛将军 您是长辈 按理说我该尊敬您 可这关乎人命的事情 绝不能马虎 眼下战斗结束 把军粮分给百姓救急 也是应有之意 李延年很不服气 可还是耐心讲道理 放屁 军粮就该给当兵的吃 哪要给你腿子老百姓呢 主公已经颁布命令 即刻从县城运来粮食 怎么就不能等个一时片刻 可这一时片刻 就能饿死人 牛二毫不在意这些 在他看来 主公的军粮 绝不能有丝毫闪失 更别说分 给这些老百姓吃了 但李延年毫不示弱 针锋相对 牛二沉默不语 独臂举起长刀 既然道理讲不通 那就跟老子打一架 正在这时 宋白拉着柔柔 在士兵的带领下走来 主公 主公 二人收起武器 宫颈跪在地上 就是你们两个 在这里吵闹 哦 宋白眼神冰冷 主公 不是 李延年试图解释 不必再说了 每人领三十鞭子 宋白淡淡道 语气中 已掩饰不住冷意 他需要的下属 不是个性张扬 有自己想法的人 而是全心全意 听从命令 执行命令的将军 眼前这两个人 实在令他失望 属下有副主公期望 愿再加三十遍 牛二沉声道 俺也一样 好 很好 宋白冷冷 看着这两人 既如此 再加三十遍 很快 两人扶倒在地 赤裸上身 鞭子破开半空 发出一声呼声 狠狠抽在两人背上 皮开肉绽 一片血肉模糊 两人紧咬着牙 额头上满是陡大的汗珠 但一声不吭 这鞭子买是妖兽主经 特制而成 正常人一旦挨上 三十鞭子下去 都能活活痛死 九十鞭 会要了两人的命 宋白脸上一片冷漠 心里却十分痛惜 牛二 李延年 这两人对自己忠心耿耿 说一不二 宋白就算让他们去死 他们恐怕也是毫不犹豫 但既然进入军队 就要守军队的规矩 两人带领着军队的大部分力量 却带头起冲突 不重罚 不足以服众 转眼三十鞭子过去了 鞭子抽过去 以破开血肉 露出森然的白骨 李延年 早已昏迷过去 牛二 被汗水浸湿了脸 眼前渐渐模糊 属下 致死守护主攻 牛二难难道 诸位将士 宋白大手一挥 你们也看到了 不尊军令 肆意妄为 即使是将军 也要付出惨烈的代价 从今以后 我宋白的命令 即是如等剑之所向 不尊者死 请尊主攻命令 七百鱼陷阵死士 几十名龙血 轻骑呼啦啦 带动铠甲 半跪地上 大声喝道 宋白拔出长剑 顺势转身 谁也没有看到 眼泪溢满他的眼角 哥哥 柔柔看到他哭了 心里满是焦急 踮起脚尖 想擦去宋白的眼泪 无奈他只是 小小的一点 怎么也够不着 无妨 宋白温柔地抱起他 口中默念 使用随机五江卷轴 随机五江卷轴 使用者获得人物特性 特性品质完全随机 使用者不需要参与剧情事件 这是他在斩杀 合进曹松二人后 系统奖励的五江卷轴 可得到三阶巅峰实力的将领 请选择使用者 李延年 牛二 选择成功 随机五江卷轴 载入中 载入成功 李延年获得 传奇及武将母版李玲 李玲 武力 183 智力 89 统帅 95 影响力 121 特性 非将之后 此人出身高贵 是汉非将军李广的后人 武力正30% 统帅正20% 智力正5% 影响力加20 长区赛上 此人提不足 不满5000 亦数万之师 乃古之名将 武力正20% 智力正20% 统帅正40% 影响力正20% 步兵跟随作战时 战斗力加3 士气加3 特殊兵种 掘墨足 李延已部足5000掘墨 其功上的输竹伯 A级兵种 招募上线5000人 牛二获得 史诗级武将母版 左千户 左千户 武力 207 智力 75 统帅 80 影响力 132 特性 万千武器 此人身藏破刀 飞刀 鞭子 两把柳叶刀 五把燕灵刀 攻击手段众多 武力正35% 智力正20% 影响力正10% 狭义道心 此人蕴藏 舍生取义的正气 难以受到负面法术影响 武力正20% 智力正15% 统帅正10% 影响力正35% 独臂之身 此人因意外损失了一条胳膊 反而让他愈发强大 独臂时 武力正15% 影响力正20% 自动豁免 身体残疾等负面特性 特殊兵种 集武道兵 佩戴多种特殊武器 拥有军人坚定不移的职守 以及强大的武力 意志坚定 拥有对付灵体的能力 招募上线30人 两股精纯的力量 瞬间注入两人体内 莫人注意到 本来被鞭子 抽到快死的二人 在这一刻 竟然逐渐御御出 更强大的力量 欲絮而生 张辽急匆匆赶来 他看到两人 被打得半死的惨状 一时间心情有些复杂 但也没说什么 主公 从县里 调集粮食救援 还要一段时间 但若是使用军粮 士族难免会有非议 宋白微眯着眼 手指倾扣 周围的百姓 都紧张地看着他 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 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这就是清西村 种植稻谷的地方 宋白沉阴片刻 忽然指着农田说道 正是 既如此 你去朝百姓 借几斤粮食种子来 这 张辽有些作难 不给老百姓发粮食 也就罢了 怎么还需要人家的种子呢 再说了 就算是有了种子 一时片刻 也生长不出来啊 但主公已经下了命令 只能执行 什么 肚子都吃不饱 还问我们要种子 没有了军爷 真的没有了 我一家五口 饿死了四个 现在只剩下我了 哪还有种子啊 人群中一阵骚动 每个人都用警惕的眼神 看着眼前 讨要种子的士兵 他们感激这些士兵 帮助他们 收复了家园 可要把种子 给这些士兵 却绝不能同意 因为种子 代表着来年的收成 代表着希望 没有种子 命都活不成 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主拐杖的老人 急匆匆赶来 后面跟着众多村民 是刚才被揉揉救活的 那个老人 村长 他们要种子 怎么能给 是啊村长 您跟大人说说吧 没有种子 真的活不成 听到这话 村长明显有些犹豫 可片刻之后 他的目光坚定起来 不可对县长大人不敬 大人既然下达这个命令 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现在听我的 全村男女老少 都把种子交出来 不许私藏 此言一出 村民们的目光中 都带着惊疑 村长被这个大官收买了 真的要给种子 怎敢不给 他们可是见过血的兵 敢杀人哪 村民们满脸 敢怒不敢言 掏出口袋 将种子 塞给眼前的士兵 没想到 费尽心思藏起来的种子 没被贼匪抢走 反被本该保护 他们的士兵抢了去 这是什么狗屁到脸 县长年纪轻轻 没想到 竟然这样贪婪 一时间 人们的眼神 都带着不善 不敢盯着宋白看 他们只好把怨恨的目光 对准村长 感受到周围的恶意 村长如坐针毡 县长大人啊 希望你真的能帮助到百姓 要不然 老朽也只好以自身性命 给村民们一个交代了 村长叹息一声 痛苦地闭上眼睛 心中暗响 种子很快搜集出来 会聚成一堆 宋白紧闭双眼 默默感受这些种子的生命力 万物复苏之法 发动 万千种子 无风自动 漂浮在半空中 随后如同飞跃的精灵 纷纷洒洒落到农田中 种子竟然飞起来了 风吹起来的 还是县长大人的法术 难道他想让这些种子 长成稻谷 怎么可能 村民们议论纷纷 他们心中 有一个隐隐的猜测 但怎么也不敢相信 但接下来发生的情形 仿佛印证了心中所想 片刻之后 农田中竟然生长出嫩牙 并且有向上发展的趋势 看 长出来了 一个村民一声惊呼 真的生长出来了 简直是仙人手段 众多村民瞪大眼睛 齐声赞叹 但接下来 宋白手中燃起火焰 渐渐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反手回到农田中 什么 不要烧毁他啊 大人 草民们知道错了 求大人饶术 那是粮食啊 是救命的粮食 有些村民呼天喊地 痛苦哀嚎 甚至直接冲向农田 想要扑灭火焰 更甚者由于痛苦过度 竟然当场昏晕过去 没有饿过肚子 永远不知道 粮食有多么珍贵 但火焰散去 和苗并没有丝毫损毁 反而瞬间长成了 金灿灿的稻谷 好一片丰收的稻田 将稻谷收割 分给百姓 宋白吩咐道 他现在有些虚弱 刚才放出那一团火焰 几乎凝聚了全身的神魂之力 借助这股能量 才得以成功催生稻谷生长 村民们呆愣愣地看着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直到稻谷被士兵们 收割交到他们手中时 才反应过来 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道说什么好 收兵 回城 宋白毫不犹豫 随即下令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 就没必要再继续逗留 八百将士沉默不语 他们驱赶俘虏 抬起战友的尸体 默默离开 秋毫无犯 秩序井然 直到他们要走的时候 一些村民还微张嘴巴 试图表达什么 恭送县长大人 村长年迈 但首先跪了下来 一脸肃然 这是真正的正义之师 值得跪拜 恭送县长大人 恭送县长大人 村民们一同跪拜下来 呐喊的声浪冲破天空 军队行动迅速 半个时辰后 五英县城门已近在眼前 刘契德带着一众官吏 站在城门口 看上去十分焦急 当看到军队到来时 他忽然眼前一亮 快 快开城门 县长大人来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已经彻底被宋白折服 再也不以县长的身份自居了 在他看来 既然和宋白上了同一条贼船 那就做一个 安心办理政务的文官 城门洞开 军队缓缓进入 刘契德亲自带领官吏迎接 将军 属下有要是禀告 讲 宋白沉着道 青阳郡郡守桃红 召集各县县令 带领兵马 汇集郡府 共抗白连交贼后 刘契德攻进地上文书 宋白下马 看了两眼 随手递给张辽 脚下步履不停 文远 你怎么看 这桃红不安好心 名义上说共同剿匪 其实就是 拿咱们当炮灰 张辽分析道 说话毫不客气 这 桃郡守下令 不去也不行啊 刘契德擦擦额头上的汗水 心想这张辽可真敢说 不 我认为越是这样 越是要去 桃红为什么邀请 众县令共同剿匪 还不是因为他没有实力 吞下这股势力 根据我手下探子的了解 附近这些县城的士兵 乃至桃红 亲自带领的军兵 都没有咱们的实力强大 一旦咱们展露出实力 他桃红必然有求于我等 到时候 张辽一一分析 说到激动处 双手猛然捏紧 青阳郡也只是囊中之物 宋白满意地点点头 张辽不愧是一代名将 一眼看清局势 他高兴道 好 即刻整兵被马 安置俘虏 咱们安置好俘虏 即刻起伤 另外 宋白想了想说 将黑龙公主 伊丽莎白也叫上 能来尽量来 伊丽莎白身为黑龙公主 实力深不可测 也是一个强大助力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手下 所以来去自由 宋白并不勉强 这 这 刘契德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五阴县立足未闻 就开始图谋 整个青阳郡了 你可知道 那是多么庞大的地盘 多么恐怖的一股势力 更可怕的是 他居然看到 宋白满意地给出意见 这么看来 领主大人也有这个想法 一时间刘契德有些怀疑 是自己疯了 还是眼前这些人疯了 青阳郡 郡守府邸 青阳郡郡守桃红 独坐在书房中 满脸阴沉 在他面前 摆放着这些天的战况文书 北阳县失守 县令自杀 请求郡守收复 驻马县遭白连交贼扣包围 请求郡守派兵支援 崇医县失守 万语百姓 被白连教反贼 尽数屠杀 桃红不耐烦地翻阅 脸上已是乌云密布 废物 真是废物 各县县令 一个能打的人都没有吗 诸多县城失守 我还怎么跟朝廷交代 就在这时 他翻阅到文书的最后一页 常乐县县长马飞身先士卒 不畏艰险 成功抵挡白连教反贼的入侵 他脸色才稍有些缓和 怎么了福娟 何事如此兴奋 一个美妇人波光流转 身姿妖娆 端着一杯茶水走来 来 喝杯茶消消气 桃红接过茶水 喝了一口 随即一声长叹 我耗尽家财 动用无数关系 就是想在这青阳郡有所作为 谁知出了这白连教反贼 实在让人咬牙切齿 青阳郡十八个县令 面对这反贼 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真是废物 连区区反贼都抵挡不住 我要他们有何用处 只有这长乐县县令马飞 还有些本事 平时也会做人 深得我心 说起这马飞 桃红屡屡山羊湖 显得有些得意 报 一个豺狼人手拿一张文书 慌里慌张 进入书房 满脸喜色 老爷啊 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桃红皱皱眉头 说了多少次 这个狼鳄做事 还是这么慌张 成何体统 他用力踹了这狼鳄一脚 立声道 好好说话 五阴县县令宋白 不但成功守住县城 而且还杀了反贼首领 俘获四百余人 老爷 大胜仗啊 狼鳄眼中闪过一丝怨恨 但很快被隐藏起来 激动说道 什么 桃红接过文书 满脸惊喜 还有些不敢相信 大姐 绝对的大姐 没想到这偌大的青阳郡中 还出了这样的有为之事 但这宋白的名字 怎么听着这么陌生呢 谢言 快把那本 黑色文书取来 名叫谢言的美妇人 青彩莲部 细腻白皙的守帝国一本书 饶氏郡守桃红 看到这美丽的容貌 也不由得心神荡漾 但眼下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他连忙打开文书 一一对照 五阴县的县令 不是刘继德吗 这个宋白 又是何学员 咦 刘继德已转为五阴县 文书工作 将县令职位 让给宋白 桃红放下文书 一阵沉思 明帝国的县令 如果自敢不称职 是可以由他人代替的 这看似很荒唐的规定 却让不少达官显贵的子弟 迅思舞弊 得以获得官位 这样说来 倒也不算余智 老爷 这个名叫宋白的县令 今年只有二十岁 谢言美目明亮 睫毛微微颤动 十分柔美 是啊 二十岁的县令 刚上任就杀退反贼 好一个少年了 说谢尔大发雷霆 但他们丝毫不敢懈怠 要知道 白历天冷酷无情 他一旦生气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五阴县那个废物 竟然被一个小县令杀死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给了他魔狼召唤之术吗 白历天强忍着怒火 问道 回首领 他用了 但还是被杀死了 下面穿黑衣的男子 一脸恐惧之色 鼓起勇气回答道 愚蠢 真是个垃圾 白历天眼睛瞪大 浑身肌肉融起 满面疯狂之色 既如此 你还有什么必要活着 跟他一起死吧 还默等黑衣男子反应过来 一针惨绿色铁印 瞬间浮现 旋即将黑衣男子砸成肉泥 在场的所有人浑身颤动 恐惧充斥心头 在白历天身旁的一个女子 见到这等残暴景象 居然吓晕过去 废物 拖出去喂狗 白历天弹弹道 黎萌 你有什么刀剑 他转过身来 望着右手边 一个铁塔般的壮汉 这是他手下一员猛将 也是他 唯一还算看得上眼的人 想必首领 早有想法 属下不敢多言 他不卑不亢道 呵呵 好 白历天面露狠立之色 过几日 那桃红老头 邀请仲宪令 会拒郡首府 商议要诛杀我等白莲教教徒 殊不知 我白莲教当心 大事已定 岂是他这个臭老头 就可以阻挡的 我已暗中派出人手 联络郡府中的教徒 郡首府东门的部房 我也已拿到手 一旦等他们汇聚起来 我当即李应外合 将他们尽数涂落 白历天满脸兴奋 眼中隐隐露出 疯狂之色 李猛点点头 眼前这个首领 虽说喜怒无常 可实力高强 心思深沉 绝对不可小觑 这次的战斗 敌人都是陆陆之辈 不足为虑 倒是那五阴线的县令宋白 却是一个变数 李猛 给你一个机会 你能保证杀他吗 这 李猛想了想 到底没能把话说出来 凭借他四阶初期的战力 面对魔狼时 都不敢保证能全身而退 要他保证杀了宋白 实在是没有底气 无妨 白历天脸上 刀疤微微颤动 露出一个病态的笑容 他仗下张辽 确实是个猛将 但宋白此人 恐怕没有什么实力 若是不能把这宋白的人头拿下 用些别的手段 也未尝不可 杀我的狗 我白历天让你生不如死 这几日 青阳郡相当热闹 不时有县令 带着诸多人马 在指引下 进入郡守府 马蹄声哒哒 敲击着地面 一阵火红色热浪翻腾 眼看就要从远而来 几十个龙穴骑兵 当先开道 后面是小将李延年 身穿白袍 手持长枪 威风凛凛 他和牛二两人 在受到鞭打后 强大的武将血脉 随即注入 因此 两人休整半日后 不但恢复了伤势 实力也达到三阶巅峰 远处一个豺狼人骑马过来 试探着问 来者 可是现代人宋白 话语之间 带着确定的语气 久闻五阴县县令 宋白英俊潇洒 估计就是眼前这位了 果然是面如关玉 名不虚传 但这时 李延年 却一拉马缰绳 侧身躲过 恭敬地迎接 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阁下有何要事 一个淡淡的声音道 豺狼人抬起头 眼中满是震惊 眼前一匹 纯体通红的赤兔骏马 跨坐的少年 英姿雄伟 身披红色披风 手握方天化脊 不时有火焰翻腾 浑身衣袍烈烈作响 吹起他的衣经 他目光平静 却丝毫不谨威视 宋白大人 郡守请您 从东门进入 豺狼人磕磕绊绊说道 哦 有什么讲究吗 郡守陶大人 久闻您英明 特命我引领您 从东门走 那是最尊贵者 才能经过的道路 东门 宋白道 是有所耳闻 听说此处能量满意 一年开启一次 经过者进阶受益匪浅 如此看来 这桃红对他还不错 似乎有拉拢他的意思 可惜 自己注定要让他失望了 莫不作声 调转马头 众将士阵形丝毫不乱 紧紧跟随 东门 由无数黑钥匙建成 两边布置了无数弓弩 守备森严 正中央刻画一个猙獰的恶龙 似乎要挣扎而出 刚经过这里 宋白便感觉一阵触动 仿佛有一丝神魂之力灌入 全身一阵放松 但这股神魂之力很微弱 对他的力量 没有丝毫增益 倒是手下的将士 在接受到这股力量后 几乎都得到了增强 好 眼前的恶龙雕像 被精纯的力量灌入 本来凝固的经脉 被这神魂之力瞬间冲破 他只感觉全身舒畅 浑身充满力量 四阶出击 突破 紧接着 原本猙獰的恶龙石像 瞬间破碎 四周浓郁的神魂之力 也随之消散 豺狼人呆愣愣地看着 感到一阵不妙 桃红大人最珍贵的宝物 就这样破损了 要是报告给大人 这不得直接杀了他 不行 不是自己的错 一定要把事情 全部推到这个小线 令身上 大人 这石像 什么 什么石像 黄瓣大胆咧咧走过去 锯锤的尖刺 不经意间碰到豺狼人的脑袋 豺狼人立刻闭嘴 乖乖引路 放肆 你故意损坏东门 其罪当桌 一个中年人纵马赶来 气急败坏 身后几个县令相随 数千兵马 闹闹哄哄赶来 气势汹汹 豺狼人抬头 眼前这人是长乐献献令马飞 近几年来 身受郡守器重 每年也是他进入东门 吸收神魂之力 但在今年 桃红为了笼络宋白 夺去了他今年 进入东门的机会 这让他愤怒不已 决定随同几个交好的县令 来这里挑衅 让这个矛头小子 知道什么是规矩 这小子什么来头 听说是杀了五鹰献反贼 得到了郡守器重 什么 这么厉害 得了吧 不过是碰巧运气好 遇见的白连贼 太弱而已 此言差也 你看他身后的士兵 纪律言明 训练有素 估计是京城来的浪荡子弟 仲宪令议论纷纷 对眼前的宋白思毫不在乎 看似穿着光鲜 不过是绣花枕头的浪荡子弟而已 杀反贼全靠麾下猛将 自身能力是一点没有 倒是他身后的士兵 却是一等一的精兵 若是能得到 击杀本县的白连交反贼不是问题 何必到这里看人脸色 寻求支援 想到这里 他们的目光中 不由得带着贪婪之色 要是杀了此人 他手下的精兵 定然群龙无首 到时候 马飞同样也抱有这个想法 他随手一招 自己的心腹上 将刘月随即纵马上前 让你将这个宋县令杀了 你有几分把握 他低声道 杀县令 郡守那边可不好解释 你放心 一切由我 马大人既然发话 我杀那小子 犹如砍瓜切菜 好 马飞心里十分宽慰 他大声道 你这小子出入郡府 不时抬举左右招摇 竟然破坏陶大人的宝物 你可知罪 宋白冷冷道 雕像平白破碎 与我并无关系 何故无人清白 哼 马大人德高望重 给你一个台阶下 小子简直不识台阶 别以为杀了几个反贼 就觉得自己行了 一个浪荡子弟 以为自己很有背景 在青阳眷 你什么也不是 周围县令 如同找到了宣泄口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大声怒斥 跟着马飞大人魂 再怎么落魄 也能跟着喝口汤马 张辽等人满面怒涩 手中兵器紧握 只待主公一声令下 便要杀上前去 将他们教训一顿 宋白却眼神平静 面色丝毫不变 这几个县令 表面上带着数千人 似乎很有实力 但他们中最强大者 也不过三阶而已 甚至有些实力弱小的县令 连他手下的精锐士兵 都打不过 简直可笑 马飞却觉得人心所向 有了依仗 俗话说法不则重 这么多县令 都要求抓住着宋白 就连郡守桃红在场 也不好多说什么吧 刚好趁这个机会 将这个小子教训一顿 让桃红那个糟老头子 看清楚 这小子是个什么草包枕头 刘月 捉住那小子 虎背熊腰的刘月 手举长刀 争鸣突然 身为三阶高手的他 丝毫没有感觉到 对面这些人的能量波动 哼 不过是土鸡娃狗 我随手杀败 他心里得意地想 仿佛已经看到 接下来 自己虎入羊群 大杀四方的情景 张文远何在 属下在 张辽答应一声 纵马狂奔 斩尹月挥砍而下 无知小儿竟敢搬门弄服 刘月一声大喝 双手发力 全身汽血之力凝聚 爆发出强大的进风 刘月居然如此恐怖 马飞大人挥下的实力 又增强了 这小子 可怎么抵挡 求饶怕是来不及了吧 能忍住不哭就不错了 马飞满意地点点头 刘月是他手下低远猛将 实力确实不俗 碰 一击过后 一个身影口吐鲜血 狼狈地倒在地上 还默等他起身 斩尹月早已刺破他的喉咙 再有丝毫动静 刘月就得死 什么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宋白到底是什么背景 麾下将领居然如此恐怖 马大人手下第一强者 身经数十战的猛将刘月 竟然连此人一击都抵挡不住 一群酒囊饭带 也敢说 我家主公坏话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张辽性格沉稳 为宋白的谋划着想 并未杀了刘月 但他嘴上不饶人 说出的话不带脏字 却字字诛心 眼前这些县令 在他看来无疑是处 还敢如野狗般狂吠 简直可笑 众县令纷纷低头 脸上浮现出羞愧之色 不敢直视其锋芒 毕竟猛将刘月都不是对手 他们再敢多言 恐怕也是自取其辱 马飞脸色阴沉 恨不得将张辽诛杀 他手中的拳头捏得很死 指甲划破皮肤 点点鲜血一出 却浑然不绝 但他不敢有丝毫言语 很明显 他没有这个实力 没有实力 就只能忍着 郡守大人道 传令兵一声高喝 数十个豺狼人 恭恭敬敬放下轿子 请出一个威严的老头 青阳郡郡守逃红 在整个郡城 也只有他逃红有这份实力 掳掠强强大的豺狼族抬轿子 更别说 他手下的万鱼精兵 更是集聚了数千兽人族奴隶兵 为其效力 怎么回事啊 各位似乎起了冲突 在郡城之中 也想使些手段 于老夫 我亮亮眼吗 他淡淡道 声音中 却透露出一丝愤怒 刚听闻东门 被宋白那小子回去 还没从惋惜的情绪中缓过来 就有人来报 这小子 竟然侮辱众先令 简直无法无天 今天他敢这般作为 明天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还将他这个顶头上司 放在眼里吗 马飞眼前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一路小跑 恭恭敬敬 来到桃红面前 我打不过这个张辽 桃红老头 还管不住他吗 你敢惹我 老子就让你知道 马王也有几只眼 大然 马飞瞬间变脸 眼泪一出 假装悲痛道 我听闻东门宝物被迫 便携同几个好友 一起来问个究竟 谁知这宋白 见到我等 二话不说 直接便是一顿痛打 说话间提起手腕 露出刚才 被自己抓伤的手掌 我麾下猛将 刘月愤愤不平 要讨个公道 无奈他下属不讲道理 自视武力高强 必要置他于死地 若不是您来了 我还不知如何悲惨经历呢 马飞拼命揉着眼睛 瞬间眼眶通红 表情悲痛万分 宋白无法无天 霍乱俊府 是啊大人 还请为我等坐着 此人不杀 不足以服众 县令们见桃红来了 纷纷大声叫嚷 既然得罪了宋白 倒不如得罪到底 借助俊首的势力 直接将其打压到死 老畜生敢啊啊 休要侮辱我家主公 看俺捶报你等狗头 黄瓣等人相当气愤 身居县令高位 竟然也如流氓一般 谎话连篇乌人清白 一时间唾沫星子乱飞 也跟着对骂起来 宋白 可否真有此事 桃红已有淡淡不喜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少年纵容下属 性格莽撞 即使有些本事 恐怕也不堪重用 我并未做出任何事情 反而是这些县令 在马大人的鼓动下 献我于不义 至于刘月 也是在马大人的指使下 肆意攻击我等 我麾下张辽主动迎击 也属正当防卫 并未有丝毫不妥之处 宋白表情淡然 将事情一一道来 桃红屡屡屡须 沉默不语 大人明鉴 马飞有些心急 这老头 要是相信他的话 自己还能有好果子吃 桃红没有理会他 沉音片刻 又道 我再问你 五音县白莲叫反贼 可是你等杀的 自然 那反贼有化身魔狼的手段 实力高强 你又如何取胜 猛将张辽 一刀斩之 他麾下千鱼贼寇 你又如何应对 我有精兵数百 皆可以一当时 宋白直面桃红 丝毫不切 立声道 一时间 郡守桃红 反倒有些弱了气势 哼 小子胡言乱语 那贼寇是大 你怎能抵挡得住 不过取巧罢了 桃红袖手一挥 脸上有些挂不住 这小子竟连我半分薄面都不给 即使他真有精兵 又如何 不会做人 我又如何容得下你 桃红心中暗响 眼前的宋白 也有些失望 还以为这个郡守有什么本事 能身居如此高位 没想到 却如此不堪 如果帝国的高官 都是这种德行 那他的没落 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气数一见 桃红细思片刻 即使这宋白如此娇横 但面对白连叫入侵 眼下也不是翻脸的时候 倒不如遮掩几句 等战争开始的时候 让他挥下人马 做炮灰 消耗对面兵力 想到这里 他倾可两声道 宋大人 此事 我已知晓 这样吧 你给诸位县令大人行个礼 道声歉意 咱们就此做吧 你看如何 我觉得不妥 宋白淡然道 然而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如同惊雷般 在人群中炸响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桃红怒道 手下柴狼兵 当即亮出爪牙 已经给这小子 留足了面子 他怎么还是这样 不识抬卷 我说 我觉得不妥 我 不 道 歉 宋白一字一句说道 他也有些失去耐心 就眼前这些人 最强的也不过是 年老力衰的四阶强者桃红 宋白还不放在眼里 这些县令 哪个不比你年纪长 资历老 你作为一个晚辈 道个歉怎么了 不够资格吗 桃红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担心 杀了这小子后 招惹他身后的势力 恐怕早就出手了 即使如此 他心中的愤怒 也不可遏制 如同火山般 随时都要爆发 年纪小就必须道歉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宋白跨前一步 陈生说道 我宋白今年二十岁 一路来杀海盗 拜恶龙 以一己之力 突进五音线三大恶霸 敢问诸位 可有这般成就 我手下梁将如云 猛士无数 士族各个已一当时 争先孝死 敢问诸位 可有这般实力 治下百姓安居乐业 无不敬服 敢问各位 可有这般作为 这 各个县令们 竟都低下头颅 不敢吭声 不是不给军守大人面子 是因为 他们实在没有这个脸面 敢承认此事啊 就连马飞 也是嘴角一阵如动 说不出什么话来 既然如此 在场的各位 又有什么资格 让我送某人主动道歉 说句不客气的话 而等也配吗 桃红气得浑身发抖 还以为遇到了什么 得力下属 没想到辞子 不但不识抬举 还如此猖狂 他正要出手 东面一阵地动山摇 喊杀声震耳欲聋 怎么回事啊 桃红脸色大变 大事不妙 数万白莲叫反贼 正在攻打东门 一个士族滚落马背 慌张道 与此同时 郡守扶笛火光满天 肆意燃烧的火焰 如同张牙舞爪的怪兽 吞噬一切剑筑 不好了 郡守府失火 桃红大人也被烧死了 隐隐传来人们的呼喊声 顿时 桃红那张老脸更加阴沉 该死 哪个王八蛋造的谣 诸位 随我去东门迎敌 豺狼奴隶军首领狼鳄 前去郡守府救火 桃红威势不减 淡淡扫过众人 内心却在低险 郡守府 还有他的娇妻美妾 无数珍宝 此次火起 也不知道 要遭受多少损失 但不守住城池 他将失去所有 没有人注意到 奉命离去的狼鳄眼中 一傻而是的不屑之情 数万人马乱乱轰轰 跟随桃红而去 但宋白手下的士兵 纹丝不动 等待着他的命令 宋县令 为何不同 我一起共击反贼 桃红急忙到 东门防御之言 在郡城中都是少有的 但这反贼 为何偏偏从东门攻入 再结合今天宋白的所作所为 桃红不由地产生一些怀疑 莫非 这小子是内奸 宋白沉默不语 我家主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是你这昏庸 老儿能说的 黄瓣大咧咧道 哼 白连教反贼 足有六七万之众 将郡城围得如铁筒一般 你纵是通天手段 又如何能逃跑 马飞冷笑道 读什么时候了 还在争吵 快快随我阴爹 桃红可谓是心急如焚 一边是郡城安危 一边是财宝美女 耽误片刻都是损失 走吧 宋白轻声吩咐 七百鱼陷阵死士 六十多名龙血骑兵 立刻转身踏步 阵容丝毫不乱 杀意凛然 这 桃红一时有些愣神 这样训练有素的精兵 都可以和黄城 敬畏军相媲美了 怎么可能出现在 青阳郡这个小地方 哼 东边一声轰鸣响起 震耳欲聋 随后便是无数的 喊杀声与惨叫声 众人脸色大变 这代表着 东门失手 搭搭的马蹄声响起 敲击着土地 地面上的灰尘 也开始震动 冲 背住马匹 面部的伤疤 让他的笑容略显猙獰 奸诈小人 是这等卑鄙手段 真是可笑 有哪位肖将敢出战 将此人斩杀 桃红毫不示弱 末将来也 马飞仗下 猛将刘月纵马出战 他被张辽一招击败 一肚子怒气 忍不住想发泄出来 在他看来 自己足有四阶实力 在这群反贼面前 不说随意纵横 至少也能安全撤离 对面的白连军 李猛持一柄巨朔 同时纵马迎击 碰 两马交错刹那 巨朔如闪电般冲击而去 刘月还没反应过来 便口喷鲜血 被一朔挑死 众人哗然 同为四阶强者 实力差距竟如此悬殊 这贼子着实可恶 谁能抵挡他 我看是刘月实力太差 被张辽一击打败 又被这李猛一朔挑死 猛将之名 恐怕名不复实 白历天还没有出手啊 听说他实力更加恐怖 众县令议论纷纷 都有些惊恐 不由得把目光聚集在桃红身上 希望他能出手斩杀反贼 杀 杀 杀 对面的白连军 肋骨作响 士气大震 桃红脸上殷勤不定 他也是四阶强者 但他以年老力衰 恐怕连这李猛都敌不过 马飞察言观色 大声道 久闻宋白帐下 猛将张辽 武艺高强 何不请张将军出战 桃红眼前一亮 对啊 让这张辽出战 如果赢了此战 自然最好 输了 也能趁机打压宋白这个刺头 一举两得 如此 那就请张将军出战吧 张辽手持斩影乐 好似没有听到命令般 纹丝不动 马飞呵斥道 郡守大人让你出战 为何不动 黄霸等人怒目而视 混账 推下 桃红忍不住骂他一声 眼下正是有求于人的时候 怎么还是这般傲慢 贪官老狗 还打不打了 不如快快投降 献上你的娇妻美妾 让弟兄们享用享用 对面的白莲军放肆挑衅 首领白丽天妈撒下巴 暗道一切竟在掌握之中 桃红放下姿态 低声道 宋大人 还请您帐下将军张辽出战 事成之后 必有重献 见宋白不为所动 他咬咬牙道 为了轻搅白莲教反贼 我桃红做出表率 将十名割击送给老弟 宋白三个白眼 家里还有三个貌美角色等的呢 谁差你这几个胭脂俗粉 五百匹两码 千副铁甲 换我出手一次 宋白比个数目道 龙血骑兵需要扩充 想要发展出 可以正面迎敌的龙血重骑 铁甲也必不可少 该死 这小子胃口可真不小 桃红咬牙切齿 心想等解决白莲教反贼后 再慢慢收拾你 宋老弟性命金贵 可就不必出手了 让你下属张辽来就行 桃红大笑两声 张辽 迎战 宋白干脆道 他可不怕桃红事后翻脸 如果他有这个胆量 自己手下的陷阵死士 和龙血清旗 可不是吃素的 遵命 随着一声低贺 张辽手提斩隐月 纵马冲出 带起呼啸风声 受死 黎蒙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 心下却十分谨慎 他早知道 这张辽是一员虎将 即使凭借自身四阶的实力 也难以取胜 因此 他从刚开始 就没有想要打败此人 反而连连遮挡 尽力拖延时间 碰 长朔穿过空气 呼啸而过 两人的武器死死架在一起 当 片刻后 张辽翻转手腕 奋力挥舞 武器相交间 蹦见出火花 黎蒙闷哼一声 硬生生将口中鲜血强咽下去 心道这张辽是何等修为 居然有如此距离 背后的白丽天见此情景 却丝毫不慌乱 反而露出一抹邪笑 身形如闪电般冲向宋白 救命 眼见白丽天突袭而来 众献令神色惶恐 左右逃窜 而作为目标的宋白却在马背上纹丝不动 无丝毫动容 只是慢慢举起右手 好像根本没打算躲避 这白丽天是想杀宋白 呵呵 正合我意 桃红一脸镇定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手中神魂之力凝聚 准备在这白丽天杀死宋白之后 在其身后 给予沉重一击 白丽天转眼间便冲破空气 急冲而至 脸上已然带着残忍争鸣的神色 死 一尊惨绿色铁印凝聚在手 散发着极强的能量波动 只待一举挥出 能量爆发 瞬间便可将四阶高手一举碾杀 眼见着白丽天手举铁印 满面凶光冲沙而来 宋白只为一皱眉 旋即伸出二指 好似一声 搭脉般轻轻抬起 在白丽天到达之前 以极快的速度挥出 电光石火中 瞬间搭上他的手腕 强大无匹的龙力猛然爆发 啊 片刻后 一声惨叫响起 众人惊愕地发现 原本满含沙翼的四阶强者白丽天 竟然被宋白瞬间捏碎手腕 大声痛呼 一时间 众人呆愣原地 桃红即将出手的动作 尴尬地停在半空 死 白丽天剧痛之下 左手凝成拳头 垂击而去 随即他不管不顾 脚步急转 使出此生最快速度 疯狂向后方急忙退却 打不过 完全不是对手 然而 他也没有了机会 恐怖的沙翼从后方蔓延而至 一只满是鳞片的龙爪 在熊熊爆裂的火焰中 蛮横地抓住他的脖梗 如同抓一个破步娃娃般 随手将他扔在地上 白统领 有何见交 宋白微笑道 然而 他这温和的微笑 在众人眼中 却是如嗜血的魔鬼 一般恐怖 在这一刻 心中最绝望的人 当属黎猛 白丽天原本的计划 是让他暂时缠住张辽 刺激抓住宋白 将其除去 如此一来 只剩下猛将张辽 一介老朽桃红 在他二人合力攻击之下 必定土崩瓦解 身死当场 可没想到 战斗居然结束得如此之快 不过一瞬间 四杰抢着白丽天 就被打成死狗 他此时虎口裂开 浑身再无丝毫力量 而眼前张辽的攻击 却仍如潮水般涌来 仿佛连绵不绝 从无止限 罢了 长叹一声 李猛放弃抵抗 下一瞬间 喉咙便出现一个 动大的可不伤口 不甘地倒在血泊中 数万白连叫 反贼群龙无手 慌忙四处逃窜 原本尖难攻进来的城池 此刻却成了 他们性命的决定 最前面的白甲骑兵 却不为所动 一个青紫色脸庞的 白甲骑兵 跨出马蹄 右手举起长刀挥出 发出一声 低沉乌叶的嘶吼声 杀 吼 宋白一声龙吼 手中方天化解挥出 无边的爆裂火焰 喷溅四周 瞬间引燃无数白甲骑兵 随后 这些骑兵竟然被火焰冲向天空 而后化成一张张纸叠的骑兵形状 被燃烧带进城尘埃 这些骑兵 竟然是只做的 冲 方天化解一指 七百余县阵死士 数十名龙血清旗 组成催垮一切的红色洪流 冲向敌军 死 一个县令满脸汗水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周围的人 也是一片头皮发麻 脸上满是惊骇之意 张辽的勇猛 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因此 纵使他展现出强大武力 众人也只是微微惊讶 可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少年 本以为他不过言语犀利 善于笼络人才 谁能想到 居然还有如此妖孽的实力 是的 妖孽 那如此恐怖的神力 以及突然变化出的龙灵巨爪 实在不是普通人类所能拥有的 桃红眼睛微微一缩 更是有些慌乱 如果他的感觉没有出错 在宋白刚刚出手的时候 空气中竟弥漫着淡淡的火焰龙威 那种如同神灵般的恐怖生物 被无数信徒 如同信奉神灵般跪拜的无上存在 此刻竟然在一个少年身上 出现了相同的气息 或许偶尔有落单的巨龙 被人类强者屠杀 久而久之 人们对所谓的巨龙 也起了淡淡的不懈之心 但只有桃红知道 拥有各种元素属性的巨龙中 只有火龙 才是能成为无敌至尊的存在 只有火龙 才能到达那个传说中的境界 宋大人 他颤声道 嗯 桃大人有什么指示 莫非 是不想付出报酬了 宋白玩弄着火焰 淡淡道 他已经展现出碾压般的实力 如果这个老头不识抬举 自己也只能撕破脸皮了 我怎敢 宋大人放心 此次战斗所获物资与俘虏 尽数属于您 另外 我之前答应的两码和铁甲的数量 全部加倍 桃红信誓淡淡拍着胸口 谗媚的点头哈腰 只是 我这府邸突然掀起大火 还望宋大人救助一二 宋白冷笑一声 一码归一码 你之前的报酬已经付过了 接下来 又该怎么算呢 此言一出 桃红虽然仍低头弯腰 眼睛却在不惊异间 闪过一丝阴沉 他自认为 态度已经卑微到如此地步 料想宋白拥有火元素之力 同时看待上下属的关系上 一定会揽下此事 没想到 宋白根本不给他面子 依旧索取报酬 可恶 实在是不知死活 桃红心中极度愤怒 脸上不动声色 谗笑道 那自然还有报酬奉上 宋白点点头 此时众军 已将白联军彻底击溃 现阵死士 何龙雪 亲戚在张辽等将领的指挥下 居然俘获了 远超几身数倍数量的敌军 大约数千反贼被斩杀 两万多贼寇逃脱 即使如此 现阵死士 还是俘获了接近四万人 这些人中 并不全是残忍试杀的反贼 更多的人 却是被白联叫反贼裹挟 而不得不参战的普通百姓 这么多人力 相对于正在发展的势力而言 是一股极其庞大的收获 但如果管控不好 也是极大的灾祸 一切 全靠宋白自己如何管控 此刻 全身满是烧着伤痕的白丽天 嘴角微微颤动 似乎要说些什么 此人作恶多端 该死 一向奸诈的县令马飞 却突然拔出长剑 似向白丽天 似乎要为民除害 我让你动了吗 宋白淡淡一句话 却让马飞的动作 顿时僵硬起来 马飞 你竟敢对我动手 别忘记 是你放我进来 啊 白丽天话还没说完 龙爪带着炽热的火焰 逃入马飞的胸膛 将他杀死 宋白随意挥了下龙爪 血液瞬间沸腾气化 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血腥气 打开眼前白丽天的属性面板 各项属性都不太高 倒是一个特性 微微吸引到了宋白的注意 这是 减脂成冰之术 拥有此特性者 自动吸收周围魂魄 使用特殊纸张 配以魂魄 灌入神魂之力后 可造就出特殊兵种 指人 其自身实力 受生前魂魄影响 指人 A 特殊兵种 拥有极强的攻击力 受操纵者控制 失控后 自动攻击周围单位 不受精神攻击影响 面对火焰时 防御力负百分之九十 复制 定 检测到该领主击杀四阶强者 同时获得史诗大捷 请选择奖励 定 全能者 特性激活 可选择融合两项奖励 提高奖励等级 是否选择融合 宋白微微凝眉 沉思片刻厚道 融合 最近系统 给予的奖励丰厚 可大抵都是提供一些 强大将领模板 虽说这些将领潜力巨大 可对于现在来说 远远不够 因为那个恐怖的存在 大将军曹 随时都有可能 入侵而来 到那时候 没有自身实力的提升 很难保住已有的势力 定 恭喜获得唯一特性 不死之身 不死之身 获得强大的身体恢复能力 和抗击打能力 无力症20% 该特性共分为九层 随着身体受伤程度 而逐渐提升层数 每提升一层特性 都将极大 提高个人恢复能力 和战斗力 八层不死之身 即可滴血重生 九层不死之身 不死不灭 永世长存 这特性果然强大 不愧是唯一特性 只是 身体受伤 才能提升层数 宋白眼神闪烁 这是要逼他成为一个受虐狂 指人 宋白举起方天画戟 就要将这白丽天击杀 此人是个极大的野心家 同时性格凶狠恶毒 根本留不得 一将圣勇追穷寇 不可孤明学霸王 杀 宋大人 不可 此人勇猛异常 若是为我所用 成为我帐下一员猛将 岂不是皆大欢喜 郡守桃红 贪婪地看着白丽天 试图劝服宋白 将此人招降到自己的麾下 若能得到此人效力 以后面对宋白时 说话也有几分底气 宋白冷笑一声 留着一个仇人的性命 交给你 让他来对付我吗 简直可笑 手中方天画戟 丝毫不停顿 直直刺入白丽天的胸膛 鲜血冒出 原本昏迷的他 猛然睁开眼睛 随后炽热火焰燃烧 将他彻底焚毁 你 桃红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眼下恼怒异常 无奈实力不济 不敢多说一句话 宋白淡淡道 白丽天身 为白莲教一代反贼头领 烧杀抢掠 他虽然身居郡守高位 眼前的宋白 也只不过是县令的身份 但他 还是不敢说出一个不字 实力 一切还是因为实力 掌握龙之血脉 特性的宋白 堪称同阶段无敌 甚至加上 焚月之血 加成下的强大神魂之力 即使是五阶高手 宋白也可一战 这战力堪称恐怖 就算是人族的天之骄子 在宋白面前 也犹如蝼蚁 说话之间 众人已经来到了郡守府邸 熊熊火焰烧灼 原本高耸露云的府邸 如今却被火焰吞噬了大半体积 远远望去 仿若一个 被恶魔拉向深渊的巨人 痛苦无力地挣扎 无数百姓 四处逃窜 有几个平民 不小心碰触到火焰 眨眼间 便被烧成灰烬 焚月之血 宋白脸上凝重 体内的神魂之力 猛然爆发 暂时将一部分火焰遏制住 给百姓们留出逃脱的机会 这似乎 不是普通的火焰 夫君 救我 一声娇弱的哭喊声响起 桃红抬头一看 正是她的娇妻泻炎 这女子此时攀附着一根巨粮 眼看就要被火焰烧灼 漂亮的脸蛋上 划过两道泪痕 让人忍不住 产生爱怜之意 桃红忍不住迈上前去 一蹴火焰直直扑来 几乎要烧灼到她的手上 砰 火焰迅速引燃 瞬间变得庞大 扑向她满是皱纹的老脸 她吓一跳 神魂之力下意识爆发 几乎耗尽全部力量 才将这点点火焰清除干净 这是 地狱炎火 传说这地狱炎火 水土不能湮灭 只有借助神魂之力 才能将其扑灭 是只有恶魔生活的地狱中 才能产生的强大火焰 难道说 在她的府邸中 出现了恶魔 她大惊失色 连忙恳求宋白 宋大人 求您进府邸东侧 将我这诸多年 收藏的宝物搬出 老夫分你一半 她自知没有这个实力 只有请求宋白出手 宋白皱皱眉头 看向仍在呼救的 那个美貌女子 不解道 那可是你的妻子 就这样弃之不顾 任由其身死 桃红看了谢妍一眼 咬咬牙道 为了我珍藏多年的宝物 这女子不要也罢 常言道女人如衣服 老夫就算将其舍弃又如何 此人竟如此很多 众人惊诧地看着她 此人为了些许宝物 竟然连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 都可以弃之不顾 谢妍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她站在烈焰焚烧中的高楼上 高温将一头绣发烧灼 却感到内心一阵凄凉寒冷 绝望 痛苦 世人无情 不如一死而知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面对着恐怖烈焰 似乎毫无顾忌 如闪电般冲入其中 主公 张辽 黄瓣等人当即要跟随宋白 冲进火焰之中 不必跟随我 远远传来一个声音 叮 受到地狱烟火烧灼 不死之身发动 叮 不死之身正在进阶 请领主 在含有地狱烟火的环境中 半个时辰 不死之身将进阶到二层 叮 特性 火元素掌控提升 领主获得地狱烟火 特性 所掌控火焰自动升阶 叮 该领主所掌控火元素 特性提升 自动排斥其他属性 获得特性 火之灵体 火之灵体 火元素伤害正100% 火元素防御正100% 武力属性正30% 影响力正10% 如此强大的特性 宋白心下一阵惊喜 本想冒险一搏 没想到 阴差阳错之间 竟然再次提升了实力 四周仍是烈火熊熊 几个柱子 承受不住烈火侵蚀 发出噼里啪啦的烧灼声 轰然倒下 众人紧张地看着他 生怕主公遇到危险 宋白毫不畏惧 站在原地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心念一动 一轮弯月 带着灼灼烈焰 在半空中出现 随后与柱子相撞 发出轰然爆响声 焚月之血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旋即看到 那个郊躯 微微颤抖的美貌女子 显然 如果没人救他 死女必死无疑 宋白一向以利益为重 看到女子悲凉的模样 也不经心有戚戚然 他自认为 自己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可眼睁睁看着一个 无辜的弱女子葬身火海 当真不忍心 火焰之外 桃红看到 宋白愣神之计 不经急道 宋大人 您不用管他 快去府邸东侧抢救宝物 周围的人 都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甚至原本 讨好他的县令 都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眼中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连自己最亲近之人的性命 都毫不在乎 薄情寡义 实在让人心寒 这样的人 再怎么讨好他 恐怕也会为了利益 被其当作筹码 而毫不犹豫地抛弃 桃红仍然不停地 催促送白 却没有发现 本来对他马首是瞻的县令们 已经有些离心离德 泄言脸上浮 献出一抹悲凉 心中再无挂念 眼看炽热的火焰 就要冲来将他吞噬 下面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姑娘 你若信得过在下 便请跳下来 宋某人定会护你周全 什么 泄言苍白的面庞上 仍挂着泪痕 他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低头看去 一个面如关玉的英俊少年 正焦急地等待着他 姑娘 大可放心 我必能救你出去 人生中最痛苦 最折磨之时 世人冷眼旁观 尽等他葬身火海 万劫不复之时 一个素昧平生的少年 愿意伸出少年的一句承诺 而愤然一跳 不顾生死 宋柏紧盯着那个纵月而下的 娇弱女子 在其下落的片刻间 瞬间变化成龙 万千龙龄包裹皮肤 双手长出龙爪 宋柏变化而成的巨龙 嘶吼一声 将全身燃烧的烈焰收起 轻轻地伸出双手 像保护珍宝一般 小心接起 这个娇弱女子 真的是巨龙 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 众人已隐隐猜测出 宋柏的身份 可当一条遮天蔽日的巨龙 真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还是不免有些震惊 血淹泪中带笑 不管不过 抱住龙爪 就是一阵乱闻 啊 宋柏瞬间恢复原身 感受到怀抱中 好似柔软无苦的娇躯 有些尴尬 姑娘 这里比较危险 你顺着这条路径 便能安全出去 血淹呢 我不 你在哪我跟到哪 你不出去 我也不出去 宋柏哪见过这场面 他有些头痛 下意识看向外面的桃红 只见他疯狂地摆手势 想让宋柏赶快往里探索 去找到他的宝贝 好吧 你自己都不在乎 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无奈道 走吧 姑娘 话还没说完 血淹早已拉起他的手 不管不顾 向火海走去 仿佛他走的 不是吞噬性命的火海 而是通往 美好的新生之路 郡守府邸很大 哪里都有地狱炎火围绕 即使宋柏不惧火焰的侵袭 仍然需要防备 不时出现的倒塌物 避免砸到血淹 血淹咯咯笑 你可是龙族啊 害怕什么呢 这个美妇人 哪有之前恐惧娇弱的模样 反而像个少女般 拉着宋白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好 看来得给你来点刺激的了 宋白嘴角带起一抹邪笑 瞬间化身巨龙 龙爪拢住血淹 往藏宝的东面飞去 啊 血淹发出一声惊叫 呼呼地进风吹过 左右数不清的火焰 在眼前泛起巨浪 但都被一双龙爪 紧紧阻挡 没有让血淹 受到分毫伤害 转眼间 两人来到府邸东侧 宋白微微皱眉 这里火焰燃烧更甚 四面充满了硫磺气息 让他坚如磐石的神魂之力 都起了一丝波动 这场大火 必有蹊跷 宋白暗暗道 前进的脚步也有些谨慎 血淹道 再往前走 就是 桃红的书房 是他平时办理公物的地方 并没有听说 藏着什么宝贝 宋白笑道 这种事情 哪有到处乱说的 那里估计有个密室 是那桃老头 藏东西的地方 说完话想起谢岩的身份 看他一眼 他却并没有什么反应 仿佛桃红 与他毫不相干 好 两人交流之际 一个如猴子般的怪物 呲牙咧嘴 竟从火焰中扑来 宋白右手一握 焚月之血 瞬间发动 由神魂之力 凝聚出的弯月 瞬间刺入眼前 这个怪物体内 轻易将他杀死 到达四街之后 宋白的神魂之力 愈加充沛 再加上 龙族血统在战力上的 强大加持 他此时的实力 面对一般的五街强者 都有很大胜算 下一刻 从倒塌的建筑废墟间 又出现了数个猴子怪物 他们浑身散发火焰 撇开獠牙 发出怪叫 看上去十分可怖 地狱猴魔战士 125 C级兵种 地狱中最常见的生物 贪婪卑劣 邪恶狡猾 战斗力一般 但经常群体行动 轻甲 武器简陋 士气低落 很孱弱的存在 手中火球略意凝聚 随即挥出 几个地狱猴魔 当场死亡 剩下的猴魔叽叽喳喳 惊恐向后退却 走吧 小心 背后忽然传来一声怒吼 一个浑身沾满烈焰的 狼头怪物扑来 宋白好似 没有反应 手臂 却犹如闪电般 迅速抓住他的脖梗 狠狠一捏 这个试图偷袭的怪物 实力很低 还没接近到他身边 就被抓爆驳岗 豺狼人 宋白皱皱眉眸 眼前的这个怪物 虽然面目疯狂扭曲 但依稀能看出面貌 正是桃红派去 救火的豺狼守卫 啪 啪 啪 一阵拍掌声响起 数十个豺狼人 从火焰中走出 他们的毛皮 几乎全部烧焦 但身体中 一股狂暴的力量凝聚 显然实力 有了极大的提升 为首的豺狼人 眼神中 闪着阴冷的目光 是豺狼首领狼鳄 你家主人 请我来抢救财宝 你不帮忙 也就算了 为何在此阻拦 谁敢当豺狼人的主人 狼鳄恨得咬牙切齿 只是一时的屈辱罢了 我们豺狼族 永远伟大 这地狱炎火 就是我放出来的 我们兄弟 耗费数百年生命力 将恶魔召唤出来 就为了让你们这些 肮脏的人类付出代价 宋白道 哦 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奴隶兵 居然敢反噬你的人类主子了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劝你不妨 看一下脸上的奴隶印记 好好想想你的身份 凡是能在明帝国生活的一族 几乎都是被人族 通过战争等手段 捕护而来的奴隶 他们的脸上 几乎都印有奴隶的烙印 好表明 他们卑贱的身份 这种做法 极具侮辱性 但即使遭受到 不少人的反对 这项规定 也在帝国内 继承了数百年 间因为人族 被兽人族奴隶数千年 这期间 无数人族平民 被肆意屠戮 人族传承 几乎断绝 好在圣人初 无数豪杰病起 经过无数反抗 无数死伤 才将兽人族驱逐出境 建立起强大的人族帝国 从此以后 每个进入到帝国中的兽人 脸上都要刻字 身份都是奴隶 这不仅是对兽人族的侮辱 更是对人族同胞的告诫 让人类绝不能忘记 当年的血海深仇 因此 了解过这个世界人族的历史后 宋白同样对兽人族 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兽人族 该死 狼鳄咬牙切齿 在宋白说过这番话之后 力找一挥 竟将带着奴隶印记的半张脸皮 全部划开撕裂 半张脸皮 带着血淋淋的鲜血 看上去万分猙獰 宋白道 即使划去印记 你也还是个奴隶 当了这么久的奴隶 忘记自己 卑贱身份了 不论 你再怎么逃脸 你这一生 都摆脱不了人类奴隶的地位 啊 狼鳄愤怒地嚎叫 宋白 你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宋白迈出一步 身影闪烁 转眼间来到他面前 抓住狼鳄的脖梗 略移用力 龙爪刺破毛皮 无数兽血一出 粘在他的豺狼毛上 你跟我说欺人太甚 狼爪探入头颅 将这豺狼人的满口 利牙生生拔开 让他满口鲜血 肆意喷溅 数万年前 你先祖杀了无数人族 怎么不说欺人太甚 你受人族 每年侵入帝国边境 掳掠女子 烧毁房屋 连婴儿都不放过 你跟我说欺人太甚 数十个豺狼人冲上去 宋白发出一声龙吼 方天化己迅速显化 随手一挥 豺狼人纷纷吐血倒地 宋白还不满足 方天化己猛然插入 豺狼人的经脉中 在他绝望的惨毫中 几间深入 将他一条胳膊 生生撕裂 狼鳄捂住伤口痛苦道 你会后悔的 你们这些畜生 因为清越战争 被帝国抓来当俘虏 不但不敢恩 饶了你们一条狗命 居然还敢肆意妄为 宋白不理他 依旧自顾自地骂道 看看周围这些百姓 多少人 因为这地狱炎 火葬深此地 多少人 因此失去亲人 我宋白发誓 但我活一日 便要让兽人族 永受奴隶之苦 永世不得翻身 旋即 方天化己带着锋芒 凝聚无数气血之力 狠狠一戳 将眼前的狼鳄 彻底打爆 远处 谢言惊讶地看着他 神色莫名 是不是太血腥了 宋白抹去血污 自嘲地笑笑 看着眼前的一片 乱枝残壁 血山火海 想必目睹 这一切的谢言 也会被他残忍暴虐的 行为吓到吧 没想到 谢言不顾他满身血污 飞快扑上来 紧紧抱住宋白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他抽气道 宋白一脸无奈 两只手不知往哪里放 估计眼前这姑娘 也曾因受人入侵而受到伤害 对受人恨之入骨 但搂着自己也不是个事啊 毕竟是别人的夫人 这样亲密的举动 终归不合适 谢言也发觉不妥 两手尴尬地放下 心脏砰砰跳 满面羞红道 其实我和那桃红 至今也没有 好了 咱继续走吧 宋白打断他的话 没有继续听下去 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 跟自己无关 也并不想再多了解 更何况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抓紧时间 搜寻物资 为领地的发展提供助力 如此 才能在接下来的乱世中 生存下来 甚至 争霸一方 好 谢言急忙抹去眼泪 也感觉有些失态 刚才情绪激动之下 差点将自己的秘密说出来 不知怎的 他心下有些黯然 两人劈开阻碍 绕过熊熊燃烧的建筑物 终于到了书房 谢言宁重道 小哥 你得快点了 这里火势太大 书房恐怕很快就要倒塌 宋白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建筑物一旦倒塌 就算他不具火焰 恐怕也找不到 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粉月之血 开 庞大的神魂之力 逐渐凝聚成一轮弯月 在月光的照耀下 周围的恶魔气息 地狱炎火 甚至火焰中 挣扎生存的蝼蚁 都浸在他脑海中浮现 在这 宋白瞬息之间 便发现一个书架 存在异样 他随手轰出一拳 书架瞬间倒塌 露出一个隐秘的通道 快走 宋白连忙拉起泄言 却发现 他正在四周 查看什么 有些分神 宋白的 姑娘 你在干什么 快随我进去 这里很危险 谢言摇摇头 脸上露出 冥思苦想的神情 眼睛微眯 仿佛在感受周围的环境 时间如此紧迫 再说 即使宋白能在火焰中 安然生存 但他毕竟不是恶魔 时间长 还是有损实力根基 因此根本不能多待 走 眼见周围火焰 愈发炽热 宋白再也顾不得什么 男女之房 拉起他就要走 谁想到谢言 忽然睁开他的手 眼前一亮 向西边跑去 这个人在干什么 宋白有些生气 早知道 刚才就应该 把他送出去 现在到好 还得费心费力 去照顾他的安全 一边是即将塌陷的宝藏 一边是眼看就要 被烧死的姑娘 宋白犹豫一下 快速急迟 一把搂住 谢言的千千洗腰 旋即向洞口跑去 宝藏我要 姑娘我也 一声轰响 洞口眼看就要塌陷 电闪雷池间 宋白搂着谢言 猛然冲进洞口 打了一个空洞 这才稍微缓口气 不要闯祸好吗 一句话 我宋某人不想 说第二次 宋白怒气冲冲 心想这女子 真不让人省心 谢言却没说什么 反而从紧握的手中 掏出一枚古朴戒指 摊在手心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 这是 给我的 见谢言兴奋地点点头 宋白忽然有些迟疑 他接过这枚戒指 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 强大神魂之力 即使不看系统提示 也知道 这是个宝物 七星剑 等阶 地阶上品 介绍 天降九星 铸成此剑 拥有者自动获得 储物空间 和特性百邪南青 储物空间 拥有者自动获得 五平方米的储物空间 不可储存活物 百邪南青 此人神魂之力强大 一切想要 入侵他头脑的人 都将被其强大的神魂 撕碎吞噬 储物空间 宋白眼前一亮 如果在战争中 充分利用好这枚戒指 那么小谷部队的后勤 将完全不是问题 甚至可以储存一些毒物 在敌军后方拨洒 甚至能造成更大的伤亡 至于这个 百邪南青的特性 宋白却不觉得 很有用 他身怀巨龙之力 神魂坚固异常 再加上 恶龙雕像带来的神魂洗礼 那么即使没有这个特性 也有足够的自信 防御任何的神魂攻击 这 宋白炫急看向谢妍 他秀美得脸红扑扑的 认真地捂着小脸 满是期待之色 仿佛在等着夸赞的小孩子 宋白叹道 谢姑娘 这次多亏你了 我也不跟您客气 以后有何要事 尽管开口 小哥 您太客气了 谢妍没开眼笑 说话之间 两人已到达这间密室内 只见里面珠光闪烁 金银珠宝不计其数 简直要闪亮人的双眼 珍宝 体内的龙足血脉蠢蠢欲动 宋白内心中 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全都是我的 亮晶晶的东西 谁也不能跟我抢 小哥 你怎么了 快收拾东西啊 谢妍娇柔的双手在他眼前乱晃 宋白这才回过神来 神魂之力涌起 凝聚心神 原来这龙之血脉 特性并不是毫无副作用 在让他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 也不由自主感染了巨龙的特点 贪婪 喜爱财宝 和亮晶晶的东西 甚至是好色 怪不得这段时间都有些纵欲过度 宋白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龙足血统在作祟 这种性格 对于将来的发展来说 也不知是好是坏 现在也来不及细想 宋白急忙抓起身边的晶晶手势 抓紧时间将其塞进七星界中 每得到一个宝物 他就有更多的钱财 去招募士兵 打造装备 势力就更加强大一份 疯狂装晶晶的时候 宋白好像想到了什么 搂起一大捧亮晶晶的晶晶 眼神闪过一丝心痛 旋即全部塞进谢妍的手中 谢妍有些哭笑不得 小哥 不用给我的 他第一次发现 表面上霸气无敌的宋白 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给你你就拿着 宋白更加卖力地 装起晶晶 恨不得将这些宝贝全带走 然而一个巨大的阴影 挡住了光线 带着浓重硫磺味的呼喘声响起 巨影发出一声 震慑人心的咆哮 好 这个怪物头生牛角 身长数十米 面部前凸 鼻息喷涂火焰 如同一个可怖的山羊 羊魔人首领阿萨 武力 557 智力 79 统帅 82 影响力 1389 特性 高阶恶魔血统 由最卑贱的小恶魔血统进化而来的强大特性 蕴含着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 罪恶和战争的血脉 在胸腔流淌 地狱的硫磺气息遍布世界 武力值正100% 智力负15% 影响力正100% 战争时 对面敌人士气武 战斗力负10% 高阶恶魔威压 恶魔召唤术 恶魔契约 地狱火焰掌控 堪比六阶强者的恐怖实力 根本不是普通人类所能拥有的 好 他大吼一声 旋即吐出一口烈焰 其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能量 在半空中产生震荡 比周围的烈焰强度高出十几倍 小心 谢炎不顾自己安危 急忙提醒道 宋白眼神一凝 全身气血之力猛然爆发 瞬间穿梭到谢炎身前 抱起来就跑 这团烈焰蕴含的恐怖能量 别说是谢炎 就连他宋白硬生生去承受 也要身受重伤 哄 烈焰猛然爆炸 四周一阵剧烈震动 无数剑柱倒塌 杀石聚落 沾染到这烈焰后 顷刻间化为乌有 宋白死死捂住谢炎全身 后背迅速转换成龙躯 凝聚成强大的龙灵防御 但面对这烈焰的轰击 简直如同风中破续般脆弱 啊 大片大片金黄的龙血流出 龙躯被轰击大半 即使是强大如宋白 也忍不住一声痛呼 快走 快走 粉月之血凝聚 神魂之力迅速发动 数不清的弯月 瞬间凝聚在一起 将血炎包裹起来 不顾他的苦苦哀求 弯月迅速飞起 将他脱离战场 宋白转身 眼睛死死瞪着眼前的杨恶魔 龙翼伸展 强大的龙威在空气中弥漫 还是不够 远远不够 高阶恶魔血统 是能与成年巨龙争锋的 强大存在 但以宋白现在的属性来看 也只不过 相当于区区出生小龙 远远不是恶魔的对手 出生的婴儿 如何敌得过一个成年男子 区区四阶实力 如何弥补 与六阶强者之间的实力鸿沟 太弱小了 所以 宋白眼神逐渐坚定起来 高阶恶魔血统 复制 明知道 恶魔血统有许多缺陷 也可能与龙族血统发生冲突 产生不知名的一变后果 他还是毫无犹豫地选择复制 因为 只有这一个选择 才能逃脱这次劫难 至于产生的恶劣后果 以后再想 大丈夫当断则断 洋恶魔略有些兴趣地看着眼前的小家伙 一个实力低下的普通人类 是怎样瞬间变化成一个幼年火龙的 这让他有些疑惑 要知道 除了一些一心战斗的狂暴恶魔外 大部分高阶恶魔 几乎都存活了数千年之久 悠久的寿命 既让他们得到了强大实力 同时也有时间得到足够晕博的知识 但眼前 能随意变化种族的小东西 在洋恶魔首领 阿萨漫长的人生中 却是前所未见 是变化术 不对 龙神会将这样强大的力量 给予一个普通人类 洋恶魔首领阿萨 愈发感到好奇 眼前这个小家伙 似乎根本没有逃跑的意思 反而摆动破损的龙翼 在他周围环绕 这是 挑衅我 他举起恶魔伏饼 重重击打在这个幼龙身上 一股佩然之力传来 将宋白击垮在地 小东西 告诉我你的来历 阿萨用艰难的龙语嘶吼道 这种语言玄奥复杂 实在很难说出来 宋白没理他 高阶恶魔血统中 巨大磅礴的力量 正在向他体内灌入 即使他想说出一些废话 作为周旋 也根本开不了口 嗯 眼珠一转 忽然想到个主意 他抛下巨斧 随即抓起眼前的宋白 带着尖刺的可不舌头 夸张伸展 流出恶心的口水 他要用恶魔斗争的原始手段 生吃了宋白 美味啊 如果我吃了你 是不是也有机会 获得这些强大的能力呢 嘎嘎 羊角恶魔 伸出舌头 露出可不得狂笑 吃了你 此时的宋白睫毛 微微颤动 很明显听到了他的话 但恶魔之力 仍在贯注全身 改变着他的身体 万万没想到 这恶魔之力 竟然如此狂暴 即使是在复制能力中 也让他动弹不得 这是宋白万万没想到的 如果他早知道 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么他宁愿拼死一搏 也不会选择 复制能力的这个道路 该死 宋白安安怒道 老子脑壳硬 你要是消化不良 让我活下来 那我宋白无论如何 都要做个孙悟空 在你肚子里 打出个窟窿啊 就在阿萨 要将宋白吞入腹中之际 忽然远远传来一声吼叫 一股黑暗能量凝聚 四周瞬间变得阴暗 就连地狱炎火 都有些摇曳暗淡 怎么回事啊 阿萨放下宋白 眼中露出了警惕之色 宋白暗叹口气 还好没被吃掉 但看到距离复制完成的时间 还有几刻钟 不禁又有些担忧 希望能撑到那个时候吧 狂风大作 满地飞沙走时 不少燃烧着的火焰竟被吹灭 一条庞大的黑龙 煽动龙翼 降落在地 好 阿萨 好久不见 黑龙瞬间化身成一个美丽少女 身姿优雅 面带高傲 强大的龙威 笼罩四周 是黑龙公主 伊丽莎白 宋白眼前一亮 伊丽莎白 你爱干什么 洋恶魔阿萨警惕道 宋白心头一鸣 看来两人还是老相识 不过 关系似乎并不太好 他暗自打开系统面板查看 伊丽莎白此刻已恢复了些许伤势 但也只有四阶的战斗力 同样也不是洋恶魔阿萨的对手 注意安全啊 最危急的时候 就他性命的居然是之前 相互拼死搏杀的黑龙 宋白不禁有些感动 反正我也是龙 如果这次能成功活下来 要不试试 以身相许 宋白这边还在胡思乱想 伊丽莎白那边的气氛却有些凝重 我是来找你谈条件的 阿萨 嗯 是为了这个小子 阿萨表情随意 将宋白单腿拎起来 毫不在意道 你个傻乘 宋白难以挣扎 内心却抑制不住的愤怒 我好歹 也是统领着数万百姓的领主 就让你这样拎着 别让老子活着 否则早晚把你做成羊肉串 正如你所想 我父黑龙之王 要付出代价 赎走他的性命 宋白的身份非常重要 甚至受到了龙神的庇护 伊丽莎白斟酌着措辞 尽力与阿萨周旋 阿萨笑道 你父亲那个蠢蛋 居然都向我低头了 好吧 那你说说 你们可以付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黑龙族的地阶珍宝 你可以挑选一样 伊丽莎白话还未说完 却发现阿萨大张着口 要把宋白送入嘴中 该死 伊丽莎白撕下温和的面目 瞬间变化成黑龙 喷出一口龙戏 她本来就是帝国 骄傲蛮横的小公主 要让她耐心与别人谈判 真是难为死她了 阿萨哈哈大笑 小龙女 要骗你恶魔大眼 再修炼几天吧 就你爹那蠢龙 死了都不会向我低头 我还不知道她 说吧随手一扑 将伊丽莎白撞击到一旁 烟尘四箭 让她十分狼狈 两个小家伙 一块吃了 看看 阿萨试图抓住伊丽莎白 却没想到她瞬间躲避 反口喷出龙溪 将阿萨喷个正着 不过阿萨身为高阶恶魔血统 防御惊人 这次攻击 只是让她的躯体微微焦黑 并没造成太多伤害 你很不错 小龙女 阿萨连着抓了几下 都被伊丽莎白躲过 并且快速还击 体型庞大的恶魔身躯 如今却像个笨猪的罪汉 任由耍弄 阿萨不禁恼怒异常 嘴中念出一串 晦涩深奥的咒语 疏然从空中降落下 数十块熔岩 狠狠向伊丽莎白砸去 地狱熔岩 碰 伊丽莎白还在与阿萨周旋 一个闪避不及 被熔岩砸中龙溪 狠狠地掉落在地 恶魔召唤 又是一阵咒语 周围打开三个地狱之门 走出来数十个小恶魔 满身通红 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滚开 伊丽莎白厌恶地挥出笼爪 将这些小恶魔抓死 然而 阿萨已趁机冲过来 随手一挥 带着震荡的进风 一把将她抓住 是 是 恶魔血脉躁动 暴怒的情绪 在阿萨心中蔓延 她已失去理智 伊丽莎白 忧愿地看着另一边的宋白 真是怕了你了 为了救你这个小灵主 本公主连龙命都搭进去了 然而 刚才毫无反应的宋白 突然睁开明亮的眼睛 神色狡猾 你装死 伊丽莎白愣了一下 随即吼出声 直接让这臭恶魔 把你吃了不好吗 让本公主 也跟着你送死 宋白微笑一下 刚才没状态 实在是动不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救你出去 伊丽莎白没好气到 玩好你自己吧 还救我 你要能救我我救 宋白眼睛一亮 怎么样 伊丽莎白 你要能救我我陪你睡觉 宋白 一言为定 再生个小龙 伊丽莎白翻个白眼 能活下来 给你生十个都行 前几天咋没看出来 你这么能吹呢 两人的对话 吵得阿萨脑子嗡嗡响 他不明白 两个将死的小东西 有什么好说的 抓起两人就往嘴里扯 好 一声吼叫 抓住宋白的右手 瞬间鼓起膨胀 随后一声喷响 阿萨的整个右臂 瞬间炸裂 这是 阿萨将伊丽莎白 随手抛下 暂时扼制住右臂的伤势 脸上阴晴不定 一条恶魔火龙咆哮 龙爪带起的火焰 肆意飞扬 浑身散发着浓重的硫磺气息 同时又具有龙族威压 这是 伊丽莎白瞪大眼睛 这不是宋白吗 他能变成巨龙 居然还能变成恶魔 难道 隐隐间 他似乎已经猜到了宋白的能力 阿萨 则感受到对面这个人身上的强大气势 连连向后退却 手中巨斧 回到手中 相当谨慎 这是一个什么生物 居然感觉到 有恶魔的气息 可是 恶魔中 什么时候出现巨龙 这个种类了 想不明白也就不想 阿萨念出咒语 数百个小恶魔 从地狱之门中冲出 击扎乱叫 举起武器 冲向宋白 阿萨相当谨慎 面对这个 从未见过的物种 他想先试探一下虚实 然而 让他大跌眼镜的情况出现了 对面那条恶魔巨龙 居然也有模有样地 喊出一条咒语 居然偷学我的招式 恶魔召唤 是每个高阶恶魔领主 都能掌握的能力 然而 每个恶魔领主的种族不同 所召唤出来的小恶魔 也就不一样 但眼前这个奇怪生物 召唤出来的小恶魔 居然和他的异模一样 赤裸裸的飘欠 哼 阿萨怒哼一声 旋即又念出一条咒语 看着眼前这个 恶魔火龙 有模有样地跟随念出 阿萨不禁 发出一声嘲笑 念吧 念吧 我看你能召唤出什么来 这是 召唤炎魔的这咒语 是他为自身奴役的 一个强大高阶炎魔 特意设计出来的 即使这个巨龙也会 但他能召唤出什么呢 碰 一个带着火焰的陨石 从天而降 片刻后 从中走出来一个 庞大的熔岩巨人 正是炎魔凯尔 阿萨愤怒道 炎魔凯尔 给我把对面 那个火龙杀掉 凯尔发出一声闷响 如你所愿 我的主人 阿萨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这个冒牌货 什么都没召唤出来 怎么和我斗 然而当浑身烈焰的炎魔凯尔 迈出沉重的步伐 想解决对面的敌人时 却一下愣在原地 因为他听见颂白说 炎魔凯尔 给我把阿萨杀掉 这个也是主人 可是 那边的主人 也在下命令 两个主人 凯尔有些怀疑人生 可恶魔契约上 明明写着 一个主人 可以有多个奴隶 但一个奴隶 只能有一个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 在恶魔契约的限制下 凯尔举起手中 炎魔堆 转身向阿萨锤去 炎魔凯尔 你在干什么 阿萨怒到 眼中带着深深的惊疑 炎魔凯尔脸上 露出深深的无奈 这两个 到底哪个是他的主人 去杀颂白 违背了契约中 不能伤害主人的限定 去杀颂白 也同样不妥 就在此时 一股震慑人心的强大诅咒 在他体内鼓动 不好 炎魔凯尔脸色大变 因为违背了恶魔契约的法则 他即将受到反噬 碰 片刻之后 炎魔的身体 全身鼓动 瞬间爆炸 该死 你竟敢用诡计 杀害我的部下 阿萨愤怒到 高阶恶魔首领的躯体 迅速凝聚出力量 怒吼着冲向宋白 宋白毫不畏惧 一赶方天化己 在半空中出现 纵身抓住 挥舞成风 迎战恶魔 两股强大力量 剧烈碰撞 硫磺硝烟的气息 四处显露 恐怖的恶魔怒声咆哮 一时间飞沙走时 周围的建筑废墟 被破坏一空 伊丽莎白狼狈的躲开 撞进来的残骸 瞬间从黑龙 变成一个娇俏的少女 闪过一边 这宋白 还真是个怪物 伊丽莎白吐槽一声 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当初这宋白 能以凡人之躯 战胜她这个黑龙公主 同样在这里 也没理由 会输给一个区区 高阶阳恶魔 这时 她忽然想到 刚才的对话 脸上不由得 露出一丝潮红 呸 谁要跟你生小龙 本以为是 临死前的胡言乱语 没想到 局势瞬息变化 这句戏言 如今眼看 有了实现的可能 想起宋白 变化成火龙后的 雄伟身影 伊丽莎白 不得不承认 在龙族的审美中 宋白绝对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美男子 正在伊丽莎白 胡思乱想之际 在不远处的阿萨月 感觉战斗愈发吃力 眼前这个恶魔巨龙 不但拥有 和她同样的能力 肉体 还远比她强大许多 受到同样强度的攻击 自己可能会被 轰成重伤 只能狼狈逃走 但这个恶魔巨龙 完全可以凭借 强大的肉身硬炕 不躲不避 阿萨越打越郁闷 刺拉一声响 她一时不注意 方天化己 狠狠划过她的胸口 大片恶魔之血冒出 洒落在地 瞬间腐蚀 阿萨捂住伤口 宋白闷声不吭 火光弥漫 方天化己连连挥舞 这个时候 傻子才会回答敌人的问题 杀死眼前这个敌人 就是对她最好的回答 没套出话来 阿萨显得有些郁闷 随后口中默念咒语 一扇地狱之门 随即浮现 她要逃跑 宋白暗道一声不好 这洋恶魔 阿萨足有五阶十力 一旦让她逃走 后患无穷 如果她仔细思考 一定会参透出自己的能力 到时候不必多做什么 只需要将这个消息 向外散步 自己将吸引 无数对她能力垂涎的敌人 正所谓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几乎无敌的 全能者 特性 注定会受到所有强者的觊规 拥有强大的能力不可怕 但只凭借 区区五阶的实力 还不足以与这个世界的 所有力量相抗衡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阿萨 必须得死 宋白怒吼一声 龙威猛然散步出来 四周弥漫起 强大威压 原本要逃走的阿萨 身体一僵 居然不能迈开步伐 伊丽莎白 一直在关注这场战斗 美目中闪过一丝震惊 宋白的龙威 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 即使是五阶强者 也因此受到影响 甚至他自己 在这龙威的影响之下 也有些不能动弹 这 怎么可能 要知道 龙族作为生物链的顶端 其身体蕴含的威压 天生对大多数低阶血统生物 具有压制效果 但现在 宋白凭借威压 居然能同时震慑 驻伊丽莎白和阿萨 这说明了什么 宋白身体中蕴含的强大血统 远比他二人都要高贵 好 这时 宋白口中凝聚出龙溪 闪电般喷向阿萨 如果仔细分辨 这龙溪中 居然还带有点点残月 焚月之血 这一口龙溪 凝聚了带有神魂之力的焚月之血 同时还带有恶魔 天生掌握的地狱炎火的力量 啊 阿萨被这股龙溪 直接命中 恶魔身躯上出现一个 网口大小的恐怖血洞 他当即惨叫一声 倒地不起 他毫无抵抗之力 挣扎了一下 陈生问道 你 你这是 到底什么能力 宋白扬起方天化脊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在阿萨眼中 却着实恐怖 一个存活数千年的强大生物 即使是残暴的恶魔 在面对死亡时 也会产生不可抑制的恐惧 阿萨道 你不说我也猜到了 能复制别人能力的 强大特性 着实恐怖 但 也并非没有弱点 如果我所料不错 你吸收别人血统的同时 也会受到这种血统的影响 宋白眼中杀一件龙 一几次中 阿萨的胸口 扑扑鲜血流出来 阿萨闷哼一声 但他生命力非常顽强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阿萨继续道 愤怒了 很好 你现在应该是得到了龙族 恶魔血统 贪婪 好色 暴怒的情绪 将在你心中 无限放大 这正是龙族 和恶魔的性格特点 也验证了我心中猜测 造物主是公平的 这个世界 不存在绝对完美的生物 越是强大的血统 越受约束 等到你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而复制血统 你的性格 也将不受自己操控 到时候 阿萨口喷鲜血 冷冷到 到时候你的性格缺陷会更多 以至于彻底取代 你本身的人格 即使拥有强大的力量 又如何 不过是一头愚蠢的野兽而已 就凭你还想争霸天下 可笑 可笑 啊 宋白盈盈有些害怕 随即转化为暴怒 充斥他的头脑 阿萨狂笑 愤怒吧 哈哈 我说的果然没错 伊丽莎白 察觉到不对 上前喊道 宋白 你怎么了 去死吧 宋白不闻不问 全身散发出可怕的威势 一几次去 要终结阿萨的生命 两恶魔阿萨 却眼前一亮 残余的恶魔之力鼓动 瞬间爆炸 恶魔的血肉 四处飞溅 在这之后 一道 带着阿萨面孔的小人虚影 带着鸣笑 一头扑进宋白的脑海中 宋白心中一惊 捂住脑袋 却没有感觉到丝毫异样 叮 该领主斩杀了五阶强者 获得史诗级战利品 请任选其一 一 获得随机史诗级特性 二 成为该领主挥下士兵后 将自动获得阶段强化 系统提示声响起 这么说来 阿萨死了 宋白隐隐觉得不对劲 事情没那么简单 阿萨肯定以某种形式 继续存活着 至于战利品 宋白慎重思索片刻 选择了第二项 强化麾下士兵 再多的特性 宋白也不敢复制了 现在最重要的 反而是提高手下士兵的实力 这时伊丽莎白来到 宋白身边 焦急道 你怎么了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没事 宋白怅然若失 没说什么 反而恢复人生 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紧紧拥抱 怎么会没事 阿萨生 为存活数千年的高阶恶魔 短短时间内 分析出来的信息 正好说出了宋白的担忧 他现在确实变得暴躁 贪婪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在面对未来的敌人时 一旦被抓住弱点 对他来说 将是灭顶之灾 更何况 还有一个洋恶魔阿萨 清洗到他的脑海中 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会爆炸 更是一个危险 伊丽莎白已经 感受到宋白身体中的温热 忽然觉得 眼前这个战力恐怖的强大领主 此刻却像一个孩子般无助 不怕不怕 有我在呢 他喃喃道 四十四张那里 少上传了一个章节 直接隔过去了 刚改回来呜呜 信号信号 兄弟蒙加油冲冲冲 轰 轰 轰 辅底废墟中 战斗的轰响不绝于耳 张辽 黄瓣等人脸上 不禁露出焦急之色 但这地狱炎火 非常强大 用尽神魂之力 也只能抵挡片刻 他们根本没办法 进去帮助宋白 哎 主公怎么还不出来 老子急得要死 黄瓣耍完着手中双锤 略有些焦急道 刚才伊丽莎白公主 已经进去帮忙了 再加上主公的实力 在明帝国皇宫 都可来回纵横 可为何现在还没回来 郡守桃红左右走动 心里骂骂咧咧 宋白这小子 怎么还没出来 老子的宝物 还能剩下多少 想归想 他却不敢说出口 宋白的下属 还在这里 要是说错什么话 这些愣头青 可真敢打他 一个县令忽然惊呼 大人快看 您夫人回来了 夫人 桃红心中一惊 连忙看去 只见一个 由无数弯跃组成的护照 摇摇晃晃飞来 而那护照之中 赫然便是他的娇妻谢岩 片刻之后 脸色苍白的谢岩 稳稳落到地面 护照当即融化 无数神魂之力 随之消散 桃红连忙抓住他的手腕 立声道 你怎么出来了 宋白那小子呢 我的宝物呢 他说话声音非常大 周围的人都吓一跳 谢岩扯开手 被桃红抓到的地方 一片青子 他却毫不在意 连忙扑到张辽等人的身前 气声道 你家主公大事不妙 快救救他 张辽也是一惊 问清楚情况后 叹道 姑娘不必担心 主公仗下的伊丽莎白公主 已经前去救援了 说吧 按探一声 他们实力低微 连进入其中都做不到 更别说帮助主公了 一时之间 众人提高实力的心思 顿时变得强烈起来 什么时候 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 为主公提供助力 这时 桃红突然赶过来 一把抓住谢岩 立声道 一向温柔的谢岩 此时却对桃红产生厌恶 他冷冷道 说我见人 那你滥杀无辜 徒人满门的时候 又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 众县令连连后退 目光中都有些惊惧 这郡守桃红表面上与人为善 私底下却是个杀人狂魔 被谢岩拆穿了面目 桃红却仍然面不改色 他道 任你说三道四 可别忘记了 你是我花重金买来的妾室 也是我 让你坐到了郡守夫人的位子 谢岩柳梅倒树 谁稀罕你这个郡守夫人 你故意给我父亲下毒 借我黄金 加上重礼 逼迫我卖身于你 这般不要脸 你也好意思说 他狠狠地将袖子撕开 道 从今以后 你我恩断义绝 永无相见之日 桃红冷声道 是不是宋白那小子 告诉你的 哼 怪不得他要进去寻宝 原来你们俩 早在暗中苟且 张辽上前一步 怒道 桃郡守 请注意你的言辞 休要侮辱我家主公 桃红抬头一看 数千精兵 几名四阶强者 正面带怒涩 仿佛他再多说一句 便要拼死来战 他心下暗恨 宋白这小子有什么好 值得你们这般追随 脸上却堆着笑容 对不起诸位 是我失言了 说爸猛然出手 随手一击 朝谢岩的脸上 打了一巴掌 李延年怒声道 你干什么 桃红冷笑 我教训我家夫人 管你屁事 李延年一时语色 你强出头什么 可是他和主公李延年极道 他和主公有什么关系 你可不要误回主公的轻欲 黄伴立声道 对于他们来说 主公永远排在第一位 至于这女子受到什么伤害 跟他们毫不相干 这时桃红很声道 贱人 你老实告诉我 你现在是不是失身了 那又如何 你自己没有能力 就别怪我与他人欢好 什么 此言一出 周围的众人都面面相去 贵为郡守的桃红大人 郡 不行了 一时之间 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即使是如此高贵的人物 一旦在公共场合 传出他无能的事情 也会变得毫无权威可言 此时的谢言 已是泪流满脸 他很明白自己 说出这句话的意义 从此以后 自己将会被贴上 红杏出墙的标签 不论他有没有做出 不知廉耻的事情 也没有人会愿意与他婚配 更别说那个身份高贵 长相英俊的少年 好胆 桃红的老脸通红 恨得咬牙切齿 这种事情 一旦传播开来 根本就解释不清 眼前这个贱人 胆敢将这种事情 都说出来 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他单手凝聚出 强大的力量 旋即向谢言 狠狠甩去 四阶高手的强力一击 一旦打到一个 弱女子身上 顷刻间 便可取他性命 谢言呆呆地站在原地 群沙划过他 满是泪水的苍白面旁 面对这四阶高手的 强大一击 明知是死 也没有丝毫 要躲开的意思 啪 因为挨着一巴掌的人 不是谢言 而是桃红 郡守桃红脸上一个 清晰的巴掌印 老脸透红 捂着半边脸 眼中满是怒火 不知何时 宋白和伊丽莎白 从天而降 英气凛然 宋白 你敢打我 桃红怒道 手中的气血之力凝聚 可又迟迟没有动手 眼前的两人 散发出一股 射人的恐怖气息 让他感到好似 被什么恐怖怪物 盯上了一样 下意识不敢还击 打你又如何 你身为郡守 却连一个小小的 弱女子都不放过 你不该打吗 眼前的宋白 面色冷酷 身后重将领 齐齐跟来 仿佛只要说个不字 当即就要翻脸 宋白 谢言翘脸上 满是泪水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每次即将 面对死亡的时候 都有一个少年 带着耀眼光芒 将他拉出深渊 宋白笑道 谢姑娘 不必如此难过 我宋某人 虽然一无是处 还总被羊恶魔 什么的吊着打 但也会竭尽所能 情不自禁拉住他的手 再三安慰 放肆 桃红彻底愤怒了 狗男女胆敢如此 啪 又一个巴掌 清脆响亮 宋白出手干脆 毫不拖泥带水 数字干尔 桃红气得胡子发抖 气血之力凝聚 翻手便要还击 却转眼间 被宋白抓住手腕 咔嚓一声 他顿时发出 杀猪般的嚎叫 宋白冷冷道 老畜生 还有什么话说 桃红捂着手腕 眼神中 闪着阴毒的目光 恨道 不敢 啪 又一个巴掌挥过来 你为什么还打我 桃红瞪着眼睛 愤怒中还有些疑惑 吴氏 看你不爽 宋白戏血道 桃红无话可说 只能把头扭到一边 不让宋白看到 周围的县令 都有些尴尬的摸摸鼻子 身为俊手 被区区一个小县 令打成这样 也是绝无仅有了 宋白也觉得 这样做似乎不太好 他扶起桃红 笑道 也是小弟冲动啊 桃大哥没事吧 桃红脸不抽搐 这小子打完脸就道歉 不会是害怕 老子受报复吧 哼 怎么可能 老子绝不原谅 他恨恨地想 既然桃大人无事 就请把之前 宇诺过的物资付给我 我等着不劳烦桃大人了 桃红咬牙切齿道 好啊 打了老子的脸 就想跑 哪有这样的好事 什么 话音未落 他忽然发现 有些不对劲 物资 什么物资 一千匹两码 两千副铠甲 怎么 桃大人莫非想来账吗 说话间 宋白的手腕 带起一抹火焰 红光悠悠 让人神魂不定 该死 怎么又开始生气了 宋白隐隐感觉到 恶魔血脉 正在隐隐躁动 情绪眼看就要失控 喂 大哥 这只是一件小事啊 宋白试图阻止 自身的情绪失控 而在外人看来 他的面部愈发扭曲 眼看就要暴怒而起 此时的桃红心中 愤愤不平 满腔怒火 抢了我的妻子 打了我的脸 还想象我要物资 没有 杀了我都没有 桃红咬牙切齿 脸色铁青 他没有注意到 原本尽力控制情绪的宋白 眼看就要失控了 右手顺时 尝出龙铃 散布火焰 一条龙臂 出现在众人眼中 随后 龙臂击射而出 一把抓住桃红 龙爪逐渐收紧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有没有物资 该死 他真敢下死守 桃红满脸不敢置信 这小子疯了吗 杀了朝廷命官 将会受到整个明帝国的追捕 这小子 没有想过后果吗 他一定是故弄玄虚 不敢杀我 一定是 这时 龙爪逐渐收紧 点点血迹显露 桃红用力拍打龙爪 但没有丝毫作用 你敢杀我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桃红还在威胁 但这时他才发现 宋白的眼神 已经是一片血红 眼中杀意沸腾 这小子真敢杀人 桃红猛然醒悟 别杀我 别杀我 我再也不敢了 物资都给你 他被挤压的嗓子里 发出求饶声 在声带挤压后 显得格外凄苦 然而已经晚了 宋白的脸上带着凝笑 恶魔之血沸腾 彻底控制了他的情绪 主公 大人 众人脸色大惊 连忙上去阻拦 桃红即使被打了一顿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顶多担心他事后的报复 但如果杀了桃红 事情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杀人诛心 一个郡守统领数十个县 百万平民 堪称地方大力 这样的人物 一旦被杀 足以让地方动荡 简直就是 在打明帝国的脸 到时候 明帝国神威天将 大军压境 试问谁能挡住 你没敢阻拦我 宋白转身冷冷道 身后 桃红捂着脖梗 双腿猛登 正在徒劳挣扎 张辽上前 沉声道 主公 这桃红虽然可恶 然而一旦被杀 我等定会受到明帝国的攻击 凭借我们目前的实力 还远远无力抵挡 不如先放过此人 慢慢蚕食周边 发展势力 徐徐徒之 什么 徐徐徒之 莫非 这宋白等人想造反 仲仙令都有些惊恶 但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 好像也很有道理 然而 咔棒 一声骨头脆响 心臭的鲜血 从龙爪中溢出 桃红头一歪 已然是没了声息 统领青阳郡 数十年的郡守大人桃红 就此生死 宋白真敢杀人 张辽皱着眉头 死死盯着宋白道 主公 一旦杀了此人 必将大祸临头 主公为何 他的话没说完 显然是等待宋白的回应 身为宋白的将领 他的忠心无庸置疑 但即使是下属 他也想要一个解释 为什么要杀掉桃红 这绝不应该 是一个理智的主公 应该做的 隐隐间 他觉得眼前的主公 有些陌生 似乎像一个恶魔 你说得不错 但是我现在心情不好 黄霸 你说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干什么 宋白随意道 黄霸咧嘴笑道 我会杀人 对于他来说 能让主公开心的话 才是最正确的 不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想杀人 张文远 不必再问了 你去封存郡守府库 此事日后再说 宋白此时已经恢复了理智 他的声音略有些疲惫 张辽明显感到有些异样 但也没说什么 双手抱拳 便下去安排相关事务 一众县令 见到郡守身死 纷纷恐惧不已 全身颤抖 宋白叹道 你等今晚留宿此地 先退下吧 县令们听到这句话 如释重负 赶快离开 好像要躲避一个洪水猛兽 伊丽莎白拍拍宋白的胳膊 问道 怎么回事 你刚才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宋白叹息一声 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 伊丽莎白听完笑道 我早该想到的 你有这个本事 那岂不是 分分钟天下无敌 宋白苦笑道 哪有这种好事 你也见到了 富之来的血统 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情绪 再这样下去 恐怕我真成一头野兽了 那倒是不至于 你就算变成野兽 长得也挺帅啊 再说了 你还要跟我生小龙呢 伊丽莎白把白皙的右手 搭在他肩上 妹笑道 如何 咱俩生十几个小龙 回去跟我统一黑龙帝国 当龙王也行啊 宋白摇摇头道 你可别埋态我了 你父亲还活着呢 我哪敢冒犯呢 这下轮到伊丽莎白苦笑了 也只是 表面看来风光罢了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难处 谁又说得清呢 宋白心念一动 正待要问 远处忽然泛起一阵波澜 眼前似针非针 冷风吹过 他不禁打个寒颤 怎么回事 他忽然感觉不到力量了 没有龙族血统 没有恶魔之力 甚至全身的强大气血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转头一看 伊丽莎白也不见了身影 他去哪了 大概是 回家了吧 想到这 宋白朦胧中仿佛有个念头 我也要回家 天干物燥 小心火灼 大鬼小鬼拍拍走 平安无事了 从东面来了两个人 点着灯笼 穿着一黑一白 脸部灰瘦 面部表情 身后还跟着 数个低头大脑的人 看着那个灯笼 宋白忽然感觉 相当寒冷 止不住 想要走过去 站在余光中感受温满 白衣人注意到他 亚然道 你是什么鬼 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 我是 呸 我是五音线的线链 你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郡城 晚上要宵禁吗 怎么还敢出来晃药 这下把两人问梦了 黑衣人打开一本 黑色布子 查看后奇怪道 当真离奇 这布子上没有你的名字 难道他今日不该死吗 快看看生人布子 白衣人道 生人布也没有 哎 奇怪啊奇怪 不在五行 偏有龙族因果 与恶魔也有牵连 黑衣人震惊地抬头 看向宋白 南南道 我二人当差数千年 皇帝老儿也不知勾走多少个 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个艺术 快走吧 快走吧 是个孤魂野鬼 咱们沾染上 因果就不好了 白衣人催促道 眼看他俩神神叨叨 越走越远 后面还跟着数十个行事般的人 宋白全身寒冷 也没了跟随而去的心思 张辽 牛二 李延年 谢妍 伊丽莎白 明天死的人可真多呀 是啊是啊 赶紧早走 得空还有时间赶过来 张辽 牛二 宋白心里不停想 这两个名字 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忽然间脸色大变 站住 他怒道 然而 那两人不闻不问 依然向前走 身影幻化 眼看就要消失 我让你们站住 没听见吗 宋白急了 身体像闪电般窜过去 手中力量凝聚 下意识抓住了什么 下一刻 他好像要抓住什么似的 一抹火红出现在手中 几间闪过一抹锋芒 碰 碰 碰 黑白二人背后 仿佛长了眼 一阵冷风过后 当即抽出白桑棒环击 他二人怒道 连我黑白二鬼都敢打 呃 鬼胆子不小 宋白仿佛没听见 手中方天化气挥舞 火红色烈焰逐渐燃起 为这阴冷中添了一抹亮色 黑白二鬼浑身猛然震战 还莫等反应过来 便被轰飞树米远 火焰迅速将其全身笼罩 若不是白一鬼念出 咒语止住火焰 恐怕两人都要被活活烧死 黑一鬼怒道 你知道我二人是什么身份吗 若再不知死活 妨碍公务 恐怕阎王难受 宋白倒被这句话气笑了 我连你们顶头上次都杀了 你说我什么身份 什么 雅思被杀了 黑一鬼脸色大变 难道你 你是 这句话一出口 黑一鬼全身黑气 几乎要消散 身体余缕 好似已支撑不住身体 白一鬼连忙扶住他 一道白气打入体内 急到 且住 他一个凡人之躯 怎么可能杀得了阎罗王 你以为他手拿一把方天化解 就是当年的战神了吗 这人多半怕我等 在阎罗王面前告状 拿取他的杨兽 黑一鬼听了这话 渐渐稳住身形 眼神中流露出怨恨 刚才消散的一团黑气 让他损失数百年修为 实在是奇耻大辱 宋白呵呵一笑 还不相信 我说的话 你们以为 那反贼白立天是谁杀的 话语之间 没有提及桃红 白立天 黑一白二鬼 相对一看 忍不住把目光 放在了后面的一个身影上 那人 渐渐抬起头来 脸上 带着一道刀疤 蔓延到嘴角 看上去 极为恐怖凶力 正是白立天 而另一边 一个五六十岁 身着华丽的老头 也慢慢扬起头颅 却是之前 被宋白亲手杀死桃红 两人看向宋白 眼神变得极为阴辣狠毒 原本略有些暗淡的魂魄 竟然在短短时间内 快速凝聚 随后低吼一声 奇奇冲向宋白 这 黄泉路上成立鬼 到底是多么大的怨恨 才将二人逼到如此地步 白一鬼凝重道 立鬼一出 最低阶 都是五阶十力 已经不是我等 能控制的了 黑一鬼看上去 相当恐慌 他本来还想报复宋白 可这立鬼一出 顿时心思全无 转身拿出两条铁锁 随手抛出 那铁锁竟像活物般 扑向桃红二鬼 但接下来 这二鬼居然迅速膨胀变大 原本束缚着他们的铁锁 居然被渐渐显露出裂痕 砰 一声炸裂声响 铁锁终于断裂 黑白二鬼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喃喃道 完了 紧接着 桃红二鬼亮出力找 獠牙外露 怒吼着向宋白奔去 他们脚步沉重 视若奔雷 还好在场中没有凡人 若不然 不知多少人 要被骑吓死 怎么可能 你们没死 宋白有些讶异 这二人 都是被他亲手杀死的 如今 怎么又复活了 他此时神魂不清 一思考问题 便要头痛 索性不去想 好啊 没想到 你们还活着 我宋白能杀你们一次 自然能杀你们第二次 起来 一声呼啸 方天化己 顺势到他手中 燃起明亮炽热的火焰 敢面对黄泉恶鬼 真是不知死活 他刚还想要对宋白 按下杀手 现在恨不得抽自己的脸 多见啊 连那种狠人都敢碰一碰 你这几千年修为 是活到狗身上吗 我怎么知道 你要想了解了解 何不找那叫 宋白的妖孽问问 白衣鬼语气镇定 逃跑的步伐 却丝毫不停 不能慌 一定不能慌 不就是一个凡简小县长吗 只要我跑得快 他就追不上我 两位 别来无恙啊 一声悠悠的声音传来 宋白把玩着方天化己 看着他二人 眼神中却是快要压抑不住的怒火 我错了 我错了 黑衣鬼赶忙扑倒地上痛哭流涕 心中满是恐惧 我二鬼并未招惹你 你追着我俩砍就算了 结果生气的还是你 这到哪手里去啊 他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却好似发现了什么 转头一看 白衣鬼相当镇定 站在原地沉默不语 大哥 你怎么不怪 腿 软了 死 面对二鬼的苦苦哀求 宋白丝毫不为所动 方天化己划过半空 眼看就要取走两人的性命 唉 一声悠悠的叹息 方天化己陡然停下 几肩停在黑衣鬼的喉前 他眼睛瞪得很大 动也不敢动 生怕宋白屠下杀手 宋白这时却没理会他 反而收起武器 慎重地 看向不远处的街边 冷清的街道上 满是落叶 一道冷凉的月光照过 一个身材矮小 面貌丑陋的老人 手指扫帚 轻缓地拂过地面 就是他的一声叹息 将宋白全身的暴虐之气 尽数散去 甚至连原本躁动的恶魔之血 也在此刻彻底安静下来 奇人 此人必定非比寻常 此时神念回转 宋白只觉头脑清醒 又想起近日情绪上的种种波动 不由得起了一身冷汗 没想到随意复制特性的弊端这么多 刚开始复制龙之血脉的时候 还没有发觉 但复制了恶魔之血后 情绪已经不受自己左右 做出的每一次决定 都让自己滑向深渊 先生救我 宋白急忙上前道 老人抬起微眯的眼皮 宋白这才发现 这老人脸上满是皱纹 勾壳之间深不可测 仿佛下一刻就要老死 他叹息一声 艰难道 我有什么可救你的 不过是同为伦落人 相互照拂罢了 这话说得很飘渺 宋白您没苦想 也没想出来是什么意思 这时 黑白二鬼赶忙跪下来 哭诉道 阎罗王救我 宋白一惊 你就是阎罗王 掌管人间生死 哪是什么阎罗王 老人摇摇头 叫老朽李明道便是 得到了地方阎罗的硬性 以此照拂黄泉路 保护魂魄 少受点折磨罢了 既然见面了 老朽导有一事相求 您请讲 宋白恭敬道 眼前这个老人 虽然其貌不扬 可一声叹息 便将压制住了恶魔之血 即使实力不济 也同样能赢得尊重 我收的这两个小鬼 分别叫做旺财和来福 已经跟随我数千年了 李明道缓缓道 宋白脸不抽搐 这李明道 虽然实力强大 可在启明这一方面 着实不太在行啊 他二人纵是顽劣 与我也有多年的交情 如今我大现将至 魂魄转眼就要消散 便想在这二鬼中 选择异鬼成为此间 下代阎罗 不知大人可否放过他二人 说话间 李明道已然提起袖子 鞠躬行礼 宋白连忙过去扶起他 苦笑一声道 您救了我 这些小事何足挂齿 不过 我倒是想问问 二位兄弟为何说 我属下明日便要生死 旺财 来扶二鬼对视一眼 跪下道 那大将军曹青 听问您杀了他父亲 便叫其手下将领 夏侯霸前来讨伐您 听说那夏侯霸 是为五阶巅峰高手 属下四阶高手 更是数不胜数 其挥下精兵虎狼旗 天下无敌 我二人妄自揣测 宋大人您 您可能抵挡不住 二人咬咬牙 将事情原委说出来 宋白略一沉思 觉得这确实是个 不大不小的麻烦 不过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自从复制了 恶魔之血后 他已经成为了五阶高手 再加上自己身上的 众多底牌 战胜那夏侯霸 应该不是问题 不过 光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 真正能决定战场局势的 还是得看手下的士兵 不如问问这个李明道 宋白心头 忽然升起这个想法 那夏侯霸 虽然有五阶巅峰的实力 却是个有勇无谋的猛夫 相信宋白大人挥手之间 便能将其击败 宋白还没开口 李明道早已笑呵呵地 堵住了他 接下来要说的话 真是个老狐狸 宋白有点郁闷 我军这次俘获了 数万白莲教反贼 但俘虏人多 难以管控 加之敌军来袭 实在毫无办法 请问李前辈 我该如何是好 宋白不甘心 又想出一个问题 询问道 李明道放下扫帚 胆去身上的灰尘 但笑道 此事太容易了 数百年前 我俘获了百名幽魂 但当时实力低下 体内的神魂之力 只能连续击杀十个幽魂 若他们当时一拥而上 我必死无疑 敢问宋大人 当时我该如何做 才能化险为夷 李明道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反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只有杀十个幽魂的实力 如何面对百个幽魂 这与自己现在遇到的情况 何其相似 此时 他俘获有数万白莲教反贼 却只有一千左右的战士 如何管控他们 宋白不禁陷入沉思 片刻之后 宋白仍在思索 李明道满含微笑的脸上 不禁流露出一丝失望 旺财 来福也在苦苦思考 对他们来说 如果他们有人能答对这个问题 在继承阎罗王的竞争中 也会更有利 但此时 宋白骤起的眉毛忽然伸展 用十分神魂之力 管控百个幽魂 不如用九分的力量 去管控九十九个幽魂 他细思片刻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剩下的九十九个呢 旺财不禁问道 杀鸡警侯 杀了第一个暴动的幽魂 剩下那九十九个 还敢动吗 宋白微笑道 李明道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宋大人果然才智非常 我料想您心中已经有了管控俘虏的方法 旺财来福脸上一脸哭丧 这什么人啊 打也打不过 连聪明才智都比不上他 枉费我们活了数千年 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答案都想不出来呢 但他们只看到答案简单 却从没想过 即使通天大道就在眼前 如果没迈出第一步 他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山 李明道点点头 宋白大人 这做法虽然有用 然而终究只能利用一时 只有安抚人心 使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才是稳固发展的长久之计啊 宋白微笑道 我还是笨了点 远不如前辈深思熟虑 恳求前辈屈尊当的军师 为这万千贫苦百姓谋求一个安稳 岂不是更好 说话之间 招揽李明道的意思已经相当明显了 眼下宋白的势力 有强大的五阶强者 有能带兵打仗的将领 有作战经验丰富的特殊兵种 却独独缺少一个能够料事如神的军师 李明道叹息一声 宋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我实在是寿命已尽 活过这两天 估计都有些困难 没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 宋白不甘心道 对他来说 看着一个能够辅助他 走上霸业的绝世人才 就这样白白死去 当真是一种遗憾 李明道感叹道 哪有什么办法 百年前我就该死去了 谁知当时我的一个友人 竟在意外之间获得了黄泉遗珠 他又精通指人成兵之术 才勉强救我一条性命 可惜啊可惜 他在七年前已离开人世 我又寻谁来救我 说话间 李明道扯开衣袖 原本如枯树皮斑的皮肤 竟瞬间变化 成了白森森的白纸 想那黄泉恶鬼 须生前有万般怨恨 死后受到强大力量的刺激 才能化身而成 这恶鬼出生难得 诞生时足有五界的强大实力 黄泉遗珠 绝不是普通人能得到的 那指人成兵之术 是白莲教最为珍贵的超凡秘术 如不是其核心成员 也绝对没资格沾染 我寻求这两样东西数年 用尽种种 一直未有线索 罢了罢了 何该我寿命该尽 死期将至 宋白听完他的话语 脸上却流露出怪异之色 似乎是想笑 却又努力憋着 李明道皱眉道 宋白小友 敢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话语之间已有些不满 毕竟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自己将内心话全部倾诉出来 这宋白不安慰也就罢了 却反而有嘲笑的意思 我并无冒犯之意 只是李前辈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有 什么 李明道丢下了手中扫帚 随即化成一把扶尘掉落在地 他却浑然不觉 他一脸震惊道 你 你当真有 李明道如此失态 有些超乎宋白的意料 但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越有智慧的人 在面对生死时 越容易产生恐惧 如今李明道苦求数年的严寿之法 就在眼前 怎能不激动 宋白笑道 我在遇见这两位老弟的时候 刚好碰见了两个黄泉恶鬼 顺手斩杀了 得到两颗珠子 也不知是不是前辈需要的东西 在手中展开 看上去亮晶晶的 李明道捏起一颗珠子 手指微微发颤 没错 这 这确实是黄泉移珠 那指人成兵之法 他的语气强烈 带着深深的渴望 宋白没说话 随手拿出一张白纸 神魂之力刻印其中 瞬息之间发动指人造兵之术 一个张牙舞爪的猴魔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正是他之前杀死过的低阶恶魔 死后的魂魄 被宋白吸收入体内 因为他的实力低下 所以将其召唤出来 并未消耗太多神魂之力 李明道见了这场景 心想保住性命 估计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了 他不禁感叹道 宋大人不但是文武全才 这幅员也是相当深厚 宋白笑笑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没有这么简单 李明道严肃到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所谓法财履地 四者缺一不可 宋大人身居四样 腾龙而起 指日可待 那 宋白说话停下来 意犹所指 主公就有于生死之中 我李明道 甘愿为主公奉献一切 无怨无悔 李明道连忙恭恭敬敬地 跪地磕头 他是个聪明人 因此心里很清楚 眼前这个风度偏偏的 家公子宋白 不但实力强大 气韵也相当强盛 绝对是有能力 问鼎天下的风云人物 再加上宋白救了他 两人也算是结下了缘分 投靠此人 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旺财来扶两鬼 看到他们的主人都跪下了 也颤颤兢兢 跟着跪下来了 他们心中着实有些慌张 刚刚得罪这个宋白 也不知道事后 他会如何处罚自己 宋白看出两鬼的慌乱 微微一笑 将他们扶起来 哦 之前的事情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你们既已经归属于我 往事就既往不救了 两个鬼脸上显露出喜色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竟然是个胸襟宽阔的主公 当真值得追随 李明道却有些忧虑 主公 你的天赋虽然强大 可对您的影响着实很大 今后还请谨慎使用 宋白心中一惊 这个李明道果然有些手段 竟然在短短时间内 就推断出了他的能力 甚至他能力产生的弊端 想到这里 宋白忍不住打开了他的属性栏 李明道 属性 略 特性 略 怎么回事 宋白眼中浮现一抹震惊之色 自从他获得这个强大特性后 还是第一次看不到别人的属性栏 这李明道究竟是什么实力 李明道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笑道 主公 我也没有那么厉害 不过是拥有一些特殊手段 暂可遮挡天机 另外 主公这特性虽然有些弊端 不过如果遇到了强大能力 大可复制便是我自由解决的方法 只不过主公还需注意 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复制特性了 复制过多还是会有影响的 什么 有解决的方法 宋白大喜过望 他这一段时间最为烦恼的 便是如何解决全能者特性的弊端 如今李明道竟然说他有方法 如何能不让人惊喜 李明道轻轻点头 主公既然拥有两颗黄泉遗珠 除去一颗留给老朽续命外 另一颗足以作为承载情绪的容器 将恶魔血脉带来的影响 彻底转移到这珠子上 只是 您只能转移一种血脉带来的影响 而且从今往后再需要转移 同样需要一件相同等级的宝物 说话间 宋白已经将两颗黄泉遗珠 塞到李明道手里 说道 就解决恶魔之血的影响 有劳了 恶魔血统带来的性格躁动 确实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因此 纵使宋白性格沉稳 如今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主公客气了 李明道苦笑一声 能为主公分忧 是老朽的荣幸 旋即手中浮尘一挥 念出几个口诀 急声道 主公速速放开心神 好让老朽收取心魔 宋白毫不犹豫 自动保护心神的神魂之力 随即散去 任由李明道施法 有务混成 先天地生 去 李明道一声呵斥 神魂之力灌入其中 瞬间查彻宋白的神魂 其过程却无比温和 咦 这是 正在李明道查看神魂的时候 一个洋恶魔的身影 却出现在宋白的脑海内 大声嘶吼 是洋恶魔阿萨 他冷冷地看着李明道的神魂 趁其不备 瞬息间飘移过去 而后狠狠撞击而去 不好 李明道脸色一变 他是在宋白脑海内的外来物 在面对已经待过一段时间的 阿萨神魂来说 简直毫无抵抗之力 贼子嘎儿 脑海中 宋白也迅速凝聚起一道月牙式的神魂 猛然向阿萨拍接而去 哼 在此地潜伏这么久 你以为我的目标是他吗 简直幼稚 阿萨眼中闪出一丝冷意 他自从死亡之后 就借助特殊秘法 将神魂彻底潜伏在宋白的脑海中 只等到彻底融入其中 便要一举将他的神魂摧毁 躯体占为己有 想到这里 阿萨的神魂一阵摇曳 显然是相当得意 所有生物的脑海 就如同开壳的棒 即使有外来神魂进入其中 也会将其渐渐同化 从而融为一体 而阿萨却借助秘法 在宋白的脑海中 渐渐融入的同时 也保留了自我意识 正当他打算等时机成熟之后 将宋白取而代之的时候 李明道的神魂 却恰巧也进入其中 逼迫他不得不提早完成阴谋 碰 一声碰撞声响起 即使宋白的神魂之力 经过龙之血脉体的洗礼 同时还得到了恶魔之血的强大加成 但遇到这早有预谋的袭击 却是被阿萨冲散了不少 阿呜阿呜 阿萨的神魂 就像大鱼吃小鱼一样 瞬间吞吃了不少神魂之力 原本略有些松散的神魂 转眼间更加凝聚 放肆 李明道怒道 神魂化作一把抓着浮沉的老儿 狠狠冲向阿萨 哼 我现在出入这个脑海 如同探囊取悟 你又如何与我斗 阿萨语气狂妄 心中却是有些忌惮 这老儿的神魂之力 着实恐怖 不能让他待在这里 随即也鼓起神魂 狠狠一撞 李明道却感到无处使力 瞬息之间 居然被撞击出了宋白的脑海 主公 李明道的神魂归回原身 连忙扶起宋白的躯体 念出咒语 一道神魂之力打入 瞬间在他脑海中 升起一道屏障 就凭这个 也想阻拦我 阿萨的神魂 显露出一丝不屑 旋即狠狠撞击而去 这屏障对他来说 阿萨神魂活跃 看向宋白有些虚弱的神魂 狠狠撞击而去 去死吧 他下手狠辣 神魂不停波动 显然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就在这时 原本没有一点动静的宋白 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 七星剑 百邪难清 岂能发动 瞬间 一股恐怖的力量 波动在宋白的整个脑海中蔓延 这是什么 阿萨有些疑虑 随即笑了笑 暗道 真是被这矛头小子吓住了 这宋白虽然有不小的手段 也不过是速成的五阶高手 面对全方面碾压的神魂之力 他一定不是对手 但在此时 这股力量波动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瞬间凝聚起来 将阿萨的神魂 彻底禁锢住 什么 什么情况 阿萨有些猛 被碾压的神魂 怎么是他 这剧本不对啊 他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无数力量波动凝聚 如同绳子一般 将阿萨的神魂慢慢勒住 他身上的不少神魂 都被勒出来 聚集到宋白的神魂之中 阿萨苦心谋划 将神魂在宋白的脑海中 彻底融入 没想到 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白费功夫 我不服 我苦心谋划这么久 为何要这样对我 为何 阿萨的神魂之力彻底消散 最后发出一声嘶哑的惨叫 高阶阳恶魔阿萨 彻底陨落 神魂俱灭 宋白轻轻一笑 手中的七星界 自动回到手中 这是那个名叫谢炎的姑娘 冒着生命危险 为他找到的宝物 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竟救了他一条性命 如果你非要怨恨谁的话 就很没有一个 愿意为你拼死的人吧 宋白微笑一下 李明道见宋白安然无恙 轻松地叹口气 心道果然是浮渊身后之人 在危难之中 也能绝处风生 两人又交流了片刻 李明道将宋白体内的暴虐情绪 转移到黄泉遗珠中 同时在宋白的帮助下 使用另一颗珠子 成功续命 便要将宋白送回凡间 他道 主公 我随后就去寻你 还没等宋白说话 就被他猛的一推 只听到周围风声呼啸 恶鬼咆哮 不知过了何年何月 又似乎只是一瞬间 宋白猛然惊醒 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这个少女 皮肤白皙 天蓝色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就结束了 宋白脸部微微抽搐 如果不是伊丽莎白 刚刚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她 那她无论如何 也要举起方天化解 给这臭丫头来一下 好了 到此为止 宋白臭着脸说 今晚上 我准备了一张大床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还有 派几个士兵 连夜赶往五音线 将羊带 和柔柔的母亲 请过来 我有重要的事情 和他们商量 宋白严肃道 妾 你就一大色狼 装什么战神 伊丽莎白眼中一亮 点着她的胸口 媚笑道 青阳郡的中午 阳光漫洒 又是一个晴朗天气 原本热闹的大街上 此刻却没有什么 行人往来 百姓们大都听说了 昨晚的巨变 只是一夜之间 青阳郡就换了主人 几乎每户人家 都把门窗关得死死的 生怕引起某些变故 宋白也不太在意 不管怎样 只要把青阳郡 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同时发展 生产善待百姓 那么凭借她的手段 获取明星 只是迟早的事 而现在 她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做 此刻郡守府附近的一处宅院 是富商冯万宝 为了讨好宋白 主动送上的 宋白也没什么忌讳 当即就命人改造成府邸 作为暂时办理公务的出所 宋白坐在正中间 左边是面色有些慌乱的 十几个县令 他们之前 陷害过宋白 又在此留宿一晚 此刻都有些心惊胆战 右边是宋白得力 将领和文官 分别是李明道 张辽 杨大 伊丽莎白 黄霸 刘契德 李延年 牛二等人 对于坐在手座的李明道 众人都有些不满 就连一向沉稳的张辽 都微微皱起眉头 好了诸位 今天咱们齐聚在此 是我有些重要的事情 想要和大家一起商量 一众县令身躯 微微有些颤抖 心想决定他们生死的时候 终于来了 宋白发现了 他们这一变化 并没有丝毫在意 接着说道 第一件事 我杀了郡守桃红 虽然那桃红肮脏卑裂 但我的行为 也确实有些过激 在此 向诸位道歉 说把转头 向他的下属微微汗手 已是歉意 张辽等人 纷纷抱拳回礼 主公肯降下身份道歉 着实让他们感动异常 第二件事 关于诸位县令大人 众县令听见这话 纷纷跪下求饶 请求宋白的原谅 宋白淡淡一笑道 诸位不必如此 你们仍然去当县令 但如果有人不遵法度 残害百姓 我不但要拿下他的官位 更要拿下他的狗头 县令们震惊地抬起头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们之前肆意污蔑宋白 但其不但对他们 没有一点处罚 反而还要官复原职 让他们重回县长之位 这是多么宽阔的凶剑 一些县令不禁痛哭流涕 更有甚者跪在地上细数 自己的罪恶 请求宋白原谅 宋白一次微笑地 将他们扶起 让他们官复原职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眼下的人才系统 还没建立起来 没有太多忠于 自己的文官底子 此时还不宜更换县令 因为让他们官复原职 也并无不妥 至于他们之前的 肆意污蔑 宋白根本没放在心上 当一个人成长到 相当强大的地步 旁人的冷嘲热讽 也只是苍蝇的嗡嗡叫 顶多有些厌恶 但也不值一提 第三件事 宋白站起来 依次扫视过众人的脸庞 这第三件事 着实重要 关乎势力的未来 由不得他不重视 众下属 也不禁挺直身体 认真的听着 接下来的话 大将军 曹德派遣他麾下猛将夏侯霸 带领数万精兵前来 攻打我青阳郡 随时都有可能到达 什么 大将军曹德 万人敌夏侯霸 据说夏侯霸手中的精兵虎狼 其天下无敌 我们岂不是 只有投降的份 夏侯霸残忍异常 爱吃人心肝 你以为投降他 就会放过你 刚刚兴起起来的众线 令顿时乱作一团 不知所措 诸位 你们有什么想法 宋白看向众下属 语气中听不出喜怒 众人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倒是刘契德 先站了起来 还商量什么啊 就两条路 一是投降 二是逃跑 没别的了 主公 难道你还想跟他打一仗 那下场就一个 死 大写的死 刘契德嘴里 吐沫星子乱飞 他原本就不赞成来清阳郡 现在倒好 清阳郡是打下了 更厉害的敌人来了 宋白没礼他 转头看向张辽道 文远 你说说 张辽宁斯片刻道 末将刚好和刘大人的意见相反 这一仗必须打 还要打得漂亮 咱们杀了那曹贼的父亲 与他们 已是势不两立 投降就是自投罗网 根本不存在和平的可能 刘契德道 那咱不能逃跑 张辽道 这一仗今日不打 早晚有一天要打 逃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张辽又说 现在郡县里的装备 大约可装备 500名龙血重骑 800名 陷阵死士 5000名绝末族 另外还有伊丽莎白公主训练的 10名黑龙狂化轻卫 刘二的30名及到5兵 但人数太少 不能用于正面作战 现在还有个问题 这些士兵 虽然属于特殊兵种 但大多数都是新兵 训练时间很短 直接进行战斗 恐怕有些困难 宋白手一挥 让他们在战争中训练吧 这话一出 众人都知道 宋白已经决定 迎接好这场战争了 所以刚才 还有些喧嚣的刘契德 都闭嘴了 开始商讨战争的对策 夏侯爸的军队眼看就要来了 但城里的隐患还没解除 白莲教俘虏 足有4万人 再加上桃红的麾下 2万多军队 一共是6万多俘虏 这么多人 先不说缺少足够的人手 去进行看管 监禁 仅仅顾着他们的吃喝拉撒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夏侯爸的军队 号称十万之众 实际上肯定没有那么多 但既要作战 又要看管俘虏 依靠着宋白 挥下6000多的嫡系军队 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着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人家的军队 都打到家门口了 这边连抽出士兵作战 都有些困难 仗还怎么打呀 发钱把他们遣散回家 不行 我不同意 现在府库都空了 哪有钱啊 不如将人都杀了 搜主意 众人议论纷纷 商量半天 也没有达成一致 张辽道 不如遣散一部分 杀一部分 带头挑逝的士兵 剩下的士兵 一部分组织成临时部队 一部分在后方支援守城 这个主意很好 众人纷纷同意 宋白点点头道 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不过工作量太大了 我宣布 由李明道担任俊成 张辽为副手 全权管理此事 在场其他人认为千户 听从李明道的安排 什么 众人都有些吃惊 纷纷望向坐在首座 那个手持扶沉 神情淡然的老人 李明道手中扶沉一扫 淡淡道 从今天以后 就要和诸位共事了 烦请诸位多多指教 主公 这老头 没有丝毫攻击 就能位列张辽将军之上 似乎不太妥当吧 黄伴 当着李明道的面 没有丝毫避讳 大胆咧咧道 其他将领虽然没有说话 内心也是深以为然 不是以貌取人 但眼前这个老头 一脸暮色沉沉的样子 仿佛随时都要死去 怎么为以重任 再说这几天 主公的情绪不定 经常做出 不太正确的决定 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觐见 一定要好好劝劝 宋白点头 说的有道理 伊丽莎白 你觉得呢 伊丽莎白昨晚 早已委身于她 现在面色驼红 还没缓过来 她白白手 一句话也没说 张文远 你怎么想 张辽 末将自认为 没有能力管理此事 但若要李老爷子 全权总管 还请主公三司 李延年 宋白接着找人询问 李延年兴奋到 李明道大人年纪大了 做事肯定糊涂 不如让我来 看到众人都反对这一决定 李明道微微一笑 并不在意 长达数千年的漫长生命 让他面对任何质疑时 都能做到淡定从容 宋白哈哈大笑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各个身怀绝技 但都不愿意 让李明道当这个郡城 那么 举手表决吧 反对他当郡城的 请举手 一阵沉默 众人慢慢将手举起来 显然都表示反对 很好 看来 你们都是反对的 宋白故作 幽默的耸耸肩 可是不好意思 我有一票决定权 从今天开始 李明道担任郡城 总管青阳郡各项事务 诸位 为战争做准备吧 十日后 青阳郡城 城门口 数万名士兵 手握武器 部队排列整齐 士气高昂 随时准备战斗 在李明道的指挥下 众将领先 是收纳各地县令的几万士族 为己所用 去除其中战斗力低下的士兵 挑选出万鱼精壮士兵 编制成部局 随后 又从俘虏中 招收了两万鱼体制 最为健壮低士族 冲入部队 将其余四万士族 尽数遣散 分派户籍 纳入人口 看上去简单 可其中的繁复调度 实在让人眼花缭乱 但李明道 只用短短十天的时间 让士族完成编制任务的同时 还对他们进行了 短时间的军事训练 爆 一个龙血清旗 从东面及时而来 胯下骏马喘着粗气 显然是累得不轻 这骑兵连忙进入城门 迅速道 主公 西边长颈山 发现不明军队 大约有几十人 黑色旗帜上 写着下侯二字 估计是敌军侦察 事后到了 这么夸 众人都有些吃惊 本以为 还需十几天才能到的敌人 没想到 已尽在咫尺 战争来得太突然了 将兵服送给李明道前辈 此战中所有资源 任由他调度 唯令折斩 宋白道 论县阵杀敌 冲锋在前 李明道不如他 可若说排兵不振 决胜千里 宋白却得向李明道请教 一个合格的主公 不需要每样都会 但一定要善用人才 懂得放权给下属 李明道恭敬鞠躬 而后立声道 众将听令 李延年 黄霸何在 有 命你二人各带两万普通士族 两千绝莫族 二百县阵死士 李延年 前往长颈山东边山谷 黄霸前往长颈 山西边树林埋伏 等到敌人出长颈山后 见到火光纵兵出击 焚烧敌人后方粮草 牛二何在 有 命你带领全部的几道武兵 全监敌方侦察骑兵 并在长颈山后等待 当敌军到时 便可放火烧山 攻击骚扰敌军 张辽何在 有 你带领一万普通士族 六百县阵死士 三千绝莫族 直面敌军 只需失败 不准胜利 能不能做到 此话一出 众将领都面面相去 眼神中流露出疑惑 只许败 不许胜 历朝历代无数战争 哪个指挥者 下达过这样的命令 给的军令 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样布置 真的能打胜张吗 那夏侯霸 可不是无能之辈 军师 请你三思啊 主公 这 众将领 纷纷把眼神看向宋白 希望他能给出一些意见 宋白沉生道 李明道 既然拿了兵符 下达命令 你们执行就是了 若要违背 军法从事 众人无奈 只得听从军令 带领士兵走出军营 李明道低声道 主公 咱二人 今日便可龙血重旗 前往长颈山 那夏侯霸 亲笔少谋 一意孤行 今天黄昏的时候 敌军一定会来 倒是我们见机行事 将其全军歼灭 宋白了然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这个修行 千年的阎罗王 在战争中 出谋划策的时候 即使是手下将领 也绝不泄露半点机密 当真让人看不透 长颈山坐落在 青阳郡城的东面 山不高 却是植被茂密 不时传有虎狼吃人的消息 因此平时很少有行人经过 今日 大将军曹清 麾下猛将 夏侯霸带领 四万余大军 经过此地 后面有三万普通士族殿后 前面近万人的骑兵 领军而行 跨下去传来一阵阵 虎狼低吼的声音 阵阵阴沉翻起 虎狼骑 这是曹清压乡底的特殊兵种 战力超群 战士 至少都是一阶高手 胯下坐骑 全是虎狼这样的猛兽 普通骑兵 在骑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副将于荣纵骑身胯下 板白老虎 来到主将夏侯霸面前 忧心道 将军 将士们已经 急行军一整天了 虎狼也需要吃些 肉食作为不及 否则 恐怕部队疲倦 撑不住啊 夏侯霸满脸落腮胡 他向后看了一眼 果然一些虎狼 都有些有气无力 口中流着淡水 显然有些疲倦 他却道 冰贵神速 我要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 打下这座城 所有人不准休息 一鼓作气击败敌人 什么 羽绒有些吃惊 将军 我听说这宋白 并非凡人 其勇猛势不可当 咱们务必谨慎啊 夏侯霸笑了一下 脸上露出轻蔑的神色 羽绒兄不要担心 你也是身经树战的速将了 咱们并肩战斗的这些日子里 遇到了多少 名不负实的敌人 还不是被咱们轻松剿灭了 再说了 咱们虎狼 骑天下无敌 就算是一时疲乏 这天下又有多少士兵 能够抵挡 羽绒兄多虑了 他哈哈大笑 豪迈的笑声 有种感染力 让羽绒放下心来 这夏侯霸 不但熟知兵法 更是一个五阶巅峰的高手 手下士兵也是 战力超群的虎狼骑 按理说 这场战斗 获胜也是轻而易举 但不知为何 自己总感觉 有些心神不宁 可能是自己多虑了 哎 打完这场仗 就要回老家结婚了 正好向曹卿将军 请个倾弦差事 到后方 主持后勤工作吧 羽绒心里 默默地响 一路无话 军队又走了几里地 虎狼没有得到肉食不挤 都有些违密 忽然看见远方一阵红色洪流 汇聚而来 军容肃政 散发出极强的威势 摆开阵形 羽绒一声令下 虎狼其瞬间聚集 一排士兵放下盾牌 后方士兵架起长矛 短短时间内 阵势已然成形 就算是他们奔波一天 但身为几乎横扫半个天下的精兵 其战斗能力 仍然让人惊叹 夏侯爸亲自跨虎出战 摇摇望见对面张辽横刀立马 摆开阵势 忽然放声大笑 羽绒奇怪道 将军为何发笑 夏侯爸道 我笑着宋白 懦弱小儿 把自己吹嘘得多厉害 现在看来 果然不堪一击 他右手提起鞭子 对于容道 与将军请看 对面军队虽然阵容严正 但士兵握着兵器的手 却颤抖不已 显然是临时训练的普通士族 一旦遭受攻击 必将瞬间逃窜 我虎狼其天下精锐 居然要迎敌这等孱弱士兵 无意与虎狼入羊群 势不可当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微笑 将士们 冲锋 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 今天晚上 我们要砍下宋白小儿的头颅 在青阳郡城内 饮酒吃肉 说吧大手一挥 没等于容反应过来 直接带领军队冲锋 万兽奔腾 重重烟尘升起 空中传来虎狼 其冲锋的轰鸣 猛兽的怒吼 一时间直觉天地之间 无人可以抵挡这股洪流 宋白小儿命不久矣 你还不快快投降 夏侯爸看着眼前的张辽 猖狂笑道 区区莽夫 也敢侮辱我家主公 张辽大喝一声 手提展影院 拍马来战 两马相交 两人交锋数十和 彼此间你来我往 居然不分胜负 自从宋白用过 强化麾下士兵的选项后 张辽的战力 早已突破三阶巅峰 达到了四阶的恐怖战力 虽然面对眼前这个 五阶巅峰高手夏侯爸 张辽仍不是其对手 但凭借史诗级武将 提供的强大属性 他也可以与之周旋片刻 夏侯爸挥出长刀 与张辽又战斗了十几回合 看他身材雄伟 武力高强 不禁起了爱才之心 阁下何人 武功竟然如此高超 他问道 张辽攻势贱猛 虽然感觉有些气力消耗 难以将对方打败 但仍力声道 记住 杀你者张辽 张文远事业 夏侯爸笑道 阁下身为四阶高手 就有媲美五阶的战力 跟在宋白小儿身边 实在是屈才了 我家主公曹青 为员侠义 爱惜人才 阁下 何不投靠我军 为朝廷效力 张辽道 放肆 曹青他父亲 曹松鱼肉百姓 祸害乡里 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儿子 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家主公送白英才代事 堪比当代战神 你怎么不来归顺我军 放肆 夏侯爸怒道 好小子 当真不识抬卷 既然你冥顽不灵 那就去死吧 他一声怒吼 手中长刀 瞬间挥出巨大的刀芒 气势惊人 带着凌凌狂风 冲向张辽 碰 随着一声脆响 张辽居然抵住了 五阶高手的权力一击 然而他虎口 全是鲜血 显然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随手挥砍 杀死了两个虎狼旗 张辽下令道 敌将士大 我军暂避锋芒 撤退 本来就没有正面展开 战斗的士兵 立即转向 便前队为后队 从容向后撤退 夏侯爸怒道 好贼子 你以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吗 哪有这么容易 虎狼旗 冲锋 给我留住他们 见主将如此气愤 鱼龙也没有机会劝谨 只好带着虎狼旗 冲向对面军队 杀一些敌军 壮壮声势 也好劝将军 不要动怒 小心行事 鱼龙暗暗想到 然而事情的发展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面对冲锋而来的虎狼旗 对面的军队 并没有慌乱 反而在主将的指挥下 很快组织起了反击 绝末族 发射 张辽沉稳调度 弓箭迅速落下 带着不可抵挡的势头 向下狠狠贯穿了 虎狼旗的身体 数百个虎狼旗兵 被当场射死 更多的老虎 狼豹等坐骑 四处狂奔 散发野性 将整个阵型 都有些打乱 数百个训兽师 早有准备 立刻从部队中冲来 安抚 正在四处奔跑的野兽 这也是虎狼旗的一个缺点 面对正面进攻时 他们能造成巨大伤亡 但同时 也很容易失去控制 不能很好地执行命令 冲 一往无前 不要回头 夏侯罢下令道 他虽然情绪暴躁 但也深知兵法 他很明白眼前的局势 一定不能有丝毫犹豫 丝毫胆怯 只要虎狼旗冲上去 就能将对面的士兵 杀得一干二净 陷阵死士 驾起长盾 张辽沉着下令 六百陷阵死士 举起长盾 分散开来 驾起一道稀疏的盾墙 哈哈 这种盾墙也能挡我 我虎狼旗天下无敌 夏侯罢狂笑道 但下一秒 一万普通士族 随即填充上去 本来 稀疏的阵势 瞬间变得严密起来 看上去毫无缺陷 碰 碰 碰 虎狼旗狗狗地撞击上去 巨大的冲击力 简直可以摧垮一切 眼下却被一道薄薄的盾墙所阻挡 远远看去 无数士兵如同楼一般 一旦有人生死 当即从后面补充上去 而现阵死士 更像是这个盾墙的骨架 死死支撑着 保证阵形严密 不被冲垮 刺 张辽一声令下 从盾墙后面 露出细小的缝隙 虎狼旗须时狂喜 以为找到了突破口 刚要从这里冲锋 没想到 缝隙后面 却突然露出 极感尖力的长矛 狠狠刺来 煞时间 盾墙前鲜血蔓延 死亡的虎狼 其不计其数 尸体扑压 在地上 看上去十分惨烈 所向披靡 纵横天下的虎狼 骑在这里 竟然毫无存尽 反而损失巨大 夏侯将军 局势不妙 我们赶紧重整阵势 再行发动攻击吧 鱼绒满面鲜血 焦急道 夏侯把脸色阴沉 拳头捏得很紧 随即下令 全军向后退却 重整队伍 这种盾墙阵 是对付骑兵时 很普遍的一种套路 对付的方法 也很多 多数都是由相同的步兵 组成方阵对敌 太过冲动 竟然敢凭借虎狼 骑去直接正面对敌 这简直是兵法大计 根本不像一个 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 应该做的 但夏侯把错 就错在对虎狼骑的 无比自信 张辽将现阵死士等 特殊兵种 安置在军队后方 夏侯把就认为 对面全是 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 因此 他毫不犹豫地 命令骑兵冲锋 事实上 即使敌人 偶尔有强大的时候 对于虎狼骑来说 也只不过是 恶狼口中一块硬骨头 夏侯把没有想到 眼前这只 似乎是七零八岁 拼凑出来的军队 爆发出的力量 却远超他想象 军队重整完毕 大约有两千多 虎狼骑永远地 失去了性命 夏侯把心 就像被揪了一下似的 那可都是主攻的精锐啊 就这样死在了这脸 反观对面士兵 虽然也有一些损伤 但相对于 一万多人的庞大基数来说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更何况 即使双方的战损 比达到一比一 最吃亏的 还是夏侯把军 竟然拿精锐军队 和对面新兵换伤亡 夏侯把啪的一声 打在脸上 火辣辣地疼 他要用这个告诫自己 必须洗刷耻辱 这次他变得谨慎起来 后方的步兵组织力量 举起盾牌和长矛 一步步向张辽军攻来 敌军势不可当 我军速速撤退 张辽大喊一声 船令官迅速举起 红色旗子 将命令传给各个士兵 这是军师李明 到策划出的指挥方案 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命令传递下去 十分高效 于是对面的夏侯把等人 惊讶地发现 原本组织好军队 准备战斗一场的他们 却发现 张辽军已经迅速转换方阵 向后缓缓退去 听见张辽的命令 夏侯把脸部 微微抽搐 什么叫敌军事不可当啊 明明是我这边伤亡最大 说的 好像你们吃了亏一样 将军 追不追 虞荣试探着问 追 当然要追 夏侯把咬牙切齿 不过未免有埋伏 让步兵顶 在前面追赶 虎狼 其作为侧意游走 寻找时机 虞荣松了口气 他深怕夏侯把 失去理智 不顾一切伤亡 追杀敌军 那样当真 是得不偿失 也很难回去 跟主公交代 不过 现在看来 夏侯把 果然是作战经验丰富的 一代速将 面对损失 极大的失败 他竟然能忍住怒火 在最短时间内 极为冷静地 分析出策略 这种才能 实在是让于荣叹为官职 换作是他 也不一定能做得更好了 然而 张辽军好似 真吃了败仗一样 看到对面步兵前来 不顾一切地向后逃窜 甚至有些人 为了行动方便 居然脱下 铠甲丢下武器 只求能够加快速度 这是 夏侯把这没细思 敌军是真的败退了 还是暗中藏下埋伏 五百虎狼骑冲锋 试探一下 夏侯把最终 还是下达了一个命令 他要试探一下 最好真的能抓住战机 五百虎狼 骑开始冲锋 他们手中的长矛 轻而易举地贯穿敌人 饥饿的虎狼 争先咆哮 死死咬住敌人的断肢不放 饿了 别 别咬我 快滚啊 老子跟你拼了 数百士兵被扑倒 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仍然拿起武器 面对敌人 丝毫没有放弃 张辽眼中露出一丝不忍之色 但他毫无办法 军令大如山 为了最终的胜利 必须坚决执行军令 好机会 冲 全军冲锋 夏侯把眼前一亮 胆觉抓住了一个 稍纵即逝的战机 青阳郡所有的军队 恐怕就在这里了吧 将他们尽数歼灭 这场战斗就算结束 即使损失多了一点 打下来的青阳郡 也能弥补一部分损失 再说了 此次来的目的 就是杀了宋白小儿 为主公报了杀父之仇 只要把这件事解决了 部分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 冲 齐千余虎狼 其如同一只飞驰而出的利剑 面对这些松散的部队 正要狠狠灌入而尽 便能将他们分割开来 逐一歼灭 虎狼齐的士兵眼中 试杀之色泵逸而出 即将要展开一场 惨无人道的屠杀 但这时 一声龙吼声忽然响起 震天汗地 生生止住了他们的脚步 哪里的龙吼 夏侯霸等人惊疑不定 张辽军全体士兵 听到这熟悉的龙吼声 却暗自松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 主公要来了 五阶高手 看着从天而降的巨龙 夏侯霸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万万没想到 在青阳郡这样的偏僻之地 居然能出现两个战力 堪比五阶的强者 一时间 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凝重 宋白收回龙翼 瞬间降落在地面 方天化己 顺便回到手中 赤兔马硬生赶到 夏侯霸见宋白年纪轻轻 气宇轩昂 不经惊叹道 龙族的年轻人 何不投靠我家主公曹青 建立一番大事业 宋白皱着眉 好像想到什么似的 玄机哑然失笑 怎么 杀了你家主公的父亲 也能投靠他吗 什么 曹松大人是你杀的 你就是宋白 夏侯霸惊怒道 亏他刚才还妄想 将此人招募麾下 原来这个身怀龙族血脉的臭小子 竟然就是 他此行必杀的目标 也是主公曹青的杀父仇人 小子大命来 夏侯霸手握长刀 大声怒吼 副将于荣连忙阻止 将军 小心有埋伏啊 夏侯霸怒道 敌人就在眼前 你要我不去杀敌 这不是让主公受辱吗 众将不必多言 全体虎狼旗 组成追行阵 目标宋白 冲锋 他一边怒吼着 早已纵虎来到宋白面前 挥一刀寒怒一击 宋白一时之间 竟然招架不住 纵起赤兔马 向后撤退 夏侯霸哈哈大笑 就是这样的埋伏吗 即使再来十倍敌人 我又有什么好怕的 他举起长刀 追着宋白砍去 但奇怪的是 每次刀忙 即将碰触到宋白的时候 都被其轻松躲过 加上赤兔马身怀上古神兽血脉 马力充足 怎是这区区普通野兽 能比得上的 一时之间 夏侯霸虽然纵虎追赶 却一直不能近身分毫 久而久之 还被甩下许多路程 宋白无奈地回头看他一眼 军师只让他撤退 在后面吊住敌人 可敌人追赶不上来 有什么办法 他只好挥起方天化己 抚摸马头示意 让赤兔马停下 等敌人一会儿 夏侯霸看他停下 心中大喜 奋力批出一道刀芒 宋白随手抵挡 又纵虎向后撤退 该死 每次都差一点 夏侯霸怒道 连忙纵马追赶 在后边追随他的副将 于荣 却感觉有些不对 怎么宋白这小子 每次都恰好能抵挡住攻势 而且宋白明明 能依靠马匹逃跑 却每次都要停一下 仿佛是在等敌人上门 不好 于荣心中 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此时时间 你到黄昏 阴云密布 四面狂风骤起 夏侯霸 还在不管不顾的纵马 追杀宋白 四面都是山地 一片芦苇随风飘荡 在这场战争中 竟然格外宁静 显得有几分诡异 芦苇 不好 于荣想到了什么事的 瞬间脸色大变 在后面高声大喊 夏侯将军 夏侯将军小心 嗯 此时的夏侯霸 追得气喘吁吁 人马俱疲 听到于荣的话 不禁拉起虎头 怎么了 他皱眉问道 于荣道 将军 这一片都是山地 道路狭窄 树木丛生 将军 小心敌人用火攻啊 夏侯霸猛然醒悟 连忙下令 全军听令 停止行进 原地戒备 杀呀 话还没说完 背后一片 喊杀声震天 周围的士兵 都拿着火把 点燃芦苇 一刹那间四面八方 竟是火焰 此时风又大 火焰愈发迅猛 在天地间 缭绕而起 如同一只咆哮的巨人 虎狼骑胯下的野兽们 都开始不安地嘶吼 试图躲避这些火焰 但四面八方 都是火焰 又如何能躲 一时间左突右奔 连驯兽师都指挥不住 甚至这些野兽 在慌乱之下 反向他们的主人 撕咬上去 还有些野兽 竟然直奔火海 带着士兵 被一同烧死 杀 杀 杀 怒吼声传来 漫山遍野 竟是敌人 夏侯霸 脸色灰败 心知这一仗 必败无疑 也顾不得士兵了 连忙转身逃窜 既然来了 就不要再走了 宋白脸上 带着残忍的微笑 手中方天化解 毫不留情地 收割一个个敌军的生命 赤兔马飞快如 闪电一般 向夏侯霸追去 小子狂妄 砰 夏侯霸大骂一声 回身遮挡 哪知这次攻来的力度 却相当强大 夏侯霸被这一击打得连连败退 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轰然一声 胯下的老虎 再也支撑不住 这强大力道 四肢一软 倒在地上 翘无声息 森林之王老虎 仅仅受到宋白的余波伤害 就被当场震死 羽绒剑大事不妙 心想连主将都难以抵挡 这场战斗 恐怕必败无疑 还是赶快逃跑 贼子修走 李延年眼间 看到戴着红鹰盔甲的俞荣 心想是个大官 连忙举起长枪 追赶上去 敢杀我 我跟你拼了 俞荣眼睛喷出怒火 似乎是要拼死一波 李延年毫无畏惧 枪花一甩 当即迎上去 正面交锋 当当 两人熬站在一起 三两招过后 俞荣手中的力度愈发加大 好像是要拼命一般 李延年 也不禁加大了攻击力度 枪尖一条 俞荣却趁着这股力度 猛然冲出 瞬间拉开距离 感谢小将救命之安 我俞荣就此告辞 俞荣狡猾一笑 当即纵起胯下猛兽 就要向远处逃走 李延年到底是战斗经验不足 此刻被耍了一道 非常生气 该死的狗贼 有胆子再来一战 但很明显 俞荣没有这个胆子 他只顾着逃跑 但在他就要逃出包围圈的时候 一道如白光似的飞刀 瞬间插入俞荣的后脖梗 饿了 俞荣口吐鲜血 倒地不起 回头看去 牛二放下手中 想要再次抛出的飞刀 一脸淡然 另一边 夏侯霸连武器 都被磕飞了去 他实在是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干脆倒在地上 一脸惨然 看着举起方天化解 缓缓走来的宋白 夏侯霸连上露出一抹自嘲 问道 宋白 你手下勇士忌忌 我实在是毫无胜算 只是临死前 还有一个疑惑 想要问问你 宋白将几间对准他的咽喉 沉声道 你确实不错 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我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 夏侯霸惨笑一声 败君之将 谈何言勇 我只是想知道 你本就有击败我的能力 何必将我等 引诱到包围圈在啥 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擦 一声清响 方天化解无情地 划破他的咽喉 宋白难难道 因为必须要全间你们 已将圣勇追穷扣 敌人 一个都不能留 几间挑起 一抹鲜血慢洒空中 宋白远远看去 无数敌军 在火海中痛苦哀嚎 士兵们 无情地将手中武器 插入敌人体内 鲜血溅在他们脸上 显得更加冷酷 无情 此战 胜局已定 定 恭喜你获得史诗大捷 请从以下奖励中 任选两项 一所属领的获得 明星所向效果 永久 明星所向 更容易获得 麾下领明的忠诚度 和信任程度 更容易吸引流民 增加获得特殊人才的几率 二 获得万两黄金 千负附魔铁甲 附魔铁甲 可极大增强穿戴者防御力 能够免疫一阶强度以下的 任意攻击 三 获得观星象 特性 可给予麾下 任意人物 观星象 观星象而知天命 拥有该特性者 免疫绝大部分精神攻击 拥有看破虚妄的神眼 有小部分几率 预知未来 四 获得随机A级 特殊兵种1000人 五 获得随机是诗集 装备一剑 青阳俊府底内 宋白仔细思考片刻 先选择了明星所向 这个buff加成 这无疑是所有奖励中 价值最高的一项 同时他所提供的效果 对领地未来的发展 相当有助力 至于下一项 宋白犹豫片刻 看向身边的李明道 怎么了主公 这个小老头 轻摇浮沉 含笑道 宋白不再多想 玄机选择了 观星象 特性 他紧盯着李明道说 前辈 你既然为我出谋划策 那咱们就是自家人 以后的路 还有很长 希望咱们 彼此不要辜负 李明道没想到 他会说这样的话 还没仔细去想 忽然感到一股白光 冲入神魂之中 脑海中一片清明 观星象 相传 将这项神术 修炼到顶尖层次 能识天地 明鬼神 看破虚妄 挪移天地未来 都不是问题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凭借这门术法 勘破生死 明目真理 甚至能凭借 神魂重修肉身 再也不用凭借 以止人的身份 存在于世 这门术法 对他来说 更多的是一个机会 一个重回新生的机会 而如今 这个在世间 早已失传的上古神迹 就这样 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不必多想李明道也明白 赐予他 这项神奇术法的人 正是眼前的主公 主公 您对我如此恩后 小老 就算是肝脑涂地 也绝不犹豫 李明道感激道 他深知这项术法 是如何强大 因此 当宋白毫不犹豫 实在是难以言表 正在这时 张辽刚好推门进来 看到李明道情绪 如此激动 不由的一正 在他看来 一向运筹帷幄的军师 从来是决胜千里 却毫不动容 休养已到了 极为高深的境地 怎么和主公待了一会儿 竟然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了 文远 来得正好 现在正有事情 要与你商量 李明道稳住情绪 急忙到 张辽拱拱手 主公 军师 咱们这次共击杀虎狼骑 七千余人 一万七千余普通士兵 我军损失也不小 县镇死士损失 478人 普通士族战死 7321人 都已经登记到册 发放过抚恤了 宋白宁眉片刻 问道 虎狼骑的俘虏呢 怎么没听到汇报 张辽道 除少数逃出包围圈的 小部分虎狼骑外 绝大多数虎狼骑 竟都战死 无意投降 这 宋白和李明道 同时动容 李明道感叹道 没想到这大将军 曹青麾下的虎狼骑 极为惊人 主公 这曹青 可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敌啊 宋白点点头 我跟着曹青的恩恩怨怨 也已经牵扯很久了 军师可对他有些了解 李明道叹口气 我倒是有所耳闻 听说这曹青 本来不过是官宦的后代 自幼顽劣不堪 遭人厌恶 没想到 在北方某处山峰 失踪数月后 归来已经是六阶高手了 那时候他才二十余岁 比主公你 也大不了多少 现在过了近十年 他的实力 已经深不可测 虎狼齐全军覆灭的消息 亲自带兵攻来 自己又能如何抵挡 李明道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 笑道 主公不必担心 那曹青虽然强大 也不是毫无对手 据我所知 元族元烈火 正在与他全面开战 而且势力远强于他 恐怕他现在早已焦头烂额了 不过 那元烈火有个弟弟 叫什么元冯 在这一带 已经混迹十几年了 虽然他们是一族 主公也要小心谨慎 别树敌过多 与他们起了冲突 元冯 可是在五阴县三大家族的元族 宋白好像想到了什么 李明道吃惊道 主公怎么知道 宋白无奈道 当时五阴县的三大恶霸中 就有元冯 我已经将他杀了 这下李明道 也说不出话了 人族几大顶尖势力 宋白几乎得罪各变 这还怎么生存 主公不要担心 李明道摇起扶尘 瞬间变出一只白鹤 震翅高飞 我与那徐周周牧桃善有些交情 这就传个消息 与他商量一番 共抗曹贼 是陶善 您杀的那个陶红 就是陶善的侄子 宋白 李明 咱们这次死了不少将士 您这么一说 我也高兴不起来了 宋白点点头 这次战斗相当惨烈 有不少当初 跟随他的海盗们都战死沙场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宋白道 咱们在这讨论战略 不是胡言乱语 也不是在凑字数 而是为了让将士们少流血 为了还添下百姓 一个太平 军师 你接着说 黄瓣就不要走了 也一快听着掌掌见识 李明道略略弯腰 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主公既然这样说了 我就斗胆问各位一个问题 一个势力发展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又开始给人提问题了 宋白一笑 记得他刚见到李明道的时候 他就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 让自己去思考 去得到答案 黄瓣首先回答 最重要的 还是将士们实力强盛 武器装备精良 如果战斗无往不利 统一天下 是迟早的事 这个答案 很明显有些肤浅 杰出的将领 附属的百姓 还是汉不畏死的士兵 张辽氏探着说 莫非是人才 李明道点点头 两位将军 说出的话都很有道理 只能说 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不过在我看来 李明道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 我认为是教育 一个强大的势力 不能没有未来 我们教育后代的同时 就是在给这个势力 给予未来 给予希望 现在整个青阳郡 最缺少的 就是中下层官员 不是说没有能够担任官职的人 但这样的人都是世家大族的弟子 他们看不上区区小官职 我们也怀疑他们的忠信 不敢用 这话一针见血 直接点到问题的关键处 即使打了胜仗 但现在的青阳郡的大部分 仍然没有被宋白全权掌握 同时 青阳郡还存在着 中下层官员搜刮明知明高 与肉百姓的现象 但宋白明知如此 却没有罢免他们 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替代他们的人 纵观整个军队 连几个十字的人都没有 更别说提拔他们治理一方 为民造福了 即刻建立学校 收用人才 人才的标准不用太高 能识字就行 但有一点 不能用地主豪身家的人 各军县建立私塾 由郡守以及各大县衙门出资 免费为贫苦子弟提供学习机会 通过考试之后就可以当小吏 杰出者可以当官 军队的战士们也要学会写字 每50人安排一名指导员 专门为战士们提供思想引导 宋白很快下达了各项命令 李明道提笔辉豪 片刻之间出现在几张宣纸之上 这篇文章规规整整 文字捐刻清秀 自有一股正气 好则 宋白赞叹道 张辽忧心道 只怕如此一来 府库内将消耗无数钱粮 咱们也无力支撑啊 李明道笑道 那些地主豪身 贪官污吏不是有很多钱吗 张辽叹道 民心动荡 治安不利 不是长久之介 宋白豪迈一笑 大手一挥 所以我 还有第二个想法 君平复分土地 让青阳郡内的百姓 人人都有自己的土地 安居乐业 不畏生计忧愁 什么 张辽大惊失色 就算他想到 要劫富济平 也从没有过 君分土地的想法 这 这 李明道握着羽扇的手 微微颤抖 只感觉脑海一片混乱 数年的修为涵养 都有些不稳固 君分财富的想法 他不是没有想过 可要真正深想下去 就会发现 这是在与全天下为敌 而且对于统治者来说 并没有丝毫好处 对于地主豪身来说 丢掉赖以为生的土地 就是再要他们的命 要让他们成为 普通百姓一样的人 这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能接受 对于将领士兵来说 在战场上勇敢战斗 不就是为了 能出人头地 让子孙后代 成为新的地主豪身 去享福吗 可宋白这个命令 一旦实施下去 除了贫苦的平民百姓外 不会得到任何一方 势力的支持 张辽叹道 还请主攻三思 如此一来 只怕有强敌入侵 士兵叛乱 所以就需要建立学校 让知识去引导军队 让他们真正成为 广大劳动人民的军队 宋白立声道 如果我的士兵 不愿意为劳苦大众服务 那么我又如何相信 他们就能真正忠心于我们 去下达命令吧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狂欢 等明日太阳出来 又是一个新天地 张辽默默地走出去 黄巴尔想说些什么 也被张辽拉着走了 门外是士兵们 为了庆祝胜利的欢呼 郡守府里却十分静默 灯火摇曳中 两人的影子微微晃动 李明道闭上眼睛 想要发出一声叹息 他一直以为 自己跟随的是位民主 是能够善用人才 争霸天下的人 现在他才发现 眼前这个年轻的主公 早就脱出了名利的桎骨 眼光远比他想象中高远 主公可知这样做的后果 宋白释怀的笑笑 我既然有这个想法 自然不会考虑不到后果 事实上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这些天来 我一直在忧心曹青的事情 但想来想去 无非就是那些个人私利 有什么要紧的 就算是统一天下 就算是能拥有天下无敌的实力 也只不过是 无尽漫长的寄疗人生 又能留下点什么呢 人生 如果只为了几斗糙米 几两银钱 那也太可悲了 我宋白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百姓 付出一切 如果要付出生命呢 李明道紧盯着他问 变身死又如何 军分土地的命令 很快实行下去 军队里的士兵 还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变化 只是平时多了一些 时间用来学习文字 但全郡县的各个地主豪生 很快感到了异样 有些依靠他们土地 为生的农民 开始逃离 去官府 领取自己的土地 大郎 你说话当真 官府真给咱们发土地 真的 师父 我平时的为人 你会不清楚吗 我怎会骗您 既然如此 我跟你一块去 咱也领咱自己的店 同去同去 好比在这累死累活的 受欺负强 几个衣衫褴的 农民交流着 眼中流露出 对未来的希望 擦 一声轻响 最左边的老人 捂着被利剑捅进去的肚子 痛苦地倒在地上 一个穿滑服的年轻人 丢下长剑 冷笑道 擦 一个不留 下一刻 十几个挥舞着刀剑的黑衣人出现 在这些农民 惊恐的眼神中 将他们尽数屠戮 几个老人 从不远处走来 彼此间亲切交谈 对着悲惨的一幕 仿佛视若无睹 当心的高个老人 满意地点点头 没想到 李奥天老弟 形势如此果断 看来李家 复兴有望啊 那是那是 李老弟有勇有谋 能文能武 恐怕那个什么 俊手宋白 也比不了 一个老头附和道 宋白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 是被别人扶持起来的傀儡罢了 另一个老人冷声道 唉 这小子要干什么 均分土地 真是糊涂 年轻人李奥天冷笑道 无妨 我今日 已经将他邀请 前来赴宴 打算和他好好谈谈 若是谈不拢 我已安排了五百刀俯手 只等一声令下 摔杯为号 将他当场杀死 什么 听见这话 原本怒声痛斥 宋白的老人们 都有些慌乱 傲天老弟 可要谨慎行事啊 听说那宋白 武力高强 就连咱们前郡守桃红 都被骑一击杀死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不怪他们如此慌张 事实上 宋白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 其接连杀死 白连教头目白立天 郡守桃红的赫赫凶名 已经在权倾阳郡 传播开来 甚至就连大将军曹清的属下 夏侯霸 都接不住他一招 无敌于天下的 近万名虎狼旗 更是实不存一 活下来的人都屈指可数 如此恐怖的实力 如此暴虐的性格 让听者无不丧胆 如果不是这次命令 触及到他们的 根本利益了 这些地主豪生们 也不会聚在一起 商议对付宋白的命令 李奥天却是不屑一顾 在他看来 这些流言 根本不可信 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就杀了桃红这样的高手 还凭借五阶初期的实力 战胜五阶巅峰的夏侯霸 怎么可能 再说 就算他当真有这份实力 我李奥天也不见得插过他 感受着身体中 汹涌澎湃的力量 李奥天心中 泛起强大的自信 军守大人到了 正在众多地主豪生 七嘴八舌一论的时候 忽然传来这句话 在场中人立即噤声 恐惧之情 在人群中散播开来 怎么办 宋白来了 怎么这么快 咱们该如何是好 先礼后兵 咱们客客气气对他 笑脸相迎 恐怕他也不会生气 对 只要咱们说尽好话 奉上足够多的好处 料想这件事 就此结束 咱们还能和郡守 攀上关系 众人意见 逐渐统一 那就是坚决不能 和宋白起了冲突 一定要恭恭敬敬 笑脸相迎 我说各位 李奥天逐渐不耐烦 脸色阴沉 今天我让他宋白过来 就是要让他乖乖听话 如果他敢有别的意见 我不介意 将他的性命 留在这里 说完 他的全身散发出 极为恐怖的危险气息 强大的神魂之力 渐渐蔓延 所过之处花草枯萎 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五街巅峰的实力 众人大吃一惊 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过了许久 一声赞叹 打破了寂静 妙啊 就凭李老弟这个实力 足以与那宋白 对抗一二 这强大的实力 都是外人传出来的 谁知道 是真是假 要我看 也就他手下的张辽 有些实力 其余都是不堪一战的废物 更别说那宋白了 是极是极 众人不停地恭维 李耀天心中 也泛起了 振振得意 宋白最多 也不过是五街实力 只要我今天把他杀死 就足以 将在场所有地主豪身的力量 牢牢掌握 到那时候 可以趁着军队 群龙无首的机会 凭借五街的实力 震慑众人 从而一举代之 成为郡守 也是轻而一举 至于宋白的那些娇妻美妾 嘿嘿 我自然是不能客气了 想到这 李耀天的嘴角 不禁泛起一丝糊涂 真到那时候 我李家 何止复兴有望 甚至可能达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看来今天的宴会 很热闹 诸位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 宋白骑着赤兔马 身穿锦衣 哒哒的马蹄声 从不远处响起 他声音不大 却带着一股 不容拒绝的威势 让人忍不住 为之折服 翻身下马 他随手丢下马鞭 扔到李耀天的身上 道 去把马养好 要最好的草料 你 李耀天愤怒道 他从小到大 都是锦衣玉石的少爷 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更不要说 他现在是五阶强者了 这小子怎么敢像 对待卑贱的下人一样 对待他 放肆 李耀天眼中 闪过一丝怒火 你什么你 怎么 你有话说 宋白脸色淡然 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 五阶巅峰的实力 还不错 不过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连跟下侯罢比 不差了不止一筹 你该死 李耀天捏紧了拳头 碰 只听一声巨响 下一刻 李耀天整个人 便被一巴掌打翻在地 脸上沾着泥土 十分狼狈 死 众人道歇一口凉气 这宋白究竟是何许人物 强大如同五阶高手 却连他一招都戒不住 宋白随手扔下马鞭 双手撑着桌面 淡淡道 好了 各位在此聚集 敢问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哦 对了 宋白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的 是一个叫李耀天的人 邀请我来的 这人现在何处 这话一出口 众人的眼神 不自然地放在李耀天身上 他现在十分狼狈 脸上全是泥巴 眼中流露出的怨毒 让人经不住打个冷战 你们这是 宋白脸色变得有些怪异 那个邀请我过来的李耀天 不会就是他吧 你竟敢如此对我 该死 李耀天咬牙切齿 拳头拧的嘎嘣响 李老弟不要介意 宋白尴尬地摸摸鼻子 没想到刚来这里 就把此地的主人给打了一顿 我要杀了你 李耀天继续发火 呃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要动气 宋白正要解释 忽然发现李耀天 扔下一个酒杯 原本平静的庄园 瞬间涌出数百个手持刀剑的黑衣人 这是 想杀我 宋白的脸色瞬间变冷 他早就感受到周围的力量气息 还以为是他们看家护院的侍卫 没想到 却是奔着他来的 杀 给我上 李耀天怒吼道 再无刚才的自信与得意 现在的他一心只想弄死这个宋白 数百黑衣人拿着刀剑 行动迅速 带着杀意冲向宋白 好 很好 宋白眼睛微微眯起来 一股相当强大的威压 瞬间从身上凝聚而出 这些黑衣人还没来到他身边 就纷纷僵持在原地 不能动弹分毫 甚至还隐隐间 有种想要跪拜的冲动 怎么回事啊 众人大惊失色 然而宋白的反击已经来了 方天画紧凝聚在手 瞬间画成点点灵片 阵阵火光闪耀后 强大的龙爪顿时显现 去死吧 右手一凝 周围的黑衣人被他瞬间抓爆 而远处的黑衣人身后 却浮现出了一轮轮弯月 焚月之血 发动 众多黑衣人直觉 脑子嗡嗡作响 好像在飞速旋转 无尽的幻象萦绕其中 痛苦如同毒蛇般 缠绕在脑海里 挥之不去 就在这如同地狱般的煎熬中 一轮弯月缓缓升起 散发出柔和的光 洗刷着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幻想 月亮 月亮 弯月迅速旋转 猛然穿过黑衣人的身体 无数道血迹飞上半空 他们却带着一丝 诡异的微笑死去 大人饶命啊 都是这李傲天干的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胆大包天 居然敢暗害大人 该死 众人纷纷跪地求饶 痛哭流涕 生怕宋白殃及到他们 有几个老人 未表忠心 居然颤颤微提起腿 去踢倒在地上的李傲天 一边踢还一边骂道 你个兔崽子 宋白大人是何等人物 也是你能惹的 言语之中 带着深深的侮辱 仿佛忘记他们 脚下踩着的 是一个五阶巅峰的高手 即使李傲天 被宋白轻易打败 也是一头能视人的猛兽 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老家伙 你干什么 李傲天咬牙切齿 脸色猙獰 宋白欺负我也就算了 那是他实力强横 自己记不如人 你们这几个老家伙 闻不成五不就 整天趴倒在女人肚皮上 这样的垃圾废物 都赶在我脸上踩一脚 宋白在一旁 看热闹不嫌是大 笑呵呵道 大丈夫能屈能伸 傲天老弟 可不要生气啊 听了这话 几个老家伙 以为有宋白撑腰 踩得更起劲 废物小子 你爹死得早 我是在替你爹教育你 挨着吧 打得足够多了 宋大人或许会放你一命 啊 李傲天满面争鸣 轻轻爆起 双手一伸 拉住两个老家伙的脚脖子 你 你干什么 快放手 众人惊恐道 这个时候 他们才想起 这李傲天是无人可敌的 五阶强者 死吧 李傲天双手用力 硬生生将一人的身体 整个撕开 鲜血慢撒 他的牙齿 咬得嘎嘣响 随手从地上 拾起一柄利刃 冲入人群中 下一刻 无数人倒在血泊中 哀嚎声不绝于耳 救我 救我 一个穿着华丽的老人 捂着流血的脖梗 呜咽着向宋白伸出右手 希望他能带自己 走出这地狱 可宋白 只是微笑着摇摇头 向后退了两步 残忍地拒绝了他 下一刻 一柄钢刀插入了他的身体 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 杀吧 自相残杀吧 只要你们这些 沾满罪恶的人全部死去 百姓们才能有活路 这时 哀嚎声渐渐停歇 原本一场热闹的妇人聚会 转眼间变成了 满是鲜血的修罗场 当 李耀天扔下手中钢刀 满身鲜血 让他看上去 无比可怖 他走到宋白面前 冷声道 宋大人 你可比我想象中很酷得多 这么多人死在你面前 你居然都不就他们一下 宋白笑笑 那又如何 他们活着 据鱼肉百姓 就会有更多的人因他们而死 再说了 杀他们的是你 不是我 杀了这么多人 想必条件已经形成 可以把你的底牌 亮出来了 宋白一有所指 什么 李耀天脸色大变 你早已看出来了 不可能 话音未落 周围的鲜血化成 一道的红色丝线 交织生成 瞬间进入他的身体 好 原地出现一个 庞大可怖的怪物 身长五六米 周围氯气弥漫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 蝼蚁 增物 武力 512 智力 64 统帅 45 影响力 378 特性 高阶增物血统 有许多支离破碎的肢体组合而成 这种怪物 手持镰刀和钩子 喜欢撕碎敌人 该血统为领主随机抽取特性 大幅度减少血统副作用 实施 这种怪物 吃附近的尸体 恢复自身生命 疾病云雾 增物散发出致命的烟雾 让周围的一切敌人 失去生命 领主随机抽取特性 宋白的脸色有些古怪 这家伙 居然是个领主 一个领主 一高人胆大 明明探子打探过 李家的小子 是个五阶巅峰的高手 还是毫不犹豫的 一人前去赴宴 人全死了 他手拿着一个绿色光球把玩着 上面是他杀死李傲天后 获得的高阶增物血脉 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血统并没有想象中强大 副作用也极为突出 他是不打算给属下用的 四 李明道道吸一口凉气 这里面的人 包括了整个青阳郡 绝大多数的地主豪生 算作以前 那是跺跺脚 青阳郡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撇开他们本身的产业不谈 其背后默默支持的军阀大佬 更是数不胜数 就连前郡守桃红 却如草芥般 就这样平白死在这里了 李明道不禁有些失神 别想了军师 人不是我杀的 宋白递给他一个弯月 那是记载着影像的神魂之力 凝结而成的 李傲天突然发疯 杀了全郡数百人 罪大恶极 我已经将他当场处死 你将这段影像散发出去 将这些豪生的财宝 全部冲入府库 他们的土地 按照人头数发给百姓 宋白下达一道道命令 好似这些死去的人 只是一串数字 明白 李明道接过弯月 回应道 他当然明白 这些豪生的死 跟自家主公脱不了关系 可那又如何 凡是阻挡了主公势力发展的人 都该死 主公 我刚收到消息 周末陶善同意和您见一面 他还邀请您参加武道大会 李明道复尔道 据说 陶善有意让衔 此次武道大会表现突出者 有机会接替徐州周末的职位 哦 还有这等好事 还有 我杀了他的侄子陶红 他难道一点都不介意 宋白皱着眉头思考 徐州树郡之地 足占明帝国九分之一的地盘 就凭借一个武道大会 轻易地选出继任者 总觉得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透着诡异 主公大可放心 李明道摇着雨扇笑道 我与那陶善数十年的交情 此人素来乐于助人 慷慨大度 与陶红根本不是一类人 他与陶红的关系也不太好 只不过碍于亲缘关系 不得已给了个郡守的职务 此次武道大会 主公大可试试 只不过竞争者甚多 其中不乏暗中取巧的小人 主公此行可要小心 听了这话 宋白微微点头 心中也有些心动 不管怎样 参加这场武道大会 终究是有利无害 即使得不到太高的名次 能和周末逃善搭上关系 也是好的 更重要的是 武道大会会集天下英雄 此行也能与众多强者会晤 也能认清楚自己的真正实力 从而为下一步发展做打算 好 我便去这一程 军师 目前青阳郡局势动荡不安 需要处理的事物杂乱 我就忙里偷闲 这青阳郡的治理可就麻烦您了 宋白稳重道 不得不说 有了李明道这个经验丰富的文官后 他也没有太过繁忙了 青阳郡的治理也越来越好 主公放心 李明道没有多做什么承诺 只是慎重地举起扶尘 向宋白辞行 徐州州府 彭城 两人正在执子下棋 右边的老人沉着淡定 骆子却步步紧逼 毫不相让 左边的中年人已经是满头大汉 再加上心中不安 一时连连受挫 手中棋子迟迟不肯落下 父亲 我败了 中年人看来半赏 终究是放下棋子 连连苦笑 眼前这个慧眼如炬的老人 名叫陶善 正是徐州州牧 割据着明帝国九分之一的庞大领地 相传三十年前 他只身匹马 一人独闯徐州 连续击败徐州一十八名高手 杀死白连教反贼数千人 在得到皇帝的许可后 加上徐州各方势力的认可 终于稳坐州牧高位 其实力不可小觑 纵然被人称作一方诸侯 也不为过 此时的陶善 放下棋子 缓缓道 陶文若 你一向行事稳重 我也不要求你太多 将五道大会办好就行了 怎么 今天前来 是有什么要事吗 陶文若苦笑道 父亲 实在是局势变化太大 需要您拿个主意啊 说吧 陶善收起棋子 现在天下大乱 明帝国的崩溃是早晚的事 也不怪你现在如此慌乱 只是你这性子 还需要再多多磨练 我有些疲乏 你找几件有意思的事 说来听听 陶善缓缓道 是 第一件事 大将军曹青 又派遣一位使者 威胁我等交出徐州 解散军队 陶善摇摇头 可笑 曹青狼子野心 如同恶狗一般 时时刻刻 想从我身上咬一块肉 他捏起一颗棋子 瞬间在手中化成粉末 道 把使者杀了 不必理会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 没什么意思 是 这第二件事 驻守青阳郡的桃红 被一个叫宋白的县令杀了 曹青借着这个机会 派遣猛将夏侯霸 入侵青阳郡 听说足有近万的虎狼旗 却被这宋白杀得干净 逃出者实不存疑 第三件事 现在整个徐州的白莲教反贼 都在入侵郡县 多地请求支援 只有青阳郡全部反贼 被郡守宋白尽数剿面 陶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道 这宋白是何许人物 倒是有几分意思 我有一老友 也在信中提过他 如此看来 这次的武道大会 可谓人才积极 也变得精彩起来了 陶善呵呵一笑 虽然表面上极为淡定 可他的神魂之力瞬间迸发 面前的棋盘转眼间变化 黑白子尽数归位 又是一盘好棋子 陶文若问道 父亲 我有些不明白 您举办这武道大会 究竟是何用意 陶善摇摇头 手掌摊开 原本带着些皱纹的皮肤 若隐若现 似乎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 他道 我大县已至 眼看就要死了 徐州需要一个新的主人来统领 可是你区区三阶巅峰修为 根本不能完全掌控整个徐州 陶善死死地盯着陶文若道 你若是坐上周牧之位 就是害了你 你的下场就只有死 陶文若苦笑道 我明白的父亲 让您失望了 好 陶善重新回到椅子上躺下 你下去吧 记住 一定要把这武道大会处理好 多邀请一些高手 是 父亲 孩儿告退 陶文若看到父亲闭目养神 恭敬地关上门 免得打扰到他 院子里的下人也尽数离开 偌大的地方 一时只剩下一个老人 一桌棋盘 下一刻 陶善的眼睛忽然睁开 极为恶毒的目光盯着天空的某处 即使是他的亲儿子 看到这副神态 估计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个数年前还意气风发的英雄人物 此刻却像一个普通老人般 男男道 我不要死 猛然间 神魂之力爆发 周围的空气中 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我不要死 我陶善是何等英雄人物 我不能死 既然如此 就让你们为我的寿命 尽一份力量吧 徐州鹏城 舞蹈大会空前鼎盛 前来参加的天下高手 如云般汇聚于此 人声鼎沸 相互交谈者甚多 徐兄 没想到你也在此点 是孟朗兄啊 幸会幸会 听说徐兄的夫人美若天仙 不知何时能够见一面 啊 孟朗兄的老母也是十分可人 我也十分希望能够相识 客气客气 我家老母今年都83岁了 怎敢出来献丑 那倒也未必 刘继德从喧闹的人群中挤出来 看到一个俊美的少年 眼前一亮 主公 我报上名了 陶善大人给咱们 安排了上等房间 现在便能入住 这个俊美少年就是宋白 他无奈地看向周围 无数或羡慕或极度的目光 已经朝他这边看过来 刘继德 你好歹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怎么如此不稳重 宋白问道 刘继德黑黑一笑 主公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而是军师在您临走前 特意吩咐我做的 宋白一皱眉 他此行来到鹏城 只带了刘继德一人 只是看他有趣 做事又机灵 留在身边解闷而已 军师说什么了 宋白问道 没说什么 只是军师临走前 给了我三个锦囊 这三个锦囊 第一个是给我的 让我到地方就拆开 剩下两个都是给您的 说遇到困难 便可立即打开 自会有解决难题的妙计 刘继德递出两个锦囊 看起来鼓鼓的 似乎很有分量的样子 他接着说 咱们现在给百姓分田地均平复 财务一时周转不过来 军师命我带一万黄金当彩头 谁能打败主公 就能获得这一万两黄金 当然了 要想挑战主公 两千黄金的门票 是必不可少的 宋白听完这话 不禁笑了几声 军师啊军师 你可是把我当枪使了 不过这既能提前 与天下英雄较量一番 又能赚些钱 帮助领地发展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呢 就在这时 一个铁塔般的壮汉冲过来 周围的人群健壮 顿时如潮水般 向四周退却 这人是谁 看上去挺威风啊 两周五阶强者杨斩 一人杀死数百兽人 他你都不知道 咦 他这是要挑事 呵呵 五阶强者怎会如此轻浮 听说这两人摆下擂台 只要能打败 就可获得一万两黄金 不是个小数目 杨斩来到刘契德面前 粗壮的胳膊 递过一张紫色卡片 粗声道 这是两千黄金 就是 你要挑战天下高手 是吧 还没等刘契德反应过来 杨斩就随手一提 抓住他的衣领 要把他扔出去 刘契德在半空中急得大叫 我不是刘契德 呸 我不是宋白 不是我要挑战 杨斩慢慢把他放下来 犹豫到 真不是你 真不是我 我是提笔的文人 哪能跟你打呀 要挑战的是这位公子 宋白 我家主公 刘契德急忙解释 那你也滚吧 他奋力将刘契德扔出去 随着一声惊叫 刘契德却被人稳稳扶住 并未跌倒受伤 此人正是宋白 杨斩抬头看向宋白 眼前这个俊美的少年 气质温润如玉 怎么也不像得厉害人物 就是你要挑战 话还没说完 他顿时感觉天旋地转 眼前一阵恍惚 随后砰的一声 疼痛传来 杨斩无力地倒在地上 脸上沾满泥土 再也起不来 朦胧中看到宋白 微笑着向他点头示意 刘契德连忙捡起地上的紫卡 朝他呸得吐了一口 骂道 牛什么呀 就你会打人是吧 接着爷爷就教你一句话 这张话连忙追上宋白的身影 两人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五阶强者 随手就被丢在地上了 这是什么神力 这杨斩是不是草包啊 我堂堂一阶大神 也不至于摔倒就起不来啊 无知 你没看到杨斩身后的月牙吗 那是神魂之力的显化 此人对神魂的研究 已经到达了极其高深的地步 宋白离开后 人群中的议论 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只有杨斩倒在原地 被别人指指点点 满脸脑目 他五阶高手的脸面 今天算是丢尽了 有不少强者 纷纷对刚才的场面研究一二 却惊讶地发现 凭借他们五阶巅峰的实力 尚且不能轻松打败杨斩 这样的五阶强者 那此人到底是什么实力 难道是 六阶 众人根本不敢去细想 区区二十出头的年纪 除非是神仙转世 否则就算从娘胎里修炼 也不可能有这样 强大的实力吧 呵 六阶 一个英俊潇洒的公子 收起折扇 冷笑一声 他身旁围着二三十名女子 都是身姿妖娆的绝色女子 不管这位公子说什么话 都捂着嘴笑 引得周围众人一阵失神 欧阳公子 今日怎么如此高兴 欧阳公子笑呵呵摇头道 我笑在场这些人 都是些垃圾 白痴 那小子只是神魂强大的些 只有区区五阶实力 不过是暗中偷袭才获胜了 算什么本事 该死 你说什么 是冀州的欧阳空虚 什么时候 也敢在此指指点点 我一接高手 岂会怕你 围观众人愤愤不平 倒不是想为宋白讨个公道 只是这欧阳空虚太过嚣张 仅仅一句话 便将众人嘲讽各遍 实在嚣张 呵呵 不服气 来打我呀 欧阳空虚 指着自己的脸 嘲讽道 你们这些废物 混蛋 人群中冲出三个长相相似的中年人 挥拳冲向欧阳空虚 是斗群三兄弟 好家伙 三个五阶强者联手 这欧阳空虚 真是招人恨 三兄弟心意相通 实力翻倍 六阶以下 无人可挡啊 六阶强者 恐怕也得谨慎应对 我堂堂一阶高手 你可闭嘴吧 然而 面对三个五阶强者的联合攻击 欧阳空虚并没有丝毫在意 他折扇一挥 一道白雾瞬间散发出去 弥漫四周 不好 斗群三兄弟 脸色大变 慌忙捂住口鼻 可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刻 他们全身酸软无力 倒在地上 该死 欧阳空虚你卑鄙无耻 前下毒 下三烂的套路 你也配撑高手 三兄弟骂道 哈哈 连这点下三烂的招数都挡不住 你们又算什么东西 欧阳空虚呵呵冷笑 夺过他们身上的全部宝贝 不听话 张嘴 他命令道 是 一众侍女拉起他们三人 对着三兄弟的脸连连挥打 不到片刻就变得红肿 堂堂三位五阶强者 被当众打脸 这欧阳空虚果真狠毒 人群中有暗自气氛的 但也没有人敢强出头 五阶强者都不是其对手 还有谁敢上前正面硬钢 欧阳空虚来到壮汉杨展面前 轻声道 刚才就是宋白打的你 是不是 跟着本公子 咱们去挥挥那个宋白 替你报仇 怎么样 言语之中 带着巨傲的神情 杨展冷汗连连 连忙点头 他其实是不敢招惹那宋白的 刚才交手的瞬间 他早已经感受到 自己和宋白之间的实力鸿沟 在宋白面前 自己的五阶实力 就像一只蝼蚁那样弱小 但他也不敢反对欧阳空虚 依照此人的冷酷性格 如果一旦拒绝此人 恐怕他的下场 一定会无比凄惨 怎么 你不愿意 欧阳空虚语气 带着无限的压抑 杨展哆哆嗦嗦道 怎敢不愿 相信欧阳公子您 定能将宋白打得屁滚尿流 欧阳空虚走后 周围众人面面相去 他要挑战宋白 有这个本事吗 唉 两人究竟谁强谁弱 也是说不好的事情 那还用说 肯定是宋白啊 据说他斩杀了周牧 陶善大人的亲侄子 陶善愣是一声不吭 还以上兵之力相待 那也未必见得 就是他实力高强 欧阳空虚杀死过的 五阶强者不计其数 你敢说 他就杀不死宋白 既然如此 何不去一看究竟 同去同去 众人乱乱哄哄 都去跟在欧阳空虚的身后 想去看个热闹 宋白的住处 是陶善亲自挑选的 翠玉阁天字号住所 占地数十亩 气势辉煌 门口还有数十个守卫 宋白 你敢打我兄弟 快出来 欧阳空虚手拿折扇 风度翩翩 后面跟着数十个美丽女子 更凸显了他的无上气质 门口的侍卫怒道 什么人 也敢再次叫嚷 你不知道这里住着的 都是陶善大人的贵宾吗 可笑 欧阳空虚冷笑一声 背后两个身姿曼妙的女子 随手一挥 身上青纱瞬间飘飞 以极快的速度破空而出 强大的神魂之力猛然爆发 瞬间将这些侍卫击倒在地 四 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看向欧阳空虚的眼神 已是深深的震惊 这两名女子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不弱于四阶巅峰高手 而她身后 散发出同样实力波动的女子 还有足足二十多人 这是一股多么恐怖的势力 就算是五阶强者与他们对敌 恐怕也要当场陨落 这样看来 宋白刚才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了 她能轻松打败一名五阶高手 可面对二十多个四阶巅峰高手 还能这么轻易获胜吗 这欧阳空虚到底是什么背景 怎么不曾听说过 自身实力强大也就罢了 更是有这么多恐怖的势力 恐怕宋白危险了 呵呵 能不能逃走都难说呢 我早就看这个宋白不顺眼了 还瞧不起人家 你二十岁的时候 是什么修为 嗯 还没到意见 众人议论纷纷 大体都是不看好宋白 甚至有些人花费钱才与人打赌 认为宋白必胜的人 现在也有些垂头丧气 暗道恐怕要输个干净了 谁在我家主宫门前大喊大叫呢 刘弃德乐呵呵走出来 就在这短短时间内 宋白遇到了无数挑战者 赚的钱都有两三万黄金了 这样一笔巨资 足够青阳郡这个小地方的建设 发展很长时间 军师果然神机妙算 成不起我呀 他抬头一看 刚才那个满怀恶意的壮汉杨斩 就在门前站着 十几个看门的守卫 却被打倒在地 杨斩 您还在这呢 还想挑战我家主公吗 快 里面请 对了 钱带够了吗 刘弃德道 这满含讽刺意味的话 让杨斩不由的脸红 就他这微末修为 别说跟宋白对敌了 恐怕都不够人家 一个小指头玩的 我岂敢 宋白敢打我家兄弟 快让他出来受死 杨斩话还没说完 就被欧阳空虚给打断了话 杨斩心中一惊 连忙道 欧阳公子 要不咱还是算了吧 感谢您为我出头 我其实没受什么伤 话说起来 还是他先去挑衅人家的 宋白拿走了他的一千黄金 也是按规矩办事 碰 话还没说完 欧阳空虚一掌挥出 将杨斩打倒在地 看他在地上连连吐血 不屑道 我欧阳公子说话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插嘴 本公子给你点脸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原本想要和欧阳空虚 攀娇情的一些人 见他如此冷酷无情 纷纷停下脚步 暗自保持距离 刘弃德也看出场面不太对 这哪是来挑战的 这分明是来找事情的敌人 他脸色一沉 对欧阳空虚道 这位公子 咱们何弃生财 有钱大家一起赚吗 没钱 也不要伤了何钱 放肆 你说谁没钱 欧阳空虚怒道 我家财万贯 富甲天下 你竟然敢瞧不起我 说吧折扇一挥 一道光芒暴射而出 如同刹那间的锋芒 所过之处土地崩裂 带起无数尘土 保护大人 刘弃德还没反应过来 身后庶名陷阵死士 迅速举起沉重的盾牌 气血之力相连 严丝合缝的架起 哄 一声哄响 陷阵死士 纷纷吐血倒地 却拼死抵挡住了这次攻击 刘弃德被这冲击下一条 却安然无恙 你放肆 刘弃德眼中满是怒火 我家主攻的精兵强将 你也敢对其下手 当真是胆大包天 别急 还有你呢 欧阳空虚嘴角 露出一丝邪笑 你们这些废物 包括宋白 一个都逃不掉 将他抓住 我数三下 宋白再不出来 就砍下你的狗头 他身后的两名 美艳女子 抓住刘弃德 抽出长剑 只等一声令下 便要杀人 死 这欧阳空虚 与宋白何仇何怨 竟然如此针对于他 针对 欧阳空虚眼中 露出一丝暴虐 就这样的废物 也配被我针对 把这个废物杀了 美艳女子 挥起长剑 眼看就要砍下去 不疼 不疼 美女 你下手快点啊 刘弃德紧闭双眼 安慰自己 难难道 主公 您怎么还不来啊 我这条老命 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丁 一声脆响 美貌女子手中的 长剑瞬间被击飞 半空中传来龙吼声 强大的龙威 如阴影般 笼罩在每个人的心里 欧阳空虚不惜返校 好啊 你终于来了 话还没说完 他当时感觉天翻地覆 眼前一片模糊 只短短一刻间 一赶方天化解 已经点中他的胸口 扑呲一声 鲜血渐出 欧阳空虚脸色苍白 不可能 你怎么会 周围众人 更是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这宋白 怎么如此强大 杨展一个普通的五阶高手 也就罢了 这欧阳空虚 可是能轻易打败 数名五阶高手的人 面对他时 竟然也如同小鸡仔一般 被随手提起 你敢敢如此欺辱我 欧阳空虚的脸色 渐渐阴沉 宋白冷笑一声 只许你欺辱旁人 旁人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是吗 就你这等渣仔 也配自称什么公子 当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欧阳空虚听到这话 愤怒的几乎要咬碎牙齿 他猛然转身 不顾方天化解 划过的伤口 手中折扇挥开 露出大片烟雾 同时 折扇化成一把七星利刃 狠狠刺向宋白 好很多 这欧阳空虚 又使出这等阴险招数了 窦群三兄弟 就是被这招打败的 三个五阶强者啊 竟然都毫无反抗之力 宋白处境凶险 挨了这招 恐怕也不会好受 但宋白却摇摇头 面对着烟雾丝毫没有闪避的意思 反而右手点点鳞片 迅速张开 凝聚成火焰缭绕的笼爪 碰 一声轻响 一大块血肉飞上半空 欧阳空虚倒退两步 吐出一大口鲜血 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你怎么会安然无恙 保护我家公子 二十多个美貌女子 举起长剑 飞也似的冲向宋白 同时身上缠绕着的青纱 也在这一瞬之间 变化成利刃 飞速冲向宋白 别去 欧阳空虚急忙呵止他们 凭借自己的强大伸手 尚且不是宋白的对手 更何况这些 只有四阶十里的弱女子呢 然而 已经来不及了 神魂之力散布周围 数百个微小的弯月 在以人肉眼难见的速度 瞬间凝成 刹那间飞上半空 凝结成 常人难见的美丽景象 焚月之险 好美 这就是宋白的绝技 看上去毫无威力啊 重剑无风 大乔不攻 看上去美丽 其实可能是 极为致命的威胁 一个舞阶高手慎重道 此人见多识广 对各派绝技 都有所研究 即使旁人 还有些不服气 也不再说什么了 下一刻 众人眼中的美丽弯月 瞬间爆散 气入这些女子全身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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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轻响 美貌女子 以及数百个娇娇弯月 在这一瞬间 消散成雾 形成一幅 极为凄美的画卷 如此恐怖 你怎敢杀他们 你该死 欧阳风眼睛神经血丝爆裂 满溢血红 心中充满的绝大愤怒 几乎要他恨不得 立刻死去 这些美貌女子 都是他此生的知己 然而仅仅在 宋白的一招之际 这些娇艳的花朵 就此坠落 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要杀了宋白 为你们报仇 想到这儿 他纵起身形 竟然向远处逃顿 欧阳空虚很明白 就凭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能立敌宋白 更别提杀了他 只能逃走 不惜一切代价 提升实力 才有资本 杀死这个人 仅仅一招 这么多四阶高手 请客间 无疑幸存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欧阳空虚 方才何等嚣张 现在不也是狼狈逃走 别小看他 他正在催发生命之力顿逃 这等人物 一旦让他逃走 必定后患无穷 听了周围众人说的话 宋白嘴角微微扬起 逃 逃得掉吗 好 火光闪烁 他全身抱起 瞬间化身火龙 发出一声 震天怒吼 而后猛然冲向欧阳空虚 这 宋白竟然是头龙 怪不得他能抵挡 欧阳空虚的毒物 有了巨龙的免疫力 有什么可怕的 恐怖 当真恐怖 这次武道大会 此人恐怕是个劲敌 你一个一截小辈 就别说了好吧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震天般的速度急迟而去 一把抓住欧阳空虚的肩膀 点点火焰缭绕 这包含了龙溪 以及地狱炎火的强大能量 根本不是寻常物体 能承受住的 只要被火焰接触到的任何物体 都在刹那间灰飞烟面 带着强大火焰的龙爪 深深陷入到欧阳空虚的背部 在他的一声惨叫中 烈火瞬间烧进他肩膀上的血弱 利爪转手一捏 抓住骨骼 将其根根抓断 现在的欧阳空虚 整个半边肩膀都已消失不见 全身溢出的鲜血 被烈火灼烧干净 甚至还在向上烧灼 啊 众人的耳朵里 响起一声痛苦的哀嚎 好似恶鬼 在地狱中受尽煎熬 不得有丝毫重生的机会 看着欧阳空虚 那凄惨的模样 众人不禁打个冷战 别说感同身受了 仅仅听着这声音 就是痛苦的折磨 宋白冷笑一声 没有继续折磨他的心思 龙爪穿透他的胸膛 抓住欧阳空虚的心脏 一把捏爆 欧阳空虚 轻易打败数名五阶强者的人物 就此生死 不仅如此 就连他手下二十多名 四阶巅峰强者 也在这短短一天之内 尽数灰飞烟灭 一个血红色的珠子 落在宋白手中 滴滴乱转 仿佛有了生命似的 血魔珠 能将普通生物 改造成恐怖血魔的道具 仅可使用一次 这东西有什么用 宋白皱起眉头 可惜了 杀了这样一个强者 却给了这样一个无用玩意儿 这不是坑人吗 他有些无语 将血魔珠塞入空间戒指中 这时他才发现 原本在周围看热闹的众人 此刻却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毫无踪影 发生什么事了 他眉头微皱 哈哈哈哈 宋白老弟心里不清楚吗 一个略有些富态的中年人赶来 身后跟着众多侍卫 他实力并没有多强 宋白的神魂之力发动 感觉他只有三阶四阶左右的实力 但身后跟着的侍卫 却都是四阶巅峰的高手 各个铠甲耀眼 带着一头狮子的金色标识 是周牧逃善的人 宋白立刻有了判断 此人即使不是高手 也是逃善势力中的核心人物 与他交好或许也有些好处 这位兄台有何见交 刚才杀人手段非常残忍的宋白 此刻却瞬间变换脸色 微笑道 中年人大笑道 哈哈哈哈 家父可是时常提起你啊 比人桃文弱 周牧逃善之子 五道大会即将开始 一切行动都要在一空间 进行 家父一直以来 都对您十分赞赏 这次特命我前来邀请您 提前进入一届空间 提前进入一空间战场 宋白仔细想了想 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机会 早点进入 就能更早地了解一空间环境 对自己也是极为有利 但这陶善为何如此友善 即使自己是杀了他侄子的凶手 他非但没有丝毫怪罪 还这么慷慨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白行了一礼 他来的目的就是 和陶善结盟 共同对抗曹青 既然这样 陶善给予的好处 自然就得收下 陶闻若微笑着引领着他 向周牧扶抵走去 不到一刻中 众人就来到一处山脚下 两面竹林眼映 下面一条 蝉蝉小细流过 看上去十分清幽 正在这时 一道黑光滑破半空 一股极为惊人的神魂之力震荡 让人心中 未知一惊 众人都有些察觉 当着黑光到来之际 吸引了无数 倒流有些好奇的目光 好 在众人的凝视之下 黑光速度极快 转眼间破空而出 吼叫声震天 飞快跃过来 虎掌轻缓 落在地上 这头猛虎速度极快 一双虎眼不怒自威 走动间强大的气血之力蔓延 令人心生畏惧 在那头猛虎停下之时 他背上的一人 身着黑色铠甲 两手紧紧抱住虎头 眼中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他微微注视众人 好像要找到什么目标似的 两眼咕噜噜 在人群中转个不停 凡是被他盯到的人 都心生惧怕 仿佛面对什么恐怖的猛兽 夏侯烈 你再次干什么 还不在阵法前老师等着 陶文若上前一步 一改之前的温和模样 冷声说道 这夏侯烈 是曹清属下将领 夏侯爸的侄子 本该是仇敌的他 却敢加入此次的舞蹈大会 更让他不明白的是 陶善不但同意他参加 还给提前参与的特权 这让陶文若着实 有些不明白 尽管如此 他也丝毫没有掩饰内心的厌恶 是夏侯烈到了 众人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陶善势力的死敌 曹清手下的将领 竟然也来参加这次的舞蹈大会了 还不错啊 宋白随意看了 夏侯烈一眼 随即便将眼光 放在他胯下猛虎身上 如果自己所料不差的话 这头猛虎 赫然是拥有五阶实力的凶手 大手笔啊 宋白稍微有些感叹 他的伯父夏侯爸 统领数万军队的主帅 骑成的 也不过是一头四阶巅峰的猛虎 这夏侯烈无名小辈 到底是何德何能 也有资格得到这样 强大的作气 夏侯烈丝毫没有搭理 陶文若说的话 他狭长的眼睛在四周打亮 似乎要寻找什么 忽然间眼前一亮 随后便是抑制不住的怒意 你就是宋白 他低沉的声音 在每个人耳边生起 如同一条毒蛇吐蛇 令人不寒而栗 陶文若怒道 这是我家贵客 你夏侯烈不得无礼 哼 夏侯烈冷笑一声 进入异世界空间之后 此人是死是活 估计也拦不住了 面对夏侯烈的敌意 宋白的脸色 没有丝毫变化 都把他伯父给杀了 还害怕 他区区一个小辈 如果不是为了此行的目标 宋白恐怕早就出手 将夏侯烈碾压致死了 是的 碾压 在同时拥有 龙和恶魔领主的 强大血脉的宋白看来 这个夏侯烈 根本就像一只蚂蚁般弱小 碾死他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宋白 你等着 夏侯烈放下一句狠话 齐承猛虎而去 他刚离开不久 原本心弦绷紧的众人 当即放松 悄悄讨论起来 这个宋白是什么人 居然让陶文若如此看重 那也未必是为了他 夏侯家和陶家关系 多么恶劣 你们不清楚吗 夏侯烈胯下坐起 都有五阶实力 恐怕这个叫宋白的小子 危在旦夕 宋白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测 即使五阶强者 欧阳空虚 也被他一击打爆 更别说 区区夏侯烈了 我听说夏侯烈的伯父 也是被他杀死的 众人讨论 越发激烈 看向宋白的眼神 也有些变化 原本以为他 被高手夏侯烈盯上 绝对不能再倒霉了 结果跟身旁的人讨论之后 才发现 他才是最厉害的大佬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些讨好的意味 甚至有些女性强者 也在有意无意间 向宋白的身边靠拢 其目的可想而知 然而下一刻 一股带着淡淡龙微的 硝烟气息扑鼻而来 火焰在宋白四周 猛然出现 让人不能前进半步 这些烟纸俗粉 在宋白眼里 没有丝毫吸引力 故此他虽然未说一句话 拒绝之意 也是相当明显 哈哈 夏侯烈 你这笔做起可以啊 比老子跑得还快 一声大笑在天空中回荡 片刻之后 强大的气血之力震荡四周 脸上满是落腮胡子的 金发青年 金发闭眼 从远处及时而来 这声音充满着豪迈的气息 但若有若无的低吼 以及他那怪异的相貌 却让人略微感到有些不适 是失心王子五燕 他也来了 听说这失心王子 是半寿人失足 和人族结合生下来的小崽子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啊 这五燕与夏侯烈一向不合 这次夏侯烈得到了五阶做起 五燕还怎么跟他斗 完了完了 这次武道大会 我恐怕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五燕与欧阳并称南欧北武 关系一向很好 这次 众人眼神都有些怪异 不自然地看向宋白 欧阳空虚 好像是被他杀死的吧 这时 夏侯烈眼珠一转 笑声道 五燕 你也不必用激将法击我 这次大会究竟如何 还得看个人的本事 倒是你这个傻憨憨 你自己的兄弟 欧阳空虚被杀了 你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他说这番话别 有一番恶意 分明是把五燕的目标 从自己身上引到了宋白 依照五燕的性格 必然会跟宋白大闹一场 如果五燕胜了 能够除掉一个死敌 自然是极好的 但如果宋白胜了 也能将一个竞争者彻底解决 总之无论如何 他夏侯烈不费吹灰之力 就做官两大敌人互殴 这是他非常乐意看到的 想到这儿 他眼睛闪过一丝寒芒 不禁有些得意 果然 他说出这话以后 五燕对他不管不顾 反而看着宋白 历声道 欧阳空虚 可是你杀的 陶文若脸色大变 没想到 这个品德败坏的夏侯烈 竟然会在这里使用诡计 他连忙阻止五燕 道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五兄弟 我就问一句话 五燕上前一步 全身金光闪烁 历声道 欧阳空虚 到底是不是你宋白杀的 现场的气氛当即凝重起来 周围众人早已躲得远远的 不说刚才 宋白对他们结交的态度 表现得非常差 根本没交请去帮忙 就这恐怖的力量波动 产生的余波 估计也会让他们承受不住 然而 面对五燕的冷声质问 宋白的神色并没有丝毫变化 显得相当平静 然而 就在下一刻 一股火焰冲天而起 哼 巨大的爆裂声响起 宋白迈出一步 恐怖威压泛起波澜 周围众人根本抬不起头 甚至隐隐间 还有股想要跪下的冲动 哼 第二步 周边升起无数弯跃 照耀四周 火焰如同土石的魔鬼 在宋白周边环绕 喷出毁灭的烈焰 一感方天化己 如雷霆般瞬息而出 在短短一瞬间 直接刺到下猴烈的腰间 将它狠狠贯穿 囊到半空 许多实力 在四阶左右的强者 都承受不住这股威压 直接昏晕过去 宋白目光如炬 燃着烈火 冷冷看向五燕 就是我杀的欧阳空虚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 我 我 此时的五燕冷汗连连 颤颤巍巍的手 想要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却发现自己浑身动弹不得 根本用不上力 该死 我为什么要得罪这个人性巨龙 龙是万族之手 除了人类之外 所有物种 在血脉卑贱的情况下 面对巨龙 都会有种忍不住 想要跪下的冲动 即使 有些人能抵挡威压 勇于反击的强者 在这天生的血脉压迫下 一身实力 都只能发挥出八成左右 更别说五燕 虽然实力高强 但毕竟 是个混合种 面对宋白 就更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怎么 你不服气 宋白脸色一冷 仿佛掌握的 神魂领域 不招惹我的人 我自然也不会随便生事 但若是故意挑衅 想要向我挑战 我自然不介意让他知道 惹怒我的后果 宋白冷冷到 话语之间扫尸众人 虽然毫不相让 却句句有理 让人哑口无言 无从辩驳 这 陶文若十分为难 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我 我错了 五燕咬咬牙 双腿怦然一声 跪在地上 震荡起周围尘土 他的牙齿咬紧 脸上满是屈辱 身为失足之后 居然向别人下跪 实在是让人痛苦 但他没有办法 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是他能力敌的 一旦他露出丝毫不满 接下来迎接他的 可能就是生死的下场 放过我吧 宋白 我 我就是您的一条狗 刚才还一脸凶相的五燕 此刻 却如此卑微 低下头颅 嗯哼 宋白轻松地耸耸肩 将挑起来 生死不知的夏侯猎 随手扔到地上 一脸无所谓 道个歉就行了 谁让你跪下了 果然是带着 兽族血脉的杂种 一点骨气都没有 宋白带着嘲讽的笑容 对于金发碧眼的 失足混血 旁人可能觉得高贵无比 但对他来说 就是一族的杂种 人类被一族 统治数百数千年 他本来就对一族 极为痛恨 如果场合不太适合 早就将这两人 当场杀死了 你 五燕一脸气愤 此刻却敢怒不敢言 该死的 你以为 是我愿意跪下的 那股龙族威压散发出来 带着不杀人 恃不罢休的气势 谁敢为了尊严 赌上性命 我人 等进入了一届空间 大家的起点 都是一样的 到时候再收拾你 好了 陶文若抬手扶额 他根本没想到 事情会混乱到这个地步 接下来请五街强者 梦想姑娘 为大家介绍一下 本次舞蹈大会的规则 一个穿紫衣的女子 从不远处 飘然落下 她身姿窈窍 青丝随意飘落肩膀 容貌十分清丽 她刚到达这里 眼神不自然 看向宋白 流露出一抹异彩 刚才的场景 她已尽收眼底 再加上宋白 原本相貌英俊 梦想不由得有些吃了 显然 宋白这样优越的条件 在哪里 都会受人关注 嗨嗨 陶文若不自然地咳嗽一声 这才打破梦想的幻想 她脸色微红 当即介绍其 舞蹈大会的规则 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此次舞蹈大会 是在异世界展开的 我们本次采取的 是争霸领地的形式 比赛规则也很简单 诸位进入异界空间中 可以选择自己麾下的士兵 作为母版 自动生成部队 这也是诸位争霸 异世界的第一股重要力量 请一定要谨慎选择 谨慎使用 接下来最后一点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为了保证 此次舞蹈大会的公平性 诸位进入异世界空间中 将被自动剥夺全身能力 你们都将站在同一个气跑线上 一切成果 全凭自身努力 梦想说了半天 总算将规则都讲完了 这时 台下的众人议论纷纷 显然都比较激动 剥夺自身实力 这岂不是说 即使强大如宋白 我也有机会将其打败 一个实力低下的年轻人 激动到 旁边众人 立刻毫不犹豫地 打破他的幻想 不要多想了好吧 即使剥夺了全部力量 你也不是宋白的对手 再说了 就他势力下随便 选择一名普通士兵 你都不一定是对手 但是对于武燕和夏侯烈来说 绝对是一个机会 有人想到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同样拥有顶尖兵种的势力 代表来说 同样是一个超越宋白 甚至将其击杀的大好时机 与此同时 武燕和夏侯烈 迅速转头看向对方 对视一眼 随后错开眼神 仿若无事发生 宋白 绝不能留 他们两个人心里 同时想到 哄 正当众人讨论激烈的时候 一声轰响传来 空气中 忽然出现一道薄薄的光门 一阶之门开了 比赛即将开始 看着众人摩拳擦掌 似乎都想要有一番作为 陶文弱微微一笑 心想这些人简直有些幼稚 也不想想 作为提拔周末获选人的比赛 怎么可能如此简单 好了诸位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此开始了 陶文弱念出一串咒语 一阶之门好似受到了什么影响 表面上的光芒瞬间波动 好似波光零零的水面 诸位请见 你们的挑战 就此开始 陶文弱大声道 开始 众人兴高采烈 大吼一声便要进去 我退出 在这一片喧嚣之中 一声淡淡的声音响起 声音不大 但在场中人都听见了 原本兴高采烈的表情 瞬间凝固 惊恶地向后看去 如果是一个普通强者 说退出也就退出了 但此刻这道声音 却让他们不能忽视 皆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 是宋白 什么 陶文弱吃了一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五道大会参与的最强者 居然拒绝参加 这下他有点急了 父亲对这次五道大会如此重视 宋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旦他拒绝此次比赛 后果可不堪设想 宋军首 您为何不参加 是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吗 陶文弱小心翼翼地问 在宋白面前 纵使尊贵如周牧之子 也不敢摆出丝毫架子 而是要看宋白的脸色 这一切都是因为 实力 以宋白的实力 面对多名五阶高手 都有战而胜之的可能 即使是在周牧当中 也是一股不可小觑 甚至相当强大的高手 当然不满意 宋白淡淡道 文弱兄 你们当初 邀请我参加这次五道大会的时候 可没说 会完全收回个人实力 我麾下百姓千万 将士数十万 谋成武将不计其数 我要是在这区区一世界空间 出现一点小意外怎么办 你们谁能负担得起 就算是周牧大人 他就能保证我完全安然无恙 领地不受损失吗 这话说的确实在理 让人挑不出刺 陶文弱苦笑一声道 宋白大人说的也是 因此让您提前进入 就算我能提前进入 异世界空间 可就这一点微弱的优势 就能保证 我的生命安全吗 宋白声色俱利 眼神扫到夏猴烈和五燕身上 他二人的身躯顿时一颤 别的不说 就这两个渣子 凭借他们的心胸 你敢不保证他们进去之后 就集合在一起 对我发动攻击吗 这 陶文弱只能连连苦笑 丝毫没有插话的机会 虽然宋白说话的语气 并不客气 但他句句如实 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中 这次规定 对于弱者 确实是一个机会 但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 只能是实力上的质骨 陶文弱正要解释 忽然耳边传来一句声音 让他脸色大变 宋大人 我父亲陶善给我传来消息 只要您参加这次舞蹈大会 不论输赢 您可随意选择 徐州内一郡之地 什么 此言一出 周围众人都轰动了起来 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惊讶之色 陶善为挽回宋白 可能赠予一些奖励 这他们并不会感到特别意外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陶州墓居燃下了血本 慷慨到这种地步 答 五燕手中忽然掉落在地 发出巨大的声响 他双手仍字颤颤巍巍 为这一句话感到惊讶万分 这一声响 在周围寂静的环境中 显得极为巨大 但没人说话 所有人都被这句话惊到了 一郡之地 那是什么概念 即使一个普通人 得到了这样高昂的奖励 也能在短短时间内 依靠郡城内的资源 迅速达到五阶的实力 再说了 如果能得到一郡之地 即使是得到五阶强者的效忠 也不足为奇 因为凭借这个地盘 足足可以坐拥百万人口 数十万将士 称作一方诸侯都不为过 一郡之地 宋白也有些迟疑 这奖励不可谓不丰厚 要知道 他凭借一郡之地 就完全可以阻挡一支军队的攻击 但如果大将军 曹青清朝出动 动用所有的军队来攻 这一郡之地 完全不够用 因为 凭借一郡的资源 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 去支撑更多军队的吉养 相反 如果再得到一块郡城 他完全可以训练更多的军队 用来抵挡曹青的攻击 实力不如 在战争中失败 那他还能凭借剩下的一个郡城 作为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宋白觉得不对 很不对 他越来越看不清 这逃上了 杀了他的侄子 他不但不愤怒 反而盛情邀请 自己参加五道大会 更是在自己退出的时候 许下诱人的奖励 来激励宋白 他到底有什么目点 不知不觉间 宋白好似 赶到一张无形的阴谋之网 向他扑来 这巨大的利益 如同一块诱人的蛋糕 但也可能 蛋糕中藏着毒药 到底该如何选择 看到宋白沉默不语 陶文若不禁有些交集 道 宋大人 请问您如何选择 如何选择 这还用选择 众人看着宋白 游子沉吟的模样 恨不得替他答应下来 多么好的机会 只需要参加这次武道大会 保住性命 就能够得到一郡之地 从此成为万人之上的大人物 大人 眼见异世界空间的光门 暗淡下来 似乎要消散的样子 陶文若不禁有些慌乱 试探着催促一声 嗯 宋白正在思考 忽然心念一动 他自己不能确定 但可以让别人帮他想 要知道 在他到来这里之前 军师李明道 可是给了他两个锦囊 让他在关键时刻打开 一个锦囊瞬间出现在手中 宋白随手一掂量 锦囊随即散开 露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但去无妨 字有分晓 虽然还真有应对之策 宋白心下一惊 暗淡军师当真是神机妙算 居然想到了这一步 既然如此 那就去吧 想到这 宋白微微一笑道 陶大人盛情邀请 我若是拒绝了 岂不是不识抬举 好 宋兄弟快人快语 快快请见 陶文若轻呼一口气 暗道这宋白针是谨慎 但还好是同意了 面对众人羡慕的目光 宋白没有丝毫犹豫 便走了上去 进入到这光门之中 一股温和的力量 融入他的身体 好似水波荡漾 让他瞬间融入其中 但同时 这股力量 好似瞬间剥落了 他全身血脉 力量瞬间丧失 让人有些不适 诸位 快快进去 这光门快要消失了 隐隐间 还能听到陶文若的呼吓声音 然而却离他越来越远 周围的景色 不断向后倒退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黑暗 亮晶晶的光球 出现在黑暗中 是这里唯一的光亮 过来 过来 温柔的呼喊声响起 好像美丽女子的温柔呼唤 是宋白 从未听过的动听声音 让他感到十分舒适 经不住困倦起来 不对 宋白狠狠咬下舌尖 瞬间惊醒 这声音 实在是太有魅惑力了 让他忍不住想要 沉沦其中 就算是依靠他的强大意志力 都差点中招 还好 宋白轻轻舒气 在他没有拥有强大的力量之前 面对任何危险 再谨慎都不为过 不知道我的能力 还在不在 宋白心念一动 随手打开属性面板 果然 所有的特性 包括龙之血脉 恶魔血统 都已经消失不见 看来陶文若说的话 是真的 这道光门 果然有翘无声息 剥夺别人实力的作用 咦 这是 宋白一声轻疑 仿佛看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一个名为全能者的特性 静静地躺在属性面板内 他最强大的能力 复制他人特性的能力 竟然还存在着 全能者特性还存在着 这着实是一个意外之喜 同时也意味着 他完全可以利用这股力量 在一空间世界 也能称王称霸 不惧任何人 挑战者 已通过考验 获得考验资格 五道大会正式开始 刚才还极为温柔的女子声音 转眼间变得机械起来 通过考验 才能获得参与资格 凭借自己这样 强大的意志力 也只是勉强通过 那其他人呢 宋白想到这点 不禁打个冷战 这五道大会 绝对不简单 白色光球逐渐扩大 将周围一片黑暗 全部照射成亮光 宋白不禁捂着自己的眼睛 渐渐地 白光消失 一个个魁梧的士兵身影 出现在眼前 龙血清齐 龙血重齐 黑龙狂化轻卫 绝墨足 献震死士 集武道兵 请选择三百名士兵 还有数量限制 宋白皱着眉头 先将黑龙狂化轻卫的人数拉满 这是伊丽莎白 通过特殊手段 制造出来的神奇兵种 能够使正常士兵 瞬间狂化 变身成凶猛怪兽 绝对是所有兵种里中 实力最强的 但很明显 实力强大的同时 也被限制了数量 他只能选择 最多十个这样的战士 随后 宋白将目光 移到集武道兵身上 这些士兵身上 佩戴多种特殊武器 还有能够对抗灵体的能力 绝对值得选择 毫不犹豫 宋白也将其迅速拉满 但可惜的是 他也只能选择 三十人而已 最后 还剩下二百六十名战士 目光轻移动 最终放在了 龙血重骑身上 虽然其他的兵种 也有优点 但面对未知的世界 宋白还是选择了 实力强大 足以正面硬汉 任何兵种的龙血重骑 选择成功 即将进入异世界空间 轻轻一声喷响 周围的白光 如同泡沫般破碎 树木从智的清幽智气传来 四周是一片森林 树木密密麻麻 几乎遮蔽天空 偶尔有几声鸟叫 显得更加凄轻 宋白脑海一片清醒 三百士兵的身影显现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能够 将他们召唤出来 为自己作战 急武道兵 他并没有丝毫放松 反而脑中念头一动 连忙将急武道兵召唤出来 在周边环境 还未完全明朗 自身实力 还未得到提升的情况下 召唤出小部分部队 防卫自身 无疑是极为正确的选择 十名急武道兵 就地防卫 其余二十名士兵 向四周探查 发现任何情况 不要犹豫 立刻向我报告 宋白缓缓下令 而在他话刚说完的时候 二十名急武道兵 立即向四周分散 有些人挥出钩子 手一用力就攀上树木 四处观望 有些士兵三步两步 踩在松软的草地上 发出沙沙的声音 速度飞快向四周移动 见到他们 如此强大的实力 宋白不由地暗暗惊叹 没想到 一直以来 让他忽略的急武道兵 居然有如此伸手 简直就是 天生的侦察兵和刺客 爆 一个急武道兵 踩着迅疾的步伐 如同一股狂风般 转瞬来到宋白面前 声音非常轻 讲 正东方向传来 人类惨叫声 出现大量绿皮矮小生物 具体情况不明 生物数量不明 刚进入这个异世界空间 就遇到了特殊情况 宋白眉头微皱 思索片刻道 再等一会儿 咱们去看看情况 片刻之后 20名士兵回来了13人 其中有人还发现了 大量的带铁矿石 这说明在这周围 很有可能存在着 丰富的铁矿 有了铁矿 就能够打造武器装备 训练士兵 迅速提高实力 很好 一个不错的开局 宋白嘴角微挑 微微一笑 走 去正东方向看看 那些绿皮矮小的生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23名急武道兵的护卫下 宋白等人 很快来到目的地 阵阵人类的惨叫 声音传来 不远处是一个村落 黑烟燃烧 在树木眼影下 看得不太清楚 一个满身是血的身影 跌跌撞撞逃出来 胸口上 恐怖的伤口 不停流血 浑身多处伤势 只能看出一个人形 救我 他看到宋白的军队 眼前带着 对生命的渴求 连忙寻求帮助 但下一刻 一柄弯刀 无情地刺进他的身体 数十个绿皮小矮子 哇哇直叫 看上去十分得意 哥布林战士 由邪恶低哥布林 组成的近战步兵 装备简陋 士气高昂 阵法松散 少部分披甲 他们看到几道武兵 举起手中弯刀 挥舞着冲过来 但几道武兵攻击手段众多 手中飞刀迅速挥出 带着呼啸之声 狠狠命中几个哥布林 哇呜 逃 原本十分猖獗的绿皮哥布林 挨了这次攻击 迅速向后撤退 非我族类 齐心避意 杀 宋白冷声道 他从来就对异族 没有丝毫好感 更别说 这些哥布林 目前正在残忍的 屠戮人类同胞 所以 杀 只一瞬间 在宋白下令之后 所有几道武兵 迈开脚步 手中长刀挥舞 短短时间内 便将剩下的绿皮哥布林 杀得干净 源源不断低哥布林 还从燃烧着的村落中冲出来 足足有两三千人 密密麻麻的绿色小矮子 像是一道绿色的浪潮 再不断涌过来 在这些绿色哥布林前 几道武兵 纵使武力相当强大 但还是显得有些渺小 黑龙狂化轻微 宋白心念一动 十个士兵立即出现 看上去没有丝毫奇异之处 几道武兵 撤退 他果断命令士兵撤退 照目前的形势来说 几道武兵很明显 占据极大的优势 足以能将这些哥布林 全部杀死 但他不敢保证 这些士兵 不会受到任何损伤 在刚进入这个世界的初期 任何一个士兵的损失 对于宋白来说 都是不能接受的 听到他的命令后 二十多个几道武兵 甩出钩子果断撤退 没有丝毫犹豫 紧接着 十名黑龙狂化 轻微直面绿皮哥布林 毫不犹豫迎接作战 嘎嘎 绿皮哥布林 发出一声声 邪恶的嘲笑声 他们本来面对 几道武兵的时候 短短时间内 被杀了一百多个 却连对面的衣角都碰不到 但眼前 这十个黑甲士兵 看上去普普通通 毫无一点力量波动 数量与之前相比 都远远不如 看来报仇的机会 到了 绿皮哥布林 嘎嘎直笑 摆出混乱的阵型 迈开小腿 脚步笨拙 一摇一晃 冲了上去 好 接下来出现的画面 却远远超出了 他们的预料 甚至让那些冲锋在前的 贪婪哥布林 后悔一声 好 十声吼叫响起 黑话狂话轻微 纷纷大吼 全身迅速长出 黑色的鳞片 身体如气球般 膨胀鼓起 转瞬间化身成 数十米的巨人 嘎嘎 巨人 变身 不好 打不过 撤退 不害怕 我们多 厉害 绿皮哥布林们声音 杂乱不清 略微有些慌乱 纷纷向后撤退 但很明显 已经晚了 一个黑龙狂话轻微 没拿任何武器 单单是举起手中 重拳一捏 朝着眼前 哇哇乱叫 低哥布林挥出拳头 巨大的阴影密布 将这五六个小怪物 砸成一团肉泥 另一个黑龙狂话轻微 数十个哥布林 纷纷吐血倒地 生死不知 这下怪物们 彻底慌望 纷纷向后撤退躲避 但他们 原本就站立密集 怎么可能躲得过来 一时间 哥布林群哭天喊地 各自拥挤奔逃 不知道 踩死多少同类 但他们也毫不在意 在危险面前 尽快逃跑 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哥布林眼看 躲避不及 赶忙跪地求饶 但是并没有丝毫作用 迎接他们的是 黑龙狂话轻微的铁拳 将他们 狠狠砸成肉迷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哥布林一个不留 宋白毫不留情地下令 面对这些 或凄惨而死 或四处奔逃的哥布林 宋白没有丝毫同情 要知道 刚才对人族 挥出屠刀的屠夫 也正是这些 跪地求饶的小东西 杀 不到片刻 上千哥布林纷纷逃窜 宋白眉毛威 威皱起 虽然黑龙狂话 轻微战斗力相当高 而且他们具有 强大的建设伤害 轻而易举地 杀死了众多哥布林 但缺陷也很明显 哥布林身材矮小 但小短腿迈起来 速度也是很快的 黑龙狂话轻微速度 却不太快 因此 对于那些逃窜的哥布林 根本是无力追赶 黑龙狂话轻微 牺牲了速度优势 换取了无与伦比的防御力 与攻击能力 这也算是 有失必有得吧 龙穴重骑 出 宋白面对一片空地 默念一声 大堆乌泱的龙血重骑 有速的骑兵 勒住马头 摆开阵型 龙血骑兵冲锋 杀死那些逃窜的哥布林 杀 最先出来的一个龙血骑兵 掌刀一挥 大队骑兵迅速跟随 搭搭的马蹄声 敲击着地面 阵阵尘土飞扬 无数马匹呼啸而过 擦 一名龙血骑兵 纵马追砍哥布林 眼见他将要逃窜到 一处草房内 这名骑兵脸上 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手中马刀慢慢举起 这个绿色矮子腿不长 动作却丝毫不慢 他早已感受到背后的杀意 就在这刹那之间 身影一闪躲到旁边的大树后 这才长喘一口气 就在他要稍微放松的时候 背后的马蹄哒哒声 又骤然响起 哥布林直觉心被揪起似的 眼睛滴溜溜急忙往后看 只见一柄雪白银灿的东西 出现在眼前 正是龙血骑兵的手中的马刀 刀光闪过 哥布林无力地捂住脖梗 血如喷泉般喷涌而出 随后重重倒在地上 这样的画面 在整个战场上不断地显现着 龙血重骑本来就是 经验丰富的战士 再加上胯下马匹的飞快速度 因此不到三刻钟时间 整个村子低哥布林 竟被涂入一空 即使 偶尔有几个装死的漏网之鱼 也很快被战士们发现 又狠狠补上一刀 而宋白麾下军队的损伤 仅仅是几个龙血骑兵的战马 被哥布林砍伤了马腹部 不能再用 这四个龙血骑兵 自然是不能当骑兵 用来冲锋了 宋白就将他们冲入麾下 作为保护自己的轻位 没办法 现在的宋白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不是之前那个 无敌天下的战神 必须得需要别人保护 但既然宋白 也在此世界拥有 全能者天赋 那么再次拥有强大的实力 也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战士们开始打扫战场 回收武器 这些哥布林的武器 虽然制作粗糙 有些就只是 木棒上绑了一个普通的刀片 十分简陋 但这些毕竟也是铁器 经过熔炼后 还能重新铸造成新的兵器 整个村落十分寂寥 只能看见大片大片的死尸 见不到一个活人的踪迹 似乎人都已经死光了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宋白过来的时候 还有几个平民在奋力反抗 被屠戮的惨叫声 也从未止现 不可能没有活人存在 宋白轻轻嗓子 朗声道 各位相信 一族已经被禁术杀死了 你们大可不必害怕 有伤者也可出来 我们能够为你提供救助 乡亲们 又喊了几声 宋白的嗓子都喊哑了 村子仍是门窗紧闭着 没有丝毫声响 宋白不禁皱起眉头 村民们不配合 他就不能及时了解周边情况 这一趟就算白来了 可知 这时候周围发出响动 随着稚嫩声音的惨叫 一个硕大的老鼠 从角落里跑出来 外路的门牙上满是血迹 有人 一个战士 循着声音追过去 不到片刻时间 他提起一个 身材瘦弱的七八岁男孩 任由其胡乱挣扎 不要怕 宋白尽量把语气压低险 让他显得没有什么敌意 可这很明显 没什么用处 常年身居高位 使得他自然而然 养成了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这个男孩 非一旦没有放松警惕 反而显得愈发恐惧 又问了几句 男孩什么话也不肯说 只是畏畏缩缩地躲在角落里 宋白有些不耐烦了 看到这男孩身上 有一个齿痕 估计是被刚才的老鼠咬中的 现在还在流血 别动 来人给他包扎一下 宋白挥手示意 一个战士走了过去 拎起这男孩的左脚 便要查看伤势 死 一声怒吼 从地上的死尸传来 地面上忽然跃起一个人影 手举着一柄钢刀 速度飞快如电 看他冲锋的方向 却正是身边 无人护卫的宋白 砰 一声砰响 宋白虽然失去了全部实力 可战斗经验 已经变成了身体的本能反应 面对着突然一击 他眼神一凝 迅速一个后仰 这人的刀 没劈到宋白 反而劈中了一旁的大侵蚀 该死 敢刺杀我家主公 抓住刺客 不要放过他 呼喝声响 一个急到武兵飞身猛踹 将此人打倒在地 随即数把长刀 重重挥出 眼看要将他击杀在地 爸爸 小男孩抹着眼泪 拼尽全力 想要挣脱士兵的束缚 中年人的眼中 闪过一丝绝望 可惜他刚才没有打中 那个年轻人 否则肯定会有机会抓住他 以此要挟士兵 救出儿子 别杀他 正当这个中年人 闭眼等死的时候 极有威严的声音响起 想象中的死亡 并没有到来 怎么回事 他慢慢睁开眼睛 小男孩哭喊着 跳入中年人的怀抱 低头一看 原来儿子身上 被老鼠咬过的齿痕 已经经过认真的包扎 宋白缓缓走过来 沉声道 这位大哥不必紧张 我们并无恶意 在宋白的安抚下 中年人慢慢安抚情绪 说出了周围的情况 原来 在这个世界中 人族生活境遇 十分凄惨 不但没有一个 极为强大的人族势力 甚至在人族中 连一个四阶以上的强者 都很难见到 大部分人族 都聚集在孤立的城池内 被树枝不尽的异族所掳掠 受尽屈辱 还只是寻常事 每年更要提供 数量不少的人族同胞 被异族当作食物吃掉 而有时候 异族性情暴躁 或者相互攻伐 就要将城池中的人族 尽数杀死吞吃 不少人族趁乱逃离 又不敢前往其他城池 只能建立起一个个小村庄 苟且偷生 这些没有被奴役的人族 看似自由了 其实命运更加悲惨 异世界空间的生物 都是极为强大 稍不留心 就会被全部吃掉 连苟且偷生的机会都没有 听完他的话 宋白的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住 难受到无以复加 这异族 竟然如此可恶 宋白咬牙切齿道 要知道 就算之前的世界中 人类帝国 对异族可谓恨之入骨 也只不过是将他们当作 下等生物看待 不但没有随意杀害的习惯 还会经常施以恩惠 让他们得到生存空间 但这些异族 一旦的事 竟然如此残暴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宋白心中怒火 暗暗涌动 无论如何 他也要将这世界的异族势力 全部铲平 将异族高手 尽数消灭 让人类真正成为万物主宰 乡亲们 快出来 这是咱们人族的军队 随着中年人的不停呼喊 或许是相信了他说的话 村民们 或打开门窗 或搬开身上的死尸 从各种角落里走出来 他们衣衫褴褴 浑身血迹 都是皮包骨头 没什么肉 眼中暗淡 毫无光彩 似乎是对未来 失去了希望 一瞬间 宋白还以为这些人 是从废墟中走出的老鼠 人族的悲惨命运 可见一斑 肉 是肉 一个男人眼前一亮 看到一巨鸽不灵的尸体 什么也不顾 趴上去便要 瞬息鲜血 滚开 宋白一脚把他踹走 怒声道 这是什么东西 你也敢吃 你与那些畜生有什么区别 不吃 不吃难道饿死吗 这个男人没有说话 人群中 却出现一个声音 非常微小 却被宋白听得很清楚 他默不作声 大手一挥 士兵们扛起 一个巨大的号牛尸体 扔在地上 号牛身上挤出伤口 还流着血 看上去有些可怖 但在这些村民眼里 这哪里是可怖 分明就是食物 散发出来的诱人香味 可一个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就在身前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 他们早就扑上去 大口撕咬起来了 咕咚 有人忍不住 咽下一大口口水 这头牛 省着点吃 够咱们吃好几个月吧 不可能 到时候肉都发臭了 那我也要吃 你不吃我吃 村民们念念叨叨 轻声低语 眼中都是对那头号牛的 无上渴望 为了躲避一族 保全生命 他们已经好几天 没吃上东西了 宋敬 宋白面容严肃 各位 这一整只号牛 都是你们的 听到这话 人群中 先是一阵安静 似乎是在酝酿情绪 然后发出震天彻地的喊声 好 将军英灵 好 宋白十分满意 不但你们今天 能吃上牛肉 而且我保证 你们以后都要吃饱 不但要吃饱 我们还要锻造钢铁 发展生产 武装军队 将一族推翻 几个士兵架起大锅炉 下面搁置柴火 将耗牛切块 又放进去一些野菜 大火慢慢炖煮 这本该让村民们高兴的时刻 却因为宋白的一番话 显得有些吃惊 什么 将一族推翻 这将军 不会是傻了吧 这话村民们没说出口 只是在心中暗想 谁都知道 将一族推翻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且不说 之前无数的人族前辈揭竿而起 却都被一族一一消灭 没掀起丝毫波澜 就说现在 连这世界最底层的哥布林 将人族打压成渣 整天追着人类看 甚至以人类为师 那么你宋白 凭什么反抗 凭什么推翻异族 凭的就是我这颗心 还有我身后的军队 宋白的声音洪亮 在整个村子中回荡着 村民们发现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宋白的眼中流光溢彩 异议生辉 仿佛带着极大的自信 人族同胞们 只要我宋白一日不死 就要和异族抗争到底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 就永远为人族的复兴 不懈奋斗 看看我身后这些战士们吧 他们能轻而易举地 杀死数千名哥布林 却没有丝毫损伤 我们人族拥有 这样强大的军队 为什么不能胜利 锅炉渐渐沸腾 里面除了战士们 携带的粗盐外 没有加入任何调料 但好牛肉本身的鲜味 却传到每个人的鼻息之中 宋白的话语 更是让他们振奋 是啊 有了这样强大的军队 即使不能推翻 所有异族 也能带领众多人族同胞 在这残忍的世界 有一个立足之地 这一刻 他们眼睛里 都闪着同样的光芒 那是对未来的希望 显然 宋白的这番话 很有效果 很好 同胞们 看来 你们还没有丧失斗志 那么 让我们努力吧 我要让人族同胞们 人人如龙 人族当兴 人人如龙 人族当兴 每个人嘴里 都吼出同样的话 显得激动无比 看来 大家都已经振奋起来了 这是很好的事情 宋白微笑道 但干什么事情 都要先填饱肚子 接下来 人族振兴的第一步 就是先吃饱饭 哈哈哈哈 人群中 传出剧烈的哄笑声 紧接着 战士打开锅盖 蒸汽漫上天空 牛肉的香气 诱惑着每个人的鼻孔 乳白色的汤汁 显得极为诱人 给我盛一碗 我也要 我要两碗 每个人都抱着怀中的破碗 将食物倒入口中 发出满意的叹息 而他们 看向宋白的眼光 已经是带着无上的崇敬 甚至有些人 看向宋白时 眼神中 甚至透露出狂热 如果说 人族当心 而宋白 就是人族的救世主 是神 根据村民所说 哥布林的村子 就在离此地不远处的 北面平原上 据说那里土地肥沃 溪流潺潺 还有一条丰富的铁矿 比现在人族的居住环境 好太多了 事不宜迟 宋白留下 六十名龙雪虫骑 作为村庄的保卫力量 其余士兵都跟随他 前往那个哥布林村落 趁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情况 来个突然袭击 将这些丑陋的哥布林 一举歼灭 绝对是最好的方法 说不定 还能趁机从中遇到 比较强大的特性 来进一步增强实力 毕竟对于现在的宋白来说 自身实力 绝对算是一个弱项 在这个残忍的异世界空间里 危险无处不在 方才那名中年人 偷袭的时候 如果不是宋白 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说不好 就得生死当场 当然 没有成长潜力的特性 比如 哥布林战士血脉 宋白是看不上的 如果离开这个世界 这些特性 还要依附在自己身上 那绝对会产生不小的麻烦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 也没什么好处 短短时间内 部队便来到这里 从空中看 仿佛一大片红云 包裹了这些绿色小矮子 有几个哥布林 幼儿还在外面 嬉戏打闹 很明显 这些哥布林并没发现 前去屠杀人族的军队 已经全军覆灭 战争的阴云 已经笼罩这里 只等一声命令 立即动手 一个吉道武兵低声道 宋白又看了两眼 以他现在的能力 感受不到太多的力量波动 因此也得不到更多的信息 但这个村庄 是一定要打下来的 他冷静道 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松警惕 提醒战士们 准备战斗 黑龙狂话轻卫先来 攻破敌方 一切攻击剑主 和抵抗力量 吉道武兵趁机骚扰 村庄建筑太多 地形不变重骑兵发挥作用 所有龙血 重骑在外面游走 一旦发现逃窜出来的任何哥布林 不论老弱妇孺 当即格杀 记住 我们不需要俘虏 宋白冷声道 虽然使用一些哥布林 作为奴隶 为势力工作 也是有必要的 可现在人族数量也不少 先将他们养活 才是正理 吉道武兵低头抱拳 是 主攻 战争很快开始了 各个兵种 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随着一声 牛角声闷响 十个黑龙狂话 轻微冲上来 他们瞬间 化身成黑甲巨人 将外面警戒低哥布林士兵 以及一些 玩闹低哥布林小孩杀死后 便不管不顾地 开始破坏建筑 低血 低血 一个站在警戒塔上的 矮小哥布林 不顾一切地扯开喉咙 高声呐喊 试图引起同族的注意 但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手掌扑来 抓住他孱弱的肉身 直接捏成一片血肉 大片大片的内脏鲜血 掉落在地 有些哥布林村民 看到后忍不住呕吐 各个房屋内 无数哥布林战士 抓起长矛 迅速从屋子里钻出来 显然 村子里的守备力量 远比名面上多得多 然而 哥布林这种 贪婪胆怯的绿色矮子 很少有能够担当起 战士的责任的 当他们看到遮天蔽日 犹如上古魔神一样的 巨龙黄化轻微时 都有些惊呆了 这 这是什么怪物 是巨人吗 我的妈妈啊 听说他们吃哥布林 一口一个 像吃点心一样 我们快跑 太可怕了 哥布林战士们一阵 激里咕噜的交谈 直接无视了 众多痛哭流涕 等待救援的老弱妇孺 不管不顾的就要逃走 然而逃跑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击到武兵们 早就盯上了这些武装军队 他们手中的钩子 泼刀 飞刀屎的出神入化 身形如同鬼魅般 看不到踪迹 哥布林别说 与之对敌了 往往还没看到敌人的时候 就已经被抹去了脖子 这是什么种族 根本打不过呀 我都看不到影子 难道是人族 看形体很像 放屁 人族哪有这么强大 怎么办 逃都逃不掉 难道只能等死了 快去请大王 咱们大王在哪 大王还在睡午觉呢 哥布林议论纷纷 手足无措 有几个稍微有些勇气 低哥布林战士 想要去寻找他们的大王 却被直接割下头颅 剩下的哥布林战士 只好躲在遮蔽屋里 抱着脑袋 动都不敢动 即便如此 死的哥布林数量 还在加剧 放肆 是谁在此喧哗 打扰我睡不好觉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高大房屋中出现 是身材魁梧 低哥布林大王 他绿油油的皮肤 与普通哥布林 毫无区别 但他近乎两米的体型 在整个战场上 还是显得有些引人注目 碰 一个黑龙狂话 轻微注意到他 毫不留情地挥出一掌 将这个哥布林 大王击飞在地 碰撞出一个大包 有敌人 哥布林大王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抬头一看 原本十分繁华 低哥布林部落 如今却是一片狼藉 哥布林的惨叫声 不绝于耳 不时有哥布林 被巨人们捏成肉泥 如同垃圾般 被丢在地上 无数建筑 被压垮才毁 偶尔有些幸运 出逃低哥布林 随后便遇到了龙雪重骑 无情地收割了他的生命 该死 竟敢杀我哥布林同族 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哥布林大王 彻底怒了 眼中燃起 愤怒的怒火 手中 举起一柄木制全杖 高高扬起 口中念出一串 傲口的咒语 宋白也听到了 他的怒吼 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这些哥布林 只看到自己的同族 被屠戮 可当他们 以人类为食物的时候 肆意追杀人类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 人类的痛苦呢 如今遇到人族部队的 突然袭击 不过是血债血偿而已 宋白要让他们知道 拿走的 早晚要还回来 杀人的一族 早晚要一命抵命 但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这场战争的局势 看到哥布林大王 要念出什么咒语 宋白盈盈感觉有些不对 急忙快速下令 阻止 他 倒不是担心他这一招 能翻动整个局势 只是因此担心 会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朔格吉道武兵 已经抽出长刀 狠狠挥了上去 但以往无间不摧的利刃 如今砍在哥布林大王身上 却只露出几道深深的血痕 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 哥布林大王闷哼一声 哇的吐出几口鲜血 这些吉道武兵 毕竟不是普通兵种 他们的攻击 对灵体也有一定的伤害 在哥布林大王施法期间 一旦受到攻击 他不仅要忍受皮肉之苦 同时也要遭到法术的反噬 但令他欣慰的是 这个法术终于施展成功了 只见原本战斗的人族战士们 地上忽然伸出几个骷髅手臂 死死抓住了他们的脚 让他们如在泥潭中 动弹不得 更多的骷髅从地上冒出来了 他们手举残破的盾牌 手中袖极斑斑的铁剑 笨桌挥舞 密密麻麻冲向吉道武兵 和黑龙狂化轻卫 一场激烈的战斗 一发急触 哥布林大王托尔 特性 强壮 巨大化 召唤亡灵 召唤亡灵 这个哥布林偶然间 获得了亡灵法师的部分传承 拥有了召唤亡灵哥布林的能力 一个个白骨骷髅 从地下爬出来 看上去十分可怖 但战士们没有丝毫的畏惧 当对面的骷髅士兵 全部出现的时候 宋白下达了命令 龙血重骑 冲锋 搭搭马蹄敲击着大地 码头的强大冲击力 直接摧垮了 最前面一波的白骨骷髅 但后续的骷髅 仍源源不断地 从地下爬出来 急到武兵听令 抓住哥布林大王 宋白注意到 哥布林大王 仍然在不断地吟唱咒语 肯定是 他在不停施法 这些骷髅 才会数量如此之多 几个急到武兵 当即发出飞刀 其速度如闪电般飞快 以肉眼难辨的速度 瞬间冲破血肉 扎进哥布林大王的肩膀里 啊 他痛苦的呻吟 再也把握不住手中法杖 一声惨叫 捂着肩头上的飞刀 紧接着 急到武兵瞬间来到他的面前 长刀挥出 砍断哥布林大王的双腿 如同拖着死狗般 拖到宋白面前 可以啊 宋白拍着他的肩头 冷笑一声 随后不顾 哥布林大王阴沉的脸色 便心面一动 将他召唤亡灵的特性复制过来 这个特性看上去 不是十分强大 召唤出来的骷髅战斗力 也不太行 可终归能增强一点个人实力 最重要的是 他不属于血脉特性 复制他 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可能是这个特性 不是十分强大的原因 不过短短几分钟内 便将这个特性复制到手 阿达瓦 宋白闭上眼睛 努力去掉动脑海中 微弱的神魂之力 呵呵 还想学会我的招式 看着宋白努力的模样 哥布林大王 感觉有些可笑 我这是正经的亡灵传承 没有得到一年半载的努力 简单模仿几句咒语 就以为能施展出来吗 哥布林大王 对此不屑一顾 可下一刻 眼前出现的景象 让他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 碰 一声轻响 一个白骨的骷髅手 从地下破开的洞口 而后慢慢攀爬出来 随后 他整个都从洞口里显露出来 一个浑身白骨的骷髅架子 双手分别握住盾牌和铁剑 眼中一团悠悠绿火 好似迷茫地望着周围 什么 浑火 哥布林大王 脸色微微一僵 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 但谁知道他内心深处 早已掀起万丈波头 根据他在亡灵传承中了解到的知识 能够在第一次 就召唤出拥有魂火的骷髅战士 绝对是举世罕有的天才 因为只要骷髅战士带有魂火 他所拥有的防御强度 是普通骷髅的十倍左右 不仅如此 他的攻击力更是惊人 一个普通血肉之躯的战士 其防御力在他面前 如同白纸般不堪一击 即使侥幸活了下来 魂火骷髅自带的腐蚀之力 更会让人痛苦不堪 可以肯定的是 宋白在亡灵法术上 拥有极为罕见的天赋 一旦他顺利成长起来 其实力绝对会让任何人感到恐怖 甚至 哥布林大王 看着正在被追杀而死的子民们 悲哀地想 如果让这个人类成长起来 那哥布林 是不是有一天会被灭族 动不动手指 宋白的命令 打断了哥布林大王的想法 眼前的魂火骷髅 转转脑袋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宋白皱着眉头 对自己的训练成果并不满意 魂火骷髅 好像听懂了话似的 笨拙地点点头 随后右手长剑一挥 左手应声落地 啊 宋白捂着脸 这骷髅是故意的吧 是在嘲讽自己 本事不到家吗 你说 宋白盯着哥布林大王 怎么让骷髅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 我哪知道啊 哥布林大王完全猛了 他拥有亡灵法师传承好几年了 都只能指挥亡灵 进行攻击和撤退这两个命令 甚至让他们分清敌我都做不到 更别说细微的指挥了 据传承所说 除非是拥有绝顶天赋 或者本身就是亡灵 否则控制骷髅学会动手指 这样的复杂动作 都得到三到五年的时间了 这样的人 足以称为真正的亡灵大师 我数三个事儿 数完不说 脑袋搬家 见这个哥布林大王不说话 宋白以为他故意找茬 挥挥三根手指 等待回复 对他来说 杀的哥布林 真不算什么大事 就算是研究不明白这个亡灵法术 他也不太在意 反正还有数之不尽的强大特性 不怕遇不到自己合适的 我 我真不知道啊 哥布林大王欲哭无泪 我都不会 你还要问我 到底是谁故意找茬呢 一 二 三 宋白一点点放下手指 眼看要数到三 对于宋白来说 管你会不会 只要达不上来 那就是脑袋搬家的下场 等等 我会 我说 眼看要数完 那就是人头落地的下场 此刻哥布林大王 也不管自己会不会了 连忙大声嚎叫 说 宋白放下了手指 我真的不知 哥布林大王哭丧着脸 嗯 宋白眼睛一瞪 别 我知道 把你的神魂之力放出来一丝 依附到骷髅的魂火上 或许就能控制他了 哥布林大王 连忙说了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方法 依附到魂火上 宋白捏着下巴想了想 决定还是试一下 他之前拥有过焚月之血的特性 对于神魂的使用方法 自然是十分熟练 当即一丝神魂散发 慢慢挪移到骷髅的魂火中 主 人 命令 手 嗯 竟然真的可以 宋白眼睛一亮 脸上有些欣喜 把右手举起来 宋白试探着 通过神魂之力 传播了一个念头 过了一刻 眼前的骷髅 竟然真的慢慢抬起了右手 把右手食指举起来 食指 是什么 魂火骷髅 仿佛还有些疑惑 但下一刻 神魂之力传播过去宋白的意志 他瞬间就明白了 食指是什么意思 同时 他也慢慢举起满是骷髅的右手食指 真的可以 这小子是个天才啊 宋白略有些兴奋 赞赏地看了看身边的哥布林大王 他复制了亡灵法师的传承 里面根本没有对骷髅详细运用的法门 这么说来 这个方法是这个傻乎乎的哥布林大王 自己研究出来的 哥布林大王也是一脸冷汗 按道侥幸 没想到一时胡周出来的方法 居然真的有效啊 哥布林大王松了口气 不管怎样 性命算是保住了 看到哥布林同胞们被禁数屠戮 他的眼神也隐隐露出不忍 这位 大王 可否放过族群的子民 他鼓起勇气 还是说出来这句话 宋白邪逆他一眼 冷声道 你说放就放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们哥布林 屠入我们人族平民的时候 可曾想到过今天 哥布林大王听了这话 一时间有些无言 确实 他们杀人族的时候 都没有留守 凭什么等人族势力强大 反攻过来的时候 就要求人家大发善心呢 看到惨叫声越来越频繁 哥布林大王 着实有些不忍心 他直接跪下来 悲气道 人类大王 我哥布林族 愿意从此为奴 终生侍奉人族 绝不背叛 请您放过他们吧 哦 宋白的脸上 带着玩味的笑容 你先让你们哥布林战士们 停止反抗 人类大王 只要停止反抗 是不是就能 哥布林大王 脸上带着惊喜的表情 跟我讲条件 宋白低头 看向眼前这个小矮子 他身材魁梧 像山一般 遮挡住哥布林 你们不投降 只有死路一条 投降的话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自己选择吧 宋白丢下这句话 又开始研究亡灵法术了 耳边哥布林的惨叫声 他却是炙弱网闻 仿佛听不见一般 反正也是一族 死了就死了 跟他没什么关系 投降 还是不投降 哥布林大王咬咬牙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决断 不要再打了 我命令你们 放下武器 想了许久 他还是决定 让族民们投降 哥布林族 从来没有死战不退的传统 相当弱小的他们 几乎都是依靠强大的族群 才能生存下去 只不过这次 他们投降的目标 是更为弱小的人族 哥布林族 放下武器 哥布林大王又说了几遍 然而现在的战斗相当激烈 一向胆小的哥布林 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 都杀红了眼 很少有人听到了大王的话 我让你们投降 哥布林大王 脸色变得很难看 根本没人听从他的命令 这让他有些没面子 呛 他眼中露出一抹凶光 抽出怀中的亡灵法杖 看来是时候 给这些不听话的族人 一个教训了 几个勇敢的哥布林战士 还没看到几道武兵的身影 只能背对背站在一起 对周围空气乱看 下一刻 哥布林大王出现 大王 您回来了 哥布林战士们面露惊喜 有些放松警惕 砰砰砰 下一刻 哥布林大王手中法杖挥舞 将这些战士击倒在地 大王 您要干什么 一个侥幸逃生的 哥布林战士吓一跳 连忙举起盾牌 警惕地看着哥布林大王 然而下一刻 他只感到眼前一花 法杖无情地穿过他的头颅 我命令所有哥布林 放下武器 谁不听命令 就得死 哥布林大王很声道 正在憨战的哥布林战士们 终于听到了这声命令 他们面面相去 无奈地放下手中武器 短短时间内 战场上全是武器 掉落在地的声响 所有的哥布林 像猪狗般 被战士们驱逐到一个地方 数百个刀锋冷冷对准他们 只等宋白的一声令下 人类大王 这些哥布林已经投降了 求您放他们 一条生命吧 哥布林大王苦苦哀求 又黏哥布林留下 其他全部杀了 宋白冷冷道 什么 哥布林大王 感觉心都凉了半截 就剩小孩子了 族群还有希望吗 但他的想法毫无作用 不到片刻 周围的人类战士 就举起了屠刀 这些哥布林战士 在全副武装下 都不是对手 在丢下武器后 就只能任由屠戮 啊 人族 你不守信用 大王害我 我诅咒你永不超伤 你枉为哥布林 听着同族临死前各种咒骂 哥布林大王痛苦万分 心如刀割 他不能死啊 活下来的哥布林 都是些孩子 连最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没有 他要是死了 整个哥布林族群 估计都要灭亡了 宋白只是冷冷看着 面无表情 这场战斗 不知有多少哥布林 因此生死 对人族的恨意 几乎到了极点 因此 绝不能留下这些人 而剩下的幼年哥布林 还没有自己的思想 这时候 对他们进行洗脑式的教育 完全可以 将他们培育成人族的奴隶 哥布林大王 告诉我你的名字 托尔 名叫托尔的哥布林 恭恭敬敬敬跪在地上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是什么 哥布林大王了 这附近 还有别的人类族群吗 宋白耐心问道 哥布林部落占据的地方 土地肥沃 完全可以用来种植粮食 供养更多的人口 凭借哥布林部落 原本就有的存粮 再加上部队 每天打猎的收获 粮食根本不是问题 托尔想了想到 回禀大王 东北方向 还有一群食人魔 他们虽然只有一百多个 却奴役着数千的人族 食人魔 宋白皱皱眉头 据托尔所说 食人魔身长竖尺 体型和巨龙狂化 轻微不相上下 而且体质强悍 刀枪不入 很难被杀死 而这样的食人魔 至少有一百多个 有些棘手 凭借宋白现在的军队 只有区区二百人 就算能将食人魔尽数打败 损伤也一定很大 但如果不去 打这支势力 依照食人魔的生活习惯 也早晚要被发现 因此 这场战斗必须打 但应该怎么打 还要好好想想才是 宋白命令战士们打扫战场 并派人通知人族平民 还有那些小哥布林 也要派遣人手好好安置 正在人群忙碌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 咚咚的巨大声响 整个地面都不停震动 见气点点尘土 什么人 战士们瞬间警觉 黑龙狂化轻微 化身巨人 随时准备战斗 三个巨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们身材臃肿 獠牙外露 看上去除了高大的些 外表与人类没什么区别 但他们说出的话 却让人不寒而栗 哎呀 是人类 我饿了 想吃人类 对面好像有同类 是要跟我们抢食物吗 他们看着对面的黑龙狂化轻微 前进的脚步略微有些迟缓 但面对人肉的诱惑 还是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大王 这就是食人魔 哥布林托尔说话哆哆嗦嗦 向宋白介绍 两个月前 他在野外追杀人足时 就遇到了一个食人魔 他的体型和食人魔相仿 当时并没有多少恐惧 反而信心满满 但当他挥拳迎击的时候 整个拳头直接被打碎 他召唤出来的骷髅 也被食人魔抓碎成骨头渣子 放在嘴巴里踢牙 如果不是他当时跑得快 只怕现在已经被食人魔完全消化 成了一堆大便了 因此 现在他看到三个食人魔同时出现的时候 脸都绿了 甚至心里都按盘算好 什么时候带上剩下的小哥布林 趁乱逃走 实力还算不错 宋白看了一眼 道 这三个食人魔 几乎都达到了二阶巅峰的实力 但面对十名全是三阶以上的黑龙狂化轻微 根本不是对手 还算不错 托尔苦笑一声 看来这人类领主有些自大 以为能战胜哥布林部落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那几个食人魔 只要出现一个 就足以在哥布林部落中横行无际 更别说一次出现三个了 那几个黑色巨人 虽说也极为强大 托尔自认为不是对手 可是面对这些食人魔 他认为还是有些实力不足 好 三个食人魔还有些谨慎 看到对面有十个巨人 即使对人肉十分渴望 还是想上前问问情况 但还没等他们走过来 三个黑色巨人就大吼一声 同时冲了过来 将他们三个包围起来 一百多米的距离 在三个巨龙狂化轻微的脚下 几乎是眨眼间变道了 同时 他们捏紧拳头 极为磅礴的气血之力凝聚 瞬间挥出拳头 攻势极为凌厉 找死 见他们只有三个人 食人魔脸上露出了嗜血的残忍笑容 他们是食人魔部落中最为强大的勇者 除了食人魔部落领主外 任何食人魔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眼前这三个平凡无奇的黑甲巨人 居然不躲不闭 反而要和他们硬碰硬 真是不知死活 碰碰碰 树道拳影瞬间交织在一起 骨肉相撞间 声声低沉的闷响爆发而出 战斗愈发激烈 黑龙狂化轻微越战越猛 他们很少遇见相同体型的敌人 因此 一旦遇到这三名食人魔 打得可谓相当痛快 但食人魔的脸色 却是变得有些难看 这几名黑甲巨人 不但战斗经验丰富 将他们全部压制 更让他们感到艰难的 是这些巨人的力量相当惊人 每次对拳之际 都感到一阵肉痛 祭祀庇护 一个食人魔 脸色十分猙獰 一直被压制 让他极为难受 下一刻 他大吼一声 全身竟然有数道彩色纹身蔓延 转瞬间 他身形暴涨 恐怖的力量波动 缓缓升起 这一刻 他竟然达到了三阶中期的实力 同时 剩下两名食人魔 也是相互对视一眼 随即向后击退 双手力量凝聚 同样是激发出了祭祀庇护 三名食人魔实力大涨 拳头上图腾缠绕 随即三人齐齐而上 同时轰出 看上去极为恐怖 面对这一拳的攻击 就算强大如黑龙狂化轻卫 心中都有些隐隐不安 他们纷纷向后退了一步 随后七个黑色巨人迎接上去 同样回出拳头 三个人打不过你 那就七个人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食人魔们一愣 手中的拳术 也不禁放缓了一点 拳头上带着的攻势 也没有方才那般凌厉 哄 但对手可不会因为 这些食人魔的松懈 就减缓攻击 蕴含着强大的气血之力 七名黑色巨人 狠狠轰轰出拳头 如雷电般暴射而出 将他们击倒在地 大局已定 哥布林托尔 愣愣看着这一幕 不禁柔柔眼睛 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整个哥布林族群 都抵挡不住一个的可怕怪物 这次一连来了三个 却被那几名黑甲巨人 轻松解决 并且自身毫无伤亡 就算是一些 较为强大的兽人族 都做不到这一步吧 这些人族强者 居然这么强 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族年轻人 会怎么处理他们 毕竟食人魔还有一百多个 如果贸然惹怒他们 后果只怕不堪设想 主公 这三个怪物要怎么处理 一个黑龙狂化轻卫 变成普通士兵 恭敬问道 杀了 留个全尸 宋白淡淡道 这些食人魔 没有什么显眼的特性 也没有多余的食物 喂养他们 不如杀了了事 什么 杀了 托尔吓一跳 连忙道 大王 不能杀啊 咱们现在还不是食人魔的对手 应该提供几个人类祭品 赶紧向他们道歉才是 托尔有些慌了 如果人族与食人魔全面开战 就凭哥布林这些小短腿 只怕跑都跑不掉 因此他是绝不 希望和食人魔起冲突的 祭品 要不拿你们哥布林当祭品 宋白淡淡看他一眼 讥讽道 托尔立刻闭嘴 不敢再说话了 把食人魔尸体抬过来 将手指点到一个食人魔尸体上 宋白发动神魂之力 低头默念咒语 这是要干什么 刚被宋白警告过的哥布林托尔 此刻的心又提起来了 望着宋白默念咒语的身影 不知为何 他的眼中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他没有想到 看上去极为年轻的宋白 不但性格果断 天赋也是极为惊人 而现在 他更是要通过亡灵召唤的巫术 做一件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想到这里 他心中更是跟着颤抖起来 没想到 人族还有这样的人简 托尔心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紧接着 面前出现的场景 再次让他瞪大了眼睛 好 一声俱吼 原本已经死透的食人魔 怒吼着从地上爬起来 随后跪在宋白面前 如同跪拜一位威严的皇帝 这个食人魔身上的伤势 此刻也紧紧闭合 不再流血 只是他的皮肤却逐渐变得轻子 僵尸 仅仅拥有召唤骷髅的亡灵之术 怎么还能召唤出僵尸 难道是您自己领悟出来的 看到宋白微微点头 托尔不经道息 一口冷气 同时心头也泛起一丝苦涩 自己拥有着亡灵法术数年时间 都只能召唤出最低级的骷髅 而这宋白 不但是自身领悟出的亡灵法术 还在短短时间内 推导出了僵尸的召唤方法 如此看来 他和宋白 在亡灵法术方面的领悟能力 简直犹如天地鸿沟般 遥不可及 这都不能说是天才了 用妖孽来形容都不为过 托尔苦涩地想 生物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难道是 种族优势 宋白在亡灵法术的运用方面 很明显有些天赋 短短半天时间内 他就能随意控制这些僵尸 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 攻击目标 宋白下令 而这三个僵尸 在听到命令之后 毫不犹豫地举起拳头 带着呼啸的风声 对着眼前的石头垂击而去 砰砰砰 一声脆响 足有半米高的巨石 在他们的不断垂击之下 石头碎屑四散飞起 散落一地 而他们的拳头 在垂击了整块巨石之后 竟然只有微微有些发红 并没有受到太多伤害 这些食人魔变成僵尸之后 浑身肌肉僵硬 间接也提高了 他们的防御力 宋白对此十分满意 这亡灵法术 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扩展空间 是他没想到的 同时 他心里也隐隐有个想法 如果能够付诸石形 那么一百多个食人魔 也并不需要太多的代价 就能够将之歼灭 大王天赋异禀 绝对是人中龙凤 哥布林托尔趁机拍马屁 宋白微微一笑 这托尔善于谄媚的性格 倒是与刘契德有些相似 不过 从血脉的层面来说 他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 也确实是人中之龙 这托尔拍马屁 倒是刚好排队了地方 以后叫我主公便可 另外 你带我去食人魔的营地 我们去探查一二 宋白已经决定 趁着今天人族的队伍 还未被发现 一举将食人魔歼灭 但他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有些事情没必要 和托尔说清楚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 话讲的太多 未必是好事 遵命 主公 我这就带您去 托尔有些兴奋道 宋白需要他的地方越多 他保命的机会也就越大 至于说去侦查 食人魔营地之后 能不能全身而退的问题 在他见识到 宋白的种种神奇之处后 已经不是太担心了 宋白这次轻装剪丛 只带了十个黑龙黄化轻卫 和三个食人魔僵尸 在托尔的带领下 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就是食人魔营地 宋白站在高处山坡上 缓缓道 眼前是几十间 用石头简单垒起来的房屋 看起来十分粗糙 但每间房子都有数米高 宏伟如同宫殿 远远看去 自有一番气势 营地周围是些骨头 杂乱地堆叠着 如果宋白没看错 其中有不少都是人类的骨头 这让他脸上隐隐流露出冷意 不用想 这些怪物既然名叫食人魔 那么死在他们手下的人类 绝不会太少 这些食人魔 是以人类为食 他们是人类的死敌 众人又看了一会儿 宋白皱眉道 托尔 你不是说 他们奴役了很多人类吗 怎么现在并没有看到 有人族的存在 托尔小心翼翼道 属下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听说 食人魔有建造地下室的习惯 那些人类 可能被食人魔关在地底下了 这也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不过听上去也挺有道理 宋白点点头 不错 确实有这个可能 但不管这些食人魔 有没有奴役人族 他们既然在 我领地周围存在 我绝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我必灭之 主公说得对 托尔试探着问 主公 咱们是不是该先回去了 他已经看到 不少食人魔的巡逻队伍 往这边看 如果不及时撤离的话 估计提他们 很快就会被发现 急什么 咱们既然来这了 和他们练练手也无妨 宋白冷笑道 还练练手 你杀了三个食人魔 就够胆大的了 现在就带着十来个人 还敢跟人家 一百多个食人魔练练手 怕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托尔默默地想 当然 这话 他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 不然还默等食人魔杀上门来 宋白就会先拧下他的脑袋 你去看看 新几个食人魔来 宋白命令道 我去 托尔指着自己的脑袋 一脸不可思议 去食人魔营地吸引食人魔 那不是送死吗 以自己的微弱实力 连一个食人魔都对付不了 一旦被其包围 恐怕会寝刻间 被撕成碎片 色进食人魔的嘴里后 被消化成一堆粪便 眼见自己发出质疑后 宋白的脸色 渐渐阴沉下来 托尔不得已 硬着头皮冲下山坡 没办法 再不当诱饵 恐怕死期就在眼前 他走下山坡没多久 五个食人魔组成的 小股巡逻队 就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食人魔人数不多 但战斗力相当强悍 即使只有五个人 聚集在一起 也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了 喂 食人魔大哥 我这有个宝贝 你要不要看 托尔试探着问 他想吸引这些食人魔 尽量不要起什么冲突 否则对面冲来的速度太快 自己恐怕就成盘中餐了 然而 他这句话 没有丝毫作用 对面的食人魔 只是站在原地 隐隐间传来几声讨论 对面那个小癌子是什么 发育不良的食人魔吗 他刚才喊我大哥 好像想让我过去 神经病啊 没看出 我是如花似玉的食人魔少女吗 一个食人魔 捂着獠牙 羞涩道 哦 剩下四个食人 魔脸都绿了 即使他们是同族 看到这个食人魔娇羞的表情 也忍不住呕吐起来 这些食人魔 怎么还不过来呢 不管了 我都喊他们了 没引诱到 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托尔想就此撤退 然而刚刚冒出这个念头 一股神魂之力 就传到了耳中 宋白冷冽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继续引诱 如果他们还不来 我不介意 用哥布林的尸体 来吸引他们 什么 托尔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他可是不会忘记 这个人族的天骄之子 到底是个怎样的残忍存在 连丢下武器的异族俘虏 宋白都能毫不犹豫 地下令杀掉 更别说 自己区区一个哥布林 他绝对能下狠手 一时间 莫大的恐惧 充益内心 在这种情绪下 托尔居然搬起一块大石头 朝食人魔们扔了过去 口中狠狠道 你们这些丑八怪 肮脏的废物 快来杀老子 老子是伟大 低哥布林大王 这句话 倒是被食人魔们听清了 他们性格 一向残忍暴躁 这下被哥布林羞辱 如何能忍 其中一个食人魔 上前一步 随手一拳 打碎扔来的巨石 随后双腿猛然发力 带着呼呼的风声 怒吼一声冲向托尔 其他食人魔不甘落后 也跟着冲了过来 妈呀 看着跟捅了马蜂窝似的 这五个食人魔同时冲向他 托尔只赶到一阵地动山摇 什么也顾不上了 连忙朝着宋白所在的方向逃跑 卑剑低哥布林 站住 看老子吃了你的肉 我要把你抓起来 撕成两半 食人魔们吼声连连 脚步沉重 眼看就要追上托尔 主公 救救我呀 托尔慌不择路 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在地 身后烈烈风声响起 食人魔嘴中的腥臭传到鼻息 让托尔一阵眩晕 旋即一个巨大的手臂 将他捏得死疼 随手扔到一旁 又撞出满身伤痕 再也起不来了 嘎嘎 小绿皮 你逃不掉了 好久都没吃到哥布林肉了 快让我尝尝 我先抓到的 我先来 你个废物也配吃 几个食人魔为了分配托尔的肉 而争夺起来 不到片刻 一个最强壮的食人魔走出来 对着托尔流下了口水 嘿嘿 我要先吃 他的嘴巴微微颤动 追了这么久 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而宋白 还没出现 被食人魔提起身体 托尔绝望地闭上眼睛 可能是宋白感觉他没有用了 就随口说了一句 让他葬身食人魔的口中 我恨啊 托尔流下眼泪 感到食人魔的嘴巴 已经咬开皮肤 下一刻就要将他整个嚼碎 住手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正在吃食的食人魔不管不顾 打算先将托尔色入口中 然而一股强大的进风传来 庞大的阴影笼罩上空 这个食人魔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捏起脖子提到半空中 托尔趁机挣脱束缚 连滚带爬 远离这片战斗之地 你是 食人魔正要反抗 抬头一看 却发现了让他不可思议的一幕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食人魔勇士 您怎么 话还没说完 他感到脖梗正在慢慢收紧 若再不挣扎开来 只怕性命难保 不就是一块肉吗 何必手足相残 一个食人魔怒声道 食人魔勇士一向智力低下 现在连同族都分不清楚了 不对劍 他们三人脸色轻子 双眼无神 一定是出了状况 刚才那个娇羞的食人魔少女 很快发现了异样 出声提醒道 下一刻 他们的眼光放在了最中间 那个带着淡淡微笑的人类身上 卑贱的人类 是你们下的毒手 食人魔们惊怒道 一向被他们当作食物吃掉的卑贱生物 如今竟然敢暗算高贵的食人魔 简直该死 下一刻 五个食人魔纷纷怒吼 全身彩色纹身蔓延 恐怖的图腾之力传遍全身 随后踩着沉重的脚步 以一种与巨大体型 极不相符的速度 冲向宋白 显然 他们已经发现了 这支队伍的真正主人 正是宋白 至于宋白周围 负责保护的十名黑龙狂化轻卫 这些食人魔根本没有看在眼里 只是暗暗留下心思 趁机骚扰 其余两个巨人僵尸 无知 看着他们这番举动 食人魔通过密法 加持了实力 最强者也只有二截巅峰 根本不足为惧 全部杀光 一声令下 十名黑龙狂化轻卫 瞬间化身巨人 拳头被坚硬的鳞片包裹 相当狂暴的气血之力沸腾 以一种极为凶悍的姿态 直直迎了上去 什么 这几个食人魔脸色惊骇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原本还是普通人类的十个士兵 竟然在瞬间化身巨人 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下意识便要回身防护 然而 已经晚了 哄 拳头接触血肉的瞬间 极为爆裂的冲击力 瞬间冲入食人魔的血肉当中 他们的脸上露出一片惨白 最当先的一个食人 磨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但攻击还没停止 下一拳再次撕裂空气 灵力的静力再次冲来 拳引在眼前不断飞舞 破 一个食人魔再也承受不住了 被其中一拳打中内脏 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飞上半空 而后狠狠摔落在地 头一歪没了声息 不顾全身伤势 忍耐着痛苦迅速向后退去 这么强烈的战斗波动 食人魔营地肯定有所察觉 只要跑出这个地方 立马就能得到救援 然而理想虽好 与现实往往是有差距的 宋白早就打算将他们尽数留在这里 岂容他们如此轻易地逃出去 我还需要你们的尸体呢 乖乖留在这里吧 宋白邪笑一声 玄疾便是一正 自己明明杀的是食人魔 怎么显得自己如此邪恶 该死的亡灵法术啊 如若是在外界 自己凭借一杆方天化己 加之相当强大的龙族血脉 就足以纵横天下 杀败一切敌人 但如今 失去了这些实力的他 却只能做一名半调子 亡灵法师 在属下的保护下指挥战斗 这让他有些不适应 一定要尽早提高实力 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不然 就凭现在的身体状态 总感到有些不安全 宋白在心里想 即使现在一切顺利 他在这个异世界空间里 却也经常感到 有种不好的预感 仿佛不久后 风雨将至 主公 食人魔都杀死了 咱们快离开吧 一个急切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沉思 宋白抬头一看 哥布林托尔 正满脸焦急地看着他 地上粘稠的血液 都有些凝固 五个食人魔尸体 倒在地上 脸上游自带着惊讶和恐惧 而在食人魔营地的方向 数声吼声响起 显然 刚才的战斗 已经彻底引起 这些食人魔的注意了 将食人魔的尸体带上 我们朝咱们领地的相反方向走 稍后再绕回来 即使情况危急 宋白还是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并在片刻间分析情况 下达命令 走 不到两刻钟 几人带上五名食人魔的尸体 以极快的速度 离开此地 而在他们离开之后的片刻时间 数十个食人魔来到这里 看到地上凝固的血液 发出震天射地的怒吼 在这个时间段 只有一个五人的食人魔队伍 在此地巡查 目前看来 他们应该是 凶多吉少了 另外 本应该今天早上 回来的三名食人魔勇士 至今未归 还没有消息 很快有一个食人魔过来 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一报告 长老 您怎么看 最中间的一个 带着王冠的食人魔 忍着怒气 沉声问道 食人魔本来人数 就极为吸手 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 整个族群的实力 都会被削弱一部分 这让他更为恼目 必须抓到凶手 领主大人 咱们食人魔实力强大 敌人却能在短短时间内 解决战斗 如果没有三阶巅峰 甚至四阶的高手 绝对做不到这一步 而四阶的高手 面对咱们的追杀 也没必要逃跑 因此 我们完全不需要惧怕 反而要大肆搜索周围 与其一战 事关食人魔族的荣耀 无论付出多大伤亡 都是值得的 食人魔长老 一一分析道 此事还需在意 现在还是先找出凶手再说吧 听到要付出伤亡 食人魔领主 不由得有些犹豫 片刻后 他低下头颅 双手按在地面上 仿佛在探寻着什么 而他的身体 却在瞬间 如同漏气般缩水 变得比之前矮小许多 如果宋白在这里 看到这幅景象 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所谓的食人魔领主 是个人类 人类村庄 无数人族村民来来回回 心情搬运着木头 石头等建筑材料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一座座房屋拔地而起 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甚至被俘获的 哥布林小孩子 也在几个人类带领下 参与到建设中 哎 哥布林托尔看到这幅场景 他逐渐融入到人类势力重了 看似十分融洽 但在宋白的不断受益下 每天都有一部分人类 专门对这些哥布林进行洗脑 什么人族尊贵 哥布林是天生的奴隶等思想 让这些哥布林 从小就逐渐改变了思想 对人族相当崇敬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眼光一转 人族村落最中间的一片空地上 数十个人族士兵面色严肃 围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警惕地警卫着 而空地的正中间 坐着一个少年 他眸子如黑夜般深沉 却又隐隐透出一抹亮色 让人不敢忽视 此刻 无比磅礴的神魂之力 在他周围满意 如同洪荒猛兽般 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力量波动 一个食人魔的尸体 静静躺在他的身前 脖梗上的恐怖伤口 早已凝聚 皮肤却逐渐变得轻子 看上去十分害人 呼 宋白收回双手 轻轻呼出一口浊气 随后站立起来 背脊笔直如青竹 远远看去 就好似一个 俊美的清秀书生 他来到这个异世界空间 已经长达半个月的时间了 非但没有恢复 原本强横的肉身 反而一直在研究 亡灵法术 在法师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地上毫无动静的 食人魔尸体 微微动了一下 随后整个人都站起来 无比庞大的身影 遮天蔽日 然而面对眼前这个 清秀的年轻人 却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看上去十分恭敬 这当然是种错觉 事实上 这个食人魔已经死了 不久前被黑龙狂化 轻微击杀的五名食人魔 此刻尽数被炼制成了巨人僵尸 而随着宋白 对亡灵法术的不断深入 在炼制这些食人魔尸体的时候 居然让他们的实力 得到了一部分提升 五名食人魔 在被转化为僵尸后 有四个都达到了二阶巅峰的水平 曾经拥有过极为强大的战力 眼光自视非比寻常 因此刚见到这个男子 便隐隐推断出他的实力 应该只有二阶而已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这人仅仅二阶的实力 为何语气如此平淡 好似不把整个人族部落 都不放在眼里一般 敢问阁下是何人 对于他二阶的实力 宋白倒是不太在意 如果发生冲突 自己麾下的任何一个士兵 都能轻易将他击杀 只不过 自己的势力刚刚发展起来 如果不是必要 宋白也不愿意发生冲突 让宋白略微有些讶异的是 这个男子居然是一个人族 在一族猖獗 人族示威的世界 他穿着还十分光鲜 不由得让人好奇他的身份 这个男子微微一笑 并没说什么 随即却是从怀中 掏出一枚令牌 一脸从容地举起来 这是什么 宋白有些不耐烦 他耐心询问此人的身份 谁知道他不但不回答 反而拿出了一块令牌 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包子 此人一脸不屑 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 连这枚令牌都不认识 本大人名叫雷云 我家公子 是疾风城五族的嫡子 未来的五家族长 现要在此地歇歇脚 还不快快出来迎接 死 宋白还没有什么反应 哥布林托尔 先倒吸了一口凉气 主公 传说这五家 拥有五阶高手 在失足奴役的数十万人族中 仍然能凭借其恐怖实力 得到失足的信任 绝对不可小觑 咱们应该多多欢迎才是啊 托尔一一分析 同时眼中也流露出一丝恐惧 他当年瞧不起这些人族 被狠狠教训了一顿 现在仍然心有余悸 哼 雷云冷笑一声 好在今天公子的实力突破了四阶 心情很是愉快 如若不然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 死几百个都不够公子出气的 话语之中 带着骄傲的神色 即使他也是四阶的实力 当看到突而恐惧的神色时 还是不免有些得意 你不就是一条狗吗 不过 区区二阶的实力 就敢如此嚣张 宋白淡淡倒 他刚才查看了雷云的属性栏 发现并没有什么强大的特性 实力也只有区区二阶而已 你这个小杂碎 凭借牙尖嘴利 胆敢如此如我 你等着 等公子来的时候 我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个雷云眼中 闪过一丝狠毒 他在家族中的地位 确实不高 也只是区区一名下人而已 平时任由公子打骂 但他毕竟是五家的人 在内可以受到被万般欺辱 但一旦到了外面 必须要拿出足够的气势 这个土包子 虽然长得俊秀了些 但对五家的恐怖势力一无所知 还极为无知狂妄 一旦遇到公子 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 在雷云的眼里 宋白已经是个死人了 哦 这么说来 五家也是氏族的一条狗 好家伙 哥这套娃呢 宋白眼神中 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嘲弄 没想到人族 已经到了即将灭绝的境地 还有人通过欺辱同族 满足自己的一番私欲 简直该死 你 你 雷云手指着宋白 气得说不出话来 人族一代霸主 五世家族 居然被这小子 情容成狗 更让他闷气的是 这小子 说的还有些道理 自己在五族中当下人 对五家人毕恭毕敬 但表面上 尊贵的五家人 面对失足时 也是唯唯诺诺 表现得十分卑微 这样说来 五家不也是失足的一条狗吗 这时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雷云眼前一亮 随后便是一喜 而后面对宋白等人 恶狠狠道 小子 任由你如何摇唇骨蛇 你也完蛋了 我家公子来了 今天便是你的死期 公子 宋白略有些皱眉 听说这公子 是四阶实力 倒是有些麻烦 即使自己麾下 士兵站立十分高强 如果不顾损伤的话 也有能力 将四阶高手留在这里 但自身损伤 也会十分惨重 这对于要发展 势力的宋白来说 是很不愿意看到的 轰隆隆的敲击声 越来越响 数十只异兽 从远处冲来 他们各个身形庞大 吼声如雷 上面骑程的人 各个穿着十分鲜利 但看起来 都是一副傲慢的神情 尤其是 走在最前面的金发青年 金发闭眼 留着一脸落腮糊 仿若一头恐怖的雄狮 小子 我家公子来了 你完了 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见 雷云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仍在不停威胁宋白 但宋白没有丝毫在意 反而看着最前面的那个青年 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 这个年轻人 他好像 认识 公子 您可算来了呀 雷云看到这个金发青年 当即跪下去 一阵哭诉 我早就来到这里 向这些人宣扬公子 您的大名 非但如此 我还拿出了令牌表明身份 结果 他们不但不欢迎 反而还大家辱骂 口中不清不白 说什么 说到这里 雷云故意顿了顿语气 哦 说什么 金发青年皱皱眉头 问道 这些天内 但凡他们经过的地狱 除了那些 凶残的食人魔外 其余种族 无不对他们十分恭敬 然而眼前这个部落 里面住着的 不但是最卑贱的人类 还胆敢对 威名在外的武家不屑一顾 这让他有些好奇 到底是什么 给他们的资本 让这个人类村落 如此自大 他说武家 不过是失足养的一条狗 酝酿了半天 雷云终于是鼓起勇气 说出了这句话 好胆 听见这话 金发青年十分恼怒 四接十里的气势 瞬间散发出来 强大的威压 压得周围人 都有些喘不过气 如果是区区几句狂妄之言 他也只当个笑话听望 可这样 侮辱性的话语 直接让这个金发青年暴怒而起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狂妄之徒 真是狗胆包天 敢说出这样的话 武燕 绝对要让他对这句话 付出后悔一生的代价 武燕的脸色 顿时变得阴沉起来 他们武家为失足服务多年 还没有被人如此羞辱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打脸 付出代价是吗 那么请问 武燕公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代价呢 一个声音淡淡道 哦 还敢如此狂妄 武燕抬头一看 一个略有些瘦削的身影 出现在高处 此刻有些暴烈的阳光晒下来 却让武燕身体僵硬在原地 如同看到了洪荒猛兽般 不敢有丝毫动弹 这个身影 他是一辈子都不敢忘的 宋白 当时仅仅与他发生片刻冲突 便被他一招打成重伤 若不是旁人阻止 恐怕自己早已生死 本来想在这个世界 恢复实力 和夏侯烈联合 将宋白杀死在这里 虽然心里早有这个想法 然而当真正面对宋白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颤 没有丝毫战斗的心思 看着宋白如此淡然的神色 他不禁有些怀疑 此人到底有没有恢复实力 由于片刻 他还是不敢出手 一旦估计错误 与宋白撕破脸皮 性命绝对保不住 公子 就是这个傻子 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侮辱武家 这个小畜生真是胆大包天 公子 您绝对不要放过他 碎尸万段也不要脏了您的手 看到武燕的眼神 放在宋白身上 久久没有回头 雷云连忙 上前添油加醋 说了无数坏话 碎 然而下一刻 武燕又掌狠狠挥出 一掌击在雷云身上 当即将他打飞树迷远 公子 您怎么 雷云吐出一口鲜血 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怎么可能 对属下一向较为宽容的武公子 此刻却为了一个外人 把自己打成重伤 这个宋白 究竟是什么身份 难道是连公子 都不敢面对的存在 碎 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 下一刻 武燕又挥出一掌 无边的金光 漫天扑来 将他瞬间吞噬 宋白大人 我没有交易好下属 冒犯了您 再次向您赔罪 武燕杀死雷云之后 慌忙低头 恭敬说道 无妨 也只不过是一条狗而已 宋白淡淡道 这句话实在巧妙 话语之间 还是讽刺了一番武燕 但此时的武燕 仍然深深低头 不敢反驳一句 这宋白 肯定也有某种秘法 恢复了实力 他心中早已下定判断 这却是武燕猜错了 宋白如此淡定 完全是一直以来的性格所致 他素来霸道惯了 即使现在没有强大的实力 此刻说话的语气 仍然是带着淡淡的威严 就是这种霸气的气势 完全将武燕唬住了 如果武燕能狠下心来 使出全身实力 趁着宋白虚弱之际 完全能将宋白当场杀死 但他不敢 因此 也错失了最后一个机会 既然来了 就过来一续吧 宋白一发话 武燕更是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当即吩咐 数十骑在外面等着 自己一个人恭恭敬敬进入村落 此人是谁啊 竟然让武燕公子如此尊敬 武燕刚进去 这几十个骑士一轮纷纷 他们都是些年轻人族 也算是有一定的地位 此时 跟随在武燕旁边 也是为了讨好他 如今 似乎看到了更加尊贵的存在 也让他们激动万分 失足那样的高贵存在 如同天上的神人一样 丝毫没有机会接触 但眼前这个大人物 可是近在眼前啊 一旦抓住这个机会 得到此人的赏识 从此以后 必将倾云直上 受用无穷 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实力波动 估计就是一个普通人族吧 有人提出质疑 这话刚出口 便发现周围人 一片鄙夷之色 你这个废物都能看出实力 那还算是高手吗 没见到武公子 都毕恭毕敬的 人家眼光还不如你 有不少的强大种族 外观都和人类没什么区别 众人纷纷远离他 仿佛接近一点 智商都会受到影响 而后 他们的目光中带着狂热 一脸崇拜地看着宋白 村落中 武燕在一个巨人僵尸的带领下 来到宋白的面前 余光扫到巨人僵尸离去的身影 武燕心脏砰砰跳 因为他此刻才发现 自己还是低估了宋白的实力 这些巨人僵尸 很明显在生前 是食人魔的身份 宋白不但有足够恐怖的实力 将这些怪物杀死 还能通过某种秘法 将它们炼制成僵尸 让它们死后 都不得安宁 一想到 被宋白杀死的敌人 连尸体都会被做成僵尸 想起这个画面 武燕不由得有些颤抖 表面上的神色 也是愈发恭敬起来 但不知宋大人 喊我前来 究竟有何要事 武燕谦卑道 嗯 就是想问问你 周边都有哪些事例 关于这个事件 你又知道多少东西 宋白也不知道要问些什么 他将武燕换来的目的 主要还是 复制他身上的特性 武燕 实力 四阶初七 特性 人尸浑血 金元素 深度清合 人尸浑血 此人是人族 和师族结合的产物 具有不俗的实力 但一般被称作杂种 金元素深度清合 此人天生与金元素清合 已经将金元素 融入自身 获得极为强大的金属性体质 人尸浑血 这样的垃圾特性 直接被宋白忽略了 真正让他重视的 还是 金元素 深度清合 当初他凭借复制来的火元素 直接走上了 崛起之路 现在居然又要复制金元素 也算是有些巧合了 就是不知道 如果以后复制了 所有的元素清合 会产生什么变化 摇摇头 宋白忽略了心中的想法 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现在还是先将 这个特性复制了再说吧 正在他复制特性的时候 五燕也是稳住了心神 开始介绍起周围的势力 宋大人 咱们这周围 只有三股势力需要注意 最强的势力 当属于疾风城的师族 其挥下四阶强者不计其数 五阶强者更是有七位之多 至于六阶强者 目前还未听说 其次要数离您 不远的十人魔势力 其中五阶十人魔有五个 其十人魔首领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测 虽然略逊于师族 但也不算太弱了 当然 五燕看了被炼制成 巨人僵尸的十人魔一眼 咽了下口水 跟您比还是差了点 我加入的五族势力 五阶强者也有三位 目前依附着师族势力 算是他们的盟友 这一片 只有这些势力 算是能上台面的 而远离疾风城之外的势力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说完这些话 五燕长舒一口气 好像是完成了 什么重大任务似的 这些话 让宋白对周围势力 有了一些了解 当然 其中有多少假话 有多少隐瞒 却是不太清楚了 这时 系统的提示声 也随之响起 叮 金元素深度清和 特性复制成功 宋大人 我能走了吗 五燕试探着问 他是实在有点害怕了 这宋白喜怒无常 武力又极为强大 在他身边片刻时间 都让人心生恐惧 哦 宋白回过神来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听见这话 五燕慌慌忙忙行个礼 随后飞杯而去 逃跑式地离开此地 我有这么恐怖吗 宋白不禁苦笑一声 他现在只是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亡灵法师 根本没有之前的强大实力 这五燕应该是误会 什么了 不过 现在自己的身体 也好似 发生了某种变化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三阶巅峰 而这 也只是因为 复制了一个 金元素特性而已 宋白摊开右手 略意凝神 一抹极为锋锐的金光 在手中散发 仿佛要刺瞎人的眼睛 在阳光下 显得极为耀眼 这就是金元素吗 宋白难难道 随即反手一挥 手中的金光 随即消失 他能感受到这股金光中 蕴含着 极为强大的破坏力 但其威力究竟如何 还要试一下才知道 比如 食人魔营地 想起这个地方 宋白的嘴角 不由得流露出一抹笑容 这些天 他一直在村落里 炼化僵尸 就连几个有能力 杀死的食人魔侦察兵 都让他放了回去 如今 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些 自保之力 也是时候 再去食人魔营地 掳掠一番了 来人 准备出发 不到片刻 十个黑龙狂化轻卫 以及八个巨人僵尸 就集结完毕了 当然 还有那个 胆小低哥布林托尔 托尔苦着一张脸 自从他上次 差点被食人魔吃掉后 就留下了心里阴影 一听到 还要去食人魔营地 脸色都变了 怎么 不愿意去 宋白看到他 这副模样调侃到 托尔一副 吃了屎般的表情 主公 我上次差点被吃掉 要不是您提前赶来 我恐怕都被消化了 宋白哈哈大笑 放心 这次不用你当诱饵 你大可放心 托尔后怕地拍拍胸口 谢谢主公 不过您可要小心 食人魔数量不少 咱可不能被包围了 宋白点点头 嗯了一声 作为回应 看到宋白 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声 托尔总感到心中 有些隐隐地不安 这个主公一向大胆 今天不会 还要整出什么幺蛾子吧 自己这条老命 可经不起折腾 没有注意苦着脸的托尔 宋白带人顺原路出发 大概半个时辰后 又到了食人魔营地附近 此刻这个营地 食人魔并不多 应该是大部分都派去 搜寻宋白等人了 此刻的营地里 只能看见外面 几个食人魔士兵 好 果然如我所料 食人魔并不多 宋白一脸兴奋 高兴地拍了一下托尔的肩膀 让他疼得呲牙咧嘴 主公的力气 怎么变得这么大 托尔还在疑惑的时候 却听到宋白的一句话 顿时让他脸色大变 连肩膀上的疼痛都顾不上了 现在 全军冲锋 随我杀 宋白立声道 什么 托尔瞪大了眼睛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下一刻 十个巨龙黄化轻卫 全身泛起黑色鳞片 瞬间变身巨人 那八名巨人僵尸 也早已挥舞着拳头 冲向食人魔营地 主公 那是食人魔营地啊 不能冲锋啊 冲锋就是送死 托尔死死抓紧宋白的袖子 脸上戴着悲戏的神色 鼻涕眼泪横流 哈哈哈哈 宋白毫不理会托尔的劝告 豪迈一笑 随即迈出一步 手中长刀 划破空气 带着无边的风锐 砍向一个食人魔 迎战的食人 魔脸上带着猙獰的笑容 獠牙张开露出血盆大口 对着长刀不闪不闭 反而趁机上前一步 试图抓住宋白 这个食人魔早已认出来 这柄长刀 只是普通人类工匠 锻造出的兵器 毫无神奇之处 砍在他身上 连一道太大的伤痕 都不会留下 然而下一刻发生的事情 超乎了他的预料 刺 这柄长刀 居然风锐异常 刺拉一身划破皮肤 深深刺进食人魔的身体 啊 食人魔被戳中肚腹 下意识捂着伤口 发出痛苦的哀嚎 怎么可能 这分明是把普通的长刀 怎么能攻破我的防御 宋白脸上 剑起一道血痕 然而 他只是微微一笑 手中长刀 毫不留手 转手狠狠一旋 挑破大堆内脏 下一刻 这个食人魔庞大的身躯 无力倒在地上 抽出长刀 上面满沾着鲜血 转瞬间金光闪过 将鲜血全部抹去 露出极为灿烂的刀身 这就是金元素的效果 他不但能提高 宋白的个人实力 同时还能将其依附在武器上 赋予其极为强大的切割能力 如此一来 原本普通工艺铸旧的长刀 在这一家城之下 也显示出极为强大的攻击力 还在后面躲避的托尔 看到这一幕 呆愣愣站在原地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主公不是个亡灵法师吗 什么时候 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了 他此时也想到 宋白的亡灵法术 好像就单单看自己施展一遍 就学会了 而在此之后 除了亡灵法术外 拖尔再也没见过宋白展示出别的能力 现在看来 这个不轻易展露实力的主公 其实才是 整个人族村庄中 最强大的存在 拖尔 在战场上还发愣呢 不怕被杀死 宋白奇怪地看着自己这个下属 拖尔一直以来都非常胆小 怎么今天面对食人魔的时候 动都不动一下 啊呀 拖尔这才反应过来 玄机想到了什么事的 忧虑道 主公 咱们还是太冒险了 食人魔营地实力 还算比较强大的 咱们贸然出击 恐怕会损失很大 宋白摇摇头 笑道 你看到现在为止 咱们受到什么损失了吗 听到这话 拖尔愣了一下 向四周看了看 只见几具食人魔尸体倒在地上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敌人了 这是 他有些猛圈 这里不是有一百多个食人魔吗 怎么现在就这么点 仿佛是看出了他的疑惑 宋白道 这几日 食人魔为了追查敌人 派遣了大量侦察兵四处搜寻 而今天食人魔首领 又要与师族会谈 咱们刚好可以趁虚而入 不过咱们时间不多 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了 尽快解决战斗吧 拖尔点头如捣算 没想到主公不但实力强大 脑子也非常灵活 简直是神机妙算啊 正在这时 一块碎石忽然掉落在地面上 砰的一声 发出一声极为轻微的声响 有人 宋白皱着眉头 慢慢走了过去 声音的源头来自一块巨石 看上去并没有丝毫一样 只是石角的一侧 掉落出几块碎片 怎么了主公 拖尔赶忙跟上来 看到宋白正在凝视着这块巨石 不由的疑惑道 宋白没说话 长刀上闪过一丝风锐 旋即对着巨石狠狠一戳 刹那间 巨石崩碎 流淌出一股温热的鲜血 什么东西 主公 这巨石是活物 拖尔惊叫一声 连忙挥出手中权杖 召唤出数名骷髅士兵 下一刻 碎石乱飞 一个略微有些瘦弱的石人魔 露出獠牙 从巨石后的洞中跳出来 握紧拳头 打碎几个骷髅 啊 正当他要接下来行动的时候 却感觉天旋地转 眼前的景色迅速模糊 朦胧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半截尸体 仍在不停呲呲喷血 而在他尸体的后面 一个骷髅士兵 收回带血的长剑 眼中流露出悠悠魂火 正是宋白召唤出的魂火骷髅 这可比拖尔那个半调子 亡灵法师强多了 因此 骷髅一旦召唤出来 仅仅用了一招 便将这个食人魔杀死 然而众多士兵赶来 没有丝毫放松 十个黑龙狂化轻卫 面对着巨石后的山洞 强大的气血之力 震荡四周 这事 托尔震惊地看着洞口 在这个山洞里面 几十个瘦弱的食人魔射缩着 眼中满是恐惧 他们的体型还不算太大 勉强趴服在山洞中 看上去毫无威慑 这些食人魔应该还未成年 都只是些孩子 主公 咱们该怎么办 要不先带回去 在托尔看来 这些食人魔小崽子 就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一旦将他们养大 为宋白的军队效力 一定能成为极为强大的战力 不 宋白却摇摇头 眼中露出一丝暴力 将这些食人魔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话音刚落 十个黑龙狂化轻卫猛然冲上去 伴随着一阵惊恐的尖叫声 手中拳头狠狠落下 将这些食人魔全部杀死 托尔艰难地咽下口水 面对着眼前的一幕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久以后将会给宋白增添数名 二阶巅峰强者 而如今就这么被轻易杀死了 托尔有些不明白 然而 宋白并没有丝毫解释的意思 他早已将食人魔是做死敌 彼此间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没有丝毫和缓的余地 皆是因为一个原因 这群怪物的名字叫做食人魔 既然胆敢以人类为食 但我宋白就要 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要你们这个族群彻底毁灭 我要这个世界上 凡是听到人族之名的怪物们 进阶瑟瑟发抖 将这些食人魔尽数屠戮后 一个满身浴血的黑龙 狂化轻微轻微走出来 禀道了几句话 里面竟然还有一条道路 宋白皱起眉头 这样看来 山洞不仅仅是食人魔的躲藏之处 后面必定别有洞天 他现在十分想探寻一番 但食人魔的大部队 不知道何时赶到 如果不能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这里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就凭宋白现在仅仅三阶的实力 一旦遇到任何一个五阶食人魔 都不是他能够抵挡的 但山洞隐隐透露出一丝声响 刹那间震战着宋白的耳朵 那是 救命 山洞中有人族的存在 宋白瞬间不淡定了 他可以放弃一切提高实力的机缘 但是人族的性命只有一条 一旦自己就此离开 圣路之下的食人魔找不到凶手 必定迁怒于这些人族 到时候 只怕他们的性命凶多吉少 我不能放下这些人族不管 托尔 你带着八个巨人僵尸 将这些死去的食人魔尸体 全部带走 记住 一定要多绕几个地方 遇到食人魔 一定要远远躲开 不能让他们发现 咱们人族村落的存在 宋白仔细叮嘱几句 那您的主公 您不回去 托尔愣了一下 仿佛想到什么似的 吃惊地看着宋白 宋白长叹一声道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 山洞中又传来几声呼喊 声音有些微小 喊话者似乎有些虚弱 这是人族的声音 宋白继续道 我不能放弃他们 必须尽努力 带他们一起走 你放心 凭借我的实力 一定能安全逃脱 托尔 你的任务也不小 我将这八个巨人僵尸 都交给你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不要被食人魔发现 宋白拍拍托尔的肩头道 他也怕死 但要是 让他眼睁睁看着人族 被食人魔杀死 然后被残忍吃掉 他做不到 人族可以自相残杀 可以相互争斗 这都是人族内部的事情 但一旦遇到一族入侵 必须团结起来 而被托付了使命的托尔 只感觉肩膀上沉甸甸的 仿佛承载着沉重的东西 主公 您放心好了 我虽然是一个卑贱的哥布林 也一定要完成好 您交给我的任务 托尔拍着胸脯保证道 好小子 我没看错你 宋白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而后带着十名黑龙狂化轻卫 转身进入山洞 再不回头 看到这幅场景的托尔 也不由得心中一酸 他与宋白相处多日 更是并肩战斗过的同伴 相互间已经产生了身后的感情 如今眼看着宋白进入山洞 还有生死的危险 恐怕这一次就是最后的见面了 心里也有些痛苦 走 他一声命令 原本呆滞的巨人僵尸 纷纷行动起来 扛起几具石魔的尸体 跟随而去 山洞中 宋白勾起一丝微笑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个托尔虽然是哥布林出身 倒也挺假意气 丝毫没有因为 宋白遇到危险的原因 就产生趁火打劫的想法 他来以后 哥布林的待遇要提升一些 即使仍保留他们奴隶的身份 也应该对他们有些优待 但宋白也留了一手 随着对亡灵法术的深入了解 他现在已经可以在二十里之内的距离 直接控制巨人僵尸的一举一动 这二十里 刚好足够从此地到达人族村庄 可以说 这是对托尔的一个考验 也是宋白留下的后手 如果托尔没有丝毫一心 绝对执行宋白的命令 自然就会给予足够的资源去培养他 但如果托尔 有任何一变 甚至产生叛变的心理 他身边的巨人僵尸 将随时杀死他 一向心思深沉的宋白 是不会轻易把人族的希望 寄托在一个哥布林的中心上的 因为 那靠不住 而这时 随着众人的不断深入 山洞内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 救命 救命 寻着声音过去 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黑色牢笼 而在牢笼中 数百人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 只有一个形容猥琐的八字湖中年人 仍然在高声喊叫 刘记得 省点力气吧 地上躺着的一个年轻人 有气无力地说 他们在数天前被食人魔抓住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 一开始 还有几名人族同胞 被食人魔抓走吃掉 让他们悲痛万分 同时也担心接下来的命运 但随着食物越来越少 消失的人族越来越多 希望慢慢破灭 许多人眼中都失去了神采 活着是不可能活了 又没有勇气去死 只好躺在地上 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是啊 刘说 别喊了 不可能有人救咱们的 小点声吧 我躺着 躺着就要死了 你这一声给我喊醒了 刘叔叔 我饿了 一个小姑娘 捂着咕咕响的肚子 可怜道 刘记得叹了口气 旁人说的话 他都没放在心里 只是这个小姑娘的一句话 让他瞬间破防 是啊 好饿啊 可是根本没有吃的 想起他在数天前 本来都准备在洞府中 等待主公归来 谁知道这洞府 是自动为舞蹈大会参与者设计的 因此时间一到 便自动将它传送到这方世界中来 更倒霉的是 还没等他做好准备 谋划好之后的道路 食人魔便侵略而来 将它们一一抓住 关在这个铁笼子里 到现在为止 口袋里存留的粮食 已经尽数吃完 甚至连最后一根枯黄的稻草 都被他塞进嘴里咀嚼 宝贝斯的咽尽肚子 要知道 他在宋白势力下 每天都是大鱼大肉从未断过 哪受过这样的苦啊 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摇头晃脑 似乎马上就要昏过去 刘契德不由得有些心疼 来 他抜起袖子 伸出瘦弱的胳膊 咬叔叔一口 叔叔给你吃 啊哦 小姑娘张开嘴巴 眼前一片模糊 感受到松到嘴边的胳膊 似乎是一个肥美的大鸡腿 恨不得一口吃劲 刘契德 正在小姑娘使劲啃嘴边鸡腿的时候 一个轻量的声音疑惑道 这 这是 刘契德转头看到这个年轻的身影 眼中热泪盈眶 这不是他的主公 宋白吗 没想到在临死的时候 他最先看到的 竟然是自己的主公 幻象啊 刘契德惨然一笑 传说在临死前会见到自己最亲近的人 结果这个传说是真的 而自己 也要死了 主公 我老刘来生 还来投奔你 他绝望道 说什么鬼话 宋白一刀劈向铁制牢笼 随着哗啦一声响 牢笼锁链应声而断 原本不少堂倒的人族平民 慢慢站起来 虽然身体虚弱 眼中却带着一丝神采 这人是来救我们的 终于有救了 大人 有没有吃的呀 刘契德喉咙有些发紧 眼见着一个个人族平民 在士兵的指引下走出牢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被食人魔关了这么久 眼看着就要饿死的时候 主公居然带兵 来救自己了 来 吃口干粮 宋白递过一块饼 刘契德颤抖着手接过来 一口咬下 眼泪瞬间流出 是真的 一切美好的相梦一样 主公 他不由得倒在地上哭起来 像是个四五十岁的孩子 好了 宋白打断了他的话 往四周一看 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里关押的大约有三千多人 经过了长时间的饥饿 很多人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士兵们身上带来的干粮有限 即使全部给他们吃 每个人能分到的 也只有一丁点 根本不够用 刘契德 你知道食人魔储存粮食的地方在哪里吗 宋白问道 这 食人魔的粮食 刘契德有点吃惊 食人魔的粮食 谁敢吃啊 说不好 里面就有人肉什么的东西 宋白当然也知道这个事情 但他别无选择 即使食人魔的粮食里有人肉 他也要让平民们吃下去 不吃下去 他们就没力气走路 不尽快离开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 即使是食人魔的粮食 也得吃 你不必管太多 现在赶快丢这条路 咱们时间紧迫 宋白道 食人魔经常从这里面搬运什么东西 据我推测 可能就有咱们需要的粮食 刘契德没再多问什么 对他来说 主公的命令高于一切 他向东一指 一个极为宽敞的地道 出现在两人眼中 走 宋白留下十名士兵 在这里维持秩序 他和刘契德顺着地道进去 走了数十步 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 几十个麻袋 被随意弃置在房屋中间 宋白举起长刀 对着麻袋一划 一整袋肉干倾泻而出 刘契德捏起一大块肉干 放在鼻尖闻了闻 随即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主公 好了 不必再说了 你招呼那几个士兵 把粮食扛出去 让百姓们填饱肚子 记住 千万不要乱说话 宋白叮嘱了一句 刘契德默默搬走 一袋子肉干 两人心里都十分清楚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走吧 宋白转身便要走 忽然一声叹息 想起 谁 宋白警觉道 他寻着声音 瞥了一眼角落 正正站在原地 那是一个披着破衣服的骷髅 毫无声息地待在角落 空洞的眼眶中 好似望着虚空 但不知为何 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 似乎涵盖着无尽生机 直觉告诉他 这一句骷髅并不简单 怎么了主公 刘契德走过来 也同样看到了这句骷髅 他有些惋惜道 不知道是哪个人族同胞 误闯进了这里 被食人魔杀了吧 奇怪 他还保留了原本的身形 食人魔居然没把他吃掉 宋白摇摇头 想要上前仔细观察 陡然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阻挡在外 刹那间 神魂之力猛然鼓动 对抗着这股力量的同时 也在不停消耗着 怎么回事啊 宋白下意识后退 同时 这股力量也随即消失 显然 这股相当不弱的反翅之力 是从这具骷髅身上传来的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但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具骷髅的主人 即使生死多年 其留下的实力波动 仍不是普通人所能抗衡的 可以想见 其生前的实力 又该有多么强大 看着骷髅近在眼前 宋白有些许不甘心 想他也是 能轻易抗衡数个同阶高手的强大存在 没想到 面对一个骷髅 却受到挫折 竟然连接近都做不到 说来真是有些耻辱 再试一次 宋白暗暗想 人族百姓还需要休整 趁这段时间刚好 闯进去 看看这骷髅究竟是何等人物 他默默闭上眼睛 感受空气中的神魂波动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半刻钟后 宋白猛然睁开眼睛 手中反掌不断 迅速冲了上去 吃吃 不断腐蚀的声音传来 强大的神魂之力迅速涌入 对抗着 这股无形的力量 不断地消耗着 宋白一步步往前踏出 每一步都很艰难 全身的神魂之力 几乎都要消耗干净 但距离那骷髅 还有一大半的距离 呼呼 他不断喘着粗气 本来只是个赌气的想法 没想到此刻停在半路上 想退却也难 皆因为此时四周 都产生了强大的挤压力 除非他以神魂之力抵抗 否则很快就将沉沦此处 主公 您可不要死啊 刘弃德慌忙道 他实力低微 别说进入其中了 就凭他这一点微末伎俩 连劲都没资格进去 乌鸦嘴 说的什么话 什么叫我不要死 宋白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吐出一口浊气 估算一下距离 神魂之力瞬间爆发 仿佛挣脱了智骨般 向前奔跑 碰 碰 碰 几声如同玻璃般的脆响 他好像冲破了什么阻碍般 仅仅差几步距离 就能完全接近骷髅了 但宋白的脸色却很难看 他的神魂之力 已经全数耗尽 如同和数十个角色美女 欢好一夜般被炸干 如今是一滴都没有了 就这几步的距离 对他来说 却如天欠般难以逾越 周围的压力迅速挤压 无形无质 然而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完蛋 宋白暗暗叹息一声 没想到还没大涨红图呢 却要死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骷髅 见他骨质晶莹 黑洞洞的眼睛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与自己召唤出来的骷髅召唤物 大不相同 死啊死 这股力量已经碰触到皮肤 一丝丝细小的伤口崩裂 无数鲜血从宋白身体散溢 旋即凝聚成一个血球 注入到骷髅的体内 汪汪 骷髅不断发出声响 不会有什么怪物要复活吧 宋白瞪大眼睛 暗道真是好奇心害死猫 仅凭死后散发出的气息 就能杀死自己 一旦让他彻底复苏 整个煽动的人族百姓 都逃不过死亡的厄运 人族 一声苍老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刚刚响起 全部压力瞬间消失 宋白无力地倒在地上 感到全身一种无法形容的振战 骷髅转头面向宋白 虽然他没有任何血肉 宋白还是感到 他在看自己 这双黑洞洞的眼眶中 仿佛蕴藏着亘古沧桑 又似乎有无尽红光灌入 数不清的人族 乘着飞剑纵横天下 剑光挥舞间 将万千妖魔尽数斩出 更多的妖魔猛扑过来 脸上带着可怖的争鸣 煞气肆意 但人族没有丝毫畏惧 众战士一声怒吼 齐齐迎了上去 这 宋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人族崛起 人人 如龙 屠戮妖魔如同砍瓜切菜 天下众族无不臣服 这不正是他所期待的景象吗 难道在数万年前的今天 人族也曾辉煌过 过来 孩子 一股更加磅礴的力量 注入体内 让他不由自主地 漂浮到骷髅身前 宋白苦笑一声 我都被控制住了 想不过去也不行啊 但他也没有丝毫埋怨 看到之前的画面 他心中隐隐有些猜测 这个骷髅的主人 应该也参加过这场世纪大战 就是不知道 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了 还莫等他多想 眼前的骷髅瞬间破碎 随即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团灰白色的液体 在这股液体 凝聚成型的同时 宋白脑海中的神魂之力 也在这短短一刻间 变得极为充盈 并且还有些许的溢出 怎么回事啊 宋白心中一惊 这人族老前辈话 还没说完 就这样磨了 人族当年 是何等昌盛 如今 又是如何衰败的 他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还没有得到答案 就在这时 这股灰白色的液体 攀附到宋白的手臂上 并且慢慢上移 干什么 干什么 他有些紧张地 看着这团液体 看他慢慢爬上脖梗 随后像有了灵性般 变成一个 极为秀丽的少女 对他微微一笑 瞬间钻入宋白口中 哦 宋白捏着喉咙 不断呕吐 试图吐出这团液体 好像一个有生命的奇怪东西 钻入他的身体中 让他感到 极为恶心 就算你是人族前辈 也不能这样吧 难道叫我多舍了 宋白不由地想起 前世看过的西游记 当孙悟空 钻入各种妖怪的肚子中 可让他们十分不好受啊 宋白还想着 如何将口中的东西弄出来 紧接着 肚子中一阵翻涌 他捂着肚子 吐出一大口污血 主公 您怎么了 那团液体进入的瞬间 周边的压力 瞬间消失 刘契格赶忙冲过去 急切地看着宋白 别说话 我没事 哇 又是一大口污血喷出 看似十分凄惨 但随着污血不停流出 宋白只感觉灵台清明 身体也似乎有了很大变化 体内气血之力一阵翻涌 如潮水般涌来 瞬间冲破无数稚骨 一声怦然响起 宋白的实力也在不断向上提升 三阶 三阶巅峰 四阶 四阶巅峰 最终停留在四阶巅峰上面 但这还不是一切 随手一挥 手中淡淡火气凝聚 点点灵片 瞬间变化成龙爪 仰头看天 半空中出现无数弯月 在这圆月之中 一个带着恶魔角的 火龙身影显露 火元素清河 焚月之血 龙之血统 恶魔血脉 这些在异世界空间中 被封印起来的能力 如今尽数回归自身 虽然他还只是四阶巅峰 但宋白却感觉 自己比之前的五阶实力 更为强大 因为这个骷髅 给予他的 不是简单的传承 而是 上古人族血脉 传说中 上古人族中的强者 挥手兼取敌人血脉 为己所用 灵台成彻清明 弃血之力数倍 高于普通一族 堪称世间无敌 后来 因为异域邪魔入侵的缘故 上古人族奋起反击 虽然将邪魔 禁术诛杀 保护了此间世界的安全 但人族高手 也损伤惨重 以至于上古人族 传承断绝 但此世界的异族 忘恩负义 不但不和人族同舟共济 共度困难 反而趁着人族虚弱之际 趁虚而入 将人族 残于传承 彻底消灭 人族 最强大的 永远不是血脉 而是传承 失去了传承 以受人族为首的异族也发现 只要沾染了一点异族血脉 就不是纯种人族 同样也不能得到人族传承 久而久之 记录着人族传承的宝物 也被异族弃制 而残余的人族 连自身的安全都不能保证 虽然有些知晓人族 传承秘密的人 也同样没有机会得到传承 如今 宋白却是在偶然间 得到了部分人族传承 感受着身体浑厚的气血之力 宋白不禁有些感叹 自己当真是幸运 偷袭十人族营地 救出人族奴隶 搬运粮食救助人族 随意一瞥发现 人族前辈骷髅 这中间缺少任意一环 都会让他错失机会 失去上古人族的传承 但从头来看 这些事情 都和人族的生死存亡有关 但凡他有一点点私心 一点点退却 也同样会和传承擦肩而过 紧闭着双眼 感受人族传承之力 不断冲刷着身体 宋白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 他获得的是 上古人族中 弃血之力的修炼之法 只要将其完全习得 法觉就会自然而然地 在全身运行 提升体质 更重要的是 这是几乎没什么 门槛的修炼之法 只要他传授给人族 那么任何血脉纯净的人族 都能够修炼 这样看来 不仅仅是他 恐怕人族的整体实力 都会得到极为强大的提升 人人如龙 将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正当宋白 极为振奋之际 山洞外 突然传来一阵踩踏声 随后数十声 巨大的吼声响起 使得整个山洞 都震荡起来 主公 食人魔来了 刘继德大惊失色 慌慌忙忙走来 他敷耳道 我知道有一处密道 咱们快点离开这里 东山再起必有机会 走 宋白淡然一笑 他如今实力大增 不主动去挑逝就是好的了 怎么会走 我走了 这些人族同胞怎么办 这话声音很大 响彻在山洞里 刚刚吃饱的人族 不由自主站了起来 人族同胞们 宋白站在高台上 十分豪迈道 奴役你们 让你们成为食物的食人魔 就在外面 他没有丝毫隐瞒众人 而是将真相说了出来 刚才还在为这股吼声 感到慌乱的众人 此刻更加恐惧 他们焦头接耳 意论纷纷 脸上流露出绝望的神色 显然 他们恐怕很快就会被发现了 到时候 面对一百多暴怒的食人魔 恐怕会死得极为凄惨 但是不必担心 同胞们 他们食人魔是什么东西 一群愚蠢的 肮脏的怪物 宋白接着说 坚毅的脸上有些汗水 他们名字就叫食人魔 那么他们 把咱们当什么 当成食物 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面对这些怪物 咱们必须拿出全部的勇气来 现在 我要去杀食人魔了 诸位人族同胞们 我想问一句话 有人愿和我同去吗 宋白话音落下 山洞内一片寂静 没人说话 杀食人魔 开什么玩笑 平时都是被食人魔当作食物版 一口一个人类 躲都躲不及呢 谁还敢和食人魔战斗 因此 大家都低着头 没有丝毫声响 宋白看大家都没说话 也不在意 只是接着道 听着 诸位同胞们 你们以为 一味躲避 就会相安无事了吗 不会的 咱们躲在山洞里 迟早会被食人魔抓住 然后无情地杀死 吃掉 反抗可能有一线活路 但是不反抗 只有死路一条 这句话 终于让人们抬起头来 眼中带着惊怡的神情 是啊 不反抗 就只有死路一条 该死的怪物 只会把咱们 当成食物吃掉 我看咱们 不如拼死一搏 对 反抗才会有生机 没有智力的野兽 还知道 垂死挣扎一会儿 为什么咱们不行 众人议论纷纷 随后眼神 都变得坚定起来 反抗 只有反抗 才会有活路 宋白看人们的情绪 都稳定起来 接着说起话来 对 打仗就是 保护咱们自己 保卫别人 才能保卫自己 只顾着自己的懦夫 一定死得最早 同胞们 咱们人族人人如龙 跟我冲 宋白朗声道 冲 跟他们拼了 咱们人族人人如龙 人们的情绪 已经被调动起来 纷纷就地寻找 各种木头铁器等东西 准备与食人 魔拼死一搏 宋白赞赏地看着他们 他明知道 这些普通人类 与食人魔之间的实力 差距过大 面对这些怪物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即使全部拼死 恐怕也杀不了 一个食人魔 但他必须将 这些人类的情绪 调动起来 让他们在绝境中 爆发出勇气 彻底成为真正的战士 所谓人人如龙 并不一定是指实力 更是对人族精神的概括 一个真正的人族 面对再可怕的一族 也不应该有丝毫畏惧 这才是真正的人人如龙 诸位随我来 宋白一声呼喊 万众人族跟随 眼中没有一丝 畏惧之色 即使死 也要扯下食人魔身上的 一块肉 还没走几步 两三个 近来探查的食人魔 已经发现了他们 眼中带着惊疑的神色 收到食人魔影帝的 求救信号后 他们是第一批赶到的援军 然而这里没有任何声息 连一项嬉闹的食人魔小孩 都不见了 诡异异常 结果 现在这些人族奴隶 也不知道 为什么被放了出来 更让他们疑惑的是 一项胆怯懦弱的人族 现在竟然敢拿个木头废铁 就敢当作武器 向他们冲过来 疯了吗 三个食人魔心中 不免生起淡淡的疑惑 但还莫等他们想清楚 最前面的宋白 踏前一步 胳膊向前伸出 右手瞬间凝聚鳞片 形成龙肘 出手如闪电般迅速 拧断一个食人魔的脖梗 嘎嘣 一声骨头脆响 鲜血剑在他们的脸上 让他们一脸猛逼 什么时候 普通人族也能这么强了 然而他们注定 得不到答案了 下一刻 宋白手中长刀挥舞 他们下意识用手遮挡 却被两三刀砍死 兄弟们 随我冲 宋白大吼一声 声音震撤四周 冲 看到宋白如此勇猛 人族振奋异常 挥舞起简陋的武器 随着宋白冲出山洞 刚出洞口 就看到 一百多食人 魔举着狼牙棒 将这里齐齐围住 眼中闪着愤恨的红光 这些小小的蝼蚁 被他们 视作食物的存在 也胆敢肆意屠杀食人魔 甚至连他们的孩子 也不放过 简直该死 这些怪物中间 一个相对瘦弱的食人魔 缓缓走出 他头上戴着王冠 看上去十分威严 眼中却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领主宋白 你居然能将废物的人族 训练到这种程度 果然不错 他这句话一出口 宋白当即有些吃惊 这个食人魔大王 竟然也拥有领主系统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不是陶善 为了舞蹈大会 所亲自挑选的 异世界空间吗 种种疑惑 浮现他的心头 不过并没有说出口 这个食人魔大王 笑了一下 道 现在这种形式 咱俩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不知道 人族领主的味道 和普通人类 有什么区别 他仿佛想起了 什么美味 兴奋道 我倒是想要尝试一下 话语之间 俨然已经将宋白 当成了盘中之餐 丝毫没有将它放在眼里 宋白冷冷道 只有你们这些恶心的怪物 才会什么都敢吃 老子既然在这里 就不怕你肮脏的臭嘴 来战吧 今天不把你的脑袋 拧下来 就不算我赢 好小子 有胆破 食人魔大王不怒反笑 不过是强装镇定罢了 杀他一刀足矣 大王实力高强 无人能敌 要我看 对面这小子 最多四节修为 我也能将他打死 那可未必 咱们这么多食人魔都 被他杀了 可见也是有些本事的 我的孩子全都死了 等大王将他杀了 我一定要吃他肉和他血 把他做成小点线 卧槽 你可不要和我抢肉吃 对面的食人魔议论纷纷 但都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这个宋白 绝对不可能是大王的对手 记得在不久前 食人魔大王 以一己之力 便将五名五阶 食人魔尽数打倒 就连族群中 颇为崇拜的食人魔长老 也承认自己 不是他的对手 可见食人魔大王的实力 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他们 有极大的信心 就等着大王 打败对面的人族 大家可以饱餐一顿 反观三千多的人类 就没有这么淡定了 他们也是在绝境之下 被宋白刺激后 产生的勇气 但现在遇到食人魔之后 逐渐冷静下来 心头渐渐泛起绝望 即使是他们当中的最强者 宋白 也打不过这个食人魔大王啊 更别说他们自己 也都只是普通的人族 面对这些可怕的食人魔 别说与他们大战一场了 就算所有人一起上 大概率也杀不了 一个食人魔 最终的结果 很可能是全军覆灭 最后成为食人魔的食物 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即使拼上性命 也不会有结果 但人族 虽然有些泄气 还是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没有一个人逃避 正如宋白所说 逃跑是没有用的 即使能跑得一时 到最后还是被食人魔抓住 被当作奴隶随意折磨 还是不免死亡的下场 同样是死 还不如像个真正的勇士 战斗一场 每个人眼中都燃起不屈 慢慢接近对面 可怕的食人魔 只等宋白战斗结束 便冲上去搏杀 宋大人威武 我等必死战回报大人 不能让食人魔看扁我们 人族人人如荣 人们争先怒吼着支持宋白 他们紧咬着牙 额头清清显露 声浪排山倒海 一时间竟然压过了 对面猖獗的食人魔 人人如龙 食人魔大王的眼中 露出一丝嘲弄 若真是人人如龙 那人族怎么会被欺压数百年 甚至千年之久 还不是他们断了传承 没有强大的实力 单凭这一腔热血 就以为能战胜 伟大的食人魔一族 怎么可能 食人魔大王觉得他们简直疯了 有在这盲目战斗的时间 还不如赶快逃跑 能火一个是一个 这种方法 才是延续种族的最佳选择 大王 小心 正在他沉思之际 食人魔长老忽然大吼一声 提醒道 他这才抬起头 好家伙 这宋白竟然趁他不注意 身形如闪电般纵约而来 在这短短时间内 宋白已经近在眼前 手中钢刀狠狠屁下 无能鼠背 胆敢偷袭 食人魔大王怒吼一声 又长如钢铁铸成般 一把抓住钢刀 而后狠狠一握 当即将其捏碎 可惜 宋白暗叹一声 回身闪避 躲开了食人魔大王回来的右掌 他本想凭借这个时机 一举将这个怪物斩杀 可惜他错过了钢刀的硬度 即使是依附 上大部分金元素 但钢刀本身的材质 还是显得有些脆弱了 以至于 连食人魔的一掌之力 都抵抗不住 而食人魔大王赶到 握紧钢刀的右手 如今阵阵升腾 目光中不禁露出了谨慎的神色 这人族用的什么手段 竟然将原本极为普通的钢刀 强化到这种程度 渐渐长出鳞片 瞬间凝聚成火红的龙爪 散逸着点点星火 旋即双腿一蹬 整个人如同狂蜂般急迟 所过之处尘土翻腾 热气弥留不散 既然钢刀打破不了防御 那么他凭借肉身凝聚出的龙爪 亲手将这个食人魔大王杀死 砰砰砰 一阵飞快的拳影击打而来 空气周围不断发出爆炸声 连一些尚有些实力的食人魔都 纷纷退避 人类更是不堪 要不是被周围的伙伴拉着 几个年轻人都差点被卷入其中 五阶巅峰实力的顶级强者之战 一旦卷入其中 后果可想而知 但即使这些平民如此狼狈 他们还是极为兴奋 眼中闪烁着点点亮光 没想到 这位宋大人年纪轻轻 竟然有如此实力 连五阶巅峰的食人魔大王 都只能和他战成平手 这岂不是说 他们也有机会活下来 一时间 平民们眼神灼灼 为宋白加油的声音愈发高涨 宋大人威武 快快斩杀这个怪物 宋大人小心 他这一招是虚张声势 真正的杀招在右手啊 攻他下三路 食人魔脚步不稳 很容易趴下 人们不禁激动起来 看到精彩处 急得不停跺脚 恨不得代替宋白 跟食人魔大王一战 但他们这些话太不靠谱 另外一些人 为了不干扰宋白 纷纷阻止 你们可闭嘴吧 区区一阶实力 也敢指导五阶高手作战 疯了不成 宋大人 为咱们浴血奋战 就不要给他添乱 让他分心好吗 哎 小六子 你要干什么去 别拦我 食人魔太嚣张了 我要打十个 你还没到一阶啊 快拦人啊 快拦住他 五波 人们越发振奋 正在战斗的食人魔大王 却泪得气喘吁吁 他根本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的人类小子 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怪力 让他一个 以力量见长的食人魔种族 都有些难以抵挡 更可惜的是 这小子还不时放出一些 带有神魂之力的月亮 向他发动攻击 要不是 他早年获得了一个 能够抵挡神魂攻击的宝物 只怕现在 早已被此人得手 就此惨败了 即使如此 他还是累得气喘吁吁 只能勉强抵挡 人类小子 咱们就此罢手如何 你尽管带着你的族人走 我保证食人魔不会阻拦 以后 也不会找你们麻烦 他急忙挡开攻击 快速说道 不好意思 战争已经开始了 就不会轻易停下 宋白摇摇头 手中龙爪不停挥舞 一个闪身过后 在食人魔大 王朔大肥胖的身体上 留下了几道 极为恐怖的血痕 在这血痕周围 不停有火焰缭绕伤口 侵蚀血肉 让伤口 如同撒盐般更加疼痛 这是恶魔血脉 带来的天赋 让他原本普通的火焰 变化成地狱炎炎 能够轻易侵蚀任何东西 一时间 食人魔大 王痛苦大叫 却苦于宋白的攻势 愈发快速 让他更加速度实力 看到食人魔大王的处境危急 也毫不变色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这几个食人魔 很快冲了过去 宋白毫不畏惧 龙爪不停带过 身形鬼魅般穿梭其中 只留下一道带有火焰的残影 死 一声怒吓 宋白身形一闪 抓起一个食人魔的脖梗 狠狠一捏 旋即血肉爆裂 这个食人魔还在挣扎 便被抓爆了脖梗 他可不得脑袋 重重跌在尘埃中 毫无声息 找死 宋白身后的食人魔 双眼通红 这个被杀的食人魔 是他亲哥哥 怎能让他不愤怒 他举起手中 带着尖刺的狼牙棒 狠狠劈向宋白的后背 这根狼牙棒尖刺闪烁 极为沉重 就算是五阶高手挨了一下 也得吐血受到重伤 碰 然而当狼牙棒挥中 宋白的后背时 一股嗡嗡声响起 巨大的反振之力 带着食人魔跌落在地 他迅速站起身 脸上带着残忍的笑意 却在我手中不堪一击 等回到食人魔营地的时候 同伴们该怎么看我 他洋洋得意地想 小心 背后传来怒吼 是食人魔提醒的声音 小心 小心什么 这个食人魔疑惑地想 下一刻 愤怒地咆哮冲天起 极为炽热的温度 从背后传来 还没等他回头 地狱火焰伴随着龙威 如同洪流般铺天盖地 将他瞬间吞噬 宋白收回手 略有些气喘 但他还是满意地看看 手掌中的一团火焰 地狱炎火和龙威结合起来的火焰 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这也是因为他通过 全能者天赋 同时拥有两种血统 才能使用出这种强大的招式 可以说 他的能力 是独一无二的 是我低估你了 没想到你 居然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食人魔大王死死盯着他 眼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神情 同样是拥有领主系统的竞争者 他还拥有极为强大的食人魔种族 却仍然不是这个人类的对手 难道说 人族传承中 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 想到这 他不仅有些后悔 早知道当初选择人类血统 来参加这次挑战就好了 而对面的宋白 正在一步一步走来 其实他心中也有很多疑惑 比如 这个异世界空间的来源 比如周边势力的分布等等 都是他极为迫切想知道的东西 但他还是没有问 因为此刻最为紧要的事情 是杀死这个食人魔大王 宜将圣勇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自己绝对不会 给敌人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 人族无敌 宋大人无敌 杀了他 为人族报仇 刚刚冲上去的五阶食人魔强者 几乎是在瞬息之间 就被宋白全部杀死 而食人魔大王 也丝毫不是对手 如今他全身力量浩劫 只能倒在地上 眼睁睁看着宋白提起笼爪 一步步走来 人们情绪十分激动 纷纷怒吼 迫不及待见证 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一向强大凶悍的食人魔 将人族当作食物一般 肆无忌惮的屠杀吞噬 但如今风水轮流转 因为宋白的出现 这些食人魔竟只能瑟瑟发抖 等待着人族的屠戮 这怎能让他们不激动 一时间 人们眼中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食人魔又如何 在宋白的手下 还不是如同丧家之犬 毫无还手之力 人人如龙 不是句空话 食人魔大王的脸色 却变得阴沉无比 没想到自己拼搏许久 才建立起如今这个强大的食人魔势力 却在宋白的恭喜面前 一切转眼间化为云烟 这让他不能接受 长老 还不快救我 难道 你想亲眼看我死 他不禁大吼一声 这话一出 剩下一百多名食人魔 也望向长老 等待着他的命令 而此刻 食人魔长老仍然没有丝毫动作 不仅如此 他眼神漠然 似乎食人魔大王的死 与他无关 只要你救了我 我便告诉你那处地点 从此收益五五分 如何 在这种危机关头 食人魔大王也不禁咬咬牙 说出了这一番话 没想到 平时老是敦厚的食人魔长老 在危难之际 竟会如此阴险 居然任由自己被杀 丝毫不顾死活 可恶 知人知面不知心 食人魔大王 只恨自己 食人不明 不得已 他只得说出这一番话 在他看来 许出如此大的利益 长老定然会付出一切 就太于危难 那里面的东西 我要全部 长老摇摇头 淡淡的 什么 全部 老家伙 你当真是贪心啊 好 我答应你 不过目前还是先把我救下来 食人魔大王咬咬牙 思索良久 最终还是答应了 就这样 谈好了利益分配 根本没将我放在眼里 宋白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 这两人简直幼稚 如果不能打败自己 那谈论什么 都是枉然 不仅如此 他们的性命 还要留在这里 死 宋白一声怒吼 如闪电般冲上去 任由食人魔大王 急速逃走 在他眼里 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 早晚得死 你真以为你能掌控一切吗 食人魔长老淡淡一笑 丝毫不以为意 有时候 你自以为天下无敌 也不过要受到世俗的束缚罢了 我看你做如何选择 说完这话 食人魔长老脸色阴沉 却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 如何选择 不好 宋白看着他胜券在握的表情 瞬间意识到不对 自家军师定下计谋后 每次也是露出这种神情 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束缚 选择 要说自己有什么弱点的话 那一定是 人族 回想起种种可能 宋白不禁起了一身冷汗 这食人魔长老 居然歹毒如斯 杀 一个也不能放过 我要挖开你的头盖骨 当完屎 随着食人魔长老 不断默念咒语 一百多食人魔被瞬间移动 直接传送到人群中间 他们脑袋还晕乎乎的 但看到三千多人族时 狂笑着冲过去 仿佛眼前这些人族 不是敌人 而是一块块美味的食物 兄弟们 跟他们拼了 杀呀 我人族人人如龙 我要打十个 老婆 我要为人族献身了 等我死了你就 三千多人族毫不畏惧 他们抓起手中 简陋的武器 同样勇敢地迎接上去 即使他们实力微弱 看到如小山般 高大的食人魔 心中还是忍不住发展 但他们仍然没有畏惧 人人如龙 即使敌众我寡 也要拼死战斗到最后 看到这幅场景 宋白的脸色 也瞬间阴沉下去 这是在逼他做出选择 如果他不顾人族的伤亡 去击杀食人族大王 那么恐怕 这些人族 在凶恶的食人魔手底下 能活下来的实不存异 但如果他回去增援 这个食人魔大王 就很容易逃走 一旦让他 摸清自己的底细 恐怕后患无穷 两种选择 就在他一念间 你果然有些手段 可就凭你这一点拙劣手段 以为下次遇到我 还有逃走的机会吗 宋白咬牙切齿 随后不顾眼前的敌人 飞快前往人族方向 他要救三千多的人族同胞 哈哈哈哈 等你下次遇到我再说吧 食人魔大王 十分猖狂笑道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快走 这时 食人魔长老如鬼魅般 来到他面前 瘦如枯爪的手 捏住他手腕 什么 食人魔大王有些不解 怎么这么着急 那不是还有一百多食人魔 愚蠢 你以为能拦住他多久 话还未说完 就被食人魔长老 狠狠打断 你和那个人类 交手这么长时间 还不明白他的实力吗 我用整个人族的性命 去威胁他 这个人类 此时已经彻底疯狂了 一旦让他抓住机会 解决了阻碍 咱们的下场 绝对无比凄惨 快走 说吧 食人魔长老连忙 纵起身法 一阵黑烟散腾 转眼不见踪影 而食人魔大王看到 这般场景 脸上阴晴不定 随后咬咬牙 留下一句狠话 快速逃离此地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让你付出代价 对于这句威胁 宋白没有丝毫注意 他只是不停地 加快速度 快 再快 眼看着一个人族 被食人魔掀翻在地 旋即将他锤到 不知死活 宋白的心 就疼得如同刀绞 若不是他遗漏了 敌人的算计 怎么会让人族同胞 受到如此损伤 快跑啊 快跑 他怒吼着 但面对数倍强于 自身的敌人 人族非但没有退却 反而还举起 简陋武器 试图以自身血肉之躯 迎战食人魔 该死的怪物 来啊 老子脑壳硬 你看看 你能不能肯动 死 死 给老子死 人们前仆后继 接连冲锋 无视食人魔凶悍的攻击 反而还在拼死搏斗中 将一个食人魔掀翻在地 杀 无数人族见此大喜 在被食人魔 随手一挥扫飞树人后 仍然举着简陋武器 刺中这个食人魔的尸体 一次 两次 三次 地上的食人魔气息 渐渐衰弱 几秒钟后 这个食人魔 终于躺倒在地 彻底失去了声息 人群中 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欢呼 无比振奋 食人魔 并非不可战胜 然而越来越多的食人魔冲来 脸上露出猙獰的表情 对着这些人族挥下屠刀 完了 面对一个食人魔 人族们 还能发挥数量优势 将其打倒杀死 但面对数以百计的食人魔 他们根本不可能战胜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不禁流露出 绝望之色 难道人族注定灭亡 注定不能抵抗食人魔 找死 就在食人魔手中 武器的阴影将要降下的时候 一道人影忽然闪过 擦 一声轻响 一抹红色鲜血飘逸 砰 食人魔尸体倒地的声音 天地之间 一道人影猛然膨胀 双翼展开 巨大的龙翼招摇 龙溪喷吐 红色火焰在空气中 凭空燃烧 火龙身躯遮天蔽日 巨龙咆哮 龙爪带起的火焰 四处飞扬 食人魔们 都有些色缩 身体微微颤抖 不明白 原本孱弱的人类中 怎么出现了一个 如此恐怖的怪物 感受到空中 无处不在的威压 简直如同 末日降临般 将要收割他们的生命 好 一口龙溪喷吐 带着腐蚀性的地狱炎火喷 向食人魔群中 狠狠炸裂 七八个食人魔暗嚎着 身上的痛苦 让他们 如同在地狱般 无比煎熬 不管怎样都难以扑灭身体的火焰 渐渐的 这些食人魔 没了声息 无力地倒在地上 而他的同伴们 却赫然发现 火焰仍在他们的身体上 不断燃烧 过了几瞬 锡才消失不见 而原本燃烧着的食人魔尸体 现在却毫无踪迷 原地 只剩下了几块燃烧的焦炭 宋白一口龙溪 居然如此恐怖 逃啊 怪物来了 什么怪物 这是龙 咱们不要怕 我魔兵有办法 呃呀 一个有些见识 试图解释的食人魔 却受到一口龙溪喷吐 在原地不断惨叫 化为焦炭 快逃 大王呢 长老呢 不是他用法术 将咱们挪过来的吗 刚才就没见到 估计早就逃走了 该死的 他不配称为大王 简直是个小人 食人魔们越发沮丧 连带领他们的大王 和长老都逃走了 这场战争 还有什么意义 投降了 我不打了 别杀我 我刚才根本没杀人啊 尊贵的人族大王 您别看 我叫食人魔 我都没吃过人肉 在龙溪喷吐下 勉强幸存下来的食人魔 此刻 纷纷蹲下投降 显得极为滑稽 不要放过他们 誓死与食人魔战斗到底 血债血偿 三千多人族 愣是在食人魔的攻击下 死了快一千人 可谓损失惨重 但他们 仍然坚持到 宋白的救援到来 人族绝不投降 但同样 人族也不会轻易 淡忘血仇 刚才就是这些食人魔 杀了近千个人族同胞 怎么可能原谅 血债血偿 但宋白 却收回龙意 得救了 食人魔相互对视一眼 心中有些欣喜 看来 他们还是有些作用的 食人魔族的强大战士 是任何势力 都极为垂涎的存在 更别说 这些孱弱的人族了 想到这些 他们的眼神 也不禁变得高傲起来 你们的首领 都这般尊敬我们 更别说 你们这些普通人族了 两千多人 连个二阶强者都没有 真是垃圾 活该被当作食物 一时间 他们还做出各种 侮辱性的手势 对人族表示不屑 该死的食人魔 宋大人 请将他们彻底杀死 留下 一定会后患无穷 两千余人族着急了 纷纷劝谏 我当然要杀死他们 宋白淡淡一笑道 什么 食人魔听见这话 一脸猛逼 不是要放过我们吗 怎么转眼之间 又要杀我们 说个食人魔 偷偷转身 准备纵奔而逃 但是 晚了 一道强大的神魂之力 瞬间将他们禁锢 让他们动弹不得 同时 又一股充满着 死祭之气的力量 充斥其中 让他们感到脑子 如同被刀绞般痛苦 快杀了我 求你了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别让我活着 我要疯了 食人魔们身体 不停抽搐 强烈的痛苦 让他们连惨叫都发不出来 对于这幅凄惨的景象 众人都到稀凉气 只感到头皮发麻 根本看不下去 宋白却丝毫不为所动 对于他来说 这些怪物 沾满了人族的鲜血 让这些食人魔活着 也太善待他们了 如今 宋白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用亡灵法术的恶毒手段 将他们强行做成僵尸 让这些食人魔们 感受生灵 转化为亡灵的可怕痛苦 这也太残忍了吧 看着都疼啊 还好被恋化的不是我 不然我化成恶鬼 也不会放过宋大人 说什么胡话呢 食人魔和我人族 有着血海深仇 无论怎样对待 他们都不为过 众人议论纷纷 但都有些赞同宋白的做法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更何况这些怪物 在不久之前 还是将人族 当作食物的残忍存在 敌人不值得同情 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一直在不断哀嚎的食人魔 终于是停歇下来 一个个身体 变得轻子 随着宋白的神魂之力 不断灌入下 这些食人魔员 本肥胖的身躯 逐渐缩小 但变得更为坚硬 原本强悍的防御力 在宋白的炼化下 也重新到达了 一个更高的程度 好 哇 随着一声声吼叫 一百二十个巨人僵尸 从空中跌落 而后站起来 瞳孔瞬间变得血红 试验一下威劣 宋白心念一动 一口龙溪喷吐 紧接着巨人僵尸 不闪不闭 迎接而上 嘶嘶 片刻之后 这具僵尸浑身焦黑 隐约可见一些伤口裂开 但没流出丝毫血液 防御力这么高了 我记得当前那些食人魔 连一口龙溪都撑不住 直接成焦炭了 是啊 如此说来 这些食人魔 居然比生前还强大 宋大人的炼化之法 竟然如此厉害吗 我也想 打住 你有什么危险想法 不错 宋白则是满意的点点头 他刚才也是临时起义 才决定用龙溪测试一下 这些巨人僵尸的防御力 却没想到 居然给他带来了一个 意外惊喜 既然将这些僵尸 尽数炼化 接下来 就该带着两千多人族回去了 人族同胞们 我们回家 宋白振臂一呼 什么 我们还有家 难道宋大人有自己的领爹 太好了呜 有大人的保护 能好好过日子了 众人都十分惊喜 随后爆发出了一阵 极为热烈的呼喊 宋白万岁 人族无敌 人人如龙 看到这番景象 宋白也不禁流露出一丝笑意 走 众人走了两个时辰 一路上走来 原本危险重重的道路上 今天居然罕见的 没有出现任何危险 对此人们又是一阵赞叹 有人将这归于人族 即将复兴的征兆 更多的人却默默想起了人族的英雄 宋白 又走了一段时间 前面隐隐出现了一排木墙 虽然看上去比较简陋 但一柄柄长枪架起 让人不敢忽视其危险 到了 宋白停下脚步 刘契德看到这排建筑 惊喜到 主公的心领地 树林眼印 塔楼耸立 戒备森严啊 这两千多人族顿时有些许慌乱 毕竟流浪惯了 难免带着一些戒备之心 主公 您终于来了 呜呜 从村落中走来 身后跟着庶民战士 我就知道主公 您神勇无敌 连十人魔都不是对手 他趴扶在宋白脚下 居然喜极而泣 哭了出来 是托尔 这么能舔 刘契德紧觉得想 他本以为自己 就算不要脸的了 没想到 这个胳膊领 比他更没底线 地位不保啊 旋即 他也趴在宋白脚下 大声嚎叫 主公呜呜 我刘契德保护不力 让您受苦了 什么 还有竞争对手 托尔也在心里想 身后 数千名人族 在风中凌乱 你们两个 真是够了 谁再多说一句话 在城门口 裸奔三日 宋白立声道 下一刻 两人立即穿戴整齐 面容严肃 刚才的跪舔画面 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 毕竟 让他们四五十岁的 老年人裸奔 谁也受不了啊 好了 给咱们的人族同胞 留出住所 分配粮食 有这么多人族 平民安全归来 旁边的刘契德 放声大笑 我说这个什么托尔 你也太看不起 咱们主公了吧 什么 托尔有些疑惑 能从最强大的 食人魔部落逃出 还带回了两千多人口 这已经算是 极其厉害了吧 难道 托尔摸摸光溜溜的脑袋 看着不停大笑的 刘契德 一脸疑惑 出来吧 宋白也是无奈笑笑 既然这个下属 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实力 那就证明给他看 下一刻 在托尔迷茫的眼神中 一百二十个巨人僵尸 从人群中鱼贯而出 这是 托尔瞪大了眼睛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 眼前出现的一切 只感到嘴里发干 这 这 他的声音逐渐颤抖 不停重复这一句话 不能怪他太过激动 实在是眼前的场景 彻底超出了他的预料 一百二十个巨人僵尸 那岂不是说 无比强大的食人魔 其整个族群 都被送白杀得一干二净 这些食人魔 是主公 以一己之力练化而成的 一招之内 无人可挡 要不是主公为了救这些平民 那食人魔大王和长老 恐怕也绝对逃不掉 如此恐怖的实力 托尔感到口干舌燥 眼神一向送白 满面呆滞 好了 不要说这些了 送白笑了一下 这些实在不是什么 值得夸耀的战绩 只不过 是他恢复实力之后 一些正常的操作罢了 机操 物流 托尔 我不在的这些时间 领地内有什么变化没 送白问道 他是个很实际的人 既然回到领地内 自然需要将其发展起来 这是人族复兴的根本 更何况 他现在并没有一个军师 来出谋划策 让他无忧无虑地外出征战 送白某某口袋中的锦囊 不由地想起了他的军师李明道 那个白发苍苍 总是勾楼着腰的老头 每次都富有谋略 帮他解决困难 而如今 得靠自己了 主公 现在领地内没有什么事情 百姓们都相安无事 士兵的训练 也在一直进行着 只是 说到这里 托尔顿了顿 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 只是 咱们领地内粮食不多了 只够村民们半年之用 而如今 又来了两千多人 只怕剩余的存粮 不够三月之需 咬了咬牙 托尔还是把话说出来了 是我无能 请求主公责罚 宋白皱皱眉头 他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只是没想到 粮食竟然消耗得这么快 不过这件事 也不能怪罪托尔 毕竟粮食就这么多 托尔也不能凭空变出来 现在是否有耕田 大概有多久成熟 禀告主公 咱们现在种植了两千多亩地 已经拨下种子 但要等它完全长成 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 托尔为难道 带我过去看看 是 主公 宋白三人 很快到了农田所在的位置 这是一片黑黄的广阔土地 点点绿意 从土地中冒出 散发着一丝生机 领主大人来了 孩子看着 这位就是咱们的领主大人 是他救了你爹娘的命 也是他养活了咱们 大人好年轻 好帅啊 说什么呢 大人我给你磕头了 能不能告诉我 保养皮肤的方法 一些农人 纷纷停下动作 像宋白热烈的挥手致意 农田内外 一片热闹的景象 人族同胞们 你们辛苦了 现在请你们先出来 休息一下 我另有安排 在几个士兵的引领下 农人们纷纷从田地里走出 即使有些农活 还没干完的农人 也在劝阻后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短短时间内 士兵迅速搭起一个凉棚 让农人在里面休息 喝水 而宋白却顶着烈日 放眼看向广阔的农田 眼睛微微眯起 领主大人 这是在干什么呢 难道 他也懂重点 一个老农疑惑道 可别说了 重地有什么难呢 看热闹的年轻人 不屑道 结果这话一出口 纷纷遭到众人回怼 你懂什么 播种 茶秧 耕地 这些你都会吗 恐怕和苗 和草豆分不清嘛 不亲自体验一番 永远不知道 老农的艰辛 这时 天地间狂风大作 宋白张开手臂 默默感受 周围散发出的浓浓生机 下一刻 脑海中神魂之力 散发开来 充一整片农田 万物复苏之力 这是宋白 在杀死白莲教反贼时 获得的强大法术 他能够催动植物生长 让稻谷快速成熟 刹那间 所有带着点点绿意的土地上 迅速成长出 一颗颗掌合 快看 稻谷长出来了 这 法术竟然如此神奇 这岂不是说 咱们以后 都不缺粮食吃了 不可能 如此强大的法术 必然有一定的限制 众人议论纷纷 而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原本翠绿的稻谷 慢慢变得金黄 而后稻谷垂落 金黄的稻碎垂下 是粮食 在场中人 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有不少老农 甚至跪在地上 忍不住哭泣出声 粮食啊 这么多的粮食 离食人魔营地 不远的森林里 树木丛生 一群小鸟经过 显得格外和睦 这时 从虚空中 忽然伸出一只枯黄的手 一把抓住落在最后的小鸟 嘎 嘎 小鸟翅膀扑腾 羽毛飘飞 却始终摆脱不了 这只手掌 而后 在食人魔大王厌恶的神色中 食人魔掌老嘴角 露出一抹微笑 毫不在乎地 将小鸟塞进嘴里 嘎巴打巴嚼起来 肌肉喂 嘎崩脆 香 食人魔大王转身不看 即使他已经化身成 许久的食人魔 和人类身份 几乎告别关系 可还是忍受不了 这种原始的进食方式 觉得恶心 食人魔掌老怪笑一声 可你就不想想 要不是我 你能活着出来 我早就看出你这小子不对 生活习惯 处处都和我们不一样 要不是你实力提升太快 我早就找机会杀你了 废话少说 你那些装备 是哪里来的 快告诉我 说话之间 目光中流露出 贪婪的神色 显然 对于食人魔大王手中 那些能快速提升实力的装备 他还是极为垂涎的 跟我来 食人魔大王阴沉着脸 他实力本来略强于这个长老 但如今身受重伤 又担心 食人魔掌老有什么后手 因此 即使此人对他百般凌辱 也只得忍了下去 两人走了三四个时辰 中间区区绕绕的道路数不胜数 时间久了 食人魔掌老都有些不耐烦了 臭小子 你是在故意绕路 这他娘的都走了四个时辰了 天都黑了 你要是存心耍弄我 长老我不介意 用些手段 食人魔掌老语气 有些不善 快到了快到了 食人魔大王一忍再忍 他转身拨开丛林 向左边一绕 短短时间内 迅速消失了踪影 小子消走 食人魔掌老在后面大叫 他连忙追随而去 生怕这小子跑了 自己就找不到宝藏了 谁知刚拐弯进去 就看到了食人魔大王 掌老正想说话 眼前却出现了一副奇异的景象 整个人顿时说不出话来 只见眼前 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方圆好似有数十里 周边树木惺惺向荣 可这个黑洞中 却寂静无声 让人感觉十分死寂 这 这是 食人魔掌老呆呆地 看着这个黑洞 他活了足有数百年 面对这种奇异之地 却从来没有见过 神魂之力探入其中 想要查探个究竟 但下一刻 一股极为强悍的吸力 瞬间将他的力量 吸入其中 不见丝毫踪影 不仅如此 这股吸附之力 好像并不满足 还顺着神魂之力的联系 试图向长老脑海中 清洗而去 食人魔掌老连忙 掐断了联系 脸上露出一丝冷汗 他能感受到 那股吸附力是多么诡异 一旦将它吸附住 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 转念一想 他抬手一抹黑光 从空中射取一个小鸟 而后残忍地掰断他的翅膀 任由其哀鸣惨叫 随后将小鸟一把扔进黑洞中 瞬时之间 小鸟在黑洞中消失 仿佛从没出现过 食人魔掌老却看得比较清楚 就在这一刻 黑洞中的吸附力 如同触手般 瞬间将其拉入黑洞内 速度之快 用肉眼都无法分辨 只能通过神魂之力 才能稍微感受到一些异动 怎么样 老头儿 我没骗你吧 这时 食人魔大王走过来说道 倒也是有些神奇 长老冷笑一声 不过 你所说的神奇装备 又在何处 在这里我只看到危险 如果没有收获 长老的语气顿了顿 我不介意 将你扔在这黑洞里 感受一下 当然 每个月的十五日晚上 这里就会有 神奇装备出现 不过大多数都比较残缺 并没有什么作用 食人魔大王又道 我就是喝了 其中的一瓶液体 半天便提出了体质 成为最强大的食人魔 说话之间 脸上带着狂热的神色 最强的食人魔 还轮不到你 长老讽刺道 说话之间 眼神不时飘向黑洞 显然也是有所期待 两人待了半个时辰 太阳隐去 黑云泛起 一颗颗星星 在空中一闪一闪的 时间 长老想问一下 时间到了 还莫等他说完 食人魔大王便兴奋到 这时 有什么物品闪着光亮 从黑洞中 一跃而起 大约月出七八十米 物品便逐渐下降 只不过 速度非常慢 快 接住他 掉下去了 食人魔大王大叫 长老的呼吸有些急促 他慌忙伸出手掌 神魂之力凝聚 拼着快速消耗的风险 一把抓住了闪光物品 黑洞中的吸附力攀岩而上 眼看就要注入他的体内 长老咬着牙 在快要接触的最后一刻 当即切断联系 一把抓住手中物品 这是 他抬手一看 眼前的这个闪光物体 是一个茶壶 虽然看着较为普通 甚至有些简陋 长老却丝毫不敢小看 这里面的物品 必然带着一些神奇之处 更让他惊奇的是 手握着这茶壶五六刻后 脑海里顿时出现一些文字 将这茶壶的作用 说得一清二楚 以神魂为牢笼 困压天下一族 这么神奇 长老的手都有些颤抖 他对着空中的小鸟 默念一声 歇 瞬间 脑海中的神魂之力 消耗些许 小鸟瞬间被吸入其中 而在这同时 他也感受到 在这茶壶之中 隐约有一个小鸟的 色缩身影 只要他一年之间 这个小鸟 便可浑身暴力而死 一念可掌握生死 如此神奇 长老浑浊的眼中露出 不可置信的神情 更多的还是欣喜 这宝贝也太强了 而后 他抬起头 将目光看向 食人魔大王 大概半个时辰后 这里还会再出一个宝贝 到时候能不能拿到 就看你的本事了 食人魔大王 如同没有发现般 缓缓的 你能算到宝贝 什么时候出 难道不能算出来 你的死期吗 食人魔长老鹰测测道 哦 同为食人魔族 你要杀我 什么同族 且不说你来历不明 但就算你是我兄弟 我也不会放过你 食人魔长老举起茶壶 壶嘴已经对准了 食人魔大王 好吧 真是可惜 如果咱们食人魔能 像宋白他们那样 咱们未必不能称霸此事件 对了 你在杀我之前 最好看看你身后 可能有什么恐怖的怪物 食人魔大王道 想吓我 长老冷笑一声 就你这拙劣的演技 也能骗得了我 谁敢杀我 谁敢杀我 他发出一阵 猖狂的大笑 而后举起胡嘴 对准了食人魔大王 好 哇 就在这短短一瞬间 身后猛然冲出一个阴影 遮天蔽日的大嘴前身 一口将食人魔长老 吞入其中 长老甚至连一声惨叫 都没发出来 而这张黑色的恐怖大嘴 也在吞吃了长老之后 重新顿入黑洞之中 食人魔大王则一把抓住掉落的茶壶 连连击退 目光中流露出凶狠的神色 该死的老头子 提醒你都不听 活该被吃掉 你还以为你是宋白 像那个天之骄子一样 在任何绝境下 都能反击 太可笑了 说到宋白 食人魔大王 感到心都在颤抖 他早已将宋白 当成人生中的头号大敌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如何将其杀死 而现在 这个机会来了 他抓起茶壶 迎面走向黑洞 再有几刻钟 黑洞就会再次出现宝贝 他也将通过这些东西 获得足够的实力 卷土重来 人族领地 一处较为坚固的建筑中 宋白不停地来回踱步 丝毫不掩饰神色的焦虑 反正现在眼前 也只有刘契德和托儿两人 他也没有什么机会的 虽然我施展了万物复苏之术 但这些粮食 还是不够每天的消耗 根本不足以熬到收获之时 周边的大型猎物 也被扑杀得差不多了 粮食太过短缺 咱们必须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宋白点着手指道 主公 那个万物复苏之术 你还能再施展一次吗 刘契德试探着问 还没说完 便看到宋白缓缓摇头 对宋白来说 短时间内施展一次 已是极限 如果要冲破极限 再次施展 恐怕会对自身的神魂之力 产生损害 这种逆天之术 能不用 还是不用的好 狂风城建设多年 根基深厚 其中肯定有足够的存粮 只是很难获取啊 托尔提出了一个建议 玄疾便自己否决了 原因无他 统治狂风城的师族 挥下高手众多 传说甚至存在着 六阶高手 根本不能应来 试个办法 宋白尘思道 只可惜他高手太多 主公千万不要以千金之躯 去犯险 托尔急忙劝剑道 在他看来 师族势力远远强于十人魔族 更何况 还有人数众多的附庸种族 宋白如果执意要去 恐怕有去无回 师族势力我倒是不太怕 宋白沉吟道 为了一点粮食 师族的六阶高手 不会轻易出现 而五阶高手 即使来的再多 我宋白也不会怕他 宋白双拳一击 狠狠道 托尔听了 暗暗则舌 主公的火器 可真够大的呀 他却是不知道 获得了人族传承的宋白 此刻的实力 已经不可同日而遇 即使他现在只有四阶巅峰 却拥有越阶而战的实力 对抗庶民五阶强者 都轻而易举 不过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宋白双没道 十人魔大王和长老前逃 以他二人的实力 如果趁我走之后 偷袭领地 恐怕以你们的实力 抵挡不住 身到了那个时候 可就是得不偿失了 属下无能 刘继德和托尔 同时低头道 无妨 宋白随意道 他们本来就擅长内政 即使实力不济 如果麾下肖将张辽在此 他恐怕就不会如此纠结了 想了想 宋白的脑海里 忽然浮现一个身影 一个狂傲的青年 金发碧眼 如同狮子一般 有办法了 什么 托尔和刘继德 同时脱口而出 对于粮食短缺这件事 他们还是毫无头绪 但短短时间内 宋白却已经想好了 问题的解决办法 如此敏锐的思维能力 实在让人叹服 托尔 你派遣一个哥布林 给狂风城的五宴托句话 就说 咱们领地缺粮食了 让他送粮食来 宋白道 这 这能行吗 主公 咱们要不要给出一些条件 作为交换 托尔犹遇到 就这一句话 连一句区区的承诺都没有 谁会来送粮食啊 不必 宋白的眼神中 带着笃定的光芒 那五宴一定会带粮食来 咱们等着就好了 对于五宴这个人 他简直太了解了 在自己实力最低微的时候 五宴由于摸不清 具体情况都不敢动手 可见他是多么谨慎 或者说 胆小到了一定程度 对于这样的人 许什么承诺 反而更让他疑心 直接把需求说出来 才是最好的回复 这件事 就这么定下来了 宋白接着道 另外 我传下去的修炼之法 都普及到每一个人族子民了吗 从昨天到现在为止 有什么成效吗 宋白所传授的 正是他在十人魔淫地中 获取的人族传承 这不仅仅是 适用于他自身的修炼之法 同样 对整个人族族群 也是极有帮助 他凭借这个传承 不但摆脱此世界的智骨 一举恢复实力 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因此 他也极为期待这份传承 对他的人族子民有多少帮助 说到这个话题 刘契德便站出来汇报 眼中流露出兴奋的神色 主公 您传授的修炼之法 果然是极为神奇 从昨天到现在 5321个人类 除了几个经脉 坏死的老人外 全部都学会了这门传承 而这短短时间内 更是涌出了 一百余一阶强者 二十多名二阶强者 五名三阶强者 承蒙主公的恩惠 刘契德语气顿了顿 全身散发出极为强大的声势 引得周围狂风大作 我刘契德更是突破界限 达到了四阶实力 他本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猥琐老头 如今四阶实力再深 却显得意气风发 一股高手气派 托尔羡慕地看着他 这个原本极为弱小的老头 却在一夜之间 就达到了和自己同样的境界 如何让人不羡慕 但他也清楚 这是独属于人族的传承 根本不是哥布林族 所能拥有的 事实上 即使哥布林强行修炼 也会由于血脉不通的缘故 提升不了一点实力 实在是让整个领地里的哥布林 都有些沮丧 同时 他们也对人族 生起了一丝仰慕之情 而如今 食人魔大王潜逃到狂风城 提出与狮族合作 共抗强敌 见到一向是死对头的食人魔大王 如今如此狼狈 还要第三下四地向他们寻求合作 狮族也是极为谨慎 侦察兵企图找到这股势力 但五燕却很清楚 这股势力的主人 就是宋白 而如今 在各股势力都极为关注的时候 宋白却派遣使者 悄悄来到狂风城 让他运送些粮食 在这种局势下 宋白有求于自己 居然只是轻飘飘地提出一个要求 还没承诺有任何回报 不对 很不对 刚刚攻陷食人魔的人族营地 还俘获了众多的哥布林 怎么会缺粮食呢 五燕感觉 宋白一定有别的用意 他心思急转 转身看向眼前的哥布林 见他虽然个子矮小 却身材匀称 两眼炯炯有神 这位小弟 你平时的伙食怎么样 五燕收起了毒蛇般的眼神 看着眼前的哥布林 微笑问道 很好啊 小哥布林一脸茫然 但听到这个问题 还是很高兴地说道 我们现在每天都能吃饱 还有很多肉干呢 可比之前的生活好多了 他年纪小 很快忘记了家族中惨死的同类 只知道 现在在宋白的领地中 生活得很好 同时 对宋白也是极为狂热 因此 一听到有人问他领地中的情况 便赶紧将其渲染得非常美好 这样看来 他的领地根本不缺粮食 五燕沉思道 一刻钟后 我明白了 他猛然警醒 一拍桌子 大叫一声 在旁边等待的哥布林 都有些困了 被他这一觉 顿时吓得一个机灵 这一定是 宋白给我的考验 其实 你们领地根本不缺粮食 对吧 五燕笃定道 缺啊 要不缺粮食的话 领主大人怎么会派我来 像你要粮食呢 哥布林揉着心松的眼睛道 别骗我了 宋白其实有粮食 但他现在打算和师族开战 想让我作为内应 借粮食假 让我倒戈投降 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这等雕虫小技 也想骗过我五燕的眼睛 我早已经识破了 五燕一脸自信道 小哥布林慌了 他哪知道有这么多算计啊 连忙问道 那你还借不借啊 借 当然借 五燕微笑道 不仅如此 我还要给他一大批武器铠甲 而借出的粮食数量 更要翻倍 什么 小哥布林一脸震惊 这个人刚才还扣扣嗦嗦的 怎么现在这么大方了 行了 你出去了 东西我一会儿 会安排出城 到时候 你跟随他们走就是了 送走小哥布林 五燕柔柔眼睛 略微有些疲惫 他也是两手准备 一旦宋白攻陷了狂风城 那么他作为内应 非但不会有惩罚 估计还会有奖赏 而如果师族势力赢了 他也就多付出些粮草 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其实 他在狂风城过得并不好 进入此世界中 给他安排的身份 是师族和人族 生出的五家少爷 这个显赫的身份 本来让他极为兴奋 可时间一久他就发现 两族对他都不待见 师族觉得他是下剑的杂种 五家则觉得他是师族 安插进来的内奸 对他也是极为防备 在这种条件下 他得到的物资很多 可根本不能掌握兵权 甚至来提高实力的秘法 也没人向他亲近传授 这让他感到极为憋屈 现在宋白势力蒸蒸日上 还向他试探性地发来邀请 五燕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想到这儿 他从桌子上拿出一封书信 拆开来看 信是下喉列写的 他现在开始组织军队 准备会和五燕 共同对抗宋白 五燕看了一眼 右手伸展金色的锋刃 瞬间将其撕成碎片 他心里已经下定决心了 要报警宋白这条大腿 粮食来了 粮食来了 人族领地中 小哥布林坐在凉车上欢呼 停 我先看看 托尔带着几个哥布林 指住了这只一百多人的队伍 他一个翻身过去 随手划破一个麻袋 粮食如流水般从中流出 看上去有些诱人 托尔又划过几代 一一查看过后 回到宋白面前禀告 主公 是粮食 不仅如此 他看了看后面的粮车 估算了一下数量 这才有些吃惊到 似乎还整整多给了一倍的数量 这可完全缓解了咱们的粮食危机 此人真大方啊 宋白微微一笑 他虽不是什么绝顶聪明之人 可对这五燕的心理 绝对拿捏得死死的 此人虽看似狂傲 其实内心软弱无比 一旦面临强敌往往退却 不愿意得罪任何强者 并且 他还总有自己的想法 经常将简单的问题 想得极为复杂 总觉得别人做事都很有深意 还自以为看得很透彻 这样的人 对付起来很容易 只要以强势心理面对 便可将其压得死死的 如果他摸不清虚实 根本不敢动手 像之前偶遇五燕的时候 自己并没有恢复太多实力 那时 五燕和他距离极为接近 但此人根本没有下手的勇气 回过神来 宋白看向这数十辆梁车 神色略移症 托尔 你往后面看看 还有别的东西 说话之间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轻笑 没想到 这五燕虽然智商不怎么高 却挺会做人的 还给他留下一个惊喜 哦 还有东西 托尔兴奋到 他连忙跑到最后面 掀起车步 刀锋在麻袋上一划拉 只听噼里啪啦一声响 大堆武器掉落在地 武器 托尔惊喜道 他连忙抓起一把长刀 不顾危险 罩着胳膊就是一下 碰 一声脆响 长刀硬声断裂 但托尔的胳膊上 也露出了一道不浅的伤痕 要知道 他可是三阶巅峰强者 这长刀居然能对他造成伤害 可见这批装备 定然不是普通货色 最低也是金铁锁住 托尔惊喜地看向宋白 却见他表情淡然 似乎早就想到了一样 还是主公有魄力啊 托尔在心里感叹道 爆 正在此时 刘契德走过来 身后两名黑龙狂化轻卫 压接着一名极为狼狈的生物 只见他全身都是浓密的金色毛发 头很大 尖锐的獠牙外露 不时发出一声声嘀吼 看上去有些恐怖 甚至连周围看热闹的人类小孩 都被吓哭了 而他们的长辈 脸色也不是太好看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主公 最近咱们领地中 经常出现师族的侦察兵 本来咱们已经尽量隐蔽了 但这个师兵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居然误打误撞 找到了咱们这里 不得已 属下只好将其擒货 等待主公发落 刘契德禀告道 不错 咱们现在对狂风城的势力一无所知 现在找到了机会 正好调查一下具体情况 宋白道 刘契德有些郁闷 问过了 可这别独子什么都不肯说 好 你敢骂我 尊贵师族的荣誉不容亵渎 你们这些卑贱的人类 奴隶 快把我放了 师族的怒火 不是你们能够承受的 本有些安静的师兵 此刻发出一声声怒吼 看上去极为愤怒 太大声了 震到我了 宋白掏掏耳朵 随意道 掰指头 一个一个掰断 直到他说话为止 嘎嘣 话音刚落 刘契德早已抓住这个师兵毛茸茸的手掌 用力一掰 瞬间将其折断 啊 随着鼓断声响起 师族发出一声剧烈的怒吼 脸色都有些扭曲了 卑贱的人类 嘎嘣 又是一根手指断裂 无力的悬在手掌之间 看上去极为凄惨 我不会绕过 嘎嘣 嘎嘣 刘契德有些不耐烦了 单脆两个手指一起掰断 随后好似不过影视的 抓起师兵的另外一只手 又要掰开 别 我说 师兵连忙大喊 不骂人了 刘契德似笑非笑 不骂了 不骂了 师兵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嘎嘣 师兵都快哭了 你怎么还掰啊 怕你不愿意说 刘契德八字胡微微翘起 嘿嘿直乐 别介意 你不还有五个手指吗 师兵 好了 现在把你知道的东西全说出来 记住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如果你让我不满意 我随时杀你 你随时死 纵白不急不缓道 声音虽然平淡 但每个字都带着杀意 师兵不禁感到有些恐惧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他尸毛乱摇 慌乱道 我只是一个小兵 前几天 组长失怒下令 让我们找一个人组领殿 命令很急 要求我们五日内必须找到 并且还没让人组参与 因此我们找了许久 也没什么收获 师兵一口气说完 气喘吁吁 时间过了一刻 就这些 宋白还在仔细聆听着 没想到这师兵就不说话了 就这些 我一个小兵 也接触不到太多的秘密啊 师兵诚恳道 好 拖出去砍了 宋白道 话语之间 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他 浑厚的力道传来 让他根本不能反抗 冤枉啊 大王 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了 啊不对 我还有一个重要信息 还有一个 师兵眼看就要被杀了 吓得屁滚尿流 裤裆里一股难言的骚尾传来 有话说 不 我前几日在族场门口侍卫时 来了一个食人魔 和族长密谈许久 等族长出来的时候 就下达了 要寻找人族营地的命令 因此这个命令 一定和这个食人魔有关 食人魔 宋白妈撒下巴 细细思考 这个食人魔 该不会就是逃走的那两个吧 也不知是食人魔大王 还是长老 这个消息还是挺重要的 食人魔与师族素来有争端 如果他二人真的出现在师族中 情况可不太妙 这说明 食人魔大王二人 为了对抗宋白 有很大几率 会和师族合作 这无疑会对自己 造成很大的麻烦 明白了 宋白点点头 看向点头哈腰的士兵 你这个消息 确实是很重要 士兵连忙点头 眼神中带着渴望的神色 既然如此 那就砍了吧 士兵 哼 哈 人族领地 众多士兵排列训练 发出呼吓声 肃杀之气 在周围隐隐弥漫起来 宋白就在高台上看着 不时发出一道道指令 纠正士兵们的姿势 自从得到宋白传授的修炼之法后 人族实力与日俱增 甚至连一个普通人族小孩 都能轻松提起百经的重物 而眼前这些士兵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共有一千人 他们中实力最低的都是二阶 同时经过宋白的不断训练后 已经成为了一支特殊兵种 龙血轻步兵 装备轻型盔甲和武器 士气高涨 战斗经验较少 但整体实力较为强悍 同时还有一支数量为300人的斥后 全部由小哥布林组成 他们身材矮小 战斗力弱 但行动敏捷 非常适宜作为斥后使用 宋白给他们配备了带毒的吹剑 面对敌人时 也能起到一定的骚扰作用 哥布林带毒斥后 装备内甲 武器为带毒吹剑 士气高涨 战斗经验较少 整体实力较弱 但行动相当敏捷 特性 正在待命 面对强敌时 有一定几率逃跑 但重新集结速度相当快 除此以外 宋白抬头看向 正在周边 护卫的巨型僵尸 食人魔僵尸 128 由巨大的食人魔炼制而成 为披甲 武器为巨大粗木棍棒 防御力极其强悍 攻击产生剑射伤害 速度缓慢 攻击速度缓慢 不受致命伤害影响 不受士气影响 不受精神法术影响 除此之外 还有他在刚进入此世界中 选择的200名士兵 总共只有1600多人 实在不能算多 但宋白却很清楚 凭借这些士兵 虽然不足以称霸天下 却足以能够在狂风城周围立足 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了 原因无他 这些士兵本身实力都极为强悍 经过训练之后 更是个顶刻的精锐 时间到了 全体解散休息师范 宋白大略估计下时间 下达了命令 战士们默不作声 却同时收回武器 动作出奇的一致 而后 他们迈开步子 齐齐向用餐的方向走去 同时 面容也无比坚毅 唱出极为雄壮的歌声 起来 伟大的人族 要消灭一切一族恶势力 同他们做殊死斗争 消灭食人魔 消灭兽人族 让高贵的愤怒 向波浪翻滚 伟大人族轰轰烈烈 回击柜子手 回击暴虐的掠夺者 与吃人的野兽 进行人族的战争 神圣的战争 这是宋白 根据前世听过的歌 特意改编过来 为他们创作的 一支军队的凝聚力 有时候 就体现在一首歌上 他和刘继德 托尔等人同步并行 在队伍的前面 一块去用餐 作为一支军队的创建者 和士兵同吃同住 绝对能够极大的提升军心 大王 大王 身后传来呼喊声 宋白回过头 顺着喊声的来源看过去 原来是一个哥布林侍候 正气喘吁吁地向着跑来 这个哥布林他认识 名字叫雷奥 上次给午宴传递消息时 就是派他去的 是雷奥啊 有什么事慢慢说 不着急 雷奥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他雷奥是什么人 一个小小的哥布林 以前在族群里都不受待见 甚至连他父母 都对他漠不关心 而领主大人宋白 仅仅是见过他一次面 却轻易叫出了他的名字 雷奥心底有些感动 但他不敢当个正事 连忙道 领主大人 我今天负责在咱们领地的北面巡查 结果碰到了一个士兵 哦 士兵 宋白有些惊奇 士兵强壮凶猛 根本不是普通的哥布林能对付的 这雷奥居然能逃出来 倒是有几分手段 这时候 雷奥接着说起来 当时那士兵可凶了 拿着刀就要砍我 我心底很慌 想要逃回咱们领地里 可是我转念一想 如果逃回去 不就把咱们领地的位置暴露了吗 因此就一直向北跑 我心想 就算是死了 我也不能把咱们领地的位置泄露出去 雷奥坚定道 这么忠心 宋白暗暗心想 但看他的表情 倒也不像有假 但我实在跑得筋疲力尽了 又想起手里戴的有毒箭 就在他扑向我的时候 对着他来了一发 砰的一声响 那个有好几百斤的士兵 就倒在我面前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见 没想到这毒箭这么厉害 结果在这个时候 从北面来了一大堆乌泱泱的虎族军队 从东面来了一大堆失足的军队 雷奥还没说完 宋白已经能想到接下来的画面了 虎族和失足对峙 刚好两军面前 就有一个失足战士的尸体 这不得起冲突 就算是虎族解释说 不是自己杀的 那失足也不会相信啊 更何况 听说虎族性格暴力 别说解释了 当场大打一场 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现在他们还在吗 宋白沉思一刻 问道 这对于他来说 倒是个极为有利的消息 应该还在 雷奥想了想 道 好 雷奥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你这次可是立下大功了呀 宋白兴奋道 在雷奥的指引下 众人很快找到了地方 向北走七八十里的平原 硝烟阵阵 喊沙声震天 急到五兵跟我来 其余人原地待命 宋白吩咐道 说完话 他带人悄悄溜过去 两边厮杀声越发激烈 宋白眼力过人 隐隐间竟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黑衣黑甲 眼睛如毒蛇般狭长 带着不屑一切的神色 夏侯烈 狮虎之间的斗争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而且 他旁边那个黑虎 怎么也看着如此眼熟 好像是 夏侯烈的五阶坐骑 宋白的脸色 顿时变得极为古怪 这夏侯烈 似乎是凭借着坐骑的优势 硬生生拉拢出了一支虎族军队 如此看来 此人实力不怎么样 吃软饭的能力 可真是一绝啊 虎族战士各个奋勇当先 被刀剑砍中身体 也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在鲜血的刺激下 战斗得更加凶猛 师兵们仓促迎战 本来就有些不是对手 如今看到虎族战士 不顾生死的恐怖模样 不由地连连后退 局势不妙 师族组长 施怒挡开了一波攻势 面对夏侯烈 狠狠吐出一口血水 怒道 你们是什么来头 我自问没有得罪你们 可你们为何要侵犯我狂风成领地 我此次前来 只为找宋白寻仇 旁人一切与我无关 与你也毫无关系 对面的夏侯烈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懈的眼神 若不是 因为这些师兵会损耗他的实力 恐怕他都不会解释 直接将他们全军歼灭了 宋白 师怒咒没道 可是一个人族的小子 正是 你有他的消息 夏侯烈好奇道 得到回复后 师怒的情绪有些平定了 既然是在找那个人类 那么与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相反 有人想铲除这股不明势力 对他来说 反而是乐见其成的好事 据我所知 周围的食人魔势力 前几天突然遭到人族袭击 只有食人魔大王一个人逃了出现 现在还在我府上居住 如果我所料不差 这股人族势力 应该就存在你所说的那个宋白 但不知两位找他有何要事 若能告诉我 或许我也可帮助一二 师怒缓缓道 同时 他命令手下师兵停止攻击 向后方撤退 关你屁事 做好你的就行了 夏侯烈随口道 话语之间带着不屑 丝毫不顾师怒逐渐阴沉的脸色 在夏侯烈看来 在自己战尽优势的情况下 能下定命令撤兵 已经算是给他脸了 此刻 随着师兵的撤退 几个虎族还没有停手的意思 反而举起武器 对着撤退的师兵发起攻击 废物 有种来打我啊 这就撤退了 还狮子呢 我看你们就是个小猫咪 快回去吃奶去吧 虎族战士肆无忌惮地嘲讽着 而狮族士兵却忍气吞声 在组长的命令下不断撤退 看到眼前这一幕 狮怒眼中渐渐燃起怒火 公子 咱们是不应该随意开战 可我刚过来就看到 我们师族战士的尸体倒在这里 这件事 您总应该给个说法吧 师怒缓缓道 他作为狂风城的主宰 一向横行霸道 如同帝王一般 没有任何人敢忤逆他的命令 但今天面对这些 比他稍微强大些的虎族军队 一忍再忍 一退再退 可此人可曾给他一点面子 这让他极为愤怒 可作为狂风城城主 他还是有一些涵养的 因此在战斗结束之后 便将这个事情提出来 希望能得到对方的一些补偿 同时 也能让自己有个台阶下 即使是回到狂风城 威望也不至于受损太多 可没想到 夏侯烈的一句话 却让他脸色大变 你师族的士兵 死了也就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夏侯烈一脸无所谓道 话语之间 不给师怒留下任何颜面 贼子敢耳 师怒彻底愤怒了 我师族士兵 就死在你们军队旁边 我绝对有理由怀疑 就是你们杀了这个士兵 你们今天要不给个说法 我师怒绝不同意 你要战 我便战 师族的荣耀 需要捍卫 师族也绝不会畏惧战争 师怒一字一句地说 话语之间铿锵有力 好了 夏侯烈身边的黑虎 终于发话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黑炎 来自半兽人王族 身怀虎族王者血统 绝对不是你们 一个小小的狂风城能比的 你要知道 半兽人王族势力强大 如果你非要与我们发生冲突 造成的后果 你根本想象不到 现在给你三颗钟的时间 立即让开 否则 你会后悔 黑虎的语气淡然 却带着无上的高傲 看向师怒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蝼蚁 你 师怒满面怒绒 双拳紧紧握住 只找身身陷进肉里 几乎要掐出血来 可见他是何等屈辱 和他们拼了吧 族长 我们不畏惧任何挑战 半兽人王族又如何 我们师族不怕你 师族的荣耀不容亵夺 杀 杀 师族战士们也是各个愤怒异常 看向虎族的眼光都带着不善 只等族长一声令下 他们便抓起手中武器 拼死也要冲上去 杀一个敌人 虎族战士们则不懈地大笑 纷纷开始嘲讽起来 你们这些土包子 知道半兽人王族的身份 代表着什么吗 还敢战斗 我虐杀你们像虐菜一般 你们族长都如此窝囊 更别说 你们这些废物了 师族士兵 纷纷看向他们的族长 师怒 等待他拿个主意 然而师怒的拳头捏紧之后 竟是逐渐无力地松开 同时眼神中点点晶莹 如果仔细看去 会发现有泪水冲一其中 恥辱啊 师族何曾受过这等屈辱 师怒有心反抗 可是他不敢 因为他知道半兽人王族的身份 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存在着 庶民六阶强者的存在啊 一旦自己发动攻击 恐怕不需要什么动作 他都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甚至 整个狂风城的师族 都要跟着陪葬 这就是下场 我命令 全军撤退 最终 师怒还是下达了这个命令 什么 族长 您没搞错吧 这都能忍了 咱们师族的尊严何在 恥辱啊 我愧对祖先 我师封就算死在这里 也绝对不愿意屈辱逃走 面对师族战士们 汇聚而来的失望眼神 师怒不由自主地 低下头颅 原本高大的身躯 瞬间变得沟楼 他仿佛老了几十岁 此刻来看 就像一个暮年的老人 我再说一遍 全军撤退 谁若不执行命令 就是在跟族长作对 我一定将他驱逐出去 此话一出 师族的战士们 都有些沮丧 同时默默听从着命令 整理队伍 抬起战友的尸体 就要离开这里 不好 宋白正在不远处的树林中看着 见此情形 顿时感到不妙 眼看着虎族和师族 就要掀起冲突 没想到 师族族长居然服软了 主动撤离军队 这可不符合他的心理预期啊 至少 也要等他们 拼得你死我活 才能让自己安心 否则 面对潜在的两股敌人 自己的军队 即使在精锐 可凭借着 区区一千多人的兵力 是绝对抵挡不住的 不行 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打起来 宋白默默地想 心思急转之间 一股神魂之力 从他身上瞬间冲出去 而后在转眼间 这股力量奔驰如闪电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头 钻入几个虎族战士的脑海中 这是 神魂之力发出的瞬间 虎族黑炎 立即感受到了 这股力量波动 而当其钻入到 虎族战士的脑海中时 他顿时脸色大变 不好 是亡灵法术 有人在捣乱 然而 即使他反应再迅速 没有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此刻也已经晚了 只见五名虎族战士身体 稍微抽搐一下 随即肌肉暴涨 眼神变得极为凶利 他们双手举起武器 动作有些僵硬 却毫不犹豫地 向狮族战士们挥砍而去 一个狮族战士 头上流出鲜血 倒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 紧接着 数个狮族战士 被砍翻在地 一时间场面混乱不止 黑炎 我已经做出极大让步了 你们虎族想干什么 出尔反尔吗 我告诉你 我们狮族 就算是死 也不受你们的侮辱 狮怒满脸怒容 愤愤道 还不够 远远不够 不远处的森林里 颂白暗暗道 下一刻 远比之前 多出四五倍的神魂之力 在众人毫无察觉的地方 钻入数名狮族 虎族战士的脑海中 好 杀呀 死 数名战士同时发狂 不顾一切地向对方砍去 黑炎脸色惊异不定 不停地向四周看去 企图找到凶手 同时嘴角微动 试图和湿怒解释 结果 下猴烈却怒了 直接指着湿怒道 你这个狗东西 我好心放过 你们这群杂碎 没想到 不但不敢 还要趁机恶心我一把 好 狮怒气急反笑 他是彻底不打算屈服了 这群畜生 侮辱自己也就罢了 连自己手下的士兵都不放过 我狮怒就算死在这 也绝不吞下这口气 狮族同胞们 我对不起你们 狮怒大手一扬 我让你们受气 让你们的信仰 被肆意侮辱 我承认 是我的不对 狮族战士们默默抬起头 眼神中燃起愤怒的焰火 我本想忍辱负重 用咱们今日的屈辱 获取生存的机会 狮怒继续道 可是 我发现我错了 虎族根本没想放过咱们 他们脑子愚蠢 心胸狭隘 根本容不下伟大的狮族 但是他们忘了历史 我却永远记得 咱们狮族 本来也是半兽人中的伟大存在 若不是在对抗人族中 几大高手被杀 那么 咱们今天 也能够成为半兽人王族 狮族 也是万兽之王 狮怒的一番话 将狮族战士们 说得热血沸腾 他们各个眼睛通红 恨不得拔出武器立即作战 甚至 就连不远处捣乱的宋白 也在暗暗惊叹 这狮怒 不愧是一代雄主 话语之间的感染力 几乎都和自己 不相上下了 那么 狮怒拔出长剑 向前一挥 为了狮族的荣誉 冲锋 冲锋 境外的狮族战士 全身汽血之力 尽数爆发 四五百斤的庞大身躯 在地面上踩动 如同一个个巨型的战争机器 发出极为剧烈的震响 虎族战士 根本没想到 看似懦弱的狮族 一旦爆发起来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也因此 毫无防备的他们 此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许多虎族战士 还没拿起武器 狮族战士们 就冲锋而至 手中武器举起 借着惯性作用 无情地割下他们的脑袋 即使有些狮族战士 一时不慎 深陷入敌人的包围 也会毫不犹豫地 回出锋刃 企图跟敌人以命搏命 他们眼中带着仇恨 丝毫不顾自身伤亡 只求能多杀一个敌人 一切只是为了狮族 狮族的荣耀 不如亵渎 杀得好啊 不远处 宋白拍着大腿 几乎要笑出声 没想到 仅仅用了一个小法术 便引得两个潜在敌人 就这样产生了冲突 杀 此刻 狮族组长失怒 在发出战斗指令的第一刻 便将目标对准了下猴链 就是这个臭小子 肆无忌惮地侮辱狮 还多次挑衅于他 简直可恶 该死 不过瞬息之间 他全身的气血之力爆发 极为壮硕的身影 在虎族战士中左右翻腾 手中长剑 如入水的长龙般 接连将周边敌人砍死 住手 黑炎一声怒吼 他本想跟狮怒解释清楚 但看到他接连杀了几个虎族同胞 心里怒气翻腾 再也顾不得许多 瞬间向狮怒出手 好 一声怒吼 黑炎手握黑色长锥 无比雄魂的气血之力爆发 脚步脉洞间 地面寸寸军裂 无数碎石崩起 这黑色长锥名 为巨沙锥 是半寿人王族 亲自赐予给他的无上之宝 听说这本是上古师族族长所用之物 其品质 足以达到高阶法器的程度 其隐隐透露出的锋芒 也足以显出不凡 从另一方面来说 作为师族族长的法器 却落到了自己的手里 这绝对是师族的巨大耻辱 黑炎不相信 一旦显露出这件宝物 怎会不刺激 师怒来攻击他 到时候 正好一举将其擒拿 果然 当师怒看到这锯沙锥的时候 眼中的怒火 再也控制不住 师族祖辈的遗物 怎会落到这等小人手中 不能忍 师怒 你要真想保住师族的尊严 就堂堂正正前来一战 你这个废物 只是屠杀我们虎族的普通战士 算什么手段 黑炎的一番嘲讽话语 顿时激起了师怒的满心愤闷 快快放下去杀锥 跪地求饶 话音未落 他的身影瞬间暴射而出 一路上踩碎 无数倒碎石 而后聚剑挥出 一道金黄色 剑芒炸裂 来战 黑炎毫无畏惧 碰 碰 碰 两人交手术回合 虽然同为五阶巅峰高手 但黑炎身居王族血脉 一身距离无人可挡 师怒渐渐乏力 再加上黑炎的武器优势 使得他根本没机会还手 只能不停退避 想跑 黑炎冷笑一声 随即身影暴掠而起 聚杀锥出手 直中尸怒后背 破 尸怒吐出一大口鲜血 身形却转瞬变化 借着这股力量 急迟而去 双眼中 只看到夏侯烈 破 夏侯烈根本没想到 这个老狮子的目标 竟然会是他 饶使他连连躲避 但他只有四接实力 最终还是被一剑砍中 破 大口大口的鲜血吐出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 却怎么也止不住鲜血 主人 你敢杀主人 黑炎眼眶 瞪得快要裂开 他的目光之中 充斥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这个老狮子的真正目点 根本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趁他放松警惕 将目标对准了夏侯巴 黑炎的脚步越来越快 到后来 身后竟然带起片片残疑 而他的身上 也携带了一股冰冷的杀意 让人不敢直视 望着暴冲而来的黑炎 失怒已无太大的力气反抗 他无奈地丢下手中聚见 叹道 我失怒今日受到无数屈辱 但杀了这臭小子 死了也值了 只可惜 时运不济 什么 本以为即将生死的失怒 还要发一通感慨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黑炎的胸口 竟然瞬间被贯穿 而此时的黑炎 慢慢低头 看向杜副中插着的长剑 目光中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旋即 他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满脸微笑的年轻人 正抓着剑柄抽出 而后又残忍地砍向他的头颅 碰 黑炎还想躲避 但这个年轻人 似乎知道他心中所想 就在他闪避之时 这柄长剑正好迎接而上 嗯嗯 黑炎捂着脖梗 鲜血慢慢溢出 他的眼睛死死盯住年轻人 离去的身影 目光中 游自带着悔恨的神色 当初他就发现有人 在暗中捣鬼 如果当时没那么冲动 现在 也许就不会死了吧 带着这样的疑问 他无力跌倒在地 眼前一片黑暗 杀 几个虎族战士 看到宋白 怒吼着冲向他 但当他们手中的枪尖 死力灌入其中时 却发现 眼前的这个人类 只不过是一道残影 而此时 宋白早已冲出人群 来到了垂死的下猴猎面前 嗯 你小子真是死心不改啊 他轻笑一声 摆弄着手中的巨剑 这是那个师祖族长的武器 虽然质量不怎么样 但用来砍人 还是挺顺手的 此时数名虎族战士 面色争鸣 紧握长刀 狠狠挥向他 但宋白 却相当淡定 只是眯起眼睛 看了他们一眼 天空中 瞬间出现了无数弯跃 焚跃之血 还莫等长刀 接触到宋白 由神魂之力 凝聚成的弯跃 已经破入他们的脑海 将他们的大脑 肆意破坏 下一刻 这几个虎族战士 纷纷倒地 而宋白 连头都没抬起 仍是不停地 看着手中的巨剑 我没想到 你不但实力强大 这内心也是如此歹多 垂死的夏猴猎 却长叹一声 对付夏猴霸报仇 现在看来 别说报仇了 连我自己也在到你这里 我恨啊 可是有什么办法 全怪我自己无能 如果当时 哎 不说也罢 只希望我家主公曹青 拥有足够的实力 将你杀死 可我也担心 连主公都对付不了你 夏猴猎眼中 露出仇恨的神色 宋白听他说了一阵 摇头道 放心吧 你在黄泉路上等不久 曹青就会去 下面找你 我会 亲自送他去见你 不可能 夏猴猎怒吼道 然而下一刻 宋白已经举起巨剑 彻底砍下他的头颅 宋白转身走了 身后 夏猴猎倒地的头颅 仍然没有闭上眼睛 竟万名虎族战士 此时乱作一团 各自为战 但面对狮族战士 如潮水般的进攻 却没一个投降 他们是半兽人王族中 最精锐的虎族战士 因此 即使主将被人杀死 也能在各个中层军官的带领下 迅速组织起反击 狮族战士 虽然士气大振 但毕竟实力 还与这些虎族战士们 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 在短时间内 并不能取胜 局面一时之间 陷入僵局 而宋白 却在战场上随意游走 手中的巨剑挥舞 不时收割一条条性命 仿若手持镰刀的死神一般 短短时间内 他竟然突破了 众多的狮族士兵的防卫 来到了狮怒面前 杀 一众狮族侍卫 明知不是敌手 但为了组长的安全 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狮怒是吧 你这些战士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还要让他们 上前送死 你以为 他们挡得住我吗 宋白淡淡倒 都退下吧 狮怒叹息一声 阻止了士兵 前进的步伐 别说现在周边 只有十几个士族士兵了 即使再多十倍 也根本拦不住宋白 无脑地对宋白发动攻击 非但不能让自己逃生 还有可能惹怒了他 平白葬送生命 狮怒不是傻子 因此 他在第一时间内 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这位 呃 人族小兄弟 我想咱们可以谈谈 事实上 我们狂风城 素来与人族交好 人族也是我们 就这么死了 不是太可惜了吗 那就是说 您没打算杀我 师怒顿时有些欣喜 虽说他做好了 为师族献身的准备 可到底还是有些恐惧的 如果能活着 自然是最后 宋白大人 我相信 如果咱们师族和人族合作 那绝对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好事 师怒赶紧到 然而 宋白还是摇摇头 这 师怒有些不解 这宋白既不想 发动战争 又不想合作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师族是天生的战士 如果作为人族的奴隶 为人族复兴 而征战天下 是一件 相当合适的事情 宋白说出了他的想法 什么 师怒一愣神 玄机听懂了其中的含义 与其激动道 这绝对不可能 师族是天生的王者 即使现在没落了 也不能改变他辉煌的历史 胜利或许属于你们人族 但荣耀永远归于狮子 没有什么能让师族屈服 即使是死 师族也要在争取自由中死亡 原本态度极为谦卑的师怒 转眼间变了态度 他喉咙中不时发出几声怒吼 双手捏得打巴响 好 仿佛是听到了族长的召唤 一时间在场的师族战士 纷纷仰天怒吼 平天几分战力 甚至连与他们作战的虎族战士 都被这吼声震慑 一时间有些发出 这师族 再发什么疯 好了 不要太激动 好歹也是六七十岁的老狮子了 情绪这么激动 对身体很不好 宋白诚恳道 师怒 你 还莫等他说完 原地闪过一道残影 宋白速度瞬间爆发 在极短的时间内 不可抗拒的杀势蔓延 师怒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他只感到眼前的狂暴杀气 如狂风巨浪般奔涌而来 瞬间就丧失了抵挡的勇气 这宋白到底是何等修为 居然带给我如此大的压力 这是他心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 下一刻 宋白手中聚剑高高扬起 而后毫不留情的麾下 砰的一声将他打晕过去 来两个人 将他带走 龙穴步兵跟上 胳膊链斥后和几道武兵趁机骚扰 务必将尸狐两族的战士们留在这里 贵地投降不杀 如果还执意反抗 全部杀无赦 宋白声音低沉 却响彻整个战场 我们需要努力 但却不需要敌人 放下组长 卑贱人族 胆敢如此 别让他们走了 众多狮族战士 发现了组长被人打晕 当即怒吼上前 想要救下组长 然而下一刻 原本普通的黑甲战士 瞬间化身巨人 阻挡住了他们的脚步 哄 数声巨响 黑龙狂化轻卫 双拳垂击地面 地上顿时出现了 数到纵深的军炼 大地在颤抖 不断地轰击声 让人震耳欲聋 碎石胡乱建设 不时有狮族士兵 被震倒在地 咚咚咚咚 战鼓声响起 闷响声让每个战士的心头 都犯起了一丝震动 空气中 弥漫出一丝肃杀之气 似乎有什么强大的猛兽 就要破龙而出 踏踏踏踏踏 是极其整齐的脚步声 短促有力地踩踏着地面 和鼓声产生共振 无边杀气贯穿云霄 龙血步兵准备 哗啦 龙血步兵 从背后抽出特制的铁镖枪 冰冷的钢铁触感 让他们的肌肉随即紧绷 这些战士的表情相当冷漠 眼神微微眯起 似乎是在确定目标 这时 在场的所有战士 都注意到了这支军队 但他们此刻仍在混战 即使仍要离开这片危险的区域 短时间内 还是脱不开身 而龙血步兵的小队指挥 已经开始下令了 标枪准备 瞄准目标 放 呼 呼 呼 一声令下 龙血步兵们同时仰起右手 气血之力凝聚 标枪随即挥出 带着刺耳的尖锐呼啸声 划破长空 齐齐向战场射入 这些标枪的数量相当多 如同密密麻麻的蝗虫 遮蔽整个天空 当第一支标枪 迫入一个虎族战士的身体中时 煞时间 大片大片的惨嚎声 响彻在战场之上 即使这些战士 体格强壮 力量惊人 但他们 原本引以为傲的庞大身躯 此刻却成为最大的阻碍 面对如雨点般 扎入人群的冰冷标枪 这些虎族士族战士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甚至连他们身上 用于防御的铁甲 也挡不住 这标枪带来的强大惯性 呃啊 一声惨叫声响起 一个师族战士 被标枪命中 巨大的冲击力 将他撞击数十米 而后狠狠地跌倒在地 此时 他身上的铁甲 已经是一片凹陷 而这个师族战士 虽然全身没有任何伤势 但肺腑已经被彻底震裂 整个人奄奄一息 显然是活不成了 这波标枪雨 让整片战场上的 师虎战士都混乱起来 许多师族 虎族战士被贯穿腿部 倒在地上惨痛哀吼 下一瞬间 众多战士仍在不断攻击 相互踩踏之下 竟将这些地面上 趴扶的战士们 活生生踩死 然而他们不知道 死神刚刚降临 真正的战争也才刚开始 标枪准备 瞄准目标 预备 放 又一波标枪雨从天而降 狠狠地扎入人群 更多的师族虎族战士 倒在血泊中 再没有任何声息 原来刚才发射的标枪 只是第一波攻势 在颂白的授意下 他们的攻击方式 非常灵活 龙血步兵 共分为三部分 最前面的战士 首先投掷标枪 他们将手中标枪放出之后 第二排战士 随即上前 再次投掷 这样一来 投掷的标枪 就会源源不断 彻底形成标枪雨 对敌人士气方面的打击 也是无比巨大的 一个师族战士 眼睁睁看着他的战友倒下 随后 一道标枪 破空呼啸而来 瞬间冲入他的面部 将他整个脑袋 狠狠撕裂 他喉咙间 卡着一声气息 但只能无力地倒在地上 标枪从他脑后穿出 扎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 点点滴滴的鲜血 顺着风刃流入地下 散发出点点血型气息 步兵 举刀 刷 刷 刷 队形分散 冲锋 龙血步兵面色漠然 随即拔出长刀向周围分散开来 而后冲锋而去 一千多名战士踩踏在地面上 发出沉重的闷响 每名战士都挺起胸膛 长刀直指身前 发出阵阵骇人的呼喝声 杀 杀 这些人类士兵 原本不过是任由一族屠戮的猎物 如今经过短短的训练 却各个都是射人心魄的 强大战士 随着脚步逐渐踏来 在这股无比强大的压迫力之下 对面的师族虎族战士 都不约而同 放下手中兵器 停止了争斗 皆因这龙血步兵 实在是太过恐怖 虽然他们都只是步兵 但在这冲锋的势头之下 却让众多的师族虎族精锐 感受到不下于重骑兵 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到底是什么种族 居然如此恐怖 好像是人族 不可能 人族不可能这么强大 一定是精灵族 精灵族来了 将军都死了 族长也被抓走了 咱们也赶快逃跑吧 不可能 咱们跑再快 能跑得过那些巨人 若不是他们有所留守 只怕咱们早就活不下去了 只有投降 只能放下武器 才能保住性命 放屁 孱弱的师族 毫无荣誉可言 我们虎族战士 绝对要战斗到最后 不时有师族战士 放下武器 爆头投降 他们只是普通的战士 没有多么大的雄心 再加上族长 都被抓住了 也没人指挥他们 几乎都放下武器 跪地投降 而那些虎族战士 却仍在负于顽抗 作为伴兽人王族的精锐力量 他们的战斗力和忠诚 都是不容置疑的 即使是在指挥者身死的情况下 仍能迅速组织起 有效的反抗力量 再说了 现在族长寄予众望的黑炎都死了 即使这些虎族战士们 能安全撤退 虎王族也不会轻易饶恕他们 但这场战斗 也即将进入尾声了 不管他们 是不是要反抗到底 都不能阻止这场 战斗的最终结果 死 一个黑龙狂话轻卫高高跃起 轰然跳跃到虎族战士的队伍中 碎石尘埃四处飞剑 阵形顿时一片大乱 而此时的黑色巨人 却趁机抓住 两个虎族战士的大腿 在他们的惊呼声中 朝着周围狠狠抡过去 竟是将他二人当成武器 在这短短一刻 砸倒了一大片战士 而此时 众多的龙穴步兵 也漫天遍野 冲锋而来 他们越过那些 抱头投降的失足战士 像无边的潮水般涌来 顷刻间 将这些虎族战士 彻底淹没 死 一柄长刀 无情斩落下来 被攻击的虎族战士 非但没有闪避 反而迎接而上 攻向这个龙血步兵的要害 眼中带着残忍的冷意 以他雄壮无比的强大身躯 即使挨上一刀 也不过受到点轻伤 但这个弱小的人类战士 面对自己的猛烈一击 肯定会急忙闪避 一步先步步先 凭借自己的强大力量 只需要两三回合之内 便可将他斩杀于此 终于 抗过这么多镖枪雨 可以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了 但龙血步兵 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 反而奋力一刀 重重劈在这虎族战士的身上 擦 长刀 在半空中忽然一转 没有劈到虎族战士的盔甲上 反而瞬间划破 他的喉咙 而这名虎族战士 却在砍中了龙血步兵的盔甲之后 被其略有些坚韧的皮肤所阻 再难以深入进去 鲜血飞剑 在虎族战士不甘心的眼神中 一颗虎头已经抛落到空中 这样的场景 出现在战场上的各个角落 虎族战士们 原本还带着不懈的神情 他们坚信自己是最精锐的战士 如果没有那波镖枪雨 绝对可以将这些人族士兵 杀得丢盔弃甲 然而现实的残酷 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他们根本不是 这些龙血步兵的对手 即使是他们 引以为傲的强大力量 在面对这些人类时 都发现自己 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这让他们无比绝望 想着不杀 想着不杀 随着一声声大吼 还在反抗的虎族战士们 再也坚持不住了 一些战士犹豫着扔下武器 龙血步兵很快让过他们 对那些仍在反抗的敌人 发动攻击 渐渐的 几乎大部分虎族战士 都丢下手中的武器 抱头投降 而那些仍在反抗的虎族 也在龙血步兵的 不断猛烈进攻下 倒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 青角战场 回收俘虏武器 全军回城 宋白一声令下 士兵们随即执行命令 将战场彻底打扫干净 连死士身上的盔甲都没放过 主公 您看这是 哥布林托尔 双手捧着一块玉 小心翼翼地递过来 生怕他摔碎了 这是从那下猴猎身上 搜出来的宝贝 一直闪着光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宋白皱眉 他随手接过这块玉 只见上面波光流转 仿佛有无尽的力量灌入 凝神看去 竟然有种眩晕的感觉 这是 他还要仔细查看 结果玉石却发出炽热的光芒 瞬间融入他的手心 下一刻 宋白脸色大变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熊熊烈焰在四周燃起 虚空中 一杆方天化脊 随即出现 这是 宋白呆愣愣地抬手 这杆方天化脊 像有了灵性一般 在原地稍微一顿 旋即飞入他的手中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无名指上 也同时出现了一枚光亮的戒指 方天化脊 七星剑 这块玉 到底是什么 他的武器跨越空间 直接出现在手中 这时 宋白全身的血液 也开始沸腾 一股神秘的力量 不断鼓动 似乎要燃遍他的全身 这是 特性 不死之身 就在这不死之身的特性 出现在他身体内的瞬间 久违的系统电子音 也随即响起 第一 恭喜你跨越空间限制 不死之身获得提升 当前提升等级为二级 不死之身 二级 该特性拥有者 自动获得了 初级痊愈能力 您的任何身体伤势 都能再非战斗状态下 缓慢恢复 这个小小的惊喜 并没有让宋白高兴起来 相反 他的脸色逐渐阴沉 心中也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这次武道大会的举办 其目的绝不是 要挑选天下豪杰 魏周牧之位 选出一个候选人 相反 他却像一张阴谋的大网般 牢牢困住无数的英雄豪杰 并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达成一个不可见人的目的 以至于 连拥有最强实力的宋白 都要被单独针对 将他的全部力量封锁 让他彻底掀不起任何风浪 这是一个局 杀人的局 而宋白 在不知不觉间 已然成为局中的棋子 甚至是最受关注的那一颗棋子 刚遇到五燕的时候 宋白就有些奇怪 怎么他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独独自己 非但没有恢复实力 甚至连一点自保之力都没有 如果他不是拥有全能者特性的话 只怕现在的自己 还在为如何躲避 食人魔的侵略 而感到苦恼 更别说全灭虎族军队 或失怒这些事情了 想到这 他心中对于危险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 不由得深吸一口气 勉强稳定住情绪 现在这件事情 还不能完全确定 除非找到狂风城的五燕 和食人魔大王 才能真正确定心中所想 走 回去 看到战士们 基本上将战场打扫完毕 宋白一声令下 带领军队返回领地 时间已经很紧了 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 宋白很想知道 布局的人究竟是谁 是陶善 还是陶文弱 还是不知名的某股势力 他手心全是汗水 此时心念一动 不自觉地摸到一个井囊 心里才慢慢安定下来 狂风城 五家府邸 五燕独坐在书房中 手持一本武学经典 好似在认真研读 但如果仔细观察 却会发现 他的眼神却不时闪烁 可见他的心里并不平静 甚至连他手中拿着的书 都是反着的 少爷 少爷 一个小丝从门外 冲出来大声呼喊 神色无比慌张 眼神中也不时闪过一丝惊恐的神色 甚至 就连脚下的门槛 都是没看见 一个不注意 他右脚半在门槛上 然后重重摔倒 脸部一片红肿 然而 他没有顾及丝毫 看到五燕后 猛然大声哀嚎起来 少爷 大事不妙啊 咱们快跑 对 现在就走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要死人了 什么 五燕感到一丝不妙 你慢慢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还有 不要大声叫嚷 你要知道 这府邸里 并非只有我一个人 他缓缓道 这里并非只有 他一个人居住 五家的府邸 占据面积极大 方圆足有上百丈 说是一个小型城池 都不为过 而在这府邸之中 每天都是暗流涌动 人人心思杂乱 尤其是半人半事血统的五燕 更是所有人的关注对象 一旦他有何异动 必然引起一部分动作 因此 五燕虽然有极大的权势 甚至能给宋白 输送大量物资 可他凡事都要低调 生怕什么时候 就被人抓住把柄 少爷 大事不妙啊 师族的全部军队 有大半数投降 其余都被屠戮殆尽 连个逃走的都没有 甚至连五阶巅峰势力的 师族族长师怒 都被那个神秘的年轻人 一箭打昏 至今仍然生死不知 小四缓了口气 一口气僵话 说了出来 神秘的年轻人 那还有虎族呢 五燕此时 有太多的疑惑 但他只能慢慢问下去 这个小四雍 有极为厉害的隐匿之术 眼力也尤为惊人 因此 在得到师怒带领 军队出发的消息后 便将他派出去 打探消息 没想到 得到的消息 竟然如此惊人 军队全灭 师族族长生死不知 并且 这似乎一切都是因为 那个人族年轻人 想到这 五燕心中影 影浮现出一个 无比霸气的身影 不会是他吧 这时小四继续道 虎族更是不堪 带领军队的两个将军 尽数覆灭 听说他们 还是来自半寿人王族的精锐 我呸 什么精锐 那一千多红甲战士刚出现 只是一波标枪 就将他们打得四散头 不过 那些标枪的威力 也是挺大的 想到这 小四不禁色缩了一下脑袋 仿佛想到了 什么恐怖的场景 那个人族年轻人 到底什么长相 你看清楚了吗 五燕急忙问道 这才是他 最为关注的问题 嗯 记住是记住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描述 小四想了想 顾不得旁边尊贵的主人 竟然拿起一支毛笔 在宣纸上 挥毫泼沫 渐渐的 一个人脸轮廓幅 陷在纸上 他自幼擅长绘画 如今看来 竟然是要将那个 人族年轻人给画出来 五燕在一旁看着 不停地打量画作 露出焦急的神色 那个年轻人 到底是不是宋白 就这一点轮廓 也看不出什么呀 五燕看得抓耳挠腮 恨不得亲自上手 将这幅画赶快画出来 这时 房门开启的歌之声响起 一个妖媚的声音传来 哟 小燕子 许久不见 你可是威风的锦啊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狐媚子 让我弟弟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听见这句话 五燕顿时脸色一变 这是她的二姐 虽然以美貌扬名 但接触过她的人都知道 此人手段很辣 醉事无情 谁要被她抓住把柄 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一个窈窕多姿的身影 踏入门槛 还莫等人抬头去看 一阵相风 便陡然传来 只见眼前的女子 面旁犹如桃花般诱人 身材极净窈窕 细腻白细的皮肤 被一袭红裙遮掩 让人忍不住浮想连翩 但五燕的额头上 却流出痘大的汗珠 甚至双手都微微颤抖 可见她内心恐惧到 何等程度 游记的舞蹈大会刚开始 她刚进入这一世界空间时 就被安排了一个 五家继承人的身份 那时候她极为高傲 到处耀武扬威 不可一世 第一次遇到她 这位二姐 当时就极为惊艳 但顾及身份 也就说了几句轻薄的话语 结果当天晚上 她与一女子 共度春宵之际 不知怎被昏迷过去 第二天 身边的女子 变成了驴子 和她共枕长眠 第三天 她赤身裸体 被挂在城门上 直到凌晨 才被人发现 因此 当听到这二姐的声音时 汗水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五妹姐姐 您怎么来了 我素来不贪恋女色 二姐您放心 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女子 啊 您还要进来 那您请进 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不欢迎您的意思 我是弟弟吗 五燕低头哈腰 话语中充满了恭维 五妹轻轻一笑 拉起长裙迈入房中 笑道 我也是来看看你 小弟那么紧张干吗 一直都听说 你喜好女子 怎么 最近改姓了 她话语之间 轻腻可人 软软柔柔 如同恋人的缠绵 画好了 这时 在书桌上 挥毫泼墨的小丝 一心在宣纸上冻笔 甚至连五妹来了 她都没有发现 此刻 她终于画成了自己的作品 当即吹吹未干的墨水 大手一扬 一个男子的画像 赫然出现 只见这个男子 身材极为雄伟 两眼炯炯有神 身后一条红色披风浮起 仿佛在空中烈烈作响 如同争霸天下的猛将 但她的五官 又极为精致英俊 深邃的眼眸 如同潭水般 让人一眼望不到底 小四不仅有些得意 她尽全力将此人的外貌特征 画出七八分相似 想必主人看到画像后 一定会大家赞赏 但她手中的画纲一扬出 却发现 屋子中极为安静 就连呼吸声都能听得见 这事 五燕试图解释 五妹却轻轻眼上嘴唇 看向她的眼神 有些怪异 三弟 我可真没想到 你居然喜欢男色 不过 此人也太过俊美了 同时 还有一股阳刚之气冲溢而出 世间还有这样的美男子 五妹惊叹道 她转身看向五燕 忽然往耳一笑 弟弟 你开个价格 将这个男宠卖给我吧 你放心 我绝不会亏待你 甚至 就连父亲送给我的宝物 我都可以给你 说话间 五妹一步步逼近 绝美的眼神中 带着不容置疑 仿佛只要五燕说个不字 那下一刻 等待她的 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二姐 五燕呆呆地看着画像中人 再没有任何怀疑 这个所谓的人族高手 就是宋白 此人不是我的下属 相反 他是个举世 无人能敌的人姐 这时五燕苦笑一声 再说 他身份高贵 实力强大 即使让我做他的奴隶 恐怕都不太够格 真的 五妹眼中透露出一丝怀疑 他想不到还有这样地位的人 就在这狂风城 能让五燕说出这话的 除了那几个失足贵胄 也没有别人了吧 再说 看着画像中的男子 也不像失足的人啊 弟弟 你可别骗姐姐了 这狂风城 有这样的人 这样吧 你先给我引荐一下 若他真有如此优秀 我便给他做个小妾 又如何 五妹道 这 五燕有些为难 宋白是什么人啊 那是敢团灭失足军队 俘获狂风城城主的牛刃 就一二姐这性子 要是让他俩见了面 宋白不得把自己撕了呀 可看五妹略 有些阴沉的脸色 五燕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说个不字 今后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想起那天刚睡醒 原本身边拥抱着的水灵灵妹子 转瞬间变成一头大蠢驴 五燕脸都绿了 主人 有人在城外找您 但底细不明 被守门士兵拦住了 正当五燕左右 危难之际 有人进门禀告 哦 是什么人 五燕连忙道 这可是一个 转移话题的好时机啊 呃 他说 他是给您送粮食的 还有些铁切 正因为这些都是战略物资 守门士兵 才不太放心 把他拦下来了 粮食 铁切 五燕瞬间变了脸色 这不就是他之前 送给宋白的东西吗 呦 弟弟胆子不小呀 连这些东西都敢怨 五妹 还是面带微笑 但话语之间带着冰冷的气息 你难道不知道 狂蜂城师族 一直都对咱们五家 特别提防 你难道不清楚 如果不是顾忌五家的高手 他们早就想找借口 将咱们彻底灭掉 难道 你身体里有了部分师族血统 就想要背叛五家 去做师族的走狗 五妹越说越激动 话语之间 已经将五燕 骂了个狗血淋头 二姐 您误会了 我身为五家人 与五家同生死共荣辱 怎么会当叛徒呢 五燕苦笑道 事实上 我这批物资 就是给宋白送去的 说起来 这也是为了咱们五家着想 您要是不相信 大可以和我出去 和他们接触一下 和宋白见上一面 见面 五妹冷笑一声 不过区区一个小白脸而已 五燕 你别仗着家族的重视 就胡乱动用家族资源 我倒要看这宋白 是何等人物 如果没让本姑娘满意 那她长得太好看 我也要砍下她的狗头 走 去见见她 话音未落 五妹早已扬起红裙 往外面走去 少爷 咱还跟着吗 废话 五燕赶忙跟了上去 她倒不是害怕 五妹将宋白怎么样了 但依照宋白的性子 一旦将她惹生气了 那可是要杀人的 管你是粗壮凶恶的大汉 还是五妹恶娜的美人 只要把宋白惹怒了 还不是被一己戳死的范 这就是你说的美男子 宋白 狂风呈呈门口 五妹一脸无语地问道 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 八字胡微微翘起 两只鼠眼低溜溜转 不但长得贼眉鼠眼 气质也是无比的猥琐 嗯 这位姑娘 我就是宋白 不过在下 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 虽然说五官端正了些 到底还是不敢忘称一声美男子 如果姑娘不介意 直呼我名字便可 刘弃德呵呵笑道 他接到宋白的命令 要带着这一百多士兵 混入城门 但此时 城主征战未归 城门戒备森严 怎么可能容许这些人 轻易通过 刘弃德灵机一动 想起城中 还有歌内音 便自称是宋白 让士兵前去通报 五燕 这就是你说的美男子 五妹柳梅倒数 银牙紧咬 愤怒道 此时 他将全然忽略了 五燕偷运物资的事情 但是对于五燕的欺骗 绝对不能忍 你放屁 你就不是宋白 快告诉我 宋白在哪里 五燕气急败坏道 这 刘弃德有些为难 干脆沉默不语 宋白到底在哪里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从主公吩咐完任务之后 便独自走出人族领地 不知去向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也不管画像上是什么人 总之 你一定要把那个美男子 给我找出来 给你半天时间 如果你没有做到 那就等着当太监吧 早晚把你那阿杂玩意儿割了 喂狗 五妹眼睛 都要喷出火来了 什么 五燕听见这话 大惊失色 二姐 你怎么能如此对我 她可是清清楚楚知道 这二姐胆大包天 只要她说出的话 是没有做不到的 一想到自己 接下来的悲惨局面 五燕就感觉 下身一阵发凉 不要啊 二姐 哼 胆胆七天本姑娘 哪怕是我弟弟 也绝对没有好下场 五妹冷哼一声 从腰间抽出长剑 直接砍向刘启德 还有你这个丑东西 赶紧去死 刘启德没想到 这个一身 红裙的绝美女子 居然有如此火爆的脾气 她当即抽出 随身武器 奋力抵挡 这女子最多 四阶巅峰十力 即使自己打不过她 防御起来 还是轻而易举的 碰 碰 碰 两人长剑 相交数十回合 刘启德一个尸首 长剑被击崩 玄机被五妹长剑命中 又被烟红的鲜血一出 这女子 怎么如此厉害 刘启德没想到 自己还是低估了 五妹的实力 竟然是在短短一刻中 便毫无还手之力 死 五妹毫不留守 长剑如雪白的白链递出 转瞬间出现在 刘启德的喉咙前 我命休矣 刘启德闭上双眼 绝望地想到 碰 然而 就在这时 一股精锐之力凝聚 所过之处 岩石崩碎 草木凋零 一切事物 在转眼间粉碎为积粉 这就是最为锋锐的 金元素力量 是任何有形之物 都难以抵挡的存在 只要将其领悟到大城 足以斩灭一切 二姐 她是送白的人 绝不能杀她 五燕挥出一把 金元素组成的金色红流 在阻拦五妹片刻后 随即凝聚而成金色的盾牌 阻挡在刘启德面前 五燕 你别得寸进尺 你欺骗我的事情 还没找你算账呢 别以为你是我弟弟 我就不敢打你 五妹翘脸上满是怒容 她眼中闪烁出点点幽光 请客兼化作 无边奔涌的黑色巨浪 铺天盖地 彻底将这片天地遮掩 下一刻 从地面上翻涌出阵阵黑气 五燕出现在眼前 看其数量 密密麻麻忘不到头 大概有一千多个 但这还没到头 黑色幽光 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 黑色人影再次形成 带着一阵怒吼声 冲向五燕 这下完大发了 五燕苦笑一声 抓紧右手 凭空凝聚出一道金光锋刃 朝着那黑色人影挥去 煞时间 数到黑色人影消散 归于虚空之中 仿若从未出现一般 但五燕知道 这只是刚刚开始 五妹的绝技 来自于五家顶级密法 是连他这个 备受器重的继承人 都得不到的强大法术 并且这个法术 是由神魂之力 凝聚出的幻影所产生的 而维持这些幻影的消耗 只需要很少的一部分力量 如果看不破这些幻影 那么即使是有五阶巅峰的实力 也难以突破困境 只要施法者的神魂之力不断 身陷其中的人 只会面对源源不断的黑色人影 最终被消耗而死 只是 虽然五燕知道 其中诀窍 但他的神魂之力 远不如五妹的力量浑厚 因此根本没有实力突破幻境 真是绝情啊 五燕心想 他摇摇头 忽略了心中的胡思乱想 这二姐 最是不讲情谊 只要惹恼了他 亲弟弟也不会放过 五燕最终还是冲了上去 只有冲破黑色人影的阻碍 才能保护刘弃德的安全 刘弃德是宋白的得力干将 虽说长得猥琐了些 但如果真死在这里 宋白 恐怕不会饶过自己 想起那道恐怖的身影 五燕就一阵哆嗦 正在这时 又来了几十道黑色人影 他们双手举着长矛 眼中闪着红光 模糊的面部 全是雾气 根本看不清长相 好 面对这些沉默的黑色人影 五燕怒吼一声 给自己壮壮声势 旋即 他两手招摇 半空中瞬间出现点点金光 随即掉落到金燕身上 化作一副金色的盔甲 金元素铠甲 金元素不仅是最锋锐 攻击力最为恐怖的元素 它同样也能化作 最为坚硬稳固的防御 来抵挡任何强大的攻击 来啊 怪物 五燕抓起一把 由金元素凝聚成的锋锌 四处纵横劈砍 这些黑色阴影 简直不堪一击 被他砍杀了十几个 化成黑烟一般消散 二姐 你这也不给力啊 再来 五燕哈哈大笑 他表面上极为镇定 其实是掩饰着内心的恐惧 因为五妹的手段通天 即使只有四阶巅峰的实力 但其真实战力 比一个五阶巅峰强者 都要恐怖 仿佛是听到了五燕的话语 天空中雷声隆隆 原本正在不断战斗的黑色人影 似乎受到某种召唤般 纷纷仰头看去 甚至 就连五燕的锋刃 披散了一个个 黑色人影时 他们也毫无反应 只是僵硬地站在原地 不好 五燕心中 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五兄弟 哈哈哈哈 我来找你了 这次多谢 你帮忙啊 要不然 你刘老兄 估计已经伸手一触了 刘继得发现 周围的黑色人影 像雕像般凝固在原地 丝毫没有动弹的意思 他披散了两三个黑色人影 以为危险已经解除 当即哈哈大笑 向五燕冲过来 别过来 有危险 五燕大声道 他了解二姐的性子 除非有什么变故 是绝对不肯吃一点亏的 但如今这些 本该战斗的黑色人影 如今却没有丝毫变动 只能说明一个情况 那就是 更危险的情况 就要出现了 黑色雾气上空 雷声隆隆 见或交杂着怒吼声与哭嚎声 无边的黑雾中 仿佛有无数恶鬼 随时都会扑过来 五燕虽然明白 这些只是幻想 但面对如此真实的场景 还是不敢有丝毫放松 这些场景可能是假的 但接下来 遇到的强大威胁 受到的伤害 却是实打实的 一旦在这里殒命 那就可是真死了 此时刘继德 还在向这边狂奔 天空中仍是雷声不断 猛然间 一道闪电梯来 带着不可阻挡的浩然之势 狠狠冲向刘继德的脑袋 劈啪啦 神威天将 无人可挡 但面对这道闪电 刘继德不闪不闭 只是紧紧盯着 再气劈向自己的最后一刻 鼓动全身的气血之力 迅速向一旁翻转 劈 劈 即使他躲避及时 还是有不少雷电 见射而出 刚才的一瞬之间 皮肤就接触到了 数千度的高温 以他四阶的实力 再加上 学习了人族的传承之法 因此虽然受到了波及 但却并不致命 只是他头上 原本就有些稀疏的毛发 如今却变得有些焦黑 远远看去 如同凌乱的鸟毛一般 傻缺了吧 也能躲过去 刘继德自信地疏疏头发 啪 啪 啪 然而下一刻 无数的雷电从天而降 直接将他周围这片区域 彻彻底底地劈了一遍 纵使刘继德手段 如何高超 躲避如何迅速 也很难挨过 这波攻击了 他被劈了得结结实实 嘴中吐出一口白烟 整个人如同一块焦炭 之前略有些焦黄的毛发 在经过这一次 雷电攻击之后 一点也没剩下 刘兄 五燕关切地大喊一声 随即纵起身形 以平生最快速度追去 大哥 你可千万不要死啊 你死了 宋白也会让我活不成 五燕一边狂奔 一边心中默默道 但现实 往往不尽如人意 这时 周围世界的全部黑色人影 纷纷消散成一团黑气 随即树团凝固 成为了一个 高达数十丈的黑色魔头 这魔头张开獠牙 流出黑色的液体 从喉中传出一声大吼 大口居然转瞬间变大 咬向五燕 该死 五燕连忙转身躲避 手中金色锋刃顺手 披在这怪物的身上 但让他极为惊骇的是 本来能轻易劈穿 黑色人影的武器 此刻 却只是在外面 画出浅浅的一道痕迹 伤害几乎略等于无 而此时 树到黑色触手 却在不知何时 出现他的身后 而五燕 仍然是毫无所觉 五兄弟小心身后 刘契德急忙大声道 身后 五燕听到这句话 连想都没想 迅速向前方奔逃 然而 已经晚了 无数道触手挥舞而来 在接触到他身上 坚固的金色铠甲时 竟然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 便随即突破防御 将金色铠甲击碎 而这些触手 也是在这个时候 狠狠扎进五燕的背部 戳出一个个手腕粗细的恐怖洞口 流出大量的金色血液 若不是五燕听到 刘契德的提醒 便在第一时间 就向前顿走 只怕他现在 恐怕就要 被这些触手伸入 当场身死了 五燕兄弟小心啊 刘契德看着他 左右奔逃的狼狈模样 不由地捏紧拳头 紧张到 他好不容易挨过这一波 雷电攻击 虽说依靠着人族 传承的气血修炼之法 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但此刻 却是身受重伤 在黑雾空间中出现 随着他的话语声传来 一道无比巨大的手 裹挟着无数闪电 从天空探下来 随后 巨手停留在刘契德身边 在他惊恐的神情中 一把将其抓住 磨一道空中 狗东西 敢骗本姑娘 你当真该死 现在 本姑娘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把那什么宋白 给我找出来 让他当我的男宠 或者 我现在把你捏死 让你开开心心去死 此时 刘契德 被妩媚的巨手抓住 他的脸庞须影 弥漫着点点黑气 足有数十丈大小 显得极为庞大 这 刘契德擦擦头上的汗 接着说道 姑娘 你要讲道理啊 都要死了 怎么会开开心心的呢 那如果要开心 怎么会去死呢 你要是把我放了 不杀我 那我才会开心啊 再说了 我只是知道宋白这个人 英俊潇洒 温润如玉 因此才故意冒充他 其实 我是真不知道 他是谁 刘契德头头是道 一本正经道 还敢耍本姑娘 看来 你是把我当傻子了 五妹恨得银牙紧咬 右手逐渐用力 竟是要将刘契德 活活捏死 阵阵骨骼 碎裂声响起 刘契德全身剧痛 几乎快要昏厥过去 宋白到底在哪 说不说 朦胧中 他听到了最后一句话语 我是真不知道啊 好 那你就去死好了 五妹再次用力 你就是五妹 果然是一个暴躁的女子 名不虚传啊 一声温润的男子声传来 声音轻飘飘的 却让五妹如遭重击 怦然一声轻响 这只捏着刘契德的右手 瞬间炸裂 点点黑光消散在空中 竟是再没有出现过 而一直被黑烟遮盖的天空 此刻也透出一丝光亮 下一刻 整个空间如同融化一般 五妹的面部虚影 凶恶的黑色魔头 也在这声轻响中 瞬间爆裂 再无踪影 随之而来想起的 是在城门口 来往的众人喧哗声 妈妈 你看那几个大哥哥大姐姐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奇怪啊 那个猥琐叔叔 还掐着自己的喉咙 好像要把自己掐死 还有那个大胡子哥哥 拿着剑朝自己身上乱砍 一个小孩嘟囔道 快走快走 他身边的妇人脸色一变 连忙抱起他进入城中 呼呼 清醒过来的午宴 趴伏在地上 像溺水的人逃到岸上一般 大口大口的喘气 在那黑影密布 不见光亮的空间里 那些黑色魔头 仿佛是不可战胜般 一次次将他打成重伤 这样的绝望 他是不想 火焰缭绕翻腾 此人英姿雄伟 身披红色披风 手握方天画脊 眉宇之间显出淡淡威严 一双眼眸如潭水般 深不可测 有些杀风景的是 他右手提着一个 体型庞大的食人魔 此刻这个食人魔鼻青脸肿 整个右手手臂都被砍断 好像是由于失血过多 而昏迷了过去 你就是 五妹看着眼前的男子 正正道 你就是宋白 话语间带着确定的语气 这男子的样貌气质 简直和画中人一模一样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人的实力 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 竟然是在瞬息之间 以他都毫无察觉的时候 将这幻术彻底攻破 如此实力 即使是狂风城城主 或许也略有不如 此人认识我 宋白有些疑惑 但他随即收回情绪 淡淡道 我这个属下 一向深受我的器重 如今被你打成重伤 眼看就要死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既不如人而言 但他既然成这样了 我也就不多要求 就以命敌命 阿你的人头 来给我一个交代吧 话语之间 冷冰冰的毫无感情 即使眼前的五妹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宋白也没有一丝犹豫 对他来说 只要是敌人 不管长什么样子 都该死 确实 我是有点太过分了 五妹点点头 似乎对这句话极为认同 要是早知道 你是个美男子 恐怕 我也不会出手那么重 不过现在的情况 虽然糟糕 却绝不是一条死路 或许 咱们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他忽然俏皮一笑 看到他的人 顿时感觉如沐春风 久久沉醉其中 这是什么女子 居然有如此美貌 一个年轻人赞叹道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公粉黛无颜色 大概就是 对他的最好形容了吧 此女价值几何 我买回家做小倩 一个胖胖的富人惊叹道 狗屁不知的傻子 刚才那强烈的神魂波动 你难道没有丝毫感觉 这女子是个顶级高手 让她听见你说这话 只怕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旁边一个男子比一道 我家才万贯 别说普通的人族女子 就是连那些尊贵的师族美少女 还不是臣服在我的身下 妇人洋洋得意道 好小子 就是你 我是师族稷察队的 你涉及贩卖师族少女 罪恶深重 跟我来一趟吧 不要啊大人 此时的宋白 听到妩媚要和她谈谈 笑道 不知道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以赎走你这条性命呢 宋白的神态如此轻松 只因为她发现方才声势浩大的攻击 其实并没有对刘契德造成太多伤害 也就是说 这女子并没有下狠手 不过话说回来 对刘契德这个臭老头惩戒一番 或许也是好事 谁让她冒充自己 肆意败坏自己的形象呢 十前的东西 妩媚咒没想了想到 我是狂风城武家的女儿 经营无数 任由你取用 这不够 宋白微笑着摇摇头 此刻的人族领地 发展蒸蒸日上 同时也不和外界接触 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 不够 妩媚愣了一下 然后迅速道 只要你不与武家为敌 那么我这门控制黑影的神魂之术 也可以完全传授给你 这 我也想要啊 二姐 在一旁呆愣的武艳听到后 赶忙道 她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除了尊贵的身份 再也没有任何收获 而她平时能接触到的秘术 也是极为普通的 就连她现在已有的金元素传承 都比不过 因此 当她听到妩媚的话语之后 顿时极为激动 武家秘法啊 我也想要 然而当她心情激动的时候 妩媚一句轻飘飘的话 打断了她的幻想 你给我滚 随后 妩媚无事无厌地不断讨好 将目光紧紧放在宋白的身上 她妩媚最重要的男子 一是要相貌俊美 二是要实力强大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让妩媚为之清新 然而 在狂风城这么多年 别说武力强大了 就算是相对有些实力的强者 也并不英俊 根本让她看不上眼 那些皮囊好看的绣花枕头 就更别提了 人人都以为她行为放荡 宠爱众多 丝毫不检点 但只有妩媚自己心里才清楚 她 仍是纯洁之身 俗称处女 但此时的宋白 仍是摇摇头 似乎不太满意 因为就在刚才 她已经查看了妩媚的属性 并将其身上的秘书 进阶复制了过来 妩媚 实力 四阶巅峰 特性 召唤阴影 魅惑之术 暴躁的女人 召唤阴影 此人得到了亡灵法术的部分传承 能够通过神魂之力 创造幻境 并召唤出黑影军团 攻击敌人 神魂之力越强大 幻境越稳固 魅惑之术 此人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很容易勾引男性的欲望 让人对她言听计从 暴躁的女人 此人性格暴躁 不容许有不同于她的想法 但作为一个女性 当她钟情于你的时候 或许会考虑你的意见 不好意思 五妹姑娘 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都不是太在意 所以 你应该拿出一些 我能看得上的东西 这样咱们才有和解的可能 宋白淡淡道 她根本没想为难这个女子 只是有些好奇 此人还能拿出什么东西 更让她奇怪的是 她的属性板块上 明明有个暴躁的女人 这样的特性 怎么说了这么多话 自己却丝毫没有感觉到 暴躁的情绪呢 难道 宋白摇摇头 按道自己 真是想多了 又不是什么小说的主角 哪能第一次见到个女人 就被人家喜欢上了呢 谁知道眼前的五妹 听到宋白说这话的时候 忽然露出了一个 娇羞的表情 嗯 我身上有的东西 宋白大人 想必都看不上 既然这样 本姑娘也只好 以身相许了 什么 一旁的五燕瞠目结舌 一向如同 母老虎般的二姐 居然也有如此女儿胎的时候 是自己眼瞎了吗 还是说 二姐只是恶趣未发作 想细耍宋白 想到这儿 五燕不禁露出一个怪异的神情 这俩人 一个霸道冷酷 一个暴躁无情 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看什么看 五燕 再看就把你眼珠子 抠出来喂珠 五妹恶狠狠地说完话 便一脸期待地看着宋白 但其实她的心中 已经做好了 被拒绝的准备 哦 还有这等好事 既然如此 那我要是拒绝了 岂不是辜负了 家人的心意 宋白豪迈一笑 一声呼哨 远处一匹 极为雄壮的战马 跨越而来 她纵身上马 拉住马缰绳 低头看向五妹 来不来 啊 此刻的五妹有些发猛 你同意了 废话 爷今天带你杀人 来不来 来 五妹轻轻一笑 两个迷人的酒窝露出来 她抓紧宋白的手 用力一蹬 将自己散发着迷人香气的郊躯 依偎在宋白的怀里 将士们 随我冲锋 杀 黑龙狂话轻微 巨人僵尸 打破城墙 往人多的地方冲 龙血步兵 轮流投掷标枪 射杀敌人 龙血重骑 四处游走 冲散敌人的阵型 胳膊铃斥后 四处分散 击杀逃跑的敌人 当五妹刚刚上马的时候 就听到宋白的一声大吼 将命令接连发出 什么 冲锋 五妹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周围的呼呼风声 宋白已经纵马 及时到城门口 在周围狮族战士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方天化己已经划过他们的喉咙 此时的宋白 方天化己 挥舞如风 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 将前来支援的失足战士 瞬间杀散 啊 点点血迹 撒上五妹身上的红裙 即使她素来张狂强横 也杀了不少人 可此刻 看到这残忍的战场 还是忍不住惊叫一声 怎么了 怕了 宋白笑了一下 调侃道 五妹安静地伸出血壁 紧紧拥抱住宋白 感受她磅礴的泣血之力下 极为强健温热的身躯 只要有你在 我就不怕 你可以保护我的 是不是 听到五妹的话 宋白哈哈大笑一声 旋即调转马头 朝敌人最多的地方 冲锋过去 她整个人如同魔神般 方天画戟带着无边的烈焰 只轻轻一扫 不知杀死了多少 失足战士 而此刻 身后的黑龙 狂话轻卫 已经冲锋而来 他们举起手中锯锤 猛烈地撞击成墙 顿时 原本极为坚实的墙面 一阵摇晃 许多失足战士 都有些站不稳 纷纷跌倒在地 即使有些失足战士 勉强站立起来 拉起弓弦 将手中箭矢 尽数射向这些巨人 但即使命中了 也只是 擦破他们的外皮 根本不能造成太多伤势 防尘弩 快用防尘弩射击 仓促迎战 这些失足战士们 死伤惨重 城门守军的失足将军 迅速反应过来 他大声呼喊 组织士兵 使用防尘弩 到现在这个时候 城主不在城内 失足强者 还没有到来 也就只有防尘弩 才能对这些 恐怖的怪物们造成伤害了 而此刻 如红朝般聚集的龙血步兵 已经举起手中标枪 将目标瞄准了 城墙上的失足士兵们 龙血步兵 举起标枪 瞄准 第一轮 放 呼 呼 呼啸声传来 一大批标枪雨 对准那些防尘弩 如同不停散落的雨水般 狠狠扎了下去 顿时间 城墙上全是痛苦的惨叫 谁也没有想到 在狂风城这样 戒备森严的地方 还有人胆敢正面 强攻城池 再加上天气又有些炎热 因此即使是训练有素的 失足士兵 也在上级军官的默许下 脱下了身上的沉重铠甲 因此 面对着突然袭击 他们还没来得及穿上装备 就不得不拿起武器走上战场 甚至还有一些失足战士 一边穿戴着铠甲 一边走出军营 却转瞬间就被敌人杀死 此时此刻 些许的偷懒行为 却成为了他们死亡的加速器 快躲开 饿了 众多来不及躲避的失足战士 面对这些标枪语 只能以血肉之躯去阻挡 甚至有些战士 居然扶起旁边死去战友的尸体 来作为遮蔽物 然而 这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他们小看了标枪的威力 这些标枪 经过投射的加速 能接连贯穿好几个人 根本不是区区一具尸体 就能够阻挡的 一时间 失足战士 纷纷惨叫出口 只能在心中叫苦 期待这些标枪语 尽快结束 呼呼 时间又过了一刻钟 标枪语逐渐减少 只有零星几个 标枪扎进来 没造成任何杀伤 结束了 应该是 没有标枪飞过来了 这群卑鄙的人族 等他们接近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们 尝尝世边的威力 士族绝不屈服 轰隆 正当他们议论之时 地面上又传来一阵 轰隆隆的响动 仿佛地震一般 最东边的半拉城墙 居然他陷了下去 是那些巨人 呸 恶心的怪物 士安康将军 我们现在怎么办 被人称作士安康的 士族守门将军 宽厚的胸膛上 已经被标枪 深深扎入进去 他在之前的战斗中 一把将气拔出 并自行包扎疗伤 此刻的他 因为失血过多 面色相当苍白 但看上去 还是相当镇静 丝毫没有被伤势影响到 这样的英雄人物 理应得到崇尚强者的 士族战士们的赞叹 因此在标枪语结束过后 纷纷向他寻求意见 此刻的士安康 就是一众士族的主心骨 面对如此拥戴 他仍然不卑不亢 而是手指地面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我们外面有巨人入侵 那个人族强者 又在城内大杀四方 但咱们的士族强者 还未赶到 城主又不在城内 可以说 此时正是狂风城 最为危急的时刻 不得不说 作为人族的指挥官 在这个时刻发动突然袭击 实际把握得非常好 甚至 我有理由怀疑 他们还派出一部分兵力 牵制住了城主的军队 否则 城主出征这么久 不至于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定是敌人经常骚扰 连城主派出的士族斥候 都给杀了 众师听完他说的话 一直连连点头 眼神中满是赞同 显然 施康安说的话 让他们解开了疑惑 将军 我是动粗汉子一个 您说 咱们现在怎么办 我一定听您的 我也是 加我一个 我侍卫一直以来 都对你不服气 但今天听完你的分析 我觉得我啥也不是 俺也听你的 听完众师的话 施安康微微点头 好 我没有想到 在座的各位 是如此盛名大义 那我就说 一下自己的捉剑 如今敌人的镖枪 已经不再投掷 最具有威胁性的 还是正在攻城的巨人们 咱们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趁乱夺战守城武 将巨人一举消灭 这个计划 如果咱们能付出一些伤亡 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到那时候 咱们士族强者的支援 也应该到了 这样一来 城门就守住了 咱们就是士族的英雄 施安康站起身子 眼中闪过 极为自信的光芒 我已经研究过 对面的战术了 他们对于实际的把握 确实是相当好 但有一点 他们却做错了 那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仗着自己的勇武 不顾手底下的士兵 一味往前冲 割裂了指挥与士兵的联系 绝对是找死 他慢慢站起来 右手举起长刀 诸位 为了士族的荣誉 让我们拼死作战吧 为了士族的荣誉 拼死作战 士族战士们纷纷怒吼 无视脚底下的轰鸣 跨过几道 略有些倒塌的城墙 冲到工程弩面前 武手准备 谁会用武 快快 十几个士族弩手 赶忙跑过来 不顾身下的晃动 在士安康的指挥下 投入箭矢 将目标对准了巨人僵尸 预备 放 呼 呼 破空声响起 这十几只弩箭很快 被抛制出去 但脚下的不停晃动 再加上战争带来的恐慌 让这些弩手很难瞄准 即使弩箭抛射 也并没有命中太多目标 啊 一只幸运的弩箭 穿过重重阻碍 正中一个黑龙狂化轻微的腿部 他一时腿痛难忍 不由地痛呼一声 旋即倒在地上 厉害 好精准的弩箭 士安康将军威武 即使只有一只弩箭命中 但看到那些一直以来 都毫发未伤的巨人们 终于倒下了一个 他们还是不由地 感到一阵惺喜 诸位冷静 还有更加丰硕的成果 等待着咱们 各个士兵预备 再次发射 士安康沉稳的话语 让这些士兵大受激励 这才是他们的师族将军啊 即使取得了骄人的战果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 预备 士安康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听到身边一片 惊恐恍然的叫声 怎么了 他有些不耐烦 这群师族战士 怎么一点勇气都没有 将军快看 一个士兵手指颤抖 指着城外 惊呼道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千多龙血步兵 手举着镖枪 正在瞄准目标 准备再次射来 将军 还要来一波镖枪雨 咱们快撤吧 是啊将军 等一下再来也不迟 我听将军的 听到众人的议论 士安康星想军心变动 一定要将他们尽快稳住 诸位 相信我 这次镖枪雨的攻击 一定不强 你们想想 刚才已经发射过 如此长时间的镖枪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力气 再次发射一波 只怕他们的力气 只要咱们再坚持这一波 一定能够把敌军打退 说这话的时候 士安康露出极为自信的神情 仿佛早已胜券在握 师族战士们也被这句话打动 原本有些打退唐古的心 此刻也都坚定下来 不得不说 士安康鼓动人心的本领 绝对是极为优秀的 一时之间 竟然没有一个师族战士逃走 反而都决定留下来 和他们的将军共生死 不错 将军说的极有道理 是我见识短浅了 我为自己刚才的懦弱 感到无比羞愧 不必再说了将军 为了士族的荣誉 我留下来 一时间 众士族战士 眼中都无比傲然 面对龙血步兵手中的镖枪 竟然毫不畏惧 哼 你们再厉害 在才智方面 也不敌士安康将军的分毫 此时 城门外的龙血步兵 面对那些 根本不躲避的士族战士们 也是有些诧异 但他们 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此刻 即使心中有些疑问 也没有说出来 反而是在小队长的指挥下 迅速发起攻击 标枪准备 瞄准敌人 放 第二排士兵准备 放 第三排士兵准备 放 呼 呼 呼 又一阵呼啸的标枪雨 从空而降 但士族战士 没有丝毫恐惧 他们现在已经穿戴好了重甲 并且举起手中的盾牌 自信能抵挡住这波攻击 不要担心 这是最后一波的攻势了 武手不要躲 赶快驾射弩车 攻击巨人 为了师族的荣誉 我士安康与你们同在 士安康吼道 他这一番话 使得在场的师族战士 都是极为振奋 将军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 来吧 卑微的人族 此时 数百发标枪从天而降 穿过半空 发出极为尖锐的呼啸声 呼 呼 这标枪 怎么还如此有力 似乎有些不对 一些略微理智的师族战士 似乎发现了异样 但很快 更多狂热的声音 将他们淹没 士安康将军 都分析过了 这次标枪雨 造成不了太大杀伤 怎么 你小子 连将军的话都敢质疑 不是 我只是 那个有些疑惑的 师族战士 嘴角一阵孽如 旋即声音 就被淹没 无数战士毫无畏惧 眼神中 都带着狂热 呼 呼 守成弩的弩箭 还未发射出去 标枪雨 已然降临 呃啊 破 怎么回事 这次的标枪雨威力 没有丝毫减少 我们小队 死伤过半 这次投射而来的标枪 其威力丝毫不减 不禁引起了一阵慌乱 不能撤退 施安康坚持自己的观点 道 撤退咱们 就输了 兄弟们 只要咱们扛过这一波 就肯定能赢了 施安康 鬼使神差地说出这句话 呼 呼 呼 一波标枪雨过后 龙血步兵们 没有丝毫松懈 反而向后退去 早已准备好的第二队士兵 再次举起了标枪 人族士兵 居然还在投射 他们分为三波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终于有师族战士 看出了人族的战术 于是纷纷劝谐起来 快躲起来吧将军 咱们还有机会的 是啊将军 战士们都快死光了 施安康脸色阴沉 听到身边的劝谐声 当即拔出长刀 猛然砍下了身旁 正在劝说的师族士兵 鲜血飞溅四周 好多师族 士兵头上都溅起了鲜血 他们呆愣愣地 看着施安康 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这还没跟人族士兵接触呢 怎么先杀起自己人来了 再敢多说 死 施安康大声道 这一残忍的行为 立马起了效果 周围的师族士兵 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举起手中盾牌 试图阻挡 买锋锐的标枪 但一股淡淡的哀痛 渐渐在人群中蔓延 发射弩箭 攻击巨人 施安康再次下令 在他看来 这些师族战士 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都算不了什么 只要能战胜敌人 守卫家园 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掃 掃 掃 弩箭再次发出 这次比较幸运 一共打中了 三个巨人僵尸的胸膛 强啊 打中了 师族战士们 略有些振奋 但下一刻 他们就笑不出声了 这些巨人僵尸 随手把胸间的弩箭抽出 一股黑气缭绕 渐渐将伤口包裹 受伤的地方 居然长出了新的血肉 他们付出 无数牺牲换来的攻击 一点用都没有 师族战士们 一阵骚动 有几个战士 甚至倒在地上 任由镖枪射来 痛哭失声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 一直以来 都极为冷静的师安康 此刻终于崩溃了 他根本不明白 这些巨人僵尸 为什么拥有 如此可怕的自愈能力 真的有人 能击败这些怪物吗 正当他自我怀疑的时候 源源不断的镖枪 仍在从远方射来 呃啊 不时有人倒地生死 更痛苦的是 那些被渣中要害处的 师族战士 他们痛苦地哀嚎着 只能等待哪一支镖枪 彻底结束他们的痛苦 将军 咱们快逃吧 咱们大势已去 再不逃 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一个师族战士苦劝道 你这个废物 施安康正向怒骂一声 忽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似的 看向旁边那个战士 所在的地方 只见那个师族战士 已经被一个镖枪 正中胸膛 他两眼无神地看着天空 呜咽着不知要说些什么 啊 施安康觉得自己几乎要发狂了 他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怒吼道 快撤 所有战士快撤 这时 一直被锤击的城墙 呼拉一声塌陷 一块巨石被崩起 向他压过来 施安康迅速躲避 但他有伤在身 速度还是慢了一点 轰隆 巨石的阴影迅速将他遮蔽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迅速压倒他的下半身 啊 无比剧烈的疼痛 让他简直要咬碎钢牙 恨不得尽快昏迷过去 但如果一直被压在这里 恐怕还默等敌人 对他动手 他就会因为 失血过多而死了 将军的尊严 让他说不出救命这种话 但周围的士兵 只顾着逃跑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被压倒的他 嘎 一个失足士兵 在慌忙之下 竟然一脚踏上 施安康的手掌 几百斤的重量 压下来 随着一声嘎嘣的鼓裂声 他痛苦地发出大声吼叫 救我 救我 企图吸引他几人的注意 这几个失足战士 果然注意到了他 他们一边防备着 天空上的标枪 一边谨慎地 向这边挪动脚步 你就是施安康 一个瘦小的失足战士 激动道 是 我就是 在这种危急关头 他根本没注意到 这个战士的 神态有些不对劲 只是一味呼救 希望能快点逃出去 我呸 一大口吐沫 吐到他的脑袋上 他还没反应过来 脖子就被死死勒住 喘不过气来 你不要命吗 快走 他胸上的军章 是金色的 值不少钱呢 话语声逐渐远去 那几个失足 根本没有救他的意思 只是拔掉了 他胸前的军章 匆忙逃走了 我 施安康只感到 内心无比苍凉 他正要说些什么 一杆雕枪 忽然呼啸而至 碰 枪尖无情地 刺爆了他的脑袋 红的白的到处都是 而这位有着 雄心壮志的失足将军 就此生死 杀呀 随后 无数龙穴步兵 发出吼叫声 举起手中武器 跟在巨人身后 向城中冲锋而去 城内 宋白搂着怀中的绝色女子 一敢方天化己 不知杀了多少人 即使烈焰不停地 将蒸干血迹 他握着武器的右手 还是染得一片血红 武器是手臂的延伸 当你能熟练运用武器的时候 杀人也就很简单 宋白纵马 在战事中纵横 挥手间取人性命 表情仍轻松随意 甚至还有机会 和五妹交谈 这么好玩 五妹看上去 似乎十分欣喜 他握住 宋白温热的右手 像指挥他似的 砍翻一个尸兵 这么有意思啊 五妹就像一个 遇到玩具的小姑娘 欢呼道 杀呀 杀呀 宋白 快杀那个 快 他要逃了 正在逃跑的 尸族士兵 一脸哭丧脸 按道我招谁惹谁了呀 下一刻 一道火红的机影闪过 他往后走了两步 无力地倒在地上 再无丝毫意识 好贼子 俺敢杀我族人 人族孽畜 快快住手 七个尸族强者 同时怒吼 从远处飞跃而来 这些强者们 没有坐骑 因为他们强健的腿部 就足以比大多数坐骑 都迅猛 砰 一个五阶尸族强者 手握双锤 狠狠锤击而去 宋白方天化己 一挥 灼热的火焰缭绕 一股极其狂暴的能量 冲击而去 所过之处 大地崩裂 掀起无数烟尘 敢跟我硬碰硬 这名尸族强者 他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 尸族本来就以力量著称 他更是尸族的力量佼佼者 就连实力强大的族长 尸怒大人 也只能和他拼个平手 此刻见宋白要和他硬拼 他脸上带起一丝争鸣之色 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小子受死 哄 一声剧烈的轰击声 这尸族强者 只感到一股无可匹敌的 佩然之力传来 他已经竭尽全力 仍是抵挡不住 饿啊 随着一声惨叫 硝烟散去 只见刚才无比狂傲的 五阶失足强者 此刻竟是倒在地上 两柄大锤压在身上 眼看就要失去声息 人族 怎会如此强大 他艰难道 下一刻 他口吐鲜血 眼中的光彩 彻底暗淡 而此刻 随着此人的身死 一众失足强者 也是纷纷停下脚步 不敢妄动 他们过惯了优渥的生活 已经不习惯 与人拼生打死 而面对 虽然只有四阶巅峰的修为 实力却远远强大的宋白 更是丝毫不敢动手 宋白根本没将这些人放在眼里 一击挥出 他抓紧手中方天化己 死死地盯着 站在最后的那个失足强者 失足长老是无需 实力 六阶巅峰 特性 失足高阶血统 死里逃生 幕后黑手 头戴绿帽 失足高阶血统 此人身怀皇族血统 经过了岁月的魔力 已经成为狂风城最强大的存在 死里逃生 此人曾经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逃生 为此他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幕后黑手 此人做事相当周密 不遇到危急情况 不会轻易露面 头戴绿帽 此人家有娇妻 在不知不觉间 他已拥有了一片青青草原 但此人却浑然不知 反而乐在其中 忽略了其他特性 宋白的眼神死死盯在实力那一栏 只因这失足长老的实力 是六阶巅峰 宋白生平见过的 最强大对手 你就是宋白 当先的五阶失足强者问道 为何杀我族人 又为何攻我狂封城 你可知 你这样做的后果 有多么严重 这名强者声色俱力 非常大声 同时五阶实力散发 阵阵威压 弥漫周围 但宋白丝毫不加理会 眼睛死死地盯在他的身后 六阶巅峰强者 尸无虚的身上 好小子 这是我们失足大长老是无敌 为何不大话 莫非是看不起我家长老吗 失足强者 纷纷大声叫嚷 即使是见识过宋白的实力 也仍然不以为意 你们几个 住口 失无敌脸边的金色鬓毛飘起 他对后面的失足强者怒哼一声 脸色变得很难看 这些老小子 看热闹不嫌是大 如果宋白 首先出手对付自己 那他毫不怀疑 这些所谓的五阶强者 根本不会顾及他的安全 反而会逃得远远的 到时候 倒霉的只会是自己 正当他要怒斥这些五阶高手的时候 一个长老忽然一声惊呼 你是 五家的二女五妹 他这一句话 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真是五妹 你身为狂风城五家 为何要伪身于贼 莫非是五家叛变了 该死的五家 果然人类不可靠 师族长老们纷纷大声怒骂 指责五家不讲义气 而在战场上的某个角落 一个五家族人偷偷溜走 准备跟族长汇报情况 好了 失无敌一挥手 制止了这些师族长老 毫无意义的呵斥 他紧盯着宋白道 这位公子 我狂风城师族 自问于你们人类毫无瓜葛 为何要侵扰我狂风城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 我们族中 实力最为强大的强者 族长师怒 此刻就在外面征战 但等他胜利归来的时候 就是你的死期 因此 我劝你快快带领军队撤出狂风城 当然 如果你有所需要 大可以跟我提出来 我一定会尽量满足 师无敌道 尽量满足 宋白慢慢收回目光 表情有些玩味 就在刚刚 他打开了师无敌的属性栏 师族大肠老是无敌 实力 五阶巅峰 特性 师族高阶血统 掌握权力 极为好色 不忠的丈夫 掌握权力 此人身为师族的大长老 对权力极为迷醉 甚至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 极为好色 此人对他人身体很感兴趣 性别在他这里不是阻碍 不忠的丈夫 此人明明有妻子 却很爱在外面拈花惹草 连兄弟的妻子都不放过 再结合那个师族 六阶强者 师无虚的特性 宋白顿时有些了然 一个 头戴绿帽 一个不忠的丈夫 好家伙 你俩之间有故事呀 看到宋白面带一丝微笑 师无迪以为他同意了 不禁松了一口气 人族的卑鄙小子 等我师族族长回来了 一定把你抓住 然后碎尸万段 他暗暗心想 但师无迪表面上 仍然带着一副笑脸道 不知道 宋白老弟想的怎么样了 你大可踢条件 只要我能办到的 一定满足你 看到他这副讨好的神情 依偎在怀中的五妹悄悄道 这师无迪一向心狠手辣 手段歹毒 你可要小心啊 宋白点点头 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怎么会看不清 那师无迪在无意间 眼神闪过的一抹怨毒的神色 只是他也不以为意 反而要将计就计 彻底利用好 这个师无迪 宋白笑笑道 既然师无迪老兄如此仁义 那我也不能多要 免得坏了老兄的一番好意 听到这话 师无迪连忙点头 那是那是 后面的那些师族长老 一脸惊讶 心想此人刚刚还轰杀了 他们的一名长老 怎么现在这个时候 却如此客气 只有那个六阶巅峰强者 师无虚 仍然一脸淡然 眼神波澜不惊 仿佛没有什么事情 能让他惊讶 宋白不着痕迹地看了他一眼 心想你小子 实力在强大 还不是被人戴了绿帽子 等我把真相揭穿 看你还如何淡定 想到这 宋白笑音音道 既然师无迪老兄 如此豪爽 那我就说了 我这个人 一向对人诚恳 不喜欢假话 今天 我就问无迪兄几个问题 只要您如实说来 我一定撤去军队 并且不要丝毫补偿 还有这等好事 师族长老们 满脸喜色 纷纷对师无迪道 大长老 快答应他 师无迪瞪了他们一眼 沉音片刻 随即缓缓道 好 那我就答应你 在他看来 回答几个问题 并不会损失什么 再说了 对于这小子不知道的答案 自己完全可以说假话 反正他也不知道 想到这里 师无迪微微点头 好 宋白笑了一声 随手往身上一抹 手中出现了一枚 黑色的药丸 这是何物 五无迪一获道 此物名为身腿瞪眼丸 是我利用浑身精血 历经九九八十一天 精心研制所成 此物一旦被人服下 此人说出的任何话语 我便可当即知道真假 宋白缓缓道 他怀中的五妹 此刻憋着笑 用粉拳捶了一下宋白 这人也太坏了 用自己身上的成垢 搓出的泥丸子 非说是什么神药 什么 还有这种东西 师无迪可不知道这件事 他听到宋白的介绍后 一时大为失色 同时心中暗暗想到 一旦宋白发现 自己根本没想和谈 那他岂不是一击 把自己杀了 可是不吃吧 这人足小子 总会放过自己 他眼珠子转了转 当即道 宋兄弟 不是我不相信你 但这要玩 是兄弟经过多年炼制而成 一旦被我吃了 岂不是可惜 再说了 如果我吃到他 不慎死在这里 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如这样 宋兄弟 要是相信我的话 大可以随便问问题 我是无敌绝对说实话 别的不敢保证 我的个人幸运 那在整个氏族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 无视了身后 众多氏族 长老鄙夷的眼神 失无敌大声道 这 宋白清喝一声 同时手中的 黑色药丸抛出 在半空中 划过一道弧线 就在失无敌说话的时候 这药丸不偏不倚 刚好落在他的喉中 哇 失无敌脸都绿了 他没想到 这药丸 就这么轻易地掉进了嘴里 再加上这药丸 还带着一股 极为难闻的味道 让他非常恶心 恨不得立即吐出来 好了 失无敌长老 现在我可以问问题了 不过 你也不用担心 只要您如实回答 我自然不会为难你 即使你心中的真相 对我来说 可能极为不利 宋白缓缓道 好 宋兄弟尽管问 失无敌算是 豁出去了 打又打不过 那就只能委屈求全 等失足足 长失怒归来之时 将这臭小子 彻底斩杀 想到这 失无敌心中一惊 既然吃下了这颗药丸 不会被宋白感觉到吧 看了宋白一眼 见他毫无反应 不禁暗暗得意起来 看来这个药丸 也并没有那么神奇嘛 而此刻的宋白 眼神却在有意无意间 飘向了六阶强者 失无敌老兄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否对我有恶意 是否想要事后对付我 宋白道 这 没有 绝对没有 失无敌敢忙道 即使有对付宋白的想法 他又怎么能说出口 然而下一刻 宋白抱着手中娇躯 身影一闪 在一瞬之间 就来到了失无敌的面前 他毫不犹豫 举起右手 就对狮子无敌 狠狠扇了过去 啪 一声结结实实地脆响 失无敌眼前 惊心直冒 原本金黄的病毛 一片凌乱 又变脸色通红 高高肿胀而起 看上去极为狼狈 我说过 不要再对我说假话 你心中所想 我都会知道 宋白冷冷道 接下来 我再问一个问题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宋白冷冷道 我 失无敌 从地上艰难爬起来 刚才宋白的那一巴掌 对他伤害极大 下一个问题 你们组长的实力是 五阶巅峰 失无敌咬咬牙 说了实话 反正这也是 人尽皆知的消息 没什么可以瞒的 但虽然同为五阶巅峰 失无敌 却不得不承认 他实力 远远不如组长失怒 只是这宋白 竟敢当着众人的面 狠狠地打他的脸 这绝不能忍 等组长回来之后 一定会抓住宋白 到那时 轰隆 一声剧烈的哄响 打破了失无敌的幻想 紧接着 无数道喊杀声冲天而起 凝聚成一股 极为庞大的杀意 师族长老们 同时色变 这意味着 城门彻底沦陷 就连那一直以来 都毫无动静的六阶高手 失无虚 都起身握住了武器 脸色有些凝重 他快要出手了 宋白心念一动 心想要加快进度了 再不引起师族的内部冲突 这六阶强者 就要对自己出手了 失无敌 上古师族组长听说 以长锥作为武器 可知这武器 是什么名字 这 失无敌有些为难 你不说我也知道 此物名为巨沙锥 是不是 宋白立声道 你敢骗我 就要付出代价 话音刚落 他身影如闪电般急驰 右手瞬间变为龙爪 将失无敌挥到在地 此时的失无敌 两边脸全都肿起 远远看去 犹如一个猪头 他果然知道心中所想 失无敌 完全忽略了脸上的伤势 心中震惊 你平日里放荡不羁 行为多有不检点 可否有这件事情 宋白又问道 这 失无敌有些语色 到底有没有 快说 说话之间 宋白的几肩 已经贴近了他的喉咙 仿佛只要他说个不字 就要将他当场杀死 有吧 失无敌灭如道 他不清楚 宋白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但既然他问出来了 自己也只能老实回答 说话之间 众位师族长老 也在窃窃私语 没想到 失无敌静 是这样的人 行为不检点 这句 话可值得深思啊 众师族长老议论纷纷 失无敌听到后 只感觉脸上清一阵白一阵 顿时沉默不语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不然我手中的方天话姐 可不认人 现在 将你思通过的妇人 一个个都说与我听 宋白冷声道 听到这话 失无敌慢慢抬起头 满是失病的脸上一片红肿 看上去十分可笑 但他眼神中燃起点点怒火 让人丝毫不怀疑 他下一刻就要暴怒而起 失无敌怒道 刺了 一点寒芒刺进他的喉咙中间 点点鲜血一出 周围的人毫不怀疑 只要失无敌再多说一个字 方天话姐 就会彻底将他刺死 我说 我说 在死亡面前 失无敌终究还是怕了 敢忙道 我所相处的女子 都是心甘情愿 我绝没有强迫过她们 一共有数十个氏族女人 我所记得名字的 分别有施千寻 施寻欢 施多妹 施小玲 失无敌摇头晃脑 逐渐念出一个个女性的名字 此时 身后的师祖长老 随着她念出名字的时候 脸色也是逐渐阴沉 随后纷纷怒斥起来 事无敌 你为什么要侮辱我家夫人 这根本不可能 我家夫人一向贤惠 怎么会红杏出墙 做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 嘿嘿 没有我家夫人的名字 那也说不好 我那天藏在你家床下面的时候 你不也没发现 该死 我怎么觉得 那天有些不对 原来是你 众多师祖长老 纷纷大声叫骂 若不是顾忌旁边的宋白 只怕早就出手了 师无敌一口气 说出了这么多名字 反而感到心中畅快 这些师祖长老 平日吃喝玩乐 却将城中事物 全推给他这个大长老 这一下知道后悔了吧 好了 宋白打断了他的话 在听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 他看见那个 六阶强者师无虚 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力 心道应该就是此人 你说那个师小灵 与你有苟且之事 是否真有此事 当真 如果你欺骗我的话 你今日必死无疑 宋白紧盯着师无敌 缓缓道 师无敌听到这话 赶快拍着胸脯 辩解道 当真有这事 如果我说谎了 叫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此时 身后的师无虚胸膛 剧烈起伏 眼睛瞪得死死的 看上去极为愤怒 那天 师无敌讲得津津有味 甚至怕宋白不相信 将一些细节也加了进去 那他的丈夫 可在此地 宋白继续刺激道 哦 应该是在的 我记得名字是叫 师无虚 师无敌向后看 眼神飘忽 最终定在了 师无虚的身上 周围的师族长老 纷纷远离他二人 都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师无虚会怎么做 要知道 这师无虚 虽然是一位长老 但平时极为老实憨厚 任劳任怨 这样一个老实人 在听到他被绿了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呢 此时的师无虚 慢慢取下头上的黑色兜帽 师脸慢慢涨红 一字一句 在牙齿间紧咬 师无敌 你说的可是事实 我的妻子苏小灵 真的和你有过不轨之事 他问道 真有此事 那又如何 师无敌看上去 有些得意 似乎完全不觉得羞耻 在他看来 这是展示自己雄风的机会 你该死 师无虚彻底怒了 他身为六阶强者 一向形势极为低调 但今天 却被一个浪荡子 给侮辱了 这怎能让他不愤怒 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 一向贤惠的妻子 竟然会做成这种事 这怎么可能 煞时间 无边的杀意 充溢在空气中 师无敌露出雄壮的身躯 一股滔天的气焰 冲天而起 这怎么可能 师无敌震惊了 他自问 以自己五阶巅峰的实力 在狂风城已然是 极为厉害了 但此时 面对师无虚 他却感到自己 如同在狂风中的孤舟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你怎么可能 如此强大 师无敌难难道 但他话还没说完 师无虚 早已伸出一双尸肘 在转瞬之间 来到他面前 右手紧紧抓住他的脖梗 任由鲜血流出 呜呜 师无敌 捂着自己的喉咙 拼命地挣扎 他现在感到头脑晕血 一阵窒息 师无虚 却没有丝毫理会 他仰起头 面对天空 双眼通红 不停地大声怒吼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历经这么多磨难 你这贼老天 为什么偏偏捉弄我 我恨 我恨这天道不公 随着他的话语 天地瞬间变色 雄浑的汽血之力 激荡而起 他手中猛然用力 只听怦然一声 师无敌的喉咙瞬间 被他抓得粉碎 血肉骨骼崩的到处都是 看上去极为血腥 就连那些有着 五阶实力的师族长老们 也抵抗不了 这股气势 不由得纷纷退却 眼中露出惊讶的神色 不可能 此人怎么会有 如此强大的实力 师无虚 一向默默无闻 但看这气势 足有六阶的实力 居然比咱们的组长 还要强大 怎么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号 师族长老们纷纷一轮道 这时 情绪极为激动的师无虚 却转过头 将目标描向了他们 师无虚长老 没想到您如此强大 这组长带您来 一个狮子讨好道 莫成想话还没说完 下一刻 师无虚已经冲到他的面前 随即右手一挥 随着进风翻滚 瞬间打爆了此人的头颅 你们都该死 全都该死 师无虚暴怒道 在师无虚眼中看来 这些人就是师无敌的帮凶 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可恶的东西 自己绝不会落得 如此凄惨的结局 瞬时之间 师无虚身影连闪 随着师族长老得一声声惨叫 师无虚毫不留守 转瞬之间将他们全部杀死 呼呼 杀死完这些人 师无虚不停地大声喘气 眼中尽是血红 这并非是他消耗太大 实际上 对于一名六阶强者来说 这点消耗并不算了什么 但此时的师无虚 内心早已是千疮百孔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仍然是一脸悔恨 脸上满是泪水 事到如今 你还想要对付我吗 宋白走到他面前 缓缓问道 呵呵 对付你又能怎样 把你杀了 我的那些平静日子 就能回来吗 师无虚满脸悲痛道 那也比你生活在一个谎言中 要好得多 你虽然是六阶强者 但在我看来 却什么都不是 任由你的妻子与人苟且 却没有丝毫作为 你这样的六阶强者 不当也罢 宋白淡淡道 你 师无虚怒道 他想说些什么 当话在口中 却孽如着说不出来 既然你已经背叛了狮子族 不如头抖地麾下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宋白劝道 在他看来 师无虚实力强大 性情淡薄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休想 师无虚怒道 他看了一眼 那些死去的狮族长老 脸上露出了悔恨的神色 早知道 不该杀了这些族人 以至于自己现在 成了一个叛徒 连家也回不了 该死 师无虚愤愤地 看了一眼宋白 转身纵起身法 瞬息之间 也不见了踪命 可惜了 宋白惋惜道 如果能将此人 招揽到麾下 那么 面对接下来的危机 也就更有把握了 这时 攻破城墙的人族士兵们 已经来到了城内 开始斩杀那些 还在反抗的师族战士 将石魔大王带来 另外 在占领狂风城之后 不得侵扰任何百姓 至于主动袭击军队的人 不分男女老幼 当即杀死 宋白发出一道道命令 这时一位在宋白怀中的五妹 扬起脑袋 一双美目盯着 宋白问道 那我们五家呢 五家怎么办 五家 宋白若有所思 随后道 如果五家能够投降 那自然是最好 但如果直接反抗 我也只能将其屠戮 说话之间 声音极为严肃 已经给五家定好了结局 在他看来 即使五妹 这女子如此貌美 但在大局之下 也不能给五家宽限一二 因为更加恐怖的危机 眼看就要来了 在这危机关头 绝不能有任何手软 你好狠的心呀 五妹忧怨道 她虽然极为喜欢宋白 但面对生他养他的五族 自然也是有感情的 如今看来 宋白对于敌人的态度 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即使是自己百般规劝 恐怕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反而会引起宋白的厌烦 五妹也只能暗暗祈祷 希望自己的父亲 能够审视夺势 为五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宋白大人 此时 一个中年人 带着几十个家丁 急匆匆赶来 他的额头上满是汗水 看样子累得不轻 父亲 五妹惊呼一声 这个中年人看到五妹 点了点头道 你跟着宋白大人 也算你的一番造化 不辜负 我养育你多年 随后他面对宋白 毫不犹豫地跪下道 我狂风成五家 愿意无条件投降 为宋白大人效力 很好 你们五家的三少爷五宴 之前给我送过粮食与武器 只要你们愿意投诚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宋白缓缓道 听到这话 五家家主一阵惊讶 莫想到 一向不成器的三儿子 居然在暗地里 偷偷做下一些小动作 就连他这样机敏的人 都没有察觉 不过 也正是这个行为 让他再不经意间 给五家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领主大人 食人魔大王带到 几个士兵 压着微米不振的食人魔 来到宋白面前 拱手道 好 你们几个人先下去吧 宋白这话 是对几个士兵说的 同样也是对这五家家主说的 五家家主察言观色 双手一攻 随即变头 也不回地离开 食人魔大王 你当真知道 这片天地的入口吗 宋白问道 就在不久之前 他命令刘继德 偷偷潜入城门口 自己却趁着狂风城 守备空虚 在城主府 找到了食人魔大王 随后 宋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住了此人 并以极为残忍的方法 才从口中得到消息 原来这个世界 存在着一个黑洞模样的入口 只要能顺利通过这里 便可在现实 与此一世界之间不断来往 我带你找到了这处地方 你当真 会放过吗 此时的食人魔大王 一脸为敏 经过了宋白的 不断拷打之后 一直到现在 他还没缓过来 你以为 你还要用和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如若你不说 我也不多问 但你的下场 就是死 食人魔大王 再不敢乱说 当即给宋白引路 自狂封城北面而走 经过了几次 曲折路径 两人东转西转 来到了一处草丛前面 就在这草丛之后 便是通往一世界之外的入口 食人魔大王道 你先过去 宋白豪不客气道 在他看来 这食人魔大王性格残忍狡猾 一定要时刻提防 否则不知道何时 就会着了他的道 食人魔大王莫不作声 扒开草丛 就钻了进去 宋白紧随其后 刚走了几步 一道让人极为震撼的景色 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眼前这片黑洞 十分宏伟 足有数十里大小 周围寂静无声 泛起一丝死气 这就是返回一世界的入口 宋白走进去看 隐隐间感到一股 极其浓郁的死亡气息 不对 通往异世界的通道 应该充满了 空间之力才对 这股死亡气息 是从哪里来的 正在宋白精仪之间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进风 有人偷袭 他早有戒备 手中瞬间变为龙爪 回一身抵挡 去死吧 食人魔大王间 自己已经败露 玄机脸上 带着争鸣的神色 手中举起一个黄铜茶壶 正对宋白 小小食人魔 也敢偷袭我 宋白冷笑一声 带着无边烈焰的龙爪 猛然探出 所过之处 带着炽热的温度 瞬间焚毁无数草木 你还不够资格 碰 碰 两人拳头相撞 响声在周围震动 碰碰作响 但食人魔大王 还是落下一筹 他的血统 只是普通的食人魔 面对宋白身上的龙之血脉 再加上 极为强大的恶魔血统 很快就被击倒在地 我本来已经放过你了 没想到 还是不识抬卷 执意找死 宋白冷冷地看着他 早已失去了耐心 食人魔大王 对此不屑一顾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 我的领地 我的食人魔子民 都是因为你 我所拥有的一切 在顷刻间化为尘埃 宋白 你今日必死无疑 食人魔大王刚说完话 宋白已经高高举起方天话计 龙溪火焰缭绕间 下一刻就要终结他的生命 哼 宋白 你以为你 就可以掌控一切了 真是自以为是 事实上 在你刚进入此地的时候 就已经落入了 我的圈套 今日 你就要为你的自大 付出惨痛的代价 食人魔大王说完 果断拿出了手中的 黄铜茶壶 对准宋白 默念出了 一连串繁杂的咒语 哼 一声极为强大的反推之力 冲击而来 空气中 显出一道肉眼可见的波动 砰 宋白手中的方天话计 正要命忠实 人魔大王 但在此时 这股力量 传播而来 只听一声情弦 崩裂般的闷响 他瞬间被震退几步 眼看着接近了黑洞的附近 此时 深不见底的黑洞中 也隐隐间 传来一丝 极为猛烈的犀利 并且源源不断地 消耗着宋白的神魂之力 似乎要将他强压进去 你这个死我 也敢对付我 哼 一声巨响 宋白顿时 从人类之躯 变成了一头口喷龙溪的红色巨龙 同时 恶魔的硝烟气息 也在四周 隐隐散发出来 他用力鼓起龙翼 十人魔大王 这就是你可笑的陷阱 宋白冷声道 宋白 你果然有些本事 看来 我还是小看了你 但你要真以为 这么容易就能离开 那真是大错特错 十人魔大王咬咬牙 一把弯刀出现在手中 随后他捏起刀柄 毫不犹豫地向左臂挥去 扑哧 啊 刀锋狠狠砍入左臂的血肉中 他脸上露出猙獰的表情 随后又是一刀 彻底将左臂斩断 宋白 我用左臂换你一条性命 你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十人魔大王面色扭曲 他抓起自己的左臂 恨恨地看了一眼 扔进黑洞之内 这是 宋白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十人魔大王莫非是疯了 居然要自残 但他也清楚 此人不是傻子 用这种近乎残忍的方法 一定是别有用心 对付自己 竟然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可见接下来自己要迎接的 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危险 砰 宋白又向前移出一步 他够不着这个十人魔 但是他还有其他办法呀 焚月之血 在十人魔大王叫嚣的时候 丝毫未察觉 自己身后 已经冉冉升起了一轮弯月 哄 下一刻 这轮弯月猛然冲入他的脑中 十人魔大王只感到 脑海无比混乱 似乎下一刻便要死去 宋白 你居然有如此手段 十人魔大王恶毒地看着他 但是 你很快也要死去 我要你为我陪葬 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花音未落 他的脑袋猛然爆炸 整个身躯无力地倒入黑洞之中 完了 宋白心想 只是两个肢体掉下去 这些黑色触手就如此多了 眼下这一帧个尸体都倒进去 只不定遇到多大的麻烦呢 碰 十人魔大王的尸体倒入 但让宋白奇怪的是 下一刻 这些黑色触手不但没有变多 反而纷纷退避 似乎要躲开这具尸体 难道 宋白的心中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难道这些怪物 真正害怕的 却是神魂之力 宋白心想 焚月之血 他默念一声 半空中顿时出现了几门的弯月 在宋白的神魂引导下 渐渐散发出柔和的月光 显得极为美丽 在这弯月放出的同时 黑洞中的黑色触手也在这一瞬间 不约而同地向四周躲避 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 果然有用 宋白有些惊喜 看来这些怪物 确实是对神魂之力有所惧怕的 说话间 更多的弯月漂浮在半空中 这是他用神魂之力凝聚出的能量 旋即宋白再次念动咒语 这些弯月竟然直直地向他自己飞去 吃吃 刺刺 以常人耳朵听不到的声音 弯月飞快地向下旋转 在片刻之间 正好打在宋白的身体上 这是宋白的全力一击 这招用出之后 他的神魂之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因此 其杀伤力也是极为恐怖 嘶啊 嘶啊 这些黑色触手发出一声 极为恐怖的惨叫声 仿佛是力气滑破玻璃一般 听上去极为刺耳 他们纷纷躲避开来 有一些还在贪婪地 吸食着神魂之力的触手们 还没来得及躲避 就接触到了这股神魂之力 在接触的瞬间 这些黑色触手仿佛如雪 遇到火一般 直接融化了 一阵黑烟冒起 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 只有散落的点点 黑色灰烬 还留有他们存在的痕迹 好 仿佛是惊动了什么强大的存在 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传来一声闷响 像是野兽沉闷的吼叫 但是声音非常的巨大 连地面上的沙力 也在跟着微微颤抖 黑洞里 慢慢显露出 一排惨白的牙齿 带着无边的巨臭 这嘴里 还慢慢显露出 一根根黑色触手 比之前的更加巨大恐怖 该死的 宋白的脸色阴晴不定 眼看希望就在眼前 结果又出现了 这么一头恐怖的怪物 这个可恶的食人魔大王 即使是死了 也要再摆他一道 想杀我宋白 可没那么容易 他喉咙中 发出一声滴滴的怒吼 浑身肌肉颤抖 将最后一丝的神魂之力 印挤出来 数十个月亮 在空中秘密 铺成一排 如罗网一般 交织在一起 抵挡在宋白 和怪物之间 砰 这张巨嘴果然冲过来 砰的一声 撞击在巨网上 顿时阵阵黑烟冒起 他向上移动的速度 也变得有些迟缓了 宋白怒吼一声 趁机拼尽全力 强行挣脱了黑洞的吸力 从这里逃脱了出去 呼呼 他大口大口的喘气 刚才的生死瞬间 让他现在的心 还极为悸动 同时对体能的消耗 也是非常大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宋白惊怡的响 一时间心有余悸 这显然不是什么 通往现实世界的空间通道 相反他 充满着死寂之气 里面还有着无数的恐怖怪物 要不是宋白行动机名 恐怕就要葬身此地了 此时 在黑洞中的那张巨嘴 在冲出之后 并没有得到任何食物 他两边獠牙 紧紧合并在一起 密密麻麻 如同白色的锋刃 而那些黑色 触手也在这时 纷纷向黑洞中退缩 呼 宋白总算是放下心来 这样看来 暂时是没有什么危险了 那张巨嘴 究竟是什么东西 光是一张嘴 就有如此巨大 那他整个的身躯呢 想到这儿 宋白不禁深吸一口气 感到有些可怕 想不到 就不去想了 至少对于现在的宋白来说 以他只有四阶巅峰的实力 还远不足以 抗衡这只巨兽 当浪 一只黄铜茶壶 掉在地上 宋白捡起来一看 上面有一些碎裂的痕迹 这正是之前 食人魔大王 为了对付他 特意拿出来的东西 这个黄铜茶壶 似乎能够爆发出 极为恐怖的推力 即使是以宋白 远超五阶巅峰的实力 也只能勉强与其抗衡 想了想 宋白还是留下了 这只黄铜茶壶 毕竟好东西不嫌多 说不定啥时候 都能用到呢 更何况 想起这场五道大会 只不过是一个局 他的心情就更加低沉 直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 到底是谁不下了这个局 布局之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这一切都让他有些茫然 晃晃脑袋 不再去想这些事情 他纵起身法 向狂风城的方向奔去 主公 是主公回来了 宋白刚来到城门前 一个带着八字胡的中年人 看到了他 无比激动地说道 光荡 城门缓缓打开 一整列龙血步兵 从中出现 随后他们队列整齐 不约而同地站在左右 等待着宋白的到来 宋白白缓步走进去 只见五家族长 在旁边恭敬地站着 拿出了几本账簿 这是我们狂风城的人族 为了感谢宋大人的恩德 特意献给大人的礼物 请大人一定要收下 宋白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示意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 这些金银珠宝并不算多么珍贵 也只能算是寻常之物 大人 我这还有一件东西 是我们五家的传家之宝 现在想献点你 说完话 五家家主 结果旁边一个仆人帝过来的礼盒 谨慎地将其打开 只见里面黄色颈部里 静静地躺着一瓶液体 兽神液 能够提纯兽类血脉 让兽类能够增强潜力 并提升小部分实力 这件东西还算不错 宋白想起了自己的那匹赤兔马 随着自己实力的提升 这匹马已经有些跟不上 他进步的步伐 如果能把这件东西 让他赤兔马服下 也许能够提升他的实力 这五家果然不错 出手还是有些阔绰的 宋白赞同地 看了五家家主一眼 却让他极为激动 这意味着 从现在开始 五家彻底 稳定了在狂风城的安全 狂风城的修缮情况 怎么样了 宋白转头看向了刘契德和托尔 问道 主公 部分民居已经有所修缮 现在仓库还在着火 已经派人尽快扑灭了 估计是狮子残党干的好事 物资损耗了将近四分之一 是属下办事不劣 不怪你 这是很正常 接着说 另外 总共有一万两千余士兵投降 逃走的狮子族 大约有两千多人 主公 我们要不要派兵 把他们全部抓住 然后杀掉 不用了 宋白白手道 等将城内的火焰全部扑灭 发布告示安定百姓 然后尽快将城墙修复 这是重中之重 宋白缓缓道 这 托尔和刘契德对视对方一眼 眼中露出犹豫的神色 主公现在 竟然没有别的敌人 这城墙可以之后再修缮吗 毕竟咱们的人手 不是太充足 托尔鼓起勇气 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不行 必须尽快修复城墙 通知咱们的战士们 随时准备战斗 还要打仗 刘契德二人心中 同时泛起疑惑 对此 宋白没有做太多的解释 对于他来说 属下不知道 需要知道太多 只要办好手中的事情 也就足够了 另外 将士族族长湿怒给我带过来 宋白想想到 此人在狂风中 极为有威望 如果能将他招募 很快就能铲除 城中的种种隐患 但如果不能将其招募 也只能将这师怒杀死 同时要以铁械手段 将城中反抗势力 尽数斩杀 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危机一触即发 即使宋白并不知道 敌人到底是谁 师怒 你愿不愿意投降 面对被困压的师怒 宋白问道 此时的师怒 脸色极为萎靡 原本魁梧的身躯 此刻看上去 极为虚弱 而他慢慢抬起头 脸上竟然还有几根杂草 可见他这些天 日子过得并不好 原本师族 最有权势的族长师怒 此刻却像一个老人一般 带着一股默契 让人难以相信 不可能 你杀了我吧 师族的荣誉不可亵渎 他沉生道 就在几天之内 自己统治了数十年的狂风城 居然就这样被攻破了 以至于他还来不及悲痛 人族和师族转眼间 就互换了身份 原本极为高贵的师族 此刻却成为奴隶 被人族奴役着 甚至 只要他们懈怠丝毫 人族士兵手中的鞭子 就会毫不犹豫地落下 将他们的身躯 抽出一道的红痕 他师怒毕生追求的荣誉 此刻 竟像垃圾般 被人踩在脚底下 这让他不能接受 与其屈辱地活着 还不如死了得了 师怒悲哀地想 师族的荣誉 宋白发出一声嘲笑 他指着不远处 那些点头哈腰 极为谄媚的师族奴隶们 笑道 战争刚开始 你们师族 那些所谓的长老们 就相互挑唆 谁也不敢上前 除了一个师族愣头青 被我杀死以外 再也没有谁敢与我一战 这就是你们师族 可笑的荣誉吗 甚至到后来 我只是说了几句话 你们师族 便开始自相残杀 甚至我都没有动手 师族长老们 便死了得干净 以至于 你们那些士兵 根本没有高手指挥 便只能无奈投降 请问 这种贪婪自私 自相残杀 也是师族的荣誉吗 宋白立声问道 绝对不是 师怒猛然仰起头 他眼中满是震惊 显然到现在 他也不能接受 这些事情居然是真的 但看着宋白 极为笃定的眼神 他沉默了 不是 那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是师族的荣誉 宋白步步紧逼 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这 师怒脸上露出一颗痘大的汗珠 他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竟然会被这个 普通的问题难住 什么是师族的荣誉 他战斗这么多年 还从未想到这个问题 看到一些师族战士们抬起头 面带渴求地看着他 好像也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师怒马上要脱口的话语 停留在嘴边 他有些不敢说出口 师族的荣誉是什么 是牺牲 勇敢和绝不屈服 然而 他敢肯定 只要一说出这句话 师族的战士们 恐怕会瞬间信仰崩塌 因为这些 他们没有一个能做到 想到这 师怒慢慢抬起头颅 近乎哀求地看着宋白 希望他不要逼自己说出口 任谁也想不到 在远古时期 统领半寿人的王族 在如今竟然如此落魄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师怒 师族的荣誉是绝不屈服 但这并不代表着 面对人族的奴役 你们不能接受 相反 人族是最友善 最优秀的种族 师族也是最强大的战士 只要你们甘心为人类服务 你们一定有着更美好的未来 但如果你们一定要与人族为敌 那你们的境遇非但不会变好 反而会更加恶劣 直到被人类彻底灭族 宋白看着一众师族俘虏 缓缓到 这话一说完 师族长师怒 仍是低下头 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是那些师族俘虏 情绪纷纷激动起来 对着宋白大声怒斥 胡扯 师族才是最高贵的 人类只不过是渣子而已 师族绝不屈服 要是一对一单挑 人类只配及伟大的师族跪舔 兄弟们 为了师族的荣誉 和他们拼了吧 有几个师族 俘虏居然站起来 试图与旁边的龙血步兵对抗 但身上全都是锁链 又没有丝毫武器的他们 根本不是这些战士的对手 因此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脸上全是红肿 别打了 快住手 师怒焦急地阻止他们 他可是知道宋白的残忍 一旦让他恼怒起来 恐怕这些师族同胞 转眼间就要被屠戮殆尽 然而这句劝告 没有丝毫作用 此刻 这些师族俘虏们 纷纷袭击旁边的战士 看到眼前这混乱的一幕 宋白没有丝毫在意 反而嘴角勾起了一丝讽刺的微笑 单挑 且不说战争中 从来没有如此幼稚的做法 但就算真的一对一单挑 你们师族 也绝不会是人族的对手 相反 我们人族中的任何一个普通人 都有着 能够轻松打败你们的实力 宋白原本微笑的脸庞 渐渐阴沉下去 给你们师族脸面 夸耀你们几句 还当真了 可笑 听到这番话 师族的俘虏们 纷纷停下动作 紧紧盯着宋白 就连原本低头的失怒 此刻也是抬起头 缓缓道 宋白 我尊重你的实力 也包括你优秀的人族 但这并不代表着 你可以随意 侮辱我们师族 师族可能不值一提 但我们也是有尊严的 事实证明 即使人族中 有众多优秀的战士 但论一对一的实力 人族几乎不是师族的对手 师怒看着宋白 眼神毫不闪避 坚定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哦 既然连你们族长 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不妨咱们比试一下 宋白毫不在意 一脸轻松道 和他打 谁怕谁啊 区区孱弱的人类 也想和师族战士比拼 怕是不嫌自己 活得太久 我失烈火 就算死在这 也得杀了你们几个人类再死 好家伙 够爷们 师族俘虏们 一脸不服气 纷纷举起拳头 表现出 他们内心的鄙夷 面对这些师族的挑衅 宋白并没有生气 好 你们果然有勇气 我很佩服你们 但凡是有输有赢 输了要有惩罚 赢了也要有奖励 不如这样 你们输了 从此就给我们人族当奴隶 当然 我也不会亏欠你们 你们的每次付出 我都会付下酬劳 如果你们赢了 我就将这狂风城的 一万多师族俘虏 尽数放出 而这狂风城 也尽归你们所有 各位师族兄弟们 咱们赌一把如何 宋白朗声道 听到他说的话 师族俘虏们 一轮纷纷 这人族真有那么好心 居然要放过咱们 恐怕是个阴谋吧 如果他派出麾下的巨人僵尸 谁能打得过 说了也没什么损失 毕竟咱们 本就是奴隶的身份 总之 一切还是看组长的安排吧 对 我也听组长的 师族的议论声 纷纷停息 众人不由地 将目光 放在了师怒的身上 希望他能拿出个主意 而此时的师怒 也在仔细思考之后 缓缓抬起了头 宋白 我答应你这次挑战 不过 我也有一些要求 我们师族派出的挑战者 需要我们自行选择 而你们人族的选手 不能是见过 血杀过人的战士 如果你答应的话 咱们就此开始比赛 但如果你强行执行你的规则 那我们师族无论如何 也要抗争到死 师怒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很显然 按照他的说法 这比赛的规则 对人类来说 很不公平 一个是师族 最强大的战士 一个是普通的人族平民 这场战斗在一开始 可能就注定了结局 但看着宋白淡定的眼神 师怒也有些疑惑 他可是知道 此人智力超群 谋略深远 绝非容易对付的人 因此 师怒提出了一个 就看着宋白答不答应了 好 我答应你 还默等深度细响 便听到宋白的声音 为了此次比赛 公平起见 咱们进行三举两胜制 如何 宋白道 此时 众多师族脸上 都是带着极为怪异的神色 似乎是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同时 他们看向宋白的眼神 甚至带着一丝怜悯 这人族领主 不会是傻了吧 还想用人族平民 对抗师族战士 这简直是做梦 笑死我了 难道他是想故意放走咱们 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 师族议论纷纷 而师怒 虽然顾虑重重 但在现在的这个时刻 还是重重点头 应下了此事 众人商量片刻 由师族决定 将此次竞赛的场所 设置在了不远处的空地上 师族们 又经过多次讨论 最终将第一次战斗的人选 放在了失烈火身上 这是个 极为强大的战士 已经达到了二阶巅峰的水平 他在这次与人族的战斗中 甚至能够凭借一双手的力量 与巨人僵尸相抗衡 可见他强大到了何等程度 而师族族长师怒 也是点点头 决定就是此人了 随即 他们看向宋白 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族领主 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选什么人好呢 眼看着战斗就要开始 宋白站在高台上沉思着 领主大人好啊 这时 一个正在尘跑的人族老人 出现在宋白面前 向他热情地打招呼 自从得到宋白赐予的人族修炼之法 这个老人每天练习 如今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三阶巅峰的水平 这对于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如今却真实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这个老人 在宋白的治理下 不但感到生活越来越好 甚至他的身体 也逐渐健壮了起来 老大爷 您好 宋白还笑着点点头 忽然间脸色一正 下意识打开了他的属性版 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人族老人 此刻竟然达到了三阶巅峰的实力 这说明了什么 即使那个师族战士失掠火再强大 那也不过是个二阶战士 与三阶有着无比巨大的实力鸿沟 这样的人 在眼前的老大爷面前 那简直如同一个婴儿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这岂不是参加此次比赛的最佳人选 宋白惊喜地想 他不由地问这个老大爷 大爷 我请您参加个武术比赛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有啊 啥时候开始 老大爷激动到 在他达到了三阶巅峰的实力后 身边的老人们都不够他打的 甚至就连一些小青年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让他感到颇为遗憾 搞手寂寞啊 因此在听到宋白的邀请后 一时间也是极为激动 恨不得立刻上场 好 宋白高兴道 他连忙派出士兵 通知那些师族俘虏们 比赛正式开始 而那些师族 在听到对面参赛的人选 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这是在比赛吗 居然派出一个普通的平民老人 来对抗他们最为强大的师族战士 这是在侮辱伟大的师族 绝不能忍 必须给他一点教训 狂风呈呈钟 此时正是中午 天上阳光照耀 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你们人族就派出你这个老头子 是欺负我们师族无人吗 此刻的施烈火 放松手脚 手指关节捏得嘎巴响 哎呀 我也只是上台 添个人朔 年轻人 承让承让啊 老大爷没有丝毫生气 反而眯起眼睛 呵呵笑道 在他看来 这种自以为是的小年轻 不知道有多少 一开始都瞧不起他 这个老年人 最后还不是 被打得哭回家 即使眼前这个青年 是以力量见长的失足 也不例外 甚至在老大爷看来 他的实力 还不如那些人族小年轻 而在场外的失怒 仔细端向着这个老人 也是没有看出丝毫一样 在他眼中 这个人族老人 身上没有一丁点力量波动 怎么看 都像个普通的老人 但颂白露出的淡淡微笑 让他怎么也想不通 难道这个 原本就注定结果的比赛 还能出现意外吗 他根本不知道 修炼过上古传承的人族 传承之法后 否则根本看不出 他们的真正实力 老家伙别多说了 这场比赛 关乎士族的命运 我根本不会留守 去死吧 这时 场中的失烈火恶狠狠到 说完话 他脸色一凝 挥起手中沙包大的拳头 脚下运转如风 拳头狠狠冲向这个老大爷 呼 呼 呼 失烈火的脸色变了 他一脸打了三拳 却仿佛在与空气搏斗 根本没有一拳打到老大爷的身上 对面的老大爷 神色仍然一脸温和 而场下的众多失足奴隶 此刻也纷纷叫嚷 一脸不满 你到底行不行啊 还不如让我上台呢 这失烈火作战 不是挺牛猛的吗 怎么一上擂台 就变得这么弱了 可能也是顾及对方式的老年人吧 不肯轻易出手 哎 事关失足命运 还想这么多干嘛 听到了失足同胞的话语 失烈火脸上殷勤不定 心中略微有些焦急 稳定 不能慌 他对自己说 刚才一定是失误 只要我看准了目标 这个老头子就会被我一拳打倒 想到这儿 失烈火狂吼一声 气血之力在胸膛肩鼓动 同时他强健的腿部肌肉猛然鼓起 在地面上踩踏出一个清晰可见的脚印 碰 随着他踏过地面的一声巨响 失烈火极为雄壮的肉身 竟然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那个老人 同时 手中失爪也狠狠扑了过去 在半空中传来一道近风 速度挺快啊 年轻人 老大爷面对这一击 还有时间鼓鼓掌 发出赞叹声 快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失烈火心中冷冷到 然而下一刻 碰 老大爷仍轻松躲过 而失烈火四五百斤的庞大身躯 却无力地撞击在地上 掀起一阵尘土 他又没打中 周围的失足战士们 发出一声声唏嘘 他们没想到 看起来极为强大的失烈火 原来是个绣花枕头 连人家的衣角都碰不到 什么啊 这是啊 你到底有没有实力 还以为你多强呢 连人族的老头都打不过 丢脸 这岂不是说 这一局咱们失足要输了 蹭 失足足掌失怒 猛然站起身躯 他看出来这个老人 其实力远强于失烈火 之所以周旋这么久 恐怕也是这老人 有些戏耍的心思 不然 以失烈火的实力 恐怕早就被打倒在地了 这一局 我们败了 宋白大人 还请开始下一句吧 失怒沉声道 什么 这绝不可能 我失烈火 永远也不会败 看着战斗结束 微笑着过来拉他的老大眼 失烈火眼中冷色一闪 趁机提起锋利的爪子 狠狠挥了过去 偷袭 宋白脸色一冷 眼看就要出手 但这时 看似毫无防备的老大眼 却趁机抓起这个尸肘 死死捏住 而后对着失烈火的脸 就是一拳 碰 一个结结实实的拳头 瞬间打裂他的鼻骨 鲜血流了下来 你大眼 还是你大眼 你敢打我 失烈火怒了 住手 败了就是败了 失足组长失怒站起来 大声喝道 对他来说 失败不丢人 但如果用这等偷袭的手段 那才是失足的耻辱 但还莫等他说完 失烈火却再次站起来 又向老大眼 挥出一拳 碰 一只骨节分明 极为白皙的右手抓住了他 什么人 敢敢阻拦我 失烈火仰头一看 眼前这个年轻人 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是宋白 孤独 失烈火的喉咙 艰难地吞咽了一下 感觉这个笑容有些危险 领主大人 我 他结巴道 你错了 宋白仰起头 仍然在微笑 对 我错了 看着宋白眼中危险的气息 失烈火连忙求饶 宋大人 看在失足的份上 饶过他这一次 失怒紧张道 毕竟是他失足最强大的战士 他也不愿意看着这个失烈火 就这样栽在宋白手上 看在失足的份上 宋白笑容逐渐平静 碰 他右手一甩 整个硕大的失人躯体 被他狠狠摔在地上 而后 宋白右脚抬起 狠狠一踩 碰 一颗硕大的尸头 如同西瓜一般 瞬间被他踩爆 四处都是飞溅的血液 这个失人的头颅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你 看着这残忍的一幕 失怒捂住胸口 只感觉隐隐作痛 一众失足 奴隶群情激愤 大声怒吼 怎么 有意见吗 宋白淡淡道 看在你失足的面子上 可你们失足 又何曾给过我宋白面子 你们失足 被我们俘虏 本该心甘情愿地被我们奴役 胜者亡 败者寇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可我不但不责罚你们 还定下规矩 举办擂台 给你们一个自由的机会 可你们是怎么做的 用失足最强大的战士 来跟我们的平民对打 失败之后 非但不感到惭愧 还敢趁机偷袭 到最后 还要我给你们面子 我敢问 你们失足有面子吗 你们失足也配吗 你们失足 知道羞耻吗 宋白声色俱立 一字一句 将这些失足的无耻 尽数放在明面上 而此时 包括失怒在内的 众多失足奴隶 也纷纷低下头颅 脸上一片羞红 一向以荣誉著称的失足 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太耻辱了 羞愧之下 失足足掌失怒 居然提起手中失肘 朝喉咙上狠狠划过 他要自杀 族长 你要干什么 万万不可 看到失怒要自杀 失人们大惊失色 赶忙想要过去阻止 然而 以他们的速度 还默等过去的时候 恐怕族长 已经划过自己的喉咙了 一时间 众多失人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忍心看到 眼前的一幕 碰 下一刻 一道火红的身影 冲过去 一脚踢出 将失怒踢 倒数迷远 在地上滑了片刻 方才停了下来 呜呜 而被踢倒的失怒 竟然躺倒在地上 任由风尘扑面 居然哭了起来 什么时候 失足也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众多失人 此刻看着他们的组长 也不由地哽咽起来 废物 哭什么哭 你们是我宋白的奴隶 我不让你们死 谁都不能死 宋白缓步走上去 一把拉起他庞大的身躯 荣誉 不是靠哭出来的 更不是靠偷袭得到的 只有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奋起 在危难中也不放弃 才是真正的荣誉 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尊重 才能获得荣誉 宋白看着众多的诗人 缓缓道 而这些诗人 听到了这些话 也是陷入了沉思 像失烈火那样的人 即使失败了 还要去偷袭别人 这是真正的荣誉吗 显然不是 这种狮子 最为自私 最为阴险 在族群中 不会有人看得起 那修奋的族长 在无法维护荣誉的时候 选择自杀 这也是对的吗 不 这是逃避 是不负责任 在宋白的一番话中 短短时间内 这些诗人 显然想到了很多 同时 他们的眼神中 也是带着些微的炽热 这个人族的领主大人 仿佛说的很有道理 是我做错了 此刻 被宋白抓起的诗怒 脸上有些不自然 但他心中 却是极为感激 虽然在一时激愤之下 他抓向自己的喉咙 是真有想自杀的心思 但事情过后 不由得暗暗后悔 还好宋白 及时救下了他的生命 要不然 他恐怕会成为一个笑话 史上第一个自杀的 师族组长 一想到这儿 他就感到一阵庆幸 还好宋白踹了他一脚啊 宋白大人 我看咱们这场比赛 就可以结束了 他看向一众诗人 大声道 我们师族 愿意依附仁族 为仁族效力终生 随着他的一番话语 众多师族奴隶 顿时热闹起来 我们愿意追随宋白大人 为仁族效力终生 此生绝无二心 看到这些师族 愿意归附 宋白也慢慢露出笑容 不辜负 他苦口婆心的引导 这些师族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但宋白还是说道 不公平不足以服众 既然咱们说好了 要三举两胜 那就得按照这个规矩来 人族和师族再战一场 将比赛进行下去 他的这番话 也是让不少 原本不服气的师人 暗暗点头 果然是极为公平 既然大人 都说到这个地步 那我师怒 也只好确实不公了 师姨 你出来 这次的比赛 就由你来吧 师怒说完这句话 一个叫做师姨的师族奴隶 也是从人群中 缓缓走来 只见他只有一米八几的个子 看上去不是很矮小 但在全是二三米高的师族中 显得极为不起眼 甚至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找不到他的存在 显然 师怒特意挑选他出来 是为了让人族 彻底获得胜利 族长不必嘱咐 属下明白 看着师怒走上前 好像要叮嘱几句 师姨微笑着点点头 示意他早已经明白了 显然这个叫师姨的师人 也是极为识趣 那我 宋白正想找一个人选 一个稚嫩的声音 忽然响起 爸爸 让我来吧 你 宋白正疑惑着 是谁在叫他爸爸 结果当他顺着声音 来源看去后 不由地待在原地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 柔柔 他怎么来了 更让宋白震惊的是 柔柔本应该 在青阳郡待着 怎么现在突然间 他居然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下意识 打开他的属性板 才发现 只是短短时间不见 这个小姑娘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二阶水平 这是什么 可怕的修炼速度 柔柔 实力 二阶初七 特性 虚空灵女 作为一名优秀的虚空灵女 她天生不凡 拥有强大的神魂之力 也已经控制了 一部分空间的威能 姑娘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他人呢 柔柔轻轻巧巧的 来到宋白身边 小白裙一提 露出雪白的小腿 而她的小手 向着宋白展开 宋白连忙把她抱起来 一脸恋爱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到了这里 柔柔皱着可爱的眉头 仔细想想说 刚才我想见爸爸来着 就一直想一直想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然后我在一个大光球里 看到爸爸的身影 我就一直喊你 可是你都听不到 我就顺着这个光球 扑通一声 就冲了进去 就看到爸爸你了 柔柔嘟着嘴巴说 大光球 宋白有些疑惑 她对这姑娘的血统 知道的并不多 同时也有些担心 如果柔柔控制不住 这股力量 以后错入了别的空间 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而这时 柔柔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的 又说出一句话 对了爸爸 这个大光球上面 还有一个好黑的手掌 她握住这个光球 好像要捏碎似的 这里要有危险了 咱们要赶快走 不能待在这里哦 柔柔说到最后 都有些心急了 黑色手掌 宋白忽然感到了一股 极为恐怖的力量 如果说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大光球 那个黑色手掌 要捏碎这个光球 岂不是说 这个世界要毁灭了 想到这 宋白不禁露出一丝冷汗 这里的人族怎么办 柔柔怎么办 对了 柔柔 宋白忽然想到了什么 她连忙对柔柔说 姑娘 既然你能来到这儿 那你还能再回去吗 能呀 我只要想一想 随时都能回去的 说话间 柔柔的身影若有若无 仿佛随时都能脱离这个世界 那你能带我回去吗 知道这个世界 随时都要毁灭 但让柔柔 带着所有的人族离开这里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她只能退而求其次 看看女儿 能不能带自己回去 以便寻求一些帮助 好像是有点困难 柔柔嘟着嘴巴想了想 好吧 既然是爸爸要求的 那我就试试 爸爸 你抓住我的手 宋白捏起他白嫩的小手 对着众人道 我离开片刻 很快就会回来的 师族刚刚依附 宋白并不是太担心 他们会趁机作乱 人族的实力 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他们 胆有半点异心 纷纷终叫他们做人 师族族掌尸怒地下头 与其有些谦卑 我在这里等待命令 随时恭候主公的到来 话刚说完 宋白和柔柔的身影 就显得有些虚幻 片刻之后 他们消失在原地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 在场中人都有些发愣 纵使他们早有心理准备 可还没是想到 他们消失的如此迅速 是真的 离开了这个世界 师怒呆呆道 在被柔柔握住双手之后 宋白只感觉 全身的神魂被抽出 眼前本该是狂风城 却转眼间 穿越了无数星辰般 来到了一片虚无之地 周围色彩璀璨 星光照耀 他下意识俯身看去 下面是一个大光球 表面上波光流转 隐隐看着 还有生物在其中活动 这应该就是 他待过的异世界空间了 看上去一片生机 在荒凉的虚空周围 很容易吸引眼球 但破坏风景的是 这颗光球之上 却有一个黑色手掌 捏动着这颗光球 同时压力慢慢加大 仿佛要将其捏爆一样 这 宋白看着这只黑色巨手 感到了一股 难以言说的恐怖 但这只是 力量上的差距 并没有让他产生害怕的情绪 相反 他内心的恶魔血统 蠢蠢欲动 有些不甘示弱 眼前这个黑色巨手 即使拥有着 能捏动星球的伪力 宋白却感觉 似乎能与之一战 这到底是什么动静 宋白还在思考 耳边忽然传来柔柔的声音 爸爸 咱们到了 这一句平淡的话语 却让周围的景色天翻地覆 转瞬间 他也踩踏到实地上 回到了现实之中 眼前 是一个古朴的书房 虽然不大 却让宋白 有了温馨的感觉 这正是他极为熟悉的青阳俊 啊 碰 一个进来的侍女 端着一盆水 正要走进来 结果 他刚刚抬头 就看到书房内有一个 相当魁梧的身影 不由地惊叫一声 连手中的水 也摔在了地上 别慌 宋白连忙捂住他的嘴巴 你看 是我 宋白 见侍女点点头 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宋白这才松开手 主公 您终于回来了 您都不知道 在您离开的这些日子 夫人们 是多么想你 侍女道 宋白叹口气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现在情况岌岌可危 没有时间说别的了 我回来这件事情 不要声张出去 另外 你拿着这个锦囊 将它送到郡城府中 给李明道 他看到了这个 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宋白取出一个锦囊 这是他在离开之前 李明道给他的 叮嘱他在危机的时候 将其打开 想到这儿 他有些好奇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既然马上就要见到 李明道了 这锦囊留着也没什么用 宋白就顺手拆开 只见里面是一张纸条 拆开纸条 看上面写着的几个字 他不禁哑然失笑 只见上面写着 素来找我四个大字 原来军事李明道 早就想到了今天的情况 好了 你快去吧 宋白递过锦囊 侍女依从吩咐 公公静静接过 直接就去寻找 李明道了 柔柔 宋男急匆匆 叮嘱了事情之后 转头看向柔柔 这才发现 他的脸色有些不对 此时的柔柔 脸色苍白 额头的汗珠低落 两只眼睛微微眯着 仿佛随时都要晕倒 你怎么了 柔柔 别吓爸爸 宋白连忙心疼地 把他拥入怀中 焦急地问道 对他来说 这个闺女 虽然不是轻生的 可宋白对他的疼爱 绝不会少一分一吼 因此 看到柔柔这副模样 宋白只感到心中撕裂 如火辽一般疼 没事 我只是有点头晕 爸爸 我想要睡觉 柔柔 说着话 眼睛转眼眯缝起来 躺在宋白的怀中睡着了 宋白心疼地搂着他 不时呼唤着他的名字 随后 他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连忙打开了柔柔的属性面板 柔柔 实力 二阶巅峰 特性 虚空之女 虚弱 虚弱 此人消耗了过多的天赋能量 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休息 才能恢复过来 原来是穿梭时空的 消耗的能量太大了 还好没事 宋白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如果说 因为宋白的原因 而让柔柔受到什么伤害的话 他一定不能原谅自己 还好柔柔没事 宋白放松地呼出一口气 同时他也在心中暗暗自责 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女儿的状态 他把柔柔放在床上 看着他静静地容颜 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 显得十分可爱 长大了 也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就像他美丽的母亲一样 宋白心想 就在这时 一声惊呼声响起 还带着一丝颤音 宋白回过头 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身影 不由得心中一颤 是一个美妇人 她清秀的脸上略施粉带 还带着一丝苍白 虽然不影响她的美貌容颜 可是也能看出 她最近的心情不太好 这是柔柔的母亲 唐雨晴 宋白 你到哪里去了 这些日子 你过得好不好 唐雨晴说着说着 语气就哽咽起来 气不成声 宋白没说什么 她只是将唐雨晴 拥入怀中 感受着片刻的温馨 她常年征战在外 一直扩张自己的视力 但有时候 却忘记了自己身边人的感受 主公 李明道他们来了 一个侍女走进门口 急匆匆道 跟她说 让她等一会儿 宋白看着怀中的女子 轻声道 唐雨晴又再在宋白的怀中 依偎了一会儿 感受了片刻的温暖 依依不舍地离开 您去忙吧 男子要以事业为主 只是希望 您在外面的时候 能照顾好自己 也能偶尔想想 我们这几个女子 还在家中 等待着您 宋白不说话 只是紧紧地 捏住了她的束手 双目对视 满含深情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人又温存了片刻 唐雨晴这才离去 臣 李明道参见主公 门外传来的李明道的声音 不卑不亢 声音虽然清亮 但是其中带着一丝颤抖 也表明她此刻的心中 并不宁静 臣 张辽参见主公 臣 李延年参见主公 臣 牛二参加主公 臣 黄瓣参见主公 门外束道声音 纷纷道 他们没有李明道的涵养功夫 此时话语中 难掩激动 快进来 宋白沉声道 随着他们一个个走进来 看着这些熟悉的面旁 她一时也有些感慨 只有在青阳郡 只有看到这些熟悉的脸 才感到了自己 回到了家中 这些武将们 是她的绝对忠诚者 这片土地 也是她征战天下的资本 主公此行 可否有些收获 不知又俘获了多少 女子的芳心 李明道一挥浮尘 调侃道 一时间 原本略有些伤感的气氛 也不由得有些缓和 屋内外传来了 欢快的笑声 宋白摇摇头道 李明道啊 也就只有你能调侃我了 换做他人 我不得先打几十个大板 黄瓣憨憨笑道 那要是能让主公开心 就算打我几十个大板 我也愿意说这些俏皮话 可惜啊 俺老黄太实在 没有军师那样精明 不能让主公开心 张辽也笑道 主公 你别看黄瓣一向憨厚 其实他心里的花花肠子 也多着呢 要说啊 还是我惦记着主公 我没事 就走走主公 您走过的地方 想着您何时才能回来啊 哈哈哈哈 听到了张辽的话语 众人对视一眼 一时间发出爽朗的笑声 好 宋白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啊 宋白回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一声清脆的话语响起 一个恶魔多姿的身影出现 顿时吸引了 在场众人的目光 黑龙公主伊丽莎白 挺起傲人的曲线 从门外走进来 白皙的肌肤下 净是软玉温香 故多 牛二瞪大眼睛 似乎是不敢相信 自己眼中看到的一切 平时凶巴巴的母龙 今天怎么打扮得如此性感 还没看够 军师李明道一道 浮沉灰去 遮住了她的眼睛 主公的女人 你也敢看 宋白看到伊丽莎白到来 笑道 我跟他们正说你呢 正好你来了 对了 羊带呢 对于这个 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女子 她的身影 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可当她身边的女人 越来越多 这个女子 却似乎在有意无意地 躲着自己 难得你还惦记着 羊带姐姐呢 放心吧 她现在好着呢 一直在处理一些内症 只是不愿意见你 等你不忙了 一定要去看看她 看到宋白皱着眉头 似乎不太高兴的样子 伊丽莎白美丽的翘脸 慢慢接近宋白耳边 吐气如蓝 小领主 你出去这么久了 有没有想我啊 说完话 她竟俯下身子 轻轻巧巧地 咬了一下宋白的耳垂 哎 干什么呢 宋白猛然站起来 这女子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这样亲密的举动 哈哈 跟你开个玩笑吗 小领主 伊丽莎白 看她这副模样 调笑道 好了好了 以后要叫主公 怎么能这样 没大没小的 宋白甲装严肃道 下面 我们开始说正事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人 也不由地蹬起身体 显然 宋白的突然出现 还不让对外声张 只要不是傻子 都明白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了 在众人的注视中 宋白将她 参加五道大会 击杀下猴猎 穿越到异世界空间 拯救人族 收服哥布林族 和师族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这期间 她也着重强调了 那黑色怪物 以及世界之外的 黑色巨手的存在 片刻之后 众人仍是一片 沉思之色 只有李明道 手握浮沉 神色悠然 仿佛一切 尽在掌握之中 军师对有三个锦囊 真是料事如神 估计心中 早就有了应对之策吧 宋白看着她 微笑道 哪能的主攻 也就能看到 一点未来罢了 李明道摇头谦虚道 看到一点未来 众人脸部微微抽搐 这摇扭笔的能力 是怎样被你说的 如此轻描淡显 那军师 你可有应对之策 宋白问道 看到李明道 这种淡然的神色 他不禁有些轻松 看来眼下的危机 在军师眼中 似乎能轻松解决 这时李明道 反而举起浮沉 神秘道 不可说 不可说 宋白重复了一句 反复咀嚼着这句话 牛二大大咧咧道 军师啊 咱都是自己人 你怎么连这件事 都瞒着呢 这可不够意思啊 李明道笑着摇摇头 在我看到的未来中 主攻虽然会遇到 许多强大的敌人 却每次都是化险为夷 得到莫大的好处 但是这些危险 我确实是不能说 因为一旦说出来 不但会泄露天机 天道必定置我于死地 更重要的是 诸位有没有想过 即使我帮助了主攻 未来也会因此改变 但本来安全的未来 是不是会横生变数呢 他缓缓道 这一番话说出后 房间内的众人 也是陷入了沉思 作为一个穿越者 宋白倒是极为清楚 这不就是蝴蝶效应吗 但听到说 会化险为夷 他心里 还是有些忐忑 能避开危险 自然是好的 可如果烧一失神 在战斗中生死 那找谁说理去 他正想问一下 哪只李明道 屡屡山羊湖 笑道 虽说不能泄露天机 但我可以说 一点不影响未来的事情 此次主攻 回到异世界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黄瓣 黄瓣 众人的眼神 都有些怪异 要说武力 他不及张辽强大 要论出谋划策 他更是不如李明道 只是平时 有些小聪明 为什么要派他去呢 就连黄瓣本人 也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主攻 黄瓣是个福将 您带着他出去 就像一张护身符一般 一定能逢凶化吉 李明道笃定道 哈哈 既然如此 我就听军师的 宋白笑道 说完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右手捏起一道口诀 喃喃自语 瞬时间 天空中出现无数符咒 盘旋片刻之后 冲入了众人的脑海之中 这是我在异世界 获得的人族传承 只要习得此传承 即使是普通人族 也能在瞬息间 极快地提升实力 如此一来 咱们人族复兴 人人如龙 将不再是幻想 宋白沉声道 他话音刚落 房间中忽然出现一声巨响 哄 地板碎裂 房顶出现一个大洞 照射进来点点阳光 而此时的张辽 再努力地收起 这股满意的气势 不让他向外散发 五阶巅峰 仅仅是初次领悟 这人族传承 张辽就如同里渔月龙门般 直接跨过几个阶段 拥有了五阶巅峰的实力 实际上 这也是他厚积勃发的结果 这 这传承 竟然如此强大 张辽颤声道 提升如此多的实力 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公 他不禁感激地看向宋白 此时 在场的众人 几乎都做到地上盘腿打坐 看样子 他们也恐怕也会有 非常大的提升 只有伊丽莎白 以及摇摆着扶尘的李明道 还站在原地毫无反应 伊丽莎白 是黑龙公主 根本领悟不了人族传承 因此 他没有突破 宋白倒也能理解 但是李明道 仿佛是看出了宋白的疑惑 李明道苦笑一声 解释道 主公 我已经是魂魄之躯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不过就是个 不肯投胎的鬼魂罢了 不过是借着主公的无上神通 再加上黄泉遗珠 才勉强保住魂魄不散 因此 我早就不是人了 他说话的语气 虽然有些淡然 但没与间神色落寞 显然心里并不轻松 毕竟 没有人想当个鬼 唉 宋白拍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军师放心 等我以后实力强大了 无论付出 怎样的代价 也要帮军师重塑肉身 嗯 这样的未来 我也看到过了 李明道点头道 宋白 军师 你能不能不要预测未来 留一点期待感好不好 清阳俊 成主府 一众文臣武将 在这里等待 他们的脸色 都有些不轻松 这主公 在领地里还没待上两天 紧接着就要走了 还是一个即将毁灭的 异世界空间 怎能让他们不担忧 想到这 大家的心下 都有些沉重 而宋白拉着柔柔的手 也不禁皱了皱眉头 柔柔 你能行吗 这次要带上 我和牛二叔叔 消耗的神魂之力 恐怕会无比巨大 宋白担忧地 看着这个小姑娘 一想到上次 柔柔带着她 穿越回来 随即晕倒过去的憔悴模样 宋白就有些心疼 他当时就决定 一定不能让柔柔 这样疲累了 但没想到 还没过去多久 柔柔拍拍小胸口道 放心吧爸爸 我现在变得可厉害了 不要说带两个人 再多几个 我也行的 李明道 也是一摇扶尘 韩笑道 主公可 不要小瞧了柔柔 我虽然没听说过 他身上的这个传承 但其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即使是龙之血统 其强大程度 也未必会高于 他身上的血统 这么厉害 宋白半信半疑 地点开属性版 看到了柔柔的特性 柔柔 实力 二阶巅峰 特性 虚空之女 此人经过多次 运用空间之力 身上的强大血脉 已经逐渐觉醒 未来必会成为一名 叱咤风云的强者 叱咤风云 宋白的脸色有些古怪 看着眼前这个小不点 谁会想到 系统居然给出 如此高的评价 更让他吃惊的是 还没到一天时间 柔柔的实力 已然从二阶初七 达到了二阶巅峰 这实力提升的速度 简直恐怖 这时 柔柔小手一挥 一道光门显现 门框周围 白光闪耀 还有些不稳固 似乎马上就要消失 而此时 一股略有些 薄弱的犀利传来 要将宋白拉进去 这是 宋白有些迟疑 因为这股犀利 让他感到非常熟悉 似乎在哪个地方 感受到过一般 快进来啊爸爸 晚点就来不及了 柔柔赶紧到 宋白拉起柔柔走进去 黄瓣紧随其后 就在三人 刚要进入的时候 这股犀利 瞬间变得 极为强大 即使是以宋白 这般强悍的实力 竟然也毫无抵抗之力 这 宋白猛然想起来 就在狂风城外的 那个黑洞中 也存在着同样的吸引力 难道说 那个十人魔大 王根本没骗他 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离开 异世界的通道 摇摇头 宋白决定不去细想 就算那个地方 真是的通道 但里面存在着 极为强大的怪物 也根本不能用来 迁徙异世界空间的人族 至于十人魔大王 他带着宋白 到那里的目的 本来也是为了将宋白置于死地 因此宋白 也不用内疚什么 碰 还是一阵眩晕感传来 眼前 无数光彩绚烂 不远处一个光球 被一只邪恶的黑色巨手覆盖 毕竟是经历过一次了 宋白的表情 还有些淡然 但从没见过 如此绚丽景象的皇伴 此时却是看呆了 好了 别看了 咱们快走 宋白提醒一句 随后 他二人在柔柔的带领下 穿过片片虚空 向光球飞去 嗯 一道略有些沙哑的苍老声音传来 发出疑惑的声音 随后 握住光球的黑色 巨手微微抬起 数个人头大小的黑色光球 从中飞去 竟然是在眨眼间 就来到了三人面前 主公小心 还默等宋白阻拦 皇伴就举起手中双锤 奋力挥出 呼 这巨大的双锤 在虚空中没有传出丝毫的声响 更让人奇怪的是 当其接触到黑球的瞬间 竟是从其中穿过 根本没将黑球打碎 没用 黄瓣神色惊恶 就在这时 黑球似乎有了生命一般 向四周伸展 如同一张巨大的黑色螺网般 狠狠向它扑去 呀 爸爸 好黑的球球 柔柔惊叫道 宋白微微一笑 对他说 但是有月亮出来 以后就会很美 柔柔 你想看月亮吗 想 碰 这话刚一出口 神魂中一丝波动 刹那间 无数璀璨的弯月显现 好漂亮 柔柔惊喜道 爸爸在给你表演得更好看的 宋白微微一笑 这些弯月随即飞出 正当黑球要袭来之时 狠狠地撞击而去 顿时 整个虚空中 到处都是无声的爆炸景象 喷喷喷 如同一场 极为盛大的烟花 让人见之难忘 而那些黑球 也在此时 消失无踪 弯月中 残留的神魂之力 也在此刻 慢慢凝聚 形成一个 非常美丽的图案形状 是两个大字 柔柔 哇 好漂亮啊 柔柔的脸高兴的通红 紧紧搂着宋白 这时 那黑色巨手 微微颤抖 仿佛愤怒了一般 更多的黑色光球 从中飞出 主公 咱们要尽快离开这里了 黄瓣来到他面前 慎重道 宋白点点头 随即 万般弯月 涌上空中 与这些黑球对撞 而在柔柔的操控下 三人的身影化 做一团流光 冲入光球内 那只搭在光球上的 黑色巨手 也不再发出黑球 再次恢复了平静 狂风城中 一片空地上 这里没有任何宝贵之物 但让人奇怪的是 即使是在夜晚 仍然有无数的战士 打着火把 在四处巡逻 更有许多人 将这一片地方团团围住 仿佛在守护什么东西一般 而在这片空地旁 狂风城的几个大佬 哥布林托尔 师祖祖长师怒 以及刘契德 正在这里等待 老刘 你说咱主公啥时候能回来啊 还有他的女儿 说要带着主公回去 你说 他不会把咱们抛弃了吧 托尔大咧咧问道 他倒是不太在意 只不过旁边的师怒 脸色有些不自然 不可能 主公肯定会回来的 刘契德笃定道 对于宋白的性格 他再了解不过 他能够为了人族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把他们救回来 因此绝不可能 就这样轻易离开 再说了 我刘契德 还要回去啊主公 您快点回来吧 碰 仿佛是回应他的心中所想 空地中一声轻响 原地出现了三个人影 主公 托尔 师怒两人还未反应过来 刘契德就扑了过去 痛哭流涕 您可算回来了 我还以为您抛下 我走了呢 哦哦 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此刻抱紧宋白的大腿 死死不放开 这场面 着实让人有些尴尬 托尔和师怒两人 此刻也傻眼了 刚才还一脸淡定的刘契德 怎么现在这么激动了 爸爸 柔柔后退一步 扶着宋白的胳膊 这 这是你刘契德叔叔呀 怎么 你不认识了 我认识 只是 只是什么 宋白好奇道 柔柔犹豫了片刻 还是鼓足勇气道 只是 刘契德叔叔 好像一条哈巴狗呀 刘契德 半寿人王庭 此刻 天上阴云密布 好似末日一般 让人心生压抑 无数的虎人战士来来往往 他们每个人都面带凝重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而在这半寿人王庭中 最为豪华的宫殿中 一个头戴王冠 守抚权杖的老年虎人 坐在王座上 听下属汇报情况 虎人族五千敬畏 被禁术屠戮 无疑幸免 将军黑颜身死 被砍下头颅 遗体仍未找到 法器聚杀锥 也不见了踪影 虎人战士声音颤抖 但仍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嗯 你先下去 老年虎人声音颤抖 似乎有种强烈的情绪 在被不停地压抑着 吼 他的喉咙间 隐隐传出一声沉闷的吼叫 眼中喷出 的怒火 似乎要燃遍眼前的一切 这个老年虎人 是整个伴兽王亭中 最为强大 也是最为尊贵的存在 虎族虎王 六阶强者 雷霆 他曾将四分五裂的虎人族统一 并带领着他们 成为了所有伴兽人的王 同时也让虎族 真正成为伴兽王族 说他以一己之力 振兴了虎族 并不为过 虎人战士不敢多说话 色缩着退了下去 等一下 这时 雷霆一直眯缝的眼睛 忽然露出了一丝金光 将我的几个儿子叫来 遵命 王 虎人战士毕恭毕敬 倒退者离开了 雷霆又重新安静下来 他手扶着座椅 马撒着下巴 自从他统一了虎族之后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人敢挑战 伴兽人王亭的权威了 而如今 一群弱小的人族 竟然在一个叫宋白的少年带领下 偷袭了他最为精锐的战士 并将他们尽数屠戮 这着实让他愤怒 但在冷静片刻后 雷霆却感到 事情并不简单 以那五千敬畏精锐的力量 再加上黑炎这个五阶高手的统帅 即使是在数个五阶强者的围攻下 也不至于连一个战士都没逃出来吧 除非 这个宋白 十六阶高手 想到这 雷霆仿佛回忆起 当年趁乱偷袭那些人族时 那些人是怎样借助人族传承 以极快的速度提高实力的 数十个四阶高手 在领悟到人族传承后 竟然在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里 直接提升到五阶的实力 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五阶强者 如果不是他 凭借着六阶战力 再加上虎人族内 数名五阶战士的拼死搏杀 只怕他们早就陨落了 这次的经历 让雷霆深深地认识到 人族是多么恐怖 绝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附近 就在雷霆沉思之际 一个身材魁梧 如铁塔般的壮汉走了进来 他的儿子 雷虎 这个五阶巅峰强者 是整个虎族王庭中 除他之外最强大的存在 被雷霆为以重任 同时 此人英勇无比 在整个虎族王庭中 都是极有威望 父亲 我听一位战士说 您心情不太好 怎么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惹您不开心了 告诉儿子 即使他是条龙 我也要将他八光龙铃 给父亲煲汤 雷虎垂了下桌子 怒道 说话间 他不经意收回了 红肿者的手 娘的 父亲坐的这十桌子 可真硬啊 听到他的话 雷霆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然后缓缓道 不是什么龙 相反 是最为卑微弱小的人类 人类 哈哈哈哈 那些弱小的东西 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雷虎哈哈大笑 对此不以为意 老父亲 还是年纪大了 就连那些食物链 最底端的人族 就让他有 忧虑成这副模样 正因如此 我才有些担心啊 雷霆也看出他的态度 长叹一口气 人族的强大潜力 是他根本不能想象的 但这几年 即使虎族拼命 绞杀那些人族残于势力 但他们总是能在 各种恶劣的区域中 艰难生存 如果雷霆一旦身死 后代人继承了他的王位 而因此 对人族放松警惕 那 就是整个半兽人族的末日 想到这里 雷霆摇摇头 扔给自己儿子一本战报 看看吧 看完这些 告诉我你的想法 雷虎接过来一看 是邪与人族战斗的结果 当即有些轻视 这还用看吗 肯定是虎族获胜了呀 但越看他越心惊 战报上的每个字 都让他触目惊心 五阶高手 黑颜深思 五千虎族 禁卫全军覆灭 无以身还 狂风城被攻破 师族领主失怒 带领数十万师族人口 尽数归降 这 雷虎难难道 父亲 这可是真的吗 突然巨大化的人类 另行禁止的战士 还有栗战数名 五阶的人族强者 人族 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 这不可能啊 他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还有些质疑 不可能 雷霆被气笑了 你们这些晚辈啊 根本不知道 人族有多么强大 这些人族的领袖宋白 极有可能是一个六阶强者 如果咱们 对他不重视 假以时日 他肯定能发展出 令人震战的恐怖势力 到那时 别说让咱们 重回王族的地位了 恐怕 成为最卑微的奴隶 都只是一个妄想 死 父亲的话 让雷虎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真像父亲所说的那样 那么虎族的未来 绝对不堪设想 那父亲 您打算怎么办 是否让我带领精兵 将狂风城团团围住 彻底消灭这股势力 雷虎想了想 建议道 蠢货 雷霆恨铁不成钢地 看了他一眼 那宋白很有可能 是六阶强者 你一个五阶 怎么跟他斗 你有这个资本吗 雷虎不说话了 但他心里 却仍然有些不服气 凭我战胜族中 数位五阶巅峰的实力 还不能与这宋白 抖一斗了 至少 也是个误开的结局吧 就在他畅想之时 父亲雷霆的一番话 打断了他的想法 我决定了 族中留下一万虎族战士看守 而我 将亲自带领十万大军 一举将人族势力解决 什么 您亲自去 听到父亲的这句话 雷虎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那人族何德何能 受到父亲如此重视 竟然还要让父亲 不惜一切代价 带领十万虎族战士出征 要知道 虎族虽然实力强大 可一向人丁薄弱 十万战士几乎是族群里的全部力量了 而这些强大的军队 只是为了去征服一个小小的人族叛贼 雷虎觉得有些可笑 甚至 他尊贵的父亲大人 雷虎 在他恍惚间看来 也不负之前的雄资音发 变得有些衰老了 父亲 雷虎想要说些什么 这时 宫殿外忽然传来乱糟糟的声音 无数战士呼喝声 刀剑交击声 虎族战士咆哮声应有尽有 仿佛是 有人席营 报 一个虎族战士慌忙进来 汇报道 大王 有不明的黑色物体侵入营地 很多战士都中招了 变得 变得 变得怎么样啊 雷虎急忙问道 他有些焦急 这是哪个敌人这么大胆 竟敢主动发起攻击 难不成是那些人族 雷虎想到这儿 不由得往前走了一步 变得 这名虎族战士还没说完话 眼中泛起一丝灵溺的黑光 他忽然拔出长刀 进风呼啸而过 风锐的刀尖指指雷虎 擦 雷虎狼被躲过 袖子被划烂 长刀无情地砍中右臂 流出点点血迹 你干什么 他气急败坏道 同时眼中还有一丝亚义 但这虎族战士 根本没有犹豫 长刀继续挥出 而这时的雷虎 已经有些绝望了 他身上配着那种礼仪用的长剑 足有两米多长 一时之间情急之下 根本拔不出来 父亲救我 不得已 他大声喊道 眼见着长刀在天空中划过 雪白的刀身泛着光 毫不犹豫砍向雷虎 就在此时 碰 一本薄薄的纸张飞过来 看似很是脆弱 但其速度无比飞快 竟然在转瞬之间 切断了长刀 擦 而这纸张在切断刀身之后 仍然于是不减 继续向前飞去 直接插入了那虎族战士的喉咙中 哇 虎族战士慢慢倒定 就在他生命消失的最后 眼中的奇异黑光慢慢消失 随即露出一丝悔恨 彻底闭上了眼睛 而虎族大王雷霆 此时渐渐放下手中的纸张 神色中带着一丝沉思 该死的东西 雷虎恼怒异常 拔出手中长剑 毫不犹豫地 砍向这虎族战士的头颅 一连几下 尸体早已经是血肉模糊 分不清原来的模样 好了 别再闹了 雷霆皱皱眉头 制止了他 他对于自己 儿子雷虎今天的行为 并不满意 不但轻视虎族最大的敌人 人族 同时 拔不出常见的情况下 被一名三阶强者追着杀 实在是有些不堪 或许该换一个继承人了 雷霆心想 碰 碰 碰 这时 门外喧闹的声音 非但没有止歇 反而越来越大 走 出去看看 但是记住 一定要小心 我可不想因为一个小事 而死了一个儿子 雷霆说完 随手拿起一把长剑 走了出去 身后 雷虎脸上殷勤不定 暗道今天真是倒霉 想到这 他也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 杀呀 杀呀 混蛋 你杀疯了吗 砍我干什么 迅速集结 筛选出被感染的虎族战士 不要犹豫 当即斩杀 快去报告大王 事情危急 快去 众多士兵纷纷呼叫 与此同时 天上落下无数个黑色光球 仿佛下了一场黑雨一般 这些黑色光球刚刚落下 便如同活物般四处蠕动 同时向那些战士的身体上依附 速度极快 这些虎族战士 一旦沾染了这些黑色光球 眼中就泛起一丝奇异的黑色 随即 他们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 拿起武器 朝身边的战友挥去 擦 一名虎族战士 忍受着悲痛的情绪 挥起手中长刀 砍中这个正在乱杀的战友 下一刻 一颗虎头滚滚落地 眼中泛出一丝解脱 啊 这名虎族战士 亲手杀了自己的战友 他痛苦地抱头倒地 眼中流露出悔恨的神色 然而他还未发现 就在他的身后 一个面无表情的虎族战士 举起长腹 对着他的脖梗 即将麾下 小心 后面的战士看到这副场景 连忙提醒道 但此刻 他正沉浸在悲痛之中 如何能够发现 擦 下一刻 这个虎族战士 同样生死当场 这样的情景 出现在虎族营地的 每个角落里 每个战士都警惕地 看着周围 即使是面对 并肩作战的队友时 他们的眼中 也同样流露出戒备的神色 因为他们不知道 此刻并肩战斗的战友 会不会在下一刻发疯 成为偷袭自己的敌人 而此刻的黑色光球 仍然如同雨水一般 再不断地落下 砰 刚走出宫殿的虎王雷霆 随手一挥 杀死了一个 前来偷袭的虎族战士 怎么回事 虎族叛乱 雷霆皱皱眉头 就在这时 点点黑雨洒下 降落到雷霆的头上 大王 小心 一个虎族战士 猛然扑过来 雷霆看了他一眼 下意识躲了过去 下一刻 黑雨低点 撒在这名战士的头上 以肉眼难以分辨的速度 侵入他全身的肌肤 这时 虎王雷霆眯起了眼睛 好强大的神魂之力 下一刻 被黑水侵入的战士 眼中泛起黑光 不顾一切向雷霆砍去 砰 雷霆毫不留情 右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进风挥过 直接将其头颅爆开 哗啦啦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强大 下一刻 更多的黑雨 从空中飘落下来 还敢轻蚀我 胆子倒不小 雷霆眼睛一瞪 下一刻 一片薄薄的屏障出现 黑雨打在上面 发出轻蚀的滋滋声 一时之间 竟然是丝毫奈何不得 敢伤我虎族战士 我倒要看看 你是什么东西 雷霆怒道 他身上的屏障瞬间扩大 短短时间内 竟然将整个虎族营地都遮蔽了 没有了黑雨的侵蚀 周围的虎族战士 也开始重新集结 将矛头对准了那些眼中 被侵蚀的士兵 这些虎族战士行动迅速 不到一个时辰 就将这些怪物尽数杀死 但就在这短短时间内 他们已经损失了近万名战士 可谓损失惨重 哼 雷霆气势如虹 整个人如同一把利剑般 中施法 然而冲上来之后 却发现空荡荡的 没有一个人影 怎么可能 雷霆狐疑地向四周打量 既然没有人释放法术 那这些黑雨 难道是天上降下来的吗 往周围寻找片刻 他仍然没有丝毫发现 只好降落下来 查看部队的情况 痛啊 杀了我算了 我弟弟 今年才刚加入虎族军队 转眼间就成了怪物 还是我亲手把他杀了 天降怒火呀 这是上天的安排 当真是咱们惹怒了神明 军营中一片哭嚎 就连最坚定的战士 也忍不住心神动摇 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 大王 咱们这次死了 净万名战士 都是这场黑雨 引发的灾难 现在军营里人心浮动 很多虎族战士 都决定放弃当兵 退出军营了 雷霆在前面急匆匆走着 身后 虎族将军雷成一脸交集 什么 他们要退出军营 雷霆转身看向他 对 这件事情 有没有人指使 有 有几个闹事的头目 那就将这几个人全处死 同时加大虎族战士的待遇 恩威病师 萝卜加大棒 这点小事还要问我 我要你做什么吃的 雷霆怒道 他是虎族的顶尖强者 当初这半兽人王庭 几乎算得上是他一人打下的 因此 他对于那些懦夫 相当看不起 但多年的战斗经验 告诉他自己 要带领好这些士兵 就要恩威病师 一味使用武力 是不行的 没有人会幸福 咦 雷霆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不由得停下脚步 往一个地方看去 那是一个伤兵营 许多虎族士兵 缺胳膊少腿 躺在床上呻吟 快 快给这个士兵救治 他快不行了 这位兄弟 你需要什么 一定要跟我说 你这次治疗的费用 我雷虎全包了 啊 你家连吃的都没有 放心 我给你家送一头猪卷 还有这位兄弟 这 雷虎看着眼前 这名虎族士兵 此人腿上全是鲜血淋漓的窗疤 还带有一些肮脏的沙土 看上去有些恶心 雷大人 我 这名受伤的虎族战士 忍着腿痛 颤声道 下一刻 眼前的这一幕 却让他满脸震惊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只见身份尊贵无比的雷虎 在看到他这恐怖的伤势之后 居然毫不犹豫地低下头 将这名战士腿上的创伤 尽数吸出 呸 雷虎吐出一大口血水 而周围的战士们 非但没有感到恶心 反而目光中流露出敬佩的神色 眼神中带有一丝丝狂热 这就是他们的公子 连普通的士族 他都是如此爱惜 好 虎族大王雷霆 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暗暗叫好 将军雷成忧心道 大王 公子这个做法 似乎有失身份啊 身份 哼哼 你懂什么 雷霆冷笑一声 正是因为雷虎如此尊贵的身份 却肯为普通的士兵 干如此轻贱的事情 如果将此事在军营中宣扬 你猜猜 会发生什么事情 雷霆意有所指 这 雷成想了想 说不出话来 仿佛是料到 他根本想不出来 雷霆笑了笑 接着说道 如此一来 士兵听说了雷虎爱名如此的性格 都甘心在他属下效力 雷虎在军队中的威望 恐怕会提升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本以为他只是个浪荡子 根本不堪重任 现在看来 只怕我的儿子有大财啊 原来如此 听到大王雷霆的一番分析 雷成这才恍然大悟 暗道公子真是厉害 给我儿雷虎派发一万虎族战士精锐 从此以后 这些战士都由他统领 雷霆哈哈大笑 决定好好地奖赏一番雷虎 大王 这份奖赏 是否太贵重了 雷成试探着问 那可是一万精兵啊 占据全半寿人王霆 近乎十分之一的兵力 竟然说给就给了 贵重 我自己的儿子 有什么贵重不贵重的 就这样决定了 雷霆满意地转头离开 雷成连忙跟了上去 两人渐行渐远 身影慢慢消失 伤兵营地 原本一脸微笑的雷虎 瞬间变得面无表情 而他的瞳孔深处 一抹黑色的奇异颜色 正在隐隐流动着 雷虎 也被这黑色雨水感染了 狂风城内 此刻 也开始散落点点黑色光球 如同雨水一般 逐渐变得密集 但好巧不巧 此刻宋白正在城门口 刚好看到了这股黑雨 主公 这不是咱们之前 看到的那些黑色光球吗 怎么 变得如此多了起来 在一旁的黄霸警觉到 在那处奇异空间里 他差点被一个黑色光球命中 受了不小的折磨 此刻 看到这些光球 也不禁有些畏缩 是那个黑色巨手在搞鬼 宋白感到有些不对 如果真是那个黑色巨手的影响 恐怕也预示着 这个世界即将走向毁灭 怎么办才好 从城墙之上 俯身看去 无数百姓忙忙碌碌 为每日的生计奔波 而他们浑然不知 在不久之后 马上就有一场极为恐怖的灾难 降临到他们身上去 唉 宋白滴滴叹了一口气 饶使他战力无双 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时 也感到有些无能为力 不管怎样 还是先解决好眼下的事情吧 宋白暗叹一声 右手高举之间 一个弯弯的美丽月亮 随即漂浮在半空中 焚月之血 无数月亮密密麻麻 在还是白昼的世界里 纷纷冲到天空中 与这些黑色光球狠狠相撞 砰砰砰 撞击声不断响起 这些黑色光球 纷纷爆炸 但让人惊讶的是 这些黑色光球并没有丝毫停止降落的意思 反而越降越多 哗啦啦 如同下雨一般 无数黑雨从天空降落 甚至逐渐蔓延到整个狂风城 糟糕了 宋白咬紧牙关 他根本不敢想象 如果这些黑雨一旦侵蚀到百姓的身上 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来吧 宋白神色灵灵 毫无聚色 眼前的黑雨越下越密集 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焚月之血 宋白的双手不停变换 无数弯月瞬间 凝聚在空中 同时 他的神魂之力也在急速消耗着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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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交集声 如同悦耳的音乐一般 在整个天地之间回响 来吧 我宋白岂会怕你 宋白豪迈笑道 手中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停顿 弯月还在砰砰的与黑雨相撞 同时 下面的神魂之力交织 形成一道无比密集的网 即使是偶然有黑雨 落在狂风城下 也被这密网所遮挡 没有让城中的居民 任何损害 同时宋白的脸色也有些苍白 显然这一招式 使出之后 对他的自身消耗极大 主公你没事吧 黄瓣关心道 但是他神魂之力极为薄弱 也帮不上什么忙 宋白头也不回 只是一道声音轻声道 马上就有敌人入侵了 黄瓣 交给你一个任务 一定要抵挡住敌人 守护好狂风城 不然我拿你试问 什么 有敌人 黄瓣大惊失色 不禁抬头一看 狂风城的正北方 隐约有尘埃消散 几个黑色的大旗赫然树立 上面写着一个虎字 这是 黄瓣愣了一下 随即抱拳道 主公放心 城在人在 我黄瓣只要活着 这狂风城就丢不了 说吧 他连忙组织军队 准备抵御攻击 还莫等队伍组织起来 远处的虎族军队 就停下来 在原地组装着什么 不多时 十几个巨大的气血 出现在原地 投食器 黄瓣俯身看去 这是投食器 不好 话音未落 十几个投食器 纷纷摇动杠杆 同样数量的巨石 从天空降落后 狠狠地撞击到狂风城中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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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裂声响起 无数建筑被纷纷破坏 同时还有 数十名来不及躲避的平民 直接被投食器的巨石 砸成肉泥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被砸中了 动不了 快组织反击 注意躲避 一旦被砸到 不死也半惨 老人和孩子 优先进入房屋内 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 狂风城内的平民 虽然有些慌乱 但仍然有条不紊 迅速组织起来 哄 哄 哄 又一波攻击 巨石纷纷砸来 狂风城再次受到破坏 这样不行 得想办法干他们一下子 黄瓣躲在墙面后 大声吼道 防尘弩 防尘弩在哪里 很快十几台防尘弩 就被摆放了出来 预备 放 一支支锋利的弩箭 被放出去 但是由于 距离太远 视野并不太好 所以并没有造成 太大的杀伤 什么东西 废物 坏人 这下 黄瓣的 急之派上了用场 他很快组织起 城中一百多名巨人僵尸 以及那些黑龙狂化轻卫 让他们举起巨石纷纷 向敌军投掷而去 准备 兄弟们准备 放 随着黄瓣如怒吼般的 命令声响起 煞时间 比敌人 多出十几倍的巨石 反向投掷而去 哄 哄 哄 虽然由于距离太远 很难瞄准目标 但极多的数量 弥补了这一缺陷 一百多个人头大小的巨石 从天空中 狠狠砸过来 如同下了一场巨石雨一般 虎族战士们 被砸死了多人一百 就连那些 身披着铁甲的精锐 在这些巨石面前 也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该死 不必再放了 各军战士 准备冲锋 虎族大王雷霆 目吼一声 一排排身披重甲 扛着巨盾的虎族战士 抬起手中的云梯 向狂风城的城墙 进发而去 同时 沉重的工程塔 也在缓慢地移动着 这座工程塔 足有十几米长 几乎与城墙 同宽同高 同时它的壁面上 还镶嵌着许多金铁 其防御力之强 就连巨人手中的滚石砸上去 也只不过留下了 几道小小的塌陷 好啊 你们这些人 终于赶冲出来了 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们人族的战士 也不是吃素的 黄瓣狠狠道 龙穴步兵 出 一排排身披红袍 穿红甲的龙穴战士 有力地迈着步伐 他们的步调一致 脚下的战甲 踏出刷刷声 标枪预备 瞄准目标 黄瓣命令道 这些士兵有力地臂膀 握住标枪 慢慢地举了上来 从上面传出冰冷的触感 让人忍不住心生战力 放 虎族战士身上 扑通扑通 随着一声声响 几百名虎族战士 被这标枪扎中 无力地倒在血泊中 好 放火箭 又是一排抛射的火箭 如同深夜中的 萤火虫般耀眼 在天空中划过 一道道轨迹之后 扎在那些 携带着云梯的尸体之上 呼呼呼 瞬间火焰燃起 经久不灭 这是宋白研究过的法术 他将自己体内的地域炎炎 以及龙溪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小法阵 有几个不小心 碰触到这些火焰的虎族战士 根本不以为意 还试图用手将它们扑灭 结果全身都燃起了火焰 从一开始的交集到后来的惶恐 在这些虎族战士的哀嚎中 火焰渐渐熄灭 而他们的自身 也成为了一点点灰烬 还证明着他们存在过 至此 虎族的第一次攻城战 只剩下那些防御力 极为强大的攻城塔 放箭放箭 黄巴尔尝到了甜头 再次命令到 在他命令发出瞬间 这些火箭也射入了那些攻城塔中 燃起了一丝丝火焰 但很快 这些火焰渐渐变小 最终彻底湮灭 哈哈哈哈 连我的攻城塔也胆破 雷霆冷笑一声 既然宋白能想到 通过自己的法术 来让武器产生制的效果 那他雷霆 又怎么会想不到这点 以虎族极为强大的防御秘书 来为防城塔形成一个禁止 即使对方的攻击再猛烈 防城塔也仍然是安然无恙 正当雷霆得意之时 城门忽然打开 从中走出了几十名巨人僵尸 这是什么东西啊 雷霆忽然感到了一丝不妙 投石器 箭矢 放 既然宋白还没有露面 他暂时也不打算率先出手 因此 当即命令手下士兵放箭 试图让这些攻击 来阻挠对巨人僵尸的行动 然而 面对这些箭矢 巨人僵尸们没有丝毫损伤 他们随手一挥 就将这些箭矢打落在地 侥幸命中他们的箭矢 也只是擦破了点皮 根本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害 因此 面对这些攻击 根本没有阻挠他们的行动 投石器 用投石器攻击他们 雷霆很快反应过来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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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终于有了效果 十几块巨石砸中了几个巨人 让他们头破血流 倒在地上 有用 哈哈 雷霆大喜道 他不禁有些后悔 怎么没多带一些投石器呢 投石器投出的石头 虽然威力巨大 可毕竟有限 再加上僵尸巨人们 有了防备 因此 他们还是很快地来到了 工程塔旁附近 这些人要干什么 什么可怕的怪物 我的天 人族怎么能长得这么高 哼 他们不会是 想要破坏这个工程塔吧 真是太天真了 工程塔最上面的士兵 俯身看向这些巨人 在经过一阵恐慌之后 迅速稳定了情绪 反而纷纷嘲笑起来 在他们看来 这些巨人虽然体型巨大 但面对被加持了法术之后的 工程塔 还是很难攻破他的防御 然而下一刻 轰轰轰 这些巨人的拳头 不停地打击着 工程塔变得摇摇欲坠 有不少士兵 没有反应过来 就跌倒在地 从十几米高的工程塔 跌落下来 其下场 自然可想而知 打棒 面对倒在地上 全身骨折的士兵 巨人僵尸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一脚踩去 原地瞬间 一片血肉模糊 根本看不出来 原来的形状 而这些巨人僵尸的攻击 还在不停地继续着 哄 哄 哄 不会吧 他们好像真的能攻破 这个工程塔 怎么办 怎么办 咱们要面对那些 恐怖的怪物了 不要慌 大家不要怕 他们根本不值得畏惧 所有战士 准备战斗 虎族军官们怒吼道 下一刻 随着一个巨人僵尸 将最后一根支撑的铁链打破 工程塔忽然 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 随即倒塌在地 无数的士兵 也纷纷从空中跌落下来 他们面色恐慌 但仍然手持着武器 准备着迎接最后的命运 干得不错 宋白看到工程塔被摧毁 不禁赞叹了一声 而此时的他汗如雨下 脸色苍白 死死地抵挡着黑雨的清晰 他全身的神魂之力 都快要耗尽了 却仍在苦苦支撑 因为他知道 一旦就此放弃的话 恐怕整个狂风城 都会因此彻底沦陷 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他宁愿耗尽所有的神魂之力 甚至耗费生命力 也要拼死坚持 点点白色无声地 浸染了他的病角 就在这短时间内 他所耗费的巨额生命力 已经将他的寿命透支了不少 即使他身怀龙之血统 性寿命悠久 但仍然支撑不了多久 爸爸 我来帮你 柔柔急得满头是汗 手中神魂之力缠绕 迅速扑向宋白 别过来 宋白急了 以柔柔那点神魂之力 能给他提供多少力量 再说了 万一柔柔承受不住 神魂之力的消耗 绝对会对他的成长 带来一个不小的损伤 因此 宋白是绝对不愿意 见到这一幕的 然而下一刻 如海洋般 磅礴的神魂之力涌来 瞬间涌入宋白的全身 让他不禁精神抖擞 就连原本有些发白的病发 也重新变得乌黑起来 这柔柔的神魂之力 怎么能如此强大 虚空之女的血统 又是什么来头 宋白的心里 发出好几个疑问 然而此时情况危急 宋白来不及细想 只能借助柔柔的力量 拼死抵御这黑雨的清晰 与此同时 看到这波攻击 被狂风城战士成功抵御 虎足大王雷霆 非但没有恐慌 反而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仰头仔细一看 狂风城的城脚 一个极为雄伟的身影 在极力地抵挡着黑雨的清晰 我说宋白这小子 怎么不出现 原来他们这狂风城 也遇到了同样的灾难 没想到原本恐怖的黑雨 竟然能给我带来如此助力 既然如此 那我也帮你吧 人族的小子们 受死吧 说完话 雷霆的眼中露出了一丝 极为阴沉的神色 无边的气势随即爆发而出 他右腿一蹬 猛然冲出 一双巨掌直指狂风城 所过之处土地崩裂 碎石四处建设 天地间仿佛出现了一道猛虎的虚影 发出一声震慑人心的咆哮 好 这道虚影大吼一声 在场中人 心头不经意泛起一丝惊惧 连战力都做不到 而一百多名巨人僵尸 同时挥舞着手中铁棒 狂吼着迎向雷霆 这么自信 就凭你们 也能拦得住一名六阶强者 雷霆的眼中闪过一丝韵怒 他不明白 面对如此强大的自己 这些人怎么还敢迎上来 甚至神色都毫无变化 既然如此 你们全都死吧 天地之间 那无比硕大的黑色狐影 带着无边的狂霸之气 又找猛然一挥 哼 片刻之间 这一百多名巨人僵尸 瞬间崩为血沫 再也不复存在 该死 黄霸愤怒道 他没想到这雷霆居然 如此强大 作为战争的主力 这些巨人僵尸 甚至都没做出有效的一击 便被瞬间灭杀 放箭 把所有都用上 标枪 龙血步兵的标枪呢 守成弩也要继续发射 黄霸急到 他恨不得亲自上前战斗 可他心里明白 以自己的实力 根本不是对手 砰砰砰砰砰 这如猎语飞黄一般 密集的攻击 转眼间来到雷霆面前 然而 作为万兽人 王庭的主人 拥有无敌实力的六阶强者 雷霆不屑地笑了 就这种攻击 也想对我产生伤害 简直是可笑 哄 他头顶上的猛虎虚影 张大了嘴巴 如同一头洪荒猛兽般 一口将这些箭矢吞下 而后他大呼一口气 居然将这些箭矢 抛了回去 顿时 黄蜂城墙上惨叫不断 死了不少人 该死 老子亲手砍死你 黄霆愤怒极了 他不顾自己与雷霆之间的实力鸿沟 忍不住提起双锤 就要冲下城 将军不要啊 要慎重啊将军 主公还要依靠你 取得胜利 千万不能莽撞 左边的刘契德 苦口婆心地劝道 那得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狗贼 就这样攻破 咱们狂风城吧 我跟主公保证过了 城在人在 但如果 狂风城守不住 我黄霆 也要死在他前面 正当黄霆如此焦急的时候 城头上本该更加担忧地宋白 此刻却微微一笑 似乎并不担心 因为 他有底牌 小子 就连你也敢伤害我狂风城的百姓 莫非想要找死不成 正当雷霆 发出狂笑 正要一拳锤碎狂风城城墙的时候 一道极为威武的声音 猛然传了过来 这是 雷霆不由地停下脚步 因为他在这声音中 感到了无比强大的气势 这气势 足以与他分庭抗礼 甚至 更胜一筹 居然还有一名六阶强者 雷霆惊了 他没想到 小小的狂风城 居然卧虎藏龙 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两名六阶强者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不能留你们了 都去死吧 他的眼神中 露出一丝阴毒 而此时 那道声音的主人 也随之冲了出来 失足 雷霆瞪大了眼睛 他没想到这名六阶强者 居然是他 一向看不起的失足 失无虚 这名失足强者 虽然在圣怒之下 击杀了数名失足长老 但他对失足的命运 仍然念念不忘 且极为关心 因此 他也是 一直潜伏在狂风城中 观察着宋白的一举一动 令他欣慰的是 宋白并没有对失足大家屠戮 反而善待有加 给予了他们不错的待遇 但其实他并不知道 宋白也在暗中 默默观察着他 同时宋白也明白 以此人的性子 面对雷霆的攻击时 绝不会坐视不理 因此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打算 自己亲自出手 去对付这名这名六阶强者 毕竟 有人比他出手更快 雷霆 这是我失足的狂风城 你现在速速离开 我就当无事发生 但如果你一意孤行 我拼尽全力 也要将你留在这里 失无需冷声道 失足的狂风城 你们也真是下贱 居然甘心 当仁族的奴隶 根本不配被称为半兽人 雷霆呵呵一笑 出口的话语 却满是讽刺 你 这狂风城自是 有德者居之 仁族的领袖 宋白有实力 自然该他主宰狂风城 而你这个暴君 根本不把别的种族当回事 也根本不配 主宰半兽人王庭 如果让你 叫你攻打进来 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失无需深知 这雷霆性格狂躁 只顾自己的利益 还经常图成 绝非一鱼之辈 因此 他一一驳斥 说得雷霆脸色清白 无言以对 你这个老家伙 有嘴滑舌口出歪脸 就是宋白手下的一条狗 雷霆说不出话来 只能胡搅蛮缠 改着失无需一阵臭骂 但他脚下的速度 却是丝毫没有减缓 反而趁着这段时间 以极快的速度 冲了过去 想偷袭我 失无需作为六阶强者 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因此 当雷霆偷袭的时候 便是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同时 他也是挥手一拳 六阶强者的气血之力 铺天盖地 慢卷而来 如同狂怒的风暴 一发不可收拾 哄 两者接触之时 狂风城外 发出了无比剧烈的响动 一时间天地震荡 云气慢卷 仿佛来到了 世界末日一般 好小子 你虎族的化骨绵掌 果然强大 失无需暗叹一声 这化骨绵掌 乃是虎族的绝学 这绝学一旦使出 便如同波浪般绵绵不绝 一掌更胜似一掌 一掌的威力强过一掌 更让人恐怖的是 一旦中了化骨绵掌 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应对之法 中招者便会全身气血凝固 骨骼软绵 处处寸断 实在是极为凶险 即使是六阶强者的失无需 面对这一招 也同样也不敢小看 他当即将气血之力 凝聚在掌中 用来抵挡攻击 你这个老头子 实力倒也不垫 再吃我一掌 空气中传来雷霆音策策的笑声 碰 碰 两人交手术回合 失无需脸色 渐渐变得难看 他没有想到 这雷霆的气血之力 居然是如此浓厚 是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 半兽王庭的大王 还是有一些手段呢 失无需沉声道 雷霆黑黑一笑 根本没有丝毫理会 他又扑了上去 如同一只凶猛的野兽 手中动作丝毫不慢 碰碰碰碰碰 雷霆每击出一掌 失无需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随着长时间的战斗 他的气血之力 已经渐渐攻应不上 显得有些乏力了 即使同为六阶强者 但常年隐藏身份的失无需 远远不是雷霆的对手 碰 两人又对了一掌 失无需正要撤回 却发现一股无形的冰冷 紧紧射住了他 让他不能动弹分后 随即雷霆画掌围找 死死地抓住了他 你 这是什么招式啊 失无需脸色一变 暗暗叫声不好 下一刻雷霆紧握住他的手掌 用力一捏 将其捏得粉碎 啊 该死 失无需怒骂一声 反手一掌 随即迅捷地向后退去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整个右臂都被捏成粉碎 顿时战力大减 同时让他脸色生变的事 这股寒冰还留在了他的手掌中 之后 还试图向他体内蔓延 所过之处 经脉纷纷断裂坏死 一片狼藉 而雷霆丝毫不给他喘息之机 半空中的巨大胡影 张开大口 似乎要吞噬天地一般嘛 猛地向他咬事而去 嘿嘿 老家伙 你早该死了 你们狮族可真是废物 没有那个本事 就不要妄自成能 乖乖待着养老不好吗 我听说 你家那个母狮子 还给你戴绿帽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哈哈哈哈 雷霆得意地笑起来 手中寒冰凝聚 就要走上前去 彻底结束了 诗无虚的生命 你敢侮辱我 诗无虚脸色阴沉 哈哈 侮辱你又怎样 你这个垃圾 连自己老婆都看不好 活该被人踩在脚底下 雷霆得意地哈哈大笑 这时候 他没有发现 诗无虚的脸色已经变了 雷霆 我死了 你也别想好活 哼 就你这种废物 又能拿我怎么办呢 雷霆讥讽道 听到这句话 诗无虚脸色抽搐 浑身不停颤抖 一股诡异的血色 将他的全身笼罩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 也在不停颤抖着 渐渐变得愈发庞大 看上去十分恐怖 你要干什么 雷霆隐隐 有种不好的预感 干什么 你不是想杀我吗 来啊 杀我 诗无虚十分激动地说道 面对他这副诡异的神色 雷霆法越发谨慎 慢慢地向后撤退 就算诗无虚不是他的对手 万一被他临死前的一击伤害到自己 可就得不偿失了 想跑 走得了吗 诗无虚猛然扑上去 一把抓住雷霆的大腿 任由其不停地踢打 却仍是忍着疼痛 绝不撒手 你要干什么 这时雷霆也是变了脸色 感觉有些不对 随后一掌劈出 将诗无虚踢的筋骨断裂 躺在地上不停地吐着鲜血 但他仍然紧紧抓住雷霆的腿部 滚 快滚 雷霆急了 不停地攻击着诗无虚 然而下一刻 哄 诗无虚全身瞬间炸裂 还莫等雷霆反应过来 一股吞噬天地的恐怖能量 瞬间将它覆盖 过了不多时 硝烟散去 一阵清风吹过 原地间只剩下被能量炸裂的大洞 而两人的身影 已然消失 死了吗 不管是虎族的战士 还是狂风城的守卫 这亦或是黄霸等人 都在死死地盯在这里 心中情绪复杂莫名 啊 该死的老家伙 一个略有些凄惨的身影 从洞中爬出 是虎族的大王雷霆 实无虚死了 当他出现的时候 在场的众人都一轮纷纷 不少狮族战士悲哀的叹口气 他们族群中唯一的六阶场强者 也就此生死 同时也对虎族 燃起了熊熊的恨意 反观对面的虎族战士 一个个极为兴奋 甚至有些猖獗 他们纷纷对着狂风城的方向 口出狂言 啊 狮族强者也不过如此 不过是废物一个 同为六阶强者 怎么实力差距就这么大呢 我虎族大王雷霆 天下无敌 谁敢与之一战 主公似乎状态很不好 战士们 快去救助大王 虎族将军雷成 发现了异样 联盟组织军队 准备将雷霆带回去 但他却没有发现 身后雷虎的眼神中 逐渐露出一丝恼怒 放箭 别让这狗贼逃走了 显然 黄伴也发现了 雷霆的状态并不是太好 于是他连忙下令 让手下的士兵放箭 阵阵飞箭 如同雨水一般 从天空抛射而去 这些箭 都是蕴含有特殊法阵的 一旦抛射出去 立马爆裂开来 燃起熊熊火焰 嗖嗖嗖嗖 卑鄙的人族 竟敢偷袭我 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雷霆看到 是射来的箭支 咬牙切齿的 说完话 他急忙向后奔去 同时看到一个虎族士兵 就要赶来 他眼前一亮 连忙上抓起这个战士 不顾他的惊叫 直接将其当作肉盾 挡在自己的面前 大王 你要干什么啊 这个虎族战士慌张道 然而下一刻 他就说不出话了 哄 树枝飞箭冲了过来 全命中到这名战士身上 爆炸开来 片刻之后 在这个虎族战士的惨叫声中 将其彻底吞噬 废物 雷霆抛下这个尸体 脸色阴沉 就在刚才的片刻之间 如果他没有及时抓住 这个战士作为掩护 恐怕自己就要死在这里了 而后面赶来的虎族战士 停在原地 惊疑不定 虽然他们都知道 虎族大王围霆一向残暴 可谁也没想到 他会做出这种残忍的事情 竟然把自己的士兵 当作肉盾 来抵御敌人的攻击 这让他们根本不能接受 大王怎么能这样 那也是咱们 同袍作战的战友啊 王启士 你能议论呢 管好自己就行了 哼 我偏要说大王草菅人命 根本不把自己的同胞性命 当成一回事 这样的人 值得我们卖命吗 一个虎族战士冷笑一声 然而下一刻 一双巨手猛然扑来 直接将他的头颅打爆 鲜血狂攀上 尸体无力地倒下 连我你也敢说 身后传来雷霆阴冷的声音 众多虎族战士 纷纷净声 低下头颅 以后谁要敢多嘴 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身后冲来的虎族将军雷成 迅速看了一眼那尸体 眼中流露出悲哀的神色 但他什么也没说 反而关心地问候 大王你能回来 真是太好了 呵呵 只怕你也想让我死吧 雷霆冷哼一声 雷成脸色大变 还没有做太多解释 就听到另一个声音说道 你这种废物 活着 确实是没有太多价值 顿时在场的虎族战士们 脸上纷纷露出怪异的神色 谁这么大胆子 居然敢挑衅凶残的雷霆 好啊逆子 亏我还那么看重你 现在看来 你也是个白眼狼 我真是后悔将你养大 当初你刚出生的时候 就应该一掌把你拍死 雷霆发现 说出这句话的人 居然是他的儿子 顿时十分愤怒 一阵极为恐怖的威势 冲天而起 即使是身受重伤 但他强大的实力 仍然可以碾压在场的众人 你真以为 你是我的对手 或许你之前的实力 我还能看上眼 但现在的你 根本不值一提 说完话 雷狐眼中光芒闪烁 一丝不易察觉的黑色 从他眼中一闪而过 你 你不是雷狐 雷霆惊怒道 我确实不是雷狐 那个废物 早就死了 哦对了 还要你拨给 我的那一万精兵 说起来 还是要谢谢你呢 雷狐说完话 背后忽然 掀起了一阵喊沙声 近万名士兵 纷纷动手 朝身边 还不知情的战友们 挥起了屠刀 嗯啊 随着一声惨叫 这场战斗开始了序幕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你的亲哥哥 一个虎族战士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弟弟 下一刻 一支锋利的长枪 以极为迅捷的速度 直接刺穿他的喉咙 哦哦 这个战士迷茫地倒在地上 他不明白 有着血缘关系的弟弟 怎么会突然抓起武器 自相残杀 而这样的画面 也出现在虎族军队中的各个角落 无数虎族战士惊恐地发现 原本与他们 并肩作战的队友 此刻却突然间冷酷无情 向他们挥出屠刀 快住手 这个怪物 雷霆恨道 这么急着找死 原本还笑呵呵说话的雷虎 听到怪物这个称呼 不禁闪过一丝冷意 我说错了吗 你这个怪物 依附着别人的身体 窃取别人的能量 却根本不敢露出真面目 破 雷霆话还没说完 就感到腹部突然出现一股 不能忍受的剧痛 他低头一看 不知何时 一把弯刀已经插入了他的肚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 转头看去 看到袭击他的人 雷霆满脸都是不可置信 眼前的虎族将军雷成 冷冷地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丝黑色 显然 他也被附身了 同时他手中弯刀不停地拧动 在雷霆的腹中搅动 他一把拽一段弯刀 随即他不顾自己 满身沉重的伤势 一掌挥出 将雷城当场打爆 哈哈哈哈 你也跟他一起死吧 被附身的雷虎 看完了这场闹剧 转头离开 你 雷霆脸色一变 正想要说些什么 这时天空上 突然传出一只巨手 他捏成一只拳头 毫不停留 狠狠地向地面上的虎族军队 垂击而去 哄 一声巨响 原本在上空的虎族区域 在面对他时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当即碎去 而后这只巨手 狠狠垂击地面 砸中无数伙族战士 将他喂 将他们碾为肉泥 砰砰砰砰 连着几拳 整个虎族营地此时 变为废墟 半兽人王庭的大王 六阶强者雷霆 也在这一击之下 尸体彻底粉碎 和那些 卑贱的虎族战士们 混为一体 生灵 从狂风城打开这道门 但没想到 身为这次武道大会的关键人物 杀死 准备祭练了 此人全部的弃血之力 一举吞噬这个星球的能量 以此来延缓寿命 这小子 到底藏在了哪里 陶善刚才 还能看见宋白的踪影 但他转眼间就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绝对不合常理 宋白 不要像老鼠一样 躲躲藏藏了 你以为我不能发现不了你吗 哼 我数三个数 你要再不出来 我就将你彻底斩杀 三个数之内 留你一条活路 赶快出来吧 陶善高声道 三 找到你了小子 好像似乎发现了什么 六阶的气血之力 猛然爆发而出 然而这周围 还是一阵寂静 没有丝毫的声响 这宋白太狡猾 没将这小子炸出来 陶善信信道 既然这样 也只能探出神魂之力 在四周一一探寻了 以这小子的攻略 绝不可能在 我眼皮子底下 就溜了出去 既然这样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他一定就在附近 陶善分析道 随后神魂之力 再次散发而出 化作一个个 黑色巨手 往周围探查而去 东面没有 西面也没有 北面也 咦 不对 陶善脸色一变 就在刚才 他的黑色巨手 探入北面的时候 却转眼间消失不见 与其失去了联系 一定就是这里好小子 你骗得我好苦啊 他咬牙切齿道 随后整个人 也是快速向那片草丛盾去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藏在哪儿了 这是什么 正当陶善冲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草丛的间隙间 隐约踩到了一个东西 这是 他狐疑地看向脚下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弯月 上面点点荧光散步 看上去十分美丽 但不知为何 他隐约觉得这个东西上 散发着一股 极为熟悉的力量 难道是什么宝物 不 不对 正当陶善有所怀疑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暗道一声不好 在追击宋白 这个臭小子的时候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宝物 这一定是他的陷阱 他急忙退去 然而就在他的脚 刚刚离开弯月的时候 仿佛是起了连锁反应 四周无数荧光闪烁 都是弯月的形状 随后 猛然间爆炸开来 轰 轰 轰 四周无数炸响 仿佛无尽的神魂之力 在这一刻 被瞬间引燃 在陶善的周围 狠狠地炸响起来 啊 该死 他感到脑袋 一片昏沉 即使是六阶强者 在碰到这股巨大能量后 也是狼狈不堪 碰 陶善连忙念起咒语 随后 神魂之力迅速散意 挡住了这波攻击 力量的碰撞声 发出砰砰的闷响 而此刻的陶善 也是脸色一片焦黑 看上去很不好受 宋白 别让我抓到你 否则我将你千刀万剐 都不足以戒我心头之恨 他怒骂一声 根本不顾接连哄响的弯跃 直接向前冲了过去 而当他刚刚走进去之后 发现一个长身而立的少年 正笑淫淫地看着他 怎么样 这滋味不太好受吧 宋白调笑道 面对他的嘲讽 陶善刚要发怒 紧接着旁边的一个事物 便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是 陶善狐疑地看着眼前这个黑洞 他对这个异世界空间 观察这么久了 自认为了如指掌 可他从来没有觉察过 这个黑洞的存在 更让他疑虑的是 方才见到他 就跑得宋白 此刻却一脸从容 丝毫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这就是他的底牌 陶善暗暗想到 同时 他探入一丝神魂之力 但转瞬之间 便被这黑洞彻底吞噬 宋白也是早知道 这个狐狸老谋深算 不将事情了解清楚 是绝不肯轻易动手的 他也乐于看到如此局面 因此 就和这老头僵持了起来 甚至还趁着这段时间 在地上打坐 快速恢复 自己已经消耗的能量 时间一点点过去 要再让这小子恢复下去 估计等一会 只能让他逃了 陶善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际上却暗暗着急 这黑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如 他眼睛紧盯着宋白 生怕让他跑了 同时脚尖一踢 一颗石子飞入黑洞之中 片刻之后 再无丝毫动静 好小子 你敢炸我 看到黑洞 没有丝毫反应 他心中大定 随即操控起黑色巨手 猛然向宋白扑去 本以为 还能再多消耗一点时间 没想到这陶善 居然只停顿片刻 不给宋白一点喘息之机 蠢货 面对陶善的攻击 宋白丝毫没有闪避 反而冷冷一笑 不好 看到他这副表情 陶善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但也弄不清楚 这宋白到底是故作声势 还是真有底牌 但此时他已经扑了上去 只能咬咬牙 准备将其一举擒货 而此刻的他 并没有注意到 地面上有隐隐荧光闪烁 哄 哄 哄 又是一阵 极为惊人的爆裂声 沙土下无数弯月猛然爆炸 还默等陶善反应过来 瞬间将其炸得灰头土脸 陶善我早就警告过你 要小心地下 没想到用同样的招数 还是能炸到你 活了这么久的老不死 真是白活了 你也不长记性啊 看着陶善脸色发青 身上的气势蠢蠢欲动 似乎下一刻就要扑过来 宋白裂开嘴笑了笑 丝毫不以为意 而后猛然间大喝一声 给你机会你 也不中用啊 啊 陶善大吼一声 彻底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在短短时间内 被一个小子连耍了两次 这让他一向引以为傲的智谋 彻底失了效果 变得极为可笑 我要杀了你 他咬牙切齿 随后 他整个人猛然冲上去 双手黑色能量缠绕 瞬间形成极为巨大的黑色虚拟 死吧 他脸色猙獰 周围的弯月爆炸 产生的能量 也没有对他造成太多伤害 但面对如此狂暴的攻击 宋白飞但没有慌张 反而一脸慎重的 凝聚出了数个弯月 陶善眼睛瞪得很大 内心早已给宋白判了死刑 在他看来 这些弯月虽然声势极大 但威力却不太高 只是让他狼狈了一些 根本没能对他造成有效的伤害 然而宋白手中的弯月 并没有攻向他 反而随手一掷 跑向黑洞中 熙熙索索 黑洞中传来什么 生物爬行的声音 他们吞撤这股神魂之力后 似乎并不满足 不停向上跨远 此刻陶善的攻击 也随之而来 宋白凝神细看 仿佛要将他的动作 全盘刻在脑中 就在这老头扑向的瞬间 宋白身形微微移动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姿势 擦着黑洞的边缘 往侧面一躲 这一动作极为巧妙 因为当陶善的攻击到来时 黑洞下面的触手 也随之猛然冲出 刺了 这些恐怖的怪物 直接冲了上去 如同章鱼触手般 陶善脸色大变 因为他感到 此时这些黑色触手 正在不断地 吸使着他的神魂之力 而他手中的黑色虚影 也在逐渐变得暗淡 该死 我连你们这个星球 都能轻易毁灭 你这些臭狮子 也敢打我的注意 更多的神魂之力包裹上 像挤压空气一般 试图将这些黑色 触手挤压而死 但这些黑色 触手非但没有虚弱 反而变得更为活跃 不断地吸附着周围的能量 陶善的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 砰 一声脆响 陶善随手挥出一拳 与后面相撞 身后的宋白 捂着自己发红的拳头 苦笑着摇摇头 四阶巅峰啊 与六阶高手相比起来 根本不够看 我要你死 宋白 我要你死 此刻的陶善 如同一只发狂的野兽 不顾身上 吸附着的黑色触手 怒吼着扑向宋白 在被他戏耍之后 陶善已经失去了耐心 眼中只剩下宋白 这个可恶的人影 啊啊 面对一名六阶强者的权力攻击 实在是很难抵挡 小子别跑 宋白见识不妙 转头要跑 但陶善丝毫没有想要 放过他的意思 这老头大手一挥 一个黑色手掌的虚影 从天空之中降落 碰 仅仅一次攻击 便将宋白彻底拍落在地 口吐鲜血 十分痛苦 小子 你跑啊 你真以为 我需要你的气血之力 就不敢杀你了 惹怒了我 即使你再有价值 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陶善冷冷暴 他直接无视了 身上的黑色触手 任由其肯是 自身的神魂之力 反正自己实力雄厚 短时间内 也造成不了太大影响 倒是这可恶的宋白 必须要死 看着陶善一步一步走来 眼中带着残忍 宋白很清楚 他这次是带着必杀的决心 如果自己不能找到机会 及时逃脱 那么肯定要死在这个人手上 六阶强者的实力 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战胜他的 看到陶善逐渐走来 宋白强忍着内伤 手中接连变化 短时间内 他的右手化成 一道长满龙铃的龙爪 火焰萦绕 散发着淡淡龙威 碰 黑色虚影 与这一只龙爪再次接触 两者相触的瞬间 一股无可抵御的佩然之力 猛然传来 噗 宋白吐出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 从地上被拍向天空 就当他即将要掉落的时候 瞬间化为了一头火红的巨龙 好 他发出一声 剧烈的咆哮 口中的龙溪喷向陶善 好小子 原来是一头火龙 这才是你真正的面目 陶善冷冷一笑 看你这体型 应该还未长成吧 真是可惜了 如果你在成长着几十年 以你的巨大潜力 我绝不是你的对手 但可惜 此刻 你只能被我亲手杀死了 哈哈哈哈 屠龙 想想就让人兴奋啊 陶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 极为残忍变态的笑容 面对扑打着龙翼 在半空中飞翔的颂白 背后隐隐露出一个 黑色巨手虚影 比之前的更为庞大凝聚 哼 宋白早有准备 他龙翼一闪 居然轻松躲过了这次攻击 而后他非但不逃脱 反而对着陶善的方向 狠狠地冲了过去 还想杀我 你一个四阶巅峰 哼 当真可笑 陶善冷笑一声 看着飞扑过来的宋白 再次凝聚出黑色虚影 抵挡在身前 砰砰砰砰砰 宋白使出浑身解数 不断地击打着这道防御 但他很快发现 他打不动 陶善身上的这道黑色虚影 如同一个龟壳一般 死死抵挡着宋白的攻击 以至于 这个老头 神色无比淡定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死老头 快脱下你的龟甲 与我一战 你这个缩头老王八 你不是说要杀我吗 来打我呀 宋白一边攻击着 这黑色虚影 一边口中思毫不留情 无情地嘲讽着 宋白 陶善没有说出再多的话语 但是眼睛已经是一片通红 可见他的心里 到底是如何愤怒 自从他通过铁蟹手段 登上周目之位以来 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侮辱他 他眼中寒芒闪过 竟然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将身上用来防御的黑色虚影 尽数撤出 全力攻击宋白 好机会 宋白眼前一亮 趁着陶善全力攻击而来 他消耗全部的神魂之力 尽数灌入下面的黑洞之中 哦 一声闷响声 从黑洞中传来 而此刻的宋白 在陶善的全力攻击之后 口吐鲜血 倒地难起 小畜生 我要亲手终结你的生命 陶善脸色冷然 一步步走来 眼中满是怨毒之色 呵呵 宋白轻声一笑 扎干身体 最后一点能量 向旁边侧翻 看到他这个神态 陶善感到极为熟悉 每次这小子一笑 就代表着 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到底是什么 难道 他想引诱更多的黑色 触手来攻击自己 这小子在打什么鬼主意 陶善暗皱眉 这些黑色触手虽然有些麻烦 但根本不足以致人性命 更不足以让宋白 用性命一搏 来换取这个机会 陶善相信他绝不是这样的人 那么陷阱在哪呢 下一刻他就有了答案 好 一道极为狂暴的怒吼 从黑洞下面传来 陶善低头一看 下面一片有黑 一张巨嘴猛然扑来 因惨惨的牙齿 显得极为亮眼 这是什么丑东西 陶善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脑海中 涌起神魂之力 竭尽全力抵挡住这 黑色巨嘴的袭击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黑色巨嘴 见到这神魂之力 非但没有犹豫 反而还极为兴奋地 以更快的速度 冲了过来 哇呜 他猛然张开嘴巴 牙齿慢慢闭合 居然将这些能量 彻底吞噬下去 这 陶善愣住了 见过吃东西的 没想到 还有种恐怖的怪物 连这神魂之力 都能够吞吃 对于气血之力不足 只有神魂 能够依靠的陶善来说 这无疑是 极为恐怖的怪物 快跑 这是他脑海中的 第一个想法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 纵起身形 往旁边逃出 但这黑色巨嘴 吞噬了神魂之力后 似乎感到并不满足 他疯狂地向上如动 似乎要挣脱什么东西般 贪婪地看向陶善 不好 陶善暗道一声不妙 正当他要逃走的时候 看到了宋白 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身躯 狠毒的念头 在心思一转 旋即抓住宋白 将其抛向了黑色怪物 哈哈 你也跟他一块去死吧 就当他要抛出的瞬间 谁知道 原本奄奄一息的宋白 突然间睁开眼睛 带起了一股莫名的微笑 你要干什么 陶善暗道一息感觉不妙 然而 就当他要脱手的时候 宋白的手 却死死地抓住了他 黑洞中最大的犀利传来 根本难以抵御 要将宋白吸入洞中 那恐怖的黑色巨嘴 也在一张一盒 试图将他一口咬碎 一块死吧 老头 小爷要跟你这个臭东西一块死 真是恶心 宋白说完话 还不忘嘲讽一句 快撒手 快滚 陶善脸色巨变 他没有想到这小子 竟然冒着死亡的风险 也要拉着他同归于尽 哄 哄 眼见着黑色巨嘴就要扑来 陶善急了 手中的黑色手掌 不停地轰击着他 然而 宋白接连吐出几口鲜血 气血之力 全部耗尽 连维持龙族身躯都做不到 但他浸满鲜血的双手 仍然紧紧抓住陶善 来啊 来啊 宋白嘴唇裂开 满口鲜血 露出了一丝极为残忍的微笑 快撒手小子 哦不 宋白小兄弟 咱们有话好商量 陶善急了 这小子 虽然是贱命一条 但自己的命金贵啊 因此要和他同归于尽 陶善是万万不愿意的 我不与你为敌了 咱们就此罢手如何 这个异世界空间是你的 我的地盘也是你的 还有 我是六阶高手 我也是你的 我也可以帮你 看着即将盖过他的黑洞 陶然脸色极为绝望 口不择言 嘿嘿 没机会了 臭老头 宋白泛起一丝苦笑 如果不是这陶善当初 拼死要与他为敌 那他现在 也不会落得 同归于尽的下场 想起穿越而来经历的种种 无数情景涌上心头 他想说些什么 却无语凝艳 而此时 黑暗中有两颗灯笼般的东西 忽闪忽闪 在黑暗中 显得极为明亮 宋白终于看清了 这黑色巨嘴的真面目 这两个灯笼般 耀眼的东西 是这个巨兽的眼睛 看起来并不大 但他好似 能吞天是地的嘴巴 却极为恐怖 啊我 此刻 随着他二人 渐渐接近 这只黑色巨兽 赶忙张开了嘴巴 而后紧紧闭合 你这个恶毒的小子 我发誓变成厉鬼 也不会放过你 在临死之前 陶善发出了他这一生中 最为恶毒的诅咒 要死了 宋白轻叹一声 此刻心中 却是极为平静 没有丝毫波澜 啊 一声极为凄惨的叫喊 让人感觉如同 身在地狱般 恐怖异常 而此刻 宋白也是渐渐睁开了眼睛 有些疑惑地看向周围 没死 只见这个黑色巨嘴 轻易叼走了陶善的身躯 将他整个吞入腹中 而身受重伤 看上去极为凄惨的宋白 此刻 却是安然无恙 难道这怪兽 还挑食不成 宋白苦笑一声 但思索片刻 他便明白了 他刚才为了抓住陶善 将自身最后一丝 残余的气血之力 也爆发了出来 而这臭老头 全身气血之力衰弱 只能爆发神魂之力 来作为自身的防御 对于洗尸神魂之力 却对气血之力 避之不及的 黑色怪物来说 陶善恐怕是一道 极为鲜美的美食 而宋白 恐怕是沾满 恶臭了吧 宋白苦笑一声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竟然被怪物嫌弃了 不过还好 自己有活命的机会了 真是造化弄人 拼命挣扎 试图生存的陶善 被怪兽吞噬 极力求死的宋白 却侥幸逃的一命 但很快他却发现 自己此刻的处境 恐怕也并不太好 黑洞中的犀利 在不断地变大 而以宋白此刻的状态 根本没有能力 从这里边逃离出去 更可怕的是 那黑色怪物 在吞噬了陶善之后 似乎有些不满意 灯龙大小的眼睛一转 居然盯上了宋白 不是吧大哥 我一身恶臭啊 这你都吓得去口 宋白脸都黑了 黑色巨兽 你可真是不挑食 宋白暗暗吐槽道 好 这只黑色怪兽 居然罕见地 发出一声怒吼 一双深不可测的大嘴 向宋白咬去 情况危急 前有狼后有虎 老天爷 你干脆给我一刀得了 宋白暗暗吐槽 但是事情还是得面对 这黑色怪物章 开满是獠牙的大嘴 正对着宋白 强大 的犀利 如同狂蜂一般 要将他吸附下去 好家伙 我还不够你填牙缝的呢 值得这么大阵仗吗 他吐槽一句 咬咬牙 看准一个方向 就要向上扑去 那是黑洞的边缘 一块凸起的石头 只要抓住那颗石头 就有机会逃出生天 呼 宋白扑腾龙翼 艰难的挥舞 荡起一阵旋风 只要 只要再往前一点 就能够逃出去 宋白对此充满希望 然而 呼 就在他即将抓住 那块巨石的瞬间 那个黑色怪物 好像不耐烦了 爆发出一种 更为强大的犀利 本来就筋疲力竭的宋白 已经无力支撑 我 去 他已经无力吐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倒向黑色怪物的巨口 本以为自己能逃出去 没想到 还是功亏一篑 就差那么一点啊 一阵风吹来 他慢慢地向左偏移了一点 这是 本来想等死的宋白 猛然睁大眼睛 他发现了一些异样 本以为是直直地倒下去 但事实 却并不是如此 黑色怪物呼吸之间 有点像破旧的皮球一样 有一点漏风 而正是这一点小小的风 却能够让他 稍微偏离一点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宋白暗暗皱眉 似乎想到了一条生路 但又不敢去面对 呼 这阵风又吹了过来 同时阵阵腥臭 从黑色怪物的口中传来 娘的 我宁愿摔死 也不能被这怪物吃了 鼓动自己体内 剩余的最后一丝力量 在这阵微风来临的时候 抓住时机 努力向左边偏移 呼 风又来了 带着他一点一点地挪开 就要离开怪物的嘴边 灯笼大小的 眼睛猛然睁大 他似乎发现了 宋白想要逃跑 又爆发了 一阵剧烈的犀利 狂风充满了整个黑洞 就是现在 宋白眼前一亮 榨干最后一丝力量 彻底脱离这张巨嘴 身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不停地朝下面落去 结束了 宋白闭着眼睛想 他此刻感到 内心无比平静 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 怪物的咆哮声 有一股摸不着的恐惧 紧紧射住了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前仍是一片黑暗 这个黑洞是没有底吗 宋白感觉到疑惑 碰 正当这时 他猛然跌倒在地 手摸着地面 感到了一点点踏实的感觉 这是 到底了 长呼一口气 睁开眼睛 就看到眼前一阵虚无 那是比黑暗 更加黑暗的东西 宋白 你在干什么 快醒醒啊 一个女子的急切声音响到 哼 我就知道 这小子平时就极为懦弱 到了生死关头 他还是不敢出来面对 这是个男子的嘲讽声 你莫要胡说 宋白死了爹娘 他有情绪 也实属正常 但我相信他 绝对不是这种软弱的人 女子坚定道 哼 男子冷哼一声 似乎十分不屑 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这时 宋白的眼前 也逐渐从虚无变为黑暗 再看到 一幅朦朦胧胧的景象 四周古朴典雅 有一股女子的幽香扑鼻 眼前渐渐清楚 这个女子容貌 秀丽清雅 眼睛温柔如水 带着焦急的神色看着他 你醒了 宋白 你醒了 这女子不可思议道 嗯 这个姑娘 你是何人 我认识你吗 宋白疑惑道 他本能地觉得有些不对 自己不是掉入黑洞之中了吗 怎么会来到了这里 难道黑洞之下 竟然是一处世界 或者 这就是一片极为真实的幻境 将自己牢牢困住 但却根本看不破 听到这话 姑娘的眼睛微微湿润 一片晶莹 眼看就要掉下来 你不必如此难过 宋白正想劝他一句 林黛月 你还要维护他到什么时候 马上就到人族 生死存亡的关头 要打仗了 我们都要死了你 还想着他 我无忧平日里带你如何 你难道真不知道吗 也罢 既然如此 那你就留在这里 陪他吧 陪他个天长地久 这名叫无忧的男子 似乎满身怒气 他说完这话 拔出手中长剑 直接将门窗 砍断走了出去 呃 这里的人都这么暴躁吗 宋白苦笑一声 还莫等他多说话 这名叫林黛月的女子 就磨磨眼泪 宋白 你多保重 如果 我是说如果 现在事态紧急 你要是逃走的话 也不会有人发现你 宋白 你好好活着 他说话似乎有些哽咽 然后也是拿起长剑 冲了出去 什么乱七八糟的 宋白摇摇头 实在是弄不清眼下的状况 走下床 他感觉到身体依旧强壮 没有任何一样 甚至 连原本消耗许多的气血之力 此刻也无比聪明 仿佛从来没有消失过一般 这倒是稀奇 看情况 似乎是个幻境 但是这幻境对我来说 又没有任何恶意 这倒是稀奇 宋白暗暗猜测 朝外面走了几步 眼前的一切 让他略为有些皱眉 刚才那两人早已不见了 眼前是一片昏暗的天空 无数人急急忙忙 竟然纵起飞剑 在天空中四处飞舞 好像在为什么做准备 这是 宋白眼前 一片光彩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还能纵起飞剑 在天空自由飞舞 宋白 你在干什么呢 一个胖子出来 气急败坏道 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跟我来 到了这个危急关头 还装迷胡弹呢 你的飞剑呢 飞剑在哪里 听到这话 宋白脸上的神色有些怪异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这时 体内忽然传来一声震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 想迫不及待地出来 啊 宋白的脸上露出了 极为怪异的神色 而片刻后 一把沾染着火焰的方天化剂 在他右手中渐渐浮现 这是 胖子瞪大了眼睛 他看了看自己右手边 那柄朴实无华的长剑 一时间 竟然是有些羡慕眼前这个废物 怎么我没有这么帅的武器呢 算了 不想了 这次能不能胡还说不定呢 快走吧宋白 这胖子招呼一声 往前面赶去 似乎对他也并不太在意 想了想 宋白也抓起方天化剂 跟了上去 胖子在前面驾驭飞剑 在天空中飞着 宋白就在后面跟着 在学院学了这么多年 连遇见之术都不会 你干什么吃的 胖子瞪了他一眼 而后两指一挥 一道流光 直接进入宋白的脑壳 宋白没有说话 这时他的脑海中 传来一丝冰凉之意 紧接着 无数道灵光在脑海中乱窜 片刻间 他就学会了一门法术 这 随着咒语在口中响起 宋白紧闭双眼 片刻之后 眼前的方天化剂 竟然微微漂浮在空中 而他也紧跟了上去 驾驭着长风 整个人如同火红色的流光一般 飞速向前面窜去 我去 宋白你 这小子不仗义 卑肘偷学 还假装自己不会 胖子在背后高呼 不对 不是那个方向 你往那里跑什么 你小子是要去送死吗 那是域外邪魔的方向 快停住 然而此时的宋白 还没有完全控制好速度 等他终于稳住阵势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件 极为紧要的事情 这不靠谱的胖子 只教他飞行 却没教他怎样停下来 呼呼 风声在耳边响彻 越往外走 只感觉身体越冷 灵魂都随之振战 下面传来一阵阵惊呼 不少人都不停地挥手 试图让他停下来 这小子在干什么 他不知道那边 是邪魔的方向吗 难道是什么前辈 想凭借一己之力 铲除这些邪魔吗 放屁呢 你见过这么年轻的前辈吗 他这是在寻死 快拦住他 快拦住他 已经有人过去了 谁想到他速度这么快 都在他后面吃风呢 完了完了 这小子死定了 而此刻的宋白 仍然紧紧抓住方天化己 试图扼住飞翔的趋势 下面巍蛾的城墙 从上面看起来 也显得如此哀笑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好像是人族的叛徒 两个怪物突然出现 试图拦下他的脚步 他们眼睛通红 头上长着两只 巨大的弯角 背部有一个圆鼓鼓的包 似乎是披着龟甲一般 看上去极为怪异 同时他们背部展开 一排排机械 翅膀外露 冲上来想要抓住宋白 滚 控制不住 不知道来者是敌室友 宋白只能尽力提醒 让他们停下来 他说什么话 好像是叫咱们滚 这臭小子 绝不能放过他 两人对视一眼 旋即冲了上去 快滚开 宋白心想 这两人莫非是傻子不成 此时 他根本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 砰 一声脆响 那两个怪物还没反应过来 其中一个就直接被方天化己冲过 化成一片血雾 剩下的那个怪物 摸摸脸上全是鲜血 瞬间呆愣在原地 随后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声嘶力竭地喊道 袭击 袭击 敌军袭击 短短时间内 几千个怪物正扑打着翅膀 在天空中飞舞 试图抵挡宋白的脚步 然而此刻的宋白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方天化己 只能看着他不停地往前冲 这些怪物密密麻麻的 围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想要彻底抓住宋白 然而 这根本没有丝毫作用 砰砰砰砰 如同串堂葫芦一般 方天化己瞬间冲破 几个怪物的阻碍 将它们打成一片血污 而宋白的脸上 也是一片血腥 根本抓不住他 这是什么强者 攻击如此犀利 至少也是六阶巅峰 咱们有六阶巅峰的高手吗 快拦住他 最强大的将军公孙旭 也是六阶强者 众多怪物们纷纷议论 他们说话的时间 一个面色阴逸的中年人 陡然从远处飞来 快停下 不然今日 就是你的死期 公孙旭怒吼一声 然而下一刻他就看到 这只方天化己 仍然势如破竹 直接冲向一名五阶强者 而这个强者 在接触到这只方天化己之后 竟然整个人直直爆裂 连尸体也没有留下 死 公孙旭倒吸一口凉气 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居然如此可怕 掂量掂量自己 以他六阶强者的身体强度 也未必能抵过这一攻击 这到底是什么牛人啊 快滚开 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公孙旭向后一看 心中一惊 原来那股方天化己 竟然是朝他冲过来了 他连忙侧身躲过 这时方天化己 直接冲了过去 与他差之好理 然而 冲出瞬间的 静风也擦破了他的皮肤 点点血珠 凌落在空中 死 公孙旭忍着剧痛 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如此极致的速度 但很快 他就发现了异样 坐在方天化己上的人 同样是十分的狼狈 紧紧抱住武器 丝毫不敢松开 原来 他也不能完全掌控 公孙旭顿时了然 如此看来 这柄武器 恐怕有极大的威力 毕竟不同凡俗 一时间 眼中也露出了 贪婪的神色 这是老天给我的机缘啊 我怎么不抓住他 没想到 来到这一世界之后 还有这般收获 公孙旭惊喜地想 旋即他就看准目标 冲了过去 消耗了极大的气血之力 对于一名六阶强者来说 如果爆发起来 还是有机会赶上来的 他一把抓住急赶 只感到无边的静风 迎面扑来 似乎要将他吹飞一板 但对这宝物占有的贪婪之心 瞬间演过了 内心的不适 小子 你快停下 我快抓不住了 公孙旭怒吼一声 宋白回头一看 一个高颧骨 满脸阴沉的中年男子 正紧紧抓住 方天化戟的尾部 让他停下 这是要救我的 宋白心中一喜 就在刚才 他已经隐隐感觉到 这方天化戟 有减缓速度的趋势 看来真的有机会 停下来了 他心里有些欣喜 尽力控制 方天化戟调转方向 朝原路返回 你放心 我已经尽力调整方向了 估计等回去的时候 就会有人来救咱们 宋白回头安慰道 什么 公孙旭脸色大变 看这个方向 估计不久以后 就会到人族的营地去 那可是敌人的地盘 自己的死敌啊 只要是回去了 那不是自投罗网 自找死路吗 想到这儿 公孙旭连忙怒骂道 臭小子 快停下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他有心退却 可还是舍不得 手中的方天化戟 因此仍是牢牢抱住 听到这话 宋白原本有些欣喜的脸庞 陡然一沉 然后他俯下身子 右脚一动 直直地朝着 公孙旭踹过去了 你要干什么 你这个废物 公孙旭怒骂道 然而下一刻 一只大脚扑面来 碰 一声闷响 公孙旭一半脸铁青 一半脸红肿 他有心反击 可刚松下一只手 便有些抓不住这武器 好小子 你够狠 给我等着 公孙旭恶狠狠道 然而 迎接他的是另一只脚 碰碰碰碰碰 宋白脸色毫无表情 一连踹了几脚 直到自己彻底撒气 这才停了下来 还说吗 宋白淡淡道 你这个狗杂种 卑劣人族的走狗 公孙旭紧咬牙关 不停怒骂 碰 又是一脚 此时公孙旭 两张脸高高肿起看上去 如同一个小丑般 十分滑稽可笑 他有心放开手脚 将这宋白当场打死 但是根本捅不出手 这就极为憋屈 看到宋白 还要继续踹下来 公孙旭连忙道 不说了 我不说了 我错了 然而 碰 又是一脚 为什么还要踹我 公孙旭一脸凌乱 无他 看你不爽而言 宋白淡淡道 他本来还以为 这个怪物是好心要救他 没想到 是内心别有所图 再看到这张丑陋的嘴脸 他也不禁无名火起 不由地连踹了几脚 你 公孙旭咬牙切齿 怎么 还想挨打 宋白做事要打 公孙旭彻底沉默了 不敢再说什么 而此时 方天画集已经越过城墙 来到了之前的地方 那是谁 之前的那个小子 我靠 他身上 好像还挂着个人 不会吧 我看着有点像敌军的主将公孙旭 难道是我看错了 一个六阶强者 快请组长来 不用了 看这情况 组长貌似 已经到了 听到众人的话语 公孙旭心中一惊 连忙抬起头 一个先锋道鼓的老人 正撵着胡须 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不好 公孙旭暗道一声不妙 之前被宋白折磨这么久 不知不觉间 竟然来到了人族的领地 而眼前这个老头 正是此处人族的领袖 六阶强者无尊 碰 下一刻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无尊挥出一掌 拍向他的身体 破 他脸色胀红大口 喷出一口鲜血 下意识松开手中武器 愿毒地看着这个老头 好卑鄙的人族 你居然偷袭 无尊撵着胡须微笑道 自古正邪不两立 哪管那么多 再说了 你屠杀我人族同胞的时候 可有想过饶了他们 听到这话 公孙旭没有忏悔的意思 他只觉得人族都是猪狗 根本不值得怜悯 而眼前的这个老头 只不过是走了运气 偶然间偷袭他 如果自己恢复了状态 正面对面大战一场 自己未必不是对手 碰 两人又对了一掌 公孙旭却趁着这个惯性 远远地向后逃顿 不好 拦住他 五阶以上的强者跟我来 不能放走公孙旭 包抄围住他 只要将此人杀死 此次包围不解自破 众多战士纷纷怒吼出声 无数道身引玉石飞剑 纷纷冲上空中 试图拦住他 凭你这样的废物 也想拦我 公孙旭看着眼前的五阶强者 一脸不屑 而后随手一拍 直接将其拍死 五阶和六阶的实力差距 犹如天地鸿沟的距离 根本不可逾越 因此在场的众人 除了无尊之外 根本没有人能让公孙旭 放缓一丁点速度 砰砰砰砰 公孙旭连连挥掌 打死了数个五阶强者 一时间这些战士 纷纷吐血 死伤惨重 住手 快停下 原本微笑的无尊 此刻怒目原正 看着这么多人族强者 就这样死在这里 心里极为心痛 然而无数的五阶强者 还是前赴后继 不顾生死 只为延缓着公孙旭的脚步 不让他有机会逃走 兄弟们 这渣子杀了 咱们这么多同胞 咱们就算死了 也要把他留在这里 不错 我同意 为人族而战 战士们举起武器 仇恨的目光 紧盯着公孙旭 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然而这些人的牺牲 似乎没有丝毫作用 公孙旭还在不停地 屠杀这些战士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而他的脚步 也没有因此变得迟缓 别去啊 兄弟们 那是在送死 咱们不杀了 放他走吧 兄弟们 我求求你们了 撤吧 无尊悲痛万分 与此同时 一语点破 听到这话 林戴月睫毛微微颤抖 显然被说中了心事 算了 无忧叹了一口气 真是怕了你了 说完话他纵起飞剑 竟然冲上了天空 无忧你干什么 林戴月脸色大变 而此刻 无忧已经来到了 这个公孙旭面前 小子快滚 公孙旭杀人都杀烦了 他此刻再也不管其他 只想迫切离开这个鬼地方 然而无忧此刻 仍然一脸平静 只是手中 举着长剑对准他 又一个送死的 没有多说话 直接一拳轰去 砰 一声巨响 无忧如断了线的风筝般 倒在地上 而这短短一瞬间 也延迟了 公孙旭的脚步 该死的东西 你该死 看到无尊 那个老头就要追来 公孙旭一脸不耐烦 气血之力沸腾 就要终结无忧的生命 完了 无忧闭上眼睛 静静等死 不要 半空中 林戴月纵起长剑冲去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然而 狗贼 老子来了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如同平地一声惊雷 公孙旭马上回头 眼前的一幕十分熟悉 那个借助方天话际飞行的小子 此刻居然转个方向 直直朝他扑过来了 更可怕的是 二人只在咫尺之间 马上就要相撞 快躲开 快停下 公孙旭睁大眼睛 心中极为恐惧 然而 已经来不及了 宋白的眼中 也只有一往无前的气势 下辈子还敢骂我吗 最后一刻 宋白冷冷笑道 你这个疯子 公孙旭眼中 瞳孔逐渐放大 哄 半空中瞬间爆炸 爆炸声响起 半空中如烟花般绽放 原本极为桀骜的六阶强者 竟然是在瞬间不见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苦苦作战 还没有拦下来的凶猛恶徒 就这样轻易地被打倒 而原本束手等死的无忧 此刻有些手足无措 将他从死亡边缘中拉回来的 竟然是他一向看不起的宋白 这让他的心情极为复杂 六阶强者死了吗 众人的心头上 纷纷浮现出这样的疑问 而人族的族长无尊 也是迅速地冲了过去 公孙旭的尸体 就静静地躺在地上 无尊感受了一下四周 并没有别的神魂波动 又摸了一下尸体的喉咙 确定了没有声息 他这才仰起头大声道 六阶强者公孙旭 死 人群中先是安静 紧接着爆发出了 极为巨大的声响 人族永存 太好了 终于胜利了 他们本来就做好了 赴死的打算 可是能活着 谁也不愿意去死 这是一个十分貌美的女子 手持长剑扑上前 双眼中满是泪痕 她哭喊着 宋白呢 宋白怎么样了 宋白 周围人面面相去 他们都不知道 这名女子说的是哪个人 就那个带着方天话戟飞起来的人 见众人疑惑 被宋白救下的无忧赶忙出来 对众人解释道 是她呀 她就是宋白 拯救我们的大英雄 如果不是她 恐怕咱们这些几千人 全部都得玩玩 人在哪呢 是不是还活着呢 快找找 有人提醒道 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 手忙脚乱地向四周探寻 在这 一个声音惊叫道 众人连忙看去 只见一根方天话戟 直直地树立在地上 旁边一个男子奄奄一息 浑身如同焦炭一般 十分凄惨 死了 宋白死了 可惜了 救了咱们的命 确实让她自己牺牲了 咱们要永远记住她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些人甚至已开始讨论 准备什么时候树立 一块牌匾来纪念她 她还没死呢 你们快救救她 林黛月大声哭喊 祈求周围的人帮忙 但大家都是 叹息着摇摇头 烧成了一副焦炭 别说救了 全尸都不见得有 然而紧接着 宋白的手却微微颤抖 在潮湿的地上 平顿了一下 我刚刚看见她的手在动 难道是我看错了 不对 她似乎真的还活着 难道她竟然有 如此恐怖的生命力 这时 六阶强者无尊 却走上前 摸了一下鼻息 随后沉吟片刻 双手鼓动 无边的神魂之力 充益其中 紧接着 宋白原本 如同焦炭一般的身躯 竟然开始 渐渐伸展 外面焦黑的皮肤 逐渐凝固 凝聚成一道道 可不得疤痕 不会吧 咱们组长的医术 居然如此厉害 你想多了 组长只是用神魂之力 帮她酝养一下 许多比她 伤势还轻的人 组长都没救回来 更别说她了 这样看来 这个年轻人的 恢复能力 着实恐怖 正当众人议论之际 宋白身上的疤痕散落 露出纯白的肌肤 她渐渐站起 挺身而立 如同雕塑般的完美身材 彻底展露在众人眼中 这是什么美男子 无数的年轻女子 纷纷捂住眼睛 似乎非常害羞 但他们的眼睛 又从手指缝里 偷偷露出来 想再多看一眼 卧槽 从来没见过身材 这么好的男子 我要是有他一半就好了 大哥 教教我怎么做的 许多人族男子 也是纷纷羡慕的 但由于宋白 救了他们的缘故 并没有什么极度的心理 啊 这个啊 这个是天生的 宋白微微一笑后 对旁边的六阶强者 无尊道 这位大叔 能给我拿一件衣服吗 毕竟这样一不必体 不太好 无尊愣了一下 他身份尊贵 还没有人 对他说话这般随意 毕竟就算他为人平和 但终归是六阶强者 见到他的人 无意不是毕恭毕敬 大叔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宋白的手 在他前面挥了挥 哦 无尊反应过来 连连答应 他命令旁边的人说道 快去 快给这位少侠 拿一件衣服 随后他温和道 不知 这位少侠叫什么名字 宋白 好 宋白 无尊豪迈地笑了一声 随后手指一划 天空中出现两个 磅礴大气的金字 宋白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五阴人族的救世主 人族的气韵 与你息息相关 若人族昌盛 你必能成就 无上战体 说话之间 这二字化作隐隐的金光 冲入宋白的体内 宋白没感觉到 丝毫的异样 只是有一股 轻微的气流存于体内 为有些炙热 与他体内的能量息息相和 这么大的阵势 还以为多厉害 居然没有带来 一点实力上的提升 宋白不禁皱眉 旋即他又想到 这只是一个幻境而已 只好摇摇头 衣服来了 一个小伙子 捧出一身锦衣 恭敬道 谢了兄弟 宋白抓起袍子 往身上一扬 顿时原地出现了一个 翩翩家公子 好帅 周围的年轻女性 眼神迷离 泛起了花痴 而原本极为关心 他的林黛玉 此刻却渐渐远离 他眼神中带着畅忙 似乎有些话 没有说出口 唉 宋白正想说话 身体里却有一股能量 蠢蠢欲动 极度狂暴的火元素 在胸腔中鼓动 怎么回事 宋白有些不知所措 宋先生 原地打坐 将身体中的能量汇聚 不要让它散掉 你马上要突破四阶巅峰 成为五阶强者了 抓住这个机会 无尊急忙道 什么 宋白有些猛逼 当初突破五阶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大阵仗啊 毕竟这只是一个幻境 怎么会出现 让人突破的可能 但他还是选择 相信无尊 方才无尊发出的金光 对他来说 似乎有很大的好处 就在这时 猛烈狂暴的元素 再也压制不住 一瞬间从体内冲出 如同狂傲的野兽怒吼一般 冲天而起 而他身上的龙之血脉 此刻也有些压制不住 原本洁白的皮肤 瞬间崩裂 将衣服冲碎 龙一展开 龙鳞排列长出 两只龙眼 如同灯笼般明亮异常 龙尾一甩 瞬间草木崩裂 吼 他大吼一声 喷吐着龙溪 还有地狱炎炎 也在其中荡漾 原本的翩翩家公子 此刻由于能量的激荡 瞬间化为了一头巨龙 同时 天空似乎变得昏暗起来 点点亮光升上去 天空如同繁星一般 转瞬之间展开 变成了弯弯的月亮 这一神奇变化 让周围的人 纷纷震惊不止 我的天 这是什么好可怕的怪物 懂什么 宋白先生 怀有龙族血脉 一身实力 身不可测 听说有天才者 能身怀数种血统 一身战力 无人能敌 越即而战 也绝非难事 难道我今天 亲眼见到了这样的人物吗 在众人说话的时候 宋白的体内 也在微微鼓动 稳住心神 将能量凝聚在一起 无尊连盲体醒到 宋白紧闭双眼 只感觉到狂暴的火元素 能量在烧灼折磨肺腑 他极为痛苦 但还是努力地凝住心神 将四肢的能量凝聚在一块 是龙是虫 就看这一刻了 随着砰的一声响体内 平平无奇 四周不停地燃烧火焰 成了 只有宋白知道 这颗珠子凝聚着 极为恐怖的能量 其威力根本不敢想象 下一刻 这颗火红色的珠子 一避一盒吞吐着四周的能量 瞬间狂风 鼓动四周的空气 都向这边聚集而来 不够 远远不够 宋白只感觉 这颗火元素珠子 像一只贪吃的饕餐一般 不断地吸附着周围的能量 但他似乎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逐渐地 他开始转向了目标 开始吸取宋白体内的能量 只是短短一刻 体内气血之力消散 让宋白极为虚弱 完了 玩脱了 宋白脸色一变 他刚才使出最大的力量 来将体内的能量 凝聚成一颗圆珠 没想到 却遭到反噬了 这可怎么办 虽然有些慌张 但这时 一股极为精纯的能量 随即涌入体内 这事 宋白有些疑惑 回头一看 是那个六阶强者无尊 在源源不断地为他传输能量 多谢 别说话 快凝聚心神 努力吸取能量 无尊一边为他护法 一边暗暗惊叹 他只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能量 正在源源不断地传送入 这小子的体内 但他却像个无底洞一般 不断吞噬着 似乎根本没有极限 如果这个小子 能顺利成长 恐怕不足几年之内 人族就有反抗的希望 无尊暗暗暴 不知传送了多少能量 连这个六尊强者 都显得有些虚弱 结束了 就这 颂白一愣 到他只感到身体内 一片空荡荡 虽然说越过了五阶 成为了五阶强者 但身体 也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 耗尽这么多能量 就得到了这个一个小珠子 真的值得吗 下一刻他的问题 就有了答案 火红色珠子 似乎感到了不满 猛然鼓胀起来 瞬间扩大成数十倍 而后猛然喷出如海般 巨大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向他全身涌去 哄 体内一声乍响 剧烈的能量 不停地冲刷着他的经脉 血肉 骨骼 试图将它们造得更加强大 但在外表看来 颂白只是面露痛苦之色 身体略有些异样 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同 哄 体内像一片战争过的荒地 内部混乱不堪 似乎被轰炸了 无数遍一般 但紧接着这股狂暴的能量 却变得极为柔和 能量渗入他的经脉 浑身各处改造着他的身体 同时也对他伤势 渐渐修补 同时 系统久违的提示音 也跟着想起来 特性 不死之身 进化 第三阶段 不死之身 此人在六阶强者的攻击下 活了下来 并且经受了 极为狂暴的能量 现在已经拥有 断肢 重生的能力 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性 他就算能及时 能提高实力 也要等休养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够恢复 全部战力 而此刻 拥有了这些不死之身 他不但能迅速恢复实力 还能够通过这一特性来酝氧 将他全身的防御力 锻造得更加强大 果然 不愧是唯一特性 多谢无尊大哥 刚刚突破 宋白的第一件事 便是向无尊拱手致谢 他是真心的 如果不是无尊的无私付出 只怕自己也达到 五阶巅峰的境界 说不定 还有生命危险 呃 宋老弟 不必如此客气 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 无尊尴尬道 呃 宋白低头一看 下面 是足以令大多数人 都有些惭愧的影子 大丈夫不拘小杰 无尊大人 咱们两个坦诚相待 岂不是更好 宋白哈哈大笑 作为一代霸主 他从来没有尴尬的时候 嗯 小兄弟心胸宽广 倒是我想的太多了 无尊汗言道 他这么大年纪了 竟然没有一个小年轻 看得透 不禁有些惭愧 无尊兄说笑了 可别叫小兄弟啊 我可不笑啊 宋白幽默道 显然一有所指 哈哈哈哈 两人同时大笑 宋兄 你的衣服 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宋白回头一看 是刚来到这个世界中 遇见的那个胖子 他手上拿着一件衣服 显然极为高兴 宋兄弟 你可骗得我好苦啊 我还以为你 没什么实力 没想到 你却比我厉害得多 胖子道 胖 兄弟抬救我了 如果没有你 我恐怕也做不到这一步 宋白苦笑一声 他是真心感谢这胖子 如果不是误打误撞 估计自己 也不会有机会 去杀了那六阶强者 哈哈 你小子 还是你宋白啊 没忘了我就好 胖子呵呵一笑 他心宽体盘 性格也非常温和 此时 他随手递过手中的衣服 宋白正要去接 忽然 哗啦 如同洪水倾泻一般 无比恐怖能量 带着尖锐的电弧 从空中迅速向下劈来 刺啦 瞬间原本笑呵呵的胖子 在这一刻间 完全被电光笼罩 化为一片灰烬 嫡妻 四周全是怒吼声 原本无比详和的气氛 此刻却变得肃杀 天空中 是无边无际的 呼闪着翅膀的怪物 最前面的那个怪物 浑身电闪雷鸣 眼神尖锐 如同大号的螳螂一般 看上去极为可怕凶恶 卑鄙的人类 敢细杀我们族群 今日 便是你们毁灭的时刻 他声音尖利刺耳 让人 有些听不出 他在说什么 在此刻 人族周围那些同胞们 死去的尸体 已经足以证明一切 无需多言 要站 便站 无尊迈上天空 极为强大的六阶强者 实力瞬间散发 飞上半空 与敌人战成一团 同时 人族战士们 也拔出长剑 朝着天空上的敌人 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 纵使他们远少于敌人 纵使他们实力低微 然而此刻的宋白 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似乎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 他早已把这胖子 当成了朋友 但刚才的事实 却是相当残忍地告诉他 他胖子已经死了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管历经了多少磨难 身边的兄弟 总能活下来 这让他以为 一切只要努力 都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现在才发现 人死了就是死了 再没有别的机会了 啊 他发出一声 极为痛苦的怒吼 旋即飞上天空 画脊紧握在手 瞬间化身巨龙 无边的烈焰 席卷着天地之间 你们 全都该死 他脸色通红 两只龙翼一扑一闪间 手中方天画脊紧握 瞬间割下了 数个怪物的头颅 杀 雷光剑雨中 林黛月正在拼死搏杀 眼见着十几个怪物 猙獰着围了上来 他娇喝一声 无视右臂上的伤势 提着长剑就要 冲上前去 但下一刻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闪过 无边烈焰扑面来 四周的空气 微微焦灼 而那数名怪物 已然是身手分离 躺在地上身影 血腥的鲜血 溅满土地 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时 黛玉才有片刻的喘息之机 他似乎有所感应般 回头一望那个 桀骜不驯的身影 宋白 杀 宋白没有丝毫犹豫 再一次投入了战斗 鬼魅般的身影 在敌人群中连连闪动 所过之处 竟成为修罗的屠路场 那小子 不过区区五阶实力 怎么如此恐怖 快拦住他 再这样下去 咱们的人都要 被杀光了 小子休走 七八个五阶怪物 聚集在一起 同时挥舞起武器 冲向了宋白 小小怪物 也敢拦我 我要让你们知道 惹怒我的后果 宋白眼色一粒 煞时间 数不清的光芒点点 瞬间化为弯月 焚月之血 耀眼的弯月排成一排 猛然冲向这些怪物 实力稍微弱的 直接将其脑子 绞成江湖 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即使能侥幸抵挡 这波弯月的攻击 下一刻 面对的是 宋白无情的杀戮 擦 那不少 虽然凭借实力 无尊能依靠熟练的枪法 将这几名怪物 抵挡在外 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如果一直这样耗下去 自己恐怕只有 生死的下场 却连一个人 也杀不了 无尊 今天就是你的死地 我们与外天魔 有什么不好 别忘了你们人族强者 加入我们的也不少 是啊 还不如投靠我们 说不定能分给你 几个美貌女子 嘎嘎嘎 这几个六阶的 域外天魔 扑闪翅膀 像是嘎嘎怪笑 背上沉重的大包 让他们看起来 更显得丑陋怪异 我呸 无尊狠狠地 吐了一口血水 我宁愿死 也不愿意 和你们这些畜生为伍 哼哼 还在负于顽抗呢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无尊 我们杀了你以后 一定不会浪费的 六阶强者的血肉 可是很美味的 我们要将你啃食干净 连骨头都要咬碎 这三个怪物 说着威胁的话语 让人感觉到不寒而栗 啊 正在这时 一个六阶的域外天魔 却捂着胸膛 惨叫一声 痛苦地扑打着翅膀 向旁边撤离 可惜了 背后 宋白收起方天话戟 遗憾地叹口气 而此时 这三个六阶的域外天魔 也将宋白盯上了 将他视为 自己杀戮的目标 怎么回事 刚才不是派了一堆 五阶强者去拦他吗 域外天魔们 纷纷讨论道 拦我 哼 谁能拦我 你说的那些怪物 恐怕现在 都已经死了吧 哦 对了 有一个怪物 被我扒了皮 一时半会儿 还死不了 只不过有些痛苦而已 宋白舔了舔舌间 脸上露出 极为残忍的微笑 你们几个 是不是也有想试试的呢 此话一出 三个域外天魔 纷纷震怒 粗口大骂宋白 你这个卑贱的人族 连畜生都不如 只有我们屠戮人族 什么时候 轮到你们这些 肮脏的种族 来这样对待 我们的战士了 该死 实在是该死 宋白面色不变 趁着他们怒骂时 容易飞快扑打 瞬间来到一个 域外天魔的身前 死 他猛然大喝一声 碰 这名域外天魔架起武器 抵挡了这一次的攻击 他心有余计 不敢相信 心想这人族 这个人族 小子不过是 五阶初七的实力 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强大了 连他这个六阶强者 都抵挡不住这一击 下一刻 他脸色大变 因为第二次攻击 已经到来了 然而 他的武器 此刻却已经折断 小子住手 我要拿你的头盖骨 当完食 前来救援的两个域外天魔 纷纷怒吼道 然而 已经晚了 在这片刻之间 宋白手中的方天化戟 已经狠狠地戳中了 这个怪物的胸膛 死吧 宋白怒吼一声 方天化戟 在其中狠狠搅动 但下一刻 他却惊恶地发现 这个怪物非但没有死 反而嘴角一撇 露出狠辣的神色 同时他双翼扑动 化为两刀利刃 飞速冲向宋白 这时 身后的两名 域外天魔也重来 朝宋白不要命的攻击 不得已 宋白只好连连退却 暂时防御 无尊也迅速出击 手中枪间接连送出 和宋白协力 抵挡住了攻击 又是一阵突袭 方天化戟形同鬼魅 眨眼之间 又戳中了一名 域外天魔的胸膛 攻击他们的头部 只有砍下他们的头颅 这些该死的怪物 才会真正的死去 无尊连声大喝 提醒他道 宋白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 为什么之前 这么多攻击 都没有杀死这些怪物 知道了这些怪物的弱点 对付起来 也就显得简单许多 如今的宋白 虽然只有五阶的境界 但他的实力 却能抗衡 甚至战胜 数名六阶强者 在这世界经历的种种 已经让他的实力脱胎换骨 不可同日而语了 刺了 一声轻响 眼前两名玉外天魔带着凝笑 将这个身影劈砍成两半 死了 他们疑惑到 感到有些不对劲 怎么这么轻易 但是 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 眼前的这个宋白 竟然只是一道虚影 不好 中计了 两个怪物反应过来 下意识回头一看 宋白已经面带微笑 将那个落单的的 玉外天魔砍下了头颅 两个小朋友 现在就剩下你们了 哦 你们好像打不过我啊 是不是有点害怕 宋白虽然满身是血 但却神色优雅 面色从容 即使他浑身浴血 恐怖异常 但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 这是一位恶魔中的家公子 两个玉外天魔 对视眼 目光中都有些恐慌 他们根本没想到 这个平平无常的少年 居然是如此的恐怖 快撤 这是他们心中的第一个念头 然而看着宋白 波澜无惊的眼神 一时间都有些惧怕 他们不敢往后退 因为一后退 就证明他们心中 产生了恐惧的情绪 害怕就会死 就在这时 一股奇异的波纹传来 他们脑海中 仿佛出现了什么信息 相对一望 都看到了 对方眼中惊喜的神色 小子 你完蛋了 等死吧 不过 倒是有点天赋 这时候投降还来得解 说话之间 在没有了之前的恐慌 反而都一副 自信满满的样子 呵呵 想杀我 那先死的是你们 宋白冷冷一笑 他还不把这两个垃圾 放在眼里 这两个玉外天 磨脸色大变 他们刚刚得到消息 六阶巅峰强者 金明马上就要到了 那时候 就是宋白二人的死期 但如果宋白 在他到来之前 就将二人杀死 想到这儿 两人冷汗连连 这两个玉外天 魔不由地跪下来 磕头道 大人我们错了 饶我们一命吧 现在才想着求饶 不可能 宋白冷笑一声 猛然扑上去 就要将这二人终结 宋老爹 且慢 无尊在后面呼喊 宋白回头一看 莫不作声 显然 是想等他给个说法 即便无尊 对自己多加照顾 但如果让自己 轻易地放过 这几个 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 他也根本不会听 他们几个活着 比死了有价值 先让我问清楚情况之后 再任凭宋老爹处置 如何 如今 整个人族都没有见到 一个玉外天魔投降 这是第一例 无尊解释道 什么 从来没有人投降 宋白怪异地 看了这两个 玉外天魔一眼 心想这两人 怎么如此软弱 这两个 玉外天魔心中 也是暗暗叫苦 你这小子这么残忍 简直令人发指 要是落在他手上 恐怕比死了还难受 宋白点点头 走向一边 示意无尊可以问了 现在我问 你们两个说 如果让我察觉到异样 那我是不会管的 自有人收拾你们 无尊沉声说道 看了看旁边的宋白 而宋白 却点头微笑 但这微笑 在两个玉外天魔的眼中看来 却如同魔鬼一般 根本不敢直视 第一个问题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无尊问道 这 他们两个还在犹豫 仿佛在拖延时间 一道影子 闪过如鬼魅一般 瞬间将其中一人的手臂切断 他痛苦哀嚎血流不止 快回答 宋白冷声说道 我说我说 另外一个玉外天魔 连盲道生怕送来 也给他一道 我们是在一个 庞大的统一的帝国 他回忆到 资源丰富 强者如云 控制我们的不是皇殿 而是一个伟大的神 神 对 从我记事起 他就一直存在着 我们同时 也有历史书 网上推数千年 也是有神的踪影 他的意志 就是这个国家的意志 不听命于他的人 很快被他发现 个个都死得很惨 神命令我们侵略 别的领地 只要通过指定的传送门 到达不同的宇宙 征服不同的世界 神说他有很多子民 但我们是其中的佼佼者 也是最优秀的战士 无尊点头道 好了 我大致了解了 接下来他们的命运 就交给宋白老弟处置吧 交给我 宋白愣了一下 随即意识到什么脸色 争鸣地看向这两个怪物 别杀我 大人你想知道的 我们全都说了 是啊 放过我们一马吧 两个怪物浑身颤抖 哭哭啼啼道 对于宋白这般残忍的手段 他们实在是怕极了 你们屠戮人族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 今天这个时刻呢 宋白丝毫不掩饰 自己心中的杀意 一步步走到 这两名欲外天魔面前 住手 正在宋白将要举起 方天画戟的时候 忽然间 从远处传来一声 如雷霆震响般的怒吼 这股气势 无尊脸色惨白 这是六阶巅峰高手 宋白 咱们快走 他忙拉起宋白 就要撤离此地 至于手下的族人 能走多远走多远吧 他悲叹一声 事到如今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牺牲自己 拖延一段时间 才能保存人族的火种 无尊内心 早已暗暗下定了决心 走 宋白冷笑一声 他不知道 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幻境 还是真实的存在 但只要有人敢肆意屠戮人族 那就别怪他手下无情 即使是拼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把这两个柜子手 彻底留下来 杀 方天画戟不留余地 狠狠地砍向一名玉外天魔 急引连闪间 已将他的头颅 彻底割下 而后尸体无力地跌倒在地 我叫你住手 你当真没听见 那声音 似乎极为愤怒 玉外天魔精明狂奔而来 无边恐怖的声势瞬间笼罩半个天空 紧接着 他口中连连念出口诀 随手一挥 宋白原本极为迅捷的动作 顿时变得迟缓起来 而那个闭眼 在死的玉外天魔 却眼前一亮 趁着这个机会 连忙跑了出来 还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 有用吗 胡金显得极为得意 这小子不分清局势 到头来还不是任由宰哥 然而下一刻 他眼前出现的一幕 却让他惊掉了下巴 宋白一声怒吼 全身颤抖 浑身肌肉 如同被挤压一般 渐渐溢出了鲜血 他竟然依靠着自身力量 强行挣脱了束缚 碰 随着空气中的一声闷响 宋白高举方天化己 周围火焰缭绕 他整个人 如同从地狱中走出的恶魔一般 飞速奔向那个 逃窜的玉外天魔 别过来 别过来 这个玉外天魔满脸惊恐 眼前的宋白 全身都是伤口 浸满了鲜血 让他看起来十分恐怖 下一刻 几肩连挑 只见寒芒一扫 玉外天魔的头颅 被高高抛弃 你该死 这时候 那个叫做精明的玉外天魔 这才看看感到 我叫你住手 你难道没有听见吗 你们人族 真的是不想活了 精明怒道 活 宋白淡淡一笑 人类真正的活法 应该由自己主宰 你丧了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 我们人族的事情 轮得到你来管了 你也配 宋白淡淡道 然而话语之间 是满满的嘲讽 好好 精明不怒返笑 既然如此 那你可不要后悔 来吧 卑贱的人族 使我一见 说完 他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 两眼之间寒芒显露 已经将宋白 视为必杀的目标 快走 无尊急忙道 你身份尊贵 是人族救世主 切不可沾染 这般风险 快带着咱们人族的子民们逃走 活一个是一个 只要人不死 早晚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说话之间 无尊抽出手中的武器 已然迎接上去 我想杀的人 从来没有能拦得住的 精明从半空中猛然踏来 所过之处 狂风肆虐 如同历刃般 切割着人们的肌肤 他的目标正是宋白 呵呵 宋白淡淡一笑 嘲讽道 我记得 你刚才还说 谁也不能在你眼皮子底下杀人 是吗 可貌似你说的这句话 并没有实现啊 就你这样的人 还好意思嘲讽别人卑贱 要我看啊 你们整个族群 都是极为卑劣的种族 说完话 宋白手持方天化己 瞬间化身为 狂傲的火龙 眼中流光闪烁 而你这样的废物 更是你们种族中 最耻辱的存在 啊 精明眼中怒火更胜 转眼之间 两人已经击打在一起 刀光剑影间 电光火石 砰砰砰砰 树道火光炸响 他们相互攻击的 战斗余波 如同潮水般席卷四周 但其威力 却不可忽视 就连六阶强者无尊 也在这股威压中 寸步难行 勉强没有倒下 这是 无尊震撼地 看着这一幕 他没有想到 宋白竟然如此强大 以四阶巅峰之区 迎战六阶强者 这是何等的英姿雄伟 何等的霸气 宋白 人族以你为傲 无尊大声道 他既然参与 不进去战斗 就只能在旁边 为宋白打气喝彩 啊 下一刻 无尊就尴尬地 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发现 再数回合的交锋后 宋白的整个龙区 却如同断了 线的风筝一般 以更快的速度 向后倒下 哈哈哈哈 还以为 你有多厉害 没想到 也不过如此 当真是 龙不吟虎不笑 小小宋白 可笑可笑 金明哈哈大笑 然而下一刻 他的笑容 就将在脸上 再也发不出来 因为宋白 已经举起了 手中的方天化戟 再一次猛然间 冲了上来 他的龙区上 片片鳞片耀眼 火焰在周围萦绕 龙溪在口中喷吐 宋白立马 瞬间抖擞 精神回满 仿佛刚才所受的重伤 仿如同不存在一般 不死之身 呵呵 你这个怪物 在说什么呢 不是把我打倒了吗 怎么 宋白的眼睛眯起来 我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啊 说完他闷吼一声 手中武器 瞬间化作锋利的巨肘 毫不畏惧地 朝着这名六阶巅峰强者 冲了上去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打到你死 金明脸色阴沉 下一刻 他拳头无边威势 震占着周围的空气 气血之力瞬间爆发 杀意如同狂风般涌来 碰 仅仅一击 宋白支撑不住 倒退在地上 然而 这金明并没有留守 一击快四一击 一击强过一击 宋白无力跌落 浑身的龙躯已经残破不堪 还莫等他喘息片刻 下一波强大的攻击 又已经来到了 小子 你还真当自己很厉害吗 金明脸色争鸣 他自以为 以字的实力 在六阶巅峰中 也算是极强的强者 然而 此刻面对这个 区区五阶的宋白 却没有能力 将其彻底击杀 这让他彻底疯狂了 这时宋白跌跌撞撞地 挣扎着爬起 口中 难难道什么话语 你说什么 金明以为他要求饶了 没听清楚 问了一遍 废物 宋白口中难难道 你说什么 胡金明震怒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你是废物 宋白咧开嘴笑 露出满嘴是血的牙齿 随后他指着自己 那早已残破不堪的龙躯 来打我 废物 那我就打死你 金明咬牙切齿 他双拳捏得紧 一拳一拳 朝宋白的面门打去 片刻之后 原本英俊的宋白 此刻却是血肉模糊 早已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该死 快住手 你这个怪物 来啊 怪物 你的目标是我 看到宋白受到如此折磨 众多人族们纷纷愤怒不止 怒吼着冲过去 但他们本来就人数就不多 实力又差了一截 怎么能冲得过去 住手 后面一声乍响 无尊双眼血红 手中长剑锋锐 就当他要接近金明的时候 这怪物却随手一挥 瞬间将无尊击飞数百米 口吐鲜血 生死不知 滚蛋 别惹我 他眼中只有宋白 只要将这个臭小子杀死 他今日才能泄愤 呵呵 此刻的宋白已经是出气 多敬其手 眼见是不活了 纵使是不死之躯 他也还未大成 因此承受了这么多攻击之后 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来打我呀 混蛋 他带血的嘴唇 还在微微呢喃着 去死去死去死 金明彻底疯了 他没有想到 这小子的生命力 居然如此顽强 无论怎样击打 就是吊着一口气 你怎么还不去死啊 他疯狂地怒吼 这时宋白 却忽然眯起眼睛 微微一笑 露出嘲讽的神情 你上当了 他说 什么我上当了 我上什么当 金明看着这个可恶的小子 没想到他临到死了 还要嘲讽自己一波 你真的上当了 宋白满脸微笑 他忽然挺起胸膛 死死地抓住金明 全身的气血之力 与神魂之力 瞬间爆发 如潮水般游那外 将两人彻底包裹 你要干什么 这时金明才慌乱起来 这小子 居然一开始 就存着必死的手段 要与他同归于尽 快滚开 他不停地锤打着宋白 早已残破不堪的龙躯 同时双爪挥舞 将他大半身的血肉 尽数撕碎 但是没有用 宋白仿佛没有感受到 身上的剧痛 仍然紧紧抓住 金明的身体 不让他有片刻的机会逃脱 我早就说过 你要后悔的 现在 一起死吧 哄哄哄哄 话音刚落 他全身猛然炸裂开来 无数血肉消散 旋即化作 无比狂暴的能量 将金明也包裹了起来 在这最后一刻 他无视金明 无比怨毒的眼神 目光飘向远处 望着那些曾经 与他并肩作战的人族朋友们 不要死 快回来 看向林黛月粉面带气 哭喊着想要扑上来的身影 看向无尊满面悲痛 不停砍杀于外天魔的身影 还有那些奋力作战 不顾生死 与敌人拼死一搏的人族战士们 走了 如果有下辈子 还要祸害这人世间 空气 终传来宋白豪迈的话语 煞世间 天摇地动 无边炙热的火焰巨浪 一连扑过数百迷远 在场的众人 都能闻见 那股烧烛的气息 他们这一刻 虽然仍在战斗 但眼神不时往那边望去 不知怎变 眼泪就无声地落了下来 原处 宋白和那怪物的身影 再也不见了踪迹 一轮弯月 在天空上寂寞地照着 淡淡的尘埃散落 还证明着他们 存在过的痕迹 呼呼 黑暗的洞窟中 宋白猛然惊醒 他捂着脸上的冷汗 长叹一声 这才发现 之前经历的种种 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难道 真的只是一场梦吗 这时 宋白反倒疑惑了起来 那些情景 此刻却是无比 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 下一刻 胸腔间烈焰鼓动 宋白脸色微变 因为他发现 自己原本身处 四阶巅峰的实力 此刻 却早已突破了五阶 难道说 那场梦 他只感到头痛无比 一时间竟然分不清 现实和虚拟了 摇摇头 不再想这么多 他站起来 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一排排枯骨助力 他们黑洞洞的眼部 非但没有 让宋白感到恐怖 反而觉察了一种 莫名的熟悉感 这是 人族的战士们 宋白终于震惊了 难道说之前的梦境 并不全是假的 走近看去 每块枯骨前面 还有一个牌子 如同一个个小小的墓碑 证明着 他们的身份 以及他们 在世间的足迹 无烟 灵高 花无缺 宋白一个个看去 这些名字 在他眼前掠过 内心都泛起了一丝波澜 难道说 之前的那些人 全部都战死了 没有一个活着的 宋白心内经不住 泛起了一丝悲哀之情 终于他停下脚步 眼前这个令牌上 出现了一个 相当熟悉的名字 无忧 一个之前 经常嘲讽他的人 却被自己救下性命之后 对自己大为改观 印象里 他也是个敢于拼搏 能够为人族牺牲的好汉子 没想到 却还是死在了这里 叹息一声 宋白一一走过这些枯骨 不对 好像少了一些墓碑 连着转了好几圈 他发现 这里面缺少一些 他最为关心的人 无尊 林黛月 他们逃出去了吗 他们现在还活着吗 摇摇头 宋白苦笑一声 心里知道 那只是一个幻梦 即使他们活着 恐怕也根本不认识自己 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吧 这时 宋白浑身的血脉震战 他心面一动 仰头看去 正前方一个雕像 一个身穿红衣的雄伟男子 手持方天画戟 相貌英俊潇洒 眼神坚毅 自有一番气度 在他旁边 是一个吞吐着烈焰的红龙 这两个雕像的脚下 正好踩着一个恐怖的怪物 金明啊 而那两个形象 光正大的雕像 竟然塑造栩栩如生 与他的相貌 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 难道 我真的经历过那场历史 宋白眼中有泪光闪烁 他走上前去 稍微碰触了一下 不经意间 从那火龙的雕像口中 正好喷出一道流光 这道流光 在天空盘旋一阵 绕了几个大圈 好似发现了什么 直接冲入了宋白的脑海之中 这是 人族传承 神魂的锻炼之法 宋白震惊到 他之前在食人魔鹰地中 获得了气血之力的锻炼方法 现在又从这个雕像中 得到了神魂的锻炼方法 如此一来 自己的实力 恐怕会大大增加 连带着整个人族 实力也会普遍上涨一大截 真是赚大发了 宋白薇薇有所感触 他总觉得这几份大礼 都是来自远古时期 那几位朋友 送给他的礼物 放心交流吧 老朋友们 人族的复兴 交在我身上 他正要离开此地 回头一看 上面有一行文字 极为简单古朴 却又带着深深的玄奥之处 让他忍不住 睁开眼睛去看 人族四万年 杀进玉外天魔 共陨落五阶强者 五千四百八十四人 六阶强者 一千七百五十人 七阶强者 二百三十四人 八阶强者 后面的字 像非常模糊 仿佛经历了岁月的磨损 已经看得不太清晰了 宋白探口气 将这段话 牢牢记住 准备回去问问军师 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看来 在远古时期的人族 也并非是那么不堪 反而相当强大 但不知为何 传承没落 人族逐渐衰落 到了今天 被万族欺压的境地 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怒吼声 声音之大 使得这片黑洞的上空 都有些碎石滚落 是那个怪物 宋白脸色微变 脚步稍一褚蜂 终究是 向那个方向迈了过去 他想知道那个怪物 究竟是什么来历 什么身份 再说了 凭借自己现在的实力 完全有机会 能够从容退去 走了几步 眼前出现一道石门 那怪物的吼声 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石门上面 没有钥匙插孔 只有一个手掌大小的印子 宋白犹豫了一下 将手伸入其中 片刻之间 石门应声而开 这么容易 这时候 宋白反愣了一下 他本来只是 抱着适适的心理 没想到 打开这个门却 如此轻而易举 而这时候 怪物仿佛闻到了人味一般 吼叫声 也是愈发地激烈了起来 当宋白的脚步 刚刚踏入进去的时候 那怪物灯笼 大小的眼睛 似乎微微一愣 本该更加狂躁的黑色怪物 却是在瞬间捏了斑 是半带着惶恐 半带着讨好 没有一丝 想要攻击的意图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宋白略一疑惑 旋即看向前面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在这个怪物的背后 一根细细的铁链 紧紧地勒住怪物的血肉 让他动弹不得 看到这条铁链后 宋白才放下心 原来这个怪物 是被铁链锁住 困在这里的 也不知道 是哪位大神 居然有如此法力 就是算是强大 如同这只怪物 也只能被束缚在 这个山洞中 动弹不得 宋白感叹道 这时 那刚刚安静下来的怪物 忽然间抖动了一下身体 但它体型庞大 即使是微微一动 也闹出很大动静 这怪物凶恶异常 如果将它留在这里 肯定是个祸害 不如杀了了事 宋白心想 这怪物不能动弹丝毫 正是杀它的好时机 只是 不知道自己的攻击 有没有用 心念一动 天空中荧光点点 数道弯月 在空中浮现 焚月之血 这些弯月 正是由它神魂之力 凝聚成的 对这怪物 也是有相当大的克制作用 自从它刚刚获得了 人族传承的神魂修炼之法 此刻宋白的神魂 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和强化 去 宋白一声轻喝 手指一挥 数道弯月 在天空引线 对准怪物 速度飞快地冲了上去 砰砰砰砰 破空声响起 弯月瞬间冲过 刺入怪物的皮肤 无数黑烟消散 怪物痛苦的哀嚎 转眼之间 身体上已是坑坑点点 然而 神色灯笼大小的眼睛一闪一闪 似乎极为委屈 怪物人人得而诛之 宋白好歹 也是个身经百战的强者 面对着怪物可怜的状态 没有丝毫可怜 手中仍然不停凝聚出众多弯月 砰砰砰 随着一连串的碰撞声 怪物发出通天彻地的吼声 宋白脸色戒备 即使它现在实力有所提升 可面对这个怪物 仍然不是对手 因此 它准备好了 随时逃跑 随着阵阵黑烟消散 这个怪物显得极为痛苦 转眼之间 原本小山大小的体积 已经缩水了三分之一 可见宋白的攻击 是多么猛烈 要知道在之前 它拼尽全力 也只能对这怪物 造成微不足道的伤害 此刻宋白的状态 也不好 虽然 它只是站着输出 根本没有移动身体 但短短时间内 神魂之力 已经尽数耗尽 不停地攻击 就算是生产队的驴 它也受不住啊 呼呼 宋白不停地喘着粗气 没想到有一天 它竟然会因为不断地攻击 而让自己累到 在宋白休息的时候 那个怪物灯笼大小的眼睛 却慢慢流出 陡大的晶莹泪水 怎么 杀了这么多人 现在还委屈你了 宋白摇摇头 感到有些荒庸 什么时候 这个怪物 也有这么多充沛的情感了 正当它休息片刻 准备再次开始攻击的时候 却见到这个怪物 慢慢挪动身躯 很艰难地向右边移动 这是要干什么 打算逃跑 还是准备反击 宋白再一次警惕起来 从它虽然丑恶 却能做出 许多丰富表情的外表上 就能看出来 这个怪物并不简单 甚至 拥有不下于人类的智力 因此 对它的任何动作 宋白都不能放松观察 因为一旦疏忽 可能就会被这个怪物 吞入腹中 落得生死的下场 但怪物 似乎没有攻击的意思 它只是逐渐挪动 片刻之后 身后的石壁上 显露出一些文字 文字非常细腻 而且有些歪歪扭扭的 如果不是宋白 观察仔细 恐怕都看不到这些字 而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字 就让他心中一惊 上面写着 宋白 你究竟走了多久 我总觉得 你还活着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并不太长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从此以后的漫长岁月中 你的影子一直萦绕 在我心里 从此挥之不去 这 宋白有些恍惚 隐隐间 他感觉这些文字 非常熟悉 但又根本想不出来 到底是谁 写下了这些文字 看这些文字 似乎是对宋白 非常熟悉 这让他迫切地想知道 写下这些文字的人 到底是谁 但这些文字 掩藏得非常深 几乎都刻在墙壁的下方 很难看到后面的内容 这时候 那只怪物 又往后挪动 非常努力地侧身 同时他身上 露出一些触手 齐齐聚拢在一起 形成一个箭头 指向这些文字 看到他这些动作 宋白的脸色 显得有些怪异 你是说 让我过去看 听到这话 黑色怪物 似乎理解了意思 一个硕大的脑袋 连连点着 地动山摇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宋白苦笑一声 这怪物点头的镜头 在大点 估计整个山洞 都要塌了 我过去看你一下 但是你不要伤害我 能做到吗 宋白问道 怪物又点点头 宋白紧紧握住 方天画戟 对着这只怪物 同时脚步轻移 一步一步走过去 怪物并没有丝毫意动 而此时 宋白也已经到石壁下 看到了那些文字 宋白 你一直以来都很懦弱 可那次战斗中 你却连杀三个六阶强者 更是与一个六阶巅峰强者 同归于尽 这着实让我没想到 难道你平日的表现 都只是伪装吗 你突然表现出的高超实力 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这让我感觉 你的整个人 都像是一个谜 我忍不住想调查你的过去 但你的过去 没有踪迹 没有任何人了解 仿佛你根本没有过去 你只是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甚至 我都不确定 你死没死 你还几乎可以想象 当那个人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 心情是怎样的复杂 他现在确定了 这个人正是在穿越之时 才遇见自己的 究竟是谁呢 宋白接着看下去 我苦苦地等待了快一千年 你仍然没有出现 或许 你确实是在那天死了 往日的一切 如同一场幻梦一般 而我也要走了 就在那场大战的前一晚上 你我一起 从那以后 我就有了你的孩子 是个女孩子 我给她起名柔柔 希望后世 会对她温柔以待 真可惜 这个孩子刚出生 就没有父亲 而我也要走了 后面是一个娟秀的名字 写着林黛月三的字 林黛月 柔柔 宋白彻底猛了 难道说 这个孩子 就是自己收养的柔柔 其实 自己才是她的亲生父亲 但是 自己什么也没做啊 那场大战的前一晚上 自己还没穿越过去呢 哪里来的 那啥 一个头两个大 既然想不明白 干脆就不去想 这场武道大会 所有的阴谋者 都已经死了 现在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是逃离此地 然而仰头一看 上空黑洞洞的 没有一丝光亮透过 如果离开这里 她实在是没有任何头绪 不知不觉间 宋白扫尸周围 随后将目光 放在了那黑色怪物身上 黑色怪物浑身一抖 两个眼睛忽闪忽闪 显然想到了 某种让她恐惧的记忆 不要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能告诉我 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吗 宋白尽量将声音 显得温和些 没办法 看着黑色怪物 不停抖动的触手 显然自己刚才不停的攻击 对孩子打击太大了 而这个黑色怪物 听完宋白的话 触手胡乱抖动 一本记载着符文的书籍 出现在眼前 这是 剑修 S级兵种 这些由人类组成的战士们 天赋一柄 神魂之力极其强大 百中无一 攻击力极强 速度极快 防御力薄弱 特性 剑气纵横 这些剑修挥舞手中的长剑 猛烈地向敌人发起数次攻击 遇见成风 这些剑修可以凭借手中的长剑 迅捷地飞在空中 对敌人造成强烈的打击 人剑合一 人与剑合二为一 是剑道中的至高境界 这些战士 虽然还未能理解 但已经在训练中 掌握了剑道的精力 S级兵种 宋白脸上满是惊喜 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强大的兵种 如果能将其带入原本的领地中 迅速招募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什么曹青什么半兽人 是生是死 都只在他一念之间吧 有这样强大的军队 统一天下 估计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宋白一笑 虽然说 有些太过幻想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得到了这样一个兵种训练书 的确是一份很大的收获 这时宋白看向黑色怪物的眼中 也变得温和了许多 这个小宠物 是个宝贝啊 他的眼神愈发炙热 而这黑色怪物 也是不由自主地 色缩了一下 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啊 宋白连连抚慰 一连过去了大半个时辰 怪物明白 自己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片刻之后 这个怪物一阵蠕动 拱起宋白的脚 原本笨拙的躯体 此刻变得无比迅捷 顺时间 宋白只感到眼前的景物 连连变换 呼呼的风声传来 还默等他反应 一道刺眼的光线 映入眼帘 终于回来了 宋白感叹一声 他看一下身边的黑色怪物 曾经无比狂暴 如今却如此温顺 你走吧 咱们就此告别 以后可别再轻易伤人了 毕竟是故人的宠物 再加上这个黑色怪物 给自己了不少的好处 说起来 宋白对他还是有几分感情的 刚说完话 宋白觉得有些可笑 自己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不伤人 这个怪物吃什么 怎么能活下来 呃 那就以后少吃点人吧 说完这话之后 宋白更觉得自己有些滑稽 只好招了招手 转身叫走 然而 一阵狂风吹来 竖道触手冲来 以无比温柔的力度 拉起来他的双腿 拖动着他向后 黑色怪物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似乎是有些舍不得他离开这里 哦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啊 宋白也是一声苦笑 怎么回事 这怪物被自己打了一顿 反而打出感情来了 可能是 确实孤独的太久了 想到这 宋白张开右手 往他脑袋上揉了揉 一阵绒毛的触感传来 感觉还挺舒服的 咱们就此别过吧 宋白白白手道 他也想要带着这个怪物走 但他实在太大了 不是特别方便 没想到 眼前这个黑色怪物 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居然迎风滚动 片刻之间 原本无比硕大的体型 居然在转眼间 画成了一个小小的 毛茸茸的黑球 这么神奇 宋白有些惊喜 将他抓在手中 如果在以后的战斗中 再与敌人打得激烈的时候 猝不及防扔出一个小黑球 那场景 想想都刺激啊 想到这儿 宋白哈哈大笑 此时的狂风城内 已经密室中 不知道几位 长老这次找我来 到底有什么事情 师怒走进来 沉声道 这间密室中 有几个氏族的长老 他们在之前的战斗中 幸免于难 就在刚才 他们发出了一封密信 邀请师怒来 参加此次的一回 师怒看了许久 愁愁再三 终于还是来了 哈哈 这次邀请您来 只是因为 许久不见师怒组长 想请您前来一叙罢了 一个长老讨好的笑道 他叫施权 在师族中 也是极有权力的 但他多次推托 参与战争 因此 在之前的战斗中 并没有出现 也因此 能活到现在 在宋白招降那些 师族战士的时候 也是他最为积极 不断地让手下投降 企图获取最大利益 但没想到 半寿人王廷 很快带领军队 准备突袭狂风城 在那个时候 他又组织起 众多师族战士 与那些虎族们相勾结 来个里应外合 再投降一次 因为他认为 凭借宋白等人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 与虎族相抗衡 但没想到虎族战败 全军覆没 宋白也消失得 无影无踪 如今 整个狂风城中 最为强大的势力 便是师族 他也因此 起了异样的心思 如果能凭借 自己的一举之力 将狂风城 彻底攻占 那以后 这么好的事情 他简直不敢想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如今师族中 最有威势的不是他 而是师怒 这件事情 只有得到师族的配合 才有可能成功 而当计划成功之后 只要找个机会 一举将师怒杀死 这个狂风城中 最有权势的人 就是自己了 因此 他连忙召集一些 有异心的长老 会和自己手下的势力 并且邀请师怒前来 在之前 他的心里 还是极为忐忑的 结果看到 师怒真的来了 顿时心中大定 而此时 师怒注视他许久 也是缓缓地说道 师权大人 为何在如此阴冷的地方 举办聚会 师怒问道 地方虽然阴冷 可我知道 组长 您的心中更冷 师子权缓缓道 哦 长老何出此言 师怒问道 心里已经隐隐听出了 这长老邀请他前来的寒意 他在狂风城这些天的生活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有权利 但人族和师族相处融洽 这样和平的生活 已经深深吸引了他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别的想法 反而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 比以前还要舒适 这时 师权还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仍然是慢慢地说 我知道师怒大人 这些天来的日子 过得并不好 那宋白小儿 将狂风城当成了自己的地方 但却丝毫不记得 师怒大人您 才是曾经狂风城的城主 宋白 包括整个人族 都是垃圾 废物 寄生虫 说到这儿 师权看到了师怒 微微皱眉的脸色 似乎他并不满意 宋白该死 人族更该死 师怒大人 如今只要您的几句话 整个士族的力量 就会凝聚起来 将狂风城城 重新占为己有 我们才是狂风城的主人 师权接着鼓动道 看来师怒这个猛夫 居然听了我短短的几句话 就被撩拨起了怒火 我可真是个天才啊 师权心中暗暗地想到 十分得意 哪知师怒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大跌眼镜 哼哼 师权 我早就看出来 你不怀好心 没想到你果然如此 自古胜者亡 败者寇 宋白堂堂正正地将我打败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你这种手段 实在是太过卑鄙 太过无耻 宋白待咱们不薄 你怎么就想不通 产生这样恶劣的想法 此事不必再多说了 师权 希望你赶快忘掉这个想法 好好做人 为咱狂风城的发展努力 我可以当没有听过这些话 师怒说完 转身就要走 站住 师权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声 他还以为自己的一番话语 已经打动了师怒 没想到 这个莽夫根本不领清 还说什么 没有听过这些话 简直放屁 如果就这样让他走了 那自己 以后还有好日子过 他就不相信 这句话一旦传出去 宋白会放过自己 如今 只要往后退一步 那就是死 这师怒 一定要留在这里 来人啊 不要放过这小子 给我杀 师权一声怒吼 杀时间 无数师族长老冲过来 手持着各种武器 阻挡了师怒前进的脚步 你们当真 要拦下我的脚步 师怒看着眼前 一张张熟悉的面旁 冷声说道 师怒 你就是人族的叛徒 事到如今 也不必再多说了 如果你不愿意 和我们合作 那就要死在这里 师权走过来 冷声说道 这些师族长老们 本来也不愿意来 都是他用下种种手段 威逼利诱而来的 至于那些普通的 师族士兵 却比他想象的顽固 宁愿被他杀死 也没有人愿意 和他布下这个阴谋 哼 师权 我现在明白了 之前那些师族战士们 应该是你暗中杀的吧 我还以为来了一些 神出鬼目的敌人 原来是我们中间 出了叛徒 师怒恨得咬牙切齿 最近几天来 不断有师族战士们失踪 他调查来调查去 最终将目标 锁定在了师权的身上 因此他也决定 在今天来应约师权的邀请 看看他打的是什么 如意算盘 此刻听到师怒的话语 师权张狂大笑 丝毫没有悔恨之意 那又如何 是我杀的又如何 他们不愿意 为了师族的荣耀付出 那么就活该他们去死 你们这些叛徒 师权丝毫不以为意 叛徒 我们这些师族战士 每个人都在为师族的复兴 而努力奋斗着 而你呢 没有丝毫贡献 整天却只是想着 如何争权夺势 玩弄手段 我看你 只是为了个人私欲 才准备做出这种恶心的事吧 师怒缓缓到 心中却带着难以遏制的怒气 你 被说中了心中的想法 师权也是有些语色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如何答复 你们这些长老 从前也是师族的高层 如今却为了他的一己私欲而卖名 当真没有悔恨之意 师怒看着拦住他的一众师族长老 语气略有些沉痛 他真的有些没想到 没有一个师族战士愿意反叛 但这些长老们 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叛逃 这 师怒的这一番话 让这些师族长老 纷纷低下头 十分羞愧 他们也没想过要反叛 事实上 在宋白的统治之下 他们的生活变得比之前还要好 至少在面对那些人族时 他们的目光中 并不是仇恨和厌恶 而是带着友好的神色 但没有办法 他们都有把柄 握在师权的手中 根本不敢反抗 别在这摇唇骨舌了 大局已定 从此以后 这狂风城是我一人的天下 师权狠狠道 他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目的 诸位 赶快将这师怒杀死 我大大有赏 但如果让我看到 有人浑水摸鱼不做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师权说出这番话后 众多师族长老 也是一咬牙 举起手中武器 便向师怒狠狠挥了过去 愚蠢啊 师怒痛心地叹口气 然后他挥出两刀 接连砍死了三四个师族长老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师权怒道 他带领着众多师族长老 接连围攻 尽管师怒是五阶巅峰强者 但面对这么多强者 还是接连后退 抵挡不住攻击 如潮水般的攻击涌来 师怒全身伤痕累累 连连喘气 已经有些气力不支了 哈哈哈哈 师怒 你现在是不是有些后悔了 现在 给我磕下几个头 从此尊称我为主攻 那么我就饶你一条性命如何 师权得意道 哼 师怒冷笑一声 你不会真以为 我来到这里 没有别的手段吧 听到这话 众多师族长老 脸色慌张 没想到这师怒还有后手 这样看来 自己等人 岂不是就要陷入死地了 哦 师权似乎丝毫不以为意 他拍拍手 微微一笑 你是说 你带的那些师族援军吧 还有人族的刘继德 哥伦布斥后什么的 听到师权一一点数 此刻的师怒 却是彻底变了脸色 不好意思 我在这之前 早就猜到 你会带来援军 如今他们 已被我的阵法 拦截到这处处所之外 除非有六阶 巅峰强者的权力攻击 才有可能攻破 这些这个阵法 否则 他们根本进不来 师怒 你还以为自己多聪明啊 今日的此地 就是你的死地 师权冷冷到 似乎一切竟在掌握中 而那些师族长老们 也是眼前一亮 手中的攻击更加迅猛 只要将这个师怒杀掉 他们就有机会活命啊 此时此刻 这些叛贼 完全不顾往日的情谊 手中历刃连连挥砍 此前 他们早就吃了 能增强战力的药物 因此此时的战斗力 也是极为迅猛 但相应的代价 就是生命力的迅速流失 也因此 师怒根本抵挡不住 不然区区几个废物长老 怎会是他的对手 既然如此 那我就在这里死了 又能如何 石权你等着 等宋白回来的时候 就是你死亡之日 听到这话 石权脸色抽动 略带着些嘲讽 你还真指望着 宋白能帮你报仇呢 要我说啊 那小子早就已经死了 在他说话的时刻 门外忽然产生一种 极为剧烈的响动 哼 这是 一些长老脸色大变 师权长老 不会有人 要攻击来了吧 有一个长老颤声道 放肆 师权抽出长剑 直接将他的头颅砍下 我这个阵法 是一次性的 但是防御力极为强大 如果没有六阶巅峰强者的 权力一击 根本不可能攻破防御 你们在害怕什么 听到这话 石怒彻底绝望了 看来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但他也没有丝毫 想要投降的意思 说一事一 既然已经决定归顺宋白 便绝不反悔 主公 咱们也只有来世再见面了 师怒苦笑一声 说完话 他将手中的长刀 放在自己脖子上 他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在这些叛徒的围攻中 凄惨而死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剧烈的欢呼声 哄哄哄 不断打击的哄响声传来 仿佛有极为剧烈的攻击 让整个地下都在不停颤动 不会是真有人攻进来吧 师权权心里有些不安 绝对不可能有人 紧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声 师权一阵摇晃 差点就倒在地上 该死 他顺手一道咒语 将师怒手中的武器击落在地 不要给他自杀的机会 你 师怒瞪着眼睛 无边的怒火充斥内心 咱们同足一场 你居然连个自杀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师怒恨声道 自杀 呵呵 我就是要让你受尽屈辱而死 师权的脸色极为恶毒 我就不明白了 那宋白有什么好 值得你这样追随 呵呵 你不会明白的 说完话 师怒扑了上来 师族长老们 下意识挥动长刀 就要将他砍死 就在这时 哄 阵法瞬间破裂 整个大门轰然倒塌 一个黑色毛球滚落进来 毛球 师权愣了一下 紧接着 这个黑色的毛球 瞬间扩充千百倍 两只眼睛如同灯笼般大小 聚嘴瞬间笼罩在场的所有人 紧接着他狂吼一声 他们全部吸入体内 在这些师族长老 一脸惊恐的神色中 大嘴随即闭上 獠牙反复咀嚼 瞬间随着这些长老的惨叫声中 将他们瞬间吞噬 原地只留下了一脸猛逼的湿怒 以及同样呆愣愣看着这一切的师权 这究竟是什么恐怖的怪物 这 这是什么怪物 师权看到这个黑色毛球 一时间心惊胆战 下意识就想要逃跑 但原本奄奄一息的湿怒 却没有丝毫躲避 他反而颤抖着手 拿起旁边的武器 勇敢地赢了上去 失怒的心里暗响 下一刻他就拖动着残驱 手持长剑 奋不顾身地向怪物砍去 一时间竟然显得十分悲壮 然而这黑色怪物 竟然没有丝毫想和他斗争的意思 他庞大的身躯 看起来异常灵敏 转身一闪 躲过了失怒的攻击 同时从这个怪物背后 出现了一个人影 主公 失怒呆愣住了 他本以为自己陷入了绝境 这次无论如何也免不了意思 但没有想到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见到的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人 宋白 少年一袭红衣 手中方天话及紧握 面带微笑 仿佛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到惊讶 主公 失怒十分激动 一肚子的委屈 不知道从何说起 紧接着 他看向旁边那个黑色怪物 连忙紧张地举起手中武器 同时急忙对宋白道 主公快跑 这怪物足有六阶巅峰的实力 根本不是咱们能抵挡的 您快跑吧 我虽然无能 但这个怪物想伤害您 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失怒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片刻之后 他忽然感到有些不对 因为这个怪物 并没有想到攻击的意思 只是静静地握在一边 神色慵懒 灯笼大小的眼睛半眯着 宋白微微一笑 反而轻易地摸了摸 这黑色怪物的脑袋 这 主公 这是怎么回事 此刻的失怒 终于感觉到有些不对了 怎么如此恐怖的怪物 在主公面前 温柔地像一个小猫一般 哦 我忘了介绍 这是我心仰的宠物 叫小黑 宋白解释道 小黑 听到这句话 失怒一时之间 有些怀疑人声 这么恐怖的怪物 名字居然叫小黑 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 这个叫小黑的恐怖怪物 足有六阶实力 结果到头来 居然是主公的宠物 要知道 在此之前 主公的实力 也不过只有五阶巅峰 呃 现在看来 好像只有五阶了 就以这样的实力 居然都能收服一头 六阶怪物当宠物 果然 主公就是主公 做事情都不同凡俗 失怒心里的心思急转 也不由地放松下来 只要看到主公的身影 他的心就稳了 宋白不知道 在短短时间内 失怒这个外表粗壮的汉子 心里居然想了这么多东西 他只是看着失怒满身的伤痕 不由地心中 生起了一丝痛惜之情 同时也有剧烈的愤怒 在此之前 他已经了解了 失怒单人匹马前去附会 但没想到 他居然被那些小人 逼到这种程度 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赶到 恐怕今天的失怒 就要死在这里了 煞时间 宋白心中生腾起无边的怒火 而他的眼神中 也有像有火焰一般 很快就要引燃 也不看看是谁的手下 就赶下这样的黑手 听说还杀了不少的失足战士 士兵们没死在战场上 反而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家里 是哪个该死的东西 敢用阴谋设计我的爱将 宋白冷冷道 这话不言自语 因为在场众人 除了失怒之外 就只有那个失足的长老 失权了 主公 我实在是一时糊涂 失权一脸惶恐 主动承认错误 便说这话 他一边小步走过来 祈求道 我鬼迷心窍 只是想拥护失怒大人 登上狂风城的城主之位 光复失足荣光 绝没有自己的私心 他装模作样道 你放屁 听到他这番话语 失怒忍不住想要反驳 这失权真不是个东西 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殊不知这失权 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而这时 面对失怒的质问 失权却没有丝毫理会 反而脚步越来越快 站住 你想要做什么 这时 失怒终于觉得有些不对了 然而 失权已经面带争鸣 手中匕首突现 在空中 显现出反射出雪白的锋刃 狠狠地砸向宋白 你去死吧 他早已知道 宋白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自己根本没有机会活下来 只能是死路一条 既然这样 不妨置之死地而后生 只要将宋白杀死 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然而下一刻 碰 小黑一爪子将他拍死 地上只剩下一滩肉泥 随后 小黑打了个呼噜 懒洋洋的 似乎只是 拍死了一只苍蝇般随意 主公 我自问忠心耿耿 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情 这时候 失怒突然跪下 连忙解释道 他担心 刚才失权的那番话语 会让两人之间产生隔阂 因此急忙辩解 失怒 你可知错 宋白假装生气道 我 我错了 失怒惶恐地跪下来 连连磕头 喷喷两声 居然都出血了 错在哪里 我 失怒实在是答不上来了 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 宋白连忙扶起他 你错就错在 不信任我 不信任你的主公 那失权 不过是临死前的疯狗 胡乱咬人 我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你怎么能因为他的一番话 就如此诚惶诚恐 仿佛自己真的错了呢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我宋白不会放过任何叛徒 但我更不会含了忠臣们的信 宋白缓声说道 声音极为坚定 仿佛敲在失怒的心里 同时 宋白的手中神魂之力 缓缓堵入失怒的体内 为他修复身体 疗养伤势 主公 听到这宋白这番话 有矿 他也撑不住呀 还没等宋白说话 侍女就打出个姿势 做出一副我懂的表情 然后他不顾地上摔坏的东西 转身离开 不多时 宋白麾下的文臣猛将汇聚在此 军师李明道 手持扶尘 微微一笑 恭喜主公得胜归来 想必收获一定不少吧 说话之间 他看向宋白肩头上 那个懒洋洋的黑球 目光中带着笃定 宋白无奈地摇摇头 军师 恐怕你早已经预料过这个结果了 李明道笑道 主公说笑了 我虽然能略亏天机 但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 而且不知为何 此刻主公身上的契机难鸣 以至于未来的种种情况 都如同一团迷雾一般 浑然不清了 哦 还有这种事 宋白想了想 然后想到 在黑洞中遇到的那个幻景 准备将这件事情 全部告诉李明道 让他分析一下 然而 他正要开口的时候 却见李明道面容严肃 手指微不可查地 在嘴唇上碰了一下 不能说 宋白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难道说 这件事情居然如此重要 只要一说出来 就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吗 将这个疑问放在心头 宋白缓声道 军师 这次回来 有一个问题 一直希望得到解决 李明那点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宋白好奇道 军师 你难道不知道 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吗 李明道摇摇头 主公说笑了 我这个占卜之术 只能看到未来的一些片段 但也不是万能的 对于一些小事 根本不可能预判 原来如此 宋白恍然大悟 随后他道 异世界空间的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但最关键的是 狂风城与这里相距甚远 除了柔柔的虚空穿梭之法外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联系 说到这儿 大家也都明白了 如果单靠柔柔现在的能力 将战士们从狂风城 一个一个运到这里来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 整个狂风城也就毫无作用了 这样的结果 绝对不是宋白能够看到的 因此 他迫切地 想要一个解决办法 能够将整个狂风城的战士们 挪移到青阳郡中来 如果真能做到 绝对是对宋白的一大助力 面对曹青时 也有了一战之力 此事一而 李明道抚恤大笑 主公可知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在你的身边 在我的身边 宋伯疑惑道 他的眼光在四周一动 最终放在了自己的肩头上 一个胖乎乎 毛茸茸的小家伙 正趴在他肩膀上 呼呼大睡 小黑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可爱的小怪物 一旦放开自己的身形 该是多么可怕 多么恐怖 这时 李明道的话语传来 主公还是太过繁忙了 这些时日 您没有注意到他的能力吗 能力 宋白一愣 下意识点开了小黑的属性版 小黑 是元兽 实力 六阶巅峰 特性 虚空穿梭 这个生物来自于虚空 可以通过消耗自身的神魂之力 来构建一个 稳定的空间通道 虚空躯体 这个生物 汲取天地间的能量 在现实与虚拟中游移 能够随意变化体型 同时免疫气血之力90%的伤害 但受到200%的神魂伤害 虚空之力 这个生物善用虚空的力量 能够将猎物牢牢吸附在全身的触手之上 而后吞入腹中 化为自身虚维持的能量 主公 这件事情可以暂时缓缓 但现在却有另一件事情 却是刻不容缓的 李明道摇晃着浮沉 缓声道 还有一件事 宋白微微皱眉 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问道 徐州 正是 李明道眼前一亮 主公还真是聪明啊 根本不需要自己多说 只要提一个小小的开头 他便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瞬间想到后面的事情 徐州是陶善的底盘 如今既然陶善已经生死 整个徐州就再没有别的强者了 如此一来 只要大兵压境 徐州便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这时 宋白说道 咱们这次出兵 一定要快 绝不能有丝毫犹豫 如今外有曹清虎视眈眈 内有陶温若继承的正统 机会稍纵即逝 张辽 李延年何在 宋白站起身 声音严肃道 属下在 你二人带领自己所属军队 将徐州附属各个军县 通通攻占 最重要的便是永春郡 那里距离曹清的势力最近 只要将那里牢牢把握住 整个青州才真正是咱们的 张辽 李延年二人抱拳 低头接下军令 如今 只要我稍有意义动 曹清随时都会带领大军前来袭击 你二人一定要牢牢守住永春郡 至少三日 能不能做到 张辽和李延年相视一眼 随即上前朗声道 主公 不要说三日 就算是七天 半个月 属下也能守得住 人在城在 城市人亡 除非我死了 否则曹清的军队 绝对不可能踏进永春城半步 张辽的眼神坚定 我要你死干什么 宋白看了他一眼 轻笑一声 我只要你守住城池 当然 如果要有必要的话 也可以向军师申请援助 说完这番话 宋白的眼神望向了黄霸 还没等他说话 黄霸就主动站了出来 两人接触时间最久 不需要任何话语 只要一个眼神 他就能立刻理解是什么意思 宋白道 黄霸 你召集清原郡城内的所有骑兵 咱们即刻启程 攻破徐州主城 得令 这时 张辽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显得有些忧虑 主公那徐州城高持身 如果不带攻城气血 怎么能攻进去 主公三思啊 宋白摇摇头笑道 无妨 即使那徐州城城墙再高 有我一人独棋 只需片刻 即可破之 徐州主城地处平原 周围土地肥沃 乌射俨然然 从地势来看 如果陷入到战争之中 他确实不占优势 但也正因为如此 历代徐州城城主 无不重视他的防御 因此 城墙也是一天天地加高加厚 从下往上仰望着巍峨的城墙 仿佛与高空相接 根本望不到头 大大大 马蹄声敲击着大地 一股肃杀之气 在周围蔓延 从徐州城的东面 忽然出现了一只骑兵 数量不多 只有五六千人左右 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穿着红头 极为鲜艳 身上的盔甲 也是极为坚实 在夜色的演应下 每个人的眼神坚定 行动丝毫不乱 不难看出 这是一支极为精锐的部队 主公 黄瓣带领着几个骑兵 从前面赶过来 巧声道 前面就是徐州城了 咱们怎么办 宋白点点头 随后他一拍马呗 赤兔马早已领会他的意思 急持着向前奔去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踪迹 身后 传来宋白淡淡的话语 等我破开城门 你们随后攻进去便是 马蹄声响 打破了夜色的宁静 城墙上 一个守门将军 看到宋白的身影 单人毒脐 全身火红 在夜色中 显得极为耀眼 站住 守门将军 高声大喝一声 现在时间已经晚了 城池风静 你有什么要是 马蹄声哒哒响 一步快过一步 没有停歇的意思 停下 停下 再不停下 我可就要放剑了 看到赤兔马如此快速 守门将军有些急了 连忙高鹤 让他停下来 这人想干什么 要翻天了不成 哪里来的歹徒 如此狂妄 放剑 看到此人如此忽视自己 让守门将军 脸上有些挂不住 不由得恼羞成怒 命令手下放剑 呼呼呼 几时之剑飞向宋白 然而 赤兔马的速度非常快 转瞬之间 他就已经奔驰而来 这么多剑枝 竟然没有一个射中的 废物 守门将军怒喝一声 随手拿起旁边的铁弓 对准了宋白 然而 他也只是个五阶高手 已经很用心地瞄准了 却还是对不准目标 而赤兔马 在奔驰了如此久之后 已经到了护城河前 呵呵 你这个狗东西 想送死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守门将军冷笑一声 此刻城门关闭 护城河足有好几丈身 怎么可能进得来 这个骑兵进不到护城河内 还不肯离开的话 就只能成为活靶子了 然而 赤兔马并没有丝毫停顿 他猛登后提 稍一用力 便跨了过去 什么 守门将军瞪大了眼睛 而他身后的那些士兵 眼中也全是惊恶 一脸不敢置信的神色 要知道这护城河 足有十几丈宽 即使是徐州城内 最为优良的马匹 也根本不可能跨越过去 这个骑士 究竟是神仙 还是鬼妹 一时间士兵们 不禁打个冷战 而就在这时 随着轰隆一声响 城墙颤抖 守门将军一个裂剑 差点摔倒 怎么回事啊 他惊声道 这时候 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跑来 差点摔倒 不好了将军 那个骑兵 他全在砍城门 什么 守门将军气笑了 砍城门 要知道这城墙 全部都是金铁所住 就连一些恶龙来了 也对这门城墙毫无办法 还有那大将军曹青的父亲 曾经对徐州城极为垂涎 但一来 徐州城墙非常高 城中兵精良足 不得已 他只好打算强攻城门 但任凭他的军队 付出大量伤亡 用专用的攻城锤 锤击了三天两夜 也对其毫无办法 而如今 这个红衣骑士 居然敢担任毒骑的 就打算攻破城门 简直可笑 让他打吧 守门将军略有些疲惫 他已经守了好几个夜晚 如今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急需要休息 将军 那这件事情 需不需要跟陶温若大人汇报一下 小兵小心翼翼道 不用了 守门将军揉着额头 陶善大人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徐州城的全部事物 都是他的儿子 陶温若 一人在打理 再加上没有六阶高手的镇压 如今各方势力 也有些蠢蠢欲动 似乎想要大捞一笔 如今的陶温若 可以说是压力非常大 这点小事 也就没有必要去劳烦他了 只需要等明天早上 派人将这个奇怪的骑士抓起来 报告给他就是了 想到这儿 守门将军便要离开 先休息一旦 然而下一刻 哄 一股通天彻地的震响声 几乎要震龙人的耳朵 城墙处火光闪耀 宋白身穿长袍 高举方天化己 不停地朝着城门捅去 咚咚咚 一下又一下 在不断地撞击之下 金铁锁住的城门 居然也被凿出了点点裂缝 整个城墙 仿佛都在因为这一生生的撞击 而颤抖不止 这事 守门将军瞪大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眼前的一切 然后他突然反应过来 大声怒吼道 快 组织士兵 向他发起攻击 千万要守住城门 绝不能让他进来 旁边那个小兵奇怪道 将军 你刚才不是说 不用去管吗 我让你去死 你怎么不去死 守门将军甩了他一鞭子 而后急匆匆地组织军队 哄 这时 城门发出一声更加剧烈的轰响 仿佛有什么坚硬的东西 悄然破碎 一声马蹄声 从远处传来哒哒的敲击声 每一声都几乎要震碎 守门将军的心脏 完了 他倒在地上绝望道 没想到百年来都无人能攻破的 徐州城城门 居然在他的手上被毁掉了 这守门将军是当不成了 说不好 还得落个身死的下场 他连连抽了自己好几个大耳光 脸上满是悔恨 之前就怎么就疏忽了 为什么没有派人去阻止一下他 这下好了 彻底完蛋了 绝望之余 他也有些想不明白 这个红衣骑士 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 拥有如此距离 居然凭借一己之力 攻破徐州城的城门 这至少也得是七阶高手 才能做到的吧 将军 咱们现在怎么办 身边的士兵急忙道 快 快派兵拦住他 不要让他跑了 守城将军现在才反应过来 赶忙说道 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态势了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要将这个红衣骑兵抓住再说 将军 他 士兵的声音惊恐 他什么他 将军一脸不耐烦 转过头却发现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耀眼 他怎么过来了 怎么跑得这么快 守门将军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脸震惊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下一刻 哒哒的马蹄声响起 一道风刃划过 擦 守门将军捂着脖梗 脸上还带着惊恶的神色 致死没有闭上眼睛 陶温若在哪里 宋白冷冷道 众多士兵连忙扔下武器逃走 他们的将军是五届高手 却在一瞬间就被杀死 更何况他们呢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宋白不耐烦了 赤兔马往前跑了几步 追上一个正在逃跑的士兵 几尖一挑一扫 就将他的衣领带起来 整个人无力地挣扎在半空中 我问你答 在我失去耐心之前 说不出来 你就去死 宋白冷冷道 我说 我说 周木斧在哪里 正 正东 往右边一拐弯就是 砰 这个士兵刚说完话 身后的恐怖力量猛然放松 只听砰的一声 他被甩在地上 身上沾的都是灰尘 而在他身后 一人独脐 正往东边而行 搭搭的马蹄敲击着地面 如同一团狂暴的火焰 身后 有大片的尘土散尽 此时 周木府内 陶温若疲惫地揉了揉额头 这几天父亲不在 周木中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他一人负责 再加上现在局势动荡 有很多势力都蠢蠢欲动 明里暗里 都并不是太服从他的统治 这让他相当为难 爆 屋外声音短暂 显得有些急促 进来 一个士兵走进来 满脸是土 脸上和身上的铠甲 还有点点血迹 怎么了 何事 主公 大事不妙 有一人单人独起闯入周城内 似乎正要朝咱们这边赶来 什么 他正想喝口茶 舒缓一下心神 但听到士兵的汇报后 不由得失声道 就连手中的茶杯 也因为激动而掉落在地上 碰 一声摔碎声 这是他最喜欢的茶杯 然而现在他丝毫顾不得这些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城墙固若金汤 就连几十万大军压境 恐怕都难以攻破 这绝不可能 难道说 咱们城里出了内奸 故意将门打开的 陶文若的心里 久久不能平静 不是 大人 那个红衣骑士 他居然凭一己之力 就将门给破开了 士兵哆哆嗦嗦道 说实话 他也不敢相信 居然真有人有这样的理解 这实在突破了他的个人认知 红衣骑士 听到士兵的话 陶文若皱皱眉头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宋白 在他心中穿红衣的 也只有这个人 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是这不可能啊 就连六阶强者 想要破开这堵城墙 都几乎难以做到 更别说那宋白 还只是一名五阶强者 再说了 他现在或许还在 武道大会里面进行竞赛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他也没理由 就这样莽撞地攻破城墙 因此 在第一时间 就否认了这个想法 这样 你拿着这块令牌去军营 召集父亲留下的五百精卫军 暂时将此人挡住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我会亲自 轰动 还没等他说完 传来一声巨响 不少呼喝声 惊叫声传来 又出什么事了 陶文若难掩疲惫之色 他一直以为 这周末之位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无比尊贵 可真正亲身体验之后 才会发现 承担的责任 真的是无比重大 报 主公 那红衣骑士 已经攻破了外府 马上就要进来了 一个士兵慌忙进来禀告 陶文若紧咬着牙 脸色都占红了 主公 咱们快撤吧 先躲到密室里 等他离开了 咱们再行谋划 旁边的士兵劝道 不可能 此人竟然如此侮辱我 就算死 我也不能逃跑 他按住自己颤抖的手 拔出一柄宝剑 就要冲出去 与敌人决意死战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哪个人 这么不长眼睛 居然敢招惹我徐州 也不看看 徐州的主人陶善 究竟拥有何等恐怖的实力 但是旁边的士兵们 纷纷拉住他 痛哭着跪下来 连连劝告 主公您身份尊贵 万万不可深入险境 常言道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不可呀 主公 现在先暂避锋芒 才是上上之策 千万不能一起用事啊 但陶文若眼神血红 现在谁说话 他也听不进去了 放肆 我陶文若是周牧之子 怎么能如此狼狈 就算是死 我要看看这个贼人 到底长什么模样 陶文若脸红脖子粗 推开旁边苦苦劝阻的士兵 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门 周牧府内外防御森严 有重重门墙阻隔 绝非一般人能够闯进来的 然而现在 在几道墙外 不断地有兵器撞击的声音 以及士兵的惨叫声音传来 该死的小子 给你天大的胆子 也敢屠杀了我徐州将士 哄 正当陶文若怒气冲冲的时候 堵在前面的最后一道墙 也在一阵撞击声中 轰然倒塌 当他看到眼前这个火红色的人影时 不由地一愣 宋白 怎么是你 宋白并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方天化解 化解身边的攻击 而后一挥一扫 如同砍瓜切菜般 瞬间砍翻树名 阻拦了士兵 谁来谁死 宋白怒吓一声 赤兔马马不停蹄 如同狂风席卷般 瞬间来到了陶文若的身边 随后 没有丝毫犹豫 方天化解直指他 眼看 就要下手 而此时的陶文若 却是微微闭上眼睛 一副等死的模样 咦 陶文若等待了许久 忽然轻移一声 有些惊讶 因为想象中的死亡 并没有如期到来 宋白 你为何不杀我 他沉声问道 语气中 没有丝毫的怨恨 宋白哈哈大笑 我也正奇怪呢 我杀了这么多人 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傻愣愣 站在那里 连躲也不躲的 说完话 肩膀上的小黑 滋滋两声 仿佛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哦对了 宋白呵呵一笑 还有你这个小家伙 陶文若听到宋白的疑问 脸色仍是没有变化 他席地坐在地上 沉声道 你救了我一命 那如今我将这条性命 还给你 也是应该的 哦 宋白笑了一下 你我平生 仅有一次交接 我也并不记得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啊 不杀 我就是在救我 陶文若闭上眼睛 仿佛在等待 即将到来的命运 现在你可以杀我了 你知道 你的父亲 也是我杀的吗 宋白紧紧盯着 他的眼睛问道 陶文若叹息一声 痛苦地闭上眼睛 他苦笑一声说 宋兄 我就要死了 你为何要在我死前 告诉我 一个这样痛苦的消息 事实上 在我父亲 谋划五道大会的时候 我就早有预料了 宋白玩味地看着他 但是你 也并没有去劝阻他 如果你当时 极力阻拦此事 可能在今天 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陶文若摇摇头 该死的人 何必去救 我父亲身为六阶强者 意志力 何其坚定 怎么可能是我 区区一番话 就能不劝得住的 事情本无所谓对错 所谓成者王 败者扣 他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也不能说 就是错的 陶文若缓缓道 哈哈哈哈 宋白仰头大笑 还没想到这个人 竟然是这么有意思 虽然只有三阶的实力 却比很多强者 都要看得通透 从你的笑声中 我听出来了 你不想杀我 陶文若睁开眼睛道 不错 宋白满意地点点头 这时 肩膀上的小黑 又有些略有些怨念地 挠着宋白 显然他这一生不杀 让小黑少了一顿 吃大餐的机会 你是我的杀父仇人 你不杀我 就不怕我有一天会报复你 陶文若有些疑惑 在他看来 宋白没有杀他 绝对是一个错误 你刚才说的 事情无所谓对错 我不杀你 不代表我就是错的 宋白仰头大笑 拉动缰绳 掉转马头 绕着偌大的州府 转了一圈 赤兔马 在偌大的州府中奔驰 不少士兵面带仇恨 纷纷向他发起攻击 然而却根本够不着他的身影 空气中 传来宋白的狂笑 仿佛任何事情 都难不倒他 仿佛 这天下 只能由他一人主宰 离徐州不远的 青州城内 某处相当豪奢的宅邸 最中间的手座上 这是一个满脸 落腮胡子的中年人 他身高比较矮 不满六尺 但眉宇间 张扬自信 丝毫掩饰不了 他霸气的本色 此人就是掌管 数州之地的军阀 同时也是宋白的死敌 曹青 而在他左右两边 各有数名文官猛将 可谓是人才济济 看到众人都来起之后 曹青缓缓开口 诸位 我最近收到消息 徐州州目逃善 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那宋白趁夜突袭 单人独骑 以一己之力 攻破徐州都城 不到两日的时间 大半个徐州 都尽归宋白的麾下所有 尤其是昨日 他麾下猛将张辽 以带领众多将士 攻破了永春城 此地谨守恶药之处 只要将这里占领 我军再无半点寸进之机 不得不说 这宋白 果然是当时人贱 其骁勇如此 我观天下之人 几乎无人可与之匹敌 曹青的声音 缓缓落下 一时间 在场的众多文臣武将 也是纷纷低下头 沉思起来 但是 文官之中 却有一人头颅 高高扬起 手中拿着一大瓶酒 喝了一口 他听到曹青的话 面色丝毫未变 反而露出不屑的神色 咕嘟 咕嘟 喝酒的声音 在亭堂中响起 大胆 你这个狂徒 竟然敢如此无礼 敢是不将主公 放在眼里吗 我请求立即将他处斩 还说什么青州阳家 天下无二 我看不过 是徒有虚名而已 众人面带不渝 纷纷指责起来 这个喝酒的人 叫做杨家 在青州一带 很有名声 也是曹青 特意将他请来的 此刻听到众人的指责 杨家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摇摇头 大声笑道 都说曹青 曹大将军 挥下人才极解 没想到 却让人如此失望 这话一说出口 众多文臣武将 正在要发怒 曹青却呵斥他们住口 并从楼梯上走下 恭恭敬敬敬道 杨先生这样说 还请先生教我 曹青本来身材 就不算太高大 这样一攻下 在八尺的杨家面前 显得更加矮小了 主公何须如此 向这个小子妥协 若让我带领一只兵马 不出五日之内 必能砍下宋白的狗头 还是先将这小子杀了吧 一派胡言乱语 真是让人恼火 麾下的文武百官 纷纷大声叫嚷 但杨家一边喝酒 一边却敏锐地发现 此刻低头的曹青 面色渐渐变得阴沉起来 下一刻 曹青拔出手中长剑 一抹雪白的荧光闪现 擦 一声清响 曹青缓缓地收回长剑 仔细地擦拭上面的血迹 不远处 一个将军捂着脖梗 不敢置信地躺倒 在血泊中 在场的文武百官 都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脸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面色惊恐 不明白 怎么会发出这般变故 这个将军平日里 最受曹青喜爱 怎么今日好端端的 却亲手把他杀了 在场众人 只有杨家明白 为什么 曹青这个人性格极为高傲 他可以向别人卑躬屈膝 前提是 这完全是他的自愿 还能体现其爱惜人才的性格 然而众多下属 却盲目地指手画脚 这让性格暴虐的曹青极为不爽 因此杀死一个人 也只是小小的惩戒罢了 在他看来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的性命都不算事 一时之间 在场众人静若寒蝉 都不敢说话了 只有曹青 仿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般 轻描淡写道 还请杨先生教我 怎样对付宋白这个贼子 杨家一正 随即哈哈大笑 主公 这件事情太容易了 我想问主公一句 这宋白到底是凭什么办法 在短时间内 就攻占了徐州的大半地盘 非但如此 照这样的情况下去 即使是所剩不多的郡城里 估计也很快会沦陷 投入宋白势力的怀抱了 这话中 几乎全是对宋白的夸奖 但曹青并没有生气 反而低下头 仔细思索起来 这是因为 百姓们的拥护 曹青是探导 主公所言极是 杨家一拍大腿 得明星者得天下 恐怕这宋白在徐州的声望 很快就会上升到 一个恐怖的程度 但是主公 杨家画风一转 有人拥戴他 自然就会有人看不惯 看不惯 曹青在心中 暗暗思索这句话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 看不惯宋白的 是扎根在徐州城的世家大族 此人用这些世家大族的力量 去供养百姓 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耕种 相应的 这些世家大族 就很难去剥削百姓 因此受损的利益 估计都要触及到根基了 看来主公 已经完全明白了 杨家遥遥九平 满意道 正因为如此 宋白看似稳固的势力 其实就如无平之水般 早晚要完蛋 主公指 需派一只精兵强将 可当即破之 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 就连那些 原本心中不服气的文武百官 此刻也都没话说了 杨先生所言极是 曹青屡屡屡须道 就是这宋白骁勇异常 麾下 还有众多精兵猛将 实在是很难攻破啊 哈哈哈哈 我一想好了应对之策 这事情太容易了 杨家哈哈大笑 一把扔掉酒瓶 酒瓶在地上摔碎 散发出酒香 他却毫不以为意 大声道 拿地图来 随即 地图被摆到众人面前 杨家用手指点片刻 随后定在了一处地点 主公 请看这是此地 这是 永春郡 正是 主公破局的机会 就在这个城内 杨家站起身 脸上露出自信的光芒 哪里还有 之前颓废的模样 他朗声说道 永春城 是攻入徐州的关键点 只要拿下此处地势 徐州不攻自破 可是 曹青皱起眉头 这个地方 似乎是被宋白麾下 猛将张辽所助手 十分不好攻破啊 作为一名大将军 他也是熟知兵法 因此永春城这个战略要地 不可能看不出来 那又何妨 杨家哈哈大笑 主公不要担心 那宋白 竟然能带领骑兵 直接突入徐州城 我们又怎能做不到这一步 不妨以骑人之道 还置骑人之身 你是说 曹青的眼睛亮了 永春城这个地方 世家大族根深蒂固 是一个不小的势力 而且我与他们 交情甚厚 只需要我修书一封 自然会奋起兵戈 与咱们内外接应 一举拿下永春城 杨家朗声道 与其强烈带着掩饰不住的自信 好 杨先生说得好 如此 就有劳杨先生了 曹青直感到豁然开朗 眼前的路一片宽敞 既然如此 谁敢带领一支强军 将永春城攻破 有哪位勇士 敢来请英作战 说完这话 本来就默不作声的众人 更是默默向后退却 都带着退缩的神色 张辽的神威 他们早有所耳闻 如今更是谁也不敢前往 与之作战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 自己能在面对张辽的时候 能够保全性命 全身而退 更不要说带领士兵 与他面对面作战了 他们根本没有勇气 一群废物 曹青恨恨地看着眼前这些人 这些废物如同米虫一般 平日里大声叫嚷 但一到用人的时候 谁也不敢上前了 他恨不得将这些人 全部砍死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如今的势力 都是这些人背后的家族 给他提供资源 才建立起来的 自己可以不用他们 甚至骂他们 打他们 但如果杀太多了 自己的势力 估计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既然如此 那我就亲自带领士兵 前去作战吧 曹青愤怒道 主公不可啊 还请多多三思 那梁州的孔佛祖 正在与咱们交战 主公 您一旦离开此地 被其从后面偷袭 那可如何是好 手下的文官武 将连忙劝谏道 这时候 曹青也平息了火气 他也知道自己说的是气话 因为一旦自己离开此地 那诸多敌人 就会趁虚而入 到时候 恐怕地盘全都保不住了 主公不必担忧 我倒是有一个人选 看到曹青有些下不来台 这时 杨家才慢悠悠地说了一番话 哦 看来杨先生早有人选 却不知道 此人是谁 是哪圆虎江 我倒想见识一番 曹青兴奋道 对他来说 这无异于雪中送叹 就是贵夫人 花享荣 此言一出 曹青沉默了 众多文武百官 也是面面相去 谁也没想到 杨家竟然说出了这个人 花享荣 他是曹青 在政治联姻上的妻子 但性格极为强势 一直到今日 曹青也没有碰过他的身体 同时 花享荣的家族 实力极为庞大 因此曹青 也一直不敢应来 更让曹青 感到憋屈的是 这花享荣自身实力 也不弱 凭借六阶的战力 已经是在青州 数一数二的高手了 这 不知道 夫人能同意吗 曹青有些为难道 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那宋白有何等实力 难道有三头六臂吗 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就在这时 一个清脆 如同黄梨般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众人的眼光 也随之看去 风姿绰约 妩媚天成 这是众人 看到花享荣的时候 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 眼前这名女子 名眸好尺肤若宁知 穿着一袭红甲 两手上都戴着金镯 眉间一点英红 她容貌绝美 鼻梁高挺 但面色沉着 反而有一种特别的美丽 伴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整个人也走入亭中 直视着曹青 怎么 你不愿意 她倾起朱唇说道 曹青沉默了 将数万大军 托付给一个女子 即使她拥有六阶实力 曹青还是不能放心 而这时 看到曹青不说话 花享荣继续道 我本来以为 曹将军 您什么都不硬 就是骨头硬 现在看来 哎 您还是不太行 竟然连这点小事 都决定不了 放肆 曹青正要发怒 可很快 她就哑火了 一旦闹翻了 凭借自己的实力 还真不一定能打过她 随即 曹青就挺起胸膛 挽回自己的尊严 好 我就给你五万将士 争取一举 将永春成功下 花享荣 你能不能做到 曹青沉声问道 嗯 我尽量吧 花享荣点点头 扑 听到这句话 曹青气得想要吐血 五万的军队调度 可绝非而信 你竟然说你尽量 永春城外二十余里地 此时天气很好 阳光闪耀 张辽的心里 却有些沉重 身后 是五十名几道武兵 他们身着红甲 在枯枝落叶的眼影下 并不太显眼 张将军 李延年从旁边趴扶过来 原本较为俊俏的脸庞 如今却有些坚毅的痕迹 听探子说 那曹青的军队这段时间 有些异动 但不知道带兵的将军 是谁 但大约今天 应该就会出现一些侦察斥候 张辽点点头 没说话 仍然紧盯着前面看 李延年又问道 将军 你说 咱们能不能守住 听说 曹青是六阶强者 如果他来了 咱们可抵挡不住呀 张辽皱眉看他一眼 就算是真有此事 但他身为义军之主帅 怎么能轻易发表言论 来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人小声提醒道 不远处树木葱龙 四五旗 从远处奔来 掀起阵阵尘土 好贼子 李延年兴奋到 马上就要冲上去 他在这待了足有两天 其中日晒雨林自不必说 早都不耐烦了 然而 张辽拉住了他 等等 后面还有人呢 果然 三刻钟后 又是四五旗奔驰而来 现在就是下手的机会了 李延年又到 给我半刻钟的时间 抓住他们手道擒来 再等等 张辽闭上眼睛 心中莫数 还等什么啊 张将军 再晚一会儿 人都走光了 李延年急不可待 说话有些大声 放肆 张辽有些怒气 连忙看向那些赤猴 还好 由于地处隐蔽 距离又远 那些士兵并没有发现 等到这些赤猴走后 张辽这才训斥起他来 李延年 主公是器重你 才让你跟着我磨练经验 但如果你不遵守纪律 就敢肆意妄为 目无法计 那我把你杀了 主公也不会多说些什么 张辽怒道 听到这番话 李延年低下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张辽叹口气 这小子虽然有些天赋 但到底还是嫩了点 需要多多历练 随着时间过去 一对对赤猴骑兵经过 大片尘土吹来 埋伏的士兵们 掩着口鼻 忍住不咳嗽 而此时的天色 也渐渐阴暗 快到晚上了 李延年提醒道 这些赤猴骑兵过去后 再想等下一波人来 估计要到明天了 时间差不多了 张辽看了眼天色 下一波人来的时候 咱们就抓住他们 就在他说话的下一刻 哒哒的马蹄声传来 来了 众多士兵都拿起武器 随时准备战斗 这次来的骑兵略有些多 足有七八人 尤其是最中间 还拱位着一个轻衣男子 手拿一大瓶酒 不时咕嘟咕嘟喝几口 这曹青郡中还能喝酒 李延年有些惊奇道 为了不妨碍军务 也为了节省开支 在宋白的军队中 并不允许饮酒 士兵们 准备战斗 李延年眼睛一亮 拿起手中长枪 就要冲上去 然而 张辽再一次拉住了他 你看他那马 马骨强健 两眼炯炯有神 绝对是日行千里的名马 但咱们这次来 一匹马都没有 如果他纵马奔腾起来 咱们抓不住不说 还很有可能暴露目标 张辽沉声说道 那怎么办 两眼锐利如电 但此刻天色昏暗 普通人 连那几个骑兵的人影 都很难看清楚 更别说瞄准了 如果张辽 没有命中目标 很有可能会惊动敌人 没有马匹的他们 是很难追上目标的 到时候 这几天几夜的日晒雨淋 都会成了无用功 张辽 能命中吗 嗖 弓弦响触 悄无声息 由于距离过远 甚至都没有被人发现 而远处那些骑兵 仍然自顾自纵马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射偏了 李延年忍不住问道 张辽没有回答 反而是抬起弓弦 嗖嗖嗖 又是接连射出几箭 连出剑 而且是七连珠 七只剑不分前后 剑雨破入空气中 如同一道流光 就这般漂亮的技艺 就算是没有射中 也值得赞一声好 然而 那些骑兵 还是没有动静 全都射偏了 李延年神色怪异 如果这七只剑 全都射偏了 没有一个命中 甚至还没惊动敌人的话 那得多偏呀 张辽不动声色 让剑飞一会儿 嗖嗖嗖嗖 正在这时 剑枝的破空声传来 弓弦响触 那些骑兵也察觉了异样 纷纷惊慌道 有嫡妻 有人放剑 保护军师 然而下一刻 他们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也没有敌人冲过来 射偏了 骑兵们面面相去 啊 忽然有一个骑兵 惊叫一声 众人心中一惊 连忙看去 只见他被剑枝挂破了战甲 马匹受惊之下 慌乱奔驰 将他摔落在地 快走 最中间的轻衣男子 慌忙丢下酒壶 拉起缰绳 就要逃跑 而这时 砰砰砰砰砰 一连几声 众多骑兵纷纷落马 就连那个轻衣男子 也不例外 如果仔细看去 他们的战甲都被挂烂 马匹受惊 将他们抛落 没有一个人受伤 这得需要 多么高超的剑术 对时机把握到什么程度 才能做到这一点 完了 轻衣男子一脸 绝望 他就是杨家 自从花香荣带领军队 打算进攻永春城后 他也被任命为 随军的军师 为其出谋划策 没想到 还没上战场 就被敌人俘虏了 真是耻辱啊 正在这时 从旁边的山坡上 迅速冲出数十名红甲战士 不由分说就是五花大榜 将他们抓走 很快 这些人被带到了张辽身边 李延年兴奋道 将军 这次咱们可抓到一条大鱼啊 张辽展开一张画像 看着眼前的杨家 这是你 上面是一个青年 拿着酒壶 一脸醉意 看上去洒脱不羁 杨家摇摇头 这不是我 这是我家主公曹青 废物 还以为是曹青的军师呢 原来只是个普通小兵啊 张辽失望道 杨家不动声色 可是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原来这人没看透我的身份啊 下一刻 张辽口中的话语 就让他如坠冰枯 既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那就带下去砍了吧 三日后 永春城外 花想绒横刀立马 他容貌秀丽 却身穿一身战袍 看上去有种独特的美感 身后 无数战士身穿黑甲 将整个永春城团团围住 如同一团恐怖的黑云 城墙上张辽身着红甲 准备好战斗 每个人都是表情坚毅 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 城下花 想容露出一丝笑容 仿佛一切都胜券在握 城上张辽小儿 快快投降 我还能饶你一面 还有那个奶油小生 叫什么李延年 一点男子气概 都没有就这还敢带兵打仗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鸡 你们徐州的男人 是堵死完了吗 花想容说话字字扎心 张辽笑道 你这女人倒是有意思 相貌也还可以 如果能献给我家主公 她肯定很崇信你 听说你丈夫曹青 身材矮胖 满脸落腮糊 简直不能再难看了 为什么不弃暗投名 投入我家主公的怀抱呢 张辽哈哈大笑 说话寸步不让 花想容的脸立刻阴沉 张辽小儿 说话不干不净 黑甲战士们给我冲 呜 低沉的嚎叫声响起 黑色旗帜挥出 一队队身着 黑色中甲的士兵 起步踏来 冰刃上闪烁出冰冷的寒芒 杀 杀 杀 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 一步步走来 放箭 李延年下令道 悉数的箭支发出 碰撞到这些黑甲士兵的身体上 发出叮叮当当几声响 箭支跌落在地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呵呵 花想容冷笑一声 他这支军队身着重甲 普通的攻击 根本不能对其造成伤害 更别说这些稀疏的箭支了 还以为宋白麾下的士兵 有多么厉害 现在看来 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想到这儿 花想容心中反而有些失望 踏踏 这时黑甲士兵 已经举起手中的云梯 逐渐举起 往城墙上架去 而他们此时 却没有伤亡一个人 花想容叹口气 本以为会有一场 精彩绝伦的攻防战 但如今看来 双方的实力完全不成正比 战争的结果 仿佛在一开始 就早已经注定了 黑甲士兵沿着云梯 一步步往上攀爬 远远看去 如同蚂蚁般 依附在永春城的城墙上 面对他们的移动 龙血战士们严阵以待 握住手中的武器 似乎并不担心 只有听到将军的命令声 他们才会抓住冰冷的锋刃 随时准备强力一击 这倒让花想容有些奇怪 在他看来 这么有纪律性的士兵 战斗力肯定不会太弱 但如今表现出来的 却是有些让他失望 那就考验一下他们吧 说到这 花想容的脸色陡然一冷 至于考验的后果 就以性命为代价 开始进攻 旋即命令被传到 每个战士的耳边 瞬间整支庞大的军队 如同黑色的波浪一般 在不停地变化 翻滚 低沉苍凉的号角声响起 顿时 原本正在攀爬 城墙的黑甲士兵们 动作更加快速 弓箭手准备射击 刀盾手防御 又是密密麻麻的战士 在军官的不停呼和下 迅速排列成整齐的队伍 兵器相互撞击 发出砰砰的声音 每个人都面色冰枉 因为迎接他们的 将是残酷的战争 无数人的身躯 都将倒在这里 此时的城墙上 张将军 都准备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看着眼前的张辽 李延年信心满满 即使敌人 如同潮水般密集 仿佛永无止境 根本望不到头 但李延年 却丝毫不以为意 因为永春城的将军 是绝世的猛将 永春城守城的士兵 也原本想象中的强大 再等等 张辽眯起眼睛 看向那个满脸自信的女人 发出一声冷笑 三刻钟后 当第一个黑甲士兵 攀上城头 不用张辽命令 李延年也知道 计划开始了 放 他一剑将一个黑甲士兵砍死 然后说 顿时 一通通冷油 从上面淋下来 将这些士兵淋得满身油腻 那是什么 花响容睁大眼睛 努力看清 被面手中拿的 到底是什么液体 油 他自言自语道 下一刻 一抹火光陡然挥过去 哄 如同找到了出口的洪水 倾泻而出 黑甲带着火焰 轰燃烧灼 火光照耀了李延年的脸庞 他看着面前浑身 全是火焰燃烧的黑甲士兵 露出冰冷的笑容 火焰通过缝隙 渗入他们的黑甲之中 然后再游地助燃下 肆意燃烧 啊 云梯上的士兵们大声哀嚎 有些人忍受不住 松开手从高处掉下 砸断双腿 快撤快撤 此刻的花响容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刀枪不入的黑甲士兵 就这样尽数死了 他连忙大呼 让士兵撤退 然而现在已经晚了 不少士兵连连后退 试图扑灭火焰 但一排守城弩架了上来 擦 一声声破空声响起 让这些来不及躲避 正慌乱逃跑的黑甲士兵们 瞬间又死伤不少 当他们撤退之后 却已经是实不存一 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了 不光如此 他们的眼神中 却全是畏惧之色 很明显 刚才那些战友们的死前的惨状 已经在他们心上产生了阴影 花响容露道 张辽 你这个奸诈小人 敢算计我 张辽在城墙上呵呵一笑 兵者鬼道业 你统领五万大军 却连这点东西都不懂 是不是太可笑了 这时 最尴尬的 莫过于正要前进的弓箭手 和刀盾兵 前方部队禁鼠覆灭 就连云梯都被烧得所剩无几 目前来看 只能撤退 但既然没有消灭 他们就只能一条倒走倒黑 继续往前走了 喂 李延年笑道 花将军 还不撤退吗 看着你的士兵白白送死 该死的 花响容咬牙切齿 但他也知道 目前并不适合进攻 事实上 如果让士兵强行进攻 凭借几方多于永春成数倍的战士 是完全可以将其强行攻下的 但是损伤太过惨重 贸然进攻 反而会让士气涣散 毕竟谁也不愿意去白白送死 撤退 花响容终于还是下了命令 前往进攻的弓箭手 和刀盾兵如萌大射 转身就走 甚至连防备的盾牌 都忘记了支架 果然不出主攻所料 敌军果然如此行事 李延年笑道 事实上 宋白在几日 前早就来了 只是还未露面而已 接下来就交给咱们了 张辽的脸上 也露出一丝 略有略无的笑意 战士们 敌人逃跑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城墙上的高台 他忽然大手一挥 激昂道 杀杀杀 战士们齐声怒吼 他们并非不怕死 但在屡战屡胜的战绩面前 养成了 他们无比坚定的自信 即使敌军再强大 他们都毫无畏惧 开城门 主动迎爹 张辽大喝一声 瞬时间 城门洞开 五千的龙穴步兵 五千的绝墨族 冲锋而出 激昂的战鼓声中 成千上万的战士们 冲锋而来 如同潮水般汹涌 该死的张梁小二 你不要欺人太甚 花想容恨的牙痒痒 他天赋异禀 是六阶强者 论家事 也是花家的继承人 就连曹青 都得对他礼让三分 而如今 他居然在一个 小小的咏春城外 被人如此瞧不起 虽然我带兵打仗不行 但好歹 也是六阶强者 你小小张辽何德何能 竟敢如此放肆 想到这儿 花想容脸色一粒 美目中满是怒气 战士们不要退 转身迎敌 然而 他这一番话 在士兵中 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他们本来就准备撤退了 但他目前的形势 又需要转身 跟人拼死作战 谁也不想死 花想容更改的命令 让他们在内心中 产生极大的怨气 此刻看到花想容 手持一把梨花枪挥舞而来 张辽不敢大意 连忙拿起斩影院 哄 随后 再从墙上一翻一滚 竟然直接跳下城墙 落在地面上 踩了一个恐怖的大坑 而他本人 却仍是毫发无损 这小子 战斗力竟然这么强 花想容暗暗暗道 但他毕竟是六阶强者 面对张辽的攻击 丝毫不虚 反而觉得 这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只要抓住他们的主将 战争就能结束了吧 花想容在心中暗响 下一刻 白光一闪 张辽的武器已然挥来 碰 碰碰 两人交手术回合 花想容脸色惊颤 揉着手腕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张辽不是听说 最多只有五阶战力吗 怎么才能和他这个六阶强者 平分秋色 而在他惊讶之时 龙血战士已经冲锋在前了 和弓箭手接触在了一起 这些士兵 只是普通兵种 因此 即使人数占据优势 但在A级兵种面前 还是连连败退 显得十分不堪 碰 一个刀盾兵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盾牌 被龙血步兵用强力挑去 下一刻 他慌忙用胳膊挡住攻击 但龙血骑兵手中的锋刃 却是直接切穿了过去 连带着这个刀盾兵的脑壳 都切尾了两半 死的不能再死了 这种场面 发生在战场的处处角落 本来是A级的精锐兵种的龙血步兵 不是这些普通士兵 所能抵挡得住 其实他们 也只是砧板上的鱼肉 不堪一击罢了 短短时间内 这些刀盾兵死伤惨重 弓箭手就更别说了 为了保持灵活性和最大杀伤力 他们身上只装备了防御 极其薄弱的皮甲 一旦被龙血步兵追上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该死的 花响容心中有些慌乱 他必须短时间内撤退 以尽最大的努力保全自身实力 但眼前这个张辽 却阻挡着他撤退的脚步 到底该怎么办 撤退 花响容恨恨到 他根本没想到 一生顺遂的自己 居然在这小小的咏春城外 栽了个大跟头 宋白 张辽 我记住你们了 他手中一抖 枪影一晃 甩开了张辽的攻击 随后一提马缰绳 利影便向后退去 而张辽也似乎没有要追赶的意思 麾下的龙血步兵 又冲杀了一阵 留下不少尸体 看着敌人狼狈逃走的身影 发出阵阵激昂的喊声 敌军死伤两万 投降者近一万人 而我军伤亡不足千人 李延年打扫战场 禀告道 张辽微笑一下 看着逃走的花响容 那身姿窑窍的歉影 不由的 脸上露出一丝 略带深意的微笑 看来今天 主公又要享宴福了呀 李延年摇头 我倒是不相信 那女子很明显 心气高傲 如同一匹猎马一般 绝不是那么容易降服的 张辽笑道 哈哈哈哈 小子 你对主公的魅力 可是一无所知啊 此刻的花响容 面色阴沉 冷若寒冰 经历战争的痕迹 层层灰尘密布 早已遮掩了她的俏脸 但她没有丝毫在意 收拢士兵之后 统计一下人数 却发现 仅仅只有一万人左右 随着不断收拢溃逃的士兵 可能会有所增多 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 这支部队 已经实力大损 就连仍然活着的战士们 都是满联沮丧之色 这场失败 对于士气的打击 是极为巨大的 很明显 即使让他们 再次投入战斗 也不可能会胜利了 该死的宋白 该死的张辽 花响容再一次咒骂 然而 让她没想到的是 挫折远不止于此 刺了 一声轻微的声响 谁 花响容警惕地看向四周 然而风吹草摇 时不时有鸟叫声 显得极为寂静 似乎没有任何一样 刺了 声音再次响起 花响容摇摇头 试图忽略这股声音 但身后的士兵们 开始骚动起来 王二狗呢 刚才他还在我身边呢 撒尿去了 李大头 李大头也不见了 梦浪也消失了 战士们 慌乱的声音传来 没想到 好不容易逃离了 残酷的战争 却还要面对 生命的威胁 怎么回事 花响容皱起眉头 爆 大约有1300余战士 离其失踪 至今未归 士兵慌乱道 难道他们当了逃兵 花响容心道 但很快 他就摇摇头 凭借他六阶强者的实力 如果真有大队逃兵逃跑 他绝对不会察觉不到 然而现在 就在他眼前 一千多战士 凭空消失了 而他自己 却丝毫没有发现异常 继续走 不要犹豫 花响容下 达了这个命令 然后 他亲自走到队伍的最后面 警惕地望着四周 提防任何威胁 不得不说 他这一做法 赢得了很多 士兵们的尊重 一个将军 凭借自身的血肉之躯 保护一支军队 这种高贵的精神 让战士们都暗暗感动 然而下一刻 好 一个张着獠牙的黑色恐怖怪物 从草丛中冲出 张开血盆大口 随着众多士兵的惨叫 瞬间吞噬了五六百条生命 满意的摇摇巨头 迅速离去 该死 花响容信眼怒争 他一扫梨花枪 奋不顾身冲过去 但当他到达的时候 却发现 那个无比巨大的恐怖怪物 却在眨眼间消失了踪影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好了 走吧 他疲惫的声音响起 此刻 只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根本无力使出 而他身后的战士们 也是默默跟随 此刻 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 再有任何的攻击 都会将这支战败的军队 瞬间击溃 两个时辰后 军队终于到达了 徐州边境 只要离开这里 就要回到青州城了 到那时 如果宋白的军队 还敢追赶 就只能是孤军深入 迎接更加猛烈的还击 士兵们 我们安全了 花香蓉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抬起头盔 一头绣发随风飘起 白皙的皮肤裸露在外 艳如桃花 极尽女人的媚态 众多战士们也随之欢呼 有些人甚至激动地趴在地上 痛哭失声 实在是一路上 受到的痛苦太多了 战败 被追杀 被火烧 被怪兽吞噬 原本抱着必胜信心来的他们 此刻却实不存一 士气极为低落 一心只想回到家乡 而花香蓉 也回头望向永春城 目光中露出坚毅的神色 宋白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女穷 我花香蓉早晚有一天 回东山再起 带着强大的军队 彻底将你碾压 从此刻起 人生中一路顺风的花香蓉 首次遇到了挫折 而这次 也是他崛起的时机 扑哧 正当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耳边却忽然传来一声吃笑 是谁 花香蓉一张翘脸 满是寒意 他看向四周 想知道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嘲笑他 哎 美少女 我在这儿呢 一个手握方天化解的红衣 英俊青年 脸上带着随意的笑容 而他身后 数千个龙穴 骑冰角跨战马 搭搭的马蹄 踩踏着大地 他们骑刷刷 抽出妖刀 只等主公一声令下 便要冲杀上去 将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你就是宋白 花香蓉咬牙切齿道 虽然带着疑问的语气 但花香蓉 却早已确定 眼前的这个男子 就是宋白 放了他们 我就此自杀 如何 他坚定道 否则 我拼个鱼死网破 你肯定的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想 那绝对不是你想看到的 他咬牙道 这次战败 完全可以说是他的指挥不力 因此 他决心要以自身的性命为条件 要挟宋白 救出这些残余的士兵 将军 听到花香蓉的话 一时之间 他麾下的将士们泪眼惊莹 极为感动 这才是爱民如子的好将军啊 我们是与将军一起 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 绝不投降 一时间 战士们纷纷举起武器 原本低落的士气 重新变得高涨起来 但宋白面对这悲壮的一幕 却似乎丝毫不以为意 哪有那么复杂 把你抓住 一切事情不就都解决了 宋白缓缓道 抓我 花香蓉一声冷笑 这宋白也太拖大了 他自己 也是遇到了种种强大的敌人 才能走到今天 但是他手中 却有一张最强大的底牌 全能者特性 就是这张底牌 让他拥有了反杀的能力 而眼前这些普通的士兵 他们什么都没有 凭什么和他战斗 宋白摇摇头 旋即 他的手就要抬下 准备命令龙雪骑兵们 发动攻击 等一下 这时 花香蓉娇喝道 宋白 如果你执意要与我们为敌 到时候 你们也落不着好 不如这样 我甘愿投降 成为你的俘虏 但我有一个条件 让我手下这些士兵们 安全回到青州 用一个六阶强者 换几千名普通士兵 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花香蓉的一双 美目紧紧盯着他看 他在等 等一个回答 然而手下的士兵们 听到他说出这番话 却连忙劝阻 将军不要啊 这宋白 好比一只恶虎 咱们岂能与虎谋皮 他背信弃义 一定不会放过咱们的 听说宋白 还极为好色 花将军花容月貌 可要小心谨慎啊 没错 听到众多士兵 纷纷讨论 宋白的脸色 也不禁黑了起来 不就是多了几个老婆吗 至于名声 传得这么差 而此刻花香蓉的表情 却是无比严肃 怎么样宋白 你是否考虑清楚了 我想 无论是谁 都不会拒绝 这个条件吧 听到众多士兵 对宋白的评价 他也是有些担忧 因为名义上 他是曹青的妻子 但实际上他 还是处子之身 万一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但他没有选择 此刻 花香蓉的一双 美目紧紧盯着宋白 期望得到一个回复 我觉得不行 宋白沉吟道 听到这话 花香蓉叹了口气 果然还是不行吗 就算是以自己为条件 他还是看不上 然而紧接着 一句话语传来 不过 咱们可以换一个办法 比如 豆浆 豆浆 听了这话 花香蓉不禁疑惑起来 对 宋白缓缓道 就是咱们两个打一场 如果你赢了 我不光不再出手 还要亲自送你们出去 但如果你输了 我也不会杀你们 只要尽数归降我 便可以了 怎么样 这件事情考虑一下 对于宋白来说 他现在麾下的势力 还有些薄弱 如果能多一个六阶强者 那对势力的发展 无疑是极有好处的 然而 他刚说完 下面的士兵便分分一论 太过分了 这是要把咱们 花将军骗到手啊 绝不能答应他 哪怕我死了 从这个地方跳下去 我也不会给宋白当兵 听到这些话 宋白的脸色逐渐阴沉 他没想到 这些士兵 竟然如此不识抬举 既然如此 还不如全部杀了 等等 这时花响容的声音传来 我答应你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顿时手下的士兵 一片哀嚎 但花响容 极为坚定 这些士兵都是 在他的拙劣指挥下 才打了败仗 现在又遇到如此劲敌 自己必须对他们负责 但是 你必须要遵守你的承诺 花响容看着宋白 一字一句道 宋白微笑着说 好 你放心 我肯定对你负责 啊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句话 花响容心里 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好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开始吧 他不再去想别的事情 手中梨花枪挥舞 就要和宋白大战一番 用不用武器 宋白随意道 马上就要出手 对他来说 这个四阶高手 虽然还是有一些实力 但在他面前 根本不够看 什么 花响容愣了一下 他看看 宋白手中的那杆方天化剂 上面火焰围绕 看上去锋利异常 显然是一个宝物 反观自己手中的梨花枪 在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中 已经有些磕磕碰碰 几点凹陷的痕迹 如果凭借兵器打斗 自己肯定是不占优势的 那就不用兵器吧 咱们 肉搏 花响容声音轻了 随后他放下手中的梨花枪 撸起袖子 肉搏 宋白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 不由自主地 脸上露出一股奇怪的笑容 随即 他下马向前走去 准备迎战 谢谢 是我占你便宜了 花响容缓缓道 自己的武器粗裂 对方却甘愿放下武器的优势 公平与自己对打 不由得对宋白好感大增 这样看来 他的人品 也并没有传闻中那么差嘛 宋白却暗暗笑了一下 肉搏 不知道 是谁占谁便宜呢 哼 还默等他走多远 花响容就娇喝一声 直接迎了上去 同时握紧粉拳 狠狠垂向宋白的面部 姑娘 打人不打脸 宋白只轻轻一戴 就将他的拳头戴向空处 在他看来 就这两下子 远不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就在此时 花响容的手臂 猛然爆发出一股 极为恐怖的力量 砰 一声巨响 将他的手甩开 而后花响容 趁机向后退去 此刻不停地 呼呼喘气 脸上变得粉嫩 显然 这一股强大力量的爆发 就连六阶战士的他 都有些支撑不住了 这男人好大的力气 花响容暗暗吃惊 众多士兵们们 看着两人的搏斗 只觉得如同寻常一般 根本没有身为六阶高手的气势 所谓重剑无风大巧不攻 权力不显于外 正是将全身力量 凝聚在一起的表现 这宋白 实力不可小觑 花响容暗暗道 脸色也变得极为严肃 与此同时 宋白也觉得有些惊讶 自从他获得 人族气血之力的传承之法 力气早已比原先 增长了两三倍左右 再加上 他原本就有的巨龙之力 此刻的力量极为恐怖 寻常的六阶高手 根本抵挡不住 但眼前的花响容 不光抵挡住了攻击 还能迅速摆脱他的前置 就凭这股强于巨龙之力的力量 都可以媲美 一般的六阶强者了 不光如此 看着眼前气喘吁吁的花响容 香汗不停低落 宋白居然还觉得 有些可爱 碰 身影交错间 两人的拳头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此刻的花 响容气喘吁吁 经历长时间的战斗 她早已香汗淋漓 有些体力不支 但眼前的宋白 却表情随意 丝毫没有消耗过多的意思 这是什么怪物啊 花响容有些绝望地想到 下一刻 如同潮水般汹涌的权力 再次扑了上来 砰砰砰砰 连续不停地击打 使得她忍不住娇喝一声 低头一看 原本白皙娇嫩的手掌 此刻却有些红肿 再这样下去 她肯定是失败的结局 此刻 一众士兵眼睛 紧紧地盯着战局的情况 显得有些紧张 在看到花响容 受到轻伤的时候 他们都忍不住 发出一声嘘声 一介强者宋白 贵为周牧之尊 还欺负一个 若女子算什么本身 花将军 可要小心呀 怕我攻你下盘 士兵们纷纷叫嚷道 然而这一声声提醒 非但没有影响到宋白 反而让花响容的压力大增 同时 脚步也不禁缓慢起来 很明显有些抵御不住了 花将军 此刻胜负一分 就这样罢手如何 宋白有些无奈道 世上的美女千千万 但是能够拥有 六阶战力的女子 毕竟是极少的 此刻看着一脸 倔强的花响容 宋白也不禁起了 爱财之心 不行 花响容气喘吁吁 这时候 她手腕一翻转 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 与此同时 点点玄奥的符文 在她身边围绕 一股极为剧烈的 神魂之力的气息传来 顿时 红裙飘飘 此刻的花响容 显得如此英姿飒爽 这事 宋白禁不住皱起眉头 因为她发现 原本只有六阶十里的 花响容 在摆出这个 奇怪的姿势之后 瞬间十里飙升 身上居然出现了 六阶巅峰的恐怖气息 想到这儿 她忍不住 打开了属性面板 想要看看 她究竟有什么底牌 我来了 在花响容眼中 宋白正在发愣 这似乎正是一个 偷袭的好机会 但鬼使神拆的 她却忍不住提醒一声 随后才奋力向前 碰 碰 碰 两人全力 迅速交接在一起 与之前不同的是 此刻花响容的攻击 却变得有些柔弱 并且如同一条灵蛇一般 紧紧地依附在她的拳头上 一股犀利 从她的拳头中隐隐传来 一时之间 宋白净感觉有些挣脱不开 与此同时 花响容的属性面板 也浮现在面前 花响容 实力 六阶 特性 天生贵女 武神传承 受人喜爱 青睐 天生贵女 此人出身高贵 一举一栋合乎礼仪 自有一股贵族气息 魅力正百分之五十 武神传承 此人先祖 曾是顶级武神 战斗的技巧 早已融在血脉中 传于后代 子女能力 正百分之二十 受人喜爱 此人极其貌美 性格坚定 深受众人喜爱 青睐 经过短时间的交锋 这名女子 对你的敌意 似乎逐渐转化成 某种莫名的情愫 希望宿主 及时把握机会 这 看到最后一个特性 宋白的眼神 不由地变得古怪起来 这个系统 这是越来越不正经了 但是有用的东西 还是不少的 很明显 花响戎 能够拥有这般实力 与她拥有武神 传承这个特性 分不开关系 而且这个特性 并非某种血脉 反而更类似于 一种技巧的传承 复制之后 对自己的性格和身体 也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那么 复制 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 宋白就选择了复制 而此刻 花响戎的攻击 再次冲来 她白皙的手臂 如同灵蛇一般 不停地缠绕 勒紧宋白的全身 投不投降 花响戎气喘吁吁道 怎么可能 宋白露出一抹微笑 这个武神传承的特性 虽然强大 却也只是技巧类的 面对无可匹敌的力量 根本不会有太大的胜算 砰砰砰砰 碰撞声再次响起 花响戎脸色一黑 看来这次不能再手软了 不然 自己就只能任人宰割 想到这儿 她整个人 完全缠绕在了宋白身上 而后逐渐收紧 两只雪碧 紧紧缠绕着宋白的双手 长腿夹紧 狠狠地别过宋白的脑袋 同时 她艳丽的脸庞 正对着宋白 凶巴巴道 投不投降 正当她等着宋白的回答 然而出乎众人意料 此刻的宋白 却微微一笑 勃哽往前一声 巴唧一声 宋白轻了上去 哦哦 花响戎阴唇轻起 眼睛猛然睁大 一脸震惊的神色 同时奋力挣扎 企图甩开眼前人 但她的力气 远没有宋白大 在家一时之间的混乱 此刻 却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 紧紧依偎在宋白的怀里 而看着这一幕的众多士兵 此刻也是呆愣在原地 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随后 便是猛然爆发出极为剧烈的声响 放开花将军 畜生 我要跟你拼命 快杀了这小子 救出将军 放开那个女孩 士兵们大声咆哮 他们根本想不到 一向在他们心中 被奉为女神的花将军 如今却如此轻易地 被宋白抢吻了 这是在打仗吗 简直荒谬 宋白直接无视他们 愤愤不平地怒吼 仍然无耻地紧搂着花响龙 反正自己的背后 有无数龙血骑兵整个带胆 只要这些士兵敢迈出一步 他们就快杀人 系统声响起 叮 武神传承复制完成 宋白这才依依不舍地 放开花响龙 原来 他此前所做的那些暧昧举动 不过是为了复制这个特性 不过说实话 他巴结了一下嘴巴 感受嘴角边的方向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花响龙此刻 却是委屈巴巴的 一脸要哭的神色 紧接着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的 猛然扑了上去 这是一场战争 而此刻 战争还没有结束 砰砰砰砰 两人的拳头 又紧紧地碰撞在一起 宋白有意收回力度 以极为轻巧的方式 与花响龙战斗 你太坏了 花响龙咬牙切齿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的嘴唇 都差点要被你咬破 别客气 我应该做的 宋白微微一笑 看到他英俊的脸庞 此刻的花响龙 没有一点心动 只觉得 他非常欠揍 一时间手中的力度 也加大了不少 砰 两人又交手一拳 他翻身退却 脸上带着疑惑的神色 短短时间内 这家伙的技巧 可是增进了不少了 砰 又是一拳 然而 这时宋白 仿佛看清了 他的路数一般 右手以一个 极为诡异的姿势一挥 随后直接接住 迎面来的拳头 花响龙越打越心惊 他只感觉自己的路数 全部都被宋白猜到了 就连此刻的一来一回 也仿佛只是 宋白的友谊避让 像在戏耍小孩子一般 与他过招 你 花响龙越想越气 面对宋白回来的拳头 竟然是不闪不闭 任由其打来 呼 强烈的尽力 宋白皱起眉头 纯女子 你在干什么 为何不躲避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刚才不收手的话 你这张漂亮的俏脸 就会被打毁容了 他有些不满 心到这女子 也太不识抬举了 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 听到了这话 花响龙竟然 直接蹲在地上 呜呜哭了起来 蠢女子 你哭什么 宋白感觉这场 比视如同儿戏一般 呜呜 我又打不过你 还不允许我哭了吗 花响龙抬起小脑袋 眼眶通红 看上去如同 委屈巴巴的小兽 他麾下的那些士兵们 也是一个个 捏住了拳头 脸色极为激动 该死的 这宋白真是残暴 宋白我申请和你斗浆 你可得了吧 一个二阶的小兵 还要跟人斗浆 反正我是忍不下这口气 众多士兵义愤填膺 他们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因为对面的龙穴骑兵 已经默默举起了 手中雪白的锋刃 只等主公一声令下 便会纵马冲上去 将他们屠戮殆尽 唉 宋白叹口气 这算什么事 怎么原本残酷的战场 此刻 却变得如此而行 看到蹲在地上 抱着双肩哭泣的花响龙 肩膀还在不停地抖动 显得非常可怜 宋白叹口气 他最看不得这幅场面 不由得走上前去 紧紧搂住了这姑娘 何必呢 一个漂亮姑娘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参与这场残酷的战争 让人恶心 简直让我作呕 这才几天啊 五万大军 全都没了 那个败家娘们呢 把她喊过来 我要砍下她的人头 一处豪奢的宫殿处 曹青气急败坏的 砸坏眼前的古董瓶子 大声怒斥道 她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相貌雍长的年轻人 名叫曹丕 是曹青的大儿子 此刻 她拿着手中书简 一脸惶恐 父亲 母亲大人她 她 虽然花香荣还没她大 但毕竟辈分摆在这里 她只能尊称母亲 她怎么了 曹青怒气冲冲道 此时 她也有些清醒 这花香荣背后的家族 毕竟势力雄厚 如果因为自己一时冲动 真把花香荣杀了 恐怕自己离死也不远了 她被宋白抓住了 至今还没有消息 曹丕咬咬牙 还是把事情说了出来 什么 曹青猛然瞪大眼睛 脸庞因为极端的愤怒 而微微扭曲 一个美貌的女子 落到宋白的手上 其下场可想而知了 婊子 贱人 曹丕 你从此没有这个母亲 曹青怒道 可恨啊 她还没碰过花 想容一次 没想到 让宋白占了便宜 我 曹丕也是有些郁闷 只好连连点头 承受父亲的怒火 好了 曹青轻缓一口气 试图让自己 冷静下来 你先下去 把杨家叫过来吧 我有事情 和他商量 父亲 怎么了 还有别的事 杨家大人 也被敌军俘虏了 一时间 大殿中 翘无声息 气氛有些压抑 下一刻 碰 曹青握紧拳头 将地面轰出一个大洞 随后传来 他极为愤怒的吼叫 宋白 你欺我太甚 父亲大人 千万要保重身体 不要如此动怒 母亲大人他 曹丕关心道 然而 此时暴怒的曹青 丝毫不领清 滚 一拳挥出 也不顾他是自己的儿子 直接将他打倒在地 曹丕面带猛逼 他捂着自己的肿胀的脸 满是委屈 不知道 自己做错了什么 以后少给我提这女人 曹青怒喝道 这时 殿外的传令兵走进来 报 司马医大人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 曹青皱皱眉头 还是强忍着怒气道 让他进来吧 话音刚落 从殿外走进来一个老者 颧骨很高 走动之间左顾右盼 如同一只贪食的恶狼 将军 天大的喜事 帝国皇帝亲自下令 决定任命您 为帝国大卫王 加九息 从今以后 您就是真正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如今旨意已经下发 马上就要来到咱青州城 使者的意思是 让您出去迎接 听到这话 曹青的面色 才稍微缓和起来 他道 确实是一件好事 不过也无需太在意 如今帝国已经四面烽火 就算给我加个大卫王的称号 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好处 道是徐州的宋白 着实可恨 我与他有杀父夺妻之仇 现在 真是恨不得 亲手将他杀死 可惜 如今 我与孔佛祖打了数月 实在是分不出兵力 去杀那宋白了 司马军师 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 曹青画风一转 给司马懿出了一个难题 这时 司马懿也注意到 旁边的曹皮满脸是血 一脸委屈 心里暗暗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当即 他眼神一闪 说道 主公 我有上中下三个计策 不知道您 反贼 如果咱们能提供一些援助 让其对徐州进行大肆破坏 必定会让宋白焦头烂额 势力衰弱许多 到时候 等主公彻底占领孔佛祖的领地 集合青州 济州 豫州 眼州等四州之力 灭那小小的宋白 岂不是轻而易举 好 那就 曹青眼前一亮 正要说话 忽然想起什么事情 顿时又有些谨慎 这 我刚授封卫王 又与白连教 是多年的死敌 此刻与他们合作 但司马懿却趁热打铁道 主公 常言道 既不可施施不再来 这可是个难得的驱虎吞狼之计 如果放任宋白不管 任由其发展 此子必定如乾隆入水般 实力大增 到那时候 想动此人可就难了 此计策实行与否 请主公三思 司马懿将诸多条件一一摆出 沉声道 说到这 曹青猛然一拍桌子 好 这宋白如此可恶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曹丕 此事 就由你全权负责 司马懿 你从旁协助 事情办成之后 我重重有赏 司马懿沉稳道 沉 听命 旁边的曹丕 也不顾脸上的伤势 脸滚带爬 向父亲表示感谢 都下去吧 曹青有些疲惫的挥挥手 两人走后 不到片刻之间 从屏风后面 走出一个小孩 这小孩穿一身锦袍 大眼睛炯炯有神 看上去很有灵气 曹青也不以为意 仿佛知道他早就在里面 父亲 这司马懿出的计策 虽然有些道理 但此人阴势狼固 看其面相绝 对是谋反之相 不可不防啊 曹青叹了一口气 这是他儿子曹冲 一向非常聪明 可惜身体有些虚弱 我又何尝不知 只不过 现在众多文臣武将 没有一个鼎用的 只能暂且用用此人 总不能 让你这个 还不到七岁的小孩子 当我的军师吧 曹青苦笑一声 摸摸曹冲的脑袋 这孩子很聪明 自己早就有将他培养成 继承人的想法 可惜 年纪还是太小了 父亲 我听说 那绝代谋士李明道 已经投入了 宋白麾下 曹冲小脸上 满是凝重 仔细看去 似乎还略有些兴奋 也不知道 他是何等人物 真想有机会 与之较量一番啊 徐州都城府邸 无数文力来来回回 不时有传令兵来报 这些文力 通过一封封战报 将情况一一总结 然后会总成薄薄的一个书页 递送到刘契德手中 他接过这封文书 匆忙看了一眼 然后走过几重墙 推开一扇门 房间里的气氛 略有些凝重 就连一向活跃的黄瓣 此刻都没有说话 老刘来了 宋白点点头 进来吧 主公 这是将军的战况文书 刘契德说完 将手中的文书 递给宋白 宋白略微看了一眼 了解大概情况之后 又递给了旁边的军师李明道 这白连教势力 很强大 短短时间内 大半的徐州 都快沦陷了 我真是没想到 宋白摇摇头 手中火焰若隐若现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将徐州城内的白连教余孽 全部镇压 绝不是问题 可事情不是这么干的 白连教能在短短时间内 死灰复燃 在半个郡城 都掀起了如此风浪 可见其一定有些手段 甚至不客气地说 相当一部分的百姓 可能都在为白连教 提供庇护 事情很棘手 宋白根本不能出动 他麾下 能够独当一面的将军 并不多 虽然他们个个都潜力很大 可还需要时间成长 一旦宋白贸然动手 其他势力 可能就会蠢蠢欲动 四季咬下一块肉来 不说别的 就那个 与他有着杀父夺妻之仇的曹青 会眼睁睁放着这个入侵的机会 任由他稳固势力 根本不可能 甚至 就连这白连教的暴动 说不好气背后 也有曹青势力的影子 因此 宋白也是有些愁愁不定 军师 你有什么建议吗 想了想 宋白还是向李明道问道 作为一个主公 最大的优点 就是要知人善认 善于吸取手下的意见 李明道此刻也皱着眉头 轻摇着浮沉 他心中有几个计策 但都有些不太妥当 碰 一个文书急匆匆走来 他激动道 主公 军师 好消息 说完他连忙 将手中书信递给了宋白 宋白接过来 看了许久 眼中闪过一抹亮色 随即 他又递给了李明道 众多将领也有些好奇 都想知道 那书信中写的是什么东西 让大家都看一看 宋白道 说完他微笑着 看向李明道 想必军师心中 早已有想法了吧 哼 李明道 也是放松下来笑道 主公 我有上中下三个计策 就是不知主公您 想要选择哪个 哦 有三个计策 军师请说 宋白经其道 他没想到 在短短时间内 李明道已经有这么多想法了 这下策 就是咱们不顾徐州的恶劣局势 及其所有兵力 孤注一掷 与曹青拼死一战 李明道笃定道 死 此话一出 周围的将领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不是他们没见识 事实上 是因为这个计策 着实有些冒险了 放弃自己已有的地盘 去攻击势力 远强于自己的曹青 这绝对是孤注一掷 一个不小心 估计就会全盘崩溃 如果失败 这一年多的战斗成果 恐怕请客间都进城灰飞 赌徒 还赌不赢 刘契德评价道 但实际上 这就是宋白刚才心中的想法 只不过 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这一年来 战胜了无数强敌 甚至数次都差点丢掉了性命 哪一步不是在赌 但如今 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自己的数万将士 左右文臣武将 都需要他来负责 他不可能抛下他们不管 用自己一个冒险的想法 让他们跟着赌命 自己 要对自己的势力负责 权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坐在这个地位上 宋白的选择 要考虑到很多因素 而此刻 李明道也是继续缓缓的 这中策 就是收缩地盘 放弃将军 静安郡 长兴郡等三个军城 而后派出士兵 从县城和村庄缓缓途支 逐步收服城池 他话音刚落 众多将军低头深思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但缺点也很明显 四周势力环四 不说别人 就单单说 魏王曹青 就不会对他的举动 无动于衷 只怕时间拖延一长 大半个徐州 都会被其侵占 很难收服回来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至少是保住了半个徐州 用切割地盘的方法来 稳固自身势力 也不视为一个明智之举 宋白却摇摇头 将到手的利益 就这样拱手让给他人 不是自己的性格 再说了 现在他有了更好的选择 根本不必在瞻前顾后 想到这儿 他望向李明道 等待着他的下一句话 而此刻 感受到头来的肯定目光 李明道也是微微一笑 一扫浮沉 接着说了起来 诸位 我还有一上策 请诸位静听 此言一出 周围讨论的声音 立刻安静下来 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他 等待着他输出的话语 下策 中策已是如此惊人 就是不知道这上策 到底是什么呢 诸位 李明道的眼神 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曹青的势力虽然强大 但绝对不是不可战胜的 据我所知 冀州的孔佛祖 乃是圣人之后 其自身实力 乃至麾下势力 传承抵运 进阶不可小视 此人如今 正与曹青敌对 多次战斗仍旧相持不下 而就在刚才 孔佛祖写给主公的书信 已然到了 他试图与我方和平共处 甚至是结盟 共同对抗曹青 为此 说到这里 李明道眼睛忽然放出金光 缓缓看向众人 孔佛祖愿意 将两个郡城拱手献上 同时作为交换条件 咱们也要放弃 徐州三郡的所有权 尽数赠予孔佛祖 需要注意的是 他给予的两个郡城 位于冀州边缘 郡内民风飘悍 很容易招募到士兵 但其产出不多 这两郡和曹青的势力相邻 一旦咱们接受了这份礼物 那将牢牢牵制住曹青 到那时候 双方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了 绝无和好的可能 是否与孔佛祖合作 解由主公谋断 李明道长舒一口气 将种种可能禁数说出 而听完了他的话 众多文臣武将纷纷低头深思 而后将目光聚集在宋白的身上 显然在等宋白的一个回答 事实上 这三个计策都有利有弊 很难说是哪个更好 但坐在首座的宋白 没有丝毫犹豫 他缓缓站起来 目光中似乎有火焰闪烁 诸位 我杀了曹青之父 又夺走他的妻子 只怕我二人之间 再无缓和的可能 因此 必有一战 我的心中 是比较倾向 集中所有兵力 与曹青决一死战的 但我不能耐 将士们的身家性命 作为赌注去冒险 因此 我选择上策 与孔佛祖合作 共同努力抗击曹青 诸君 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准备决战吧 宋白语气坚定 字字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 一时之间 他们的心中 也是波涛汹涌 连带着 口中的话语 逐渐变得热烈 一战 与曹青小儿决死 这时 李明道笑音音站起来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军师 您还有什么话要讲 宋白连忙问道 嗯 主公 这孔佛祖 还有一个条件 李明道继续道 什么 宋白的表情 逐渐变得阴沉 没想到这孔佛祖 还有别的条件 简直是贪得无厌 军师 您说吧 他的条件 是什么 宋白缓缓道 心中早已暗下了决心 如果此人条件 提得太过分 那还不如跟他两个 都战斗一场 他们的条件就是 眼见着众人的脸色 都有些凝重 李明道雀面带微笑道 孔佛祖有一女 名叫孔盈 有才有德 想要许佩吉主公 孔佛祖说了 他家小女 一向仰慕咱家主公 因此不计较名分 做个小妾 也是可以的 这句话 连宋白本人都没想到 不过宋上门的美食 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就是说的话 着实奇怪 什么有才有德 半点媒体相貌的事情 难道 宋白试探着问 军师 就是不知道那女子 长什么样子 代字归中 尚未婚配 从未见过她的相貌 李明道笃定道 那她的父亲 孔佛祖吗 宋白心中 隐隐有种不妙的感觉 鼻孔朝天 颧骨外翻 小眯眯眼 斜把子脸 破 听到这话 宋白再也忍不住了 当即就要昏倒 此事以后再讨论吧 宋白苦笑一声 他站了起来 雄壮的身躯 倒映出一片阴影 张辽 李明道 黄瓣等人 也跟着站了起来 诸位 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宋白看向周围的 一众文臣武将 缓缓抱 希望各位早做准备 在战争中 磨砺自己 来展露你们的风采 散会 宋白说完话 推门走了 一刻钟后 他来到府邸的一个偏僻处 守门的士兵 看到他来了 连忙恭敬抱拳 就要跪下 不必 宋白拉起了他 问道 花响容现在怎么样 这 士兵犹豫到 禀告主公 目前为止 还没发现 他有任何异动 他勘押的这间房子里 住的是 六阶强者花响容 如今 经过李明道的施法 已经将他暂时封印了实力 即使如此 凭借他强大的气血之力 从这里逃离出来 还是轻而易举的 张辽建议 将花响容打成重伤来堪压 或者干脆杀了 宋白全都没有 听这些意见 只是让他居住在这里 也没有施下别的手段 但令人惊奇的是 这个女子 根本没有逃走的意思 反而每天 在这里吃过饭后 悠哉悠哉 生活得相当快活 没有再多想 宋白推开门 直接进去了 啊 一声女子的尖叫 宋白只看到一点烟红 旋即退后几步 用木门抵住飞来的物体 在门外尴尬咳嗽一声 说 你继续 你继续 屋门之鸭一声打开了 宋白走进去 屋内的花 享荣已经穿戴整齐 一脸忧怨地看着她 不好意思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宋白一脸正惊 好看吗 我让你看了吗 花响容不依不饶 我都说了 什么都没看到 你得相信我 宋白信誓旦旦 花响容问道 白吗 还挺白的 宋白不知不觉说道 然后意识到了什么事的 忽然停下来 花响容笑了一下 随手倒了一杯茶给她 问道 说吧 你找我来什么事 哈哈 姐姐快人快语 我就直接说吧 我现在势力薄弱 只依靠我一个人 撑不起场面 所以 想要你归于我军麾下 为我军效力 当然 无论是修炼资源 还是兵权 只要你需要 我都会尽量满足 宋白一口气说完话 拿起手中茶杯 一饮而尽 花响容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问道 我给你的茶水 你就敢喝 不怕我下毒 宋白笑道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既然敢来劝你归顺我 怎么会怕这一杯茶水 就算 他真是杯毒水 也只能说自己识认不明 太过愚蠢 死了也认了 他沉生说道 事实上 宋白具有不死之躯特性 再加上抗毒能力 非常强大的龙之血脉 不然除非是喝完当 即暴毙的剧毒 否则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花响容点点头 眼角流露出笑意 显然对宋白比较认可 果然 下一刻他道 之前我还没拿定主意 不过你这句话一说 我花响容 要是再不给你面子 那可太不是人了 不过 事前说好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不能让我对付曹清势力 我虽然已经投降 但让我去对抗以前的主攻 是绝对不可能的 宋白放松下来 只要是不太过分的条件 他都能接受 相比于一个六阶高手的战力 这个条件 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没问题 我答应你 但如果遇到曹清势力 侵入我方 你必须帮忙 不能推辞 一言为定 两人的手掌紧紧系在一起 正当两人达成一致的时候 宋白却忽然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 花响容美目中有些疑惑 宋白没说话 只是眼中仍然带着一些狐疑 他在刚才那一瞬间 居然隐隐感觉到 有一股带着恶意的目光在窥似 如同阴影中的恶狼 目光在四周游走 但不管怎样 仍然没有发现目标 可能是我想多了 宋白疑惑道 宋白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哦 没有 宋白苦笑一声 只是我当才 就在这时 一声爆响传来 碰 有个不知名物体 速度极快 眨眼间爆事来 电光火时间 宋白猛然扑下 不顾花响容的下意识挣扎 一把将他扑倒 别动 宋白低喝一声 他右手捂着腹部 感到温热的鲜血 像不要前世的 流个不停 凶手在正前方 该死 亏他还在观察四周位置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竟然就在他的正前方 花响容也感到了什么异样 惊道 你受伤了 下意识的 他就要站起来 找东西给宋白包扎 这时 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爆响声 再次响起 宋白拉住他 不要命了 还说呢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包扎 花响容反驳道 没事 我身体素质高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宋白说道 他拥有不死之躯 再加上 龙之血脉的 强大恢复力 恢复伤势 只是片刻中的事情 不过 宋白倒吸 一口凉气 是真疼啊 他咬着牙 面色猙獰 慢慢从小腹中 将那枚暗器捏出来 由于身体在不停恢复 血肉也在不断长出 他只能撕裂 新生的血肉 将其扣出 不然 随着伤口逐渐愈合 这枚暗器 估计会永远留在肚子里 这绝不是 他想看到的 带着血的右手夹起 这个暗器 宋白眯着眼睛看 黄澄澄的 一端带着尖头 看上去莫名 有些熟悉 这不是前世才有的 子弹吗 宋白彻底呆住了 他没想到 在这个以古代为背景的世界 居然还存在这种东西 再说了 以他现在的防御力来说 就算是普通子弹的弹头 也根本无法刺穿 他的皮肤 但此刻 肚子上的影痛 却在告诉自己 这东西 绝不简单 到底是谁要杀自己呢 宋白首先想到的 就是曹青的势力 这没暗器你见过吗 宋白问道 花想荣摇摇头 从来没见过 我要是有这种东西 当初就不会不用 任由你将我俘虏了 宋白一想也对 他点点头 接着道 好 那你现在 听我指挥 咱们先确定 一下刺客的位置 彻底将他们干掉如何 脚步声慢慢传来 似乎想悄悄摸过来袭击 却逃不脱二人的耳朵 花想荣点点头 你是主公 我听你的 等下我站起来 他们一定会 首先向我发动攻击 到时候 你趁机确定位置 然后告诉我 花想荣点点头 一 二 三 宋白猛然站起 瞬时间 暴响声不断 砰砰砰砰 他迅速翻滚 躲到旁边的木门处 但这攻击猛烈 木门根本抵挡不住 宋白只好连连躲避 此刻身上 已是血流如注 花想荣 东北方向一人 西北方向一人 花想荣连忙道 好 宋白脸色阴冷 憋屈这么久 报仇的时候 终于到了 下一刻 好 一声怒吼 从木屋中 冲出一个身躯庞大 龙爪锋利的火龙 他口中 龙吸喷 惊恐的眼神中 龙爪猛然收紧 将其抓成一片肉泥 呼呼 宋白恢复人类形态 脸色煞白 倒在地上 大口喘气 你怎么样 花想荣连忙走出来 赶紧扶住他 呼 死不了 你暂时不用管我 宋白指了指 地上残落的两个武器刀 把他们 交给军师李明道 问问他这是什么东西 此时 青州魏王府内 曹冲缓缓睁开眼睛 稚嫩的脸上 没有结果 曹青问道 他摇摇头 缓缓道 两个刺客 全都死了 被宋白一场拍死的 一那两把 在遗迹中找到的独特武器 恐怕也是被发现了 那宋白呢 他伤势怎么样 曹青关心道 安然无恙 什么 这一下曹青怒了 这两把武器 可是他好不容易 从遗迹中带出来的 就这样被两个废物浪费了 难道那两个废物 一个人也没打中 曹青怒气冲冲道 曹冲摇摇头 事实上 那两人打中了数次 宋白的全身都溅满鲜血 很明显 受伤不清 但他在极为恐怖的伤势下 仍然能奋起反击 连杀了两名刺客 且在这个过程中 动作相当流畅 很明显 此人拥有快速恢复的能力 并且其效果很强 以至于短短时间内 就能够恢复战力 死 听完儿子的分析 曹青道吸一口凉气 如此看来 只怕宋白这小子 威胁不小啊 还有 曹冲仍然自顾自地说道 瞬瞬之间变身巨龙 我在历代典记中 也从没见过这种能力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同时 他化身巨龙后 喷吐出一股 极为炽热的火焰 居然能够燃烧沙石 又似乎和地狱炎炎 极为相似 曹冲不停地捏着头发 皱眉道 真奇怪 这是恶魔所独有的火焰 怎么能出现在他的身上 一个人能够同时兼容 这么多能力 他的体质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听到他的分析后 曹青的脸色更加阴沉 他越来越觉得 宋白绝对是个大患 不将他及时铲除 恐怕自己就没有机会了 想到这儿 他正要派人下命令 这时 一个传令兵冲进来 爆 一封文书呈上 曹青接过来 皱着眉头扫了一眼 紧接着 他瞳孔放大 喉咙中发出愤怒的吼声 孔佛祖这死 居然如此可恶 宋白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早晚得死 曹青怒骂道 对于脾气暴躁的父亲 曹冲早已见怪不怪了 他一把夺过书信 仔细看了起来 我而有何妙计 曹青连忙道 他根本没想到 宋白居然甘愿 让出这么大的利益 只为了要和他对抗 为此 不惜放弃附数的徐州三郡 在曹青看来 这一做法相当愚蠢 但此刻 本该弱势的两股势力结盟 却让此刻的局势 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本该全场碾压的曹青 此刻 却被其两面加工 成了弱势的一方 因此 他显得有些焦急 连忙询问曹冲的意见 这就是李明道 那个顶级谋士的想法吗 曹冲难难道 他很快整理了思路 对着地图比比划滑 旋即缓缓道 徐州三郡 如今 在白连教反贼的手里 如何能成为宋白的筹码 曹青愣了一下 然后想了想到 白连教虽然声势浩大 但其实势力最弱 如果不是我多方阻碍 恐怕他二人 都能轻易铲除这股势力 白连教有六阶高手吗 曹冲又问了一个问题 有一人 管害 五阶高手几名 七名 曹青虽然不知道 儿子为什么这么问 到底还是告诉了他 在他眼里 曹冲虽然只有七岁 但其智力谋略 已经堪称顶级谋士了 也因此 他相当重视曹冲的意见 够用了 曹冲点点头 咱们的手上 是不是俘获了 两名白连教六阶高手 曹青想了想 是有这么两人 脾气很倔 一直不肯投降 送还给他们一人 曹冲道 就送到徐州的白连教领地 告诉他们孔佛祖 即将入侵 只要他们守住地盘 就将另一个 白连教六阶高手 也送回去 送回去 曹青脸色怪异 为了俘获这两名六阶高手 他不知牺牲了多少兵力 才换来的 如今曹冲却说 让他放回去 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再说了 就算是 不给他们任何援助 这些白连教反贼 恐怕也会严阵以待 死守到底吧 然而 面对父亲的询问 曹冲的脸色 没有丝毫变化 他难难道 是的 送回去 让他们全力抵挡 孔佛祖的进攻 尽量吸引过多的兵力 那样的话 咱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直接攻打 孔佛祖的地盘 我有八成把握 一举将其彻底见面 第二条路呢 曹青忍不住问道 第二条路 就是直接杀向宋白 让我借助 咱们麾下的兵力优势 直接将其碾压致死 这样做 有几成把握 曹青还是希望 先打宋白 他与此人 有杀父夺妻之仇 抛开四人恩怨 宋白也是一股 相当强大 且发展极为迅速的势力 如果不加以钳制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不足五成 曹冲无奈道 五成 还不足 曹青惊呆了 他没想到 就算是以几乎碾压的优势 面对宋白 儿子还是没什么把握 所以 是杀孔佛祖 还是击垮宋白 全在父亲的一念间 曹冲缓缓道 即使他是曹青的儿子 但说到底 他还没继承家业 也只是一个军师的身份 究竟是怎样选择 全看曹青自己 但他内心的想法 还是希望 与宋白势力一战 顺便 也能与传奇军师李明道交锋 想到这儿 一向心静如水的他 此刻也不由的 有些激动 而曹青匆忙走了两三圈 终于像下定主意一般 问道 如果孔佛祖 不顾自身势力伤亡 迅速歼灭白连教势力 和宋白联合 左右加攻我方 那时候 应该怎么办 他问道 他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问了一个问题 哼 曹冲不屑地笑笑 父亲 你觉得 孔佛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 曹青愣住了 孔佛祖的为人 和这场战争 有什么关系吗 还默等他想清楚 曹冲就继续道 孔佛祖 一向优柔寡断 又极为贪婪 像个恶狼一般 搂住自己的利益 丝毫不敢放手 当初他赐给麾下将领兵符 让他们带兵打仗的时候 手中的兵符 都摸出包疆了 还是犹犹豫豫 不肯拿出来 就这样小气的人 你觉得他会为了 同龙的安危 让自身受到太多损失吗 曹冲击讽道 要他真不是这样的人 恐怕早就成一代霸主了 好 曹青连连赞同 他儿子真是聪明 对事情的分析 极为透彻 既然如此 那这些事情 由你全权负责 而我 也要与宋白那臭小子 搏上一搏 看看他到底是龙还是虫 说话之间 曹青的眼中抱射中 极为炽热的光芒 似乎蕴含了不少的野心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这时候 曹冲的话语 打断了他的面头 这个极端聪明的小孩子 此时却不停捏着头发 显得非常苦恼的样子 什么事 曹青疑惑道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曹冲欲言又止 快说 有什么事情 还需要瞒着你父亲吗 曹青此时 越发好奇了 他第一次看到 曹冲露出这副表情 心里像挠痒痒一样 好 那我就说了 根据之前的情报分析 在刺客刺杀宋白的时候 他正和花响荣 也就是我那个名义上的母亲 他二人在同一间屋子里 待了很长时间 同时 当时花响荣衣衫凌乱 地面上有很多水渍 初步判断 有五成 可能他们二人 已经有了初步的繁殖欲望 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进入到实践阶段了 别说了 曹青声音嘶哑 有气无力道 好 不过 我已经说完了 父亲 父亲你没事吧 哎你怎么晕倒了 行行啊 也不知道 我家的夫君 到底是什么长相 都说宋白相貌英武 身材雄伟 万人莫敌 又在二十岁的年纪 就成了徐州周末 这样的人 红色战车中 一个美貌的女子 掀开面纱 露出里面娇俏的瓜子脸 足以让任何男人 都为之神魂颠倒 这样的人 我就算是给他当个小妾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女子眼中一彩连连 一旁的女子摇摇头 不解道 孔英姐 就您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美貌 为何要给他伏地做小 咱大可做正妻 何必委委屈屈做小妾 名字叫孔英的女子 娇笑一声 你懂什么 早知她红颜众多 如果我见了她 不合我的心意 正好以小妾的身份 一走了之 也不会引人注意 那如果她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她又不同意 你做正妻呢 女子疑惑道 听到这话 孔英脸色变得严肃 那就让我爹 以势力威胁 抢逼着她娶我 说完她往自己的腰间一摸 一柄 为戴翘的利剑显现 孔英是军阀孔佛祖的女儿 虽说是圣人之后 可天性骄横野蛮 看上的就一定要抢到手 根本不顾他人感受 这时候 战车已经到达徐州都城 铁制齿轮嘎嘣坐响 经过之处 都显现出纵深的轮印 两边冰冷利刃划过 看上去十分可怕 这辆战车 是独属于孔家的战争机器 攻防能力都极其强大 但从没人想到 居然还有女子使用它 来见自己素未谋面的夫君 孔佛祖孔英之女道 宋白在哪里 快来迎接 战车周围 数十个带见侍女交贺 一个军官走出来 摇杆挺直 行得里严肃道 主公已经带兵前往铁峰城了 请夫人暂且在此地安歇 主公不日便回 铁峰城以前是孔佛祖的地盘 如今已经作为筹码 送给了宋白 这地方与两股势力交零 地势险要 位置十分重要 宋白为了保险起见 决定带领军队 亲自去接管这个地方 但此刻这些侍女 听到军官的解释后 脸色瞬间阴沉 大胆 他宋白 是何等身份 敢让我家小姐等他 煞时间 树道渐渐指着军官的喉咙 但他神色不变 依旧昂首挺胸 从从容容 这时候 战车中传来孔宁的声音 别动手 咱去铁峰城找他吧 距离铁峰城不到五十里处 一支军队 浩浩荡荡走过 身后沉烟散尽 这些士兵的脸上 满是汗水灰尘 显然已经行走了很长时间 但他们的速度 却没有因为体力的消耗 而有片刻的停留 显然 组成这支军队的士兵们 十分精锐 宋白手持方天化己 纵马走在最前面 身后跟着张辽和黄霸 他们已经走了两三天 即使这些A级兵种实力强大 但在这么长时间的行军中 也显得异常疲累 宋白抬头一看 此时阳光闪耀 烈日炎炎 更加剧了士兵们的体力消耗 还需要多久 宋白问道 张辽早已将地图熟记于心 随即回答道 还有五十公里 告诉战士们 先休息一下 宋白道 士兵们体力消耗太严重了 必须要休息一下 才能有精力迎接战斗 正当张辽得到命令 准备下达的时候 宋白忽然看向远方 眼睛眯起来 等等 正北方的天空 忽然出现两个黑点 慢慢的 黑点越来越大 仔细看去 却是两个飞剑纵横的男子 如同仙人一般 看上去十分潇洒 这二人是S级特殊兵种 剑修 自从宋白 从异世界空间走出之后 就迫切地想要训练出 这只兵种 却没想到 想要就职剑修 需要极为苛刻的天赋 大半个徐州 能够符合这样条件的 也只有区区七个人而已 虽然S级兵种剑修 确实强大 但他们极为稀少的数量 注定了不能当作战争主力 让宋白略有些失望 这两个剑修刚下来 便急匆匆道 主公 有接近五万的军队 正在往铁峰城的方向前进 看其旗帜兵种 可以判断 是逆贼曹青麾下的军队 曹青 宋白的脸色 瞬间阴沉 虽然说 铁峰城与曹青的势力相邻 可中间隔着重山峻岭 千沟万和 如此多的军队 从这里出发 可谓无比艰难 并且很难被别人发现 孔佛祖是干什么事的 五万人 就算是五万头猪 他也该发现了 宋白怒气冲冲道 他此刻有些后悔 早知道 就不与他结为联盟了 这老头子 太不靠谱了 但现在说 这些也没用了 宋白心思急转间 迅速思考出计则 张辽 你现在带领所有步兵 迅速赶往长兴城 长兴城 是孔佛祖 交换给宋白的 另外一处城池 同样是地势险要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因此 在宋白说出这话的时候 张辽顺势之间 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我怀疑他们兵分两路 很有可能 趁着这个机会 将两座城池 一举拿下 到时候 就来不及了 这两座城池 一个都不能丢 否则 敌军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咱们不能依靠 孔佛祖那老小子 他最不是东西 因此 你一定要守好长兴城 就算他已经被拿下了 你用人命田 也要给我攻进去 宋白沉生说道 短短一时间 他同样也兵分两路 如同针尖对麦芒 他要完完全全地 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让曹卿偷击不成十八米 张辽忧心道 主公 那您呢 所有龙血骑兵上马 随我一起 牵制对方军队的主力 宋白跨马上前 面容严肃 身后 五千龙血骑兵紧密相随 冲 轰隆隆的马蹄声 敲击着大地 如同雷霆轰鸣 势不可挡 大约半个时辰 五千龙血骑兵 终于到了铁峰城下 开门 宋白大喝道 铁峰城城墙上的守门将决 俯身看去 你是何人 徐州周牧宋白 我已与你家主公交换城池 想必你早已知道了 现在局势危急 曹卿军队 马上就要打过来 快开城门 宋白急声道 守门将军面带疑获 你如何证明 你的身份 请书在下无礼 但为防诈成 我必须先确认您的身份 宋白脸色有些阴沉 敌军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会过来 他可没时间 与这个人啰嗦太多 周牧大人 郭躁 我的方天化解 就是我的身份 宋白豹喝一声 手中方天化解 瞬间融入右臂 他整个人 跳到半空中 瞬间化作一条火龙 好 带着地狱火焰的龙溪喷吐 浑身上下火焰营绕 气血之力 在身上盘旋 看上去极为恐怖 守城的众多士兵 惊声叫嚷 纷纷寻找掩蔽物 试图找地方躲藏 只有那个守城将军 呆呆地站在原地 张大了嘴巴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下一刻 火龙又瞬息化成人形 宋白化为利爪的右臂 抓起此人 淡淡道 现在你相信 我是宋白了 信了 我信了 守门将军剃泪横流 吓得都要尿裤子了 快开城门 宋白随手将他放下 此人毕竟是静止守则 表现还算不错 但目前局势紧急 宋白可没心思 和他多啰嗦 抬眼向四周看去 周围守城的士兵 只有几百人 大多都是老弱病残 以这些人的体质 别说守城了 连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不一定能照顾好 该死的孔佛祖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宋白按骂一声 旋即 耳边传来 轰隆隆的响声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似的 心中一惊 连忙向前方看去 密密麻麻的黑甲士兵 缓步走来 如同黑压压的乌云 一眼望不到穷尽 这支军队的最中间 拱卫着一头 无比巨大的猛兽 猛兽的背脊步 还架着一个 冠冕堂皇的坐脚 曹青的军队 来了 敌人 有敌人 守门将军 看到如此多的敌军 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而后 他正要组织军队 准备抵挡进攻 但回头一看 原本仅有的几百士兵 也在此刻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宋白没有理会他的慌张 只是抬眼望去 坐轿中连目遮挡 也有些看不清楚 那就是曹青吗 宋白心中暗想 下一刻 他两步踏上城头 随后不顾身下的恐怖高度 竟是直接跳了下去 不要命了 有人惊呼 但在半空之中 宋白却猛然变换身形 龙之血脉 瞬间回归到他的身上 龙翼展开 四周火焰缭绕出一个优美的弧度 风声呼呼吹过 宋白的脚步丝毫不停 龙血骑兵 随我冲锁 空气中传来宋白的命令 城门洞开 轰隆隆马蹄声震动 五千龙血骑兵从中鱼贯而出 随即组成小股部队 向着敌军阵行冲锋 他们的目标 就是以极少数的数量 骚扰敌军阵行 让敌军陷入混乱 然后后方的主力骑兵 就会如同一把 极为锋利的锋刃一般 狠狠冲入敌军中间 来回纵横 将敌人切割 消灭 也因此 作为骚扰的小股仙头部队 很容易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很容易牺牲 但这些龙血骑兵 脸上毫无畏惧之色 有的 只是握紧手中的长枪 微微放直 好让他在冲锋的时候 能狠狠灌入敌军的脑袋中 不至于跑偏 冲锋 这时 最先冲上前的 反而是宋白 他狂吼一声 转眼及时之间 便距离敌军 仅有一千米左右的距离 放箭 猛兽脊背上的坐轿中 传来了淡淡的清脆声音 顿时 黑甲士兵如同潮水般 向两边退去 而在正中间 约有上千数量的 巨大甲虫 从中余贯而出 他们的头部 带着冰冷锋利的尖刺 足足占据了 他们自身三分之二的体积 准备 听到这句命令 甲虫瞬间 停住前进的脚步 可谓另行禁止 放 呼呼呼呼呼 一千多个尖刺 每个都足有一米多长 穿过空气 发出呼啸声冲来 即使是强如宋白 这样的高手 面对这样密集的阵势 也不禁感到脑袋发麻 如果不是自己冲锋在前 而是让自己的龙血 骑兵首当其冲 那么其损伤 将是自己无法承受的 想到这儿 宋白就感到一阵心境 这曹青势力的底蕴 果然不可小觑 此时 在他细想的时间里 尖刺已经穿过空气 来到他的面前 碰 在他旁边 一根尖刺 没有命中目标 直接灌入沙土中 瞬间消失了踪迹 而他也在缓和了一刻之后 竟然渐渐膨胀 瞬间爆炸 哄 原地形成了一个 极大的洞口 死 宋白到西 一口冷气 这哪是在放箭啊 这明明是在放火箭炮 看着冲入天空 马上就要到达的尖刺 一时间 宋白的脑袋都有些猛 这样强大的覆盖式攻击 怎么能抵挡得住 而这时 一声滋滋的声音 忽然在他肩膀头上响起 宋白转头一看 是小黑 这个原本无比庞大 无比恐怖的怪物 此刻 却变得如同一只可爱的小老鼠般 发出滋滋的叫声 而此时 他拉住宋白的胳膊 触手形成的小爪子 指着天空中的尖刺 全身神魂波动 表现出一丝 极为渴望的感觉 你是说 你想吃那些东西 宋白吃一道 嘶嘶 又是极为兴奋的声音传来 小黑在用自己的神魂之力 向宋白传出他的意思 要吃 但他被宋白毒打过 此时对他有些畏惧 此刻看来 似乎要征求宋白的意见一般 好吧 宋白苦笑一声 放下了小黑 那你就去吧 他真担心一个不注意 小黑就被这尖刺给整死了 事实上 就连宋白面对这些尖刺 也只能硬扛着 受到的伤势 估计不会太轻 随后也只能 凭借着不死之躯 带来的恢复能力 快速恢复自身实力 此刻 得到主人的音语 小黑垫着小短腿 一摇一摆的 迎向了那漫天飞来的尖刺 看上去十分滑稽 好 就当尖刺飞来之时 一声售吼声忽然传来 原地呆萌的小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庞大 黑暗 而又邪恶的怪物 他数个触手进阶举起来 将这些尖刺聚拢在一起 尖锐锋利的牙齿 全部显露 啊我 小黑将这些尖刺 一口吞下 随即 从他体内 传出一声声闷响 仿佛在他体内 产生了爆炸 但小黑的触手摸摸肚子 没有丝毫痛苦的表现 甚至 从他传来的神魂波动中 宋白还隐隐感受到 他欢快的情绪 这一反常的局势 让对面原本严密的 黑甲兵阵容 都显示出微微的骚动 这是什么怪物啊 着实恐怖 就他那张嘴 我估计能一口吞下 数百个士兵 不会是宋白的宠物吧 怎么可能 我看他还没吃饱 恐怕下一个 目标就是宋白 士兵们议论纷纷 不免引起了 阵容的混乱 此时 从巨兽脊背上 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 别说了 就此打座 听到这话 士兵们纷纷晋升 不再多言 里面坐着的 是曹青的小儿子曹冲 听说他出生之时 树道莲花营绕 神魂之力 也因此增长迅速 如今已足以堪比 六阶巅峰强者的程度 但与此同时 他的肉身 却愈发虚弱 根本不能支持 长时间的行军 也因此 被曹青安排到 这头巨兽的脊背之上 他性格宽厚 在看到士兵 振兴混乱的时候 也只是轻轻提醒了一句 这倒是不像 其性情残暴的父亲 曹青 而此刻 在发出了数道尖刺之后 那些甲虫开始逐渐萎缩 最终化成了一道硬铐 倒在原地 原来是一次性用品啊 宋白看到这一幕 心中大定 看来这些有着 强大威力的攻击 也是受到很多限制 不能随意释放的 既然这样 他看着身躯庞大的小黑 心中逐渐冒出了一个想法 此刻 小黑觉得背后一凉 回头看去 主人正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 小黑 快 缩小身形 听到宋白的命令 小黑下意识地收缩体型 他身体迅速萎缩 如同缩水了一般 原本如同小山般的庞大体型 瞬间缩小到了 毛球大小 下一刻 他忽然被一只大手提起 宋白看了他一眼 旋即如同抛铁球般 投掷了出去 精灵球 攻击 宋白身具巨龙之力 这一投掷之力 何等巨大 因此 即使距离足有千米远 小黑还是被扔到了黑甲军之中 黑甲兵们 下意识躲避 看到小黑之后 手中长枪 随即挥去 擦 想象中的撞击声 并没有出现 只有小黑瞪大眼睛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 而这些士兵 也仿佛感到 没有丝毫危险 在看到这个小黑球之后 开始巧声议论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觉得有点像 刚才那个怪物 是啊 那个怪物忽然消失了 现在都没看到踪影 这小黑球 不是他的后代吧 放屁 好比你一个人类之躯 能生出一个 蚂蚁大小的儿子吗 话操理不操 说的倒也有些道理 士兵们纷纷议论 很快吸引了曹冲的注意 把他带过来 听到这句话 几个士兵试探着走来 想要抓住小黑 变大体型 攻击 宋白见士兵们 都聚拢在了一起 按道时机已到 连忙命令小黑攻击 与此同时 他直接冲了上来 神区迅速变化 成了一头威风凛凛的火龙 咆哮着冲了上来 不好 宋白冲来了 组织防御 建立盾墙 保护小公子 对于性情温和的曹冲 士兵们还是很有感情的 因此 莫等重军官指挥 这些士兵就迅速组织起阵型 紧紧抓住盾牌 准备迎敌 而此刻 他们浑然不觉 身后的小黑已经猛然爆发 好 小黑的身躯 在急速之间放大 满是獠牙的巨口吞下 眼前面色惊恐的士兵 而后毫不停留 向着周围 肆意吞噬 随着惨叫声传出 短短时间之内 至少有上千数量的士兵 落入了他的口中 而此刻 宋白也猛然冲了过来 破 随着一声爆喝 方天化己 猛然落下 在眼前这些 满是凝重的士兵眼前 直接破入他们的盾牌中 带出一抹血化 碰 碰 碰 顿时 数个黑甲兵 被挑飞在地上 摔倒数十米 生死不知 小子胆敢伤害我军将士 一个满脸求然的壮汉 怒吼一声 举起手中锯锤 猛然砸下 碰 宋白只赶到一股 佩然之力传来 他方天化己一挑 将其挑开 眼中露出一抹赞赏之色 好大的力气 来者感通一声姓名吗 杀你者 许楚事业 许楚赤裸着胳膊 浑身铁打的肌肉隆起 没有丝毫畏惧 宋白哈哈大笑 此人虽然勇猛 但和他比起来 实力还差了一大截 同时 也举起手中方天化己 猛然冲了上去 兵器交集间 发出一声 电光火石的震响 点点火花冒出 与此同时 正当小黑 肆意吞噬士兵的时候 却猛然听到了一声闷吼 他抬起头迷茫地看了一眼 一个体型 不属于他的猛兽 眼中带着凶利的神色 这头猛兽的脊背上 还坐落着一个轿子 看上去有些奇怪 但作为虚空生物的小黑 根本没有想太多 直接就扑了上去 对他来说 除了他的主人送白以外 所有的生物 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他吞噬 好 小黑的巨嘴猛然张开 爆发出一股极为剧烈的犀利 要将眼前这个猛兽 整个吸进嘴里 随着犀利的不断增强 不时有士兵 发出一阵惊恐的喊叫 旋即落入他的口中 就连那极为庞大的猛兽 一时之间也有些稳不住脚步 不安地踢塌着地面 碰 然而 就在小黑大显威力的时候 一道由神魂之力组成的莲花 忽然从轿子中急速冲来 而后狠狠地扑向小黑 嘖嘖 莲花烙在小黑的身上 仿佛紧紧烙印了一般 直接嵌入了他的体内 而后 阵阵黑烟冒起 小黑发出极为痛苦的吼叫 如小山般的身躯 向四周狂甩 一连撞飞了几百人 有用 猛兽上的坐轿中 传来了曹冲惊喜的声音 宋白早 就紧紧关注这边的局势 一时暗道一声不好 连忙甩开此刻 正在与他战斗的壮汉许楚 冲向小黑 同时 神魂之力显现 试图与小黑沟通 让他迅速缩回体型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许楚手持锯锤 半带嘲笑地拦住眼前的宋白 现在还想走 不觉得太晚了吗 想从我手底下逃走 可没那么容易 我许楚今天 一定要将你留在这里 然而下一刻 他就感到一股 滚蛋 你也陪拦我 宋白一脚将他踢开 小黑 快来 宋白一几回出 气血翻腾 尽力奔涌 无数士兵倒地吐血 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与此同时 龙穴骑兵也已经冲锋而来 他们将长枪平放在胸前 随着马匹的冲力 将手中的枪间瞄准敌人 碰 随着一声声碰撞 无数的骑兵冲入敌阵 无比迅猛的冲击力 直接挑飞了一千多个黑甲兵 但骑兵们还没停下来 马匹受惊之下 依旧朝前冲去 不知道撞死了多少黑甲兵 最前面一波的骑兵 直接陷入了敌阵中 而后竖枝长矛 直接插入他们的身体中 后面的骑兵们 还算比较幸运 他们死死地抓住枪柄 在前面队友的付出下 将黑甲兵的整个阵型 彻底冲散 而后 如同一把红火色的利刃般 直插入这片黑云之中 将他们打击 歼灭 龙穴骑兵的支援 给了宋白极为强大的助力 他轻缓一口气 转眼之间便要冲到小黑附近 此刻的小黑 全身都被神魂之力 凝聚成了黑莲灼伤 几乎奄奄一息 从地上攀爬起来都很难 起来 小黑 宋白神色焦急 杀退一众黑甲兵 小黑身上阵阵黑气冒出 拼命挣扎 试图起来 砰 但下一刻 一朵黑色莲花又从虚空中浮现 砰的一声将它镇压 这时 提着一柄重锤的壮汉 徐楚又冲了过来 小子 休要伤害我家公子 他怒喝道 滚开 看着小黑的惨状 宋白眼睛通红 他瞬间冲上去 满是龙龄的右臂 捏住徐楚的脖子 猛然勒紧 这时 又一朵黑色莲花 隐隐浮现 似乎要阻止他的行动 滚开 宋白冷笑一声 居然直接抓住这莲花 砰的一声捏爆 顿时 阵阵黑气散尽 空气中 弥漫着阵阵神魂之力的气息 放了小黑 否则 这傻子也要死 宋白看向那个庞大怪物 背脊上的叫念 放屁 你说谁是傻子 徐楚大声抗议道 紧接着 他脸色一变 只觉得喉咙被捏紧 吸入的空气越来越少 脸色也变得轻子 碰 碰 碰 徐楚下意识地用力击打 指甲死死抓住 满带龙龄的龙肘 试图让他放开手 但宋白根本不加理会 只是冷冷地 看着那个教年 既然你不在乎 那就让这傻子死吧 说完 他的手猛然收紧 徐楚已经感到 不能呼吸了 一直翻白眼 双腿无力地 在半空中扑腾 何必呢 教年里传来一声叹息 宋白猛然抬头 他没有想到 听着稚嫩的声音 里面坐着的 竟然是一个小孩子 那曹青呢 他去哪了 你是带着所有的骑兵 来我这儿吧 试图抵挡我这个 所谓的主力 从而守住铁峰城 但很可惜 你错了 真正的主力在长兴城 我父亲率领真正的主力 准备突袭那里 如果你还不赶紧过去的话 只怕那支部队会全军覆灭 所以 把虚属放了 这个黑色怪物 我也很有兴趣 让我研究研究 我可以选择不拖延你 让你带领自己的龙血骑兵 去支援你的军队 说不好 还能救回来呢 说到最后一句话 曹冲声音中略带着些俏皮 如同一个恶作剧的孩子 让大人成功吃扁 你算计我 宋白冷冷到 兵者 鬼道也 宋周牧 应该早明白 这个道理才是啊 曹冲探出苍白脸庞 微笑点头示意 宋白脸色阴沉 这么说 你吃定我了 没想到 我自以为有几分聪明 却被一个小孩子 算计了 当真可笑 他摇摇头自嘲道 曹冲眼睛一亮 这么说 你同意了 他随即喃喃自语道 我早该想到的 你对这个黑色怪物 有着特殊的感情 而不单单是因为 他的强大战力 但很可惜 这是你的一个弱点 刚好被我抓到了 曹冲拍拍手笑道 大人的世界 还真是难以理解啊 碰 他刚说完这话 只听到一声爆响声 瞬时间 无数的血肉似箭 甚至连他苍白的脸蛋上 也沾染了点点血迹 而曹冲连擦都没有擦 只是呆愣地看着宋白 只见宋白 直接捏爆了许楚的脖子 而后方天话即乱舞 无数火焰似箭 而后猛然麾下 瞬间打爆了 庶民黑甲兵 一时间 大地炸裂 无边的气血之力翻涌 在天地中爆响 你 曹冲满脸惊愕 他自认为 对人的心理 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此刻宋白的行动 却完全超乎了他的意料 随即他反应过来 数个黑色莲花 在空中引现 直接冲向小黑 将他彻底镇压 与此同时 宋白也纵起身法 在地上踏动几步 随后猛然跃起 化作一头半人半龙的恐怖怪物 口中不停地呢喃着什么 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吧 在我心中 小黑承载的是一段记忆 我无法忘却的东西 看着眼前 数名黑甲兵冲来 巨龙怒吼一声 夹挟着炽热烈焰的龙溪喷吐 将眼前的敌人 瞬间稍微灰烬 可是 如果我为了过去 让我的势力 我的士兵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为之牺牲 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龙爪挥舞 直接捏爆出个士兵的头颅 宋白口中的泥南 也瞬间转为了怒吼 脸色无比争鸣 所以 你去死吧 碰 神魂之力波动 仿佛出现了某种阻碍 抵挡住了他的攻击 我虽然杀了那怪物 但你也捏死了徐楚 现在停止攻击 我立刻退兵 怎么样 曹冲脸色一沉 原本极为强势的他 竟然开始与宋白妥协 现在的这一场面 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 他没想到 宋白这个人 根本不会被任何人钳制 也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威胁他 本质上 此人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有任何的牺牲 极为冷血 但此刻 听到曹冲的话语 宋白冷笑一声 旋即龙爪再次举起 轰然打到这护盾上 发出了惊人的气爆声 现在想妥协 早干嘛去了 从你杀了小黑的那一刻 你我二人 就已经没有了谈判的可能 宋白的龙爪再次轰击上去 神魂凝聚而成的 护盾摇摇晃晃 出现了一道裂痕 除非你永远躲在你的乌龟壳里 不然我一定要杀死你 除非我死了 碰 这时曹冲终于有些动容 你的军队 全都不管了吗 你现在不赶快回去 支援的话 估计就要全军覆灭了 碰 护盾的裂痕越来越多 支援 宋白脸色阴沉 那也要等杀了你再说 碰 神魂之力凝聚成的护盾 终于被打破 无边的气血之力涌入 同时 粉月之血的特性也已开启 片片弯月凝聚而成 狠狠地冲散残余的神魂 防止他们再次凝聚 此刻宋白右拳上 已经是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但他浑然不觉 只是手臂如长元般伸展 一把抓住曹冲的衣领 狠声道 你逃不掉了 曹冲下意识想要躲避 他脸上全是因为 惊慌而产生的汗珠 眼神中终于露出了 属于孩子的恐惧 宋白丝毫不以为意 神魂之力翻涌 化作一轮轮优越 直接冲入曹冲的脑海中 啊 曹冲一声惨叫 随即死死咬着牙 忍受着无比的剧痛 这是宋白借助神魂之力 将他的全部力量 尽数封印 让他再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力 可恶 你敢这样对我 曹冲咬牙切齿 他自小聪慧 又被父亲娇声惯养 视作掌上明珠 如何受到过这样的折磨 但他毕竟天赋惊人 意志力也极为坚定 竟然能忍受头脑 被折磨的痛苦 而绝不发出 一丝一毫的声响 你就不怕我父亲的报复吗 报复 听到曹冲的话 宋白冷笑一声 我杀曹青的父亲 夺走他的妻子 与他早已有血海之仇 害怕他的报复 我不报复他 就算不错了 说完话 宋白一声呼哨 马蹄的哒哒声传来 通体并毛火红的赤兔马出现 他俯身跨马 杀散想要接近他的黑甲兵 随即顺手一提 将毫无反抗之力的曹冲拉上马来 你想做什么 曹冲警惕道 宋白冷笑一声 你说做什么 你这个臭崽子 都敢拿条件和我做交换 我为何不能将你当作丑马 和你老子换换 你杀了我得了 曹冲恨得咬牙切齿 放心 你早晚得死 宋白冷笑一声 他回身一看 龙蟹骑兵正在黑甲兵阵营中纵横冲突 将几乎全部的有生力量尽数歼灭 转眼之间 这些黑甲兵失去了将军的带领 已经如无主的野狗般四散逃窜 宋白吩咐了一声 命令军队中的军官 带领骑兵继续追杀财 黑色怪物慢慢从洞中缓缓爬出 放箭 沉声下令一排排箭支随着他的命令 从天空上抛射 命中了怒吼着冲来的怪物们 绝末弓箭手麻木地举起弓箭 拉起弓弦瞄准目标 随着将军的一声命令 他们的右手松开 瞬间将手中的箭支抛射出去 他们已经连着射箭大半天了 浑身的气力早已耗尽 如果仔细看去 就会发现 他们右手的虎口已经隐隐开裂 渗出了鲜血 砰 砰 砰 一轮箭雨射出 虽然七零八落的 但掘墓弓箭手的技巧 还在 到底是命中了目标 张辽 却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些 简直没有丝毫效果 即使命中了这些黑甲怪物 也会被瞬间弹出 根本不能破防 更让他心底沉重的是 这些怪物 不只有一两个 而是足有三四百的数量 张将军 我休息好了 让我出战吧 这时 一个粗狂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张辽回头一看 黄瓣就在他的身后 右臂绑着绷带 还隐隐渗出了鲜血 就连他提着武器的左臂 也满是被砍上的伤痕 显得极为凄惨 能行吗 这些怪物数量不少 张辽宁重道 黄瓣霍朗一笑 张将军 我老黄的手艺 你还不相信 当初在村口杀猪的时候 我就是一绝 说砍猪头 绝不让他哼第二声 他看向城墙下怪叫的怪物们 呸的一声 土口唾沫 这可不就是 些黑猪吗 将军 你让我去吧 不会让您失望的 听到黄瓣的话 张辽微微点头 沉稳道 好 那下面的黑色怪物 就交给你了 记住 以自身安全为主 以如今的战争形势 不能失去你 这个武器高手 事态不妙 就赶快回来 黄瓣听完 没有再说话 只是略移抱拳 转身下去了 张辽目送着他的身影 叹息一声 旋即看向那 漫山遍野冲来的敌人 由于宋白吩咐的急时 因此能够迅速带领士兵 抢先攻占了长兴城 不到两课中 曹青就带领着军队 准备攻城 这本在张辽的预计之中 但没想到 这支军队 居然是曹青 亲自率领的主力 因此 守城战险得极为艰难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面的七万大军 并没有出动太多 敌军还远远 未尽全力 再往后看 一个满脸胡须 身材短小的男子 骑着战马 霸气之色 显露无遗 是帝国清风 占据三周之地的魏王 曹青 他似乎注意到城墙上的眼神 抬头一看 微笑着点点头 旋即抓住身旁的士兵 捏起他的喉咙 猛然用力 碰 一声爆响 士兵的脖梗被他捏断 周围的侍卫们 任由鲜血建设到脸上 面色一如平常 但微微颤动的双手 却能看出 他们并不像表现的那般平静 曹青抓起死人的头颅 微微一笑 随手抛出 头颅在空中接连翻动 随即冲破空气 以极为迅猛的速度 冲向城墙上的张辽 这是他在战场中 第一次出手 张辽宁神以待 斩颖月连连挥舞 在空气中掀起一阵尽力 试图抵挡这次攻击 碰 一声闷响 他打爆这颗头颅 但自己却连连倒退好几步 此刻其上带来的尽力 却仍未消失 反而瞬间爆发 将张辽推向后面 而背后 就是城墙下的空地 将军 身边传来士兵们的惊呼声 张辽暗叫一声不好 连忙挥起斩颖月 整个人一纵一跃 转身回到了城墙之上 好手段 张将军真是厉害啊 简直手段非凡 将士们纷纷喝彩 但张辽的心中 此刻却有些沉重 曹清的随手一击 就有这般威力 那如果他认真起来 用尽全力对敌 这长星城绝对守不住 想到什么就来什么 远处的曹清冷笑一声 竟然一纵战马 急驰着冲了过来 而他的目标 竟然是下面 正在血战黑色怪物的黄霸 不好 张辽心中一惊 本来就受了伤 此刻与这些怪物的战斗 都有些勉强 更不要说曹清的趁机突袭 如果被他得手了 那黄霸 绝对是实死无生的悲惨境地 住手 张辽怒吼一声 提起斩影月 竟然直接跳下城墙 正在纵马冲来的曹清冷笑一声 速度再次加快 所过之处 狂风呼响 草木进阶被践踏 等的就是你 他猛然转过方向 一箭刺出 这一箭四缓石块 眨眼之间 竟然如同穿梭了时空一般 来到张辽的面前 碰 张辽心中一惊 连忙举起斩影月 试图挑开剑身 趁机躲避 但下一刻 他却惊讶地发现 这一箭如同臂中一般 不停不避 直直刺入他的面门 我命休矣 张辽心中惊惧 手中的斩影月下 意识挥出 竟然躲不过这一击 那就拼上个人性命 也要将这曹清留下一道伤势 还想伤我 曹清冷笑一声 没拿剑的左手冲出 砰的一声击落武器 而他手中的长剑 也将要刺穿张辽的眉心 这一紧张局势 让城墙上的士兵们 惊叫一声 心中不由地隐隐作痛 不忍心看到 接下来的一幕 而他们的声音 也让城墙下 正在战斗的皇伴 也注意到了这一情景 张将军 我来救你 他怒吼一声 奋力砍杀眼前的怪物 拼了命地冲过来 然而 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死吧 曹清刺出长剑 脸上带着嗜血的疯狂 他每一次杀人 都能刺激心中的情绪 让自己极为兴奋 砰 一声哀鸣 张辽睁开眼睛 想象中的死亡 并没有到来 曹清胯下的战马 由于抵挡不住 这强大的劲力 竟然是直接跨倒在地 一阵哀鸣 而张辽也趁机逃出 连忙向后方奔去 他不是莽夫 心中明白 现在的牺牲 完全是没必要的 此刻 脸上火辣辣的疼 他往脸上一抹 伸开手看 全是血迹 曹清刚才的那一剑 虽然没有触及到他 但其强大的剑气 已经划破了他的肌肤 如此恐怖 曹清从马背上站起 脸上满是脑木 转身一剑 砍向马匹的头颅 眼中的杀意 丝毫掩饰不住 你以为 你能躲过我这一剑 擦 张辽还没反应过来 身后一道剑气 直接穿过他的腿部 他咬咬牙 还是忍住剧痛 向后退去 还敢跑 曹清冷哼一声 似乎极不满意 随即剑中 又发出一道剑气 将张辽彻底击倒 啊 张辽闷哼一声 倒在地上 仍在用力挣扎 该死狗贼 快快住手 黄霸怒吼着冲了上来 哼 你算什么东西 曹清不懈道 黄霸道笑了 你妻儿 都被我主公抢走了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他这一句话 彻底激怒了曹清 曹清脸上 带着冷冷的恨意 煞时间 剑气纵横 张辽和黄霸 都倒在地上 遍体鳞伤 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你们都该死 曹清脸带疯狂 我要狠狠折磨你们 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不知道 你们听没听过一个刑法 他露出变态般的笑容 将你们浑身的血肉 一点点割下 却保全你们的性命 听说真正的刽子手 他的脸上露出怀念的表情 能够一刀一刀割开血肉 持续三天三夜 将人割成白骨 却仍然不死 而你们 是否就有这个待遇呢 他一步一步走来 无视二人痛恨的表情 手中长剑 马上就要挑进去 我家主公早晚杀了你 黄霸怒骂一声 听到这话 曹清的动作 在半空中一顿 随即沉声道 放心 宋白那臭小子 也早晚得死 黄霸不屑地笑了一声 你妻子被抢 老子被杀 还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你去死吧 听到这番话 曹清原本伪装出来的 从容瞬间破防 他脸上轻轻爆起 抓起手中长剑 就要刺死眼前的两人 哒哒哒 马蹄声响起 在此时的战场上 显得极为响亮 把人放了 淡然的声音传来 曹清猛然抬头 立声道 你就是宋白 不错 正是我 你本不该来 曹清冷冷道 可我还是来了 宋白抓起小孩的衣领 冷声道 曹清 你最宠爱的儿子 在我手上 换我两个下属 不亏吧 曹冲在宋白的耳边低语 没有用 他不可能跟你换的 宋白没回答 曹冲又继续道 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听到这话 宋白才猛然抬起头 眼神中有些许震惊 果然 曹清似乎并不着急 反而缓缓道 你凭什么确定 我会交换 两人换一人 这赔本买卖 我是不做的 哈哈 宋白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 杀父夺妻 这样赔本的买卖 都能做 还有什么不能办到的 放肆 你胆敢再说一遍 曹清怒道 杀父夺妻 你胆敢 曹清颤抖着身躯 指着宋白 片刻之后 他忽然感到 喉咙间一股热流 下一刻 热流奔涌 竟然是一口心血吐了出来 皇帝清风的帝国未亡 掌管三郡之地的霸主 竟然被气得吐血 你 曹清气得说不出话来 两命换一命 咱们岂不是双赢 宋白继续呼吊 小孩子曹冲 在旁边提醒道 不是双赢 是你一个人 赢两次 拿你的命来换吧 曹清脸色铁青 手握长剑 身影如鬼魅般 连连转换 眨眼间 来到了宋白面前 好快的速度 宋白赞叹一声 抓起曹冲 将他挡在自己眼前 然而 曹清不管不顾 仍是一剑刺来 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宋白见状 连忙放开曹冲 方天话己连挑 插一道 这是你爹吗 曹冲从马上跌倒 砰的一声 摔在地上 捂着屁股喊疼 都说了不是轻声的 碰 碰 碰 几声撞击声响 方天话己左遮右挡 虽然防守严密 但似乎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他到底是什么能力 宋白已经拥有了 武神传承 按理说 他的战斗技巧 超凡独绝 根本不会有人超过他 然而眼前的曹清 眼中满是暴怒 手中长剑 挥舞如一阵白光 却让宋白 根本没有机会反击 下意识的 宋白打开属性面板 准备查看他的属性 碰 小子安敢亏是我 曹清暗觉不妙 已经到达六阶巅峰的高手 一身实力无与伦比 已经隐隐间 有了天人交融的趋势 因此 在宋白查看他的属性时 此人虽然并没有发现什么 却感到浑身难受 一股被窥视的感觉传来 碰 宋白还没来得及 仔细查看 就感到攻势 愈发猛烈 如滔滔之水 怜悯不绝 曹清手中的剑 居然如一柄 重武器般 劈了下来 让宋白都很难动他 好 不得已 宋白只好怒吼一声 便为了巨龙的形态 随后他喷吐一口龙溪 带着无边的烈焰 扑向正在战斗的曹清 不好 曹冲暗道一声不好 曹清虽然武力强大 一身弃血之力 无人可与之媲美 但他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攻击 有缘而防守不足 因此 一旦他被攻击到 基本上没有防御的可能 好 果然 随着一声龙吼 眼前出现的一幕 就验证了曹冲的想法 啊 一声惨叫响彻穷语 原本洋洋得意的曹清 在猝然间 受到这股无比炽热的火焰 居然脸上砰的一声爆炸 他下意识爆发气血之力 试图利用这股力量 来抵御脸上的火焰 结果没想到 这地狱炎火本来 是出自地狱 对一切力量来源 都极为敏感 如今接触到气血之力后 这股火焰 瞬间将其吞噬 反而燃烧得愈发剧烈 甚至向上烧灼 向曹清的眼睛上扑去 空气中弥漫着 蛋白质烧焦的气息 啊 曹清倒地 痛苦的呻吟 宋白眼中一亮 好机会 当即扬起方天化己 瞬间破开空气 砍向曹清 哪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曹清居然翻身一闪 手中长剑一点 以极为迅捷的速度 躲开了攻击 这么猛 宋白一愣 连忙打开 他的属性面板 查看起来 曹清 实力 六阶巅峰 特性 兵器本能 名将之后 天生奇才 被夺射 兵器本能 此人已经将兵器 与自身融为一体 能够发挥出武器的 大部分威力 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地步 名将之后 此人祖上 是帝国的功臣 杀人引野 这也遗传到他身上 成为一种 极为残暴 而疯狂的性格 天生奇才 此人从小就有 出类拔萃的天赋 这使得身边的长辈 都惊讶万分 极为宠爱他 却不知道 其中另有隐情 被夺射 此人名为曹青 但其实 脑海中另一股力量 正在发展壮大 侵蚀着他的头脑 被夺射 宋白愕然地看了一眼 这样特殊的特性 他还是从穿越以来 第一次见到 而此时 曹青缓缓站起 一道无边的阴影 侵蚀着周围 他的脸色阴沉 眼神很辣无情 虽然说还是之前的 那个长相 但似乎已经是 另外一个人了 更令人惊惧的事情发生了 曹青似乎感到了 眼中的剧痛 右手摸到了 被烧坏的眼睛 随后指甲迅速变长 刺入眼眶中 一弯一挑 他的手指甲 看起来十分灵活 眨眼间 便将坏掉的眼珠 挖了出来 真是一个废物般的宿主啊 我还以为 能在沉睡片刻 趁机恢复实力 没想到 你 曹青恼怒地 看了一眼宋白 随即将眼球抛起 塞进嘴巴里 乱嚼几口咽下 哦 看到这副恶心的场景 曹冲忍不住呕吐 他只感觉自己弱小的心灵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哦 还有这个臭小子 曹青看向在一旁 呕吐的曹冲 手中长剑抛起 旋即落在手中 下一刻 他抓起长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向曹冲 你去死吧 发了疯的父亲 竟然要亲手 杀死自己的儿子 宋白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没有丝毫 要出手的意思 一声恐怖的沙哑嘶叫 曹青的身体 在半路上忽然偏转 随后以一个 极为诡异的姿态翻身 杀向宋白 早就料到你这一招了 宋白冷冷抱 龙铃在右手上凝聚 瞬间化为一条 极为强大的龙肘 狠狠迎接而去 碰 一声爆炸声响起 眼前的曹青 在接触到这股 极为巨大的权力之后 直接被打爆头颅 整个身躯也随之消失 化为一滩黑气 死了 宋白愣了一下 旋即感到不对 即使曹青在诡异 到底还是人类之躯 怎么可能说死 就死了呢 身后的一点冰冷 已然刺中了他的脖梗 好 宋白如炸了毛的野猫般 脖梗后的龙铃迅速密布 密密麻麻排成一团 迅速组织起一个防御 叮 一声轻响 脖梗如针扎般刺痛百倍 似乎还要继续深入进去 宋白反身抓住长剑 艰难地将剑锋挪开方向 这柄剑似乎锋利异常 饶视他双手布满龙铃 却还是在抓住长剑的瞬间 被割得满手是血 滴 滴 滴 血液不停从他的手中渗出 滴落在地上 将一大片土地染得暗红 但宋白丝毫不敢放下手 他反而忍着剧痛 两眼瞪视曹青 似乎要将他生吞了一半 曹青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嘲讽地笑了一声 我这把剑三尺七寸 削铁如泥 杀巨龙如同土狗 敢徒手抓我剑身的人 全天下还没有几个 我真是佩服你的勇气 或者说 无知 曹青不遗余力地嘲笑宋白 但在他看不到的身后 数轮由神魂之力 凝聚而成的优越 正在缓缓生气 小心危险 曹青惊呼 连忙提醒道 宋白按道一声不好 这小鬼 什么时候说不好 非要在生死关头 来坏他的大事 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 只要一不小心 便是生死的下场 滚 宋白怒喝一声 顿时一股 极为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打击到曹青的体内 将他击飞树米远 曹青倒在地上 口吐鲜血 生死不知 万幸的是 此刻满脸疯狂的曹青 似乎并没有发现 什么异样 只是接着道 哈哈哈哈 你真是一个好狠心的人 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敢下手 不过他再提醒你 也没有用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面对死亡吧 曹青说着莫名其妙的话语 让宋白一脸猛逼 曹冲不是你儿子吗 怎么一转眼 成我亲生的了 喂 曹大哥 我没碰过嫂子 宋白内心疯狂吐槽 然而曹青的利剑 却猛然收紧 回剑猛然再次旋转 切割下他身上的大片龙鳞 大片鲜血洒落 曹青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 再次抽出长剑 向宋白的喉肩刺去 永别了 宋白 而这时 宋白也是眼睛一亮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 一轮轮优越 正在曹青的背后 冉冉生气 一时间 两人的眼中 都带着炽热的光芒 这两个互为对手的人 都觉得自己 有必胜的希望 哄 一股极为狂暴的力量 将两个人彻底轰飞出去 谁赢了 两边的士兵们 心中同时冒出这个想法 硝烟散尽 一个满身是血的中年男子 拄着长剑 从巨坑中 一瘸一拐地走来 是曹青 这岂不是说 主公死了 张辽和黄瓣 脸色难看 城墙上的士兵们 一片静默 一股凝重肃穆的气氛 在人群中蔓延 片刻之后 曹青军猛然爆发出 一股极为剧烈的欢呼 哈哈 我早就知道 咱们主公是最厉害的 宋白小儿已死 还不快快投降 终究是嫩了点 还敢与魏王为敌 而等也配 曹青也不由自主地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这长星城的陷落 稳了 宋白覆灭在即 就凭孔佛祖那两下子 恐怕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也不知道 那宋白现在何处 行进的钢铁战车旁 带见侍女抱怨道 我家小姐千金之躯贵比王侯 貌美如花 胜过天仙 那宋白可真不识台诀 是啊是啊 要是让我看到他 非得一鞭子 抽死他不可 战车内 孔鹰一脸无奈地摇头 都是他平时太宠这些仆人了 导致他们现在无法无天 什么话都敢说 好了 大家别说了 宋白毕竟是我的夫君 再没见到他之前 无需多言 孔鹰提醒道 这一支特殊的武装 宋青队伍又走了一阵 只听到前面 阵阵喊杀声响起 不时有剧烈的爆炸声哄响 战斗似乎极为激烈 停 孔鹰喊道 旋即 他从战车里出来 望向远处 一时间眼中晶莹 一彩连连 这是曹青 听说他身材矮小 满脸胡须 看上去极为凶恶 应该就是此人 那与他战斗的人 难道是宋白麾下的猛将张辽 不 不对 张辽是用斩影乐的 此人使用方天化剂 还能够将身体融化 他仿佛能看到 远处的场景 口中自言自语 在说些什么 随后 他又低声难语 以旁人听不到的声音说 难道他就是我未来的夫君 宋白吗 随后 他又看到宋白手握利剑 任凭鲜血流出 以及他暗中发动 焚月之血的场景 那利剑如此锋锐 他也丝毫不惧怕吗 哦 原来身后 就是他用神魂 凝聚出的法术 是这样吗 以命搏命 拼死搏杀 在敌人看不到的地方 暗中又留有后手 孔鹰难难自语 他从没想过 自己未来的夫君 宋白 竟然是这样的奇男子 自己没有看到 他荣耀光鲜的一面 反而是亲眼目睹了 他最为狼狈时候的样子 然而 也只有这样的宋白 才让孔鹰 深深地佩服 大权在握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在权力的伪装下 以一种极为强大的姿态 表现出来 但当伪装散去 真正的危机到来 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 是不是能永远高贵的时候 哄 一股更为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孔鹰瞪大了眼睛 硝烟散去 他看到曹青爬了出来 而宋白 却在战斗之后 并没有出现 这很可能意味着 一个十分可怕的结果 宋白 他未来的夫君 死了 顿时 孔鹰只感到脚尖一软 差点跌倒在地 小姐 身旁的待见侍女 连忙扶起了他 而此刻的孔鹰 背齿紧咬 眼中满是怒火 该死曹青 为什么要杀我夫君 我与你何仇何怨 竟然如此对我 孔鹰怒喝道 两边的待见侍女听后 不由地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 还没和您夫君见面呢 怎么就激动成这样了 孔鹰却不管这些 他好不容易相中的夫君 却被曹青转眼间打死 怎能让他不愤怒 曹青 必须得死 孔鹰咬牙切齿 把钢铁战车摆出来 目标 瞄准曹青 他怒道 一时间 待见是女脸色哑然 不由地愣在原地 小姐 此事还需从头在意啊 宋白已经死了 咱没必要为他耗费 这么多宝贵的东西 是啊小姐 这一抛下去 一定要谨慎啊 侍女们纷纷苦劝道 事实上 这个钢铁战车 是孔佛祖势力的底牌 也是最为强大的战争战争机器 虽然 它通体由钢铁组成 看上去牢不可破 简直是突入战争的神兵力气 但也只有 孔家的内部人员才知道 这辆钢铁战车的真正用法 却是轰出一波 最为狂暴的能量 就会报废了 也就是说 看起来极为坚固的钢铁战车 其实是一个恐怖武器 凝聚出来的狂暴能量 足以与七阶高手相媲美 但它的损耗 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内部刻画着 非常繁复的符文 为了让其攻击更加凝聚 更是耗费了 比黄金贵重十倍的宝石 再加上孔佛祖等六阶高手 几乎十天半月一次 就要往里面输送能量 可以说 这辆钢铁战车 绝对身价不菲 甚至 就连一代霸主孔佛祖 都只能造出两辆来 除了眼前的这辆战车 剩下的那个 被用作保护济州的周城 成为了护国重器 而孔佛祖 之所以让女儿 带着这辆战车来 也是想让她 作为一个秘密的威胁 潜伏在宋白的势力中 但眼下 因为孔莹的一时任性 却要用这个武器 去轰击与他们 并不相干的战场 这如何不让侍女们着急 于是 他们纷纷劝谏自家小姐 想要让她改变主意 但孔莹脸色凛然 她拔出长剑 对转眼前的众位待见侍女 我让你们准备轰击 有没有人敢违抗我的命令 话音落下 侍女们纷纷低头 他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好 孔莹气笑了 往我平时用一片赤诚 真心对待你们 原来到头来 谁都靠不住 既然如此 我亲自掌控着钢铁战车 这句话说完 众多待见侍女 纷纷紧张抬头 运转钢铁战车 需要极为恐怖的能量输入 即使是以他们众人的力量 都有些支撑不住 更别说 孔莹自己一个人了 孔佛祖大人 还不扒了他们的皮啊 想到这儿 众人顿时极为紧张 纷纷劝见到 小姐 可不能这样 万万不可呀 咱还是赶紧回去吧 看到众人的反应 孔莹冷笑一声 回身抽出怀中宝剑 只见寒光一闪 宝剑惨白的剑身 如同掰练般 瞬间挥去 而原地 一个貌美女子的头颅 硬声倒地 你们这些屈炎附势的小人 孔莹冷冷道 我早已看清楚了 你们每个人 都和我一起输送能量 催动钢铁战车的运行 否则 等必死无疑 她无情的话语 让众多待见侍女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这 这还是之前那个 古灵精怪的孔大小姐吗 一时间 在孔莹的威胁下 众多侍女不敢出声 纷纷配合 三刻钟过去 能量输入完毕 众人面色惨白 冷汗连连 显然损耗不小 只有孔莹坚定地挪转炮口 将目标对准曹青 而这时 曹青那极为强大的预感 又仿佛发现了什么似的 向孔莹等人的方向望去 她的目光 如同野兽般 带着不可一世的侵略性 让看到的人 不由得心神惊惧 但孔莹 却毫不相让 反而死死地对准目标 下一刻 曹青怒吼一声 身影从原地消失 原地纵横起 片片死寂 草木崩碎 走兽奔逃 小姐 快撤吧 一个侍女哭喊道 此刻的她 早已没了之前的 那副刁蛮模样 撤个屁 宋白都没了 我跟她一起死 孔莹狠狠地推开她 对着那道疯狂扑来的身影 不管不顾地 拍下了手中机关 就是现在 给我开炮 哄 哄 一声如尸虎 咆哮般的哄响 原本气势汹汹的曹青 在受到这一攻击后 无力地倒在地上 但片刻后 硝烟散尽 她又重新站了起来 被这一攻击之后 她两眼中的黑气 渐渐收缩 意识清醒 整个人也不像之前那样疯狂 该死 喝一声拔出长剑杀了上去 大小剑 众多侍女 脸色难看 他们互相对视一眼 都有些犹豫 曹青是六阶巅峰高手 气血之力充沛 在万人之中纵横如同无物 在此之前 谁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与这样的高手为敌 但现在 这样疯狂的事情 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大小剑 平日待我不薄 我随她同去 我秋香见命一条 是大小剑 把我买来的 我也去 大小剑 给我饭吃 没让我饿死 这大恩大德 也不必多说了 煞时间 侍女们纷纷拿起长剑 要为孔宁尽忠 即使他们知道 这一行此去 很可能一去不回 看到这幅场景 曹青飞 但没有重视 反而怪异地大笑 他此时身体残破不堪 再加上受到了 堪比七阶高手的一击 看上去十分狼狈 但曹青的眼神冰冷 面对这些向他冲来的 待见侍女们 表情非常不屑 敢用剑来杀我 真是 不知死活呀 话音未落 他一剑挥出 无边的剑翼瞬间将面前的 一大片区域所笼罩 强大的压力射入这片区域 这不是弃血之力 也不是神魂构成的法术 而是切切切实是由 剑翼构成的强大攻击 如果不是对剑翼理解独到 那么即使是再强大的高手 也要付出数倍的力量 才能将其尽数抵挡 然而 破 孔银怒吼一声 举起手中利剑 划出一道玄傲的弧度 而后一剑挥出 碰 一声怦然声响 他仍然持剑冲锋 然而他的身上 早已经在不经意间 沾满了鲜血 甚至原本白皙的皮肤 也出现了点点裂痕 如同一个娇嫩的瓷娃娃 被衰裂了一半 但此时的孔银 眼神尖锐锋利 不下于手中的利剑 好姑娘 曹青眼神威眉 宋白已死 用你的性命为他报仇 不觉得太亏了吗 要你管 孔银不管不顾 利剑再次回出 招招竟是杀招 竟是权力攻击 丝毫没有防御的想法 曹青再次随意挡开 他是剑道高手 面对着拼命的剑法 不过如同卡尔戏一般 姑娘 我是六阶巅峰高手 一身剑术天下独爵 论实力 绝对比宋白小而强 同时 我还是帝国卫王 坐拥三周之地 身份无比高贵 那宋白 已经被我一剑杀死 你在拼命有什么用吗 他还是活不过来 倒不如嫁给我如何 我与孔佛祖大人强强联手 以我二人的实力 打下帝国 绝对不是问题 到时候 我为帝国皇帝 而你 就是帝国皇后 曹青眼神灼热 等待着孔宁的回应 其实 他内心还有个阴毒的想法 你宋白不是厉害吗 不是杀我负多我妻吗 如今你死了 那么你身上 所拥有的一切 我通通都要一一讨回来 想到这儿 他不禁有些得意 心中的负面情绪 再度增长 而这时 他的耳边 也响起少女 迟疑的声音 你确定 孔宁犹豫道 听到这话 曹青大喜过望 按道事情 已经成功了一半 那是自然 我曹青说一不二 说到的话 自然就能够做到 说话之间 他就走上前去 试图拉住孔宁的手 听到这番对话 即将冲锋的待见侍女们 也不由地停下来 眼中带着疑惑 这还是 他们的大小姐吗 要知道 孔宁挑选夫婿的资格 一向苛刻 有实力有颜值的美男子 他都看不上眼 更别说 这个肮脏的老头子了 也因此 即使贵为孔家的独女 这么多年来 孔宁仍然没有找到 自己心意的夫婿 难道大小姐 真的只是喜欢强者 实力越强大 他越喜欢 待见侍女们心中 不由地胡乱猜测 谁也不知道 看着眼前 极为丑陋的中年男子面 带猥琐笑容 慢慢走了过来 孔宁只感到无比恶心 且慢 孔宁躲过了 闲竹手的袭击 缓声道 你既然要娶我 没有点诚意怎么行呢 诚意 曹青满脸迷惑 对他来说 所谓的女子 不过些玩物罢了 还需要什么诚意 你不知道吗 喜欢一个女子 孔口白话地说 可不成 不给一些礼物 哪个女子肯跟你 孔宁淡淡道 她针手鹅井 脸色凄轻 阳光扫过她的侧影 显得极为寂寥 听到这话 曹青哈哈大笑 我金银珠宝累计起来 能装满三个库房 家里的绸缎 当妈不用 你要什么都有 哼 孔宁冷笑一声 我好歹 也是孔佛祖的女儿 就这些俗物 我怎能看在眼里 那你是想要 我凭生最好剑术 最喜欢宝剑 孔宁干脆道 最喜欢宝剑 曹青的目光 逐渐一到手中的宝剑 旋即哈哈大笑 那我这柄剑 送给你怎么样 孔宁随手接过 只见宝剑三尺有余 剑身皎洁雪白 剑锋坚立到刺眼的程度 果然是把好剑 孔宁赞叹道 看到她的表情 一时之间 众多侍女也放松警惕 并且纷纷送上祝福 是啊 曹大人 可是皇帝清风的魏王 身份无比尊贵 实力也是无比强大 就那不可一世的宋白 不也是被打死了吗 更难得的是曹大人 一片赤诚之心 大小就说什么给什么 实在是让人艳羡 是女们七嘴八舌的一轮 仿佛刚才战斗的场景 都已成了过眼云烟 也绝口不提 以曹青的年纪 都足以成为孔宁的父亲了 毕竟 只要能活着 谁也不想死 曹青听到这些话 不由得哈哈大笑 既然姑娘有意 那么今晚 便同我住在一块吧 同住 在场中人不由得一惊 看到曹青那张丑陋的脸庞 谁也没想到 他能说出这样 无耻的话 不由得 看向孔宁的目光中 都带着些许的怜悯 多好的一个姑娘 可惜就要被这禽兽糟蹋了 多好的剑啊 孔宁抚摸着剑身叹息道 只是可惜 可惜什么 曹青问道 可惜你就要死了 刷 孔宁拔剑 无边的剑意涌来 刹时间 剑意如同潮水般奔腾 漫天盖地 将曹青的身体 尽数吞没 原本 还在暗暗同情的众人 此刻都愣住了 谁也没有想到 局势变化得如此之快 而孔宁 仍然是死死地盯住了 剑光汇聚之处 这是他耗费全身的 气血之力 与神魂之力 叠加成的一击 其威力巨大 气势如虹 足以斩杀一名 普通的六阶高手 但孔宁 只有六阶初七的实力 能发出这一击 以示勉强 若让他再次攻击 那是无论如何 那家伙 到底死没死 咳嗨嗨 一阵咳嗽声传来 剑光过去 他的身影逐渐显现 孔宁脸色一急 对重视女冷声道 愣什么 还不快上 哦 是女们连忙拔剑上前 然而下一刻 一双冰冷的肉掌伸出 随着一声声惨叫 瞬间将他们当场打死 孔宁怒喝一声 拿剑狠狠地刺了上去 但他全身气力已尽 怎么可能是曹青的对手 下一刻 曹青已经抓住了剑身 如野兽般的眼神 狠狠盯着他 我早料到 会出现这种事情 曹青缓缓道 只是有些不明白 那宋白有什么好 况且你又从未见过他 为什么对他如此痴情 再不好 也你比这个 又丑又臭的老头子好多了 这话说的 让曹青脸色清白 他一直自诩 长得威武霸气 从不属于任何人 结果没想到 竟然有人因此嘲讽他 实在是让他忍无可忍 这时 孔宁丢下利剑 翻身又抓住一柄 向曹青刺去 碰 曹青直接捏住这剑柄 露出了 极为狠纳的神色 没有用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宋白 那就去地下 陪他好了 嘎嘣一声 曹青捏碎了剑身 而后一股 极为恐怖的黑气 从天地间席卷而来 猛然扑向孔宁 感受到这股气息 在场的众人 也是脸色一变 这是六阶高手的强力一击 所过之处飞杀走时 如同一只邪恶的怪物 要将孔宁彻底吞噬 完蛋了 众人忍不住闭上眼睛 不忍心看到 接下来凄惨的一幕 黄瓣勉强站起 玄机倒地 他受了太重的伤 站都站不起来 更别说帮助孔宁了 不得已 他居然扑在地上 发出乌液的哭声 这个铁打般的汉子 受到太重的伤 都没有动摇分吼 但一想到 主公身死之后 他连主公未来的妻儿 都救不了 只感到无比的痛苦 而处于危险中的孔宁 更是紧紧闭上双眼 咬牙面对着 即将到来的攻击 可能这一次 就是他最后一次任性了 真可笑啊 孔宁的眼角流出泪水 找了那么久 终于等到喜欢的人 而自己 甚至都没有和他接触过 还眼睁睁地看着 他死在自己眼前 孔宁看着漫天席卷的黑气 恍惚间 竟然觉得 他凝成了颂白的模样 随即 他放开双手 主动拥抱上去 死吧 曹青壮若疯狂 他似乎已经看到 这个不知好歹的女子 是怎样凄惨 倒在自己脚下的 然而下一刻 碰 一声撞击声响 孔宁睁开眼睛 想象中的死亡 并没有到来 是谁 曹青警惕地看向四周 就在刚才 他必杀的一击 居然被人挡下了 很明显 已在场中人的实力 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帮孔宁抵挡防御的 另有他人 但此刻 四周寄疗无人 只有呜呜的号角声 提醒众人 还身处在战场之中 再不出来 我可要杀这丫头了 曹青威胁道 很显然 此人对这名将死的女子 还是比较看重的 否则也不会在 他杀孔宁时出现了 难道是孔佛祖 他狐疑地举起长剑 放在孔宁秀美的 驳梗之上 藏头鹿尾的鼠背 快点出来 不然 这么好看的姑娘 可就要 因为你而死了 曹青话音未落 后方 忽然传来一阵禁风 碰 他回声回掌 后面站着一个 似乎早就死去的人 宋白 果然是你 你居然没死 曹青怒吼一声 宋白冷冷一笑 手中的方天话机显现 托你的福 我不但没死 反而还变得更强了 以如今你的实力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 受死吧 说完话 他挥起武器 一股无痞的锋芒传出 带着炽热的烈焰红流 猛然冲向曹青 在宋白被击倒之后 四肢禁数碎裂 就连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因此 曹青以为他死了 就连所谓的尸体 也没有太过在意 却没想到 宋白拥有不死之身 这个能力 卖的强大恢复力 因此 在一段时间过后 他原本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 竟然又咚咚响了起来 凭借这两个能力 他可以维持身体不朽 但从此以后 如果没有特殊奇遇的话 估计也只能成为 吊着一口气的植物人了 结果幸运 又降临到宋白的身上 原本在幻境中 他意外获得的人族 气血修炼之法 居然开始提供 源源不断的生机 以此来让他重新复苏 身体受损严重 生机又被不死之身的特性利用 化为雄厚的气血之力 源源不断的传入体内各处 三股力量相互交汇融合 不断的重组 结构身体 最终在他身上汇聚 成为了一股 更为强大的力量 此时的宋白 不管是力量 气血还是神魂 都在以一个极为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在这过程中 虽然他一直都不能动弹身体 但很明显能看到外面的场景 感受到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孔赢的所作所为 让他惊讶万分 他不明白 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 怎么会为了自己 牺牲到这种程度 也因此 即使自己的身体尚未完全修复 他还是走了出来 决心直面曹青 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 曹青有些后悔 如果他当初 将宋白的尸体彻底砍碎 也许 此人就不会活过来了 听到他说的话 宋白淡淡道 很可惜 我死不了 这次 死的是你 他声色俱理 死的是我 曹青仿佛听到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 我既然能杀你第一次 也绝对能让你再死一次 见来 随着他一声呼喝 一柄黑剑在空中引现 上面黑气萦绕 似乎有很多冤魂 被束缚其中 不断地哭嚎 哀鸣 这是我祭恋了无数的冤魂 才得到的法器 其中每个冤魂 临死前都会无比凄惨 有人被我割了一万多刀 活活痛死 有人 不必说了 曹青正在介绍他的黑剑 是如何威力无穷 然而 宋白平淡的话语 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什么 曹青还没反应过来 我说 不必说了 宋白长身而立 脸色冷肃 我对你的剑 不感兴趣 他拔出方天化戟 戟刃上闪着寒芒 曾经 我把你当成最大的敌人 碰 两人的武器 狠狠交集在一起 那时候 我还很弱小 弱小到 连三阶强者 都得奋力死战 才能换回一条性命 宋白继续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 自从杀了你的父亲后 我每天都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但如今我才发现 以前那个 我需要仰望的存在 如今就在眼前 而且 还是那么残暴无知的一个人 实在是可笑 擦 曹青怒了 奋力一击 黑剑砍到了 宋白的手臂上 瞬时间 伤口中 就萦绕了一层黑气 无数冤魂顺着黑气 争先恐后地 爬到伤口上撕药 顿时 宋白的胳膊上 就成了一片血肉模糊 伤口身可见骨 然而 让人吃惊的是 下一刻 不断有新生的血肉 顺着骨骼 筋脉生长 并且迅速修复 被黑气侵蚀的肌肤 这足以让普通人 感到昏厥的剧痛 却只让宋白微微皱眉 似乎丝毫不以为意 这一反应 被众人看在眼里 天哪 他不知道痛吗 要是我受这样的伤 肯定忍不了 废话 不然为什么人家 是一代霸主 而你只能做一个小兵 士兵们纷纷议论道 然而 只有孔宁注意到 每当宋白 举起方天话几时 他的双手 都会轻微颤动一下 似乎有些艰难 不是他不怕痛 只是在无人知道的角落 他也在默默忍受 这时 曹青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碰 又是武器的撞击声 曹青低头一看 他的双手 正因为脱力而颤抖不止 顿时 脸色变得极为阴沉 这宋白不过死里逃生而已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宋白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冷笑道 曹贼 是不是接不住 我的方天话几了 旋即 他猛然挥出武器 将曹青打退了数十米 说起来 还要感谢你 你将我打成重伤 但我恢复伤势的同时 也间接促进了 龙之血脉的生长 现在 话音未落 宋白猛然跃起 而后一对 足有十几米长的龙翼 遮蔽天空 龙翼一闪 带起阵阵火焰 他怒吼一声 喷出的火焰裹挟着龙翼 以闪电般的速度 冲向曹青 该死的畜生 曹青脸色铁青 不由得怒骂一声 他虽然攻击强大 可毕竟是人类的血肉之躯 防御力相当脆弱 畜生 宋白沙那间 又吐出数个火球 如离地一般轰炸 将曹青的身影瞬间包裹 为了你的贪欲 这么多人命 被你祭炼成冤魂 死也不得超生 你才是畜生 还有你那无耻的父亲 居然把人炼制成僵尸 他也和你一样 是个恶心的畜生 看到他在火焰奔逃之间 那狼狈的身影 宋白怒骂不止 居然俯冲下去 牢牢抓住此人的脖梗 曹青惊恐道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宋白冷笑一声 当然要你 常常受折磨的滋味了 砰 一声爆响 曹青大半个身躯 直接被打爆 你敢杀我 曹青忍着剧痛 壮若疯狂 宋白哈哈大笑 我怎么不敢杀你 我不但要杀你 还要把你炼制成僵尸 让你死 也不得安生 这就是你欺压人族 同胞的恶果 我告诉你 天道有轮回 你作恶多端 总有一天是要还的 他看着奄奄一息的曹青 只感觉心中畅快无比 曾几何时 他只是个低阶的小人物 虽然那时候的他 敢迎战任何人 在每个人面前 都是一副霸气外露的姿态 可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那些遭遇 不过是他因为实力低微 而不得不拼命搏杀 如果能拥有强大的实力 足以碾压任何人 谁愿意委屈巴巴地活着 资本太少 才不得不拼命 但不知不觉间 在他用以性命为薄 获取巨大利益的时候 自身也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曾经让他极为恐惧的敌人 如今 就匍匐在他的面前 碰 宋白又是一拳打去 又轰掉了曹青的半边臂膀 紧接着 他双目微眯 一股无形的神魂之力生腾 你要干什么 曹青顿感不妙 宋白没有回答 他双手接连鼓动 在空气中 画出玄奥的符文 这是要以神魂之力 为力量源头 在曹青活着的时候 强行将其祭练成僵尸 紧接着 原本叫嚣的曹青 居然发出一声 剧烈的惨叫 啊 快叫我 这一切 只发生在转眼间 因此当曹青大声惨叫的时候 众多黑甲兵 才反应过来 有人准备 拉弓射箭 随后被军官所阻止 并大声呵斥 你不要命了 放剑伤到主攻怎么办 他们只好放下弓箭 骑不上前 而饱受折磨的曹青 也在因痛苦 而即将昏迷的前一刻 对黑甲怪物 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好 数百名黑甲怪物们 抛下正在攻击的城墙 转身向宋白这边奔涌而来 眼中红光闪烁 看起来十分可怕 宋白的脸色一下变了 他本来伤势才刚好 在与曹青的战斗中 也只是勉强战斗 结果 自己情绪太过激动 竟然要在这危险的战场上 当众将其炼制成僵尸 实在是有些莽撞了 因为此刻身体中的神魂之力 正在向曹青体内 源源不断地灌输 而曹青的皮肤 也渐渐变得铁青 有向僵尸的方向 转化的趋势 但宋白却有苦说不出 他在炼制僵尸的时候 根本不能动弹 一旦有异动 就会身受重伤 神魂也会受到 不可逆转的损伤 没想到我宋白 没有死于强敌之手 反而死在了 自己的愚蠢上 他叹口气 不管怎样 曹青的命是保不住了 除去一大强敌 也算是弥补了一点损失 至少自己死之前 还带走一个 只是 还是有些不甘心啊 我保护你 正当宋白感到遗憾的时候 少女的声音忽然响起 显得异常坚定 他仰头一看 是刚才救他的少女 孔英 宋白轻轻一笑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现在的实力 也只有六阶出七吧 就这样的实力 连那些黑甲怪物 也打不过 用什么来保护我 你赶快走吧 别一步小心 连你自己的小命 都丢在这里 话语之中 驱赶之意相当明显 你 孔英邓元美目 非常生气 心想这个人 怎么这样不领情 自己刚刚救了他 现在非但没有丝毫感谢 反而是这种狗态度 他当即骂道 好 我真是瞎了眼了 冒着生命的危险 救出你 这么一个白眼狼 说完话转身走了 宋白苦笑一声 他如今根本动弹不得 而敌人马上就来 又怎会不需要有人帮助 只是他已经亏欠这少女许多 又让人家冒着生命危险 再救自己一次 那可真是太无耻了 因此 宋白故意刺激他 让孔英英愤怒 而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也比他为自己死这里要好 此时 张辽和黄霸 身体泼利 动弹不得 自身都难保 龙雪步兵正在赶来 但他们实力低微 也拦不住敌人 要不然早就反攻回去了 怎么会依靠 城墙被动防御 看来只能套自己来啊 只见宋白 看到这些黑甲怪物 手中用力一捏 焚月之血 顿时 半空中引线 一个个悠悠 碰 碰 接连不断的碰撞声响 悠悠瞬间引爆 黄霸的神魂之力 肆意吞噬着周边的怪物 将他们的大脑 瞬间摧毁 将近三分之一的怪物倒地 而剩下的怪物 仍然一刻不停地 向前冲锋 结束了 宋白放下手掌 苦笑一声 他正在炼化曹青 浑身的神魂之力 实不存一 仅有的一点 也在刚才被消耗了 可以说 此刻的他 完全是手无腹肌之力 任何一个小兵 只要鼓起勇气 就能把他杀死 主公勿忧 我等来了 誓死捍卫主公 这时 从远处传来一声声怒喝 龙血步兵赶来 就地弯弓搭剑 将剑支射了出去 嗖 嗖 一声声呼啸 剑语狠狠地落入 黑甲怪物中 但是造成的伤害 却并不理想 这些怪物 防御力极其强悍 由金铁锁住的箭头 别说造成杀伤了 甚至连外皮 都破不了 杀呀 看到怪物 马上就要冲来 这些龙血步兵 居然拔出武器 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宋白脸色俱变 你们要干什么 快撤 一向另行禁止的士兵们 此刻却如同没有听到 他的命令一般 根本没有停下脚步 快停下来 你们敢不听命令吗 别去了 你们打不过这些怪物的 再走一步 就是送死啊 宋白连连怒斥 最后的话语中 甚至都带有一些 哀求的语气 这些龙血战士 是他一点一点训练出来的 每一个人的成长 他都耗尽心血 而如今 他们却要 为自己的命 去进行一场 注定失败的战斗 这如何让他不痛苦 是主公给我家土殿 来供养我父母 让他们不饿死 那我这条命 就是主公的 今生 就到此为止了 来生在为主公效忠 杀呀 战士们齐声呐喊 破 一个龙血步兵的长刀 狠狠地破入了怪物的腹部 而后 他被怪物直接抓起 一把抓为血物 类似的战斗 还出现在战场上的各个角落 每个龙血战士 都是在用自身的伤亡 生生地 构筑了一道血肉防线 该死的畜生 张辽神色黯淡 黄伴痛哭失声 只有宋白死死地 看着这惨烈的一幕 不知不觉间 指甲深深嵌入血肉中 但他却浑然不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战士牺牲 而怪物 仍然如潮水般扑来 这样下去 不到半个时辰 这些士兵 就会尽数牺牲 全员阵亡 这样惨重的战损 是宋白 想都不敢想的 而此刻 他还需要足足一个时辰 才能将僵尸 彻底炼化 怎么办 刺了 一声利刃 划破血肉的声音响起 怪物群的最后面 一个黑甲怪物 哀鸣一声 随即倒地 援军来了 众人眼前一亮 随后 他们就看到一道倩影 在怪物群中 往来纵横 他的每一次挥剑 都能轻而易举地 带走一个怪物 这人是 孔鹰 他居然屈而复返 又回来援助宋白了 一时之间 在场的众人 对他油然生出一股 由衷的感激 剑影纵横 他那恶挪多姿的利影 如同在怪物群中 天天起舞 一时间 众人也不由得吃了 刺 又是一击 怪物应声倒地 与此同时 也吸引了 更多怪物的注意 众多龙穴步兵们的压力 瞬间小了不少 他们结下战阵 相互之间 有力配合 一时杀了不少怪物 这时 怪物群中 传来孔鹰娇俏的声音 宋白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 看着不忍心 绝无想要 帮助你的意思 话音刚落 众人这才明白 为什么此女宁愿 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奋不顾身地 帮助宋白 原来 是被主公的魅力 折服了呀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他二人的眼中 也多了不少暧昧 甚至 在怪物 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他们还有闲心 议论起来 咱主公的魅力 有这么大吗 我怎么感觉 有不少女子 都愿意投怀送抱 咱家主公才二十多岁 就已经白手起家 成为一代霸主 你说他 有没有这番魅力 再说了 你以同性的角度看问题 未免有些不服气的因素 但如果你是女的 卧槽 我肯定嫁给他 士兵们议论纷纷 话语传入孔鹰的耳中 谁要嫁给他 宋白就是个灯徒子 花心大萝卜 谁看上他真是瞎了眼了 这话一说 众人纷纷激动起来 不是吧 我根本没提他 莫菲 嘿嘿 有些话不说就懂 都懂 女人真是麻烦 喜欢就要说出来吗 孔鹰 随后孔鹰瞪了他们一眼 也不再解释了 心想这件事 只会越描越黑 倒不如干脆不说 一时间 手中的力度 也不由得大了 无数黑甲怪物 纷纷惨死见下 他们明白 这个恐怖的雌性 怎么又变得如此恐怖了 就连宋白 都投来一样的眼神 碰 随着一声撞击声 孔鹰长腿抬起 一脚踢出 最后一头黑甲怪物 也在哀鸣中死去 而此刻 曹青的尸体 也马上要祭连完成了 宋白警惕地看向四周 此时是最关键的时刻 绝对不能出岔子 尤其是 曹冲那个小屁孩 最是鸡贼 刚才打斗的时候 就没看到他的身影 眼下必须要好好防备 以防他突然偷袭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宋白放下心来 以为这次战斗 彻底结束了 但就在这时 被神魂之力操控的曹青尸体 突然睁开了眼睛 这双眼睛充满着嗜血 杀戮 破坏 显得极为恐怖 一股股黑气萦绕周围 不停地蠕动着 仿佛要吞噬周围的一切 不好 宋白心中一惊 原来的那个曹青死了 可是这次炼制 竟然刺激了他脑海中 那个更为暴虐的意识 眼前这个曹青发出一声大笑 模样非常疯狂 想不到吧宋白 我又活过来了 他眼睛紧紧盯着宋白 你敢这番虐待我 现在 我一定要狠狠报复 让你长寿百倍的痛苦 而后 他整个壮瘦的身躯 竟然转眼间 化作一团黑气 直接钻入了宋白的口鼻中 这一切只发生在 电光火时间 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死吧 脑海中一股黑气盘旋 随即化作曹青的模样 面色十分猙獰 从此以后 你这具完美的身躯 从此将被我占有 而你这个孱弱的意识 就化作我神魂的养料 安心去死吧 看着他那争鸣的神情 宋白丝毫不惧 反而冷笑道 你真以为吃定我了 或许死的人是你 那也尚未可知呢 听到这话 曹青原本举起的神魂右手 也不由得停下来 他眼中惊疑不定 难道 这宋白真的有底牌 怎么 这区区一番话 就让你不敢动吗 没想到一代霸主曹青 居然这么胆小 还是说 只是徒有其名呢 宋白接着嘲讽道 丝毫没有给曹青 留下任何颜面 该死 曹青暴怒 趁虚而入 可就糟糕了 黄瓣即到 他看到一旁的张辽 连忙拉起他 张将军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张辽即到 我能有什么办法 哎 怎么了 以前军师传说过我一门 关于神魂的法术 只要凭借此法 就可以让神魂 到达主宫的脑海中 去帮助他 张辽道 那还不快去 黄瓣急得抓耳挠腮 但是 我神魂之力太弱 根本帮不了主公太多 再说了 这种神魂传送的方法 必须要两人的唇齿 相互接触 才可以传送过去 张辽又解释了一遍 这 听到这话后 在场的众人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黄瓣妈撒着自己的香肠嘴 一时间也有些下不去嘴 随后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直勾勾地看向孔鹰 顺着他的眼神 众人也看了过去 你们看我干什么 我 孔鹰有些奇怪道 随后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捂着自己的嘴 你 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啊 我是不会同意的 黄瓣苦劝道 孔小姐 不 主母 您马上要和我家主公完婚了 也不差这一嘴不是 再说了 我倒是想救主公 也不太合适啊 孔鹰一脸防备 那也不行 我这是第一次 黄瓣还要劝 但一旁的张辽碰碰她 事已不要太说了 多说无意 好吧 黄瓣无奈地摇摇头 既然如此 那就只好 我亲自来了 说完 她看着宋白的脸庞 狠心一闭眼 嘴巴撅了上去 不要 就当要接触的时候 孔鹰急忙喊道 黄瓣疑惑地看着她 她无奈道 还是我来吧 看着一个壮汉 撅起嘴巴 扑向宋白 她实在是有些不忍心 在张辽的教导下 她很快学到了这个神魂法术 随后 对着宋白英俊的脸庞 孔鹰犹豫了一下 下一刻 她那柔软的英唇 直接与宋白贴合 不 一声轻响 孔鹰的神魂 很快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地方 听说 一个人的脑海里 最能够反映出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那么 宋白的世界里 是什么样子的呢 下一刻 孔鹰睁开了眼睛 眼前是一片火红的世界 无数火焰肆意奔腾 极为炽热 更让她吃惊的是 这个世界光怪陆离 简直超乎了她的想象 有高楼大厦 有能飞行的钢铁怪物 有远程传呼的法器 下一刻 世界翻转 出现了无数美丽女子 她们面容娇好 体态婀娜 有些女子的美貌 让一向自信的孔鹰 都感觉惭愧 这时 世界又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极为富丽堂皇的宫殿中 女皇高座宝座 她容貌秀丽清雅 脸色却冰冷如水 冰入骨髓 不知为什么 孔鹰隐约觉得 这个女子名叫林黛月 林黛月 孔鹰缓缓出口 嗯 女皇的眼睛 仿佛望着虚空 你是何人 怎么知道 我的名字 还有 你这是在哪 此地怎么如此奇怪 我 孔鹰不知为什么 不由自主地 将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 我叫孔鹰 这里是 宋白的神魂空间 我要来救她 她眼神空洞 喃喃道 嗯 听到这话 林黛月猛然冲了过来 一把抓住孔鹰 她表情十分激动 她在哪 快带我见她 快说 我已经有数千年 碰 如同一声泡沫碎响 林黛月转眼不见 孔鹰一下子惊醒了 眼前 仿佛还残留着那人的话语 是一场梦吗 可是 身处宋白的脑海中 又怎么会做梦 好 下一刻 一声怒吼 将她震醒 只见眼前 由神魂之力 所化成的曹青 正满脸猙獰的扑向宋白 试图要将她整个吞噬 宋白此时神魂摇曳 如同风雨中的孤舟 马上就要被淹没 快跑啊 孔鹰连忙提醒道 宋白好像听到了 她的呼喊 转头看了一眼 露出一抹微笑 当神魂沉浸在脑海中时 总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幻象 宋白早 以习以为常 不过 梦到孔鹰 却还是第一次 而此刻 曹青的怒吼声 就在眼前 来吧 将我吞噬吧 宋白在心里呐喊 到时候 你就会彻底后悔 但在孔鹰眼里 此刻的宋白 已经彻底愣住了 面对无比强大的攻击 既不反抗 也不躲避 更让人生气的是 就连自己的拼命呼喊 她也只是微微一笑 不理 难道 她失去神志了 想到这儿 孔鹰不由得冷汗连连 就这样的宋白 就算就回来 恐怕也是个傻子 曹青的攻击 已经近在眼前 孔鹰急忙冲了上去 大声喊道 曹青 你这个废物 杀我啊 随后不管不顾 便挡在宋白的面前 试图为她抵挡伤害 这是孔鹰 她不是幻象 宋白愣了一下 然而无比磅礴的 神魂之力袭来 已容不得她多想 她正要上前 用自己的身躯 抵挡住攻击的时候 孔鹰已经先她一步 奋不顾身地迎了过去 砰 神魂之力的撞击声响 孔鹰跌倒在地 身体的神魂之力 瞬间变得无比虚弱 你干什么 宋白急到 她之所以敢正面对敌 是因为她的身上 有七星剑 根本不怕神魂的攻击 可孔鹰她什么也没有啊 一个刚到六阶的神魂强度 竟然就敢直面曹青的 全力一击 这不是找死吗 宋白时再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此刻的孔鹰神魂虚弱 意识分散 苦笑一声 宋白 我是孔舟墓的独生女 身份多么尊贵显赫 却为了你差点命都没了 而你呢 不但不领情就罢了 还要赶我走 你真是个畜生 她越想越气 干脆指着宋白的鼻子骂 听到这话 宋白的神魂 顿时变得火红 似乎有淡淡火焰燃烧 啊 她发出一声剧烈的怒吼 怎么也不会想到 事情怎么变成了这个地步 自己是为了孔鹰的安全 才故意说一些话激怒她 好让她远离这片是非之地 但孔鹰却因为一片痴情 不顾生命的安危 也要将宋白救出来 结果现在可到后 孔鹰身受重伤 而敌人却还没有消灭 都是因为你 宋白暴怒 旋即看向曹青的神魂 眼中全是怒火 下一刻 她鼓起全身的力量 猛然冲了上去 照着曹青的鼻子 就是一拳 因为这是神魂之间的对抗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战斗技巧 也没有法宝可以使用 一切的战斗 都只是赤裸裸的碰撞 是灵魂力量的对抗 碰 碰 碰 一连串的攻击 让人猝不及防 都说乱拳打死老师傅 宋白不管不顾的攻击 倒让曹青一连猛逼 只好举起 双拳连连防御 大挨了十几下之后 自身没有任何伤势 神魂力量也没有消耗太多 她也渐渐回过味来 合计着这宋白 只是气势强 实际上 她的神魂之力 咬牙切齿 没想到她一代霸主 竟然也会被这 虚张声势的攻击 给吓到了 真是耻辱 旋即她全身黑气蔓延 整个神魂 都被黑色所包裹 宋白 结束了 你的攻击到此为止 说完她整个人 化作无边的黑幕 瞬间将宋白 整个吞噬 然而 面对这样的变化 宋白非但没有感到恐惧 反而凝聚起神魂之力 攻击得越发迅猛 给我吞噬 我要让你这狗贼 永无出头之日 宋白怒吼一声 眼看到了生死关头 她已经没有别的想法 只能将希望 全部寄托在七星界上 破釜沉舟 这是决定生死的一战 好 一声如虎啸般的叫声 现实世界中 众人发现 宋白手上的戒指 竟然闪耀出 无比璀璨的光芒 随即进入她的体内 正当曹青的神魂 准备将宋白 彻底吞噬的那一刻 这一束光芒 也随之闪耀 随即这束光芒 好像活物般 一番为二 一股光芒 注入宋白的神魂中 让她能够 抵御黑气的侵蚀 另一股光芒 则冲入曹青的神魂 化作一道道白色光线 不停地将其吞噬 啊 曹青发出一声惨叫 她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神魂不断地被分割 消散 让她感到无比痛苦 甚至恨不得 下一刻就要死去 想死 宋白一把抓住她的神魂 面色猙獰 没那么容易 随即她捏住 曹青的神魂 在她惊恐的眼神下 一点点将其撕碎 化作无比精传的神魂之力 曹青试图挣扎 但很快发现 这是徒劳 即使她输出再多的神魂之力 也根本挣脱不了束缚 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她只能不断地哀嚎 甚至都开始不断求饶 企图让宋白 将她直接杀死 少受一些痛苦 啊 随着最后一丝神魂之力 即将耗尽 曹青心中明白 她彻底失去了 再次复生的机会 宋白 感受比我惨痛百倍的痛苦吧 在临死前 她发出了这样恶毒的诅咒 旋即 一抹黑气 从她身上散发 竟然直直印上了 宋白的神魂之中 之后 她最后一丝神魂之力 也随之消散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一般 但宋白 却丝毫没有注意这些 她在杀死了曹青之后 连忙鼓起全身的神魂之力 试图灌输到孔赢的身躯中 没有用的 孔赢苦笑一声 每个人的神魂都是独一无二的 神魂之力 一旦被耗尽 便只能通过修炼来恢复 旁人不能帮助一点 恐怕从此以后 我就要变成一个孤魂野鬼 离开这世上了 她声音带着七楚 仿佛有无尽的遗憾 放屁 我说你能活 你肯定就能活 宋白怒道 随即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你离开我的神魂空间 返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 不就能恢复了吗 孔赢比翼地看了她一眼 就以我现在的神魂强度 只要脱离了庇护 恐怕一阵风 都能把我神魂给吹散了 话音未落 宋白如同被雷劈了 一般愣在原地 久久不能回神 是啊 孔赢的神魂 要想回到身体中去 就必须增强神魂强度 但要增强神魂 又只能在自己身体里修炼 根本不能借助任何外力 这不就成一个死局了吗 她只好郁闷道 好吧 不过你要相信我 我肯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哼哼 孔赢根本不相信 连你自己都差点死了 还说救我呢 做你的白日大梦去吧 不过这样也挺好 咱俩共用一个身体 等你和你夫人换好的时候 没准我还能观战呢 她侃侃而谈 这时又表现得毫不在意 宋白听完她的话 不仅没有反驳 反而脸色渐渐凝重 孔赢的神魂相当重要 如果她没有在短时间内 回归身体 只怕肉体 就会因此而腐朽 那样的话 她就彻底成为一个孤魂野鬼了 这事情不能拖延 必须要赶紧解决 怎么办才好 正当宋白心中焦急之时 仿佛听见一个人的呼喊声 片刻后 她的意识就回归到了现实 抬头一看 原来是黄瓣正在摇晃她的胳膊 哎 主公 你终于醒了 可把我老黄给担心坏了呀 黄瓣惊喜到 玄疾她又有点疑惑地看向孔赢 她仍在昏迷之中 对了孔姑娘的神魂呢 她不是去救你了吗 怎么还在昏迷啊 宋白摇摇头 她神魂状况恐怕不太好 我正在想用什么办法 能撞大她的神魂 这还不容易 听到这话 黄瓣一拍大腿 仿佛心中早已经有了主意 你有办法 宋白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要说 以气血实力来看 她保准 是把好手 可要论起对神魂之力的理解 黄瓣简直就是狗屁不通啊 她怎么会有主意 发现宋白 带着怀疑的眼神看她 黄瓣道 主公您可以不相信我 可不能不相信军师啊 要论起 对神魂的造诣 还有谁能比李明道李先生高吗 然而 宋白却缓缓摇头 军师尚且在徐州 距离此地有十几日的路程 等她到的时候 恐怕孔鹰的身躯都已经腐朽 完全没有作用了 然而她说完话 随即好似意识到了什么 慢慢地抬起头 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军师 你怎么会在这里 军师 请你想想办法救救孔鹰 她为了帮我抵挡伤害 此刻神魂不稳 回不到身躯中 再不救她 恐怕身躯都腐朽身躯了 宋白仿佛看到了救星 连忙将事情的原委说出来 呸呸呸 你才升趋了呢 这时 在她脑海中 传出了孔鹰满是嫌弃的声音 宋白苦笑一声 孔姑娘 我在这想办法 救你出去 咱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 她性格一向霸道 根本不会让别人说三道四 但孔鹰这个姑娘 与她素不相识 却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救自己 宋白只能客客气气 和她说话 那也不行 孔鹰在脑海中说 要被你说成这样 我以后怎么嫁人啊 嫁给我就好了吗 宋白调笑道 我呸 孔鹰说话 仿佛带着唾沫星子 我呀 宁愿身躯腐朽 也不会嫁给你 说话凶巴巴的 但却让宋白 产生了一丝恋爱之意 不由的脸上 也带起一丝微笑 片刻之后 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抬头一看 众人都怪异地看着她 在他们的眼里 主公好像精神分裂了一般 一个人微笑着自言自语 宋白笑了笑 也不打算解释 便看向李明道 想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李明道一提浮沉 缓缓道 主公 孔姑娘这件事 根本不用着急 她父亲孔佛祖 有意中宝 能够直接增强神魂的强度 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这里有一口水晶棺 通体由极地寒冰所致 在三十天内 足以保证孔姑娘的身躯 完好无损 主公只需要在这段时间内 找到孔佛祖 自然就能救出孔姑娘 但另一件事 却尤为重要 听到能救出孔盈 宋白顿时大喜过望 但看到李明道凝重的神情 顿时意识到 事情似乎又没那么简单 军师 还有什么事情吗 宋白问道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下一刻 李明道一个纵身走上前去 随即伸手一点 砰 两个骨节分明的手指 深深地刺入宋白的肩膀上 宋完没有丝毫反抗 因为他知道 军师是绝对不会坑害自己 斯拉 一物撕裂声响起 宋白还没反应过来 便注意到自己的肩膀上 有一个诡异的黑色图案盘绕 这是 宋白心中一惊 他想起来了 在曹青死之前 曾发出一声极为恶毒的诅咒 说什么凄惨百倍 永受折磨之类的话 没想到 还真有这个诅咒 不过 这人都死了 已经神魂俱灭 连载入轮回 转世投胎的 可能都没有 自己还能怕他 一个死人不成 宋白的脸色顿时轻松起来 李明道见他毫不在意 不由地沉声道 主公 你可不要小瞧这道图案 这是非常有名的诅咒 破运咒 传说上古时代 恶魔族便以自身 永世沉沦地狱为代价 给龙族下了这样一个咒语 当时龙族 可以称得上是 上古时代的主宰 雄霸天下 不可一世 根本不将这个诅咒 放在眼里 但从此 龙族子四几乎断绝 内部分争不断 以至于达到 如今即将要灭亡的地步 李明道一一分析道 这么严重 宋白脸色大变 那他会对我产生什么效果 我要怎样才能解除这个咒语 这 听到这话 李明道也有些为难 连上古龙族都没有办法解决 他区区一个半人半鬼的活死人 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好解释道 主公 如今我也没有太大的办法 但你要注意这个咒语的作用 就是让你不断地遭受厄运 之后厄运的效果 会越来越深 对你的命运 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厄运 听到这句话 宋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什么样的厄运 能让一个上古大族 都因此差点断绝传承呢 他此刻 却是不知 在他正在思考的时候 黄瓣忽然脚下一滑 手中的重锤 直接从手中脱落 呼 重锤破入空中 直直地向前旋转 而他抛出的方向 好巧不巧 就迎向了宋白 主公小心 李明道按道一声不吼 连忙挥起扶尘 挡住了这次攻击 这时 宋白才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我一向反应敏锐 但刚才那一击 居然根本 没有丝毫察觉 他心中一惊 旋即看向尖头 那淡淡黑气 缭绕的诡异图案 难道是因为他 宋白随即 看向李明道 希望得到一个解释 不错 李明道苦笑一声 这就是诅咒的作用 让厄运增强 同时也会使受诅咒者 暂时失去 对厄运的察觉 主公可不能大意啊 我听说燕州的 白马将军 公孙赞 与恶魔族多有牵连 或许他能知道一些内幕 我希望主公即刻启程 去燕州打探消息 尽快将诅咒解决 才是大事 宋白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看向孔赞的身躯道 孔姑娘为了救我 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住 如今 她陷入危难之中 我如果先去救自己 那也太不是人了 这时候 脑海中孔赞听到了她的话 不由得有些焦急 你这个笨蛋 我活得好好的 谁要你救 再说了 宝物就在我父亲手里 我随时都能够保住性命 倒是你 你这个倒霉蛋 说到这儿 孔赞的话语停顿下来 随后惊呼道 小心 宋白抬头一看 一口爆裂的龙溪 向她喷吐 她随手抵挡 将这股龙溪捏在手中 如同玩物一般 抬头一看 天空之上 一个黑龙振奋翅膀 面带惊奇 咦 你这个人类爬虫 倒是有些 意思 竟然连伟大的龙族吐息 都能够抵挡 宋白淡淡道 敢问阁下是什么人 她身上有龙族的血脉 因此被袭击之后 一时半会儿 也并没有怎么生起 再加上诅咒的影响 让她知道 这段时间内 肯定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攻击 嘿 黑龙吃笑一声 小爬虫 你倒是有胆色 看到巨龙居然不害怕 说完她又一口龙溪喷吐 宋白随手接过 此刻的脸上 却带着淡淡的怒涩 她已经容忍过一次了 但这只黑龙 竟然不知好歹 仍然要向她发起攻击 你脾气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好了 孔赢调侃道 宋白缓缓摇头 她此刻 是一方势力之主 必须充分考虑到 各方面因素 才能确保势力 顺利发展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得罪龙族 比较好 但她手下的武将 可忍不了 张辽带着淡淡的运弩 握紧了武器 李明道 微眯起双眼 扶沉正尿一扫 属辱臣死 这黑龙竟然敢侮辱主公 让他们这些当下属的 感到非常耻辱 黄瓣更是怒道 你是个什么扑冷儿子 也配跟我家主公说话 也配自称巨龙 回家赶快把你那对翅膀 简短给包汤喝 扒虫 你说谁呢 黑龙脸色阴亡 说的就是你 大扑冷儿子 放肆 你这个肮脏的 渺小的 卑微的扒虫 黑龙连连怒吼 大扑冷儿子 黄瓣毫不示弱 好 黑龙大声怒吼 原地掀起一阵狂风 随后她龙溪一吐 朝着黄瓣就喷了过去 没想到 黄风吹过 那股龙溪居然顺着风势 向宋白扑过来了 宋白 混蛋 这都能打中我 孔鹰不停咯咯笑 幸灾乐祸道 坏蛋 遭报应了吧 宋白暗暗骂了一句 动作却毫不迟疑 反口同样喷出一股龙溪 砰 这股龙溪 缭绕着无比炽热的火焰 竟然冲散了攻击 还狠狠冲向了那个黑龙 黑龙脸色大变 她不明白这个 普普通通的人类爬虫 怎么也能喷出龙溪 不由自主地 她伸出龙爪 试图抵挡着波龙溪 但下一刻 龙溪应约而至 一股极为强大的轰击力 竟然直接将她轰翻倒地 而她的翅膀上 也有淡淡的火焰引燃 冒出烧焦的气息 哟 黄霸阴阳怪气道 翅膀烧出了哈 混账 黑龙怒吼一声 看向宋白 你怎么又龙溪 宋白没说话 只是走上前去 一脚踏中黑龙的龙爪 你干什么 黑龙愤怒到 他想要抽出龙爪 但此刻却发现 宋白的脚如同钢铁般 稳稳地踏中了他 让他不能动弹分毫 不干什么 你刚才袭击了 我和我的下属 现在也不过是淘点利息而已 宋白淡淡道 说完 他的脚狠狠一踏 一声骨骼 碎裂声响起 啊 这条黑龙发出一声 惊天彻地的痛苦吼叫 而他的龙爪 已然绵软无力 竟然是被宋白生生地踏碎了 此刻 宋白死死地踩着黑龙的龙爪 疼吗 宋白问道 黑龙死死地盯着他 忍着剧痛 没有说话 宋白抬头 很好 看来是不疼 那再来一下 黑龙连忙摇头 抖落起大片尘土 大蹦 宋白脚一抬 随后猛然落下 将另一只龙爪也踩得粉碎 好 这下黑龙彻底忍不了了 他仰头大吼 脸部因痛苦扭曲起来 知道疼了 宋白问道 黑龙连连点头 很好 下面我问什么 你说什么 如果不疼 可以不用说 此刻眼前凶猛的恶龙 此刻却如同受惊的小兽一般 整个身躯 蜷缩起来 眼中满含泪光 不错 挺乖 脑海中的孔鹰惊讶道 宋白 想不到 你还真有两下子 连巨龙都给你收拾得服服帖帖 那当然 宋白傲然道 想当年家里没钱 只能出去给人家打工 做过几年耍猴的 哦 黑龙脸色悲哀 发出了不甘的哀鸣 什么时候 如此尊贵的龙族 居然都能被一个耍猴的 给欺负了 嘿嘿 好了 下面进入正题 宋白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来这里干什么 是公龙 还是母龙 黑龙虚弱地答道 在夏威廉四世 凤吾王黑龙之主 卡萨丁命令 来这里 寻找黑龙公主 说到这儿 他语气顿了顿 哦 来这里找你家公主啊 宋白瞥了一眼他下面 道 性别我知道了 那就不用问了 为什么啊 孔吟好奇道 宋白漫不经心回答 我看到了他那啥 嗨嗨 聊胜于无吧 威廉听到这话 恼羞成怒 不过自己的身家性命 捏在宋白手中 也不敢多说什么 黑龙公主 宋白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心想这个称呼 咋这么熟悉呢 李明道提醒道 伊丽莎白 对 伊丽莎白 宋白眼前一亮 问道 他与你们有关系吗 你们怎么知道公主的名字 威廉激动道 自从奉黑龙之主的命令 来到人类领地 寻找黑龙公主 这一年多来 他不知道经受了 多少人类的暗算 现在早已疲惫不堪 此时 听到公主的线索 不由地激动起来 眼泪也跟着啪啪掉 这位尊贵的领主 如果你有公主的下落 一定要告知于我 我们黑龙帝国 一定不会忘记 明得有意 威廉满含热泪 鬼知道他这几年 受了多少苦 不说有些人类强者 以杀他为荣耀 甚至就连一些 人类小孩 都敢拿着弹弓打他 更可气的是 不知道哪个传言说 龙边对身体大鼓 吓得他都差点萎缩了 龙族 在人类的地盘上 真不好浑啊 这 宋白有些为难 伊丽莎白早 就是自己的下属了 如果不是事情太多 他早就准备好大床 与其同床共枕了 现在龙族来人 要把伊丽莎白请回去 自己一时半会儿 还有些舍不得 算了军师 你带着威廉 去见见伊丽莎白 他要是想离开 就放他二人走吧 宋白有些痛心疾首 人族和龙族 这两个物种之间的 友好交流 恐怕就要到此为止了 说完话 宋白扛起那个 装有孔宁躯体的水晶棺 身躯跃起 瞬间化身火龙 他扑扇着龙翼 转身消失在空中 看得黑龙威 连是目瞪口呆 这 这这这 宋白纵起龙翼 连飞了几天几夜 终于到达了 孔佛祖的地盘 城市里众多平民百姓 惊恐地望着天空 宋白那无比宽宏雄伟的身影 他收回龙翼 转瞬之间 化为人形身后 背着一口巨大的水晶棺 宋白在此 快叫你们主公孔佛祖来迎接我 毕竟是盟友关系 就这样强行闯入人家的都城 恐怕也不大合适 脑海中传出 孔宁有些担忧的声音 宋白 你说 我父亲真的会救我吗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说 宋白疑惑道 怎么之前大大咧咧的孔宁 越是往回走 越显得有些慌张 我怕我父亲不救我 孔宁在脑海中说 宋白疑惑道 你是你父亲的独生女 她不救你就谁啊 孔宁摇摇头 你不知道 我母亲是她的小妾 我算是个庶女 别看我是她的独生女 其实我父亲 只是把我当作利益交换的工具 日子过得并不好 看到一向开朗的孔宁 此刻却是这般沮丧的神色 宋白一时之间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于是安慰道 别担心 你爸不救你 不还有我吗 嗯 说话之间 城门洞开 几个人抬着轿子 拉开帘子 正当宋白 以为孔佛祖亲自到来的时候 帘子却突然掀开 里面是一顶帽子 旁边的侍从说 欢迎宋白大人 亲临此地 礼貌礼貌 欢迎大人 宋白脸色阴沉 这孔佛祖不亲自来 反而用一顶帽子来迎接他 这是看不起人啊 但毕竟此行是为了救孔鹰 他一时之间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忍着怒气 在几位侍从的欢迎下 走进了城门 哎不对 大人 侍从用手指着旁边 请走侧门 侧门 我贵为周牧之尊 和你家主人平起平坐 居然让我走侧门 宋白说话之间 有着淡淡的怒气 这乃是在欢迎自己 分明是在侮辱人 侍从点点头 不好意思宋大人 这是主公的吩咐 我们也只好听从命令 走吧 大人 我这就给您引路 我引你个大头鬼 宋白抓起帽子 将他抱扣 在眼前侍从的头上 旋即手中 方天话即显现 照着城墙光的 就是一下子 碰 一声喷响 杀石乱剑 城墙被打出了一个缺口 瞬时间众人大乱 但是没人敢拦着宋白 就凭自己那两下子 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使不得呀大人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快 快把主公请过来 不多时 从城内走过来一个老者 只见他精神绝朔 两眼放出金光 复剑 脑海中 孔银惊叫一声 宋白这才停下动作 哎呀 久闻宋贤弟前来 怎么也不与我打个招呼 我们这城墙土石薄弱 可经不起老弟 您的折腾啊 孔佛祖连忙打招呼 满脸堆笑 但宋白脸色冷峻 根本不给他面子 这个老狐狸刚才 还要用什么礼貌 用什么走侧门 来给他下马威 可见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放下背后的水晶棺 缓缓道 孔大人 我没别的话好说 您家的千金孔银姑娘 为了救我身受重伤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神魂就困在我的脑海 我对不起她 会做出一些补偿 同时也想让您拿出 有助于恢复神魂的宝物 来救她的性命 宋白缓缓道 什么补偿 孔佛祖两眼放光 宋白摇摇头 何记者说了这么多 他根本不在乎 自家女儿的性命 就记着补偿两个字了 嗨嗨 孔佛祖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失态 连忙道 不急不急 补偿的事情 可以再谈 宋老爹 咱进来歇会儿吧 孔大人 有事情您就说 宋白面色阴沉 此刻他才意识到 这个叫孔佛祖的老狐狸 恐怕根本不在乎 自己的女儿 好 孔佛祖得意的屡屡胡须 似乎早就等宋白这句话 听说曹青被你杀死了 那我也不多要 他的地盘 就全都交给我吧 等我接收到地盘 治疗神魂的药物 自然就交给你了 什么 听到这话 宋白气得差点要易 击打死眼前这个老东西 那曹青的地盘 横跨两个半的周府 比孔宋两家 加起来的都大 结果这孔佛祖一出口 就是曹青的全部地盘 胃口大的也不怕自己 咬了舌头 宋白想了片刻 仍然道 好 我答应你 虽然说曹青死了 但他的地盘 也不在自己手里 一时半会儿 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宋白 神魂空间里 孔银呼喊了他一声 他万万没想到 父亲居然把自己 当作筹码 来和宋白谈判 更没想到的是 宋白为了救自己 竟然能舍弃这么大的利益 这让他一时之间 既痛苦 又有些感动 心情十分复杂 不用担心 等你身体复苏了 以后就跟着我吧 不然这个老东西 以后指不定 怎么折磨你呢 宋白安慰他 嗯 听到他脱口而出的话语 孔佛祖有些疑惑 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这时宋白道 孔大人 我既然答应 你这个条件 那么治疗神魂的宝物 可以给我了吧 说话之间手已经伸了出去 他实在是 不想跟这个老东西莫及了 此人太坏了 孔佛祖又露出 他那老奸巨华的微笑 不着急 不着急 宋老弟请先在城中歇两天再说 宋白脸色冷下来 孔大人 我就直说了吧 孔姑娘的身躯 只能支持三十天左右 如果不能及时救治 恐怕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说实话 我瞧不起你 您自己的亲生女儿 您不救 可以 但是 你绝不能妨碍着我去救她 她这一番话 让孔佛祖的眼睛 也微微眯起来 连带着脸上的皱纹 看上去有些阴狠 好 宋老弟快人快语 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佩服 宝物 我可以拿出来 但曹青的地盘 你也必须亲手 交到我手上 什么 宋白瞪大了眼睛 这老家伙 怎么能这么无耻 要自己的部队 冒着重大损失的危险 亲自去攻占城池 在这之后 还要把城池 顺利交接到孔佛祖的手中 她才肯交出宝物 但那时 她到底给不给 还要看她的脸色 想到这儿 宋白的脸色更加阴冷 孔大人 您不如直接叫我们吞并得了 孔佛祖两眼放光 搓着手 那怎么好意思呢 哼哼 碰 宋白气得头发昏 在原地挥舞一下方天化剂 随后化为火龙 不管不顾地冲入城中 你干什么 孔佛祖经了 就这样 让一个巨龙进入城里 恐怕这个城池 就要废了 远处传来宋白的声音 你不给我治疗神魂的宝物 我就自己去取 好机会 孔佛祖看准时机 手中一挥 一股飞天卷地的神魂之力冲去 下一刻 天空中影现幽月 焚月之血 宋白随手挥出一招 便直接将她打翻在地 碰 孔佛祖倒地 口吐鲜血不止 她倒在地上 十分狼狈 几个侍卫 想要去服 却被她随手一挥 全部打成血污 片刻后 她脸色毒辣 喃喃道 好 宋白 是你自己要死 在她看来 所谓的盟友 不过是暂时的利益关系 那为了利益 把盟友杀死 不也是可以的吗 既然如此 宋白 你就去死吧 你的地盘 你的文臣武将 你的女人和财富 全都是我的 她额头上显露青惊 眼中带着疯狂之色 昆龙阵 臭 瞬间 原本正常的城市 隐约笼罩出一层薄薄的黑色迷雾 此时的城中 宋白随手抓起一名士兵 立声道 说 孔佛祖的宝物都藏在哪里 我 我不知道啊 这个小兵面色惊恐 宋白随手将她抛下 按道也是 一个普通的小兵 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真的是急糊涂了 她正要离开 想要抓住孔佛祖 问清宝物的下落 这时 孔赢一声惊呼 宋白 你看那是什么 宋白回头看去 只见城墙处出现了一股淡淡的黑色迷雾 正铺天盖地地向她冲了过来 这黑雾 让她产生了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仿佛只要碰触到 就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此时有几个奔逃的平民百姓 一个不注意被黑雾碰触到 随即倒在地上 发出一声惨嚎 黑雾过去 原本生命力旺盛的人类 如今已经失去了血肉 只剩下累累白骨 这个歹徒 居然为了杀死自己 连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 宋白感到心在低血 墙头上 恐佛祖哈哈大笑 宋白 这下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给你面子你不要 给你抬剑你也不下 那你就干脆去死好了 他此时仍带着笑脸 但配上冰冷的话语 显得有些恐怖 该死的是你 宋白怒道 他一路走来 见到的这些人族霸主 陶善 曹青 恐佛祖 没有一个是善良之辈 全都造下了血淋淋的罪孽 每个人都是心狠手辣的屠夫 这样的暴君 是怎样掌控数周之地的 难道仅仅是依靠实力吗 他们不害怕 普通百姓的反抗吗 宋白想不明白 而这时 那黑雾以惊人的速度 吞噬了数百个 普通百姓的生命 小心 孔鹰提醒一声 此刻宋白的耳朵里 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这时他才看到 就在不远处 一个妇人抱着怀中的孩子 跌倒在地 再无助地哭喊 恐佛祖 连普通小孩子的命 你都不放过 真不是人 宋白怒骂道 旋即冲了上去 试图救下孩子 在危难关头 他连自身的性命都保不住 还要眼睁睁 看着数百条无辜的生命死亡 这让他无比痛苦 哈哈 孔佛祖无比得意 我连自家女儿的性命都不管 还在乎他 这一两个孩子吗 再说了 你怎么不去死啊 你要是死了 我就不会放出困隆阵 他们也能保住性命啊 宋白 一切的悲剧 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为他们的冤魂赎罪吧 哄 眼见汹汹黑雾扑来 那妇人 还在抱着孩子痛哭 宋白心中一急 竟然直接扑了上去 他全身的气血 和神魂之力 同时爆发 竟然以自身之躯 挡住了这无比恐怖的黑雾 嘶嘶嘶嘶 这股黑雾不停地 侵袭着宋白全身的血肉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气血 和神魂之力 也在以极为恐怖的速度消耗着 快跑啊 怎么不跑 宋白苦苦抵挡黑雾 而身后的妇人 仍然抱着孩子 在地上痛哭不止 不由地生气道 妇人痛哭 我 我腿软 站不起来啊 不要孩子了 宋白怒斥 仿佛是这一句话 给了妇人勇气 他居然勉强站起身 跌跌撞撞地向后跑去 过了一刻钟 看着妇人远去的身影 宋白终于松了口气 迅速向后边跑去 而此时 他衣衫褛褛 身躯破败不堪 不死之身特性发动 一刻不停地 修补着他的血肉 让他忍不住 发出嘶嘶的刺痛声 哈哈 孔佛祖得意的笑声又传来 你逃不掉的 宋白 你不知道吧 我这个阵法名叫困龙阵 只要你是龙 就逃不出这个禁锢 永远也出不来 乖乖死在这里吧 困龙阵 听到他这话 宋白的脸上 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疑惑 他看向自己的身躯 秘密的龙灵包裹下 龙翼伸展 龙躯残破不堪 按照孔佛祖的说法 这门阵法 叫困龙阵 是专门对付 龙族的 而那之前死亡的 几百个无辜百姓 也并不是逃不出去 只是速度太慢 躲不过罢了 那么 只要自己不是龙族 席卷而来 而宋白体内的神魂 和气血之力 已经消耗大半了 他咬咬牙 望着这如洪水猛兽般的黑雾 直接化身人形 冲了进去 在城墙上 看着这一幕的孔佛祖 此刻又露出嘲讽的笑容 没有用的 那就算变成人形 也改变不了力量本源 依旧会死 然而下一刻 他却惊掉了下巴 只见一个背着水晶棺的身影 从这浓雾中 直接冲了出来 怎么可能 他不是龙族吗 为何不受这困龙阵的影响 难道 是阵法失效了 孔佛祖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时 一挤灰来 在他猝不及房间 冰冷的几间 已经刺入了他的喉咙 快把治疗神魂的宝物交给我 我饶你不死 宋白冷冷道 不可能 孔佛祖倒在地上 一阵失神 直到现在 他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困龙阵 居然困不了龙吗 怎么可能 不可能什么 宋白皱着眉头问 孔佛祖苦笑一声 就算我把宝物给了你 恐怕你也不会放过我 他倒是想得明白 从此人开始殃及 无辜百姓生命的时候 宋白就已经给他定好了结局 那就是死 还要无比凄惨的死 不过眼下看来 倒是个麻烦 因为孔佛祖宁愿死不给宝物 这样一来 就不能复活孔宁 连你的亲生女儿 都不肯救吗 神魂空间中 孔宁喃喃道 此刻 他已经对这个所谓的父亲 彻底失望 宋白也有些为难 主人 您的孩子带来了 您可不知道 那个黑雾有多么厉害 要不是我按照您的方法来 恐怕小公子也要受伤的 这时 一个如母抱着个小孩子 跑过来说 滚蛋 谁认识你这个贱人 孔佛祖突然间神色激动 而那个如母也忽然意识到 局势不妙 连连道歉 然后抱着怀中的孩子 就急匆匆离去 等等 一脊挥出 挡住了他匆忙的步伐 我看看孩子 宋白淡淡的话语传来 说话间 还没等如母阻拦 他已经将孩子抱在怀里 仔细查看 这是一个小男孩 粉雕玉琢 十分可爱 看其五官十分熟悉 不像孔佛祖 倒是与孔莹有几分相似 这是你的儿子 宋白盯着孔佛祖 沉声问道 孔佛祖脸色灰白 并不打话 显然是默认了 即使他不说 恐怕宋白也能看出来 交出宝物 就请你的女儿 我可以放过他 不然 就让他死好了 说话间 宋白已经抓起婴儿 将他朝向城墙外 数十丈高的城墙 别说一个婴儿了 就算是一个成年人掉下去 也必死无疑 孔佛祖苦笑一声 这婴儿多么无辜 你刚才为了救另外一个孩子 甘心冒着生命危险 如今 竟然又要亲手杀死这个孩子 你于心何人 还是说 你做的一切 都只是伪善 都只是为了收拢明星 表演给人看的 然而听到这几句话 宋白的动作 丝毫没有停下 他只是淡淡道 那不一样 说吧 到底给不给 把东西给我 保你儿子不死 不给 你就跟他一块死 宋白说道 他是真不明白 这老东西 为什么宁愿死 也不把恢复神魂的宝物交出来 要知道 这救的 可是他自己女儿的命 此刻的孔佛祖 煞时间像苍老了几十岁一般 他缓缓道 我给了你 就能放我儿子的命 是不是 宋白不耐烦道 看我心情 他知道自己说什么话 这老奸巨华的孔佛祖 都不会相信 干脆对他一下 孔佛祖苦笑一声 随后 他手中一闪 一个晶莹的盒子 拿出 里面是一颗丹药 宋白随手接过 这玩意儿怎么用 你亲口服下 将这颗丹药 化作的神魂之力 传送到脑海中 孔佛祖的神魂 自然就能得到恢复 说完他叹口气 孔佛 我知道你听得到 父亲对不起你啊 神魂空间中一阵静默 孔佛祖没有说任何话 宋白随口服下丹药 感受到无边的神魂之力散开 他连忙引导着这股力量 将其传送到神魂空间去 感受到神魂空间中的孔吟 正在一刻不停地 炼化这股丹药 宋白点点头 转身就要走 哎 孔佛祖急了 宋大人 我的孩子 孩子 什么孩子 宋白满脸疑惑 故作不知 就是 冥怀中的那个 孔佛祖说话直哆嗦 因为那个婴儿 还在城墙边缘 只要宋白一松手 他就会掉下去 摔个粉身碎骨 你说他 宋白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将背上背着的水晶棺取下 一个绝美女子的躯体 在里面静静沉睡 虚于 一股无形的神魂之力 似乎要从宋白身上剥离出来 而后钻入到孔宁的躯体中去 躯体微微颤动了一下 片刻后 整个人虚弱地睁开眼睛 躺倒在宋白怀中 瞧 他醒了 宋白微微一笑 孔佛祖彻底急了 他跪在宋白面前 声剧泪下 宋大人 不 宋爷爷 求求你放那个婴儿吧 他才三个月 还是个孩子 滚 宋白一脚踢倒孔佛祖 眼中带着冷意 这让他觉得 自己像是个反派 旋即宋白冷声道 城中因为你 差点死了的婴儿 不是孩子吗 我千里来求要 喂的不是你孩子吗 我就不明白了 同样是你的儿女 你他娘的 为什么就不顾他的命 宋白恶狠狠道 他原本以为 看在自己女儿的份上 孔佛祖肯定会尽力治好孔婴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老东西 竟然将孔婴的命当作筹码 来和他谈条件 这是什么狗屁父亲 说 孔佛祖 你今天要不把事情说明白 你儿子也别想活了 你 孔佛祖长叹一声 而后缓缓道 婴儿虽然懂事 可到底是一个女子 再加上她是妾室所生 身份卑微 根本不能继承大同 因此 我对她有所轻视 哎 说白了 也是我造的孽啊 说着说着 眼泪竟然掉下来了 宋白凝神盯着她 你造什么孽 和我没关系 你错就错在招惹了我 记住我宋白 以后把眼睛放亮点 不是谁你都能招惹的 看到我绕道走 明白吗 孔佛祖老老实实点头 明白了 这时 孔吟咳嗽着醒了过来 滚吧 宋白上前扶着她 同时随手一挥 将婴儿扔下城墙 孔佛祖惊呼一声 连忙冲下去 一把抓住婴儿 城墙上 孔吟的一双美目 紧紧盯着宋白 宋白笑了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是不是 说完话 她纵身一跃 电光火时间 一击冲破虚空 携带着无比狂暴的杀意 直接将冲向孔佛祖的背后 孔佛祖感受到这股攻击 她试图躲避 但已经来不及了 只好牢牢抱住怀中婴儿 凝聚全身防御 试图不让她受到伤害 咕哧 一声刺响 孔佛祖吐出一口鲜血 手中无力地松开 随着婴儿的哭喊声 她缓缓从空中跌落 就在这最后一刻 一声龙吼震天动地 宋白瞬间化身巨龙 抓住了婴儿 孔佛祖眼中 多了一丝说不清到不明的意味 在生命的最后镜头 她喃喃道 谢谢 宋白看都不看她 抱起婴儿 重上城墙 左右士兵举着武器 谨慎地看着她 然而 刚才他们就没胆子上 更别说现在了 数万将士 没有一个敢上前搏杀 而宋白也是他们如无物 这些懦夫 比起她麾下的士兵来说 可是差远了 她将婴儿放入 仍然虚弱的孔林怀中 转身看向城内 面色有些许担忧 那里还有一团黑气 在不停地侵蚀这座城池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应对的话 恐怕这一城的人族平民 都会因此而丧命 该怎么将其解除呢 宋白陷入了沉思 这时 原本极为虚弱的孔林 也慢慢有了气力 她抱起怀中的婴儿 眼中弥漫出无尽的悲伤 眼前这个孩子 是她同父一母的弟弟 而她的亲生父亲 就在刚才的时候 死了 杀她父亲的凶手 如今就在眼前 就算孔佛祖 待她如何如何不好 可说到底 她也是自己的父亲啊 此刻的婴儿年纪尚小 不知道什么叫伤心 仍然伸出两个小胖手 索求拥抱 看上去十分可爱 你明知道杀了她 我会恨你一辈子 所以 你还是要这样做 对吗 孔莹说话哽咽 两行青泪从眼角流出 显得十分凄凉 宋白没有回头 只是摇摇头 不管你的事 孔佛祖肆意残害人族 罪孽深重 我没有理由放过她 事实上 我不杀她的儿子 啪 滚 孔莹泪流满面 一巴掌打到宋白脸上 宋白下意识抬起右手 摸摸被打中的脸颊 随即愣了一下 想说些什么 又住了嘴 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她点点头 好 这股黑气必须要解决 我将其跟除了 马上就走 我让你现在就滚 孔莹爆发式地 吼出这一句话 宋白正正地看着她 自从自己来到这世界后 凡是对她这种恶劣态度的人 都已经被自己杀死了 但面对孔莹 她根本不可能动手 这女子不顾自身危险 两次三番救了她的命 宋白绝不会无动于衷 这时候 她好像察觉到什么似的 往下面一看 原本无比浓密的黑雾 竟然开始慢慢消散 而在这里面 一个黑影左右奔腾 张开满是力尺的嘴巴 肆意吞噬这股雾气 这是 宋白有种猜测 但又迟迟不敢确定 等黑雾被其尽数吞噬 那黑影忽然闭上嘴巴 然后两眼冒出一道红光射来 如同两个灯笼一般 下一刻 她看到宋白的身影 神区瞬间变小 如同一条小狗般 欢快地扑了过来 小黑 宋白激动地抱住她 真是没想到 原本以为已经死了的小黑 竟然出现在这里 既然危机已经解除 那下面就是要离开的时候了 转身要走 却发现众多士兵都手持武器 警惕地看着她 就连孔赢的目光中 也有些许的恨意 她和小黑就整个城池 但没有一个人因此感谢她 唉 宋白叹了口气 对着孔赢的那道倩影 缓缓道 你多保重 说完话 她化身巨龙 戴上小黑就要离开 等等 孔赢转身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倦 还有尚未擦干的泪痕 宋白 是因为孔佛祖 抵出了你的心意 你就要杀她吗 你在杀她之前 有没有一丝一毫 甚至一瞬间的时间 想到过我的感受 还是说 对于你而言 我只不过是一个 萍水相逢的路人而已 说到这 泪水渐渐充益她的眼眶 毫无声息地留下 不要哭 宋白叹息一声 她只感到自己的心 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般 生疼 孔佛祖杀我也就罢了 那是我二人的私人恩怨 可她绝对不该 在使用困隆症的时候 殃及到无辜百姓 数百条人命啊 就因为她死了 孔赢 实话说 我忍不了 我宋白一生 行事坦坦荡荡 立志要为人族复兴 付出一切 绝对不能容忍 她这样残忍的行为 孔赢姑娘 我对不住你 你想杀我也好 恨我也罢 我不会有丝毫怨恨 但孔佛祖 该死 我杀了她 也绝不后悔 宋白说完 只见眼前的孔赢郊区颤抖 眼中再无神采 她暗叹一声 再不回头 随后化身火龙 带着小黑冲上云霄 转眼消失天际 只剩下原处的孔赢 望着她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消失不见的身影 随后低头默默地 看着怀中的婴儿 一时间内心既痛苦 又迷茫 宋白 终于到了 望着不远处的巍峨城墙 宋白松了一口气 这一路上 因为自己的厄运 不知道受到了多少苦头 虽然说没有什么危险 不过确实让人有些烦闷 而后她退去身上龙铃 化身成人形 小黑也变换身形 爬伏在她的肩头 走吧 宋白抚摸了一下小黑 燕州民风飙悍 士兵各个雄壮有力 眼神中藏有锐气 宋白进入城中的时候 除了被警告不要闹事之外 并没有太多的阻拦 而城中虽然不太繁华 但往来人群热闹 宋白居然还发现了一些兽人族 混入其中 倒也十分融洽 看样子 他们地位平等 彼此间也没有什么隔阂 虽然宋白不赞同这种做法 但不得不承认 这个城市管理的确实很不错 连带着 他也对燕州州墓公孙赞 提起了一丝兴趣 看来此人有几分本身 不过自己身份特殊 再加上之前也与其没有太多交集 因此 暂时不便显露身份 暂时先慢慢了解一段时间吧 这时 一阵破空声传来 一把巨斧呼啸而过 看其方向 正是宋白 碰 还没等这斧子砸中目标 宋白已经牢牢抓住斧头 让其不能有丝毫动弹 唉 这位兄弟 实在不好意思 太对不住了 从不远处 跑来一个铁塔般的壮汉 赤着上身 看上去有些憨厚 我刚才脚下一滑 这斧子不知怎么就脱手而出了 幸好啊 没砸到人 要不然 我这家当可不够赔的 壮汉说话憨憨的 没事 宋白摇摇头 看着壮汉连连道歉 倒也不像是故意惹麻烦 既然这样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身上受到的诅咒 再一次发挥作用了 宋白不禁无奈地摇摇头 脑壳疼啊 这关于厄运的诅咒 到底什么时候能消失 壮汉看到他这副模样 连忙道 兄弟是砸到头了 有没有出师 放心 我霸王绝对不赖掌 该赔一定赔 宋白笑了一下 这叫霸王的壮汉 还挺实心眼的 当即笑道 没事 只要你不让我赔斧子钱就好 斧子砸到了你 该我赔才是 怎么能让你 说话说到一半 霸王忽然看到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他原本大如雷吼的嗓门 瞬间被压低 直至消失不见 同时凭住呼吸 大气也不敢喘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宋白手中的巨斧 竟然被其声声捏爆 看着一地的碎线 霸王的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这可是足以抵挡 六阶妖兽的咬势 仍然毫发无损的 特种金链钢啊 这等宝物 他也是在机缘巧合下 才好不容易得到一块 如果不是因为 这块金链钢太少 他甚至都想 将其炼成钢甲穿在身上了 但是 霸王自动忽略了地上的碎线 转而看向宋白 眼神中带着无比炙热 高手 绝对是高手 六阶妖兽都咬不破的金链钢 他随手一掰 就能将其掰得粉碎 这说明了什么 此人远强于一般的六阶妖兽 甚至可以随手灭之 他霸王还以为 以自己六阶的实力 在燕州有多么了不起 如今看来 也不过如此 但如果能跟在这高手身边 学个一招两式的 岂不是都能在燕州 横着走了 一时间 原本因为失去武器 而略有些沉痛的心 此刻居然有些欣喜 看向宋白的眼神 也愈发炽热 小心 正当他无限畅想之时 宋白忽然伸出一掌 将他推开 而在不远处 一辆马车忽然打滑 横冲直撞而来 刺了 宋白侧身躲避 马车却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 仍然是直直冲了过来 差一点 就撞到了他二人 找死啊 车夫挥起马鞭 骂了一句 听到这话 宋白脸色一冷 虽然是自己的诅咒产生效果 才让这马车打滑 撞到自己 但这车夫说的话 未免也太不惊人情了 看什么看 找死啊 车夫继续骂道 虽然他气势凌人 但在宋白眼中看来 此人身上毫无力量波动 似乎没有丝毫修为 还这样嚣张 很快就有人给了答案 高手 快走呀 这是兽人族的奴仆 他们势力太大 咱惹不起 霸王急忙劝导 此时 马车愈发快速 一只手撩开轿子 一张极为丑陋的 向鼻子露出来 而周围的平民 不管是人族还是兽人族 都在拼命躲避 只有宋白一人 不闪不避 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啪 不管他有没有 挥起就是一鞭子 在这车夫身上 留下一道红痕 啊 这车夫连连惨叫 然而下一刻 啪 又是一边 此刻 旁边楼上的茶馆 宋白和霸王两人 一边喝茶 一边饶有兴致地 看着这一幕 霸王拍手叫好 妙啊 这就叫大风起 西云飞扬 恶人自有恶人魔 哈哈哈哈 宋白大笑一声 觉得这小子 还真有意思 见他笑了 霸王也乐了 高手 我见您对这地方 不太熟悉 是第一次来烟州吧 宋白点点头 霸王道 不知您来 所为何事啊 宋白放下茶杯 缓缓道 谋个生计 凡事要留三分地 不可禁输对人言 虽然说和这霸王 有了一时的交集 但毕竟是萍水相逢 宋白也没打算说真话 霸王黑黑一乐 高手 不是我说 就凭您这身手 到哪混不都得是做上兵 不过 您要真想找个去处 我倒是有个主意 哦 宋白提起了兴趣 这时候 城门洞开 数百骑奔腾 他们全是穿白衣着白甲 胯下是一匹极为雄剑的白马 而最前面的匹马 更是神骏 上面坐着一个中年人 两然胡须 十分鹦鹉 霸王笑道 好巧不巧 人来了 高手 我说的生计 就在他身上 哦 看着下面的队伍 宋白若有所思 眼前出现了一行光幕 兵种 白马一从 二百三十五 等阶 A 介绍 全都是白甲白袍白马 组成的青骑兵 由燕州周目公孙 赞昭目而成 是以远程突袭 不是一正面作战 曾多次击败 兽人足狼骑兵 战力不凡 特性 马踏草原 飞马长空 万里奔腾 破阵一从 霸王察言观色道 高手 最前面走着的 就是咱们燕州周目公孙 赞公孙大人 这几天城中 要举行舞蹈大会 广招各路英雄 您要是投奔他 以后必定前途无量 哦不 说错了 是无量 前途无量 宋白笑了一下 随手扔下手中酒杯道 我与他平起平坐 还差不多 哦 啥 听到这话 霸王大惊失色 他连忙往周围看了看 确定没有人注意到这里 这才长呼一口气 略微紧张道 高手 咱这话可不能乱说 宋白笑笑 举起茶杯喝了一口 没有再多解释 论地盘 他雄距徐州之地 又刚刚打败了曹青 马上要扩展领地 而公孙赞 只不过占个烟州而已 比他可差远了 说两者地位差不多 其实还有些抬去了这公孙赞 正当两人交谈之际 楼梯间忽然发出吵闹的声音 片刻之后 有两人蹬蹬蹬上楼 众人看去 最前面的是一个少女 短鹤穿洁 却露出雪白的肌肤 她明眸好齿 相貌清秀 看上去十分动人 但一众正在吃饭的时刻 脸色大变 纷纷放下筷子 赶紧结账离开了 这是谁 宋白轻声问道 燕州第一高手 第一恶霸柳如月 霸王挠了挠头 还是第一美女 宋白轻笑一声 就这 她相处过的美女数不胜数 在她看来 这少女也只能算个中等姿色 不能说不漂亮吧 但绝对和第一美女扯不上面 霸王小声道 实力加分呀 要说武功超凡盖世 咱也能称得上一句 燕州美男子不是 此时 后面跟着的一个中年男子 眼神阴险很毒 如同毒蛇一般 向四周打量 忽然 她好似看到了什么 眼神牢牢地锁定宋白 就是她 宋白看到这个中年男子 不由地微微一笑 是不是刚才那个车夫吗 她随即说道 你好啊兄弟 怎么 刚受过教训 现在找主人讨债来了 砰 站在前面的柳如月 眼中一闪 话音落下 一根筷子如同寒芒般 投了过来 小心 霸王惊呼道 但宋白仍然谈笑自若 仿佛丝毫不为所动 瞪 筷子插在她眼前的墙上 仍在不停发展 霸王连连叹息 还好还好 宋白喝口茶水 看也不看她 不知道二位前来 有何贵干 是想要打架 还是想打架呢 请说一堆废话 柳如月冲上来 如葱白的手指 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她恶狠狠道 说 刚才那项人的轿子 是不是你给整毁的 宋白摇头 不是 放屁 就是你 我亲眼看到你用了一个法术 那辆车才倒下的 车夫怒道 宋白点头 你说是 那就是咯 车夫激动道 你刚才不说不是吗 不好意思 我耍你的 宋白轻描淡写 车夫气得呲牙咧嘴 提起拳头 就向宋白冲去 下一刻 他就以比刚才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出去 宋白缓缓收回拳头 无奈道 姑娘 你这位夫君还是哥哥 是我父亲 柳如月冷冷道 啊 你父亲 这么大的人了 找面子 还要靠女儿帮忙 他按住桌面 是不是太废物了 再说 你怎么不问问你父亲 是不是他先撞到我 柳如月听到这话 瞥了一眼旁边的车夫 不由地沉默了 他这个不学无数的父亲 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要不是 他这次苦苦哀求 都快给自己跪下了 柳如月也不会为他出面 不过到底是自己的父亲 虽然知道错了 柳如月还是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 他冷冷道 我不管谁对谁错 既然你到了燕州 就必须给我柳如月一个面子 现在 给我父亲跪下 柯萨头 我饶你一面 不可能 宋白还没回答 旁边的霸王倒是激动起来了 他随即低声道 高手 刚才打到你 真是不好意思 现在我先挡着柳如月 你赶快逃走 也算是我还你的了 宋白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这小子能说会到 关键时刻也挺够意气啊 这时 霸王看着柳如月傲然道 你也别装什么大笑女了 你要真的孝顺 凭你燕州第一高手的身份 能让你父亲做一个车夫 柳如月没说话 随手抛出三枚柳叶刀 直直抛了出去 与此同时 他抓起手边的一柄长剑 五个剑花冲来 死 旁边围观的众人见状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柳家的剑舞 听说这女子凭借此招式 可与周牧公孙大人 拼个步相上下 力战数个六阶巅峰的高手 毫无巨色 不是吧 这么强的招式 他父亲怎么不练呢 听说柳家剑舞 传女不传男 那老小子根本没有机会 一时间 柳如月挥出长剑 寒光闪烁 剑意凛然 就连旁边围观的众人 都感觉到这剑意上凛冽的锋芒 不由得纷纷退避 而身为目标的霸王 背后更是渗出点点冷汗 握住武器的手 也不由得有些颤抖 这一剑次来 只感觉天地间 竟是锋利的剑意 众人纷纷闭上眼睛 不忍看眼前的这一幕 碰 一声轻响 霸王没有感到丝毫疼痛 随即睁开眼睛 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惊讶地待在原地 眼中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宋白仍坐在茶桌上 右手却伸出两个手指 直接夹住了这一剑 此时 旁边围观的众人 也是瞪大了眼睛 满眼惊异 被震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怎么可能 柳家的剑舞 就连六阶巅峰高手公孙赞大人 都只能站个平手啊 这少年不过二十来岁 看年纪也还年轻 但一身实力如此惊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看那柳如月的剑势绵软无力 一定是看这小子长得帅 故意收手了 有道理 这位兄台好眼光 不知道您是什么实力 不敢当不敢当 区区二阶高手 不值一谈 此时众人议论纷纷 大家没想到 这柳家出了名的剑舞 却被这少年二指给拦住了 难道真的是柳如月 就故意收手了 但此时的柳如月 看着眼前一脸淡然的少年 不由地咬了咬牙 脸上露出极为不甘心的神色 只有他自己清楚 刚才那一招 自己绝对是使尽全力 爆发了全部弃血之力的 但这样恐怖的一击 却被眼前的少年轻松拦下 而看他轻松血液的神色 估计都没有使尽全力 也没有用任何招式 只是简简单单的二指 便夹住了他的长剑 你是什么人 柳如月咬牙切齿 宋白没有回答 只是眼中含笑 姑娘 请继续你的表演 表演 后面车夫的眼神 疑惑地看着二人 急到 柳如月 可不能看着小子长得帅 就放水了呀 我可告诉你 这小子是打了你老子的人 你要是不把我报仇 亏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 闭嘴 柳如月一声吼 随即一手挥出 将车夫打倒在地 转过身来 他性目原瞪 狠狠地看着宋白 仿佛要用眼神 将他千刀万剐 这姑娘狠人啊 一生气 连自己老子都打 当真惹不起 想到这儿 宋白不由地伸出手 挑出一个大拇指 你混蛋 柳如月彻底怒了 他抛下长剑 如同一个母老虎般 恶狠狠扑向宋白 哎姑娘 打人不打脸啊 也不能抓 周围看热闹的众人 不由地对视一眼 心领神会 这哪是在打架啊 这分明是在讨情骂靠 没想到燕州的第一恶把 居然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 你放肆 此时的柳如月 满脸战红 喘息不止 没想到这个少年 不但功夫了得 力气也是无比巨大 还没等施展招数 却不到片刻间 自己就被扭着胳膊 扣在了桌子上 此时柳如月 紧贴在桌上 姿势十分诱惑 身躯勾勒出 一道完美的弧线 还反抗吗 宋白淡淡一笑 如今前来挑逝的两个人 柳如月已经被他制服 还有他父亲 被他亲自一脚踹飞 算是全军覆没了 随着这场争斗的结束 看热闹的众人 也是失去了兴趣 散了吧 都散了吧 没什么好看的了 哎 谁知道那少年 竟有如此武力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等一等 燕州第一美女 被少年制服 竟然当街做出这种事 我的天 书店没你的书我不看 众人散去 还来吗 燕州第一高手 柳如月 宋白一手压着他 还有余力 举起茶杯喝口茶 柳如月大口喘气 香汗淋漓 呼呼 再来一次 我还就不信了 霸王对宋白竖起大拇指 高手 你真是高手啊 我本来以为 你只是实力强大 现在看来 是我见识短浅了 这时 茶楼下面又传来呼吓声 好家伙 宋白皱着眉头 这是刚打倒一个 又来了一窝 下一刻 无数身穿白袍的士兵冲来 涌入茶楼 站在最前面的军官 相貌鹦鹉 身材雄伟挺拔 两眼炯炯有神 如同一颗笔直的松竹 他拿出一个令牌 吻声道 公孙将军麾下百夫长赵子龙 奉命前来 赵子龙 听到他的名字 宋白一愣神 不由地放开 身下的柳如月 你就是赵子龙 他眼神疑惑 白袍小将赵云赵子龙 在曹营七进七出 是万军如同无物 被誉为胡胆将军 难道 就是眼前的这位 宋白一阵失神 两位 你二人在公众场合 无故争斗 请跟我走一趟吧 另外 赵子龙皱起眉头 好像想到了什么 这间酒楼损坏的桌椅 都需要你二人来赔偿 柳如月有些气愤 凭什么 分明是此人挑事在先 要赔也是他赔 赵子龙摇摇头 赔偿的事以后再说 二位先跟我来吧 柳如月咬牙切齿 你可知道 我是什么人 燕州第一高手 连你上司公孙赞 都只能与我打个平手 就凭你 也想抓我 赵子龙不说话 只是摆摆手 让身后的士兵撤退 而他本人 则是拿出一杆银枪 摆出架势 迎向柳如月 柳如月被气笑了 怎么你还真想 跟我打一场 你信不信 就凭你五阶的实力 不到三回合 就会被我杀死 而且我与公孙暂时顾骄 他恐怕都不会责骂我一声 宋白在一旁 很有兴趣地听着 他想知道 面对眼前的局势 赵子龙又会如何应对 柳如月说话很直白 就是让赵子龙 不要多管闲事 如果他执意要管 就算死在别人手里 都没有人会替他报仇 然而此刻的赵子龙 依旧是神色凛然 实军之路 终军之势 我既然管理此事 别的就顾不了太多了 要么就乖乖动我走 说话间 他的眼神却相当平静 似乎对死亡毫不畏惧 你 柳如月气急 他想不明白 怎么会有这么倔脾气的人 简直像一个蠢驴子一般 好了 不要太任性了 走吧 身后的宋白 抓起他的手臂 宋白对这个叫做赵子龙的人 还是极为欣赏的 有原则 有勇气 忠于职守 不畏强权 再加上这一身白袍银枪的装扮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届版赵子龙呀 哦不 他本来就叫赵子龙 滚开 被抓住胳膊 柳如月本能地想要甩开 但宋白这一身力气何等惊人 直接死死地雇住了他 无奈之下 只得跟着宋白乖乖走了 多谢 赵子龙收起银枪 向宋白道谢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刚才不是宋白拦着的话 此刻的自己 就算是不死也会重伤 不用道谢小伙子 我很欣赏你 宋白微微一笑 用看后背的眼神看着他 如果你想要表示感谢 就对你家主公说一声 徐州宋白在此 希望有机会一见 宋白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赵子龙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 眼中有些许闪烁 高手 我等你回来 身后传来霸王的呼喊声 解决了一切繁杂事物 赵子龙回到家中 手中银枪连斗 一套精妙的枪法挥出 此时 随着他的银枪 在半空中纵横挥舞 无形的枪翼 也在此时缓缓生起 如果有人看到这幅情景 一定会惊讶地瞪大眼睛 因为表面上实力 只有五阶的赵子龙 此刻挥出的威力 却丝毫不下于六阶巅峰高手 呼呼 银枪越挥越急 久而久之 竟然在空中 形成了一道力量漩涡 赵子龙眼神凝重 不停挥舞 根本没有停下风吼 停 一声老人沧桑的声音 顿时 赵子龙也收回银枪 又恢复了表面上的五阶实力 他眼神平静 对着老人鞠了一躬 恭恭敬敬敬道 师父 老人道 赵子龙 你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我却从你的枪法中看出 你的心乱了 赵子龙鸣嘴 没说话 说 是不是 禀告师父 是 赵子龙宁重道 是因为一个男人 赵子龙 老人笑了一下 随后长叹一声 子龙 我知道你跟我学了这一身本事 我却硬要你隐藏实力 你心有不甘 看着沉默的年轻人 老人又道 可你要知道 公孙赞并非民主 你如果铁了心要跟着他 早晚会因为他而死 你作为我的第二个徒弟 我不需要你死 我希望 你能跟着一个惜财的人 一个能够称霸天下的人 听到这话 赵子龙有些震惊 很明显想到了什么 然后道 你是说 宋百 他本以为 此人心性不俗 可能背景非凡 但也只是猜测 他是哪家的富家公子 如今听到师父的话 他才意识到 这个人恐怕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 不错 这小子起于微末 他实力还极为弱小的时候 就敢假冒县长 拼死杀死人族恶霸 随后 攻占郡城 占领徐州 杀败曹青 甚至当着他女人的面 亲手把孔佛祖杀死 老人缓缓道 这份心性 不是谁都能有的 更让我惊讶的是 我甚至在他身上 没有看到任何缺点 如果非说有的话 恐怕就是好色 以及太过爱惜人族百姓了 听到老人的话 赵子龙还有些为难 可是我在公孙赞手下听令 如果轻易背弃主公 恐怕不大好 他是个极为有原则的人 因此 即使是师父再三劝道 他还是有些犹豫 糊涂 老人恨铁不成钢 君则臣 臣义则君 那公孙赞带你怎么样 不过是 让你当百夫长而已 但那宋白 以他的胸襟 他的魄力 绝对不会亏待你 这 赵子龙犹豫了一阵 随即深呼了一口气 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 师父你说的对 君则臣 臣义则君 那就让我看看 这宋白 到底是什么人物吧 燕州都城 公孙福 赵子龙走进去 看向高座上的公孙赞 公孙赞今日身穿大雕 怀中搂着美姬 问道 子龙来了 怎么有什么事吗 赵子龙拱手道 我师父年事已高 身体大不如前 今日前来 是想向主公请辞 回去照顾师父 还望主公应育 公孙赞这才微微低头 看着眼前这个气宇熏昂的青年 赵子龙已经跟他有三年多了 为人做事周到认真 很合他的胃口 可惜啊 他也只有五阶实力 根本很难独当大任 因此 即使在这三年间 赵子龙忠心办事 立下无数战功 却没有得到什么升迁的机会 直至今日 也只是个百夫掌而已 想到这儿 公孙赞头往后仰 叔父的龙在大雕里 好啊 一片孝心 值得称赞 既然这样 那你就收拾收拾行列 走吧 他说话随意 似乎赵子龙出走与否 根本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而听到这话 赵子龙微微低头 心中一片黯然 没想到 跟了三年多的主公 在听说他要离开后 态度竟然这样冷淡 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 即使是一向淡定从容 无目不堪大用 任他去吧 子龙 如果无事的话 你就此退下吧 公孙赞露出疲倦的表情 但他的眼神 却在不经意间 扫到了旁边的美姬身上 嘿嘿 这几日打仗实在太辛苦 那些半兽人部落 也清扫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该放松放松了 赵子龙点头 然后将他所要交接的事物 一一报告给公孙赞听 正当公孙赞露出 不耐烦的表情时 赵子龙才道 主公 昨天有人在燕州都城 打架斗殴 其中一男子自称是徐州宋白 想要见一见您 什么阿猫阿狗 公孙赞不耐烦地挥挥手 不见 说完他搂着怀中的娇躯 在姑娘的调笑声中 转头走入后堂 赵子龙有些疑惑 怎么听到宋白的名字 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难道是师父认错人了 轻声叹口气 赵子龙转身便走 心里想着 要和那宋白见上一面 等等 砰 正当他要迈出房门时 身后忽然传出一声爆喝 如同惊美一般 即使是极有涵养的赵子龙 也被这一声响吓了一跳 全身六阶的实力 差点就要爆发 他转过头来 看到公孙赞 两眼死死地盯着自己 你说那人叫什么 宋白 徐州宋白 正是 快把他叫过来 哦不 请过来 默 公孙赞左右徘徊 口中油字难难自语 他来干什么 难道是想威胁我 不对 这个是真是假 还真不好说 在一旁的赵子龙 脸上带着犹豫 主公 怎么了 公孙赞凶巴巴道 您裤子还没提好 奶奶的 公孙赞一把提起裤子 都是娘们惹的祸 快把那宋白叫过来 我要见他一面 过不多时 在赵子龙的引领下 宋白走了进来 他身躯雄伟 眼神藏有锐气 行走之间有火焰伴随 丝毫不掩饰自己 六阶巅峰的实力 因此 在公孙赞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 此人 就是宋白 那个杀了陶善 曹青等诸多高手的狠人 公孙赞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魏王曹青的实力举世皆知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更别说将曹青杀死宋白了 一时间 他的双腿竟有些打战 但随后稳定心神 心想这毕竟是自己的地盘 好歹也有了几分底气 哈哈哈哈 宋兄前来比赦 实在是有失远迎啊 您为何不通知小弟一生 让小弟也有机会来迎接你啊 公孙赞满脸堆笑 赵子龙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心想公孙赞可没服过别人 自己从没见过 他有这样的表情 不由得对宋白 也有了几分好奇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 宋白微微一笑 推开了公孙赞热情的右手 不瞒兄弟说 我这次来实在是有事相求 都听说烟州民风淳朴 极为好客 不过兄弟 未免也太热情了 为了来迎接我 连裤子都 公孙赞低头一看 奶奶的 都是娘们惹的货 宋兄千万别见惯 我们平时不这样 坐 请坐 众人落座 宋白刚一坐下 便抓起右肩衣服 将其撕开 啊 兄弟 我不好男色 我平时穿裤子的 正在胡说八道的公孙赞 在下一刻 便闭上了嘴巴 只见宋白的右肩上 黑雾缭绕 上面刻画着一个 诡异的图案 这是 公孙赞愣了一下 随即好像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如果我所料 不差的话 这个图案 是破运咒 说话之间 已然带着确定的语气 这时 一个侍女从后边走来 手中端着茶水 她一路走得都很平稳 但在宋白的旁边时 小钟托盘突然摔落 碰 就在托盘摔落的瞬息间 宋白随即散发气血之力 堪堪抵御住了这股茶水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侍女脸色慌张 随后迅速捏起地上的碎片 连划破双手 也浑然不绝 她不明白 自己端送了这么多茶水 今天却不知为何神情恍惚 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不用 不管你的事 一双修长的手握住她 抬起头 宋白脸色温和 侍女慌张看向公孙赞 听见她说 不用管 你下去吧 她这才公身道歉 急急忙忙离去 如您所见 公孙兄弟 宋白苦笑一声道 这就是破运咒 我听我家军师说 你这里有解决咒语的办法 因此想过来探寻一番 但没想到 刚进入城中 就闹了个误会 因此 现在才得以一见 哦 公孙赞的表情 有些奇怪 她确实对这方面有所研究 但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并不多 不知道宋兄的军师是 她试探道 宋白回答 是李明道先生 毕竟有求于人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全是李先生 公孙赞吓了一跳 李明道那个老家伙 和自己的太爷爷 都是平背相交 能活到现在 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老怪物了 没想到她现在还活着 更让人惊奇的是 她居然成为了 宋白的军师 此人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公孙赞捋着短须 看向宋白的眼神 惊疑不定 公孙兄弟 我不妨直说 我这次前来 就是想解除这个破运咒 不知道您可有办法 宋白有些不耐烦了 他只等公孙赞 一个明确的答复 如果此人不给的话 那就去抢 反正看他的实力 总不可能打得过曹青 那就更不是自己的对手了 想到这儿 宋白开始松动筋骨 捏起拳头 嘎巴一声响 宋兄这是要干什么 公孙赞吓一跳 要论实力 他也只能欺负一下 某些弱小的半兽人部落 可绝不是宋白的对手 这要是当场被暴打一顿 恐怕他都没地方喊冤去 啊没事 我放松放松身体 宋白随口答道 鬼才相信 你是在放松身体 公孙赞在心中吐槽 看着架势 如果自己不给 挨一顿打是少不了 这时宋白淡淡道 兄弟考虑的怎么样了 这 公孙赞沉默了一下 随后咬咬牙道 不瞒兄弟说 我这解除破运咒的方法 的确有 但却是一种解药 这种药物制作方法繁复 需要的宝贵药材众多 时至今日 我也只有一颗而已 本来是想留着自己用 但既然宋兄需要 我也就只好忍痛个爱了 只是 我还有一事相求 一脸期待地看着宋白 如果他不答应自己的要求 那就算挨一顿打 也不会将解药交出来 毕竟破运咒的解药 确实是极为珍贵的 这是要和自己谈条件 看到公孙赞的小眼神 宋白略一沉思 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你先说是什么事 如果他之前的态度恶劣 那宋白二话不说 就先动手把解药抢了 但人家恭恭敬敬 丝毫没有拒绝的意思 宋白如果再要抢抢 可就有些不讲道理了 是这样 公孙赞大喜 急忙说道 燕州地处人族边境 与寿人族多有来往 但向人族有一次 截获了我一批宝物 这本来是要 敬献给当今皇上的 如今宝物丢失 让我很势难办啊 哦 宋白皱起眉头 不就是些许宝物 再准备一批不就行了 他这时才想起来 好像的确得到消息 说是人族皇帝要过寿臣 可他都把人家魏王给杀了 还管这些干什么 完全没必要 再说了 宋白对这个人族至尊 也丝毫没有敬畏之心 正所谓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说不定哪天 他宋白也能做个皇帝玩玩 可是 宋兄 这批宝物中 有一块千年人参 实质可让人迅速提升实力 是专门敬献给皇上的呀 本来名单都已上报 到时候如果没有 这 这不是欺君之罪吗 公孙赞急得一脸冷汗 然而 宋白看向他的眼神 已然带着戏血之意 装 还给我装 如果这批货物 真有如此重要 那怎么看你刚才 没有一点焦急之色 以至于白天还要颠缆捣缝 希望宋兄能帮我这个忙 我一定感激不尽 破云丹双手奉上 即使没有拿到宝物 我公孙赞 也绝不让你白忙一趟 这话说得很漂亮 宋白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当即点点头 这个忙必须棒 还有 公孙兄 您麾下的赵子龙将军 我想借来一用 我 赵子龙一脸不可思议 公孙赞的表情有些微妙 随即哈哈大笑 子龙兄弟刚刚向我请辞 如今已经不是我麾下的将军了 是否愿意前去 还要看他本人的意见 宋兄 我可是爱莫能助啊 这时 两人同时看向赵子龙 赵子龙愣了一下 随即抱拳 末将愿望 两人请辞 公孙赞拍拍赵子龙的衣经 缓缓道 子龙将军才武接实力 此去一定要多多小心 注意安全啊 赵子龙有些莫名其妙 这主公平时也不太重视他 怎么这时候 反倒如此热情 仔细想想 可能是因为宋白的缘故 他不再多说话 只是威仪抱拳道 是 多谢主公关心了 哈哈哈哈 公孙赞大笑 我已经不是你主公了 好吧 快去吧 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原本面带笑容的公孙赞 忽然间变得无比阴冷 旁边的美姬走上前去拥住他 大王 这赵子龙也不过是武接实力 您何必对他这么热情 哼 你懂什么 公孙赞冷冷地甩开袖子 那小子如此弱小的实力 也不知道是走了狗屎运 被宋白一眼看上了 还是说 他本来就是宋白安插过来的棋子 你是说 美姬好像想到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如果赵子龙真是间谍的话 那凭借他的手段 恐怕咱俩 在床上的事情 他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公孙赞脸色阴沉 他虽然不太重视赵子龙 可毕竟此人会做事 因此 自己一些私密的事情 都交由他去办了 现在才发现 他很有可能是别人的棋子 如何让自己不恼怒 那现在怎么办啊 大王 美姬脸色惊恐 他实在无法想象 自己在床子之间的丑态 被人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办 那还不得拿你是问 公孙赞一把搂住了他 任凭他连连交呼 一步步往内室走去 大王 燕州都城往北 不过三百里左右的距离 便到了人类帝国边境 这里一马平川 竟是平坦的草原 再往前走 就是受人帝国了 而向人族的一个分支部落 也离此处不远 于 宋白乐住码头 在一处客栈旁停了下来 子龙将军 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他缓缓说道 为了照顾赵子龙的速度 也有意隐藏身份 宋白并没有选择化身火龙赶路 而是买了一匹马 和赵子龙一起朝目标进发 但他所骑的 不是之前的赤兔宝马 而只是一匹普通的红马 此刻 这匹马也有些气喘吁吁 正好二人看到了一间客栈 便打算在这里歇息一晚 小二 我二人在这里歇息一晚 给马匹喂上草料 再上一桌韭菜 宋白随手抛下马鞭 看着满脸堆笑的店小二 莫名觉得有些熟悉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马匠 一匹赤红色宝马 耳朵招展 身材雄健 似有千里之姿 宋白不由地点点头 好似意识到了什么 看向店小二的目光中 也变得和善起来 怎么了 赵子龙看到他这副神态 不禁问道 他二人这一路上 相处得极为融洽 赵子龙也在心中隐隐觉得 或许眼前的宋白 就是他一直以来要找的民主 没什么 宋白摇摇头 两人落座 店小二上菜上酒 菜式上好的龙肝凤脑 美味佳肴 有多种高阶的腰瘦肉 煎得炸的 煮得烤得应有尽有 酒式上好的陈年烈酒 酒香扑鼻 令人迷醉 赵子龙看到这一桌盛宴 不由地感叹 没想到这小小店面 竟然能吃到如此丰盛的晚餐 不过 他有些犹豫 因为口袋中装的钱 并不是很多 宋白好像看出了他的意思 笑笑道 放心吃吧 这桌菜不要钱 不要钱 赵子龙奇怪地看他一眼 这连年灾荒 民不聊生 各地军阀收税不断 怎么会有不要钱的客栈呢 宋白自信地笑笑 子龙将军如果不相信 咱俩可以打一个赌 名人不说暗话 如果我赢了 请子龙兄来我的麾下 为我笑领 但如果我输了 那就任凭子龙兄处置 打赌 赵子龙更加诧异了 这样看来 宋白肯定输呀 怎么会有不要钱的客栈呢 赵子龙有心拒绝 可这许多天的相处 让他也不忍拒绝 好吧 就和宋白兄胡闹一番吧 想到这儿 赵子龙也不禁微笑着点了点头 大红袍唐杰儿出生蛋 来咯 店小二高叫着菜名 把菜端了上来 宋白问道 店家 你们这的菜 都是多少钱的 嗨呀 店小二笑道 您来了 还提什么钱呀 不要钱 全都不要钱 一分都不要您的 宋白看着满脸惊恶的赵子龙 耸肩道 子龙将军 您看 我没骗你吧 这 赵子龙微微惊讶 随后放下了筷子 脸上百感焦急 不知在想些什么 子龙将军 宋白的一句话 提醒了他 唉 赵子龙放下筷子 低声叹气 实不相瞒 宋白兄 我一想到路上遇到的许多灾民 心里就透不过气啊 这菜肴虽然美味 我吃着却不是滋味 如果天底下每个地方 都有这样免费的热乎餐饭 那老百姓 说着说着 赵子龙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该怎么描述这种心情 他从小就有种怜悯之心 最看不得穷人受苦 但他发现 越是资助穷人 就有越多的人向他讨饭 即使他用尽所有家财 恐怕也就不了 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穷人 这让他感到极为痛苦 宋白缓缓道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必天下寒视剧欢言 对 就是这种心情 赵子龙一拍桌子 宋兄大财啊 宋兄 我始终想不明白 这些年农田的产量日高 又有无数的法术 可以使粮食增产 但结果呢 穷人也越来越多 吃不上饭的人数不胜数 真是奇怪啊 宋白微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子龙将军 还是年纪太轻 有很多事情 他都看不透 子龙将军 宋白道 各地军阀割据 战争连年不休 需要大量的粮食 军阀穷奢极欲 下层官吏层层克扣 落到老百姓手中的 也只有不到一两成的粮食 勉强不被饿死算了 更何况粮食吃不饱 也饿不死 就不会想着造反的事情 肉食折笔 那最高层的贵族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就是这个道理 原来如此 赵子龙豁然开朗 这时他才感觉到 那些所谓的军阀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欲 而连连发动战争 是有多么的可恶 那 宋兄弟 赵子龙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即失言道 我和他们不一样 宋白喝了一杯酒 摇摇头 没有再多的解释 好一个不一样 碰 这时 门突然被踹开了 一个巷人冲进来 满脸凶相 身后还跟着数十个巷人战士 这个巷人盯着宋白 恶狠狠道 人族要是再多几个 你这样的人 那早就统一天下了 还轮得着我们 兽人族享福 他砰的一声 坐在凳子上 看着宋白 你这样的人就该死 小二 上酒 宋白喝了一口酒 顺手按住 正要发作的赵子龙 脸色淡然 小二来了 巷人长官 您要喝点什么 都上来 这巷人咕嘟咕嘟 喝了几大口 脸色瞬间变得涨红 他问道 人族的畜生 你们这个酒 喉哈腰 惨媚道 哼 算你小子识相 但是要命 小二忽然脸色一朗 什么 碰 客栈中涌出数十个精壮汉子 每个人都手持武器 面色凶狠 这是家黑店 赵子龙瞬间警觉起来 巷人族战士们 慌忙抓起武器 但喝了这些酒之后 感觉浑身软绵无力 摇摇晃晃不知方向 这些人族汉子 正要下手 只听到宋白喝口酒 缓缓道 要活的 得令 不到一时片刻 这些巷人族被五花大绑 如同死猪一般倒在地上 众多精壮汉子 缓缓走来 跪倒在宋白的面前 殿小二跪在最前面 沉声道 禀告主公 我是牛二将军 麾下的吉道武兵 代号小二 说完他看了旁边的赵子龙一眼 这眼神 就连身为六阶的他 都感到了一丝威胁 子龙将军是我的好兄弟 大可放心 宋白缓缓道 宋白兄 赵子龙有些惊讶 这些都是您的部下 他没想到 宋白的地盘远在徐州 但其势力 已经隐隐波及到 千里之外的燕州了 如果双方一旦发动战争的话 恐怕宋白这边 就会立刻得到消息 甚至能直接突入燕州内部 因为谁也不会想到 在这种地方 他居然早已安插了 一股不弱的武装力量 这何等恐怖 一时间 赵子龙居然隐隐觉得 有些看不透眼前的宋白了 一盆凉水被泼下来 向人族战士们瞬间清醒 面前是之前的客栈伙计 眼神很毒 说 斩骨刀猛然麾下 啊 这个巷人一声惨叫 像鼻子不停抽搐 眼睛瞪得溜圆 像蹄子砍完之前说不出来 脑袋搬家 客栈伙计把玩着手中刀柄 一脸随意倒 他眼神中满是冷漠 仿佛眼前的这些巷人 不是什么战士 而只是普通的戴仔羔羊 宋白在旁边看着 眼神中露出一抹赞赏之色 这个审讯手法 和他是一脉相承啊 也不知道 这小子是怎么学到的 不错 有前途 值得培养 他在心里早已决定 回去一定要招呼一下牛二 给这小子升职加薪 他身边的赵子龙 这时却露出了一抹不忍之色 宋白注意到他这副神态 笑道 怎么 子龙将军心疼了 怎么可能 赵子龙摇摇头 只是我觉得 这种手法太过残忍 大概我也有些妇人之人吧 他自嘲道 赵子龙从小就悲天悯人 又经过师父的教导 道德极为高尚 有时候 就连公孙赞 委托他一些事情 如果太过险恶 也因此 虽然他劳苦功高 也一直为公孙赞所不喜 宋白笑道 子龙将军 你平时杀鸡杀鸭 有觉得自己残忍的时候吗 那倒没有 赵子龙又摇头 畜生怎能跟人比 宋白哈哈大笑 这些像人族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觉得 我们人族就不配做人 只能当作他们的奴隶 劳动工具 甚至是食物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把他当人呢 现在万族伶俐 各大种族 都想成为称霸天下的霸主 现在对一族表示同情 就会让他们强大起来 就是对人族自身的残忍 听完这番话 赵子龙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时间脑海思绪翻涌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好想想吧 宋白拍拍他的肩膀 这时 向人族战士们 又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殿小二一脸得意 走到宋白面前攻身 怎么 宋白笑道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殿小二点点头 托主公红服 那些向人族没砍断两根手指 就什么都说了 他们这次来 一是想打探周围边防 最重要的 还是掳掠边关百姓 好得到一些食物和奴隶 该死 赵子龙捶了一下拳头 周正的脸上 略有些胀红 亏得刚才 还想为这些向人求求情 没想到 他们的心肠 竟然如此歹毒 殿小二瞥了他一眼 仍然自顾自说道 主公 他们的部落 就在附近 离边关不远 或许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得到您想要的千年人参 以此来换取破解诅咒的方法 哦 宋白有些惊奇 你连这个都知道 那当然 朝中有人好办事 殿小二傲然道 不满主公 咱们已经有人 打入公孙赞的内部 成为带兵的将领了 这么厉害 宋白眼中一彩连连 关于派遣间谍 和探子的这种事情 他从来都没有管过 都是军师李明道和牛二 两人合计下来的 没想到 在不知不觉间 就给了他一个惊喜 好小子 宋白打亮他一眼 越看越顺眼 此人是个可造之才 你叫什么名字 代号殿小二 他不卑不亢 跟我你嗨了这套 我问你真名 回报主公 顾长生 仙人扶我顶 结发寿长生 好名字 你现在什么修为 四阶巅峰 顾长生回答道 看他的年纪 也不过二十多岁 就有了四阶巅峰的实力 算是不错了 张嘴 宋白划破手臂 不顾顾长生惊恶的眼神 将其中的龙血 源源不断 灌入他的口中 龙血入侯 顺时之间 他只感到五脏六腑 极为灼热 似乎要烧焦了一般 同时 一个无比狂暴 强大的力量 正在冲击他的肺腑 并向四肢灌入 哄 身体中一声乍响 此时的顾长生 惊恶的发现 就在这短短时间内 他已经获得突破了 现在 你是五阶高手了 宋白淡淡一笑 有些虚弱道 他拥有龙族之躯 体内的龙血 对于凡人来说 是大补之物 可以极大的提高实力 但付出这么多 他也不可能毫无代价 损失了些许精血 主公 顾长生跪下来 满脸凝重之色 此刻他心中无比感激 想说些什么 却感到如梗在喉 他一个燕州探子 是在卑微不过的存在 何德何能 受到主公如此器重 更何况 这等待遇 就连普通的将军 都没有享受过 我不知不觉间 顾长生已然泪流满面 不必说了 做好你自己的事 我不会亏待你的 宋白白白手道 是 顾长生公敬道 主公 那这些巷人怎么办 如果说他此前 是由于层层提拔 以及宋白对穷人的恩惠 让他忠心耿耿 而此刻 在得到了宋白的培养后 他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是为之急者死 就连看向宋白的眼神 也带着丝丝的狂热 问清楚向人族部落的地址 留一个带路 其他的全杀了 宋白道 是 顾长生答应一声 随即抓起身边武器 一脸凝笑地 走向那些向人族战士 子龙佩服 赵子龙见到宋白走来 不由地抱拳道 宋白愕然 佩服我什么 我见过的军阀霸主 也有许多了 但像宋兄这样 体恤下属的 实在是头一个 哈哈哈哈 宋白哈哈大笑 子龙兄谬赞了 你不付出点什么 就想让人家抛头颅 洒热血为你牺牲 凭什么 尊重是相互的 君之士陈如手足 则陈士君如复兴 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宋白丝毫不以为意 他觉得这种态度 很正常 没什么值得吹嘘的 但赵子龙却一脸凝重 他谨慎地想了几个钟 再次道 宋白兄 我有个不情之情 哦 子龙将军请说 宋白有些惊奇道 他二人一路相处数十天 赵子龙还真没求过他一次 再说 按照此人的性格 也不像是会轻易求人的 宋兄的勇武才智 实在是我平生警戒 不瞒你说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如果这辈子 能跟在您身边安前马后 那当一个马夫也值了 赵子龙沉稳道 他目光中满是诚恳 能遇到这样的主公 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师父说得对 一旦遇到民主 就是大显身手 实现人生报复的好机会 好 我有子龙将军 何愁大事不成 宋白哈哈大笑 他早就打开过 赵子龙的属性面板 看到了他极为强大的实力 赵子龙 实力六阶初七 特性 白鸟嘲讽 此人枪法精湛 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甚至可化身为上古凤凰 挥出极为强大的一击 龙胆 此人不具任何挑战 敌人越是强大 越容易激发出他的潜力 白袍小将 此人身着白袍 身披白甲 神奇白马 可从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魅力增加 攻击获得威慑效果 使敌方士气下降 再加上此人性格刚烈 宋白也是极为欣赏的 因此这一路走来 他总是有意无意地 与赵子龙保持清静 希望能将他招募到自己麾下 没想到自己还没撒尔 鱼儿到自己上钩了 一时间宋白有些激动 子龙 主公 赵子龙也是激动到 子龙 主公 子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子龙赶快歇息吧 赵子龙 玉 广阔的草原上 一片茫茫绿色 数十个骑兵奔腾 他们身穿红甲 在太阳的照耀下 十分耀眼 宋白拍下马头 赤兔马会议 随即停住 他看向身后 一个肥胖的巷人 被绑在马蹄上 浑身鲜血淋漓 凄惨无比 狗东西 前面就是你们部落了吗 宋白居高临下问道 向人有气无力道 是的主人 求您放过我 好 杀了吧 宋白点点头 当即一抹亮银色 在天空下 微微闪烁 随后 银色一转 寒芒毕露 刺入向人的喉咙 向人随即倒地生死 眼中露出 不甘的神色 身后 赵子龙勒住马头 收回手中的亮银枪 宋白笑道 不心疼他了 赵子龙正色道 谁把人族 当成奴隶和食物 那我就把他当成畜生 就像主公说的那样 杀畜生 不能心慈手软 好 宋白府长大笑 看来这些天来 对赵子龙的耿耿教诲 还是挺有作用的 好了 子龙 再往前就是向人的部落了 咱们先下马不行 尽量先取走东西 不要掀起太大波动 宋白缓声道 这些天来 诅咒的效果 似乎越发加深了 本来昨天就能到这里 没想到刚要出门 天空中就下起暴雨 今天才不过走了十几里路 一向神郡的赤兔马 居然屡屡失足 差一点摔舌了马蹄 要说没有诅咒的原因 他肯定不相信 扑 宋白翻身下马 刚要落地 天空上传来一声扑响 小心 赵子龙惊呼道 宋白想也没想 侧身躲过 回头一看 一大堆鸟屎啪哒摔落在地 发出腥臭的气息 他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这要是稍微晚一点 怕不是这坨鸟屎 就掉自己头上了吧 那画面太美 简直不敢想 而这时 扑通 又是一声响 卧槽 哪只臭鸟拉的鸟屎 不远处传来一声 气急败坏的骂声 宋白听着 隐隐觉得有些耳熟 他仔细一看 遥喝 遇见熟人了呀 只见不远处 那个给向人拉车的车夫 正一脸愤怒地叫骂 而他的头上 一坨鸟屎盖满秃顶 显得极为肥沃 哈哈哈哈 宋白不厚道地笑了 几十个骑兵 也笑得前仰后合 就连一向严肃的赵子龙 此刻的嘴角 也不由地划出一抹糊涂 实在是眼前的这一切 太过滑稽了 该死 后面一个女子 怒气冲冲地过来 是柳如月 怎么 刚经过劳动改造 就想出来挑事 宋白调侃道 柳如月怒气冲冲 你少废话 说 我爸头上那坨东西 是不是你捣的鬼 怪不得自己的父亲 这么倒霉 原来是暗中有人使诈 想到这儿 柳如月咬牙切齿 哼 宋白冷笑一声 玄机收回笑意 就你父亲那个熊样 我多看一眼都觉得可笑 谁有心思捉弄他 赵子龙也沉声道 主公做人光明正大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 姑娘可不要冤枉好人 就冤枉了 又怎么样 柳如月恨道 你这臭小子 要不是上次给你面子 早就被我打了一顿 还能等到你抓我 加上我呢 宋白淡淡道 此言一出 身后的红衣 骑兵漠不作声 纷纷抽出马刀 柳如月吃了一惊 他眼神在众人中间来回扫过 仿佛想到了什么事的 随即闭口不言 闷闷地走在前面 一言不发 哎 女儿 走那么快的吗 等等我啊 车夫见柳如月走了 连忙追赶上去 你不是要报仇吗 现在正式的好机会啊 车夫道 报什么仇 那宋白我就打不过 还要照顾你 这个老废物 柳如月恨的牙痒痒 我这不是没恢复实力吗 你放心 等我恢复实力了 绝对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两人越走越远 说话的声音 也渐渐微不可查 宋白苦笑一声 这对妇女也真够奇怪的 一言一行都幼稚的可笑 子龙 咱们也走吧 听主公的 两人走了几里店 看到面前一老一小两个人影 不由得一阵无语 柳如月不客气道 怎么 想跟踪我 赵子龙反驳道 姑娘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也是从这条路走的 希望您不要恶意揣测 柳如月正要反驳 身后的车夫忽然瞪大眼睛问道 等等 你们不是也要去向人不落吧 这 赵子龙一时有些宁噎 他不由得看向宋白 宋白默不作声点头 显然是承认了此事 哼 还是同行呢 柳如月冷笑 宋白不说话 吩咐几十个士兵留下 自己带着赵云步行前往 等等 车夫突然喊住他两人 而后城肯道 之前多有冒犯 见谅见谅 既然咱们的目标都是向人足 不如一同前去如何 这车夫的态度之前十分恶劣 而且嚣张无比 此刻却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一时间 竟然让宋白有些难以适应 他想了想 问道 你们去向人足 是为了干什么 车夫也是思考片刻 随后到寻找一个珠子 珠子 对 定魂珠 车夫难难道 我之前是六阶巅峰强者 但被那大将军曹清一掌打败 虽然侥幸逃的性命 但至今仍有后遗症 他苦笑一声 到如今为止 我不但实力全无 有时就连性格都变得糟糕无比 只有那定魂珠 才能够起到稳定神魂的作用 可能会让我恢复实力 怎么样小兄弟 我好歹也是和曹清交过手的人 实力不差 和你们联手 有这个资格吧 听到这话 宋白的脸色变得无比怪异 仿佛想说些什么 您这是 呃 曹清被我杀了 什么 两人脸色大惊 车夫瞪大了眼睛 显得极为惊讶 柳如月更是愣在原地 一脸不敢置信的神色 嘴中游子喃喃道 怎么可能 在人类帝国中 曹清已经是明面上的第一高手 如果宋白真的将他杀死了 那岂不是说 眼前这个一脸淡笑的年轻人 其实都可以称得上市 最强的人类了 不知不觉 柳如月的眼神 也有些迷离 如果那天 是被人族第一高手打败了 那他好像也不算亏 反而可以说的上市 荣幸 车夫正色道 原来是徐州周牧 宋白大人 幸会幸会 我是清州前任周牧柳公权 可惜现在 功力尽失 有时候脑子 还不太好使 见谅见谅 说完话 他的眼神 变得有些散乱 怎么样 清州周牧 牛不牛 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 我当周牧那会儿 你还在吃奶呢 啊 众人面面相去 看来此人着实病得不轻 好了 柳如月打断了他的话 总之 宋白大人 我为我之前的不当行为 感到抱歉 同时也希望 咱们能合作一把 找到各自所需之物 说完话 他伸出了葱白的手 宋白略一握手 向人族 是什么实力 具体尚不清楚 不过听说 向人族组长 士族有七阶战力的高手 柳如月满脸凝重 好 宋白满意地点点头 回身对赵子龙道 子龙 咱们回去吧 什么 你们不去向人族了 柳如月面容失色 有些惊讶道 他本来对这次的行动 就没有什么信心 要不是为了恢复父亲的实力 他恐怕根本不会来 宋白的到来 让他又感到了一些希望 如果有人族第一高手 和他合作 那么取得定魂珠的几率 一定会大大增加 但谁知道 原本信誓旦旦的宋白 此刻居然说要回去 他不干了 怎么回事 人族第一高手 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怎么修炼到这个程度的 柳如月不禁脱口而出 为什么 哦 是这样的 宋白想了想 还是决定解释一下 毕竟之前和人家说好的 就这样一走了之 恐怕也不太合适 我之所以去向人族 是为了取得千年人参 这东西 是公孙赞所需要的宝物 而我之所以愿意帮忙 是因为公孙赞答应过我 只要得到千年人参 他就帮我解除身上的诅咒 但现在我发现 向人族组长 居然拥有七阶实力 我可能很难对付 既然如此 我还不如直接 去抢公孙赞的药 来解除诅咒好了 那样还容易一点 宋白耐心解释道 啊 听到他的话 柳家妇女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 虽然说 听上去有些奇怪 但好像 也没有太大毛病 打不过七阶的向人族组长 那就去抢六阶巅峰实力的 公孙赞 他二人无话可说 看到赵子龙 有些为难的神色 宋白笑了笑 子龙放心吧 公孙赞 是你的救主 我不会让你出手的 听到他的话 赵子龙感激的点点头 出了三年多 跟狗都有感情了 更何况 公孙赞呢 赵子龙 与此同时 燕州都城内 搂着怀中美妻的公孙赞 突然间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哎大王 您怎么了 不会是着凉了吧 美妻关心道 公孙赞摇摇头 没什么 总觉得心神不明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啊 不管了 咱们接着来吧 哈哈哈哈 宋白两人就要走 哎 宋周牧 柳如月仿佛想到了什么 随即下定决心一般 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 宋白回头 旁边他父亲柳公全 急忙阻止 月儿 你干什么 不想突破了 柳如月摇头道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我不想再看到你人不人 鬼不鬼的模样了 父亲 我要你恢复正常 他将这东西放在宋白面前 诚恳道 宋周牧 这东西给您 你一定用得着 只希望你帮帮忙 我柳如月 一定感激不尽 说完话 他看着宋白英俊的侧脸 略有些羞涩道 就算是 就算是以身相许 那也未尝不可 宋白默不作声 仿佛没有听到后面那句话 只是接过了这样东西 通过面板 看到他的功效后 略移皱眉 这东西他还真用得上 潜力丹 作用 激发使用者个人潜力 促使血脉能力显化增强 这 宋白不动声色的 结果丹药 淡淡道 这个活我接下了 不过 先说好 如果咱们不是对手 必须要撤退 我不可能 赔上性命去赌 他身上的龙之血脉 一直都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如果光凭借龙族的血脉之力 连伊丽莎白都打不过 而柳如月 带来的这枚潜力丹 正好可以 使血脉之力显化增强 对他来说很有必要 柳如月撩开秀发 那是自然 命都没了 要什么都没用 柳公权 强者早就多如狗了 再说 如果他真能升入七阶 也就不会找我了 宋白淡淡道 你 柳公权气急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月儿既然将 这梅丹药给了你 那就是信任你 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信任 好了 柳如月安慰了父亲一声 而后看向宋白 先生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自然 宋白点点头 招呼赵子龙道 走 子龙 咱们先回去 柳如月 你干什么 臭小子 柳公权又生气了 哪有你这样吃白食的 宋白岔一道 怎么了 柳公权怒道 你拿了丹药 就要帮我们做事 说好了去找向人族 营地订魂丹 你怎么就这样 一走了之 他拔出长剑 仿佛宋白不给个说法 他下一刻就要拿剑砍过去 宋白道 误会了 我要扶下这枚潜力丹 一举跨越智谷 突破境界 到那时 岂不是轻而易举 柳公权咬牙切齿 别跟我废话 你刚才还说 要是凭借区区一枚丹药 就能够提高修为 那七阶高手 不是多如狗 宋白疑惑道 是我说的呀 可是 我说的这些人里 可不包括我自己啊 说完 他把潜力丹赛嘴里 只感到一股热流 自咽喉入肺腑 通灌五脏六腑 全身的皮肤 经脉 骨骼 血肉统统得到了强化 哼 题内一声炸响 宋白顺利突破了 直接到六阶巅峰 这 柳家妇女一脸茫然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世上 还真有吃客要玩 就能突破的神人 一时间 他二人都感到有些不真实 三观都几乎要颠覆一般 甚至就连长 被师父称赞为 天才的赵子龙 此刻也不由地 揉揉眼睛 试图看清楚这一幕 太强了吧 一时间 在场的三人 都是无比震撼 只有真正的修行之人 才能知道 要突破当前的境界 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也因此 宋白所表现出来的 更让他们大受震撼 但其实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全身的龙族血脉 已经上涨到一定的地步 但由于 时间的底蕴不足 故而一直都未能催动出来 他也是为此 有些着急 甚至都计划着 找一名高手 通过击打的方式 来将他体内的潜能激发出来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在这燕州 得到了潜力丹 因此就能更快地 催动丹药效果 提升实力 看起来 他似乎天赋一饼 其实也只不过是后肌勃发的效果罢了 大崩 大崩 宋白活动筋骨 方才由于突破 产生的巨大热浪 已经将上衣彻底侵蚀了 如今显露出的是 雄剑筋状的肌肉 在胸膛上勾勒分明 形成了一具 十分完美的身材 简直就如同一具 极有美感的雕像一般 完美无瑕 柳姑娘 柳公全大人 请你们稍等几日 等我突破了 自然就会帮你们 找到这枚定魂桌 宋白说完叫走 只要他回去 寻找一间僻静之所 将身体中残余的龙族血脉 尽数贯通 恐怕就能拥有 独占七阶的实力 到那时 帮他们找到这些宝物 岂不是手到勤来的事情 哎 柳如月叫住了他 宋白大人 可能不知 这兽人族 逐群而居 时常更换村落住址 虽然说 现在我们还能找到他们 但恐怕过几日 等他们迁徙之后 想得到定魂珠 可就难了 柳如月急切地解释道 哦 还有这个说法 宋白反身一看 见赵子龙 微不可插地点头 心中顿时了然 既然如此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雇主多求到这份上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面 那就先商量个计策来 宋白的眼神 在三人之间流转 关于像人族的布防 你们都知道多少 听到这话 柳如月急忙从背后的背包里 取出一张卷轴 卷轴摊开 一张地图缓缓显示在众人面前 像人族的部落 在这个山上 只有北面一条道 可以过去 其他地方全是悬崖峭壁 可以说是易寿难宫 大约有七百多个像族房屋 拱位着这个部落 最中间的重要建筑 一共有三个 柳如月深呼了一口气 指着最中间的三个图案道 储藏室 祭坛 还有就是部落首领 所居住的宫殿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了 他说完话 便将眼神放在了宋白身上 期望他能拿出一个主意 明白了 宋白看了一眼地图 抬起头来看向赵子龙 子龙 你有什么好主意 赵子龙沉思良久 缓缓道 咱们可以先引又一部分 向人族出来 将其俘获 或者杀死 慢慢削弱 向人族部落的实力 但是这样一来 很难不吸引到七阶高手的注意 凭咱们的实力 根本不是对手 反而很容易被禁术歼灭 赵子龙摇摇头 觉得怎么办都不太好 帝氏险要 易寿难宫 还有七阶高手作证 想宫进去 简直是痴心妄想 没有办法 宋白摇头道 但他的面容上 却带着一丝笑意 柳如月如同抓到了希望 那宋周牧 您是怎么想的 宋白缓缓道 不能智取 只有强功 不能智取 只有强功 在场的众人 都咀嚼着这句话的含义 不错 宋白打断了他们的想法 咱们本来实力 都不太强大 更何况 对面还有七阶高手作证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我主动 去侵扰向人族部落 吸引他们作证的 七阶高手 在这之后 你们趁乱进入 向人族营地 以最快的时间 找到所需要的物品 再来与我会合 具体时间 我们可以再行商业 话音落下 周围一片安静 赵子龙和柳如月 看向宋白的眼神 都有些担忧 而柳功全 倒对此看得很淡 其实在他心里 除了女儿和自己的命 其他人死不死 和他没什么关系 主公 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赵子龙想了想 还是说出这番话 哪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 宋白倾笑一声 放心吧 我有底牌 那像人族高手 不见得能拿我怎么样 说不定 有机会可以反杀他一波 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做人做事 不冒点风险 怎么可能成功呢 就这么定了 像人族的部落 山石掩映 雕楼耸立 四面有三面都是险风 地势条件十分优越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此地 十分缺乏水源 不得已 每天都有数量不少的巷人 辛辛苦苦从山底打水 运往山上 这是尊贵的 像人族组长的命令 部落里的巷人们 虽然不敢说什么 私底下也是有些怨气 哎 你说 咱组长是怎么想的 让咱们住山上 从山下搬水上去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把部落 建在山下呢 听说山上的地势险要 易寿难攻 敌人不容易偷袭进来 那敌人 如果把整个山都围住 兄弟们 不都可死了 还谈什么地势险要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吗 哎 组长的命令 肯定有他的深意 咱们这些小喽喽 就别议论那么多了 嘿 我还就不服气了 说到这 话语戛然而止 怎么不说了 这个巷人 哈哈一笑 转身叫调侃一声 却看到一抹寒芒 迅速划过眼前 刺 他捂着喉咙 气管嘶嘶作响 发不出任何声音 放眼望去 整个打水队伍的 三四十个巷人 都已经躺在了血泊中 原地 只有送白一人 缓缓收起燃血的 方天化解 随后他猛然跃起 一双龙翼 陡然从身后展开 划过半空 片刻后 他又发现了一群 打水的巷人队伍 双翼随即滑落 再次展开了一场屠杀 可怜这些巷人族 虽然身强体壮力大无比 但还默等他们 拿起武器 就已经伸手一出了 别说没有对送白造成 哪怕一点伤害 就连稍微迅速一点的防抗 都没有做到 杀光这群巷人后 送白再次化身为龙 向山上飞跃而去 越往上走 发现的敌人越多 他们的实力 也就越强大 然而 收获也很明显 虽然送白 没有复制任何特性 但自从服用过潜力丹之后 他的药效 就在宋白的体内 一直发挥作用 而在与这些巷人族的战斗中 再次催化了潜力丹的药效 同时也迅速提高了 宋白的实力 放肆 正当他手中的方天化戟 再次无情地刺破 一名巷人战士的喉咙后 从山上传来了一阵怒吼 断水流 巷人族 实力 六阶巅峰 特性 巷人高阶血统 暴躁 气血上冲 气血上冲 增加攻击力 减少智力 宋白六有些失望 还以为是向人族的 七阶高手到了 原来 只是个六阶的小喽啰而已 不过也好 刚才他与那些 向人族实力差距过大 对他们的种族实力 根本没有多少体会 现在 看到一个六阶巅峰的向人高手 正好拿来练练手 等会儿面 对七阶时 也好有些心理准备 小子受死 断水流举其手中巨斧 狠狠砸了下来 宋白挥挤抵挡 碰 一股佩然之力 从极杆传到双手之上 让他被震得有点麻 这项人族力气不弱呀 宋白眼神中 闪过一丝凝重 就是不知道 那个七阶项人族 又能够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而这时 断水流的巨斧 再次劈过来 宋白架起方天化己 没想到断水流 却侧身一躲 随即甩出相鼻 狠狠地抽向宋白 嘿嘿 小子 没想到 我有这招吧 断水流高兴得嘎嘎直乐 呵 宋白眼中 闪过一丝阴寒 他挥出左手 瞬间龙铃迎风见掌 短短时间内 整个右手 已经化作了 散发着淡淡火焰的龙爪 随即 猛然一抓 啊 断水流痛苦地摇晃脑袋 他根本没想到 自己策划半天的偷袭 不但根本没有作用 反而让自己 连连受创 滚开 滚开 断水流大声吼道 但宋白根本没有想要 放过他的意思 右臂借着方天化己的力量 将整个身子撑起 随后轻松跃上半空 抓起己身 对着站在原地哀嚎的断水流 就是狠狠的一击 死吧 好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际 从山上 竟然飞来一个雪白的锋刃 打着线般 冲了过来 砰 一声撞击 雪白锋刃 撞到几肩上 一股 极为狂暴的力量传来 让宋白 根本控制不住武器 但这股力道 似乎根本不打算放过他 仍然如复古之居般 通过己身蔓延到体内 破 宋白大口吐出一口血 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 被打倒在地 他感到这锋刃上的力量 如同史前巨兽的重重一击 根本无法抵挡 杀了他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像刀子一般个人心肠 断水流看着地上痛苦挣扎的宋白 目光狠毒 他挨了这么多打 终于有机会报复了 刺 巨斧破空声传来 这次断水流没有说一句话 他不能让宋白有丝毫察觉 而是要在其发现之前 彻底终结他的生命 呼 巨斧划过呼呼风声 断水流眼神一凝 他似乎已经看到 眼前的宋白 是如何死于自己的巨斧之下 是个该死的人类 哎 办事不力 死了这么多同族 回去后 老族长恐怕又要怪罪了 断水流开始浮想联翩 看着眼前的宋白 慢慢跌倒 倒立 不对 他猛然警醒 尸体怎么会倒立呢 碰 一颗像人的抖大头颅落下 宋白站起 看着眼前的无头尸体 眼神复杂 背后 是冉冉升起的优越 散发出晶莹璀璨的光芒 可怜的像人 还想将宋白杀死 殊不知 他的头颅早已经掉下 哦 一股淡淡的威压铺天盖地 威严雄浑的声音传来 倒是有几分本事 卑贱的人族 你成功地吸引到了我的注意 如果你能在我像人族这里当奴隶 你将会有数之不尽的财宝和奴仆 只要你愿意宣示 效忠于我 这声音极具诱惑力 然而宋白的嘴角 却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笑容 类似的话语 他早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住嘴巴老东西 宋白摇摇头 在这之前 所谓的四阶 五阶 六阶高手 都对我说出过类似的话 他们总觉得 自己高人一等 可以随意将别人踩在脚底下 可你猜结果怎么着 宋白怀念式的 抚摸着几刃 结果呀 我的方天画脊上 都沾染了 他们的血 他猛然挥舞其武器 带动一片进风 将这四周的威压挥散 所以啊 老家伙 你都是七阶高手了 就不要说 这些陈词烂掉了 换换新词好吗 这样的话 你死前的遗言 也能说得有句些啊 话音落下 宋白猛然冲出 瞬间化身巨龙 周身是炽热无比的地狱火焰 以及 在他赤炎之下 熊熊喷吐的龙溪 与从未见过的七阶高手对战 只要想想 就觉得刺激啊 混蛋 山峰之上 最富丽堂皇的宫殿中 可以隐约看到垫顶 此刻 从这宫殿中 传来无比强横的破坏气息 一个极为庞大的背影冲出 片刻之后 整个宫殿轰然倒地 而这个身影 此刻也彻底显露 在宋白面前 散发着无穷无尽的可怕 他身长足有四五十米 面容如同烧焦了一般 丑陋无比 在脸部的中间部位 还有一个奇长无比的象鼻子 正胡乱地四处猛甩 化身巨龙的宋白 在他面前 简直如同一只飞鸟一般 七阶向人 此刻 经过数十秒的加载 这项人的属性面板 也彻底显露 在宋白的面前 格尔泰 向人族 实力 七阶初七 特性 向人皇族血统 龙象之力 野蛮粉碎 向鼻猛甩 向人皇族血统 向中之皇 天生的皇者 统领向人族时 获得一定的实力增幅 提高实力增长速度 龙象之力 具有最强大的向力 可以与天空中的王者 龙族一战 获得极大的力量增幅 野蛮冲撞 向人 不管敌人是谁 只问敌人在哪里 当冲撞时 获得伤害减免 获得极大的攻击力 向鼻猛甩 这个向人狂暴地 甩起他的鼻子 横扫眼前的一切敌人 这 宋白看着眼前 遮天蔽日的向人 只感觉 天空一片暗淡 自己手中的方天化解 在这向人面前 比牙签也大不了多少 就算能全部捅进去 恐怕这个向人 也不会受到太大伤害 这还打个屁啊 宋白在心中默默吐槽 而向人格尔泰 也俯下身体 眼睛死死盯着 眼前这个小东西 煎的 煮的 炸的 还是烤的 卑微弱小的人类 你想怎么死 呃 宋白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么有意思的死法 他试探着问 我口味淡 想要清蒸少放盐 可以吗 好 向人格尔泰不管不顾 一柄白色利刃麾下 速度又急又快 眨眼间来到宋白面前 砰 宋白连忙躲避 利刃敲击在地面上 溅起阵阵尘土 他这时才发现 这个所谓的白色利刃 竟然是一个象牙 好家伙 自取自用啊 宋白吐槽一声 然而格尔泰的攻击 并没有停下 一击不忠 转眼间另一柄利刃又冲过来 呼 宋白来回纵横跨越 利用体型优势 不断地躲开攻击 站住 弱小的臭虫 格尔泰非常生气 这家伙不过才六阶的实力 速度怎么这样快 不由得 手中挥舞着的象牙 也有些凌乱了 宋 宋白一个翻身 穿过攻击的缝隙 纵起双翼 爬上向人的后颈 他随即抛出一个烟花 散发在空中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这是 宋白的信号 准备 就是现在 柳如月 柳公全 以及赵子龙三人 瞬间从密林山丘旁出现 随后冲向向人部落 顿时 部落周围一阵骚乱 但他们没别的想法 只想找到东西后迅速离开 因此也没造成太大杀伤 哦 还有三个臭虫 格尔泰眼神凝重 事情似乎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 本以为只有一个不长眼的小虫子 在这里肆无忌惮地挑衅 却没想到 他们似乎是一个团伙 并不仅是一个人 看到他们冲向部落中间 格尔泰的眼神逐渐阴沉 这些丑东西 难道是要当小偷 偷他这么多年收藏的西式珍宝 在他看来 没有长长的像鼻子 以及肌肉隆起的身躯 都会长得很丑 这时 愤怒的格尔泰 无视与他正在战斗的宋白 而是冲向部落中 试图抓住赵子龙三人 一时间 大地都为之阵战 宋白看出了他的想法 心想这还得了 一旦真让这傻大个子过去了 别说拿定混蛋和千年人生了 恐怕他撒人的命都保不住 想到这 他不由地怒吼道 格尔泰 你这个蠢货 你的目标是我 谁 格尔泰狐疑地回头 他似乎听到有人 叫他的名字 是 那只臭虫吗 他眼神微微一缩 这时 宋白已经震动 龙翼飞上半空 而后抓起方天画戟 对着格尔泰的后颈 猛然一次 自 方天画戟的几肩 疯 我的对手 说完话 他竟然猛地吐出一口气 同时身体快速萎缩 直到成为和宋白差不多大小 这才捏紧拳头 狠狠地挥出去 小虫子 敢不敢和我对拳 格尔泰冷冷道 有何不敢 宋白应声回答 格尔泰的眼中露出一丝邪笑 这个小虫子实在是太无知了 他根本不清楚 作为一个拥有七阶实力的巷人 其力量究竟有多么恐怖 而宋白也有些跃跃欲试 他身怀龙之血脉 同样是偏向于力量性的强者 再加上 此时服下的潜力丹 在刚才激烈的战斗中 要力已经慢慢散发出来 开始增长他的实力 这让宋白感觉得非常值 如果能接着与格尔泰作战 恐怕还会进一步增长实力 这可比我在领地中 却慢慢炼化丹药的药力相比 可快多了 想到这儿 他手中的拳头 也毫不犹豫地轰了出去 格尔泰一脸不屑 只是微微抬起了向掌 煞时间 向掌带着猛烈进风 速度之快犹如闪电 层层累积的力量简直不可抵御 砰 群掌相接 宋白只感到一股 无比强悍的佩然之力传来 被这一掌打中后 整个人一连倒退数百米 而身躯还在不停地向后倒退 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 哄 宋白砸在一座山前 而后缓缓倒在地上 如同一个被抛弃的 破捕娃娃一般 凄惨无比 此时的他 全身没有一块好肉 只有眼神风锐异常 这项人 力量怎么这么强 都说龙象之力 我的龙族血脉 也开发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就算他是七阶强者 也不至于一掌 都接不住吧 宋白实在想不出来 这格尔泰的实力 怎么如此强大 蝼蚁 看着跌倒在地的宋白 格尔泰不屑道 随后转过身 也不理会身体状况 极为凄惨的宋白 而是迈开步子 冲向了 正处于混乱之中的 向人领地 对他来说 杀不杀宋白无关紧要 反而击杀窃贼 保住自己的宝物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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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脚掌无比巨大 整个身躯又相当庞大 每走一步 就会在地上 留下深深的脚印 与此同时 向人部落内 好了没有啊 柳如月一边抵挡着来宾 一边急到 虽然宋白成功 引开了格尔泰 但这并不能表明 向人部落 就可以任人出入 没有任何危险了 实际上 向人族实力强大 族内还有大约 三个六阶巅峰高手 七个六阶高手 而这些人中 只有一个六阶巅峰高手 去追杀赵子龙了 剩余的几乎所有 六阶高手 都在围杀柳如月 皆因为 他和欺负柳公权 二人所搜索的地方 是向人族祭坛 对于信奉神明的 向人族来说 祭坛不仅仅是 他们的精神寄托 更关键的是 其中还供奉了 数不胜数的祖先牌位 这如何让他们不急切 柳公权 你想让我死吗 柳如月拼死搏杀 咬牙念出他父亲的名字 他本来就不打算 来这找宝物 但柳公权 却偏拉着他 说这里神魂气息浓郁 一定有宝物 到现在为止 宝物什么的没见着 骨灰倒是一大堆 就快好了 就快找着了 柳公权不停地 翻开祭坛上 供奉的盒子 打开一看是骨灰 毫不在意 随手就当垃圾一般 扔在地上 这一场面 看得众向人 强者咬牙切齿 恨不得上前 生吞活泼了 这人族老家伙 好 他们齐齐冲上前 举起手中象牙 即使柳如月间认挥舞 只要命中的 不是要害部位 就绝不会躲避 吭枪 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 让柳如月一时之间 压力倍增 看到后面 还在翻找骨灰盒的父亲 他咬咬牙 随即用剑尖 挑过一个盒子 抵挡众多项人族的攻击 看到他这番做法 本来就要如潮水般 冲上来的众多项人强者 一时间面面相去 不敢进钱 这人族的卑鄙女子 居然用祖先的骨灰 来威胁他们 一时间怒骂声不止 卑鄙无耻 这够当都做得出 快快放下盒子 那是我二舅奶奶 我 父亲 你以前好歹 也是三四米的大个子 如今 怎么就生这么点了 眼看着众多骨灰盒 纷纷洒落 向人强者们 对视一眼 纷纷商议 娘的 就让他这样 糟蹋下去 咱们祖宗迟早要完 还不如直接拼了 骨灰的事情 以后再说 就这样决定了 先杀了这两个贼子 说吧 众多向人强者 眼睛血红 奋不顾身冲上前去 一时间 柳如月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 这时 背后忽然传来一声 惊喜的呼喊 我找到了 找到了 柳如月惊喜地回头 却发现说这话的人 并不是柳公权 而是赵子龙 他父亲还在后面 翻向族的骨灰盒 此时 赵子龙手中 紧紧抓住一个盒子 里面隐隐泄露出的气息 让柳如月极为肯定 这就是他父女二人 梦寐以求的定魂蛋 子龙将军 你在哪找到的 呃 就在那边的仓库里 快给我 六阶强者太多了 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柳如月急到 赵子龙挥散周围的象兵 警惕道 你想要干什么 柳如月苦苦抵挡 一边答道 干什么 要定魂珠啊 那我家主公 需要的千年人参呢 啊 柳如月尴尬地回头 看了一眼 被打翻的无数骨灰盒 这里应该没有 这时 赵子龙已经冲入敌阵 手中银枪挥舞 将周身防御的 如同一道荧光般 却又在不经意间 收割了一条条生命 如月姑娘 先找到千年人参 我就将定魂珠给你 柳如月忙道 不行 现在就把定魂珠给我 等我父亲恋化之后 咱们多出一名强者 再来夺取千年人参 赵子龙微微一笑 姑娘 我性子虽然直了些 可并不傻 我主公现在还在 与七阶高手周旋 随时都有毕命的危险 所以 没拿到千年人参之前 我手上的定魂珠 是万万不能给你的 即使我死了 碰 柳如月奋力挑开眼前 向人强者的一击 恨恨道 赵子龙 你疯了 你这是趁人之危 先出去再说吧 赵子龙此刻 已是浑身浴血 原本亮白如雪的铠甲 如今已经被血全部浸透了 经过长时间的搏杀 他好似 略略触碰到了实力的边缘 一直未能达到的六阶巅峰 此刻却略略有些松动 但是现在 感受到体内 荡然无存的力量 赵子龙苦笑一声 在这之前 他为了夺下定魂丹 已经耗费无数心力 才以区区六阶之躯 勉强斩杀了一名六阶巅峰的向人强者 在经过一番搏杀后 如今的他 已经没有一点弃血之力了 就连每次挥起的亮银枪 都是依靠意志力 才苦撑着举起来 看到又一个六阶巅峰实力的向人强者冲来 赵子龙苦笑一声 玄机神色凝重 死死地抓住亮银枪柄 白鸟朝放 这是他师父童渊 亲手交给他的绝顶枪法 练到高深处 便能召唤出上古神兽凤凰的神魂 借助其力量 斩杀眼前的一切敌人 但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 只是随口喊出 眼睛却微微闭着 师父 可能这是我最后使用您传授的绝技了 从此以后 子龙估计就要离开这世界 咱二人再无相见之日了 只是可惜了 白鸟朝凤掐 真想亲眼见证一下他的威力啊 赵子龙感慨道 看着冲上来的向人强者 他只感到心中波澜不惊 甚至连那向人脸上争鸣的面容 都看得一清二楚 时间仿佛再次凝固 而他的心中 却有什么东西 被隐隐触动了一般 下一刻 哼 震天彻底的爆炸声传来 以赵子龙为中心的四周 无数向人战士被炸死 断肢残壁 到处都是 就连那个六阶巅峰实力的向人高手 也忍不住倒退术步 扑得土口鲜血 脸色大变 就在刚才 那个闭目等死的白袍小将 不知为何 在自己屠刀落下的一瞬间 睁开了眼睛 顿时 天崩地裂 可恶 就差那么一点啊 向人强者怒骂不止 而就在他缓缓起身 准备再次战斗的时候 从爆炸余波的硝烟中 缓缓走出来一个浑身浴血的身影 是赵子龙 他浑身 隐隐散发出的气息 让在场中人 全都大吃一惊 六阶巅峰 旁人都要苦苦修炼 服用无数天才地宝 来增强神魂 强化体质 才好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如今 却在一场战斗中 被其轻松突破了 这是什么妖孽啊 柳如月 柳公泉 同时瞪大了眼睛 虽然说经历过生死搏杀后 对于境界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突破也会容易些 可从没见过有人 还能在战场上陷入重围 提防着敌人 无孔不入的攻击 而直接突破 这也太逆天了吧 还记得前不久的几日 柳如月还凭借自身的修为 来威胁赵子龙 可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敢保证 自己一定能击败眼前这个年轻人了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不成之前的宋白 早就看出赵子龙有这份实力 而故意是好 提前招揽 这时 向人强者中的混乱 打破了他的念头 只见赵子龙缓缓走来 手握枪柄 随手一挥 枪间裹挟着无比凌厉的锋芒 在一众强者 惊恐的眼神中 瞬间分散开来 而后 无数道枪芒宛如丝线般 在空中纵横交错 随后凝聚出一道 极其强大的虚意 不死神皇 而在这只不死神皇周围 无数个由神魂凝聚成的飞鸟 营绕气中 并欢声鸣叫 这才是白鸟嘲凤枪的真正威力 烈 不死神皇仿佛看到了目标 对准众多向人族高手 猛然冲了上去 而众多的向人强者 也纷纷举起手中武器 凝重地准备防御 这攻击 越然能产生虚意 可见其威力绝对不弱 甚至他们感受到了一丝死亡的气息 逃 是逃不掉了 凡是能产生虚意的攻击 几乎可以说产生了一定的神志 威力大小 暂且不提 可在这攻击的能量耗尽之前 根本躲不了 只能拼死抵挡 赵子龙也是 在回出这一击后 全身虚弱无比 提不起一点精神 这让众多向人强者心中一喜 或许 只要能抵挡住这一击 眼前这个白袍小将 恐怕也没有什么力量了 哄 此时 攻击如约而至 顿时间 众多强者 只感到一股 极为狂暴的冲击力袭来 随即化作一阵暗静 侵入体内 轰轰轰 静力 在他们体内爆炸开来 在他们临死前 只看到一个不死神皇 轻轻的和尚羽翼 化作了一个 被火焰拱卫的凤凰蛋 随即消失不见 呼 看到在场的向人强者 在这场爆炸中 几乎无一幸免 赵子龙 这才呼出一口气 背后冷汗连连 差一点 就要葬身于此了 还好是否他老爷子之前 就给留了底牌 在他体内中 深藏了一股力量 连赵子龙自己都没有发觉 结果 等到面临生死的危急关头 这股力量 才猛然爆发出来 正好 赵子龙也得以借此机会 一举突破六阶巅峰 所以说 有一个强大的背景 是多么重要 这时 他松了口气 全身的无力感爆发 无奈地躺倒在地 子龙将军 柳如月妇女 连忙去接住他 这时 赵子龙怀中装有定魂珠的盒子 轻轻地滑落下来 求求二位 看在 帮帮我家主公 说完话 他只感到眼前一黑 昏迷了过去 身晕了 柳公全试探地将手指放 在赵子龙的鼻子下 好家伙 命大 这都没死 说完 他抓起盒子 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 一只束手 捏住了他的手腕 丫头 干什么 柳公全看着眼前的女儿 急道 快跑啊 七阶高手 马上来了 再不跑就死定了 现在不能走 柳如月轻声道 父亲 你觉得 咱们现在一走了之 合适吗 看着就咱们的恩人 死在眼前 那还是个人吗 哦 柳公全看着旁边昏迷的赵子龙 仿佛意识到什么似的 你是想带他走 好吧 多他一个不多 可惜我这老妖啊 都要废了 说完话 柳公全俯下身子 要扛起赵子龙 柳如月认真道 我是说 咱们要去帮帮宋白 咱们四个一起来的 不能咱仨先走了 让他一个人去送死 柳公全诧异地看着他 你是认真的 我现在真觉得 你好像不是我女儿了 就为了这俩人 咱俩就赔上命 就要送死 你别忘了 咱之前 可是给过钱力担当报酬的 他们俩人怎么对你爹的 凭什么就他们 随后苦口婆心劝道 女儿啊 就咱俩这小身板 还不够那个大胖 向人塞牙缝吗 你腰枝又戏 说不好还没透牙缝 就直接钻到肚里 被消化了 现在曹青死了 等我恢复了实力 你跟爹爹去记周 到时候让你当周牧 天才地宝应有尽有 柳公全连连劝道 自己的女儿哪都好 就是太懂事 欠人家一点就要还 这时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传来 可惜 晚了 不晚 不晚 柳公全连连摆手 说完话 他似乎感到 有些不对劲 这句话 似乎并不是自己女儿说的 一道阴影 铺天盖地压来 眼前的柳如月 拔出利剑 严震以待 柳公全忍不住艳口唾沫 颤抖地向后看去 庞大的向人身躯 争鸣恐怖的面容 四处乱甩地像鼻子 拥有七阶恐怖实力的向人高手 统领整个向人部落的向人族组长 格尔泰 他来了 煎的 煮的 炸的 还是烤的 卑微弱小的人类 你想怎么死 格尔泰大声吼道 这句话 已经是他今天说的第二遍了 格尔泰并没有什么精神病 他主要是喜欢玩弄猎物 让死在他手下的人类 感受到死亡的戏剧性 柳公全看了一眼旁边 准备迎战的女儿 颤声道 尊敬的向人族大王 能不能不死 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今年饥荒 家中粮食少 吃不饱了 才来偷您订婚单的 说着说着 他声音越来越小 这谎话说的他自己都不信 格尔泰怒吼 不可能 我的部落 被你们这群肮脏的废物 破坏成这样 还想活命 不可能 快选一种私法 格尔泰一边说 一边从向鼻子里 喷出无数口水鼻涕 还好柳如月躲得快 并没有沾染到多少 即使有一些脏物 也被他凭借着神魂之力 抵挡在身外 但柳公泉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浑身上下 全都是鼻涕口水 全身湿漉漉 黏糊糊的 好像洗了个澡一板 柳如月急声道 爹 你跟这怪物 有什么好说的 你偷了人家的东西 杀了他们的族人 还打翻 说到这他停了一下 总之这项人族 与咱们有深仇大恨 恨不得将咱们扒皮抽骨 你居然还想着和好 怎么可能 柳公泉还在犹豫 格尔泰先放声笑了起来 不错 你一个老家伙 还没你女儿明示脸 我是不可能放过你们的 不过怎么死 你可以自己选 煎的 煮的 格尔泰如鼠加针 我 柳公泉的老脸上 有些犹豫 我比较喜欢吃生鱼片 生鱼片 格尔泰举起象牙 目光中逐渐阴冷 那我就生吞了你 战斗一触即发 柳如月释放神魂 控制住赵子龙的躯体 将他转移到更远处 以免在战斗中受到波及 随后他拔出长剑 眼神微眯 提手捂出个剑花 便要冲上去 等等 这时 格尔泰却打个手势 示意停下来 然而柳如月手中 挥出剑气 在土地间 纵横出一道道沟壑 柳公泉慌忙阻拦 女儿 他说要等等 快停下 说不好有线生机呢 哼 这种鬼话你也信 生死之战 起事而起 谁给你等的机会 我被剑修 当逆天行 这样才能博得一线生机 话音落下 他手中的利剑 如同一道寒光 瞬间照耀周边土地 其锋锐之气 凝聚剑肩 几乎要刺瞎人的眼睛 然而下一刻 爹 这足以撼动天地的一剑 却在碰触到格尔泰的皮肤上时 碰触出一声 轻悦的声音 而后便在南前进 一丝半嚎 柳如月愣了一下 下一刻 剑肩上那股锋锐之气消失 整个剑身随之碎裂 而格尔泰 根本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蝼蚁 格尔泰皱眉道 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说完他随手一挥 碰 这无比随意的一击 却将柳如月 整个人打倒数十米 他郊区微颤 口吐鲜血 眼中游子带着 不可置信的神色 口中喃喃道 这不可能 怎么会 唉 柳公拳连忙上去扶起他 口中一声轻叹 六界与七界之间的实力鸿沟 如同天地一般不可逾越 这项人 又是天地之间 防御力强大到顶级的种族 一旦到了七界 根本不可能破防 如果真有一丁点胜算的可能 我又怎会不拼死搏杀呢 他连连叹气 格尔泰冷笑一声 你这个老头 还有几分见识 可惜 你们今天注定 读得逞我盘中的生鱼片了 他走上来 冷不防碰到了一个瓦罐的残骸 低头一看 这残骸上面 有一块令牌 上面好似刻着几个字 让他有些熟悉 这是 他捡起来 地上碎裂的瓦罐 苦笑一声 好像是刚才我找东西太急了 就不小心把他长辈的骨灰给打翻了 随手挑出大拇指 爹 真有你的 马上就要死了呀 柳公权看着不远处仍在怒吼 似乎即将要发疯的格尔泰 仿佛陷入了沉思 我当初当冀州墓的时候 怎么也没想到 会被曹青那臭小子赶下来 还差点被他杀死了 原本以为以曹青的实力 足以成为一方诸侯 说不好都能打入帝都 统一人类帝国 可我更没想到的是 宋白那小子 居然越街把曹青给杀了 真是世书十一样 英雄枉然啊 柳公权的眼神有些怀面 可惜 宋小子没操作好 现在 这格尔泰能过来 估计是他也没命了 不会的 柳如月摇摇头 他天天脸上一副臭皮的表情 还能越街战斗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死 要死 也是咱俩死在他前面 他笃定道 柳公权笑了笑 没和他争辩 反而又问了一个问题 女儿 你说咱俩今天死在这 你会不会埋怨我 柳如月转身看向他 眼睛略有些暗淡 我不知道 马上都成生鱼片了 还能说什么 柳公权大笑 我女儿这么美 怎么忍心让你成生鱼片 他站了起来 一向浑浊不堪的眼睛 突然带着异样的神采 行走之间 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 逐渐包裹住他的全身 并瞬间充溺经脉 你恢复力量了 柳如月的眼中带着经意 什么时候恢复的 没有恢复 全都是他混蛋的力量 柳公权仿佛极为自豪 什么 老疯子 你不怕经脉撑不住 从里面炸死你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 柳如月怒吼道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了我的女儿 不变成生鱼片 柳公权嚎笑道 随手一挥 一柄由汽血之力 凝聚而成的利剑 随即出现在手中 数十个向人战士冲上来 试图阻拦他 但柳公权抓住利剑 一股无形 却又极为锋锐的剑气挥出 震荡空气 收割了这些向人的生命 石不杀一人 心停手不停 爽 柳公权仰天长笑 哼 一个象牙挥出 带着破如半空的呼啸声 直接冲了过来 将柳公权击倒在地 率不过三秒 他忍不住土口鲜血 带出几颗金牙 感到心在滴血 连忙抓住 牙齿又嵌了进去 老头 格尔泰抓住象牙 将柳公权提起 毫不掩饰眼中的 暴力疯狂之色 你想怎么死 我 我问你想怎么死 格尔泰愤怒地 将他丢在地上 如同扔下一只老鼠般 连连踩踏 顿时间地动山摇 柳如月痛苦道 畜生 别碰我爹 冲本姑娘来 他都不敢想 或许父亲现在 已经死了 就在格尔泰 疯狂攻击柳公权的时候 一声轻量的声音 忽然传来 放开那个老头 冲我来 片刻后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闪过 宋白已近在眼前 刚才格尔泰的 随手一致 可把他伤得不轻 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 他此刻拖着内伤 但仍不管不顾地挑衅敌人 如果再晚一步 恐怕柳公权 那老小子 就要死在这里了 他居然还活着 柳如月难难道 看到宋白凭借六阶之力 从一个七阶高手面前 成功脱身 似乎还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就已经让他极为惊讶了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种必死的境地下 他居然还敢回来 回来干什么 宋死妈傻小子 柳如月急道 嗨嗨 你小的还有点意见 柳公权反倒有些欣慰 随即他大声道 快带我女儿走 以后 让他给你当媳妇 这话引起了格尔泰的注意 他捏紧拳头 冲着柳公权 狠狠地挥了过去 这该死的人类老头 竟敢打洒他父亲的骨灰盒 不可饶恕 呼呼风声穿过空气 向人格尔泰的拳头 遮蔽天空 眼看就要压下来 柳公权不由地闭上眼睛 大半辈子的精力 在他脑海中回荡 心中极度恐慌 要死了 碰 一声闷响 柳公权没有感到丝毫疼痛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眼前龙一扑打 炽热的火焰缭绕 宋白咬牙切齿 拼死抵御 住格尔泰的拳头 臭老头 还他娘的不快跑 你鞭秘吗 哦 柳公权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连滚带爬 挣扎着躲开了攻击 格尔泰眼神阴冷 并未阻止他的离去 只是看着宋白道 你叫宋白是吧 你想怎么 我想给你来个清蒸啊 大块头 宋白一咬牙 直接推开了他的拳头 随后一拳轰出 尽力之强 居然发出了气爆声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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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白连续击打 拳头几乎形成了连贯的残影 居然将格尔泰庞大的身躯 打得倒退了好几步 然而 没有太大作用 这一击虽然破了防 却受制于体型限制 并未造成太大伤害 哄 格尔泰随手一拳 正中宋白 指着随意一拳 抬手间却有无上威能 一股佩然之力传来 猛地砸在了他的头上 拳势太快 只能凝聚起全身的火焰之力 竭尽全力抵挡 碰 宋白瞬间倒飞了回去 然而格尔泰 却没有丝毫停手的想法 一击命中 拳头源源不断地挥来 要将他彻底置于死地 这个小飞虫 实在是太烦了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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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数次攻击 纵使宋白拥有不死之躯 也隐隐间感觉身体有些撑不住了 力量没他强 自己连破防都做不到 速度就更不用提了 这怎么打啊 一时间 的力量鸿沟 宋白也不禁有些绝望 必须得想个办法 他再次打开了 格尔泰的属性版 向人皇族血统 龙象之力 野蛮冲撞 像鼻猛甩 一道道特性 在他眼前浮现 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仿佛犹如宝藏般诱惑着他 但宋白意识坚定 他很清楚 向人的血统并不算好 事实上 在这片大陆的历史上 万族争霸 向人也从未出过什么绝顶高手 因此 贸然复制向人族血统的话 恐怕会限制以后的成长 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 他宋白 是绝不会复制的 野蛮冲撞 像鼻猛甩 只能算是向人族血统 附带的能力 其实也可有可无 既然如此 宋白的目光 放在了龙象之力上 目光隐隐闪烁 复制 碰 就在他要复制之时 格尔泰的一拳再次挥出 将他打出上百米 复制的进度 也随之中断 死 宋白挣扎着爬起 感到全身疼痛万分 浑身上下的骨头 似乎都有些错位了 同时 在这疼痛之中 心生的血肉 还在不停生长着 又感到奇样无比 轰隆 格尔泰迈开步伐 每一步都发出隆隆的响声 让大地震战 山脉摇动 他走了过来 一把抓起宋白 动弹不得的身躯 毫不犹豫地往嘴里塞 卧槽 宋白在心内惊呼一声 这家伙 还真要将他吃了 可复制 还没有完成 还有两个时辰呢 该死 怎么这么慢 之前复制的龙脂血统 恶魔血统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慢 等一等 就在自己要被送入口中的时候 宋白连忙叫道 他可不是孙猴子 真要进了这怪物肚子里 恐怕连渣都不上 嗯 格尔泰停下动作 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不是说好了 要清蒸吗 宋白带着期待到 格尔泰停顿了一下 再次抓紧 往肚子中塞进去 再等一等 宋白心中暗骂 娘的 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 这小子 还真是不挑食 这次 格尔泰没有丝毫停顿 我能带你 去吃更多的人 宋白大声吼道 就当他要进入 黑洞洞的嘴巴中的那一刻 格尔泰这才停住 把他像玩具般取出来 爬虫 说出你的想法 不然 我会从下面开始 一点点将你吞吃 让你亲眼看着 自己凄惨死去 你最好不要给我耍花样 格尔泰再次警告 他这次损伤惨重 本该极为怨恨宋白 但这最后一句话 却彻底打动了他的心 不管是哪个兽人 都不可能拒绝人类的美味 人类这种生物 虽然弱小 但味道极其美味 服用到一定数量 还能够突破境界 提高实力 可以说 这简直就是 兽人族的天才地宝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半兽人 屡屡侵略人类帝国边境的原因 但可惜的是 人类帝国 有守护神兽作证 不可能让他大肆侵略 再加上兽人族内部间的斗争 因此 他获取食物的渠道 也极为有限 可以说 宋白的这一句话 彻底将他打动了 如果真有足够数量的人类 作为食物来源 那他可以 几乎无限制地发展势力 提高实力 甚至于成为半兽人之王 也绝非不可能之事 但格尔泰也隐隐间 留了的心眼 人族一向狡猾无比 自己一定要加紧警惕 不能让这小子跑了 宋白可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此刻他脑海中飞速运转 试图找到什么办法 来忽悠住眼前的格尔泰 人族小子 你怎么不说了 嘿嘿 大王您可知道 我的实力 在人族中可谓超凡脱俗 绝对是顶级高手 宋白慢慢诱导 格尔泰也点点头 这倒是 我杀了这么多人类 都如爬虫一般弱小 你这小子倒是个例外 宋白诱导 大王可知道 我凭借自己的一身实力 已经击败了数个人族霸主 统领数周之地 同时 我又大力发展经济 恢复人口 此时统领的将士 近百万 人族平民 更是有亿万人 几乎不可胜数 怎么有这么多食物 啊不 怎么有这么多人啊 这句话 当然是宋白编出来的 只要能凭借巨大的利益 忽悠住眼前的格尔泰 就不怕他不上钩 现在看来 这家伙智力并不高 还是很好忽悠的 不对 格尔泰忽然警醒 你小子在骗我 整个人族 才多少人 你怎么能统领 亿万平民 宋白心中一惊 还以为这小子很好骗 没想到 也不蠢啊 不过 能统领整个相族 还能拥有七阶的强大实力 这格尔泰肯定不会是傻子 倒是自己 太小看别人了 在格尔泰怀疑的眼光下 宋白额头上流出细汗 这是他第一次 要凭借这一番话语 而非实力 来摆脱困难 正当他略有些焦急之际 忽然间想起了李明道 军师 如果军师在这里 他会怎么办 他不由得想象 李明道那股 运筹帷幄的模样 同时迅速调整好表情 开始学习起来 哼 既然大王不相信我 那还是把我吃了吧 宋白冷声道 他这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倒引起了格尔泰的自我怀疑 难道他没说假话 小兄弟 不是我不相信你 实在是 这下唤成格尔泰急了 他一时之间语色 不知道说什么好 宋白摇头叹气 格尔泰兄 我固然是没有那么多人口 可如果你帮我 一起攻占了燕州之地 那大量的食物 岂不是唾手可得吗 但公孙赞力量强大 我不是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你的地方 听到宋白对自己有所图谋 格尔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看来这小子也有需求 有需求就好办 就怕你根本用不到我 说完话就溜走 格尔泰考虑了一下 缓缓道 但是人族有上古神兽庇佑 我根本没有办法 攻破这燕州啊 要不然 就凭公孙赞 他那点实力 怎能拦得住我 说到这儿 格尔泰的神色有些傲然 宋白轻笑了一声 这事情太容易了 我问你 上古神兽党的是谁 格尔泰道 是我们这些兽人族啊 管得住我宋白吗 格尔泰威义凝神 仿佛想到了什么 摇摇头 宋白道 那你说我作为人族霸主 侵占了公孙赞的地盘 他拦不拦 这 格尔泰眼中泛起惊喜之色 那 宋兄弟 您的意思是 我帮你占领燕州 而你给我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类 当作食物 这样一来 人族就成了我的养殖场 我也就能迅速提高实力了 格尔泰一拍大腿 不顾地动山摇 称赞道 妙啊 这时候 他感到有些不对 低头一看 宋白的脸色相当怪异 宋兄 你怎么了 格尔泰关心道 这人族小子 可不能死 妥妥地摇钱术啊 我到时间了 宋白缓缓道 我复制完成了 格尔泰有些不明白 什么 我是说 宋白的眼神阴冷 煎的 煮的 炸的 还是烤的 你想怎么死 什么 格尔泰惊怒道 他万万没想到 刚才还无比卑微的爬虫 现在竟然敢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敢 碰 回答他的是一声拳头闷响 宋白神色冷峻 一拳挥出 在空气中发出爆响声 周身火焰缭绕 隐隐间带着猛烈全势 下一刻 格尔泰感受到一股难言的疼痛 五脏六腑似乎都移了尾 他惊道 你 你力量 怎么变得这样的 紧接着 他脸色一变 因为宋白 根本没有再说一句话 整个人 如同狮虎般 猛然冲了过来 这种生死搏杀 根本不能有丝毫犹豫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敌人有什么手段 可能浪费一丁点时间 本来无比弱势的对手 就会要了你的命 要快 宋白咬牙 感受到体内 汹涌澎湃的力量 恨不得立刻发泄出来 再不将这股力量打出去 身体就要爆了 宋白的身形 猛然冲上天空 瞬间化身为龙 同时全力鼓动 方天化尽凝成 带有尖刺的拳套 借助火焰之势 挥了出去 龙象之烈 这个特性 绝非什么高等血脉 而纯粹是最原始的力量增幅 不知道 格尔泰是怎么获得 如此强大的特性 但很明显 他全身的实力 几乎都源于这股力量 看到宋白冲来的身影 格尔泰的眼神 有些凝重 他能够切实感受到 这一拳的力量 丝毫不弱于自己 碰 又一声爆响 格尔泰同样一拳挥出 在与宋白接触的瞬间 感到一股 佩然之力传来 整个人连连后退几步 这才稳住身形 怎么可能 他瞪大眼睛 神情有些恍惚 似乎不敢相信这一幕 还是同样的人 怎么刚才被自己打得 凄惨无比 差点就要死了 一转眼 就变得如此强大 好似魔神附体一般 自己都差点不是对手 格尔泰有些怀疑人生 难道宋白这小子 是被什么人附身了 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份实力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宋白的拳头再次轰来 如潮水般不可阻挡 一时间拳影漫天飞舞 让人眼花缭乱 轰轰轰轰轰 爽 宋白忍不住大叫一声 这一段时间里 被格尔泰打击的愤闷 通过拳头 尽数释放了出来 感受到拳拳到肉的打击感 宋白的脸上 也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单凭着龙象之力 自己最多和格尔泰打个平手 但在此前 他已经拥有了龙族血脉 和恶魔血脉 再加上不死之身 方天化己的增幅 才有了今天的后继薄法 上古人族的神魂 和气血修炼之法不停运转 潜力丹的药效 如同一股热流般 源源不断灌入体内 宋白的实力也在迅速提升着 正当他全力压制格尔泰的时候 突然从不远处 传来一声震惊的话语 宋白 他随即看去 柳如月 还有他父亲柳公权 扶着昏迷的赵子龙 正紧张地看向这边 再看到宋白 连连击打格尔泰 几乎要将其吊打的模样 柳如月不由地惊呼出声 而柳公权 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夜说宋白喃喃自语 现在晕过去 只有死路一条 他咬破嘴唇 些许带着心气的血水流出 好让自己的意识清醒一点 可似乎没有太大作用 脑袋仍是发昏 情急之下 他动用全身所有力量 猛然挣扎 刺 一股细微的声响 金黄色的锐气一闪而过 嗯 宋白陡然发现 就是这一股微弱的力量 居然划破了格尔泰的手掌 这是 金元素掌控 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他耗尽全部的力量 将气血和神魂 尽数灌入到这股金元素中去 顺原本还有些微弱的金元素之力 瞬间变得极为膨胀 而后轰然一声 冲出宋白的体内 哄 在格尔泰愕然的神情中 金色的光芒冲天闪耀 天地间充满了风锐的气息 仿佛要割裂一切事物 擦 这股精锐之气一经发出 便如骄阳般耀眼 瞬间切断了格尔泰的手掌 宋白趁机振奋龙翼 翻转身体 冷冷地看着正在哀嚎的格尔泰 不死之躯的力量发动 血肉翻涌 包裹住外露的白骨 全身的伤口逐渐愈合 只留下点点污血 格尔泰的右掌被切断 如此剧痛 让他恨不得直接死去 但是宋白还在身侧 他只好忍住痛苦 挥出左拳 狠狠垂击而去 面对这一击 一直躲避的宋白 此刻的脸上 却隐约露出一丝激讽之色 随后 他同样挥出右掌 一团精锐之气萦绕 竟是直接赢了上去 碰 天地震荡 烟尘四起 两人的身影都笼罩在尘埃中 他 会赢吗 柳如月喃喃道 一时之间 众人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凝聚在那边区域 硝烟散尽 所有人的心都喷喷跳 看到格尔泰庞大的身影仍然站立 柳如月只感到心中一紧 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住了 宋白他 失败了 柳公全叹口气 上前小安慰女儿 他已经尽力了 以六阶之躯迎战七阶高手 我都没听说过 有活着的 咱们现在还是先逃吧 带上赵子龙 你爹这次不会抛下他 卧槽 本来正在说话的柳公全 忽然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还揉了揉眼睛 仿佛不敢相信一样 只见向人格尔泰挥出的左手上 沾满了无数的鲜血和伤口 下一刻 他无比庞大的左手掌 忽然散落下大片血肉 掉落在地 而宋白却如同战神一般 手举方天化己 振奋龙翼 脸色平静 你赢了 格尔泰呆呆地看着 双手断裂的伤口 眼神中满是绝望 格尔泰又补上一句 我本来可以杀你的 他实在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明明自己有很多机会 都能够将眼前这人彻底斩杀 但是他都没有把握住 可恶啊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实力怎么能上升得这么快 你 看着扬起武器冲来的宋白 格尔泰想说些什么 下一刻 硕大的巷头落地 油字带着满脸的不干 宋白为了防止意外 随口喷出一口火焰 将整个庞大的巷人身躯燃烧 一时间浓烟四起 格尔泰的身躯逐渐全躯 最后化为灰烬 他这才长呼一口气 感到全身放松 忽然 一阵白光闪烁 就在格尔泰身躯燃烧后 形成的灰烬中 一颗极为纯净的珠子 静静躺在那里 这是什么 宋白警惕地走上去 捏起这块珠子 同时身体微动 一旦珠子产生任何异样 他就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一刻钟之后 珠子仍静静躺在他手心里 只不过原本大放异彩的他 此刻却光滑内敛 变得极为普通 这难道是 宋白仿佛想到了什么 眼神怪异 难道是舍利子 听说舍利子 都是修为有成的高僧 在身体被焚烧之后 自然凝聚而成的 眼前的格尔泰 做事极为残暴 不知道吃了多少人 肯定不可能生出舍利子 但到底是什么东西 宋白也猜测不出 就算目光死死盯着他的时候 属性板上也只是显示 神秘珠子 等阶 未知 特性 说了等于没说 宋白想了想 还是塞进了储物戒指中 回去给军师看看吧 兴许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结束此事 他放眼望去 只见原本向人部落所在的位置 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 地狱焰火常然不息 只剩下大片大片的荒芜 好在库房还有大半没有烧毁 宋白向柳如月众人打个招呼 确定赵子龙除了昏迷以外并无大碍 宋白信步走到库房中 心里却有些忐忑 这千年人生本来就不亦保存 经过这场大战之后 还能完好无损吗 如果真找不到千年人生 也就只好回到燕州 去抢公孙赞的了 到时候恐怕还要大闹一番 宋白叹口气 他是真有些累了 碰 他小心地掀开一片砖瓦 看到眼前的一切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只见面前的库房狼藉不堪 只有一堆破损的药物 散漫着淡淡的灵气 全都没了 宋白摇摇头 不应该啊 如果库房里只有这一点东西 那如何能维持数以千计的向人消耗 就在这时 一只硕大的老鼠猛然窜出 看到宋白之后 又吓得溜进去了 在这 宋白眼中一亮 他迅速冲到那个地方 果然看到一个黑油油的洞口 掀开遮掩的废墟后 一丝神魂探入其中 片刻后 他脸上露出极为惊喜的神色 开 宋白直接一拳轰出 大片药材 宝物 兵器显露眼前 凌乱地排列着 最上面有一个盒子 宋白打开一看 一股极为富裕的药香味传出 如同小孩手臂粗细的人身 静静安放在上面 皇帝老吃得可真好 宋白暗骂一声 普通人类平民 连一日三餐都吃不起 这帝国皇帝 却时刻都在享用天才地宝 却从未想过名声问题 反而还要加紧剥削 就这样的皇帝 死了也罢 宋白越想越气 心想等势力 强大了 倒是要冲到帝都 为他娘的三十个大饼 让他尝尝香不香 将千年人参装进戒指中 又带走了一些金银珠宝 还剩下许多宝物 宋白手中燃起火焰 本想将这些复制一炬 但到底是下不去手 随即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抬手一根管子飞上天空 瞬间腾起大片红雾 在空中凝聚出一个宋子 这是顾长生在他离开之前 留给他的一个烟花 只要将其散放在空中 便会有人前来支援 果然 不到两刻中 三十个龙雪骑兵纵马赶来 看到宋白时 连忙攻进下马 骑声道 主攻 宋白点点头 让这些人将剩下的宝物带走 他自己则信不来到柳如月等人面前 这时 赵子龙也已经醒了过来 看到宋白时 慌忙站起来激动道 主攻 他之前使用了白鸟嘲凤枪 几乎杀死了全部的巷人战士 由于能量消耗过大 才昏迷了过去 现在休息了一阵 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宋白走上前去 拍拍他的胳膊 此刻已经是六阶巅峰的实力了 他当即赞叹道 行啊 子龙 实力提升得这么快 听到宋白的赞扬 赵子龙不由的低下头 离主攻还差得远 在他醒来之后 就知道 宋白凭六阶巅峰的实力 将七阶巷人高手戈尔泰都杀了 虽然他一向谦逊 可也清楚 自己的实力 在人类帝国中 算是极为顶尖的了 但在宋白面前 根本不够看 这个主攻的实力 彻底碾压了人族几乎所有人 一口吃不成的胖子 实力的提升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宋白笑着劝他 几年前我还是处男呢 现在不也是身经百战了 慢慢来吧 赵子龙 就连旁边的柳如月 都羞红了脸 呸了一声道 流氓 哈哈 宋白笑了笑 实在抱歉 我还没注意到 身边还有一女同志呢 此时的柳如月 经过多次战斗后 衣衫略有些破损 原本雪白的肌肤 也被灰尘遮掩得有些灰暗了 但他眼睛坚定明亮 轻力娇媚的脸旁边 落下一缕头发 更显得动人 一时间 宋白看得也不由得有些愣神 片刻后 他收回目光 问道 柳姑娘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什么打算 柳如月摇摇头 可能跟我父亲去各地转转吧 人就这一辈子 不多看看 就没有机会了 宋白眼睛一亮 徐州山美谁美 就差如月姑娘这样的美人了 不如跟我一块回去 柳如月白了他一眼 恐怕你是想让我这个六阶巅峰 去给你当下属使唤吧 被说中了心事 宋白哈哈大笑 随即说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我在徐州宫后姑娘大驾光临 说完这话 他翻身上马 纵奔而去 身后赵子龙 以及三十个龙雪重骑 相继跟随 哒哒的马蹄声响起 随后越来越远 只能看到一抹红色 如同烈火一般燃烧 柳如月还在看着宋白离去的身影 眼睛都不眨一下 仿佛看不够一般 他父亲柳公全走上前 注意到他的眼神 笑了笑 走吧乖女儿 咱一块去徐州 到那之后 我要吃顿好的 把宋白吃得倾家荡产 柳如月摇摇头 声音无比清冷 我不去 不去 柳公全诧异地看着他 只见他眼中波光流转 目光仍然望向宋白离去的方向 久久停留 他叹口气 为什么不去 爱上一个人 不应该立马扑到他怀里去吗 我如果是一个女子 看到宋白这样的人也会动心 恨不得抱住他永远都不放开 哈哈 柳如月被这一句话逗笑了 他问道 爹爹 你觉得我爱上他了吗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柳公全道 当然 我的女儿我能不知道 你看他的眼神 简直就像蜘蛛粘上蛛丝似的 根本离不开 柳如月再次摇摇头 不行 我不会去徐州找他 宋白这样的多情种子 不知道有多少夫人 我又何必去填个累赘 惹人讨厌呢 就这样离开吧 与其像个狗皮膏药似的 死死粘在一起 倒不如从此都不见 相如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就这样吧 柳如月低声道 不知不觉 一痕青泪流出 客栈离向人部落并不远 因此 宋白等人 纵马及时半个时辰 就到达了目的地 顾长生早就带着众多战士 在客栈门前等候 看到宋白到来时 他眼前一亮 连忙上前抱拳攻身 激动到 恭喜主攻杀败七阶强者戈尔泰 此战之后 您必定扬名天下 人族第一高手 名不虚传 免了吧 宋白笑笑 翻身下马 你这小子 怎么变得这么 油嘴滑舌了 哎 实力也提高了不少 他惊讶地发现 在经过他的培养后 顾长生已经达到了五阶实力 原本以为他依靠外力突破 会有些气息不稳的问题 一时实力倒退 也有可能 可现在看来 他非但没有退步 反而气息明炼 实力还有所提升 都是主攻教会有方 顾长生沉声道 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不是宋白的帮助 他恐怕根本达不到五阶实力 更别说进一步提高了 主攻 他继续道 昨日有人闯入燕州都城 在重兵把守之下 潜入周牧府 与公孙瓒大战一番后 从容退去 听说 是抢走了什么丹药 哦 宋白停下脚步 消息可靠吗 顾长生道 我手下有探子 就在公孙瓒府里当侍卫 此时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听到这话 原本正要进入客栈的宋白 眉目间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他随即抓起武器 转身离开 自己刚得到千年人参 目的就是 和公孙瓒交换丹药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丹药就被人劫走了 怎么会有这要巧合的事 宋白越想越觉得不对 顾长生连忙道 主公 您不休息一会儿 现在就走 宋白摆摆手 又道 龙雪重旗跟着我 他们身上的财物就放在这里 你有办法运回徐州吗 看到一个个龙雪重旗 放下背后的包裹 几乎堆成了小山 顾长生惊朗 这么多 多 宋白一晃戒着 还有呢 片刻之后 又一大堆宝物出现 金光闪闪的 都快亮瞎顾长生的眼睛了 他这辈子 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宝物 宋白道 你留一点 给你属下纷纷 剩下的送回徐州 这 顾长生看了看身后的战士 有些为难道 主公 我们都有俸禄 不用 宋白道 就这么决定了 别让你手底下的人寒心 在公孙在眼皮子底下当间谍 过的都是刀口舔血的生活 不容易 说完话 他跨上赤兔马 身后数十骑跟随 离开了此地 顾长生看着他的背影 喃喃道 真是民主啊 身后 一名几道武兵兴奋道 这么多宝物呢 咱们怎么分 分你个头 顾长生骂了一句 主公对你们好 你们就蹬鼻子上脸 赶快把东西搬进去 让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好嘞 众多战士脸上堆满笑容 热火朝天地搬起东西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上司顾长生 是出了名的刀子嘴斗抚心 虽然平时极为严厉 可对他们从来没插过 看到这场面 顾长生的脸上 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笑意 今天加餐 酒肉随便吃 每人选一件宝物 将军威武 众人兴奋道 燕州独城 宋白纵马来到此地 身后三十七跟随 赵子龙缓缓上前道 主公 好像有些不对 确实有些不对 此时还是白天 燕州独城 却是城门警掩 一众士兵在城墙上来回巡逻 神色警惕 宋白打马上前 我是徐州宋白 公孙赞的好友 快点打开城门 城门紧闭 城墙上 众多士兵张弓拉剑 脸上带着一丝恐惧 他们可是知道 眼前的这位是能击杀七阶高手的牛人 还最喜欢单人毒气破城门 人族中就没人 是他的对手 守门将军同样有些慌张 他强装镇定道 宋周牧 我家主公最近被刺客偷袭了 夫人都去世了 他心情不太好 谁也不想见 谁也不想见 宋白冷笑一声道 我不信 他肯定想见我 算了 既然你们不开门 我就自己来吧 话音落下 他纵马冲去 方天话己已经高高举起 这时 紧闭着的城门 忽然打开了 守门将军满脸堆笑 十分恭敬地迎接宋白 生怕他一生气 把自己咔嚓了 宋白疑惑道 你们不是不开城门吗 啊 这个 守门将军略有些尴尬 我家主公说了 只要宋周牧 您要破城门 就赶快放您进来 听到这话 宋白冷笑一声 这个公孙赞 真是个狗东西 既心疼城门 又不想让人进 好事全给他占光了 三十骑 纵马进入城内 只见原本热闹的烟州都城 此刻却很少有人出现 显得格外荒凉 宋白皱眉问道 怎么回事 守门将军恭敬回答 我家主公说了 刺客很可能就在城中藏着 每个人都得经过盘查 否则不能出门 宋白冷声道 自己不干好事 让平民承担后果 这么多人在屋里待着 不是生产 饿死了怎么办 现在宣布解禁 让他们自由行动 守门将军脸色大变 不可呀 宋周末 真要这样做 主公一定会杀了我的 宋白道 你不这样做 现在就人头落地 守门将军脸上殷勤不定 片刻后叹口气 让麾下士兵 下达了解禁的命令 一刻钟后 周围的民居中 隐约传出欢呼声 宋白笑道 你看 多么简单的一个做法 全城的百姓都会感激你 守门将军叹道 希望宋周末 在主公面前 帮我美言几句 不然 我人头不保啊 宋白哈哈大笑 满意地点点头 看到周围百姓还没出来 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纵马冲到周末府 只听见里面隐约传来一声哭嚎 宋白心中一惊 随即走了进去 只见府邸里空荡荡的 连一个侍卫都没有 只剩下公孙赞 抱着身前 一具美貌女子的躯体 放声哀嚎 我都说烟州不太平 你非要花钱做这个罐 现在钱没了 东西被人抢了 你也就这么没了呀 宋白上前道 公孙大人节哀顺变 公孙赞看着他来了 停止哭嚎 正要说话 宋白道 停 你如果说 我的姐要被抢了 我现在就杀了你 公孙赞 宋周末 我真没有解药啊 那天 一伙贼人来到我府上 不但将我打伤 连宝物都给抢走了 公孙赞看着面前夫人的躯体 满脸悲伤 我夫人都死了 什么都没了 那年夫人 她如花似语 停 宋白打住了她接下来的话 我不想听你讲故事 现在我问 你答 老老实实说 解药在你不在你这 公孙赞摇头 不在我这 都被贼人抢走了 宋白问道 他们是谁 长什么样 什么身份 公孙赞道 那天晚上天还很黑 我看不太清楚 他们没遮面 走的时候 自称曹家司马懿 说是在孔祠 随时恭候您的大家 我 宋白疑惑 道 你没听错 曹家司马懿 应该是曹清之前的军师 既然他能抢走解药 可见就是专门针对宋白的 公孙赞笃定道 说的就是宋白 我没听错 他还故意重复了一遍 宋白抓起方天化解 他既然说了是孔祠 还抢了你的宝贝 杀了你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派兵去杀他 燕州都城的孔祠 在城外西边 他由来已久 是供奉至圣先师孔秋的祠堂 历来为读书人所敬仰 现在战乱平凡 老百姓也没什么机会读书 祠堂早已破旧不堪 那些家中富裕的读书子弟 也不愿意来 久而久之 这处地方就荒废了起来 又听说常有鬼 在其中夜哭 时间一长 更是访客稀少 如今听到宋白的话 公孙赞哭丧着脸 我哪敢啊 他能直接冲入府邸打伤我 没一个侍卫拦得住 我要是真派出 白马一从去围剿 只怕东西没抢到不说 我这点家底也都没了 废物 宋白骂了一句 这人真没血性 还常年镇守边关 保一方百姓太平 结果遇到厉害点的敌人 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现在去找他麻烦 你跟不跟我 公孙赞慌忙摇摇头 不去了 不去了 宋白问道 你这么爱你夫人 他都死了 你也不想着报仇 公孙赞道 要报仇我早就去了 夫人可以再找 命可只有一条啊 宋白冷笑一声 以你这种明哲保身的想法 怪不得在最危险的边境 也能够活得很好 他掉转码头 冲出府邸 身后三十龙血 重骑跟随 宋周末 公孙赞在后面喊他 宋白扬起方天话己 却并不回头 何事 公孙赞问道 向人族组长戈尔泰 七阶实力的高手 是你杀的吗 是 公孙赞满脸惊叹 以六阶巅峰之躯 那千年人参是不是在您那 宋白回头 脸色阴沉 你没解要跟我换 还想要人参 公孙赞小心翼翼地 捧出一个盒子 我这有一枚珍藏丹药 想和您做个交换 毕竟这千年人参 是给皇帝的贡品 送不上去 恐怕人头不保 宋白看了一眼 盒子里的丹药 欲则圆润 隐隐散发药箱 一看就知道非常珍贵 他笑了一下 这东西他熟悉 是钱力丹 之前柳如月用这个和他交换 换他一次出手的机会 钱力丹的药效非常强大 服用之后 灵气在周身运转不停 直到现在还有残余的药力 不断地强化着他的经脉 论价值 这枚丹药可比千年人参珍贵多了 宋白手中的方天话戟一条 转眼之间 公孙赞手中的盒子 就被挑飞到空中 他随手接过 看着一脸愕然的公孙赞 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当即问道 这样珍贵的丹药 怎么没被抢走 我平时都藏在床底下 公孙赞道 别说让人看见了 连枕边人都不知道 宋白道 你觉得我会抢你丹药 什么都不给你吗 公孙赞低头 不敢 您用我的药 那是我的荣幸 给我脸了 宋白哈哈大笑 抓起手边 装着千年人参的盒子扔过去 公孙赞慌忙接着 生怕摔坏了 你这老小子 真是能屈能伸 表面装得跟孙子似的 背后不知道怎么骂我呢 宋白笑着摇摇头 他将手中的钱力丹 随手递给旁边 白袍盈亏的赵子龙 赵子龙愕然道 主公 我受不起 他没想到 钱力丹这样珍贵的东西 宋白竟然眼都不眨的 就给了他 宋白道 给你你就拿着 记住了 这东西 是咱俩拼死闯进 向人族部落 用命换来的丹药 公孙赞执意要换 毕竟是你的救主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和他换了这钱力丹 从此以后 你俩再无半点瓜葛 你也不欠他什么了 告个别吧 赵子龙听到这话 慎重的 将钱力丹放入怀中 随后对公孙赞抱了一拳 以示尊敬 在他刚进门的时候 就一直没说什么话 为的就是避嫌 不让主公多想 如今 宋白把事情都挑开了 事情反而明朗 那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了 三年的情谊 从此恩断义绝 下次相见的时候 说不定就是在战场上了 看着面前的白袍小将 公孙赞惊讶的发现 原本只有五阶十里的他 此刻已经是六阶巅峰了 他好像在不经意间 丢失了一个最有潜力的人才 公孙赞苦笑一声 没说什么 他本来经常怀疑赵子龙的来历 还嫌弃此人实力不足 不堪重用 如今看来 倒是自己见识浅薄了 六阶巅峰实力的高手 在整个人类帝国 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这样的人才 曾经却被自己亲手送出去 他的心里像吃了黄连一样苦 走了 宋白掉转码头 公孙大人 这些日子就叨扰你了 多谢你这三年对子龙的照顾 子龙肯定忘不了 我也代他谢谢你 希望您能在密家人 下次迎娶夫人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 必有厚礼奉上 公孙赞神色黯然 但还是拱手道 宋白兄弟慢走 可惜再见 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了 你还想再见到我 宋白嚎笑一声 公孙兄 现在战乱平仍 说不好下次见面 就是在战场上了 到那时候 我还要讨教一下 白马一丛的风采 公孙赞慌忙道 岂敢 岂敢 心里 却在暗暗咒骂 这宋白眼看就要走了 临走前 还要恶心自己一下 就凭白马一丛 从这薄弱的护甲 针碰到宋白的龙血重骑 恐怕会给杀得连渣都不上 哈哈哈哈 宋白的笑声越来越远 四下无人的街道上 三十的龙血 重骑奔驰而去 如同一抹炽热的火焰 燕州都城 承熙孔辞 这里荒草漫长 半是塌陷的围墙 看上去很是荒凉 宋白下马 向里面望了望 祠堂里面黑压压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他吩咐一声 你们这里等着 子龙跟我来 这个祠堂不大 既然司马一说 在这里等他 那这里肯定会有 针对他的陷阱 龙血重骑虽然勇猛 可如果没形成一定数量 对于高手造不成太大伤害 再说 他们是骑兵 在这种崎岖地形 也不便冲锋 贸然闯入 只会损伤惨重 因此 宋白让他们待在外面 自己和赵子龙一同进去 祠堂内部 供奉着孔秋的塑像 本是至圣仙尸的雕像 在这昏暗的地方 反倒显得阴森森的 我先进去看一看 哎 一起吧 宋白摆摆手 他现在复制了龙像之力 连七阶高手都能斩杀 现在对自己的实力 无比自信 就算那个司马懿 最多也不过是六阶巅峰高手 能耍出什么花样 两人顺着墙壁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隐约传出火光 仔细看去 一个老者独坐在蒲团上 抬起茶杯喝了一口 正是司马懿 他缓缓道 宋白 既然来了 为何不出来一件 宋白心中一惊 心想这老家伙果然有两把刷子 这神魂感应之力 竟然无比惊人 只在片刻间 便发现了他的踪运 但是没想到 司马懿间四下无人 再次举起茶杯喝了一口 缓声道 宋白 既然来了 为何不出来一件 靠 这老小子真能装 这时 司马懿第三次举起茶杯 正要说话 宋白忍不住站了出来 老家伙 你来这有什么目的 直接说了吧 司马懿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早该来的 宋白道 是啊 我再晚来一步 你这茶水都快喝完了 司马懿没听出他话中的讽刺之意 只是淡淡点头 好 果然有英雄气概 我这次来 没有别的事情 只是想让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破运州的解药 当场奉上 宋白点点头 你说 司马懿举起手中雨扇 微微一笑 我司马家也算是个大家族 在整个徐州都颇有声望 如今曹青已死 曹家衰败在即 我司马家昌盛的日子到了 宋白打断了他的话 说重点 他实在是看不惯司马懿 而且宋白觉得自己也不会和他谈拢 重点就是 司马懿眼神深邃 司马家族九胜不衰 受到整个徐州百姓的拥戴 你如果能帮我们夺取徐州 不但解药亲手奉上 你还会收获司马家珍贵的友谊 宋白问 曹青死了 现在统领徐州的是谁 他有些奇怪 按理说 既然杀了曹青 凭借军师等人的手段 不至于夺取不了徐州城啊 司马懿道 曹冲 曹冲 那个七岁小孩 宋白脸色怪异 司马懿问道 怎么 宋大人想的怎么样了 如果你我二人联手 人类帝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唾手可得 甚至有望称霸天下 免了吧 宋白摆摆手 咱们还是来个痛快点的吧 他才不想和司马懿合作 这老家伙不大爱装X 连一个七岁小孩子都干不过 还想跟他合作 做梦去吧 司马懿的眼神变得有些危险 宋白 这样看来 你是不打算跟我合作了 宋白不至可否 手中方天化己凭空出现 百开阵势 他身后的赵子龙也做好了防御姿态 司马懿点点头 语气更加阴冷 好小子 既然你不识台卷 那我就不能放过你了 今天你必须得死在这儿 宋白不屑地竖起一根食指 来吧 就你这样实力的 我打十个都不是问题 看来司马懿刚来此地 还不知道他杀了七阶高手的消息 要不然 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淡定 司马懿冷笑一声 宋白 你该不会以为 我不知道 你杀了那个七阶巷人 听到这话 宋白心中一惊 难道此人早就有了算计 想起中了破运咒 这几天运气一直不好 他感到心中有些不安 但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这老家伙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司马懿继续道 宋白小儿 你也太小看我了 在行动之前 我怎么会不打他好消息 我也不瞒你 为了对付你 我几乎耗费了所有家财 制作了一份针对你的毒药 今日 你必死无疑 他越说 宋白越心惊 也不知道这份毒药 到底是什么东西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不能给这老家伙下毒的事件 想到这儿 宋白一挥手中的方天化剂 下一刻 整个人便冲了过去 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与此同时 赵子龙看到主公上前 也同样举起手中的亮银枪 挥出一道寒芒 叮 碰 两人的攻击 同时落到司马懿的身上 但此人面色不改 仍然带着一副笑脸 身体却逐渐变得虚幻 原来是一道幻影 二人心中大惊 哈哈哈哈 鼓掌声从旁边响起 司马懿笑着走出来 连连拍手 他脸上全是自信的表情 仿佛这场战斗 早已定下了结局 司马懿道 真是精彩啊 我还以为宋白大人 肯定早就发现了呢 现在看来 我是太高估你了 他连连摇头 哎 真是的 一个像样的对手 都没有 还以为你能统领徐州 杀死曹青 有多么厉害呢 原来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哎 是无英雄 碎使数字成名啊 这副表情非常臭屁 让宋白忍不住想上去抽他 接下来 请欣赏我为你们准备的精彩礼物吧 司马懿的脸上满是遗憾 真可惜 你这样的高手 以后算是见不着了 耿直的赵子龙 实在忍不住了 手中亮银枪一挥 一道由枪翼凝聚成的不死神皇 一声利鸣冲了上去 碰 能量轰鸣 大地震动 司马懿的身影再次消散 原来这也是个虚影 老家伙真狗 宋白骂了一声 空气中传来司马懿的怪笑声 两位 珍惜你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吧 哎 可惜是两个男的 要是一男一女 你们还可以 嘎嘎嘎 怪笑声消失 宋白赵子龙二人对视一眼 同时感到一股令人心计的力量波动 这时 宋白的肩膀上传来一声响动 小黑兴奋地从他怀中钻了出来 爬到他的肩膀上 叽叽叫个不停 别闹 现在不是时候 宋白又把他按了回去 自从小黑上次吞噬了黑雾之后 就一直陷入昏迷 没想到 现在居然醒过来了 噗 所有燃烧的蜡烛同时熄灭 祠堂内一片黑暗 一股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出来 让人十分压抑 祠堂外不时传来战马不安的司鸣 显然 他们也感到了危险 噗 宋白手中燃起火焰 拥有火元素的他 升起这点火焰照亮光明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火光在黑暗中闪烁 宋白沉声道 子龙 估计咱们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赵子龙恩了一声 眼中波光不定 宋白继续道 你刚跟我没多久 结果就要把性命丢这儿了 我是真没想到 我对不起你 子龙 赵子龙摇摇头 没事主公 这不全是你的错 宋白道 我把公孙赞对了一顿 是不想让你多想 其实 其实我心里有你 赵子龙沉默了一下 别说了 主公 宋白问道 怎么了 赵子龙面色涂红 主公你这样 会让我以为 卧槽 说到这儿的时候 两人都感觉不对 同时骂了一句 随即警醒过来 他俩都是正经的直男 没有什么龙羊之吼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司马懿的嘎嘎怪笑再次响起 嘎嘎 没想到吧 我早就下了特效药 不然怎么说 一男一女更合适呢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也不错哈 司马懿 我必杀你 宋白面色铁青 杀我 你没有机会了 为你部下的杀阵 已经安排好了 你等死吧 司马懿洋洋得意道 花音落下 屋边的黑雾 从四面八方蔓延 这片黑雾速度极快 许多爬虫老鼠来不及躲避 被黑雾沾染之后 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身体被禁数侵蚀 只剩下了累累白骨 甚至就连赵子龙 引出体外的神魂和气血之力 想要探探这黑雾的底细 也在瞬间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这黑雾 居然如此恐怖 赵子龙的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这黑雾恐怕不简单 主攻小心 然而宋白那里 却没有任何呼应 他不禁向后看去 只见宋白愣在原地 仿佛看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东西 下一刻 他脸上浮现怪异的神色 赵子龙急忙道 主攻 准备战斗啊 这黑雾太危险了 但此时的宋白 仍然没有丝毫反应 他喃喃道 子龙 不知道你信不信 这黑雾我好像见过 您见过 赵子龙一愣神 还没等宋白回答 他怀中的小黑 就猛然冲了出来 迎风见长 不到片刻 原本如同小黑球大小的小黑 瞬间变得无比巨大 同时咧开大嘴 露出森森獠牙 兴奋地冲向黑雾 吼 小黑闷吼一声 嘴中猛然一吸 无数黑雾源源不断地 被他吸入腹中 这 赵子龙满脸惊讶 整个人愣在原地 一脸不敢置信的神色 这无比恐怖的黑雾 不但能吞噬一切 甚至连神魂和气血之力 都能够腐蚀 却被这黑色的小怪物 直接吞吃了 不可能 空气中传来司马懿的怒吼 怎么可能 我这困龙阵天下无敌 本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龙族的 根本没有破解之法 你这是个什么怪物 怎么可能破我的困龙阵 声音中满是癫狂 还带有一丝绝望 司马懿散尽家财 将所有的一切 都用来制作这困龙阵 如今事实 却告诉他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怎能让他不癫狂 哼 惊喜的还在后面呢 宋白冷冷到 这老小子竟敢给他下药 要不是自己的神魂凝聚 意志极为坚定 恐怕就着了道了 那后果 宋白简直不敢想 就在这时 昏暗的火光中 忽然有道虚影一闪而过 找到你了 宋白爆合一声 身影连闪 瞬间冲入黑雾之中 看到了司马懿的身影 你 你怎么可能 司马懿脸色更加惊恐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不但宋白随身的怪物 能吞吃这些黑雾 他本人更是毫不畏惧 可以直接冲进来 根本不受丝毫影响 你怎么可能不怕这黑雾 难道 你不是龙 司马懿猛然抬头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谁告诉你 我是龙了 这时 宋白早已冲上来 全身火焰炽热 眼中精锐之气闪过 方天化己 已抵住了司马懿的喉咙 老贼寿司 等等 司马懿慌忙道 话音落下 几间已经刺入了他的皮肤 渗出点点鲜血 再差一点 他就没命了 不好意思 我不听一言 宋白冷声道 司马懿忙道 不是一言 你解药不想要了 解药 宋白冷哼一声 我杀你了 解药自然就有了 这时 原本慌乱的司马懿 反倒镇定了下来 你不会以为 我来杀你 解药就随身带着吧 话音落下 宋白手中泣血之力 凝聚 一掌打到他的胸膛上 片刻后 零零碎碎的东西 从司马懿身上落下 并没有什么丹药 空气中也没有药物的气息 解药藏奶了 宋白冷声道 司马懿黑黑直笑 仿佛一切尽在手中似的 宋白 这次咱们能好好谈条件了 刺 下一刻 他笑容凝固 眼中带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随即倒在地上 他临死前 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心要找到 破孕咒解药的宋白 怎么敢杀他 我不和死人谈条件 宋白收起武器 看着地上生命力 急速流失的躯体 淡淡道 依照司马懿这个性子 如果自己 不和他谈好条件 他肯定是不能交出解药的 但此人极为贪婪 他提出的条件 宋白一定无法满足 与其与他周旋几天 浪费时间 还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不如现在就杀了 火光闪烁 司马懿的身体 逐渐引燃 渐渐形成焦炭 直至消失不见 看来确实是死透了 宋白收回眼神 转头看向了小黑 此时的小黑 在黑雾中欢快翻腾 不时伸出巨嘴吞噬 仿佛找到了家一样 宋白摇摇头道 小黑 别玩了 听到这话 小黑眨了一下眼睛 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黑雾 准备将其吞噬 这时 宋白身上的神秘珠子 忽然泛起光亮 同时也变得无比炽热 这是他在击杀了 向人族高手 格尔泰之后 在他身体的灰烬上 发现的珠子 除了在刚出现的时候 大放一踩后 就再没有了任何动静 结果 却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异动 怎么回事 宋白脸色难看 抓起这个珠子 直接扔了出去 他对火元素 有极大的掌控 再加上身体素质强大 因此对高温几乎免疫 极为剧烈的高温 让他感到全身疼痛 几乎忍受不了 这时 这颗却在掉落的瞬间 产生了一股 极为强大的吸力 而空气中的黑雾 却在他的吸力之下 化作一缕缕烟气 钻入了这颗珠子之中 黑雾消散 让原本准备吞噬黑雾的 小黑气脑无比 他冲上来想要 扒开这颗珠子 结果珠子散发出 极为炽热的光芒 让小黑痛的嗷嗷直叫 连忙缩小体型 趴在宋白的肩膀上 显得有些可怜 而那颗白色的珠子 也在吸收完这股黑雾之后 静静地躺在地上 变为了黑色 这 见到这场景 宋白哭笑不得 原本极为可怕的黑雾 却在小黑和这珠子面前 仿佛成了宝物一般 抢着去吸收 也不知道老贼斯马懿 以及同样释放这股黑雾的恐佛祖 看到这番场景后 心里会作何感想 过了片刻 那躺在地上的珠子 仍然没有丝毫易懂 宋白想了想 上前捡起来 塞入戒指中 目前看来 这珠子 除了时不时烫一下人 抢了小黑的食物外 没有任何坏处 对于旁边嗷嗷直叫 表示抗议的小黑 宋白直接选择无视 这时 赵子龙从祠堂中走来 看上去仍心有余计 这才跟着宋白几天 他已经经历了 两次生死大战 任谁也不会心中平静 他问道 主公 姐要找到了吗 宋白摇摇头 不知道那老贼 把姐要藏哪去了 估计问他也不会给 干脆把他杀了 赵子龙忧心道 我以前听公孙赞说过一点 听说这破运咒 十分恶毒 要以极大的代价 才能施展 中咒的人运气 会变得格外差劲 乃只有死亡的危险 宋白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 可我看主公最近 并没有出现什么厄运啊 宋白摇摇头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这个诅咒 是无形中产生的 比如 当你心中 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咒语 就会诅咒你 一定做不成 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 他也会给你设置许多波折 让你以失败告终 宋白点点额头 但是意识 是不可控制的 所以 我根本不能控制 咒语的诅咒效果 换句话说 只要咒语存在一日 我的人生都会是失败的 赵子龙愣了一下说 那样的话 主公您想要找到破咒的方法 岂不是也注定失败 宋白摊开手 无奈道 我也不知道 但目前看来 确实是这样 赵子龙宁重道 主公 那您现在最想干什么 宋白道 我现在就想安然无恙地 回到徐州城 问问军师 还有什么办法 花音落下 地动山摇 祠堂即将坍塌 快走 宋白脸色一变 两人刚刚冲出祠堂 这座百年来 都没有发生变故的建筑 轰隆一声倒下 赵子龙愕然 这 宋白叹口气 这就是咒语的威力 我不去想还好 只要我一想 事情一定办不成 子龙 你想想 我还想过什么事情 赵子龙想了想到 您好像还让柳如月妇女去徐州 让他给您当下属 宋白摇摇头 这样看来 他俩是不能来了 只是不知道路上 会不会遇到危险 不过 以柳如月的身手 恐怕没什么大碍 应该是他不想来了 说完这句话 天上开始 哗啦啦下雨 数不尽的雨点 霹里啪啦落下 赵子龙苦笑一声 主公 您真说对了 徐州恐怕也是回不去了 狗娘养的 宋白骂了一句 看着天空大声喊道 老天爷 你打雷劈死我吧 你给我一刀得了 批 天空一道惊雷 猛然落下 宋白嘴角一抽 这雷要是批到身上 不死也得半惨了 但片刻之后 雷声渐渐消失 天空也不再下雨 赵子龙愕然 主公 怎么雷未批到你 哈哈 宋白的笑容中 带着一丝沧桑 我是说 让雷劈死我 你看 这波运咒 偏不让我如愿 搭搭马蹄声响起 阵阵沉烟翻腾 宋白身跨尸吐马 一马当仙 身后跟着赵子龙 三十七龙血重 其紧紧相随 他们已经急行了 一天一夜 就算玛丽 还能支撑 也该休息休息了 到哪了 宋白随口问道 赵子龙单手 拿出怀中地图 低头一看 主公 咱们到冀州了 冀州 宋白不由地想起孔赢 心中一疼 这个女子 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把自己 从死人堆里捞出来 自己却亲手 把她父亲杀死 丢下一堆烂摊子给她 虽然说是为了人族百姓 而杀了孔佛祖 但这一做法 对孔赢造成的伤害 有多么大 她现在都不敢想 一声叹息 主公 这时 赵子龙慌忙道 前面有人 有人 宋白下意识看一眼 正前方 一个老妇人 抱着个瘦弱的孩子 即使看到 大队骑兵冲来 也不闪不闭 眼看就要撞上去了 宋白一拍马头 赤兔马通灵会议 猛地止住马蹄 同时他一声蹄叫 后面的战马 好像接受到命令一般 纷纷停下 不要命了 宋白怒道 老妇人面色枯黄 消瘦的 都能看见骨头 他脸上老胃纵横 君爷 给点吃的吧 真是一点东西 都吃不上 快饿死了 怀中的孩子 脸色苍白 畏畏缩缩 宋白叹息一声 从怀中取出风干肉 递给老妇人 老妇人一边道谢 一边慌忙接着 他自己也不吃 只是掰开两半 一半给了孩子 一半放入怀中 这干肉有些坚硬 僵尸们吃了 都有些肺哑口 可这孩子根本不挑 使劲撕咬几下 便吞进腹中 然后脸上 又带着些渴望的 看向另一块干肉 老妇人摸着他的额头 声音有些嘶哑 乖孩子 这块留给你明天吃 孩子轻轻嗡了一声 小声说道 奶奶也吃 老妇人摇摇头 没有想吃的意思 只是又向宋白感谢 差点又要磕头 宋白连忙拦住他 随手扯下一个 龙血重其身上的干粮 掂量着足有好几斤 递到他手上 以后别干这种蠢事了 赶在道路上拦马 不死 也得半残 老妇人连连点头 谢谢君爷 可实在是饿得很了 借这个机会 逃口饭吃 总比直接饿死强 宋白连起眼睛 现在记周周牧是谁 百姓都快饿死了 他不管吗 老妇人道 现在记周周牧是孔银姑娘 他人善啊 看不得老百姓受苦 因此刚上任 就开仓放凉 我们吃了许多 天就寄凉 那些天都没有饿肚子 要不是他 恐怕我们还活不到现在 可今年记周闹凉荒 又刚打完仗 现在孔姑娘 也没有太多余量 我们穷人家 就只好饿着了 原来孔银过得也不容易 她一个年方二八的小姑娘 短短时间内死了父亲 还要打起精神 治理一个周府 遇到的困难 可想而知 宋白点头 知道了 我来这儿 就是解决这件事的 放心 你们以后 都有饭吃 老夫人眼前一亮 君爷 您是皇帝派来的 宋白笑了笑 翻身跨马 不 我是徐州周目送白派来的 老夫人点点头 眼神中满是希望 我这就回去给宋大人 供个牌位 这样的大善人啊 真是该一辈子享福 宋白微笑了一下 大可不必 这人贪婪好色 冷血无情 让无数人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让他立刻死去 老夫人摇头 只要他能让我们这些 老百姓吃饱 那他就是救苦救悲的菩萨 哈哈哈哈 宋白着实被他逗乐了 他纵马急迟 身后三十龙续 重气相随 很快来到了冀州都城 赵子龙道 主公 我去通报一声 宋白摇摇头 不必 咱们直接进去打探消息 这些士兵就留在这里 不要引起别人注意 两人卸下铠甲 一同走进城门 守门士兵看到他二人神态不凡 眼神中带着些狐疑 但是也没拦着 直接放行了 此时的冀州都城 仍然如同往日一般繁华 但路边却多了不少要饭的 宋白二人找了一处酒楼坐着 点了些饭菜 听着旁边时刻的谈论 老王 最近又有什么消息 嗨嗨 最近饥荒啊 周牧府放粮 接济穷人 可最近几日 孔周牧家里的粮仓 也快见底了 宋白心中细想 孔周牧说的 应该就是孔赢 这时候 谈论声又响起 这不是老生常谈的事情吗 我们早就知道了 说一点有意思的 哦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说得好了 本大爷重重有赏 一个年轻公子 打开折扇 洋洋得意道 名叫老王的 中年人产妹道 还是马公子有排面 那当然 马公子哈哈大笑 不说别的 我马家家大业大 光粮食 就够季周都城的泥腿子们 吃个一年半载的 不差你那点赏钱 随后 又露出嘲讽的神色 这些泥腿子 吃在饱有什么用 还不如 让他们饿着 才有动力 给马家当奴隶 老王碎叙叙叨叨 声音十分微弱 说了些什么 但他声音再小 在宋白和赵子龙两个 绝顶高手耳边 也听得一清二楚 只听老王低声道 公子 继周周木孔姑娘 新找了个男人 过几日便要风光大驾 马公子吓了一跳 真的 也不知道是谁娶了孔莹 真是想了艳福了 这要是传出去 继周城势力 可要重新洗白 老王解释道 公子 是孔小姐 要娶男人 他要找男宠 马公子脸色怪异 没想到孔莹 还有这等癖好 我知道了 这是十分重要 我得赶快告诉父亲才是 他从怀中 掏出一块银子 放到老王手中 随后便急匆匆走了 而老王也是四下观察了一番 同样离去 酒馆里 宋白指手喝了一口茶 看着眼前的赵子龙道 子龙 你从他们的对话里 听出什么了吗 赵子龙道 孔小姐 要找男宠 不是这句 宋白摇摇头 心内有些感叹 这孔莹长大了 不但要找男人 还必须是男宠 这是想当女爹 开后宫的节奏啊 赵子龙仿佛想到了什么 接着道 那是 马家家大业大 粮食很多 就是这个 宋白眼中 带着些许灼热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明白彼此的意思 同时哈哈一笑 你马家不是家大业大吗 那就用你家的粮食 来接济穷人 宋白二人付过饭前 看着马公子 匆匆离去的身影 同时跟随而去 冀州城外 马公子骑着白马 哼着小曲 带着一众蒲丛 显得十分悠闲 他本来只是想从老王那里 听些八卦 却没想到 居然得到了一个 珍贵的消息 冀州州木孔莹 居然要找男宠 泽泽 这要是被他宣扬出去 恐怕他名声不保 等那时候 自己也能借助父亲的力量 从中获取一些利益 想到这儿 他心情更加愉悦了 就在他得意之时 一个声音传来 马公子 请等一下 马公子抬头一看 面前有两人 拦着他的去路 正是宋白和赵子龙 这两人身躯雄壮 眼中放出金光 看上去自有一番气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 来者不善 难道是自己知道了消息 被孔莹发现后 他派人来杀人灭口 马公子越想越心惊 心想就凭自己 四接十力 再加上这一帮废物随从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啊 想到这儿 他掉转马头 便要逃走 身后的蒲丛 一脸茫然 看到这几个蒲丛 挡住了去路 马公子不耐烦地 挥起马鞭 啪的一声 打在蒲丛的身上 快滚开 马公子立声喝道 一众蒲丛急忙闪开 马公子拽起马缰绳 纵马狂奔 宋白二人仍然看到 他逃走的身影 仍然视若无睹 不紧不慢地走着 一刻钟之后 三十个龙雪 重骑冲来 阵容整齐 历经战争的他们 自有一股铁蟹气势 这时 仆人们才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 他们也愕然发现 刚刚逃走的马公子 此刻被捆在一个 龙雪重骑的马后 神色狼狈 碰 最前面的龙雪 重骑将困成粽子的马公子 摔在地上 而后对着宋白 双手抱拳 禀告主公 属下不如使命 把人带来了 嗯 宋白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地上的马公子 马公子神色金黄 连忙取下 身上的所有贵重物品 放在地上 他哀求道 大王 我全身上下 只有这点东西了 饶我一命 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宋白摇摇头 我此次前来 不为劫财 只为劫色 啊 马公子彻底呆了 宋白哈哈大笑 我在跟马公子开玩笑 实在是兄弟们都吃不饱 想借点粮食而已 马公子长呼一口气 吃劫色就好 他想了想 不敢当 我家中也不富裕 实在是今年米贵 咱们平民百姓 也吃不起啊 宋白问道 所以说 你家没有粮食 没有 马公子信誓旦旦 好 宋白大手一挥 那砍了吧 什么 马公子愣住了 刚才还聊得好好的 怎么一转眼 就要砍人了 直到两个龙血 重启拉住他 他才反应过来 顿时慌张道 有 有 我家里有粮食 真有 宋白看了他一眼 不是骗我的吧 马公子被拖着 痛哭流涕道 真有 一点没骗您 成堆的粮食都吃不了 就等您来呢 好 马公子痛快 宋白豪笑一声 那就去你家取粮食 宋白等人带着马公子 大概走了六七里路 眼前出现了大片的村庄 村庄正中间 拱卫着一个极为庞大的碉楼 不时有全副武装的侍卫巡游 戒备森严 马公子点头哈腰 大王 到了 到了 宋白看了一眼 这就是你家 挺宽敞的呀 马公子道 对 我家粮食多 大王 您让我进去 粮食当场奉上 宋白冷笑一声 放你过去 你人直接跑了怎么办 马公子慌忙道 不会跑的 我把仆从的性命压在这里 我要是跑了 明就杀 行 宋白甲装沉丝片刻 那你去吧 记得早点来 不然我就要杀人了 众多侍从听他们谈好了条件 大兜神色金黄 七嘴八舌道 公子 您一定要来救我们啊 我这条命 可全在您身上了 公子把我救了 以后跟您做牛做马 一定 一定 马公子满嘴答应 他脸上露出喜色 顾不得满身灰尘 连忙奔向雕楼里 心想这个劫匪 怎么这么傻 家中有五阶高手作证 只要让他出来 请客间就将这些劫匪 杀给一干二净 至于那些仆从的性命 嘿嘿 管他们去死 反正现在正值乱世 有招不完的奴隶 不差这两个 他连忙冲过去 刚走没几步 便被一个首领喝止 站住 什么人 这个首领走过去 看到是马公子 慌忙低头道歉 在下不知道是公子来了 还请恕罪 公子 您怎么如此狼狈 马公子不耐烦道 马月 有几个过来抢劫的劫匪 被我忽悠过来了 你赶快带人把他们杀了 劫匪 劫匪在哪 马月慌忙道 顺着马公子所指的方向 他看到了宋白等人 身穿火红重甲 每个人都带有弯刀 长颈 弓箭 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马月有点心虚 但看到他们年轻的脸庞时 顿时脸上带着猙獰的神色 看来这几个人 年纪都不大 估计实力也不是太强 自己一个舞阶高手 完全能对付 来 你们 几个 跟我来一趟 他神态傲慢 指着几个士兵道 来了月哥 咱干什么去 马月道 收拾几个小喽喽 放心 不用你们打 等会儿包捆俘虏就行了 看到他这自信的模样 马公子也放下心来 舞阶高手 对付几个区区的毛贼 还不是手道青睐 看着几个士兵 气势汹汹地冲来 许多被俘虏的侍从 都有些绝望 本来还想等公子良心发现 会来救他们 现在看来 他是一点不关心别人的死活 面对这一幕 宋白眯起了眼睛 来者不煞 赵子龙提醒道 主公 你才是来者 是吗 宋白笑了一下 右手猛地一挥 下一刻 三十名龙血众 其面对着马月等人 当即冲锋 红隆隆 马蹄敲击着大地 龙血众骑兵 如同一股红色的洪流 发出阵阵隆隆的响声 气势强横到了极点 这 马月有些震惊 他回头看向马公子 公子 您不说 这些是劫匪吗 看上去不像啊 别管这么多了 马公子咬牙切齿 他们实力不强 没有高手作证 凭你五接实力 一定能守到青睐 马月还没答话 龙血重骑 已经冲锋而来 呼 一个龙血重骑 对马月挥出场景 马月一把抓住 感觉传来的力量 有些许沉重 他正要还击 身后却传来振振刺痛 回头一看 数十个龙血 重骑 已经把手中的场景 直直地刺入他的身体 只要他出现些许异动 那等待他的 将会是死亡 马月只好放下武器 无奈地抱头投降 没想到 自己五阶强者的实力 在这些战士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他回头一看 好家伙 马公子干脆一动不动 躺在地上装死尸 宋白纵马走上前 赤兔马一蹄子踩上去 啊 马公子 发出一声惨叫 猛然握住剧痛的右腿 宋白面带嘲讽 你不是要给我借粮食吗 怎么借了几个人回来啊 马公子忍住剧痛 连忙求饶 大王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看出您是个绝世高手 我要真知道您的身份 就算是当牛做马 也要报答您啊 好家伙 宋白笑道 能屈能伸啊 马公子连忙磕头 手中忽然亮出一抹寒光 当即握着匕首 刺了过去 然而下一刻 碰 赤兔马抬腿一蹄子 直接将马公子踹飞树迷远 他此刻身受重伤 战都站不起来 干脆就不伪装了 眼中露出仇恨的神色 宋白摇摇头 有枭雄之姿 就你这份胆量 能成大事 可惜 你遇到了我 下一刻 宋白放开束缚 赤兔马兴奋地冲上去 一蹄子踩断了他两腿中间 嘎嘣一声 鸡蛋碎裂的声音响起 马公子脸色苍白 宋白都感到肉疼 这赤兔马 平时不声不响 没想到这么坏啊 马家府邸 一片张灯结彩 众多宾客 相互干杯 显得喜气洋洋 除了正在抽气的新娘 有点杀风景 一切都显得分外和谐 人群中间的马老爷马愁天 此刻正举起酒杯 面对满脸堆笑的客人 看上去十分得意 今天是他的七十大寿 双喜灵们快乐至极啊 他感觉人生的巅峰 也不过如此了 正在这时 碰 一声撞击声响起 大门应声破开 数十个龙血重启冲了进来 女士们尖叫一声 众多宾客举着酒杯 脸上惊疑不定 这时有人砸场子来了 冀州最强大的马家 也有人敢来闹事 这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马愁天大怒 何人胆敢如此放肆 他脸色红润 声音红亮 如同一道惊雷 虽然他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可毕竟是六阶强者 冀州有名的风云人物 即使实力下滑了许多 那也是常人 不敢直视的强大存在 啪 啪 啪 掌声响起 宋白骨这掌 在众多龙血 重启的拱位下走出来 他看了看四周 面带微笑 听说今天是马老爷的寿臣 小弟特来喝血 恭喜 恭喜 马愁天眼 神微微咪起 少废话 你是来砸场子的吧 怎么可能 宋白骨做惊讶 怎么能这样冤枉人 我还给您带礼物了呢 说话间 一个龙血重启像垃圾一样 提着个人 直接把他扔到地上 碰 严沉四起 那个昏迷的人露出脸庞 在场中人忍不住惊呼 这是马家公子 马愁天的亲生儿子 混蛋 马愁天猛地冲出去 扶起儿子 低头一看 裤子全被血染红了 他抬手摸去 才发现 原本应该有物件的地方 此时已经是荡然无存 你该死 马愁天抬头 眼中一片血红 愤怒不可遏制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如今 他都受伤成这样了 岂不是说 马家从此绝后 与此同时 众多宾客的话语 也传入他的耳中 马公子被去世了 那偌大的马家 岂不是后继无人 对啊 这个年轻人 长得倒是气宇轩啊 没想到手段 如此狠了 马公子都不行了 也不知道 马老爷会不会保刀未老 重振雄风 给马家留下一个后代呢 嘿嘿嘿 那可说不好 不过 我或许可以代劳 听到众多宾客的 低声调侃 此刻的马仇天 面容更加阴沉 年轻人 他咬牙切齿 我自问与你无仇无怨 何必对我而下 如此毒手 残忍 宋白冷笑一声 随手扔下一个本子 这是刚在你儿子身上 发现的东西 共计侮辱梁家妇女 二十三人 其中二十人 因为不堪忍受屈辱 自杀身亡 共计强抢明田 一千三百十一亩 杀害平民二百七十四人 并以此为乐 将所作之事 全部记载到书页上 这种无耻之人 我不杀他就已经 话还没说完 随着众人的一声惊呼 马仇天猛然拔出钢刀 冲了上来 他虽未感觉儿子 做得哪里不对 可也知道 这些事情不能公之于众 否则就没有别的家族 敢与他们合作了 碰 一声闷响 众人瞪大眼睛 看到眼前的一幕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靠 我看错了吗 这年轻人 居然只手接住了 马老爷的刀身 五阶高手的权力一击啊 他这都能接住 那他是何等实力 难道是五阶巅峰高手 不 能轻易接住这一击 动作还如此随意 估计都有六阶的实力了 众人眼中满是惊诧 这年轻人 很可能是六阶的实力 看年纪 估计只有二十多岁 估计是帝都来的大人物 背景很深啊 看来今天 这马仇天 惹到了硬茬子了 不由的 众人看向马仇天的眼神 也带着些许的怜悯 七十大兽 迎娶十七岁新娘 这双喜临门的好事 就这样被搅和了 也不知道 他心里会做何感想 此时的马仇天 看着眼前 接住钢刀的颂白 眼神满是震惊 他可是清楚知道 自己的功法 习练多年 不要说 同阶高手了 就连所谓的六阶高手 想要接住他全力一击 也要费些功夫 但眼前的年轻人 不但能轻松接住钢刀 动作还无比随意 这绝对是高手 自己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想到这儿 他连忙放开钢刀 仿佛他很烫手似的 恭敬道 我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招惹到 您这样的高手 该死 真该死 说完 他竟然举起手掌 啪啪打了自己的脸 哗 此举一出 在场众人顿时哗然 我没看错吧 马老爷竟然服软了 不仅如此 他还当众打自己脸 这得卑微到什么份上 我从未见过马老爷 如此失态过 高手 这绝对是个高手 他到底想来干什么 说实话 我有些不明白 难道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给穷人申约吗 这么闲的慌 听到这话 宋白这才想起来 他是来借粮食来了 于是他很诚恳地 看着眼前的马仇天 问道 我把你儿子打残 还逼得你 当众打脸道歉 再问你借点粮食 不过分吧 嚣张 太嚣张了 众人心头同时想到 而马仇天 也是握紧拳头 脸上清金爆起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是马仇天 要生气了 冀州四大家族的组长 威震州府的 绝顶高手马仇天 只要他一旦生气 必定有人生死 但此刻 这个曾经的霸主 却瞬间放松了拳头 满脸堆笑道 应该的 应该的 同时他十分积极 故作热情道 来啊 来人 快把咱粮仓里的粮食 全部搬出来 让这位公子带走 然而 他虽然表面上 无比热情 宋白却看到他眼中 愤怒到要滴血的神色 一闪而过 这个老头子太能忍了 不简单 正在众多仆人 搬运粮食的时候 众多宾客 也悄悄停止了 议论的话语 心中都有些惧怕 一时间 马府翘无声息 十分安静 哦哦 这时候 一声抽气声响起 在这安静的地方 显得格外大声 这臭女人 捣什么乱 马仇天暗骂一声 宋白缓缓出口 马老爷 这是出什么事了 您大喜之日 竟然还有人 前来破坏气氛 这不是找茬吗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开眼的东西 花音落下 他便信不走过 朝着抽气声走去 一众宾客 看到他走来 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 给他让开道路 最会找茬的 不是你吗 马仇天心中 愤愤不平 看着昏迷中的儿子 也有些不耐烦了 要不是这小畜生找事 能惹到这尊温神 快把这朵东西 搬到后院去疗养 他一声吩咐 随后连忙小跑 到宋白前面 解释道 这是小老儿 刚刚迎娶的夫人 这不是七十寿臣吗 刚好冲冲洗 哦 宋白点头 看来你这个小新娘 有点不听话 大喜的日子 还哭哭啼啼的 这不是破坏气氛吗 花音落下 他便探出手 想要接下女子头上的红布 马仇天慌忙陪笑道 大王 这是新郎 才能接的红布 您不能揭开 沾染上晦气 可就不好了 宋白痴笑一声 我当回新郎怎么了 就算生个儿子 那也算是你的 他看着 正在昏死的马少爷 一有所指 正好也能给你传宗接代了 是不是 哈哈 有宾客听到这话 忍不住笑起来 旋即捂着嘴巴 你 马仇天几乎一直不住愤怒 指甲深深陷入肉里 溢出了鲜血 他纵横济周几十年 何曾受到如此屈辱 如今 也只能忍了 马仇天告诉自己 不要愤怒 要冷静 刷 宋白掀开盖头 众宾客忍不住点脚探头 想要看看新娘长什么样子 只见眼前的新娘 稚气未脱 秀美的脸上沾染些许无气 满是泪痕 此刻被掀开盖头 实在忍不住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 别哭 宋白连忙安慰 等片刻后 稳住了新娘心神 问清楚事情经过 马仇天看着他的双手 轻轻放在新娘的袖发上安抚 暗恨不已 这时 宋白温和道 姑娘 你有什么伤心的 大可告诉我 我为你主持公道 小心娘像一个受惊的小兽 被安抚片刻后 情绪这才稳定下来 同时 在宋白的安抚下 他轻声说出了事情的原味 看到这一幕 马仇天时再忍不住了 他怒道 年轻人 面子我可以给你 但你不要不识台阙 不识台阙 宋白缓缓站起来 声音也随之变冷 你当着小姑娘的面 亲手杀死了他的父母 尸体就扔在你家柴房 是不是因为他二人不识台阙 众人听到这话 心中一惊 纵然他们中间 也有些仗是欺人之辈 可谁也没有像马仇天这样 做法如此残忍 这种做法 简直无异于禽兽啊 我问你是不是 是不是 宋白彻底压抑不住心中的情绪 他猛然冲上来 一脚踹到马仇天的肚子上 带有巨龙之力的 含恨一击 其威力无比巨大 哄 马仇天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被踹飞数十米 直到撞塌了一座建筑后 这才缓缓倒地 但宋白还没有想要 放过这个老家伙 他一把抓住马仇天的领子 一字一句道 我问你 是不是真有此事 真有又如何 马仇天忍着剧痛 冷哼一声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根本没想放过我 既然如此 你干脆杀了我好了 不过一死而已 在临死前 一向表现软弱的他 这才硬起了一把 但只有宋白才知道 这老家伙 只会在强者面前 卑躬屈膝 一旦遇到无权无视的穷人 恨不得化身恶魔 将无辜的百姓 折磨至死 他无法想象 如果自己不来 这个即将要成为 新娘的小姑娘 将会是 何等悲惨的处境 想到这儿 他的心中 就一阵疼痛 那些死在这老东西 手下的人族平民 当时更是何等绝望 此时 马仇天满天鲜血 脸色猙獰 你杀了我吧 算是享福了 哈哈哈哈 玄疾他又很声道 做事不做绝 臭小子 就你这种残忍手段 恐怕活不到 我这个岁数 就要被人杀死了 呼 看到他得意的老脸 送白低下头 抓起肩头的小黑 那难道 就这样 让你死了 实在是太便宜了 他看着面前的 四处乱窜的小黑 笑着道 小黑 不知道你有没有 听说过一个刑法 叫做凌迟 此言一出 方才还在得意的马仇天 瞬间收起笑声 脸色变得相当难看 所谓凌迟啊 送白接着道 就是把人割下一块一块肉 割几千刀 整整三天三夜 人还是死不了 只能在痛苦中煎熬 小黑眼前一亮 他最喜欢在猎物灵死前 折磨他们了 可惜 在跟着送白之后 一直被他制止 几乎都没有机会 马仇天听到这话 故作凶狠道 臭小子 有胆量就直接把我杀了 别磨磨唧唧的 去吧 送白仿佛没有听见 放下小黑 今天就看看你的技术了 这时 马仇天又转换了语气 哀求道 大王 有事咱可以谈 可以商量 您直截了当的 给我一刀吧 啊 一声响彻天地的惨叫 为观众人 不由的身体一颤 别过头 不忍心去看 谁能想到 一向面带微笑的少年 手段竟然如此残暴 更让他们心生惊恐的是 这个名叫送白的少年 竟然再次微笑着 向他们走来 他要干什么 诸位 我此次来 不为劫财 送白看了看一众 惊慌失措的女士 也不为劫色 就是 肚子了 想借点粮食 众人耳边 还能听得见 马仇天的惨叫 不由的面露苦涩 一个老头走上前 哀求道 君爷 今天粮荒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要不这样 您需要多少钱买粮 我们全出了 绝不让您为难 众人都认出了这个老头 王朗 武阶巅峰高手 能言善变 是出了名的 送白臣撕了一下 人群中有些骚动 现在正值饥荒 就连周牧府 都在大量收购粮食 他们宁愿花钱 也不愿给粮食 这时候 粮食就是黄金啊 然而下一刻 送白猛然冲上前 一脚将王朗踹倒 一个武阶巅峰高手 直接被他踩着肚子 毫无还手之力 王朗肚子剧痛 手指颤抖 你 你什么你 送白冷笑一声 你这一身 阿杂肥肉 都探量得成三百斤肥猪了 告诉我 没有粮食 耍我呢 众人神色惊恐 心想着送白一言 不合便将人打成重伤 简直就是魔鬼呀 更可怕的是 他这一身 神鬼莫测的实力 恐怕整个季州 都没人能打得过他 看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只要遭遇了这个温神 谁都不会好过 有些机灵的人 看到现场一阵混乱 就悄悄接近后门 打算趁机溜走 但送白的下一句话 顿时让他们打消了念头 一个也别想溜 送白恶狠狠看着眼前的老头 就你叫王朗是吧 我冤枉你了吗 王朗不敢出声 不说话 送白又重重打了他一拳 破 他肥胖的身躯一阵翻滚 吐出一堆黄白之物 眼神萎靡 紧紧闭着眼睛 送白立声道 你不说 我可替你说了 那马公子 火同你的儿子 肆意杀害平民 将尸体绑着石头 扔河里沉底 是你儿子干的吧 人家兄弟找上门来 你火同官府 将他们下狱 数十个死在狱中 这事情 你也有份吧 说话 送白捏起他的脖梗 暴怒道 你再不说话 老子的方天话己 可不认人 王朗虚弱道 事由此事 刺 几间无情地滑破 他的脖梗 啊 一个女士 惊恐地尖叫声响起 人群混乱不堪 有些人忍不住跪下来 使尿屁横流 送白冷冷道 我也不为难各位 现在冀州百姓 都快要饿死了 大家捐点粮食 不过分吧 这话一出 全场静默 刚才那个出头鸟王朗 可不是死了吗 现在没人敢说话 没人说话 可就全杀了 送白道 不过分 不过分 众人慌忙回答 送白道 你们自备马车 自备粮食 跟我到冀州城送粮食 全城的百姓 都会感激你们 这点不过分吧 不 过分 众人心头都有些苦涩 他们每个人 都是当地的豪生旺族 家财不可胜数 最近正值饥荒 已经大量收购粮食 打算狠狠地捞一笔 却没想到 遇见了送白这个温审 钱都不要 就要粮食 不给粮食救的死 还是死得凄惨无比的那种 倒霉 太倒霉了 他们心中同时哀吼 冀州城 城主府 孔鹰疲惫的柔柔眼睛 他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肩负这么大的重担 现在闹饥荒 百姓都快饿死了 但关键的是 他没有粮食了 库房中的最后一批粮食 也在之前的救济中 被悉数派发出去 更加奇怪的是 整个市场的粮食 都在一夜之间 被人全部买下了 粮食都去哪了 这时 一个老人 从外面急匆匆赶来 周牧大人 陈来了 他叫吕宝江 是以前孔佛祖的军师 现在孔佛祖死了 就为孔鹰效力 孔鹰摆摆手 吕老 闲话就不说了 现在闹饥荒 咱决策慢一点 可能就有无数百姓饿死 吕老 我现在很疑惑 市面上的粮食 为何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为什么咱们有钱 也买不到粮食 难道是有人 在针对咱吗 吕宝江苦笑一声 周牧大人 粮食 确实都被买走了 他久经正事 对这种事情再明白不过 因此很快说到 那些地主豪生 趁着饥荒大量收购粮食 哄抬物价 就是为了多赚点钱 孔鹰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们难道不知道 会有无数老百姓饿死吗 嗨嗨 吕宝江摇摇头 他们哪顾得了这个 只要能赚钱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就杀 把人杀了 粮食抢走 孔鹰神色一粒 他现在早就不是以前 那个无知少女了 因此在片刻间 就下达了命令 吕宝江苦涩摇头 大人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简单了 地主豪生抱成一团 相互合作亲密无间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杀一个荣业 他们一起造反 恐怕咱们挡不住 而且 吕宝江无奈道 而且咱们官府中人 有不少都是地主豪生的子弟 什么 孔鹰瞪大眼睛 没想到 还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犹豫了一下 随即道 那就以官府的名义 向他们收购粮食 救济百姓 吕宝江吃了一惊 大人 这些人贪婪无比 肯定会哄抬粮价 如果真要收购的话 会将整个府库掏空 恐怕粮食 也不够用啊 孔鹰摇摇头 那能怎么办 难道要眼睁睁 看着老百姓饿死 这种事情 我做不到 你下去收购粮食吧 钱从府库里出 是 吕宝江答应一声 恭恭敬敬走了 孔鹰闭上眼睛 常常叹了一口气 如果是那个人在这里 恐怕他面对的这些难题 根本就不算事吧 想到这儿 身后忽然有人 按着他的肩膀 一边柔声道 我知道 姐姐想宋白了 可他有什么好 怎么能比得上我 这话一出 孔鹰猛然色变 不管不顾的向后一拳 将他打倒在地 随后孔鹰怒道 杨峰 别碰我 别提他的名字 不然 你就死在这儿吧 被打倒在地的男子 捂着受伤的脸庞 慢慢站起来 露出怨毒的神色 他动作轻柔 面旁柔美 但如果仔细看去 五官竟然与宋白 有几分相似 杨峰怨声道 孔鹰 我能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谁 你如果真不喜欢宋白 何必找个 这么像他的人 不就是 把我当的替代品吗 我懂 可是 他根本看不上你 任凭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 他还是不为所动 你又何必为了他 痛苦到这个地步 自从杨峰被孔鹰看中后 就一直被留在周牧府中 生活条件十分优渥 然而 孔鹰一直都不碰他 态度也十分冷漠 只是把他当作宋白的代替品 这让他十分不敢 为什么 那个宋白有什么好 他心里暗恨道 听到这番话 此时的孔鹰眼神更加冰冷 原本娇艳秀丽的脸庞 此刻都结成了冰 他冷冷道 你以后不要提他 虽然我与他有杀福之仇 可 可你要把自己与他相提并论 那也太抬决 你自己了 你根本不配 不想待在这儿 就赶紧滚 孔鹰抛下这句话 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杨峰 慢慢走到镜子前面 看到自己的脸庞 他愤恨地咬着牙 双拳紧紧握住 眼中的怨毒之色更加浓郁 送白